三月春围刚过 前几日刚刚看过了 状元郎赶马游街的盛况 静宁侯府上的姑娘 私下还在说着 那状元郎的俊美的风姿 还想着这位状元郎 最后花落谁家 想到那婚姻大事 姑娘家还捂着帕子 羞红了脸 不肯见人 姑娘 侯爷和夫人有请 侍女小桑的声音从门口响起 正在试弄花草的苏馆手一抖 扯掉了一片生长的极好的叶子 她稍微皱眉 怎么慌慌张张的 可是说了什么事 生得一张圆脸的小桑摇头 奴婢不知 只听闻侯爷通知了 各房在府上的都到正院去 方才夫人的人来报 说要姑娘快些准备准备 一盏茶之后便出发了 苏馆醋眉深思了一会 轻轻吐了口气 我知晓了 说吧 她便放下手中的活迹 回屋子里去换衣服去了 苏馆其实并不是这个世界的 或者说 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 真正存在的世界 而是一个小说所构造的世界 她是穿书的 穿书之前 她只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 在大城市打滚十年 在终于攒够钱贷款买房的时候 高兴过头了 突发心脏病 一命呜呼了 这死了也就罢了 不料这一觉醒来 却发现自己 穿越成了一本自己叫做 嫡女重生路的 重生女配逆西文 文中的女主 乃是她大伯家的嫡女苏福 苏福前世有眼无珠 原本以为嫁了 一生所爱的郎君太子 却不想 郎心如同狗肺 她心中所爱的 却是自己二叔家的庶女苏人 最后狠心将她杀害 抛尸荒野 重生之后 她立时报仇血恨 这位被誉为 地成第一才女的苏染 却又是个穿越女 两人之间明争暗斗 再加上俯上各个姐妹轮番上场 简直每一天 都是一部你死我活的宅斗大戏 而原主苏管呢 其实是一个本书中的一个小炮灰 在这部大戏之中 第一场就送了性命 真是实惨 苏管川叔 已有三个月之久了 他自问没有那等与人 阴谋阳谋的智商 于是一直窝在自己的小院管员之中 不曾外出 只是这一次 祖父祖母召见 他是躲不过去了 他仔细地回想了一下书中的内容 也知道了发生什么事情 这是本书的开头 春围之后 有一名叫李林的学子 拿着一块玉佩上门来求亲 要娶靖宁侯府的姑娘 靖宁侯出身山野 凭着一身功夫 跟随皇帝平定祸乱 封为靖宁侯 手握兵权 在东赵国 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而在他十三年前 曾在平乱之中遇险 最后被这位李林的父亲所救 得救之后 靖宁侯为表感谢 又见恩人有一个几岁的儿子 便许下诺言 许了一位孙女 给恩人的儿子为妻 并且给了他的一块贴身玉佩 作为凭证 原本靖宁侯见 恩人十几年都没上门来 早就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今日突然冒了出来 也不得不将此事认下来 想要将一位孙女 许给恩人之子 靖宁侯府的姑娘 如何的千金娇贵 要配一个穷酸学子 谁人会愿意 就是这样 靖宁侯府的姑娘 为了躲避这门侵蚀 爆发了第一场宅斗大戏 原主在这场大戏之中 被苏福和苏染的争斗殃及 无辜送了性命 也正是因为苏管送了性命 他身上的那一门未成的婚约南方 想要与靖宁侯继续亲近 打算另外选一个姑娘嫁过去 于是便开启了第二场宅斗 苏管回想了一下书中的内容 这位李林 最后是归还了姓武 独自离开 并没有娶进名侯的姑娘 姑娘 您看这件衣裙行吗 小慎给苏管换上了一身藕色衣裙 梳着简单的刘苏记 在发上致点坠了几朵小赃花 苏管今年十四岁 眉眼清丽温婉 容貌清丽 身姿曼妙 姿色在地城也是排得上好的 这样的打扮重规重举的 也不招人眼 苏管点了一下头 表示尚可 换好了衣裳 出了门便去了他父亲居住的御华院去了 他的父亲名唤苏巡 是个生得风流倜傥的美男子 虽然今年已经三十余岁了 可是风华不减 他喜爱穿着一身青竹纹的长衫 好诗纹 性情洒脱 此时 他正站在院子的檐下 在他的身边 站着他续曲的夫人李氏 苏管乃是原配嫡女 母亲也是出身高贵 故此 苏巡在续曲之时 询问了外家的意见 选了这位出身商户的李氏 李氏今年27岁 他生的一张和善的圆脸 称不上十分的美丽 但圣在还算年轻 有几分颜色 苏管的母亲越是死后 苏巡守了三年 才娶了他过门 隔年便给苏巡生了一对龙凤胎 也就是苏管的弟弟苏良和妹妹苏罗 今年才十岁 他对苏管称不上好与不好 总的来说 也算是静心了 亲近不曾有 但是苏良和苏罗有的东西 他一应都是有的 苏管对他并没有什么偏见 继母哪能像是亲生母女那样亲近 不管出于什么缘故 这继母做成这样 已经算是不错了 苏管快步地上前行礼 父亲 母亲 苏巡见他缓步走来 点了点头 询问他的身体 这两日 身体可曾好些了 苏管低着头 恭敬地站着 劳烦父亲挂念 已经好多了 他穿梳之后 总觉得自己的处境 实在是太危险了 恨不得找个角落躲起来 免得被炮灰 于是府中的姐妹 相邀他 都以身体不好拒绝了 好在他穿过来的时候 是因为贪凉吹了夜风 高烧后病了好几日 后面一直断断续续的 也不算太好 所以府上的人都没有起义 既然你来了 我便与你说一说这事 你到时候不必慌张 苏巡小声解释道 你祖父昔日 欠了人家的一桩恩情 说是许了一位孙女 给恩人的儿子为妻 如今那恩人的儿子 找上门求取府上的姑娘 你祖父应下了 如今府上你大姐二姐 都已经出嫁了 小妻和阿罗的年纪还小 你三姐定下了婚事 四姐是大房嫡女 在府上的女儿 她的身份最为贵重 你祖父不会轻易 将她许出去的 而你 你母亲曾给你许下的那桩婚事 到时候 我与你祖父说一说 你祖父也不会为难你 第二章 李林算什么 苏巡的母亲月氏 出身镇国公府 和昔日昭王妃乃是手帕娇 而许下的这桩婚事的对象 正是昭王府三公子赵明年 这样的婚事 除非静宁猴老糊涂了 才去拆了 静宁府府上 姑娘一共八个 苏巡排行第六 若是按照苏巡的算法 一二已经出嫁了 三再代嫁 四是掌房嫡女 六许了婚事 七八年纪太小不合适 最后只剩下这位五姑娘了 这五姑娘不是别人 正是书中被逆袭了的穿越女苏巡 而且 她还是一个庶女 竟拧猴算了一下得失 怕也是觉得 她嫁出去最为划算了 只是这对象是一个落榜世子 这苏巡能肯 肯定是不能了 既然不能 那肯定是要搞事了 你安心便是了 苏巡安抚了她两句 正好苏良和苏罗 也收拾好往这边来了 于是也不多言 一家人往静宁侯 和王室居住的 正院扶贫院走去 苏巡虽然没做出什么功绩来 无比不上自己的大哥 做官比不上自己二哥通透伶俐 可是她的腰板硬啊 府上的王室 可是她的亲娘 那二房这边 可是别人生的 没有道理拿她的女儿 去填这个坑的 她老爹要是敢 她老娘就敢削死她 静宁府宅院不小 大大小小的 有十几个院落 正院扶贫院 正在府上的中轴线上 苏巡乃是幼子 王室最为疼爱她 故此 将距离最近的一个大院落 给了她一家子居住 所以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一家人便到了正院 静宁侯一身戎马 出身山野 妻王室出身也同她一般 跟着她一路吃过苦来的 所以对于这位老妻 静宁侯向来是很敬重的 期间大过房窃室 据闻是一位军中的医女 那会儿静宁侯中了毒 正是这位医女帮姐的毒 也就是 因为那一次 那医女怀了孩子 静宁侯不得不将其那为良妾 最后生下了二儿子苏玲 也就是静宁侯的二房 当时王室和静宁侯 也因为此事生了隔阂 宁了两年 好在那医女病逝了 这才使得这夫妻二人重归于侯 又生下了次子苏巡 不过 王室每次看着 二房的人都特别的隔应 甚少有好脸色 给父亲母亲请安 给祖父祖母请安 一家人在在屋中行礼 王室 见了三儿子一家 连忙招手 祖母的好孙子阿良阿罗 快来祖母这边 两人孩子文言赶紧凑上去 轻轻切切地喊了一声祖母 王室那圆圆的脸上 顿时就像是开出一朵花似的 哎呦 好孩子 想祖母了没有啊 想了 真怪 王室见了两个宝贝疙瘩 觉得浑身舒坦 让人拿了点心给两人吃 然后又问苏管 阿管竟然身子可好些了 老祖母挂念 阿管好些了 若是身子不好 也需好好养一养 有什么需要的 便问你母亲 若是他那里没有的 便来问我 谢祖母 阿管知晓了 圆主的性子温吞 向来都是不争不抢的 若是没人与他说话 就安静地待着 王室也早就习惯他这性子 也没想着他 能和两个小的那样 和他撒娇 但是也没忽略他的存在 于是便挥手打发大家坐下 都坐下吧 等一会人都来了再说 是 约莫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十五分钟 苏家除了还在书院的三个少爷 已经都到了 甚至是一向忙碌的世子 苏望也来了 苏望和苏巡 大儿子苏望今年近三十九了 苏巡今年三十三 两人之间相差六岁 苏望娶妻杨氏 岳父正是当下的礼部尚书杨尚书 是正儿八经的贵女千金 苏望与杨氏生嫡长子苏健 和嫡女苏福 苏福行四 另外有两个妾是舌姨娘和叶姨娘 叶姨娘还是年轻貌美的时候 舌姨娘则是给苏望生了两个女儿 正是府上的大姑娘苏若 与三姑娘苏灵 如今苏若已经出嫁了 苏母过世了 于是便硬生生地拖住了 二房二老爷苏灵是一女生的 他只比苏巡大三年 今年三十六 娶妻将是 两人生下两个嫡子苏英和苏福 另外还有两个妾室 给他生了三个庶女 已经出嫁的二姑娘苏仁 五姑娘苏染 七姑娘苏莹 再加上三房的三个 排行第六的原主苏馆 还有李诗生的龙凤胎苏良和苏罗 这便是静明侯庞大的一家子了 光是主子就有二十几人 想来你们也清楚 威父当年出兵平乱 中了敌人的圈套 差点没命回来见你们 当时有一位恩人救了我 我见到人有一子年幼 于是便许下了诺言 愿意将我的孙女 许给恩人的孩子 我原本以为 这十三年都过去了 恩人一家都不知道去了哪里 可是今日有人拿着我 当日留下来的玉佩 上门来求亲 既然是我许下的诺言 我定然是不会反悔 如今你们这些姑娘都大了 我今日召你们过来 就想问问 你们可有人愿意 静宁侯是从底层爬上来的人 所以也没有大家氏族的长者之命 底下的人都要遵从的想法 他还是会问儿孙们的意见的 那人姓李明林 自锦元 今年十八岁 有举人之名 此次前来参加春围 虽不幸落榜 但他这般年纪 便中了举人 也算是了不得的少年了 不过家中世代耕毒 唯有几亩粮田 父母也接不在了 若是嫁过去 也无需侍奉高堂 说白了 这家里穷 无父无母 而且他也仅仅是一个举人 也不知道何时能考中 在场的姑娘 凭着静宁侯府的这块招牌 便是出身不高的庶女 也能挑一个现成的进士 再往上一点 嫁给小官 或是世家的次子数子 也是可以的 李林算个什么 苏管扫了一眼 然后便低下头来 在场的几个姑娘 除了重生一世 早已知道事情发展的苏福 其他的人都露出了不情愿的神色 静宁侯目光扫了一边 见没人吭声 于是便继续开口 阿玲已经许下了婚事 小七和小八年纪上小 不提也罢 剩下你们几个 阿福 阿然 阿管 你们三个 父亲 苏巡站了起来 道 月氏生前曾给阿管 指了一门亲事 正是昭王府的三公子 虽不曾写下婚书 可也互相交换了信物 阿管怕是不能另嫁 静宁侯有些惊讶 皱眉 此事 你怎么不曾 与我说过 苏巡道 这些年 阿管还年幼 而且婚书也没有 月氏去了之后 咱们家与昭王府 也并无多大的交情 故此一直都不曾商量过此事 所以儿子便不曾往外说过 静宁侯哼了一声 骂他 我看你是读书 把脑子读坏了 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和你老子商量 苏巡道了一句不敢 脸上倒是带着一些笑意 第三章 可有人正在 静宁侯气归气 不过到底还是认了 毕竟这种先前 许下了婚约的 反悔令嫁 对于女儿家的名声来说 很不好 虽然他这个五夫出身的 不吃这一套 可是世人吃啊 他又不傻 凭白弄这么一个事情出来 这不是 让自家的孙女 一辈子过得不安稳吗 既然如此 待阿管急急之后 便派人问一问 招王府那边是什么意见 苏巡立刻便应下 是 儿子记下了 那剩下的 只有阿福和阿冉了 你们二人 静宁侯的目光转了转 王氏拍了他一巴掌 他一顿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苏冉的身上 阿冉 苏冉站了起来 微微低下头 让人看不清他的情绪 祖父 静宁侯问他 你可愿意 若是你愿意出嫁 祖父另外替你多添加一副嫁着 苏冉柔柔弱弱的 文言指得犹豫的开口 若是祖父的安排 我自然是愿意的 只是不知道 人家李公子愿不愿意 虽说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可是世间的儿女 也总想觅得一良缘过一事 若是两人合不来 那就是一辈子的不幸 苏冉说着 神色有些暗淡 慢慢地低下头来 我原本便是庶女之身 能嫁得李公子这样的郎君 也万幸了 自然是比不过四姐 先前我还听四姐的婢女议论 说是太子有意四姐 既然如此 我自然愿意成全的 静宁侯豁然站起来 双目瞪得老大 大声地质问 你说什么 苏冉有些茫然 祖父 孙女说 若是李公子愿意 我自然是愿意的 静宁侯气怒 又问了一句 我问你刚刚说你四姐怎么了 苏冉似乎有些害怕 缩了缩脖子 吞吞吐吐地开口 说 四姐的婢女曾说 有意四姐 祖父 我 我不是 虽然太子已经成婚 可太子乃是一国储君 便是做侧妃也是值得的 四姐真的是好 阿福 静宁侯大怒 一手拍在桌子上 将茶盏都震得砰的一声 落在地上 屋内的人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苏冉把头低得更下了 王室赶紧安抚他 你生什么气 这事情还没弄明白 你这是生什么气呢 阿福 你来给我说说 苏福坐在苏望和王室后面的 一张圆凳上 文言也不生气 见到父母投过来询问的表情 也并无什么回应 前世便是如此 原本府上最合适出嫁的 便是苏冉了 可是苏冉偏生扯出了 他和太子之间的事情 静宁侯是皇帝的心腹 只忠于帝王 明晃晃的保皇党 如今皇帝的儿子们都大了 这种时候 肯定不会让自家的儿女 和皇子结亲 陷入党派争斗之中的 就算是那个人 是太子也不例外 而且还是一个 已经娶了太子妃的太子 静宁侯这一怒之下 怕是要将他随便 找个人嫁出去 而如今这个李玲 也刚刚好 符合这个条件 前世他蠢 将事情和祖父说了 不曾惹怒了祖父 故此让李玲 在他和苏冉之间选一个 真是可笑 一个落魄的寒门弟子 也敢挑剪到他的头上 而且还敢拒绝 苏冉暗暗呼吸了一口气 脸上却笑笑 祖父莫要生气 事情不是您想的这样的 静宁侯手一顿 审视地看了他一眼 那你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冉慢悠悠地 看了一身白色 秀玉兰衣裙的苏冉 然后笑了起来 慢悠悠地开口 我竟然不知道 妩媚是从何处听来的谣言 你说是听见我婢女议论的 可有人正在 苏冉没想到 苏福不但没有自乱阵脚 反而反问他 咬了咬唇 只得解释道 我和我的婢女都看到了 苏福双手放在膝上 做得笔直端正 文言却又道 既然是你的婢女 岂不是你让他们看到 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也算不得人正 没有证据 妩媚胡言乱语诬陷于我 怕是不太好吧 苏冉一愣 心中有些疑惑 他原本以为苏福便会乱了阵脚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淡定应对 这让他心生了一些不妙感 不过要他嫁给一个落榜低世子 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而且 听闻那人家境贫寒 这好好的富贵日子不过 嫁一个农户人家受苦 除非他脑子坏掉了 四姐莫要说笑了 我如何诬陷你了 你是我姐姐 我怎么会诬陷你 我分明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 这还有假 苏福笑着看了他一眼 不轻不重地开口 所谓人心隔肚皮 谁知道你心中是怎么想的 杨氏冰冷地看了苏冉一眼 冷吃了一声也道 可不是吗 若是有人胡言乱语 欺负我家阿福 我定然饶不了他 阿冉说话可得小心些 你再仔细想想 可曾真的听到这些话了 王氏剑辞也慢悠悠地开口 这事情总要拿出证据的 若是没有证据 那便是满口胡话诬陷人了 我们苏家虽然出身不高 可到底都是立身端正之人 可不要这样的子孙 苏冉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坐在小圆凳上 他心中越发的忐忑 害怕了起来 在这个屋子里 他是孤身一人在奋斗的 祖母不是亲生的 祖父底下孙女多 他也不过是众多孙女中的一员 就连母亲 母亲是他的嫡母 怕是这心中 巴不得他过得不好 他连同一个能依靠的人都没有 在大家士族之中 他不过是一个数子的数女 上面的两个女性长辈 巴不得他死了呢 他咬了咬唇 有些痛苦 他原本是看不上 这些三妻四妾的男人的 可是现在想想 若是不嫁出去 在这静宁侯府他 一辈子都不能过得快活 他咬了咬唇 心中有了一番算计 静宁侯也冷静了下来 沉思了片刻问他 阿然 你如何解释 苏冉低下头来 显得有些委屈 这事情 确实是我亲耳听见的 祖父若是不幸 派人去查便是了 苏府扭头便同静宁侯道 祖父 先前太子确实是表示过 对我有意 只不过 我已经拒绝了 孙女虽然只是一个姑娘家 可道理还是懂的 太子虽为储君 可到底已经娶妻 侧妃说得好听 可到底还是一个妾室 我堂堂 静宁侯府嫡女 怎能与人为妾 再则 祖父宁手握兵权 若是孙女再嫁入东宫 怕是引得陛下猜忌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笑了笑 抬着细白的脖子 气质有些高傲 孙女再怎么愚笨 也不会做这等危害家族的事情 他说得深名大义 这一局 苏福完胜苏染 苏染心中闷得要死 第四章 小炮灰 真倒霉 静宁侯听了苏福的话 自然是觉得 他是个深名大义 知道轻重的人 于是便一锤定音 既然如此 三日后家中设宴 让阿染与李世子见上一面 到底苏福是家中掌房嫡女 又如此懂事 静宁侯也想给他说 一户好人家 日后家中有什么事情 能帮衬一二 对比之下 苏染自然是要被放弃的一个 一个庶女 又是庶子的庶女 这身份伪实差了些 想说一个好亲事也不容易 高门嫡子不会娶她为妻的 便是她要嫁了 最多也是一个庶子 好一点就绑下抓婿 寻一个寒门子的嫁过去 而如今 这李灵是她恩人之子 又有举人之名 虽然说如今春为落榜 可她今年才十八岁啊 年轻着呢 就算是这一次不中 三年之后再来便是了 这与绑下抓婿 也没多少区别 如此一来 她也算是应成了 当日对恩人的诺言 又给苏染寻了一个不错的夫婿 两全其美啊 苏染豁然站了起来 不甘心地咬唇开口 祖父 我 静宁侯抬了抬手 表示她不要再多言了 好了 你也无需多言 一会儿 我让你祖母挑一些首饰给你 好好地打扮打扮自己 说完 她便称自己有事 大步地离开了 苏染连脸都白了 祖父 可是不管她怎么喊 静宁侯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静宁侯这一走 堂上的长辈只有王氏 王氏苏来不带见二房的人 于是苏灵也带着自己的妻儿告辞离开了 苏染不甘心 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最后 屋子里只剩王氏和她的子孙 苏管仔细是将事情扶了扶 书中确实是这样记载的 李灵上门求取 静宁侯一属苏染 苏染欲想将苏福拖下水 想要用静宁侯 对于皇子结亲的忌讳 将苏福许出去 最好是直接嫁给李灵 怎料苏福已经重生 反将他义军 将自己说得如此深明大义 以家族为重 反而趁得苏染胡说八道 实在是上不了台面 自己掉进了坑里 苏染不甘心 便女扮男装去寻太子 求太子派人帮他 正在那日小宴的时候 他称自己一个人害怕 请了诸位姐妹陪他 还在酒中下了药 想要害苏福与李灵私会 苏福知道他的毒计之后 暗中反击 原主误打误撞喝下了酒 觉得不对之后逃了 然而却失足掉进水里送了性命 小炮灰在第一场宅斗中阵亡 苏管手一抖 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瑟瑟发抖 要说这原主也确实倒霉了一些 不管是在这本重生书里 还是苏福的第一事 都没有什么好结局 第一事 苏福给太子做了侧妃 原主如约嫁给了赵明言 怎奈没福气 在生产的时候 一失两命没了命 而他在苏福重生这一事 也就是这本重生书里 原主是被苏福和苏染的争斗 波及喝了这下了料的酒 失足落水死的 死得更早 小炮灰 真倒霉 王氏盯着苏福看了许久 眼神有些阴沉 阿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子何时找过你 苏福看着王氏 然后低下头来 心中很是愧疚 前世他一心觉得 太子对他是真爱 不曾料想 太子不过是利用他而已 为的是静明侯的兵权 他不惜和家人反目 也想嫁给他做侧妃 一心辅佐他登上地位 可是没想到 等待他的 却是一杯毒酒和白灵 他说他恶毒 在府中欺负苏染 说苏染才是他心中 最爱的女人 他将会封他 最心爱的女人为皇后 念在他这些年 在他身边的情分 毒酒和白灵 自己选一个 多可笑啊 他甚至觉得 苏家的人欺负苏染 灭了苏家满门 他的祖母王氏 素来不喜欢 他端地高高在上的性子 看着他的目光 总是有些不悦 他前世总觉得 祖母不喜他 全家人都不喜欢他 太子才是最爱他的人 可死了一次才明白 不管怎么说 到底是他亲祖母 狄亲的血脉 哪里会害他的 苏福捂着脸 小声地哭泣 祖母 是我错了 先前太子 确实暗中找过我 我也有些心动 可是前几日 忽然幡然大悟了 这样是不对了 祖母 求您一定要帮帮我 他这话一出 杨氏也有些震惊 阿福 你何时 私下见过太子 王氏的脸 刷的一下 就变了 他气得身子 都有些发颤 指着苏福就骂 你糊涂啊 太子也是你能招惹的吗 他如此接近你 也不过是 为了你祖父的兵权 还有你们 骂完了苏福 王氏又开始骂苏旺和杨氏 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做父母的 竟然一点都不知 你们想气死我吗 苏旺和杨氏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任由他骂了半斩茶的时间 等他累了消停了 这才做下来商议对策 既然太子 已经盯上你了 那你的亲事 须得尽早定下 你不想嫁里林这个寒门 那就让你母亲快些给你看看 你是我静宁后府的嫡女 有的是好亲事给你挑 杨氏点头 自从阿福吉吉之后 便有许多帖子递了上来 如今我正在看着呢 苏福出生在大年初八 也是刚刚吉吉 正式说清的时候 苏燃与他同岁 比他小几个月 而苏管则是在第二年的四月 如此 你可有意见 苏福哪里敢有意见 急忙摇头 一切都听祖母和母亲的 那就好 王氏满意地点了点头 心想 今日这个心高气傲的孙女 居然低下头来 倒是有些奇怪 不过他也没多想 转头便问苏寻苏管的亲事 阿管这边 也要差人去问一问 赵王府那边是什么意思 若是真的要结亲 便将这事给定下来 若是不结 也别耽误咱们家的姑娘 阿管明年 就要急急了 也是时候相看了 苏寻应答 儿子知道了 苏福文言却愣了一下 转头看了一眼 坐在角落里 像是透明人一样的苏管 心头的思绪翻滚了起来 手指拧紧了帕子 前世的苏管 确实是嫁了 赵王府三公子赵明言 不过 他倒是一个短命的 生产的时候一失两命 死得透透的 连孩子也没保住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那赵王柿子 后来被人暗杀死了 赵明言坐上了柿子之位 几年之后 老爹赵王退位 成了新的赵王 在他死的时候 赵明言依旧是 手握重兵的赵王爷 连刚刚登位的太子 也里让三分 那会儿满朝的大臣 都想将女儿许给他 做继王妃 若是赵明言 若是他能嫁给赵明言 那么是不是说 苏管抬眼的时候 见到的正是苏福热切的眼神 他温婉地笑了笑 然后低下头来 苏福这样看他 怕不是要对付他吧 他心头颤了颤 总有一种很不妙的感觉 第五章 李家是大 苏染回到自己居住的小院中 气得摔了桌上的东西 欺人太甚 当真是欺人太甚 一个穷酸小子 也敢妄想我 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要我是他 早就有多远滚多远 丢人现眼的东西 苏染真是气得发抖 他的身份再差 那也是侯府的千金小姐 一个穷酸的小子也想娶她 简直是做梦 还有苏福 想起苏福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 姑娘 莫要气坏了身子 侯爷心疼你的 肯定是舍不得 让你嫁给那样一个人的 苏染的婢女谈香 小声地劝说 呵 苏染冷笑了一声 什么心疼 分明是他自己许下的事情 却要我来为他填这个坑 他又不是那老头真的孙女 怎么可能为他填这个坑呢 他心里想到了太子 当时觉得自己委屈极了 太子是真心喜欢他的 可是碍于他的身份低微 只能向苏福示爱 甚至还说 为了大局要那苏福进门 还要他忍耐 等待时机 可是如今这会儿 他是万万不能嫁给李玲 那个低贱的穷酸的 他以后还想做太子妃 做皇后的 他可是天选之女 是势必要做 那个身份最高的女人的 不行 我一定要想的法子 一定要想的法子 相对于苏染的着急 苏福则是冷静得多了 回到自己院子的时候 还心情不错的 让人倒了鲜红的花朵涂指甲 冷静得不像平时的他 边上的婢女白微忐忑不安 姑娘 咱们真的不管太子那边的事情了吗 那可是太子啊 太子带姑娘一片真心 怎便 啪 苏福仰手就给了那婢女一巴掌 闭嘴 滚一边去 你要是爱慕太子 我便如了你的愿 将你送到他身边 那婢女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跪在地上直言不敢 不敢 我看你是敢得很 苏福的怒意 一寸寸地在心头烧着 这个婢女白微 是从小就跟在他身边的 他待她也不薄 要是他前世这么执着地认为 太子喜欢他 多的是白微的功劳 这婢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爱慕起了太子 后来还投靠了太子 踩着他上位 来人 苏福冷哼喊了一声 将白微带到母亲那里去 说他偷了本小姐的东西 让母亲处置了他 白微当时就梦了 就要跪着求情 可是苏福的话音刚落 便有两个促使婆子走进院子 伸手将他拽了起来 按着他肩膀 架着往外面走去 白微挣扎着哀嚎求饶 姑娘 姑娘求求你 奴婢知错了 奴婢 苏福根本就不听他的叫嚷 除了心头之恨 他松了口气 低头看着自己 突然的鲜红的指甲 目光目光微冷 他是知道前世苏染的算计的 前世他中了招 事情传了出去 堂堂敬宁侯府嫡女 名声狼藉 差点就如了苏染的怨嫁给李玲 那个穷酸 好在当时太子站了出来 要拿他做侧妃 他感谢太子相信他 更是相信太子的真情 所以排除万难嫁了他做侧妃 一心一意地为了他 可是没想到 到头来却是一场骗局 他喝的一声笑了出来 眼底有些猙獰的恨意 既然苏染想要搞事 那就把事情搞得再大一些吧 还有赵明言 想到赵明言后来的成就 他心头火热 这辈子 他就不要做什么太子妃皇后了 他就做个摄政王妃好了 只要有他这个得知 事情发展的人在 别说是做摄政王妃了 就算是赵明言想做皇帝 他都是能将他推上去的 至于太子 前世和苏染这一对狗男女 这辈子 他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至于他这六妹 反正也是个薄命的 倒不如将这好亲事给了他 肥水不留外人田啊 得意的是自家姐妹 日后 他再多观照一下 他那三叔就是了 赵王得了皇帝的召见 进攻同皇帝聊天下棋 两人说了一些朝堂的事情 说着说着 皇帝突然提起了一件事 听说李灵 去和静宁侯府求亲 赵王一顿 脸色有些不自然 半赏才道 这是我也听说了 皇帝眼底有戾气一闪而过 继而又问 你说他在想什么 当真要娶静宁侯的孙女 他要娶亲 黎城什么样的贵女没有 还跑来我东赵 娶我东赵的姑娘 皇帝确实是很生气 静宁侯是他的心腹 是他手下可以放心用的人之一 那是万万不想让他和姓李的 有什么牵扯的 要问李灵是谁 帝城之中 皆说他是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 但是皇帝和赵王确实知道的 这个李便是黎城的李氏 而李灵 正是这李氏如今的掌权人 李氏的由来要归根到前朝 那是前朝那位一统天下 尊为帝君的元起帝的恩师 元起帝一统天下之后 将恩师封为帝师 也是这世间上唯一的一位帝师 而后再也无人能单其称谓 李帝师得封帝师之位 之后便离开了帝城 寻了一片天险之地 建立了离城 前朝还在的时候 世人并不知道 真正的李帝师一族去了哪里 也就是百余年之后 前朝灭亡 天下征战四起 世人才发现了 这个离城的李氏 竟然是李帝师一族的人 然而 那时李氏已经是大 离城一手难攻 李氏拥有强大的军队 先进的机关武器 李氏族人各个天纵奇才 不可招惹 而且 李氏的产业遍布天下 手中的财富不可估量 甚至是 甚至是外头的一些士族 都是由着李氏扶持起来的 这样的李氏 便是在他们争天下的时候 各个势力 也只得避其锋芒而行 如今天下六分 李氏依旧占据离城 占据了天下的财富 至于李氏何时来了东赵 又如何以学子的身份参加科举 他们无从得知 也就是他来了帝城 被昭王意外看见了 东赵才知道 原来这位李氏的掌权人来了帝城 昭王劝道 皇兄此言诧异 若是这位娶了我东赵的贵女做正妻 那也是好事 东赵的贵女 做了李氏的当家主母 那肯定要为东赵着想的啊 这不是好事吗 皇帝道 要是他娶了皇家的公主郡主 那倒是好事 可是他偏生要娶朕手下 心腹大将的孙女 朕实在是担心啊 你说这李氏 莫不是有什么阴谋 臣帝不知 皇帝噎了一下 觉得自己烦死了 知道这个李氏到了帝城之后 他已经是好些时候没睡好觉了 老子迟早弄死这小毛孩 行了 你找个时间问问他 他到底想做什么 第六章 这还真是很有意思 且说这日子过了两三日 苏福和苏染都在暗地里活动着 苏管待在他的院子里 闲时种种花看看画本子 好吃的好喝的应有尽有 若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命地 派人盯着这二人 他做梦都能笑醒 也不知道何人多嘴 将李氏上门求取的事情传了出去 不到三日的时间内 闹得帝城人尽皆知 有人骂李氏 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 有人将静宁侯府 为许人的几个姑娘拉了出来 一一推测 最后嫁给李氏的 到底是那位倒了八辈子没的倒霉姑娘 这一下子 静宁侯府和李氏都 成了帝城人们饭前饭后的谈资 第三日 静宁侯府设了小燕宴请李氏 李氏穿着一件半旧的青衫遍灯门 瞧着是端庄清俊的年轻人 苏昂的长子苏健 亲自接待他 见他容貌不凡 待人也十分有礼 心中甚是满意 带着他来到设宴的桃园 桃园之中有一个小胡 那小胡隔着两岸 苏健带着李氏在北岸 几位姑娘陪着苏染在南岸桃树下的石桌小具 苏染今日穿着一身暗袖牡丹的衣裙 手中拿着一把牡丹白团扇 头上梳着刘苏记 发尖插着刘苏发簪和一只珍珠布瑶 看起来非常的严厉秀美 当然 若是她的脸色能有些喜色就好了 三姑娘苏玲坐在边上吃着果子 笑意盈盈道 我看了一眼 瞧着李公子也是生得俊美 妩媚也是生得美丽聪慧 二人站在一块 当真是郎才女貌 般配得很啊 苏玲素来也是看不惯苏染的 不过是二房的庶女 总是上跳下窜的 觉得自己有聪明多厉害 先前还说她嫁给一个树子 如今不看看 她自己倒是要配一个寒门子弟 而且还是个落榜的 则 苏染的脸一黑 再也忍不住站了起来 苏玲 你莫要太过分了 苏福连忙拉着苏玲 在一旁劝道 好了好了 三姐 你明知她心情不好 就莫要再与她计较了 苏玲扬了扬下巴 那我就看在四妹的份上 不与你计较了 苏玲是长房庶女 她出嫁的嫁妆 可都捏在迪姆的手中呢 对于苏福这个嫁妹 她向来是不敢招惹的 若是惹了她不高兴了 也不知道会被迪姆如何戳磨 苏玲在边上慢吞吞地吃着点心 因为今日小燕 雇着府上的姑娘 大厨房那边做了许多点心 这可是平日想吃都吃不上的 她吃得美滋滋的 脸颊胀鼓鼓的 活像一只松鼠 阿罗见她吃得开心 也坐在她边上吃着 像是一只大松鼠 带着小松鼠 六姐 这个好吃 好香啊 苏罗吃得美滋滋的 李氏也算不错 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给她那两个孩子 灌输什么坏思想 苏良和苏罗对原主 还算是不错的 称不上有很浓厚的感情 但是也当她是姐姐 偶尔也亲近 好吃就多吃点 苏管给她拿了一个别的 这个也好吃 谢谢六姐 两姐妹继续坐在那里吃着 头也不抬一下 像是两只可爱的松鼠 咔吱咔吱吃吃吃 至于对面桌子上 姐妹之间的明争暗斗 你来我往 对不起 没看见 李玲坐在隔岸对面的亭子里 正好看到对面院中的几位姑娘 最后目光落在了两个 只顾着吃的姑娘身上 然后伸手拿了盘子里的一块糕点 好像吃特别好吃的样子 她转过头重新看了过去 只见那两个姑娘 大一些的姑娘 容色疏离 可是眉宇之间还有一些娇憨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像是得到了什么绝世好东西 根本就不在乎 边上的你争我多 苏健见她的目光落在两人身上 勉强地笑了一下 这两位是我们府上的六姑娘和八姑娘 是我三叔的女儿 六姑娘是三叔原配之女 她的外祖家正是镇国公府上的 先头那位三神与昭王妃有故交 听我三叔所言 两人曾将我这六妹 许给了昭王府三公子 言下之意 这位姑娘已经定下婚事了 你便是有心思 也是不行的 而且 人家外祖家身份极高 便是镜名侯府 也不可以轻易做主的 而且 他们先前说好了 苏家愿意嫁的是五姑娘苏染 这一次是带着她来相看苏染的 她盯着府上别的姑娘 就不好了 招王府三公子 李玲原本并没有这个意思 文言却诧异了一下 目光重新在几位姑娘之间转了一圈 轻轻地笑了一下 似乎是知道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还真是很有意思 她微微一笑 我说李公子 你父亲对我祖父有恩 你上门求去我们镜名府 也认了 这人你也见了 你倒是说说 这婚事可否 虽说五妹只是一个庶女 可是我们府上的姑娘 都是不差的 五妹说了 怕是你不愿意 这才将你领过来看一看 一会儿便寻个机会 让你和她见上一面 李玲淡笑不语 什么怕她不愿意 其实是她心中不愿意吧 她笑了笑 然后说起了别的事情 听闻府上有玄威先生的真迹 不知能否有幸一观 既然李公子有此意 自然是可以的 请 苏公子先请 苏剑带着李玲 往苏家的藏书阁走去 阁岸边上的姑娘 似乎都察觉到了 转过头来 看着这两人的身形消失 话说 这李公子虽然穷了些 可是这相貌风资 当真是不赖 就连走在他身边的苏剑 也比不上他七八分风资 要是看脸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苏罗这小姑娘 看着都心生感慨 六姐 这人便是五姐夫吗 比咱们大哥都好看 可不是吗 你五姐姐 真是好福气啊 苏林笑着硬喝了一声 看着苏冉的脸色僵硬 那细细的粉末 抹在她的脸上 白得有些莫名的诡异 苏冉看了她一眼 忽然笑了起来 三姐说的是 这李公子 当真是生得俊俏得很 苏林脸色一变 总觉得苏冉这个笑容 有些古怪 你笑什么 苏冉扬起下巴 吃笑道 我笑什么 怪你什么事情 难不成我连笑都不准了吗 第七章 出事 陷害 苏管两耳不闻窗外事 吃完了院子里的点心 感觉肚子饱饱的 阳光温暖 心情不错 于是便回去睡个午觉什么的 走的时候 顺便也把苏罗也一起拉走了 临睡之前 还嘱咐小三和小慎 盯紧院子里的事情 待到她醒来的时候 却是被小三喊醒的 果然是出了事 苏林离析之后 只觉得有些昏昏沉沉的 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不知道怎么的 被人扶到了一个 桃园的一个屋子里休息 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屋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男子 两人被人发现的时候 衣衫不整地抱在一起 那人不过是地成的一个二流子 字字句句说 对苏林一往情深 眼下已经被关起来了 苏管心中发寒 原本她便叫人盯着苏染和苏福 免得这两人做什么 自己更是小心翼翼 就连和他们同坐一个桌子都不敢 她盯了这么久 见几人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斗得凶狠 可是到底没犯下什么真正的错事的 可是她刚刚放心 回去睡了一觉 便出了大事 她都察觉不出来的事情 想必背后帮忙的人不简单啊 姑娘 你快歇起来 侯爷也回来了 这一次事情 小桑极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世子回来的时候审了那人 可是那人招供却说 是姑娘您给了钱 让她做这事的 苏管呆了一下 眨了两下眼睛 有些傻 你说什么 这事情什么时候扯到她身上了 在文中原主 就是在这件事情里 被殃及死翘翘的 她原本以为自己已经避开了 能好好地活下去 可是没想到 事情会牵扯到她的身上 是真的 小桑快哭了 这两人姑娘 您不是吩咐小慎 时常外出吗 那人只正说 就是小慎找她的 说还给了她一百两银子 若是适成 还给一百两 苏管颓然坐在床榻上 心凉嗖嗖 也空荡荡的 这一下子 她不明白 有人想要害她怕是傻了吧 这件事情 分明是有预谋的 苏管咬了一下唇瓣 然后快速地站了起来 将我的衣衫拿来 我立刻便过去 小桑不敢多言 哆嗦着手 给她换上了衣衫 穿上了罩衫 这才往正院走去 苏管皱着眉头想了一路 心想着 在这宅子里 到底是谁要害她 堂上祖父母是她亲的 就算是不喜欢 也没道理要害她的 父亲也是亲的 也不会害她 李氏 李氏也不坏 这些年没对她下手 也没有道理 在这个时候出手 而且 李家只是一个商户 虽然这些年来 拿了皇上的牌子 可碍于镇国功夫的存在 也不敢对她下手的 还在这个结果眼上 扯上她说起来 原主素来低调 她穿梳之后 就更低调了 府上的兄弟姐妹 也没得罪一个 无缘无故的 没没有人要害她 除非是利益驱使 她出了事 谁人能得利呢 一个是苏冉 若是她名声有损 日后怕是 不能再嫁入什么招王府 镜宁侯估计会随便 寻给人将她打发了 这和先前苏冉陷害苏福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还有一个是苏福 她想到了那一日 苏福看她的目光 她心中莫名地 打了一个机灵 苏福是重生的 在她的记忆中 她的第一事 不顾家人的反对 嫁给了太子做侧妃 一心拉着娘家 帮助太子登位 可是太子攻城之后 却舍了她 赐她一杯毒酒 娶了苏冉为皇后 并且灭了苏家满门 而那一事 苏冉并没有这么快死去 确实是嫁给了招王次子赵明延 不过是个早逝的命 难缠的时候 一失两命死了 而后招王长子死 次子继位 等到太子登位之时 赵明延已经是 手握重兵的招王爷了 连那太子也礼让三分 在苏福重生的这一世 原主早死 当时招王府遇想 和靖明侯府结好 苏福早早就相中了 这日后权势滔天的招王爷 一心取得了他的欢心 成为他心肩上的人 最后二人携手 辅佐了一位年幼的帝王登位 从此之后 招王爷变成了朝中的摄政王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苏福 基于他的婚事 那是说得过去的 只要他名声不好了 那么招王府肯定不会让他进门的 还有苏灵这世 苏灵是苏福竖姐 在第一世的时候 可没少给苏福添堵 而且是一个遗娘生的竖姐 苏福心中怕是早就不喜了 苏福巴不得苏灵死呢 坏了名声毁了姻缘 只是小事 如此算来 苏福的嫌疑大于苏染 苏染最大的敌人是苏福 他就算是要动手 也是要对苏福动手 扯不到他这个 已经定了亲的人身上 将这些猜想理了一下 苏管觉得彻骨生寒 苏管实在是想不明白 他与苏福之间有什么恩怨 而且还是堂姐妹啊 就是因为基于他的男人 就想毁了他 将这桩婚事抢夺过来 说一句难听的 就算是他和那个 招王次子的婚事 不成了 招王府也从来没有表示过 会继续和静明侯府的婚约啊 怎么着 也不一定落到他的头上 姑娘 怎么了 小桑见苏管停了下来 着急地问他 可是扭到脚了 不是 苏管摇了摇头 这重重地呼吸了一口气 他觉得心口上 像是堵了一口气 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难受极了 所谓的高门贵族的女儿 便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他觉得压抑极了 倒不如 他前世活得自在 虽然穷苦了一些 可到底是没有人想害他的 走吧 小桑跟着苏管到了正远 这会府中能回来的人 都已经在了 静明侯和王氏高座正位 边上大房二房的人都在 三房的苏巡不在 只有李氏 带着苏罗和苏良坐在那里 苏灵坐在一张椅子上 不停地哭 见到苏管进来 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然后一下子就要扑上来 边上的苏福 却不要命地抱住他 小声地劝说着 三姐 三姐你冷静些 事情还没查清楚 不一定是六妹坐在 苏灵的秀发有些凌乱 不过这会儿 他哪里顾得着这个 实在是恨不得将苏管给撕了 他已经定下了婚事 因为对方守孝才拖到明年 若是南方知道了他今日的遭遇 肯定是容不下他的 这害他一生的人 他能不恨吗 恨不得吃了他的肉 喝了他的血 第八章 李公子求见 苏管转头 便避开了苏灵的目光 恭恭敬敬地 向静宁侯和王室行礼 祖父祖母安好 静宁侯审视的目光 落在他的身上 他是上过战场的人 如今的爵位 更是靠着上阵杀敌得来的 手下不知道沾染了多少鲜血 而且还是一方统帅 身上的气度威压极强 那眼神如刀锋般凌厉 苏管的脸色 稍微有些苍白 腿也有些软 可是站在那里 却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静宁侯轻轻地哼了一声 伸手拍在桌面上 阿管 你可知错 苏管一笑 却问 不知祖父所言 阿管哪做错了 心思歹毒 谋害自家姐妹 难道不是大错 苏管又笑 原本温婉的脸上 有了三分讥讽 那么我便想问祖父 我为何要谋害自家姐妹 于我而言 有何好处 莫不是为了一时高兴 说来也是可笑 我与诸位姐妹虽无交情 也并无过节 实在是没有害人的道理啊 便是李公子一事 也是与我无关的 我倒是想不明白 我为何要去害人 静宁侯的手一顿 稍微沉默了一下 苏管确实是没有害人的动机的 他有了招王府的轻视作为保护 就算是选了阿福加里林 也不会是他的 他为何要害人 而且还是自家姐妹 苏莱无恩怨的姐妹 屋子里的人都沉默了一下 似乎在思考 他抛出来的这个问题 苏林不甘心 叫骂道 说不定就是你心思歹毒 想要害人罢了 你都说了 你我无冤无仇 你却要害我 苏管 你心思当真是恶毒 枉费我觉得 你是个好的 苏管 你这个贱人 若是我的婚事不成了 我就一头撞死 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静宁侯脸色沉了下来 呵斥了他一声 闭嘴 苏林哭得可怜极了 他的脸色灰败 像是枯了水分的花 不日便要枯萎 苏管看着他 见他可怜 也不想与他计较他妈自己这些话了 在这件事情当中 最可怜的便是他了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 他与男子衣衫不整抱在一起是事实 女儿家的名声最为宝贵 他这是一出 原本定好了亲事的那户人家得知了 毁婚都是很正常的 他被毁掉的 很可能是一辈子 苏管握了握拳头 目光微寒 若是这事 真的是苏福做的 那真是太过了 自家姐妹 小打小闹 争争吵吵也就算了 可是这一出手就要人命 这也太过了 静宁侯又问苏管 那你说说 你那婢女这两日 为何经常出府 你如何解释这事 苏管看了一眼 不见小慎 心中也是不安 小慎呢 李氏急忙到 小慎被关在柴房里了 关柴房 还活着 苏管松了一口气 这才解释到 先前不是因为李公子的事情吗 我见吴姐手下的婢女经常外出 于是派人跟着而已 只是没想到 只是没想到 堂王补缠皇却在后 他自己被人钻了空子 算计了 苏染文言 豁然站了起来 你跟踪我 苏管笑了一下 博冷道 有什么 不能跟踪的吗 莫不是吴姐 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苏染脸色难看 你 事到如今 苏管也不打算遮掩什么了 不管是苏染也好 苏府也罢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大不了于死网破 他也不是被人冤枉了 还不知道反抗的人 若是按照书中所言 下药的是苏染 他原本想将苏府拉下来的 苏府早知他的算计 将计就计 将事情推给了姐妹 苏中使原主中招 最后察觉不对逃了出去 不慎落水死了 现在他穿越来了 避开了这事 无奈苏林中招 至于那个人 怕也是苏府安排好的 事情发生 便推到他的头上 祖父可能还不知道 您的孙女 离开静宁侯府之后 去见了何人 是太子啊 太子 静宁侯突然抬眼 眼神犀利的 就要将苏染的脸上 盯出一个窟窿来 你去见了太子 苏染有一瞬间 慌了手脚 他这会儿脑中 只有一个想法 完了 不是的 他胡说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认识太子呢 是他胡说的 他胡说的 苏管微笑 怎么不可能 最仙楼 天字一号房 五姐莫不是都忘了 苏管派出去的人 并不是一直跟着苏染的 而是苏管早知剧情 早就知道了 二人约会之地 于是便让小慎 以买最仙楼的吃食之名 派遣他早早地 去了最仙楼盯着 若是跟在他的身后 太子身边的暗卫武艺高强 早就被发现了 苏染脸色苍白 打死也不认 没有 我没有 祖父 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正在这个时候 管家匆匆从门口走了进来 朝着静宁侯抱拳行李之后 便道 侯爷 李公子求见 静宁侯正烦着呢 这会儿就算是他恩人的儿子 也不想见 今日府上有事 你让他先回去 管家又道 李公子说 他前两日正好碰上了一些事 或是对此事有帮助 还请侯爷一定要见他 李灵在府上 事出突然 他当时正和苏建 待在一起赏话呢 同样也知道了府上发生的事情 静宁侯沉思了一会 点头同意了下来 既然如此 那就请他进来吧 也不必避开了 大家都听听 白人将阿灵扶到屏风后面 苏灵妆容凌乱 确实是不宜见人的 躲在后面也好 静宁侯这话一出 苏灵的婢女便立即将他扶了起来 往后面的屏风走去 你也先坐下 且听听李公子知道些什么吧 静宁侯对苏管说 这是确实有一点了 也不能说是苏管做的 可是偏生有人指证他 如今看来 且看看李林知道些什么吧 苏管心中也是有些急了 他说的再多 便是他指证苏染思惠太子 可是他没证据证明 在这件事上他是无辜的 到了最后 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局 他对这个高门贵族 心生了许多不喜 这大小姐的生活 是过得不错的 可是成天算计来算计去 实在是太累了 就算是他这样温和 从不与人为敌的性子 都被人这样陷害 想要置他于死地 这日子 实在是不是人过的 哪有那么多的事情 开开心心过日子不好吗 第九章 苏府与昭王府三公子私会 李林很快便走了进来 他依旧是穿着 一身半旧的青衫 那青衫上半点花纹都没有 在这衣锦繁华的 静宁府人群之中 显得格格不入 不过他身姿挺拔如松 便是在落到这样的境地里 也从未不曾为这 荣华富贵折腰 李林给静宁侯和王室见礼 他的神色坦荡 目不斜视 静宁侯对这个年轻人 还是很欣赏的 若是换作别的时候 他或许还是心思 与他叙旧一二 可是这个时候 实在是心烦得很 便问他 李公子说 有事要告知我 也不知道所谓何事 李林脸色平淡 缓缓道来 我今日在府上的时候 听闻了几位姑娘的事情 忽然想起 两日前偶然遇见了一桩事情 想要与侯爷说一说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之前偶然碰见了 昭王府上的三公子 那一日 我在林中散心 却见那位三公子 正在和一个姑娘说话 苏福豁然站了起来 脸色发白 大声地呵斥道 你闭嘴 你是什么人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举人 也配说 人家皇孙贵咒的胡话 李林的目光 在她的脸上扫过 脸色依旧平静无波 我还什么都没说 四姑娘何必着急 静宁侯见苏福的脸色 这样难看 心中有一瞬间的古怪 于是便示意 李林继续说下去 那位三公子 可真是一位痴情人 哄着那姑娘 说一定会寻得机会 娶她为妻的 让那姑娘安心 李林说道 这里的时候 眼底有了一些古怪的笑意 原本我并不认得那位爷的 奈何前一日刚好碰见了 边上的友人 刚好说起这位 便是昭王府的三公子 不过 那位姑娘我今日 有幸见到了 不是别人 正是府上的四姑娘 此话一出 像是一道惊雷 屋里的人都梦了 苏福简直要吐血 大声地呵斥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性里的 别以为给你三分颜面 你就什么话都敢胡说 我何时认识什么三公子 你胡说 我在闺中 向来都是一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如何认识一个外男 李林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这我便不知了 不过今日早上 苏小爷与我介绍府上的几位姑娘 却说了 六姑娘曾与这位昭王府三公子 许过婚约 我当时实在是觉得奇怪得很 李林这一番话 屋子里的人 好像是一下子就回过未来了 苏望一怒 伸手便要给苏福一巴掌 幸得杨氏反应得快 拼命地拽住了他的手 苏望正脱不了 脸上的怒意更盛 苏福 你给我跪下 苏福不甘心 强撑着一口气挺遮腰杆 我没有错 为什么要跪下 一切都是这个平民胡说的 都是胡说的 我没有 我没有 说着 他的眼泪就瑟瑟地往下掉 像是委屈极了 也不管这屋里的人 转身就要往外面跑去 净凝猴气的脸色发青 大声命令外头的人 将四姑娘拦住 守在外面的护卫文言 立刻便上前将苏福拦在门口 苏福大怒 让开 可是这些人怎么会理会他的话 府上的护卫 都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 虽然有些受了伤 但是要拦苏福 一个弱女子 实在是太容易了 三两下的 就将苏福 像是拎小鸡一样拎了进来 至于怜香惜玉 对不起 都是粗汉 没有的 跪下 苏福不甘愿 可是还是咬唇跪了下来 他恨恨地瞪了李玲一眼 嘴上却不认 祖父 我是冤枉的 都是他胡说的 他的话怎么能信呢 祖父 苏林突然从屏风后面跑了出来 后面跟着的人拦都拦不住 他一下子就扑到了苏福的身上 不要命地撕打了起来 是你害我 苏福 是你害我 你个贱人 贱人 场面一片混乱 边上的人连忙冲上去 将两人拉开 苏管被人挤得 往后连连退了好几步 脚下不知道踢到了谁的脚 险些跌倒在地 幸好被人扶了一下 他慌张地回过神来 转过头去的时候 却见站在他身边的正式李玲 他愣了一下 嘴唇亲密 李玲低下头来 声音温和 六姑娘可要小心一些 苏管点头 道了一声多谢 接下来的事情 静宁侯便要去彻查 便命人将几个姑娘 都送回自己的院子里 在没有查出事情的真相之前 谁也不许外出 苏管却有个要求 祖父 孙女的婢女 还在柴房之中 他在孙女的身边做事 素来妥当 还请祖父饶他一条性命 小桑和小慎 是跟在原主身边好几年的人 苏管来了之后 两人伺候的也万分周到 他自然是不过眼睁睁 看着小慎出事的 而且他确实并无措处 此时要静宁侯放人 实在是不大现实 也只有先保住他的性命了 谁知道静宁侯审问的时候 会用什么样的手段 静宁侯看了他一眼 见他温婉淑利的脸上有些不安 心中将事情绕了一圈 然后点头 祖父答应你 若是此事与你们无关 祖父会将他送回你身边 苏管松了一口气 给静宁侯行礼 多谢祖父 然后 他便带着小桑回到了管园之中 接下来的这几日 他就被禁足在园中 连同婢女都不能外出 吃食都是有正愿的婢女送回来的 好在王氏是他的亲祖母 在吃食上也没亏待他 在他禁足的第二日 苏巡便带着李氏来看了他一回 家中发生了这件事情 苏巡脸色也是不好看 别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告诉他 祖父肯定会将事情查清楚 让他不必担心 苏巡自然是相信自己的女儿的 这些年 苏管一直都是这样温婉 又与世无争的样子 就算是和自己的继母 都没发生过什么争斗 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去惹阁房的姐姐呢 简直是无稽之谈 当真是可笑 你放心 肯定不会有事的 苏管点头 父亲请放心吧 我好着呢 静宁侯命人查了两日 第三日便带着苏旺秘密去了一趟昭王府 要求见了一次昭王府三公子 真相大白 昭王三公子赵明延 确实与苏福认识 甚至还私定终身 赵明延还请求娶苏福为妻 并称 除了他之外 不会娶别人 静宁侯大怒 伏秀出了昭王府的大门 第十章 昭王府上门求亲 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可以盖棺定论了 苏染不愿嫁给李玲 可是府上没有订婚 且年纪刚好的 只有他和苏福两人 苏福是嫡女 有人护着 想要让拉他下来不容易 于是便想着给他下药 让他丢尽脸面 到时候将此事往外宣传一下 苏福就算是想嫁入高门都不可能了 甚至是次一点的 也未必愿意娶她 这个时候 静宁府自然是想法子将她嫁出去 李玲便是最好的选择了 而苏染确实和太子见过面 至于两人见面说了什么 倒是无人得知 静宁侯敢派人查赵明言 却不敢查太子 但肯定也不愿意让府上的姑娘 与太子接触 最后将苏染禁足 至于这桩婚事 既然她这样的不愿意 这静宁侯也不能强求 毕竟是嫁过去两人夫妻过日子的 若是她不甘愿 那岂不是害了李玲 还有苏福的事情 苏福怕是早就知道 苏染要下药害她这事 同时也知道 苏管派了人盯着苏染 于是便谋算了一番 将苏染下了药的茶水壳 给苏林服下 然后又弄了一个 外男进来坏他名声 最后再让这人指证苏管身边的小慎 如此一来 在那男子的指证之下 苏管没有证据 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必然就成了谋害自家姐妹的恶毒女子 就算是外面的人不知道 静宁侯也不会将她嫁入高门之中 给家族招货 到这个时候 招王府的人上门来说 要唤清 将原本定下来的苏管改成了苏符 静宁侯肯定会同意的 至于招王府那边 招王妃最是疼爱妖子 苏符的身份也不差 肯定也会同意的 如此一来 苏符毁了姨娘生的苏林 窦赢了苏染 又踩了苏管一脚 往她身上泼了这么一盘脏水 还将这好婚事顺利抢到手了 一剑三雕 简直是世上再好不过的美事了 简直是岂有此脸 岂有此脸 静宁侯气得脸色通红 恨不得提刀去将苏符给砍了 她一个武将 向来奉承的是光明正大 最痛恨的 便是这高门大宅之中 上不了台面的阴私手段 就算是王室 这些年来就算是不喜二房 虽然在某一方面 克扣了一些 偶尔还给一些脸色 但从来没有过害人的手段 而如今她孙女玩的这一手 害的还是自家亲姐妹 这心思实在是恶毒得很 静宁侯心中发寒 王室有些茫然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如今设计在局中的 除了一个苏然 剩下三个都是 她的亲孙女 就算苏灵是个树出的 她心中不大喜欢 可到底是她的血脉的 在这件事情当中 苏灵最无辜也最倒霉 苏管也平白遭人诬陷 可是 她也说不出 让静宁侯承接苏符的话 依照静宁侯的性子 干出这件事的苏符 还不知道有什么下场 侯爷消消气 莫要气坏了身子 哼 气坏了 我这是 要被气死了好不好 我让你管家 你就交出这么一个孙女来 谋害竖姐 陷害堂妹 心思如此歹毒 我看她是疯了 我们苏家 没有这样的女儿 王氏脸色有些发白 实在是有些束手无策了 她这一生 就算是静宁侯刚开始 为了虔诚投军 都没有这样无错过 若是她真的要将苏符赶出家门 那苏符一辈子都要毁了呀 侯爷 阿福可是你亲孙女啊 阿福是我亲孙女 那阿灵和阿管就不是了 若是不严惩她 如何跟阿灵和阿管交代 你都说了成见 也不一定要将她赶出家门啊 她一个姑娘家 离开了家里 还能活命 王氏红着眼睛哭了出来 她与静宁侯少年夫妻 红脸的次数都少 也就是闹出那一女的事情 她难受过一段时间 好在静宁侯待她一直不错 那一次也不是有意的 于是 她虽然有些隔阴二房的存在 但也渐渐地放下了 没想到到了年老的时候 竟然为了孙女如此难过 她做了如此恶毒的事情 难不成就关几天的禁闭 抄抄书就过去了 静宁侯铁了心要惩罚服 这样的孙女她不敢要 早晚得替家里招货 她是孙女不错 可她家里子子孙孙二十余人呢 正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人来报 侯爷 昭王妃递了帖子 前来求见侯爷 昭王妃 她来做什么 王氏疑惑 心中暗暗却有些不快 这一个巴掌打不响 苏府敢做下这样的事情 无非是那赵明年应成了她 若不然她怎么敢这么大的胆子 谋夺姐妹的姻缘 静宁侯沉默了一瞬 她心中虽然有些恼怒 但是人已经上门了 若是挡在门外转出去 会引发不好的言论 但是她也不想给昭王妃面子 于是便道 请王妃进来 昭王妃姓文 今年也不过三十余岁 她生得端庄秀丽 因为掌居高位 多了几分贵妇人的雍容华贵 不过她今日 穿得比较朴素 一身带色的衣裙 手中拿着白色的帕子 头上扶着坠马迹 在上面简单地插了两只花簪 和一只布瑶 守在她身边的 正是她的妖子 也就是昭王妃的三公子赵明妍 赵明妍恭恭敬敬地 朝着静宁侯和王室 行了一个衣礼 明妍见过侯爷 见过夫人 赵明妍今年才十七岁 生得一双冷峻的眉眼 嘴唇微薄 肌肤白皙 她身穿一袭 月白暗袖云纹的长袍 看着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 容色俊美 风流倜傥 三公子眠脸 静宁侯不知道赵明妍 为何如此客气 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请坐 赵明妍退在一旁的玫瑰圆椅上 与赵王妃各站一边坐下 刚刚坐下 她便看了赵王妃一眼 眼中有着祈求之色 赵王妃很不高兴 但是事到如今 也只能顺着她的意思来了 今日灯门讨扰侯爷和夫人安宁 实在是本王妃的不是 只是我这孽障 非要磨着 我给她上门来求亲 我素来心疼她 自然是舍不得她难过的 求亲 正是 求的便是府上的四姑娘 说到这里的时候 赵王妃脸上也骚得慌 脸上闪过一些无奈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厚着脸皮上门了 不过侯爷和夫人放心 今日我与明妍是悄悄过来的 不曾有人得知 若是侯爷和夫人应许了 我改日便请没人上门说和 我今日带着这逆子前来 也就是问问二位的意思 明妍年纪小 是我没把她娇吼 实在是惭愧 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若是传出去 对二人的名声都不好 第十一章 赵明妍与苏福私会 传出去确实是很不好的事情 若是赵王妃将此事认下 让赵明妍娶了苏福 姐两家之好 确实是一个极好的解决方式 而且 两人都是互相倾心 若是嫁娶一世 换做了别人 岂不是成了两对怨偶 只是 那阿管呢 静宁侯问 我听我那老三说 月氏还在的时候 曾与你有了约定 将阿管嫁给三公子 如今三公子 却又心悦阿管的姐姐 这事情若是传出去了 怕是不大好听 赵王妃脸上闪过了一下尴尬 恼怒地瞪了赵明妍一眼 缓了一口气才道 这事确实是我对不住 只是如今明妍 终于你们家四姑娘 若是强行将阿管嫁于她 她心中不痛快 阿管也未必能过得好 我虽能护着阿管 可这逆子 实在是被我给宠坏了 性子固执 如今她心中没有他人 阿管嫁过去 怕是要受委屈 嫁得夫君心都不在她的身上 反而欣欣念念着她的姐姐 甚至夫君还怨恨她 阻碍了她娶自己的心上人 怕是一辈子都不会给她什么好脸色 这样的情况下 苏管若是嫁过去 实在不是明智之选 可若是让苏福嫁过去 让苏福抢了苏管的亲事 姐妹反目是必然 不管谁嫁过去 两人都是要反目的 静宁侯思来想去 于是便打算放弃这门亲事 招王府再好 可他的孙女都是不能嫁的 既然三公子不愿娶阿管 你们的婚事作罢便是 但是阿福 是万万不能嫁给三公子的 我们苏家的人 是绝对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二位请回去吧 招王妃原本也不大愿意走这一趟 见静宁侯不愿意 呼吸了一口气便道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 母妃 赵明言一下子叫住了招王妃 然后聊起一百 扑通一下 跪在了静宁侯和王室的面前 侯爷 夫人 我和阿福是互相倾心的一对人 若是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求您见谅 求二位成全 王室吓了一跳 三公子快起来 赵明言虽然年纪小 可他是亲王之子 皇家的子孙 身份即便比不上皇子们 可也是很尊贵的 就算是静宁侯 也没有这种 让人下跪的资格的 你们二老若是不答应 我便常跪不起 求二位成全 我心悦阿福 今生非他不娶 求您成全 静宁侯和王室面上错愕 浑身僵硬 招王妃气得浑身发抖 咬紧了唇瓣 险些咬出血来 明言 逆子 简直是逆子 简直是想把他气死 他将千娇百宠地将他养大 舍不得他受半点委屈 除了宫里的那几个 他何时让他给人下跪磕头 如今为了一个女人 竟然给人下跪磕头 如此低声下气的求人 不要再说了 这桩婚事 我不同意 招王妃怎么能容许 这样的女子进门 听是她 为了求这桩婚事 还出手害了自家姐妹 若不是赵明言苦苦哀求 不知道说了多少 苏福的好话 她这才勉强走这一趟 如今看来 这样的女子 进了门也是家宅不宁的 母妃 赵明言转头叫了一声 母妃你答应过我的 赵王妃顿时差点没一口气 把自己呛死 这死孩子 简直是讨债的 你给我过来 说吧 赵王妃也顾不得形象的上前 去将赵明言拎了起来 然后拖着她往外面走去 赵明言不愿意 可是扛不住赵王妃 最后只能一不三回头地走了 这件事情 传到了静明侯的后院之中 就连一直都不曾出门的苏馆也听说了 真相大白 这会儿她的禁足也解了 小慎了放了出来 不过被关了两天 吃了些苦头 苏馆让她回去休息了 此时在她身边伺候的只有小桑 姑娘 你说气人不气人 四姑娘简直是不要脸 天下的好男儿这么多 她非要和姑娘抢 小桑气得简直要冒烟 那赵王妃也是气人 苏馆笑了一下 好了好了 何必生气呢 气坏了身子就不好了 再说了 如今看清楚她也好 咱不嫁就是了 若是嫁过去才看清楚 那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也说了 天下的好男儿这么多 我为何要固执于这一个 她不愿娶我 我也未必愿意嫁她呢 说得好 说得好 忽然有声音传来 苏馆和小桑转头看去 却见苏巡从院子的门口走了进来 在她的身边 还跟着一个身穿青衫的少年公子 苏馆愣了一下 李玲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父亲 您回来了 苏馆走过去 背着苏巡失礼 然后又朝着李玲扶了附身 李公子 哎 今日的事情我也知道了 既然那赵明言不愿娶你 咱们另外 找一个就是了 苏巡倒是个洒脱的人 至于你四姐 改日我便让她过来给你道歉 真当我的女儿 是好欺负的是不是 苏馆一笑 父亲莫要管这件事情了 她愿意来道歉便来 不愿意来 也就此作罢 日后她有什么事情 我们便当做不知道就是了 你不认我不义 看谁饶得过谁 苏巡哈哈大笑 你呀 景慧胡说 苏馆笑了一下 然后问她 父亲来此 可是有什么事情吗 苏巡文言 这才想起 自己来这里的目的 我记得你母亲陪嫁 有一幅文之喜老先生的松下对异图 李公子与我一般喜好学文 甚爱文之喜大人的图 我方才与她赏话 忽然想起你这有一幅 故此带她来看看 苏馆一阵无奈 苏巡此人 在公民上没什么建树 最爱这些书画诗词 每每见到共同爱好之人 聊到激动之时 便会称兄道弟 旁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甚至 连带着外男进内院 去自己女儿的院子赏话这种事 都做得出来 话我让人收起来了 小桑 你去 将那幅文之喜先生的话拿出来 苏巡连忙道 我也跟着一起去 阿寡 我记得 你这有不少的好话 我都拿出来看看 苏馆无奈 只能答应 父亲喜欢就好 苏巡一高兴 屁颠屁颠地跟着小桑走了 第十二章 你要不要嫁我 苏馆无奈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爹还真是 边上的人轻咳了一声 六姑娘 苏馆稍微有些愧疚 缓声致歉 李公子莫要见怪 我父亲他向来如此 老你跑一趟 李林气度温和 容色清俊 他嘴角清明了一下 端着态度淡然道 无妨 三老爷好客 我也甚是喜欢 苏馆点头 多谢李公子 紧接着 就是一阵很长的沉默 苏馆穿书之后 紧追原主平日里的作息风格 从未踏出过府外一步 这位李公子 更是他见过唯一的外男 忽然间觉得有些尴尬 许久 六姑娘 苏馆嗡了一声回过神来 李公子还有什么事情吗 他又看了他一眼 敏唇 斟酌了一下词句 然后问 你要不要嫁我 苏馆脑子嗡了一下 整个人都有些茫然 嘴唇哆嗦了一下 睁大着眼睛看他 那眼中全然是震惊和不敢置信 嫁 嫁你 这是他完全没想过的 这一下子都反应不过来 李林看着他 惊得瞪大眼睛 微微张开嘴巴的样子 忽然想起 当日在桃园之中 别的姑娘正在明争暗斗 他坐在那里 吃得像是一只松鼠 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 想到这里 他嘴角微勾 温淡的眼底有了一些笑意 原本他以为走一趟就离开的 只是忽然见了他 心生了一些冲动 在那一群无时不刻 不再贬低别人 拔高自己的姑娘里 他性情甜淡 与世无争 温婉之中又娇寒可爱 让他几乎想伸出手来触碰他 他想得到他 好像就是那一眼 他便有了这样的冲动 真是有些神奇 我虽然是耕独世家 可祖上也是出过名相大家 只是如今没落了 不提也罢 家中 尚有良田百亩 乌设树间 尚有些钱财 虽比不得这地城之中的富贵高门 可是一应吃喝用度 还是花费得起的 你若是嫁我 定然不会亏待你的 你若是爱吃 我便在家中养几个厨子 膳食点心皆渴 说到吃的时候 他分明是见到他的眼睛 都亮了一下 还真可爱 他轻轻地笑了一下 只是家中所居之地 在山野村落 有些偏僻 若是要赶急 需得坐马车行一个时辰 到达附近的镇上 那镇上的东西不多 想要买些好一些的 却得再坐车一个多时辰 去往最近的府城 苏管茫然地回过神来 脸皮有些微红 你 你与我说 这些做什么 李玲笑了一下 这一次竟然笑出声来 她的声音有些低唇 我只想与六姑娘 说说我的情况 姑娘性情单纯 怕是也不喜这高门 便是这静宁侯府 在这地城之中 也算得上清静了 可是还会闹出这些事情来 各自为谋 你争我多 若是嫁入高门 入门也不过是个孙媳 上头还有两个婆婆 高门的公子 娶妻纳妾 也都成长太 便是一朝一日媳妇熬成婆了 当家做主了 也不过是身心疲惫 我就不一样了 我父母接不在了 也无人管束 祖上有令不得纳妾 便是没有孩子 领养一人养在膝下 也不得纳妾 苏管脑子 被她说得有些晕 许久才都反应不过来 正在这会儿 苏巡已经抱着几幅画卷 从屋子里走出来的 远远地就听到了她的声音 李公子 快来 就在这里了 文之喜的松下对异图 还薛先生的江雪逾越 都在这 李灵微微一笑 对苏管说了一句 六姑娘不妨考虑考虑 我七日后便会离开 若是考虑清楚了 可派人给我递个话 说吧 她便大步地迎了上去 与苏巡一同赏起了名画 苏管站在原地 有些茫然 直到小桑喘着气 跑过来喊她的时候 她才回过神来 李灵她 这是看上她了吗 她眨了眨眼 看了那两人许久才开口 我们回屋子里去吧 这日头有些晒了 是 姑娘 小桑扶着苏管进了屋子 她坐在灵窗小榻上 靠着墙壁抱着软枕发愣 也不管外面的事情 在原主的记忆当中 苏巡戒图与有人共赏 也不是一两次的 她那人素来爱惜诗话 尤其是这古人名画 爱惜得不得了 肯定不会弄坏的 小桑给她泡了一盏茶 见她神情有些茫然 问她 姑娘 可是身子不舒服 苏管瞎了一口茶 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事 李玲的提议 确实是让她有些心动的 上面没有长辈 任何事都可以自己做主 若是她架在这地城之中 上面至少 会有一个婆婆 好一点婆婆友善点 日子能过得松快些 若是运气不好的 那日子 简直是她在刀刃上 苦不堪言 在别人手下讨生活 就连戳磨你 都是有现成的理由的 更重要的是 李玲最后说的这个 祖上有令是不准纳切的 就算是生不出孩子 领养一个也不准的 这让她非常的心动 她是现代人 虽说什么 既然来了 就努力融入这个世界 可这个时代里 男人娶妻那些 睡通房是常态 她对于和一群女人 抢一个男人 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而且 就算是李玲穷了一些 也没关系 她有钱啊 她娘可是郑国公的女儿 虽然是个数出了 但也是唯一的女儿 自小养在嫡母名下的 出嫁的时候 也是十里红装 这些东西 以后也都是她的 这些已经够她祖孙都吃喝不完了 这李玲生得也不错 这一波不亏 苏管暗戳戳地思考了起来 对比了一下 她嫁入帝都高门 和嫁给李玲的未来 前者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后者虽然没了荣华富贵 可到底逍遥自在 就算是李玲不喜欢她 可出去了之后 没人能管她 她也能过自己的小日子 每天睡得自然醒 闲时养养花草 晒晒太阳看她画本子 再没事研究研究吃的 多美妙啊 我决定了 姑娘 你决定什么了 第十三章 唤亲事 苏管眯着眼睛笑了一下 没事没事 我也好好地理一理 说着 她就把手压在自己的脸上 有点冲动了 如今还不知道 这李玲到底是什么人 她说的话可信度有多少 怎么三言两语的 就将终身大事做了决定呢 于是 苏管打算考量几日 若是她的话可信 那好像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她按搓搓地计划了一下 若是她嫁给李玲 自然是要舍了赵明言的 这赵明言和苏福勾搭在一起 还想害她 她可不想 这轻易地算了 至少得扒下一层皮来 没办法 未来夫家可能很穷 她能抠一点是一点 谁叫他们作恶呢 苏管等了两天 却等到了赵王府的人再次登门 这一次来的 不单单是赵王妃和赵明言 随同前来的 还有赵王府的世子 赵王妃的大儿子赵明展 赵明展今年二十 沉稳内敛 比此时什么都不懂的赵明言 不知道要胜过许多倍 苏管和苏巡 也被叫了过来 见了赵王府的三人 她忽然想起 在剧情当中 赵明言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废物典型 顽固子弟 直到赵明展被暗杀 她才幡然醒悟起来 将世子之位争夺在手中 最后成为手握重兵的赵王爷 她暗想 苏福是得知了剧情之道以后 赵明言有大出息 才想着嫁给她 可若是赵明展没死呢 那这赵明言 还有有出头的那天 那么 她会不会永远 只是赵王府的三公子 在父母和兄长的庇佑之下过日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很有意思了 儿子拜见父亲母亲 阿管拜见祖父祖母 两人恭敬地行了礼 然后又对着屋子里的苏望 和杨氏行礼 不过两人脸上有些尴尬 尤其是苏望 在对上苏巡的时候 脸上羞愧得恨不得转过头去 不敢面对她 一阵见礼之后 在场的人都寻了一个位置坐下 苏管坐在苏巡的身边 目光在赵王府 两人脸上划过 低下头来 故作安静状 赵明展也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也不客套 明明白白道明了来意 想必侯爷和夫人也明白了 我等今日的来意 我这弟弟素来固执惯了 他认定的事情 是九头牛都拉不回 这两人回去之后 更是滴水未尽 我和母妃没有办法 只能上门求一求 世子客气了 实在是这一桩姻缘难成 你们先前与老三的媳妇做了约定 可到头来 反悔要娶阿管的姐姐 若是真的将她嫁过去 岂不是闹得姐妹反目 夺福之仇 也是可恨的 然后道 侯爷的顾虑我心中明白 只是若我这弟弟不怨 这嫁过去也是怨偶 敬宁侯点头 所有苏家的姑娘 都不嫁进赵王府 今日让老三带着阿管前来 也是让你们将当初的信物还回来 赵王妃睁大眼睛有些不幸 这 赵明展不动如山 文言笑道 侯爷 你看这样如何 若是让四姑娘嫁入王府 日后六姑娘出嫁一事 我赵王府定然会帮忙她 寻一个好的夫嫁 敬宁侯一顿 转头问苏巡 老三 你的意思如何 苏巡扬了杨下巴道 我苏巡也不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也没求着女儿能嫁高的门庭 既然你们不愿意 退了信物 此事作罢便是了 至于你们要娶苏福 那就和我没关系了 我管不着 好爹啊 苏管简直要给他竖起大拇指 静宁侯转头问苏旺和杨氏 那你们可同意这桩婚事 苏旺的脸色苍白 他今年快四十岁了 已经续了一些短胡子 面对老爹的质问 他是实在是说不出话来 若说愿意 那是要将老三这一家子 都得罪透了 女儿抢了堂妹的亲事 这算什么事啊 可若是不答应 女儿又心心念念着这赵明言 一副非亲不嫁死去活来的样子 也实在是让他难受 而且 他先前闹出这样的事情 他的祖父也不会 将他嫁入高门之中 怕是随意寻一个人嫁了 将他打发了 我 我听父亲母亲的 静宁侯点头 那就 等等 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这门婚事 杨氏急忙站了起来 他的眼泪婆娑 哭得不能自意 公公婆婆 也不是我们非要抢了阿管的亲事 可是这会儿 阿福寻死觅活的 这几日也是滴水未尽 若是不答应了 我怕他没活路啊 我就这一个女儿 实在是舍不得啊 苏旺握紧了拳头 想要说什么 却又开不了口 最后低下头来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他实在是觉得没脸见人 更没脸面见他三弟 都怪他没将女儿娇吼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羞愧啊 老大 你什么想法 父亲 我是我没把孩子交好 愧对三弟 如此看来 是愿意了 赵明展抬了抬眼皮子 心中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也实在是有些烦了 同样也觉得自己的弟弟 实在是不懂事 明明与妹妹定了亲事 还非要去招惹姐姐 若不是母妃护着 他非要拿着军棍将她打一顿 将她打残废了不可 今日前来 无非是母妃 上次吃了闭门羹 而赵明言又闹什么绝食 闹得母妃哭哭啼啼的抹泪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只是这事情 他有些头疼 伸手凝了凝眉心 既然府上的柿子和柿子夫人都答应了 那侯爷和夫人的意思是 王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闭了闭眼 罢了罢了 也只能这样了 静宁侯有些恼怒 但是这会儿 看着自己的儿子儿戏跪着 也无法奈何 最后也只能叹气 扬声问了一句 阿管 你觉得如何 苏管间自己被点名 站起来恭敬地开口 祖父 阿管在 静宁侯问他 赵王府和你大伯一家 都愿意让你四姐嫁入赵王府 你觉得呢 苏管温婉地笑了一下 我自然是听祖父的 这天下的好男儿多的是 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而且他还心有所属 之前他都是一言不发温吞的样子 如今听闻他这番言论 竟凝宁侯不免高看了他一眼 哦 你竟然是这样想的 自然 只不是呢 他又笑了一下 阿管 我也是个粗人 学不来那些引招路的小仙女儿 此番退清 怕是日后的轻视比不上这般 我这心中有些不平 所以想退清总要付出点代价 第十四章 三十万两银子 代价 赵王妃不约的皱眉 你要我们付出什么代价 苏管又道 王妃请放心 我自然不会要求别的 只需给些银子便可 日后我出嫁了 也需得点银子傍身 银子 这倒好说 赵王府最不缺的 就是银子了 赵王妃松了一口气 语气也温柔了些 你要多少银子 苏管微笑 三十万两 如何 赵王妃两目一睁 险些跳起来 你 你莫要太过分了 三十万两啊 她也敢开这个口 苏管嘴角抿了一下 笑了 王妃莫要动怒 当时要结清的是您 如今要退清的也是您 我这平白无故的 便遭遇了此事 此事外人不知还好 若是知道了 岂不是要毁了我一辈子 苏管的语气悠悠 王妃 您可还记得我母亲 赵王妃听闻她提起月事 立刻便不敢提这件事了 毕竟这事情做得不地道 虽然三十万两银子 是在她身上割肉 可是事到如今 要是苏管不肯 事情闹开了 对赵王妃的名声 有极大的损失 好 三十万两便是三十万两 我改日让人 将银票取给你 可行 苏管点头 然后转头 对苏王和杨氏道 虽然我这是做晚辈的 说这话有些不好听 但姐 抢我婚事一事 我就当她不知道这事 我不与她计较了 只是她先前害我 还请大伯和大伯娘 让她背上一份赔礼 而且 这里若是清了 我也不接受 还有三姐 闹出这样的事情来 三姐的名声也不好了 大伯和大伯娘 也不要忘了 苏王满头大汉 她素来自持威严 对于儿女 都是一副严妇的模样 今日被苏管这个小辈 说了一顿 实在是颜面无光 可是她说的又是事实 实在是让人 说不出半句反驳的话来 毕竟做错事的人 是她女儿 一定 一定 我定然让你四姐 上门给你道歉 这上门就不必了 我不想见她 她也未必想要见我 陪礼送来就够了 也好 说话间 苏管便从记在 腰封边上的一个荷包里 拿出了一块 墨色云纹玉佩 然后递给了赵明展 此乃信物 还望王妃信守承诺 赵明展接过玉佩 然后转头看向赵王妃 赵王妃也从怀里 拿出一块相似玉佩 不同的是 苏管拿出来的是墨玉 赵王妃拿出来的是韩白玉 这两块玉佩 是苏管尚未出生 两家许下婚事的时候 赵王妃和月氏 一起选的材料打造的 赵明炎是墨玉 苏管是韩白玉 原本是天生一对 只是可惜 如今各自婚嫁 苏管接过了玉佩 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走到苏巡的身边递给她 苏巡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给我做什么 苏管道 这原本是母亲和王妃 为了定亲才打造的玉佩 既然这桩亲事不成 留着也没什么用处 烦请父亲寻给人毁了 苏巡没想到她竟然这般绝情 连一个玉佩也容不得 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 可是这玉佩 上面刻着你的名字 当日你母亲还将其 放到原山寺去供过香火 保你一生平安 姻缘和顺的 苏管脸上半点表情都没有 坦然道 我日后还是要嫁人的 再留着这东西 未免不好 这玉佩原本便是一对的 上面刻着二人的生辰八字 若是父亲舍不得毁了 您帮我收着就是了 别再拿出来了 说吧 她便对着诸位微微失礼 然后便转身出了大门 小桑正在院子边上游廊等着 见到她出来 忙是将自己手上的瓜子 放回口袋里 忙是迎了上来 姑娘 如何了 苏管点了点头 我们回去吧 剩下的事情 与我们没有关系了 小桑连忙应下来 是 姑娘 于是 两人便回了管园 下午的时候 赵王府的银票 已经送了过来 苏管没见到赵王府的人 银票是 交到苏巡手上 然后交给他的 苏管没收 直言道 听闻今年下雪的时候 梁州那边下了大雪 许多人都没了住处 如今朝廷还在处理这事 父亲将这钱送到户部 说是我的一点心意 如今的户部尚书 是当今皇帝一手提拔上来了 也算是一位能臣 将钱交给他 也让人放心 苏巡愣了一下 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什么 你说什么 送去户部 苏管点头 这钱毕竟是从赵王府拿的 若是我们自己用的 传出去不好听 赵王府的人心头也不快 可若是 不要我又觉得 就放过他们不甘心 拿了这些钱 送去给需要的人 也算是一件好事 苏巡想象也是 就算是日后这事情传了出去 苏管拿了钱 怕是名声不大好听 可若是 他将钱捐了出去 那就不一样了 只是可惜 这可是三十万两银子啊 就是静宁侯府 一年的收入 也没有十万两 苏巡倒是多看了自己这个女儿两眼 像是重新认识她一样 这三十万两银子 他说舍了就舍了 倒是比他这个做父亲的洒脱 我去回禀你祖父 若是你祖父同意了 便将这钱送过去 好 苏管点头硬了 时间又过了两日 苏巡担忧苏管心中不高兴 于是便让李氏带着苏管出去走走 正好李氏手上的绸缎装 新来了许多料子 于是便带着苏管和苏罗出门 打算选一些料子回来 给家中的老少都做两套衣服 苏管到了这里之后 就没有过出门的机会 府上的护卫 大多数都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 戒备森严 等闲之人不可随意糊弄 所以 这种偷偷溜出去的事情 还是比较难办的 他也没有非要出门去玩 于是就没放在心上 反正在府上有的吃有的喝的 闲时看他画本子 种种花种种草的 日子也过得还行 如今这规格女儿 并不像前朝那样的避讳 出个门还要戴帽帽什么的 但还是要注意一些 戴上护卫和侍女 免得被那些人冲撞了 苏罗还是爱玩的年纪 得知自己能出门了 高兴得不得了 坐上马车的时候 还左动一下右动一下的 理事怜爱地拿着帕子给他擦汗 母女相处很是温情 苏管看着 心中有些羡慕 第十五章 约风雪楼见 苏管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父母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后来上了高中 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了 从那个时候起 他变成了没人疼爱的孤女 他的一生努力地赚钱 只为了能让自己 有一个安身之地 只是可惜 死于非命都贡献银行了 马车稳稳当当地到了 李氏筹段庄的门口 三人下了车 便被掌柜地迎了进去 立刻奉上的茶水到雅间里 将新来的筹段都拿上一匹 供自家姑奶奶挑选 李家对于李氏 嫁入静宁侯府这桩婚事 还是很满意的 至于苏管也没有多少想法 心觉得 苏管不过是个丫头骗子 日后这三房 还是要李氏生的苏良继承 再加上苏管 还有个镇国公府的外嫁 所以 李家的人对她非常的恭敬客气 六姑娘瞧着这个花色怎样 这是敏州那边过来的 也就这一匹 先前有个贵人说 要裁一些做一身衣裳 店里都没答应 这花样子 像六姑娘您这般年纪的 最为喜欢了 那是一匹绣着金白蝴蝶的花样 摸上去的时候 断面非常的细滑 带着细微的凉意 苏是做了衣裳 春末和夏日 都是可以穿的 苏管看着也喜欢 于是就问掌柜 这一匹布 能做多少件衣裳 掌柜姑娘了一下说 且看姑娘做什么样的衣裳 苏管看了一眼 然后问 若是给我做一套 如裙与大绣衫 给阿罗做两套如裙 可是够了 够的够的 那就要这个吧 苏罗也很喜欢这布料的 可也知道要李让姐姐 见姐姐还给自己留了 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欢喜道 谢谢六姐 不用谢 这本来就是李家的铺子 让他先挑 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 他瞧着苏罗喜欢 自然不能全拿走的 而且 他也用不完 李氏指了指这匹布道 我瞧着给你做两套 给阿罗做两套 也是够的 苏管摇头 不了 我这人惯爱新鲜的 两套换着穿 看着也厌倦 若是还有剩下的 留给阿罗便是的 等阿罗再过两年 也能做一套 李氏这次没拒绝 也行 那你再选一些吧 苏管 随手挑了一个 素青葡萄花样的景端 这个看起来清凉舒坦 李氏点头 那就这两个吧 他见苏管挑完了 然后就开始挑家人用的 苏巡和苏良的衣衫也要做了 还有上面静凝猴和王室也少不得 他挑来挑去的犹豫不决 苏罗缠着要吃门口 小贩卖的糖葫芦 苏管只得带着他 和婢女护卫一起出门 苏管刚刚一出门 就被一个匆匆走过的人撞了一下 边上的小桑忙是上前 姑娘 您没事吧 没事 苏管捏了捏手心 上面被塞了一个折叠起来的纸张 小桑瞧着那人撞了人之后 走得飞快 实在是有些气恼 你说 这人是怎么回事 匆匆忙的 这撞了人也不知道道歉的 苏管道 好了 我没事 苏管带着苏罗去买了糖葫芦 他自己也买了一根 顺道随行的人 谁想吃也买了一根 苏罗吃着甜甜的糖葫芦 眯着眼睛笑得连牙齿都看不见了 这么高兴啊 高兴 谢谢六姐我买糖葫芦 不用谢啊 两姐妹吃着糖葫芦 回了李记绸断装 这个时候 李氏也挑选好了布料 命人将选好的布匹送到马车上 自己则是带着苏管和苏罗 去了宝钗楼 选了几样新手饰 苏管得了一只翡翠蝴蝶簪子 簪子是一只色泽极好的银簪 但是上面的蝴蝶做得栩栩如生 整只蝴蝶上 点缀着打磨圆润的小颗翡翠 一颗颗的排列着 将这只蝴蝶打扮得异常的好看 苏罗得了一个八宝镯子 他戴在手里的时候 还时不时地看一下 看起来喜欢极了 买完了首饰 一行人便坐着马车回府了 李氏要去正院那边送新买的布匹 苏管带着小桑回了馆园 避开所有人的目光的时候 这才敢将他一直握在手心里的褶纸打开 上面的字迹清淡飘逸 似是风过云端 明日午时 风雪楼秋兰居见 警员 苏管想了好一会儿 才想起警员是谁 李林姓李明林 自警员 故此也称李警员 只不过 这李公子瞧着 也算是正人君子 怎么也敢私下给人写信 还敢约他见面呢 罢了 他都敢问他 愿不愿意嫁他了 还害怕写信 苏管坐了起来 摘了白色的公纱灯罩 用火折子点了里面的蜡烛 将手中的纸张烧成灰烬 小桑打水进来的时候 刚好见苏管将灯罩照上去 里面的蜡烛也吹灭了 他闻到了那一股味 惊异地问了一句 姑娘烧的什么呀 苏管道 一张纸罢了 小桑不敢多问 只得说 那姑娘下次叫婢子帮你 这火苗可烫了 伤了姑娘的指头可不好 苏管应了一声好 夜里苏管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辗转反侧地 一会儿想着离开苏府 和苏染争斗的漩涡 一会儿又想着李林 看着她是微微含笑的脸 她回想起书中记载着 这李林倒是一个证人君子 虽说拿着玉佩上前来求亲 但是最后见苏家的姑娘 互相明争暗斗 又发生了原主亡死的事情之后 苏家的姑娘 她是一个都没娶 还了玉佩 离开了地城 而后在后书之中 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苏管想了想自己的未来生活 这重生女主 和穿越女斗的你死我活 她没有这种智商 很容易炮灰 倒不如答应了李林 远离这是非之地 至于她家境贫寒的事 那都不是事 她没钱 可她有啊 原主母亲越是的嫁妆 日后都是她的 这日子 就算是平平淡淡的 那也极好的 这样一想 她心中便有了决定 隔日一早 刚刚经过早时 苏管便去了一趟御华院 去拜见了苏巡和李氏 高门大宅 叫女要闲尽闲得 风雪楼来来往往的人多 没有兄弟或是长辈的陪伴 家里人都是不准许去的 所以想去先要找借口 去干别的事情 然后顺道再去 昨日偶然听闻 玉香阁近日入了一批新的脂粉 其中有一个名为青烟的口汁 据说是南边传过来的 素描淡雅 乃是闺阁女子的心头爱 女儿今日想去看看 苏巡文言哈哈大笑 阿管如今也是到了要打扮的时候了 去吧去吧 去账房这些银子 父亲给你买 苏管甜甜一笑 谢过父亲 第十六章 玉香阁之行 高门大宅的千金贵女 出个门可不容易 大家士族将姑娘叫养在闺阁之中 少见外客 一年到头出门的机会不多 告知当家主母 带上婢女护卫 方可通行 如今静宁侯府的后院是王氏在管 苏管要出门得过他一关 先请示他 得了同意传话下去 然后出门的时候 门口的守卫才会放行 小慎还在休养 苏管带上小桑 另外还带上了苏巡给他安排的两个护卫 大摇大摆地出了门 此时门口处也准备了带不用的马车 四人上了马车 苏管与小桑坐在马车里 两位护卫则是坐在车厢帘子门口 与车夫坐在一起 车夫驱车往前驶去 马车摇摇晃晃 苏管拢了拢自己的大袖衫 伸手摸了摸宽大的袖子 上面心桃花纹 纹路细碎 他伸手扶了一下发病之间的花簪 然后问道 小桑 我今日的打扮可是还行 行的 姑娘最是好看了 小桑说完使劲地点头 自家姑娘自然是好看的 小桑觉得 世间上没有比自家姑娘更好看的人了 此时 苏管穿着一身丁香色的衣裙 衣裙素牙婉约 大袖衫的衣员出袖着一圈春桃 添了几分俏丽 耳上坠着一颗粉色的水晶珠子 竖着石下姑娘家最喜欢的刘苏季 发肩仅是插着装点的一只香宝石 必洗花簪固定 马车行驶的时候有些晃动 他头上的簪花花瓣 花碎 轻轻地晃动 美丽婉约之中 带着少女的娇俏美丽 苏管听小桑这么一说 心头放心了一些 苏管其实是个很脚踏实地的人 也不喜欢去空想有的没的 他硬邀钱去见李玲 自然是想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见人 虽然说 如今他和对方并没有什么感情 只是觉得 是个合适的人选 可是感情也是可以培养的嘛 要是互相喜欢上了 那可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 可是这打扮也讲究技巧的 李家没钱 李玲也是个穷小子 要是他太花俏了 肯定是会让对方不喜的 纠结来去 也就是这一套美的清新脱俗 车子在街道上行驶 约莫小半个时辰 约40分钟 便到了玉香阁 玉香阁坐落在地城 最为繁华的一条街道清河街上 那一处街道 临近着地城的那湖碧波湖 若是靠在街道外边的阁楼 远远的就能看到碧波湖的风景 风雪楼就坐落在碧波湖边上 与玉香阁隔了不是很远 便是走路过去 也就是一盏茶 15分钟的时间 苏管说了 要去玉香阁 自然是不能不去的 便是坐坐样子 那也是要走一趟的 各府的马车都印有标签 苏管的马车 刚刚到了玉香阁门口 便有一位阁内的侍女 玉和前来招待 小剩下的马车 然后拿着小凳子 扶着苏管下车 玉和迎上前去 笑容亲切地开口 六姑娘今日 怎么亲自来了 玉香阁是地城有名的香阁之一 做的就是姑娘们的脂粉生意 往日里这高门大宅 要用他们的东西 派人来通知一声 自然便有人将东西送上门 供他们选择了 像玉和这样的侍女 玉香阁里有十二个 各自负责招待 几个府邸的夫人贵女 静宁侯府的事情 便是玉和负责的 对于静宁侯府的几位贵女 她自然是熟悉得很 整日待在府中闷得慌 出来走走 一会儿再去风雪楼 听书喝茶 苏管笑着 与她一边说话 一边往玉香阁里走去 听说你们店里 来了一款新的口汁 名为青烟 颜色淡雅宜人 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那是江州那边送过来的 六姑娘也知晓 江州那边的姑娘 比不得咱们地城的贵重 也多数诗书传家的士族 尤其爱淡雅的装扮 脂粉也偏爱素淡 这款青烟的口汁素淡了些 可若是日常穿着便装在家中 倒是非常合适的 地城的贵女们 出门都是要好好打扮的 可是在家中便随意了一些 只是在家穿的素牙 也不失粉袋 未免显得寡淡 此时涂上少许的青烟 口汁增添了几分颜色 除此之外 还有一款新桃的口汁 这口汁 同共就得了几盒 玉盒一会儿去求求掌柜的 让她拿出一盒给六姑娘 我瞧着六姑娘今日的装扮 倒是像是春日的桃花一般好看 配这口汁 正是合适呢 苏管原本是没这些心思的 来玉香阁 也不过是一个借口 可是听她这么一说 觉得今日也不能白来 于是便到 那便拿来看看 好嘞 六姑娘 咱们往后面的院子走 我让人准备准备 嗯 苏管跟着玉盒 往后面的院落走去 小桑跟在她的身边 车夫驾着马车 去边上的空地放置 护卫则是留在 玉香阁外面的招待大厅等待 玉香阁做的是 姑娘妇人的生意 所以 男子和随行的护卫 都得留在一楼的大厅等候 玉香阁不小 光是门面的这一栋阁楼 便有三层 从大厅走进去 更是有一个小院落 里头亭台楼械布置的 都是极其惊讶的 二楼和三楼 都是对外开放的 姑娘和夫人门口 可以上楼挑选汁粉 可后面的小院落 平时只招待一些贵女 和贵夫人 玉盒领着苏管七拐八拐之后 便到了那院落 在一个临窗的水泻茶座边上 坐了下来 有穿着轻衣 娇金如裙的侍女 珍水煮茶 笑问苏管 六姑娘要喝什么茶 苏管目光扫过四周 水泻淋着一池小池 上头有荷叶尖 中间微风吹来波光涟漪 素白的沙漫轻晃 有一串竹质的风铃挂在边上 风来是发出一阵悦耳的脆响 实在是一处享受的好地方 她笑问 你这儿 有什么茶 侍女答曰 近来阁里最好的 便是碧罗春 龙井与云雾 更有白莓茶 勺药茶 茉莉茶 苏管点了点头 那便云雾吧 侍女应了声 然后低头安静地煮茶 红泥小火炉烧得旺盛 不一会儿便烧开了热水 流水 期间有茶水热气苗苗 似有云雾 一杯茶 很快就放到了苏管的面前 六姑娘请茶 云雾茶大多数来自庐山 因庐山有紫兰雾所之名 故此将这雾兰滋润的茶 称之为云雾茶 也称庐山云雾 庐山云雾茶外形饱满秀丽 色泽嫩 茶汤悠香如兰 宛若碧玉 入口醇厚未干 饮汁便是难得的享受 便是苏管于茶道不善 可饮着这茶 也能品出些滋味来 第十七章 风雪楼见李公子 一盏茶吧 侍女为苏管添茶 苏管让小桑也坐下来 让主茶侍女分了他一盏 两人又复喝了一盏 才见玉和带着一行人 捧着托盘 鸟鸟走了进来 在托盘的上头 放置的便是一盒和精巧的 脂粉盒子 六姑娘 这些都是我们最新的脂粉了 玉和让人将那些盒子 放了下来 先是将苏管说的青烟给他看了 并且拿了试用的一个小瓶 抠了一些放在一个鸡蛋大的小瓷碗上 让一名侍女来试用 那侍女穿的素雅 不失粉袋 便是轻轻一点青烟的口汁 便像是点缀一般 让他寡淡的颜色变得鲜艳了起来 苏管眼前一亮 觉得很满意 玉和又拿出了那款星桃 说是和苏管今日的装扮十分适宜 让他试一试 苏管对于这款青烟很满意 对于玉和极力推崇星桃 也有些异动 于是便擦掉了自己原本的唇装 让小桑给他用星桃试用装上了一个 极美 玉和眼睛都亮了 六姑娘果然是适合这个 也不用镜子 苏管靠着水泻的栏杆上水中一看 灵水照花 花容娇美 她的肌肤白皙 鼻子秀挺 秀质的眉形 一双水润的秋水眸 尤其是那珠唇之上 涂上了这一款星桃 像是饱满的水蜜桃似的 粉嫩水润 再配上她这一身丁香色的衣衫 实在是极配的 苏管心头满意 就这个了 不用洗下来了 苏管心情不错 另外还挑选了一些东西 脂粉清袋 还有一款新出的香膏 另外还买了两大盒子的一亩草榴盐粉 苏管听说了各种功效之后 简直是开了眼 你以为古代没有化妆品护肤品吗 那你就想错了 古代的花样也很多的 比如这梅袋 比如口汁 腌制水粉 再比如这一亩草榴盐粉 香膏 花露 枣豆粉 桑白皮粉 梅袋用来化梅的 口汁用于唇妆 或是防止开裂 水粉是底粉 胭脂类似腮红等用途 一亩草榴盐粉类似面膜 只要加点水搅成糊糊 涂在脸上 就有美容护肤的功效 枣豆粉是用来洗澡的 便宜的枣豆粉简单 但是贵的那些 就添加了不少的 对人体有好处的药材 桑白皮墨成的粉末 则是可以用来洗头 可以治疗脱发头屑 头皮臊痒之类的 苏管选了一些就不要了 东西虽好 他也不缺钱 但是这玩意的保质期 还是有限的 他实在是用不了太多 另外 让小桑选了两款脂粉 送给他和小盛 这两人是苏管身边的大丫鬟 照顾人也用心 苏管可不想亏待了他们 愈合命人 将苏管挑选的东西装好 然后亲自送到了马车上 小桑拿着银子结了账 一行人便出了玉香阁 眼瞧着也差不多是中午的时候了 苏管道 此时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不如去风雪楼听书吃茶 晚些再回去 小桑文言更是眼睛一亮 好啊 姑娘 咱们去吃茶听书 风雪楼地城有名的茶楼 在那里可以听书看戏 品茶吃点心 是地城人消遣时日的好去处 也是打探消息吃瓜的好地方 地城里的人一有空 便往那里去 故此 两位护卫也不宜有他 让车夫驱车过来 然后一行人上了马车 往风雪楼赶去 等到门口了 有一护卫快速上前去定雅间 车夫驱车去停车 小桑和其中一个护卫 护着苏管往里面走去 免得来往的人冲撞了他 等三人进了风雪楼的大门 那护卫已经将雅间定好了 正在二楼仓雪阁 风雪楼一共三层 呈正方形 四边都是阁楼 中间则是空出了一个大院子 大院子之中设有高台 平日里有说书先生 或是唱戏唱曲的人 一楼为大厅 大厅是就地摆放桌椅的形式 招待的便是平常人家 大约只需一钱银子 0.12银子 约为100铜钱 便可以在一楼寻一个位置 喝茶吃些东西 听书喝茶一整天 二楼则是分了雅间 屋舍的中间 坐了一道走廊 将房子左右分开 喜欢听取看戏 便有靠庭院窗户的雅间 若是喜欢看风景的 便有靠碧波湖那边的雅间 想要看街道上人来人往的 也有靠街道的雅间 仔细算下来 一栋阁楼从中间分开 又各自分为四个雅间 便是八个雅间 一共四栋小楼 故此 就是这二楼 便有了32个雅间 这32个雅间 分别都取了一些雅名 再往上三楼的雅间 则是比二楼的大上两倍 由32个雅间 也变成了16个雅间 这16个雅间 则是以季节命名 李林所在的丘兰居 正是四丘雅间 其中的一个 一行人上了苍雪阁 便有小二哥 来询问茶水点心 苏管吃过了庐山云雾 此番便点了白牡丹 有茶博士前来取水烧茶 不一会儿便茶香四溢 苏管吃着糕点喝着茶 心情还算不错 吃了一会儿 他便开口 南街那边的 瓜子酥配着这茶水好吃 还有北街那边的酱饼 你们二人去替我跑一趟 两位护卫文言对视了一眼 有些不愿 其中有一人道 六姑娘 要不且等等 属下先去买瓜子酥 然后再去买酱饼 苏管眉头一挑 却道 那岂不是买回来 我都要走了 你们且去吧 不用担心我的安危 我就在这里 坐着吃茶听书 能有什么危险 快去吧 我还等着吃呢 怎么 我使唤不动你们吗 这两人是苏寻手下的人 对于苏管 这个主子哪里赶不进 道了一句不敢 见苏管没有松口的意思 心想着这二楼 雅间下面的人也上不了 冲撞不到自家姑娘 于是便点了头 行礼后 便下楼去买东西去了 苏管见二人离去 立刻便挥手 让茶博士下去 然后带着小桑 离开沧雪阁 小桑脸上露出了 困惑的表情 刚刚走到走廊上 她便问 姑娘 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 咻 苏管示意她 不要大声说话 我们上楼去见一个人 小桑吓了一跳 见谁 见李公子 小桑猛了一下 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神 什么李公子 第十八章 你不必担心 高门贵女身边的大丫鬟可不一般 平日里只需贴身伺候小姐 旁的事情 一概有下边的人去做 如同傅小姐一般 但是 有些事情 是不可触碰的底线 要是自家姑娘 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一定要努力劝说 万不可让主子做错了事情 要是真的 闹出什么事情 主子可能受的惩罚不重 但是第一个死的是 他们这些避雨 比如这厮惠外难 那更是万万不能做的 姑娘 不可去 小桑的手都在抖 脸色白的 没有半点红色 苏管安抚他道 你放心 我又不做什么 就见他一面 说不定 他日后便要成为你家姑爷了 姑 姑爷 小桑瞪大眼睛 什么姑爷 自然是 苏管也不好意思继续说下去 总之呢 不用担心就是了 小桑哪里能不担心呢 且不说这是 关乎自家姑娘 和自己一生的命徒 这闹出来 更是要命的 小桑忧心忡忡地 跟在苏管身后 两人上了三楼 到了丘兰居 苏管正想敲门 呼吸顿了一下 心中有些犹豫 走进了这个门 那他这一生 也差不多定下来了 不过想到了静宁府中 还有苏福和苏染这两个人 强烈的求生意识 让他下定了决心 鼓起勇气伸手敲门 请进 里头传来了男子的声音 声音轻轻缓缓地 像是山剑的清泉 苏管呼吸了一口气 推开门来 却见雅间里铺陈着简单 茶座后面装点着一幅精致的山水画 屋内上有两盆盆景点缀 轻衣的郎君 正端坐在茶座后面 此时他低头侦查 一派行云流水 恍惚之间 让人只觉得 这少年郎君 置身于山水之间 他容颜清俊俊秀 身姿如竹 也和人间花都成了陪衬 真真是一个俊俏的郎君 小桑见到这人的容貌 压了一声 然后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是 这是李林李公子啊 姑娘要见的 就是李林李公子 可 可不是说李公子家中清廷吗 姑娘如何能嫁他啊 李林抬眼 见到来人时也微微一愣 眼中似有流光滑过 顿时脸上便有了一些温和的笑容 他站了起来 六姑娘 苏管回过神来 微微脸刃行李 李公子 李林点头 然后抬手 六姑娘请坐 尝尝在下的茶 嗯 好 苏管应了声 然后在茶座的另一边坐下 小桑跟在她的身边 目光紧盯着李林 神情有些僵硬 李林也不在乎 这小婢女落在她身上的目光 仔细地为苏管蒸了一盏茶 然后道 此茶是我在北原那边得来的 称不上什么极品 乃是当地某个游牧民族种的茶 喝着带着几分清甜干爽 六姑娘应当会喜欢的 苏管瞎了一小口 茶汤确实清甜 回味之中 还带着一些甘甜 她问 六姑娘可是喜欢 苏管点头 极好的 李林目光落在她身上一瞬 然后不敢多看 垂某给自己倒了一盏茶 是我唐突了 我今日是想问问六姑娘 觉得我之前说的事情如何 苏管顿了一下 手指微微捏紧 一双明亮的眼睛转了一下 她道 李公子这些话 应当同我祖父和父亲说的 李林一顿 然后突然笑了一下 在下明白了 过几日 在下回登门拜访 她是何等的聪明 自然是明白了她的意思 想要求娶她 也可以 但是她之前的那些话 要说给她上头的祖父父亲听 过了名路 在征求这二位的同意 苏管恩了一声 心头有些发空 一时间尴尬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统共就见了几次的人 她竟然敢决定要嫁给人家 实在是胆子大了一些 不过她又想到了 苏福和苏染之间的争斗 还是觉得 要远离是非 保住小命要紧 李林已经是最合适她的人了 她的那些条件 实在是令她心动 六姑娘 她又喊了她一声 见她低着头不说话 便又给她添了一盏茶 温声道 六姑娘不必担心 临时读书人 自然是说到做到的 许了你的 绝无反悔 苏管呼吸了一口气 心中稍安 多谢 李林见她安定了下来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她想求娶她 自然是不希望 她因为这件事惶惶不安的 只是有些事情 又不能现在同她说 让她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待日后定了了婚事 定然要多相处相处 好让她安心些 她这样想着 无需客气 李林温和地笑着 我前几年在各国都待过一段时间 最近才回来东赵 手头上也有些有意思的东西 若六姑娘喜欢 下次便送来给姑娘 如今她便是想送也不合适 两人身份未明 若是不经过长辈同意互赠东西 那便是成了私乡寿寿了 所以她便忍住了 原本她就打算着 将那些东西送给她 让她高兴高兴的 她希望她欢喜的 苏管没有硬下来 到时再说吧 李林笑着将茶座边上的一个提核 装食物的盒子 推了过来 我让人给六姑娘做的点心 六姑娘拿回去再吃 我便不留你了 快些回去吧 李林心中还是想和她相处一会儿的 但也知道 她出来一趟不容易 能见她的时间也不多 而且被人发现了 那对她很不好 所以还是让她早些回去 此番见面 她只想确定一下 她自己愿不愿意 若是不愿 她今日大概便不会赴约了 既然来了 也便表明了她的决定 接下来的事情 她也要安排好了 剩下的事情有我在 你等着就是了 苏管文言脸色微红 小声地应了一声 然后提着提核 带着小桑离开 等出了门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两人从三楼下来 回到了二楼 苏管想了想 总觉得又那里不对劲 等在茶座边上坐下来 想起去给她买东西的时候 才想起 不对啊 她今日将自己打扮得这么好看 对方都没有认真的看她一眼啊 小桑 你说她是不是眼瞎了 第十九章 苏若回复 小桑在猛然之中回过神来 奇怪地问她 什么 苏管一顿 到底不愿意说自己 刻意打扮对方 却不看自己一眼的事情 小桑也不在乎她想说 急忙是问她 姑娘 你和李公子是怎么回事 苏管道 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她是个不错的人选 你且放心吧 我若是嫁了她 定然将你和小圣安排妥当的 苏管自然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小桑小圣 这两人十分的贴心 而且照顾了原主这么多年 她要嫁给李玲的话 李玲身份不高 日后她的禁欲与她一般 再加上故土偏僻 到时候 她想要给这两个姑娘 找个好一点的人家 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 她也会尽心地帮忙安排 也不枉费他们 和原主这主仆一场 小桑一听 也不管那李公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使劲地摇头 姑娘莫要抛下奴婢 姑娘去了 奴婢也要去哪 婢子和主子 素来都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 他们拥有多年照顾的情意在 主子对他们的事情也很上心 若是换做了别人 那是死活都没人管的 小桑眼泪都掉下来了 姑娘 你千万别赶我们走 好了好了 我这不就是说说吗 哭什么呢 苏管叹了一口气 然后拉着她 在茶座那里坐了下来 亲手给她倒了一盏茶 小桑擦了擦眼泪 有些惶恐地把茶盏接过来 姑娘 奴婢 奴婢自己来 那 喝吧 苏管小声道 我也是为了你们着想 怕是以后找不到好的 要是你们不愿意 当我没说就是了 不要哭了 小桑点了点头 果然不哭了 姑娘去了 奴婢便去了 不管姑娘将奴婢托付给谁 谁还能比姑娘对奴婢上心呢 他们无依无靠 地位也低微 在这个世间上 也只有自家主子会关心他们一些 留在主子身边 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苏管一顿 确实也是如此的 于是便道 那就不说这些了 好 小桑使劲地点头 冷静下来小声地问苏管 那姑娘 李公子是怎么回事 苏管无奈 值得解释一下当初的事情 然后道 你也知道 你家姑娘是什么样的人 李公子的条件 很是适合 小桑自然是明白的 自家姑娘性情温和善良 与世无争 要是嫁入高门大宅 那是很容易吃亏的 一不小心 什么时候把命丢了 都是有可能的 要是李公子都不纳妾 虽然穷了些 但确实是适合自家姑娘的 只是 只是 小桑忐忑了好一会儿 然后问 那我未来小主子怎么办 自家姑娘家底丰厚 娘家和外家强大 就算是嫁了李玲 这样的人 这一辈子 也是能过得不错的 就是可怜了未来的小主子 没有个可靠的家族 日后怕事不好过 苏管的脸颊为红 哎呀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想远了 小桑叹气 怎么能不想呢 那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苏管道 好了好了 待过几日 李公子怕事要上门了 这事情 你心底有个数 带出了这个门 暂时就不要提这个事情了 说着他便将李玲送他的提盒打开 提盒分为三层 里面装的都是精致的点心 第一层是芙蓉卷 第二层是莲花酥 第三层是红豆糕 点心的模样也十分的好看 芙蓉卷如同春卷 莲花酥如同一朵朵含苞带放的莲花 外表粉红 往中间一看 微微裂开的口子 有些黄色的花蕊 看起来栩栩如生 红豆糕是白色的透明糕点里 含着一颗颗煮熟的红豆 切口出也有一些红豆露了出来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 苏管大方地分了 挤快给小桑 吃些吧 我吃不完 小桑呕了一声 低头吃着糕点 他碾了一块红豆糕 仔细一入口 便觉得眼前一亮 刚想说一句赞美的话 却见自家姑娘 就着茶水欢欢喜喜地吃着一个莲花酥 那模样像是吃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算了 也不用他说了 不过 李公子送的糕点 真的好好好吃啊 主仆二人就坐在沧雪阁里 吃着糕点听着楼下的说书 也没去将茶博士喊回来 小桑接过了泡茶的活 他虽然比不得那茶博士专业 可到底是高门贵女身边的大丫鬟 泡茶自然是会的 两人坐了大约半个时辰 那提河里的糕点都被消灭了 苏管吃完 觉得肚子有些撑 伸手摸摸肚子 觉得晚饭都可以不用吃了 就是这么好吃的糕点吃完了 稍微有些遗憾 也不知道李林从哪里买的 下次见面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问问 这个时候 两个护卫也买了 瓜子酥和酱饼回来 不过苏管也没有胃口了 直接将东西打包回府 刚刚到了门口 却碰见了他的大姐苏若 苏若由着婢女扶着下车 见到苏管 还同他打了个招呼 六妹 大姐 两姐妹都由婢女 扶着走了过来 苏若脸色很不好看 但是她稍微克制了一些 大姐是回来 看三姐的吗 正是 苏若几乎是咬碎了牙齿 我倒是想问问父亲是什么意思 我妹妹平白遭了这样的罪 人还能好好的 简直是岂有此脸 苏若和苏玲 是一母所生的姐妹 生母正是府上的蛇姨娘 蛇姨娘本是苏旺的通房 后来苏旺娶了嫡妻 将蛇姨娘扶上了姨娘的位置 在杨氏生了苏贱之后 便连续生了苏若和苏玲 这让杨氏恨毒了她 苏若虽为庶女 却是长房长女 地位比府中其他庶女要高一些 嫁的是平白猴次子 她为人聪慧宽容 日子过得不错 在平白猴府地位不低 行了 我不和你说了 先进去了 说着她便风风火火地往大门里走去 那身影像是一只偏蝶 苏管看着她的身影 稍微有些出神 小桑跟在她的身边 见她不动 小声地问 姑娘 怎么了 大姐回来了 苏管叹了一口气 再次相信 自己选择李林是对的 家里又有得闹了 第二十章 附近 这世道不公啊 苏若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昔日杨氏为了对付蛇姨娘 和苏若苏玲姐妹 总想着给她找一个看着风光 其实里头什么也没有的 后来倒是让平伯侯夫人看中了她 聘取她为次子的儿媳 平板猴府 虽然大不如从前了 可是人家有两个不错的儿子 如今平板猴 已经将爵位传给了大儿子 两个儿子齐心协力 平板猴府慢慢地也好起来了 为此 杨氏几乎是咬牙切齿 苏林的亲事 还是苏若出力促成的 那是户布侍郎家中的数字 户布侍郎臣大人嫡子早年过世了 也就一个数字 苏林要是嫁过去 已经是她现在最好的选择了 如今苏福弄出这些事情来 原本自家人关起门 不要往外转 这事情就过去了 可是不知道陈家从何处得来了消息 竟然派人上平白府 同她说要退清一事 苏若一查 却得知这其中有杨氏的手笔 苏若得了这样的消息 当时便摔了茶盏 气冲冲地上门来找杨氏算账 苏管不知其中缘由 却知道苏若此时回来肯定没好事 他也不愿火烧到自己身上 于是就带着小桑匆匆回了馆院 然后命人将酱饼给王氏送去 王氏出身贫苦 小时候难得吃上一次的就是酱饼 府上经常做 底下的儿孙为了讨他的欢心也吃得多 但是王氏总觉得 府上的酱饼不是他当年的那个滋味 反而喜欢揭示上小摊饭做的酱饼 剩下的瓜子苏苏管分了两份 给苏罗和李氏送去 不一会儿 府上果然是闹了起来 苏若跑去质问杨氏 杨氏不承认 于是便将此事闹到了王氏那里 又过了一会儿 苏管派去打探消息的婢女 脸色灰白地跑了回来 姑娘 姑娘不好了 姑娘 小桑上前道 何事这样慌慌张张的 什么不好了 姑娘好得很呢 那婢女脸色白的没有一点血色 慌张地开口 是三姑娘不好了 三姑娘上吊了 小桑当时睁大眼睛 像是被吓到了 苏管也是吓了一跳 豁然站起来 你说什么 三姑娘上吊了 那现在如何了 碰巧被丫鬟瞧见了 救了下来 夫人已经命人去请大夫了 那就好 苏管松了口气 赶紧带着小桑往苏林住的若林院走去 之前苏若回来闹事 她作为三房的姑娘 置身室外不掺和其中是明智的选择 可此时 闹得苏林都上吊了 她若是都不去看一眼 那就是冷血了 两人匆匆往若林院赶去 刚刚到了院子的门口 便听到了屋子里的吵闹声和哭声 正在争吵的是杨氏苏若和苏福 哭着的是 正是蛇姨娘 苏管建守院门的婢女向她行礼 停下脚步问她 院子里有哪些人 回六姑娘的话 夫人和世子夫人三少夫人都来了 大姑奶奶和四姑娘也在 蛇姨娘也在里头 苏管罢了罢手 踏脚走进了院子 此时苏林已经被安置在她的闺房之中 苏若就在院子里和杨氏苏福吵架 蛇姨娘坐在一旁的台阶上 哭得极其可怜 一身狼狈 要是阿玲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定然不会放过 你们的 苏若的脸色扭曲 阿玲怎么这么可怜 好生生地遭遇这样的事情 这也就罢了 只要她平平安安地嫁过去了 我也不说什么了 可是偏生有些人想让我们去死 祖母 你一定要为阿玲做主啊 蛇姨娘也哭 老夫人 你一定要为阿玲做主啊 夫人不惜我也就罢了 我情愿赔了性命 可是她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我的阿玲呢 阿玲也是世子的女儿啊 王氏的神情恍惚 脸色也是苍白 若不是有婢女扶着 她如今怕是连站都站不稳了 她嘴唇哆嗦了一下 却久久都说不出话来 你们啊 王氏觉得自己痛苦极了 而孙都是债 都是来讨债的 原本苏福和苏染闹出来的事情 苏林和苏管都受了委屈 而苏福这个恶人 却抢到了堂妹的亲事 要嫁去昭王府 无辜的人受尽委屈 而坏人却得到了最好了 她已经觉得对不起两个孙女了 如今没料到 竟然儿媳的心如此的恶毒 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这好好的亲事 就这样不成了 陈家退了亲 阿林日后还有什么好结果 这不是逼人家去死吗 杨氏 你 杨氏 苏管正往院子走去 却听见身后突然大喊了一声 然后便见苏旺快步地越过了她 三两步地走到了杨氏的面前 杨氏正想同说什么 而苏旺却没有给她开口的机会 杨手就是一巴掌拍在她的脸上 杨氏受了这一巴掌 半边脸都红了起来 苏管听着这响亮的巴掌声 吓了一跳 伸手捂住嘴巴 站在原地角都挪不开了 小桑赶紧扶住了她 苏旺也是气得不行 她的脸色发红 呼吸起伏 大声地呵斥 杨氏 你这个毒妇 你别以为我不敢休了你 苏福吓了一跳 生怕苏旺在动手 忙是上前去将杨氏拉开 然后大声地质问苏旺 父亲你做什么 母亲可是你的嫡妻 苏旺气得发抖 阿福 你别以为我就不敢惩罚你了 这其中就有你做的好事 苏若拉着蛇姨娘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 蛇姨娘只顾着可怜地哭着 苏若也掩着帕子哭着告状 父亲 这次 你一定要给阿灵做主啊 阿灵被害得这么惨 可是作恶的人 却可以抢了别人的亲事 嫁给她的心上人 这世道不公啊 父亲 父亲 这世道不公啊 为何作恶的人能过得更好 而被无辜的人 却被一次次地踩下来 他们是想要人命啊 父亲 父亲 阿灵现在生死不知啊 苏旺一阵窒息 心里也是 愤怒得不得了 之前苏福干的这事 已经伤害到了苏灵了 可是没想到 这对母女这次更过分 直接搅合了苏灵的亲事 苏灵怕也是知道了 陈家要退亲的消息 这才生了死之 杨氏 第21章 你为什么不恨呢 苏旺气得又想抬手打杨氏 正在此时 静宁猴感到 大声地喊住了他 老大 你这是在做什么 还不快住手 静宁猴在战场上征战多年 不但武力超群 那嗓门也是大得很 吼一声 能把小孩子小姑娘吓哭 苏旺当即也就停了下来 将手放下 父亲 都在这里闹成什么样子 静宁猴的额头上的青筋都在跳 当王氏派人 告知他这件事的时候 他是气得心肝肺都疼了 原本以为在这地城之中 他这一家子还算和谐 便是王氏心中不喜二房 可也没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可如今 倒是他最看重的长媳和嫡孙女 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妻妾相斗 姐妹相争 你死我活 装装渐渐地 令他窒息 老三媳妇和阿管去照看阿玲 剩下的人都给我到正院去 有什么事情 给我去正院那里说 李氏点了点头 走过来与苏馆站在一起 静宁猴说完这话 便转身离开 苏妄冷哼了一声 然后上前去扶着王氏 紧跟在后面离开 他对妻女也是很失望 现在是一点都不想看到他们 苏若转头看了杨氏和苏福一眼 眼中的冷意极寒 扶着哭得虚脱的蛇姨娘跟了上去 姨娘 莫要再哭了 祖父定然会为我们做主的 苏福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然后问杨氏 母亲 你实在是太不小心了 杨氏也是脸色发白 她就是恨着蛇姨娘 恨着苏若苏林姐妹 不想让他们好过 苏若已经出嫁了 她伸不了手 可是这一次苏林的事情 确实是个好机会 陈家这样的好人家 怎么能给了那个贱丫头 她活该 就是嫁得最差的 一辈子抬不起头 将苏林的事情告知了陈家 陈家退了清 那苏林这辈子 还能说的什么好轻事 只是不知道 苏若倒是有本事的 竟然查到了她的头上 她伸手摸摸 自己被打得高高肿起的脸颊 心底是恨得不得了 蛇姨娘是她心头的一根刺 让她日夜辗转难安 若是不拔了 她心头就不痛快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杨氏咬牙 你放心吧 你祖父是个明白人 你外祖 如今还是礼部尚书大人 过几日 昭王府也要上门来谈亲事了 为了大局 总不能真的将我休了 或是不让你出嫁 杨氏算得很准 静宁侯府 不可能真的休了 她这个世子夫人 要是真的这么干 那就是和杨家结下死仇 而且日后苏福要嫁入昭王府 有了这个一个被休气的母亲 也是遭人耻笑 为了面子 最多也就是关她一阵子禁闭 抄抄佛经什么的 相比毁了她所恨之人一生 这都不算什么 苏福也觉得如此 她自己的婚事 是基本上是定下来了 就算是祖父再生气 总不能不让她出嫁吧 等她嫁了昭王府 以后就是母亲的倚靠 难不成还怕了苏若那女人 想到这里 她稍微松了一口气 伸手扶着杨氏道 母亲 我扶你过去吧 咱们好好想想 该怎么和祖父祖母解释 嗯 母女二人相邪而去 苏管皱紧了眉头 李氏脸色也不好 两人对视一眼 然后转身往苏林的寝室里走去 李氏叹息 日后你离你这四姐远一些 苏管闽纯 母亲放心 我懒得理会她 苏福一招重生 就陷害她抢了她的亲事 苏管就算是对于这门亲事 不怎么在意 那对苏福也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 苏福这个人嘛 觉得自己重生了 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高傲自满 野心勃勃 苏管懒得与这样的人打交道 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陷害 或是推出去牺牲的 李氏也觉得有些疲惫 高门大宅的日子 确实也不好过 好在她家的苏巡还算不错 就是好失文耍风流了些 但是身边却是没有妾室的 便是这个原配留下的妓女 那也是性情不错的 从未给她找过什么麻烦 说起来 她也算是走运了 两人进了苏林的房间 此时苏林已经醒了过来 正坐在架子床边上 脸色苍白 神情木讷 像是失了魂似的 苏管心中有些同情 于是走过去喊了她一声 三姐 苏林稍稍回神 扭头看了她一眼 见识她 倒是没有不理人 就是神情有些僵硬 点了点头 嘴巴动了动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李氏询问她的丫鬟她的情况 苏管则是让小丧搬了一张圆凳 在床边坐下同她说话 你可是还有什么地方难受 苏林看了苏管好些时候 许久之后 似乎是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眼泪也一颗颗掉下来 六妹 我恨啊 恨 怎么能不恨呢 杨氏此举 是要毁了苏林一辈子 说起来这母女二人 确实也是毁了苏林一辈子的 她现在这个样子 再也说不上 比陈家更好的亲事了 苏管静静地拿着帕子 给她擦眼泪 却说不出让她 不要恨的话来 毕竟是人家一辈子的事情 她这个外人 没资格站在边上 说风凉话 刀子落在谁的身上 谁才知道疼 也就是苏林眼中迸发的恨意 让她有些头皮发麻 时至今日 苏若苏林 怕是要和杨氏苏福这一对母女 不死不休的 而且 此事的结局 大概苏管也能猜到 静宁侯府不可能和杨家翻脸 将杨氏休憩 杨氏依旧做的她静宁侯世子夫人 苏福依旧要嫁入昭王府 做昭王府的少夫人 最终受委屈 毁一生得不到公证的人 还是苏林 也就是她母亲是个姨娘 没有什么靠山 任由搓磨 死了也就死了 苏林突然抓住苏管的手 六妹 你也恨苏福对吧 苏管微微皱眉 然后摇头 认真说 其实我不恨的 苏林愣了一下 手中突然用力 眼泪就掉下来了 不恨 你为什么不恨呢 苏福那个贱人 他抢了你的亲事 那是昭王府的公子啊 他当初还害了我们 你为什么不恨呢 他那样的人 怎么配嫁到昭王府去呢 第二十二章 我不服 我不认命 苏林哭了起来 为什么受害者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而恶人却没有得到 应有的惩罚 反而将要过得更好 难道都是命吗 不啊 怎么可能是命啊 凭什么啊 苏林咬紧了牙关 六妹 我不服 我不认 我不服 苏林的面目猙獰 神情崩溃 似乎有些疯疯癫癫的 苏管叹了一口气 伸手拿着帕子 给他擦眼泪 若是你不服 便站起来好好活着 别寻死觅活的 你若是死了 伤心的也就是你姨娘和大姐 人家怕是巴不得你死呢 天下好男儿多的是 总要好好生活下去的 苏管不否认 自己很佛很咸鱼 苏福抢了他的亲事 得罪了他 他倒是没想过 要好好报复苏福 最多就是想过 让赵明掌好好活着 让赵明延在兄长的手下 做一辈子的顽固少爷 让他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罢了 而他自己 他也没想过 要嫁得比苏福好 将他踩在脚底下 以泄心头之恨 他想要过平静安定的生活 为自己活着 而不是为了出那口气活着 综合许多条件 他才决定要嫁给李灵的 苏灵惨然一笑 天下男儿再多 却没有那个和陈家公子 一样合适我的了 难不成我还要嫁给 那等寒门子弟 那是绝不可能的 我苏灵怎么说 也是侯府千金 苏灵是庶女 地位和嫡女之间 就是一道巨大的鸿沟 像是苏若 她是长房长女 若她是嫡长女 便是嫁给赵明展 这样的王府世子 都是够的 可因为她是庶女 最终只能嫁了个 平摆侯府的次子 而且 人人都觉得 是一件极好的青史了 陈家那儿子 虽然也是个庶子 可陈家没有嫡子 日后陈家家业也是她的 苏灵得了这么青史 那是做梦 都要笑醒了 如今退了清 美梦破碎 将她所有的希望都击碎 故此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 苏管顿了顿 到底是觉得她可怜 但依照她的身份 和苏福对上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于是便打算劝她两句 寒门子弟也未必没有好的 行了 我执你好心 我与你不同 你没了青史 还有父亲谋划 再不计 还有郑国功夫 怎么这也不会太差 我与你不同 若是别的姐妹和苏灵说 这样的话 她大约要一巴掌上去了 可是到底是是苏管 苏管同她一样也是受害者 如今说这话 她也当作对方是在劝她 只是她自己不甘心啊 苏管嘴巴动了动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不过个人 有个人的想法 她觉得 远离高门大宅的是非争斗 过自己富足安定快乐的小日子 才是最好的 可苏灵却受够了地位低微 受人欺负的日子 想要出人头地 而嫁个好人家 是她唯一的出路 杨氏和苏福断了她的生路 可见她心中有多恨 苏管可以料想到 日后的静宁侯府 该有多精彩 你自己考虑清楚就好 李氏一一地将事情安排下去 然后让若灵院里的人 好生地伺候苏灵 这才带着苏管回了御华院 路上的时候 两人沉默不语 带回到御华院 苏灵才回到御华院 苏灵今天也被静宁侯喊了回来 去了扶平院 也知道事情的发展 回到之后 也是黑着一张脸 阴沉得有些吓人 夫妻两人一同吃饭的时候 李氏才问了她事情的进展 苏旺气得要休妻 杨氏抬出杨家来 然后又提了苏福的亲事 要是这个结果眼上 苏福的生母被修 怕是很不光彩 赵王府肯定会有意见 而杨氏作为静宁侯府的世子夫人 若是被休妻 与杨家和苏家都不是好事 苏若也多不承让 闹得很厉害 扬言道 若是不秉公为苏灵做主 他就将事情告到府衙去 好让帝城府引盼一盼 事情到了这里 他也豁出去了 不怕丢人 最后 静宁侯让人将杨氏和苏福 禁足在他们的院子里 明日请杨家的人上门再做定论 李氏听了直叹气 我之前以为大嫂和四姑娘是个好的 没想到的 竟然是个心肠狠毒的 杨氏是笃定 府上不会因为蛇姨娘和苏灵这个庶女 和杨家翻脸 再加上她的女儿 即将嫁入昭王府 所以才这样肆无忌惮 苏巡听着李氏的话更是生气 日后你少和他往来 李氏也是怕了 自然是不敢再与 这一对母女往来的 原本他还觉得 静宁侯府还算不错 兄弟姐妹之间感情也挺好的 此番杨氏和苏福惹出来的事情 像是将那一张和谐的脸皮撕了下来 这才让他发觉 原来静宁侯府 与别的高门大宅也没什么两样 表面一派荣光 内里明争暗斗 好在他的夫君还算得上不错 也没那个小妾生个孩子出来气他 最近这些日子 你好生照顾几个孩子 阿管的亲事也该提上日程了 早些定下来 也早些安心 苏巡呼吸了一口气 我这心头最近不安得很 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过几日 我去一趟他外祖父那里 也请阿管的外祖父外祖母看看 苏巡的原配乐室 虽然是庶女 但却是镇国公府唯一的姑娘 她的生母 是镇国公夫人的 从小伺候多年的大丫鬟 也是镇国公夫人做主 抬了她为妾室的 后来那妾室过世之后 乐室也一直养在镇国公夫人膝下 将她当成亲生女儿一般 也好 李氏也是心惊肉跳的 要是能寻得好的 定下来最好 好在他女儿苏罗还小 暂时参合 不到这些事情里来 李氏觉得 最近家里事情太多了 得需要找个时间去庙里拜拜 也好为一家老小 祈求一下平安 夫妻俩忙了一天也是累了 洗素完毕也睡了下来 这箱的苏馆却是睡不着 夜里做了许多的噩梦 梦见苏福和苏染 斗得你死我活 梦见苏林和苏福 也斗得你死我活 最后 自己在这三人的争斗下 被炮灰了 梦境零零碎碎 反反复复地 死了一次又一次 她想要睁开眼 却觉得眼睛有千斤重 像是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将她拽入了梦境之中 待到她努力睁开眼的时候 窗口已经有阳光洒了进来 小桑哭的眼睛都肿了 姑娘 你可算是醒了 第二十三章 苏馆生病 李公子的礼物 苏馆想要说话的时候 才觉得自己的喉咙干涩发疼 浑身也酸疼地难受 小桑哭着道 姑娘快别说话了 我给你倒杯水去 小桑让下头的人 端了一杯温水过来 扶着苏馆坐了下来 然后为苏馆喝下 苏馆才觉得舒服了许多 有了说话的力气 我这是怎么了 小桑红着眼道 医女说 姑娘被吓着了 这才犯了梦夜 休息两日就没事了 其实 昨晚是守夜的婢女 发现不对劲的 忙是将人喊了起来 又派人去请了医女 天还没亮的时候 还为她喝了一些药 这才安定下来 这会儿 时间已经将近五十了 苏馆一直不醒 小桑急到不行 苏馆虚弱道 我没事 让人打盆水来给我洗洗 准备些吃的 有些饿了 小桑急忙硬下来 哦 好 奴婢立刻叫人去 小桑的动作很快 让人打了一盆水 亲自给她擦洗了脸 然后煮好的莲子粥 便送了上来 姑娘早上什么都没吃 医女说 先让姑娘喝些粥 苏馆嗡了一声 然后接过粥慢慢地喝着 粥喝到一半 李氏便带着苏罗 从门口进来了 苏罗放开了李氏的手 快步地跑了进来 担忧地问道 六姐 六姐你没事吧 六姐没事 苏馆将粥递给一旁的婢女 李氏却道 你吃你的 我和阿罗就在一旁坐一会儿 苏馆点了点头 然后将剩下的半碗粥喝了 拿着帕子擦了嘴 又喝了半盏温水 坐在那里 和李氏苏罗二人说话 李氏与他说了一些 要注意身体的话 然后话音一转 说起了苏巡 你父亲知晓 你病吗 担心得很 今日早上还闹到 你祖父那里去了 苏馆手一顿 怎会 医女说 你受了惊吓 苏馆仔细一想 也是明白了其中缘由 苏巡怕是觉得 苏林昨日上吊的事情 将他给吓着了 所以就去给静明侯讨说法 要惩戒杨氏和苏福 这两个罪魁祸首 说起来 如今苏巡对掌房这边怨气很大 一来苏福勾了苏馆的未婚夫 又陷害苏馆 差点就害了他 再来这次 这母女二人做出来的事情 实在是令人耻寒 将苏馆吓出病来了 李氏犹豫了好一会儿 然后才道 阿馆 你好声劝劝你父亲 苏馆的手顿了一下 瞳孔微微一缩 李氏未尽之意 他仔细一想也明白 那到底是掌房 任后苏旺是要继承静明侯府的 若是此时苏巡与苏旺反目 日后定然逃不着什么好处 而苏巡自己 身上也没有什么官职 不过是个靠着祖阴的三老爷罢了 与掌房作对 与自己很是不利 苏馆的嘴角微泯 心中有些想笑 昨日李氏同他说 让他少和四姐来往 他当他是关心他的 可是转眼这个时候 他却让自己劝说苏巡 稀释宁人 他不愿和掌房太多的来往 同样的 也不愿意得罪了对方 要是换做他自己的闺女 遭遇了这样的事情 估计四个人家的心都有了 苏巡道 母亲放心 我会劝说父亲的 李氏有些尴尬 好一会儿见苏巡壁上 也不愿说话的样子 指得道 那你好好休息 我改日再带阿罗前来看你 苏巡点了点头 小桑 替我送一送 小桑应了一声事 然后恭恭敬敬地 将李氏和苏罗送出了院子 带到回来的时候 仗鼓鼓着一张脸 显然是很生气 苏巡笑了笑 然后问他 你在气什么呀 小桑道 夫人这次也太过分了 也不顾念姑娘遭受了这样的罪 苏巡无奈地笑了笑 也不必在意 小桑愤愤不平 要是姑娘母亲还在 姑娘何必受这样的苦 她的顾忌也是没错的 我总该为父亲着想一二 苏巡想通了之后 也不怎么在意了 然后问他 小参好些了吗 当日小参被抓起来的时候 吃了不少苦 差点就丢了半条命 若不是苏巡得了李玲的相助 得正清白 估计他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好多了 小参让奴婢来谢谢姑娘 谢倒是不用了 让他快些好起来 回来做事就是了 你一人忙不过来 奴婢肯定告诉他 让他好好养伤的 苏巡有些累了 躺下来又睡了一会儿 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小桑神秘兮兮地凑了过来 然后从帕子底下放出一个东西 一只栩栩如生的木雕小松鼠 那小松鼠憨态可居 用的是上等木料雕刻 一双眼睛 用的是两颗白中带黑的宝石 小松鼠有长长的尾巴 站立的时候 双手抱着一个松塔 小桑将小松鼠放到了床上 拉了一下尾巴后面的机关 然后那只小松鼠 就哒哒哒地跳了起来 尾巴摇摇晃晃地 抱着松塔的小手 像是在作一 苏巡顿时被蒙的心都化了 让小桑将小松鼠抱给他 放在边上玩了起来 小桑 真是太可爱了 你哪儿的来了 小桑脸皮僵硬地笑了笑 然后凑过来小声说 就 就李公子送的 李公子 李玲 小桑压低了声音道 也不知道李公子 从哪得知姑娘病了 就托了下人 给送到奴婢手里 让奴婢送过来 好给姑娘姐们 小桑是出门 给宿管买东西的时候 碰上李玲的人的 对方将东西给他的时候 他还不愿意收 开玩笑 他怎么可能替姑娘 收外男的东西 可是这小东西 实在是太可爱了 他扛不住 觉得姑娘肯定会喜欢 就 就给带回来了 宿管将小松鼠 放在怀里摸了摸尾巴 心头发软 他怎么知道我病了 这个奴婢也不知道 小桑伸手抓了一把脸 瞧着苏管高兴的样子 松了口气 也不枉费 他顶着这么大的压力 做了这事 苏管想了想 也不去纠结这事 不过瞧着李玲 送来着这么可心的礼物份上 他心中 对他又满意了几分 这小松鼠瞧着是个玩具 可木料雕工都不差 还用着这样难得的宝石 再加上 还是个会跳的小松鼠 那可不便宜 也不知道 他从哪儿得来的钱 买这些东西 这买了之后 该不会天天吃康宴菜吧 这乡被苏管担心的 没有钱吃饭的李玲 坐在书桌后 冷着一张脸 听着属下报来的消息 脸色也是越来越冷 这静宁侯府 当真是令我开了眼了 李玲这人啊 年纪虽然不大 但走过的地方却很多 什么样的大家士族他 都是见过的 对于士族之间的争斗 他早就看得很淡了 可是听说苏管被吓病了 当时便觉得 心头有一股怒意直冲上来 而且 静宁侯府 还想稀释宁人 今日早上杨家的人 上了静宁侯府的门 经过一番争吵和折腾之后 杨氏还是保住了 他世子夫人的位置 只是被禁足在他自己的院子里 而杨家 则是要给苏林找一门 和陈家差不多的亲事 杨氏要给苏林 准备封后的嫁妆 话是这样说 可是以后怎样谁又知道呢 到时候说找不到 或是找一个外表 荣光内里烂得一塌糊涂的 左右不过一句看花眼了 实在是对不起 可到时候 苏林的下场悲惨 又同谁说 杨家指不定更高兴了 苏若气的发疯 在府上大闹了一场 说得静宁侯和王氏脸上无光 等走的时候 将苏林和蛇姨娘接走了 府上自知理亏 没人敢拦着她 这静宁侯 昔年也是一位豪杰了 如今年老了 反而糊涂了下来 边上有一属下 对于静宁侯的退让很是不解 如此一来 处事不公 苏家的两位姑娘 怕是连她一起恨上了 又有一位属下道 她这般也是无奈了 杨家出了名的不好惹 殷勤也多 这苏家根基浅薄 而且如今皇帝年纪大了 几位皇子明争暗斗 静宁侯手中握着兵权 面上虽然风光 但是一招不慎 便是粉身碎骨 而杨氏的女儿 便要与昭王府定亲 若是杨氏闹出什么事情来 这两家也有得闹了 若是杨氏出了什么事情 昭王府定然是不愿让她再娶苏符 可依照赵明延这小毛孩 被苏符迷得神魂颠倒的样子 怕是不愿意 昭王妃到时候和赵明延闹起来 昭王和昭王世子 怕是也要怨上静宁侯府 说起来 静宁侯也不是不想处置了杨氏 可权势之争却不同战场 犯错就罚 打仗打赢就是了 若是真的休气了杨氏回家 后续引发的诸多问题 就足够他们喝一壶了 行事所逼 不得不委屈 那个可怜的 李林心中有些烦躁 觉得静宁侯府这样乱 提亲一事 要尽早提上日程 若不然苏管待在那里 他实在是很不放心 这样一想 他心中便有了决定 远游 去请静家主过来一趟 静家主 公子 你找静家主作何 李林抓了一支笔 往他身上丢 哪那么多废话 让你去就去 这名叫远游的随从 哦了一声 然后抓住笔放在桌子上 快步地往屋外走去 留下的这个随从笑了一声 这么多年了 他还是这样傻憨憨的样子 说话的人叫九辩 是个口才极其了得的年轻人 他和远游一样 都是李林父亲为李林挑选的随从 远游武功高强 就是性子有些憨憨的 用九辩的话来说 傻不愣登的 九辩心思缜密 专门处理李林吩咐下去的事情 本事和手段极其了得 号称 只要主子一句话 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李林看了他一眼 莫要让他听到了 若不然他还要提刀砍你 九辩笑了笑 他只比李林要大上两岁 不过瞧着 倒是比他大了五六岁不止 模样也有些富态 笑眯眯的 像是一只笑面虎 公子当真是娶那 静宁侯府的姑娘 李林冷瞥了他一眼 婚姻大事 你以为我在说笑吗 九辩道 不敢 我看你是敢得很 赶紧走吧 九辩笑笑便告辞离开 他的这位公子啊 虽然厉害得很 但是吧 有了心上的姑娘 知道他处境不好 那担忧的神情 怎么也掩饰不住 他突然就很想见见 这位六姑娘了 只是可惜 他真不敢 要是敢去了 公子定然是要远游拿刀砍他的 想到这里 他脸色有些黑 远游这个粗汉 每次说不过他都提刀砍人 真是气死人了 苏管这边也听说了 事情的最终结果 小桑不敢指责 静宁侯和王氏做的不对 但是给苏管说起 事情经过的时候 口气里显然也带着一些火气的 苏灵实在是可怜无辜 可那又怎样 一个苏灵而已 怎么抵得过世家的谋算 何府安宁 苏管心情有些闷 喝了药汁 吃了一颗去碎胭制的梅子 看着小松鼠 在桌台上哒哒哒地跳着 鞠躬座椅摇着尾巴 心情稍微好一些 好在 他可以离开这个士族高门之中 接下来这几日里 府上的气氛都有些凝重 王氏因为苏灵一世病倒 静宁侯对于打仗很是在行 但是对于家里的事情 实在是有气无力 心中也觉有有些煎熬 派了人去平摆侯府问苏灵的情况 奈何苏若是个硬脾气的 连门都不让人静 又是将他气得不轻 正在这会儿 却听到下人来报 是静夫人登门拜访 静家素来低调 外头的人也就知道 地城有个静家 却不知其中深浅 然而到了高门大宅之中 却是许多人知道 这静家不好惹 静家盘踞地城百年 传承数代 家底丰厚 家中子弟 虽然不曾有入朝为官的 可却也在各行各业做得极其出色 背后势力更是盘根错节 不可估量 便是最为皇帝心腹之一的静宁侯府 在对待静家的事情上 那也是要客气些的 静宁侯有些奇怪 毕竟自家和静家 并没有什么往来 可此时静家的当家主母前来拜访 自家也不能失了礼数 杨氏正在静族中 姜氏和李氏也撑不起场面 于是他只得将还在病中的王氏拉了起来 让他招呼客人 王氏知道事情的轻重 自然也不敢怠慢了人家 换了一身衣服 请了静夫人到一处待客院中喝茶 两人原本并不怎么熟悉 但是贵夫人之间 还算是有话题可说的 说着说着 便说到了孙辈的亲事上 静夫人这才道明了来意 第二十五章 欲想聘娶六姑娘 静夫人年岁不过四十余 穿着一身带色的素罗大袖 一圆两边暗袖着金丝牡丹花纹 她的容色中上 一张和善的圆脸 头上梳着云记 在云记之间点缀了眷花不遥 气质温婉优雅 谈吐不凡 就气质而言 王氏这个出身山野的侯夫人 倒是比她差了许多 静夫人道 我此番前来 是应了他人之事 前来问个话的 王氏有些诧异 于是便问道 不知是何事 静夫人道 我记得 之前有一位 李公子上贵府求亲 想要求取府上的姑娘 此番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王氏皱了皱眉头 眼底有些疑惑 因着府里最近的事情 一波接着一波 糟心得很 故此也没人 再提起李林的事情了 可是没想到 静夫人上门 竟然是为了这事 只是这事和静家 又有什么关系 却有此事 不知静夫人是何意 静夫人低头摸了一下 自己手指上的祖母绿宝石戒指 笑了一下道 我听说这位李公子的父亲 曾救过侯爷 故此才许下了这门轻视 王氏看向静夫人 又见他不紧不慢地说道 巧得很 这位李公子的父亲 也曾帮过我家夫君 对于静家算是有大恩 那静夫人的意思是 今日我是前来问个话的 李公子欲想聘取府上的六姑娘 不知府上可否愿意 王氏脸皮都僵了 好一会儿 才找回了自己的生意 静夫人说什么 李公子一属六姑娘 静夫人淡定地点头 正是六姑娘 那可不差 王氏豁然站了起来 站起来之后又觉得失礼 又坐了下来 李公子的父亲救过我家侯爷 侯爷也许下了诺言不错 可是六姑娘可是老三家的嫡女 静夫人温婉地笑着 莫不是夫人觉得 李公子配不上六姑娘 当然配不上 王氏虽然心中是这样想的 可是他嘴上却不是这么说的 要是别的姑娘也就罢了 可是六姑娘母亲早逝 她的婚事 还得经过她外祖父外祖母的同意 苏家若是随意将她嫁了 镇国公府可容不得我们苏家 静夫人自然是知道她心中所想的 此番李林不过是一个寒门学子 科举落榜 她看不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于是她便问道 那不知府上欲想将那位姑娘嫁过去 也不妨说说 王氏一顿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开口解释 苏福要定下昭王府的亲事 苏染又与太子有牵扯 若是嫁了李林 怕是要害了人家 还有一个苏林 陈家要退亲 苏林被杨氏和苏福害成这样 若是让她嫁给一个寒门子弟 这不是逼她去死吗 而且苏林的事情李林也知晓 她是也不愿意娶这么一个 名声有误的姑娘过去的 再下来 七姑娘苏盈才十二岁 八姑娘苏罗十一岁 更是不合适了 细算下来 也只有苏管 身上没什么牵扯 可是 苏管素来乖巧不惹事 王氏遭了几个孙女气之后 对苏管心中是更多了几分心疼 要苏管嫁给李林 这样的寒门子弟 苏家若是将苏管用来填这个坑 人家郑国公府哪里肯 王氏愁得很 靖夫人道 夫人的担忧我心中明白 我今日过来 也不过是悄悄问个话 若是夫人不愿 也没什么关系的 这只是李公子的意思 当然 夫人也莫要急着拒绝 不妨问侯爷和三老爷 以及六姑娘的意思 再来郑国公府上的 若是你们同意 我也愿意帮忙走一趟 郑国公与妻夫人也是讲理的 至于聘取一事 夫人更不必担心 李公子父亲于靖家有恩 靖家定然不会委屈了六姑娘 定然将此事 办得风风光光 不给六姑娘丢脸 靖夫人的意思是 就算是李林家里贫寒 可是靖家 却会为她将婚事办得风光 可是 靖家到底是靖家 恩义勤奋不过少少的一些 李林总归是李林 寒门子弟罢了 但若是不愿 那么苏家 又将哪位姑娘嫁过去 或是不愿承认这么轻视 做一个忘恩负义 不守诺言之人 王氏头疼极了 她都能想象 若是苏家的姑娘不嫁李林 那么这满地城的人 要将苏家说成什么样子 别的不说 陛下怕是要对苏家不满了 靖夫人并没有逼迫对方的意思 话已带道 她便笑意浅浅地准备告辞 王氏将她送至大宅门口 靖夫人道 夫人留步 若是有了决定 反请派人上门告知一声 我也好做准备 王氏点头 靖夫人慢走 留步 靖夫人走后 王氏站在门口处许久 都未曾一步 边上的婢女有些看不下去 只得上前劝她 夫人 咱们回去吧 这风大 夫人身上的病还没好呢 我无事 王氏摁了一下眉心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行了 咱们回去吧 王氏由着婢女 扶着回了扶贫院 此时靖宁侯正在院中等候 见王氏回来 便问她靖夫人所来 到底是何事 王氏犹豫了好一会儿 在一旁的椅子坐下 又命婢女给她送上一盏温水 这才说明了靖夫人的来意 靖夫人是为李公子说清的 李灵 靖宁侯皱眉 李灵 她与靖家又有什么关系 王氏叹气 我听靖夫人所言 说是她的父亲对靖家有恩 这才应了对方所求 前来走一趟 说到这里的 顿了好一会儿 一时间心情复杂 这位李公子看上了阿管 欲想聘取阿管为妻 阿管 靖宁侯也吃了一惊 脸上有些不自然 怎么会是阿管呢 阿管的事 阿管虽然是她的孙女 可却是唯一一个 她做不得主的 且不是还有一个 郑国公府在那里 若是她将一个母亲早逝的姑娘 用来填这个昔日 她欠下的恩情 外头的人 怕是要戳她的几两骨骂她了 靖宁侯隐隐有些后悔 早不该许下这样的诺言 可是如今全地城都知道了这事 她若是不承认这事 怕是也不能了 王氏的脸色也不太好 她道 靖夫人有句话提醒了我 若是不加阿管 咱们府上 还有哪个姑娘 可以嫁给李公子的 阿灵她实在是可怜 第26章 父亲对这位李公子很满意 靖宁侯一听王氏说起苏灵 脸色也有些僵硬 杨氏和苏福干下的事情 毁了苏灵一生 可他作为祖父 却要顾全大局 不能为他做主 令得他受尽委屈 之前便许诺了 为他寻一门好亲事 若是转头 便要将他嫁个李灵 当真是要逼他去死了 他实在是做不到的 靖宁侯嘴唇动了动 阿染他 不要再提阿染 王氏很生气 他与太子有来往 之前正是因为他不愿嫁李灵 这才惹出这么多是非来 若是再说此事 他不愿意 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苏灵他们是不怕的 可怕的是太子 若是太子做什么 对靖宁侯和李灵都很不利 仔细算来 唯一能嫁的姑娘 也只有苏管了 可是阿管 靖宁侯沉默了好一会儿 王氏缓了一口气 然后道 也只能问问老三和阿管的意思了 若是他们愿意 靖夫人说 愿意帮忙劝说郑国功夫 若是他们不愿 此事便就此作罢吧 李公子一事 咱们另外补偿他就是了 若是不愿意 那没办法 他们总不能压着苏管嫁给李灵 苏管那不得恨他们一辈子 靖宁侯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苏管不知此事 此时他正在管院之中休养 休息了几日 身子已经大好 这一日 苏罗过来看望他 两姐妹带着小松鼠 玩得还挺开心的 苏罗眼馋苏管的小松鼠已久 恋恋不舍地 想要站为己有 临走前还眼巴巴地看着苏管 苏管虽然心疼他 但却当作没看到 若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也就给了 可这是李灵送他的东西 他随便送人 实在是不合适 且不说 他自己也很喜欢 舍不得给呢 小桑送了苏罗出门 回来的时候 见苏管小心翼翼地拿着帕子 将小松鼠擦拭干净了 心中有些高兴 心想着 李公子还是有些用处的 他就怕自家姑娘被吓到之后 欲结于心 可是有了李公子的小松鼠 他这几日都很高兴 身体也好了不少 姑娘 阿罗走了 巴姑娘舍不得走呢 那也没办法 苏管将小松鼠放好了 下次见了他 问一问他是从何处买来的 也好买一个给阿罗 省得他惦念我的 这几日 牡壁让人将地成的街市都跑了一遍 都不见有这东西卖 小桑道 怕是从别处得来的 难寻第二个 也可能 小桑见他眉眼舒缓 说起李公子的时候 显然有些高兴 心中的那点不快 也放下了 李公子虽然穷了些 可若是姑娘喜欢 他也能让姑娘高兴 若是姑娘嫁了 也是可以的 他只希望姑娘高兴 再说了 之前自家姑娘被吓到的事情 也给他提了个醒 他的姑娘呀 在高门大宅之中 要是没人护着 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是不管去呢 他都跟着姑娘就是了 他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然后却听见 外头有婢女喊了一句 六姑娘 玉华院里的人过来传话 说让姑娘过去一趟 三老爷要见姑娘 小桑转头出门应了一句 姑娘知晓了 转身回 便去吩咐下面的婢女 取一套衣服 过来给苏管换上 在自己的小院中 苏管穿得简单 头上也没有任何装饰 苏罗来了 倒是没什么 可若是苏巡要见她 顶着这一身过去 却有些不合适了 苏管换了衣服 任由婢女为自己挽发 之前为苏管挽发的婢女是小慎 小桑学不会这个 如今她不会 只得让下面的婢女来 可是下面的婢女手艺一般 她左看右看 都觉得不是很满意 不过苏管却不是很在意 带着小桑出了门 往御华院走去 此时御华院中 苏巡和李氏 正坐在一个亭子里喝茶 苏巡喜爱诗书 自然也好茶 李氏为了讨好她 倒是学了一些泡茶的手艺 让苏巡很是喜欢 闲着无事 便让她泡一壶 苏管带着小桑上前行礼 父亲母亲安好 不必多礼 坐吧 她话音刚落 便由婢女取了一个圆凳过来 小桑接过圆凳 将其放在石桌边上 苏管坐了下来 李氏笑意浅浅地分了她一盏茶 苏管谢过 小小地瞎了一口 然后问苏巡 不知今日父亲换我过来 可是有什么事情 苏巡犹豫了一下 然后道 今日我外出之时 偶然碰见了李公子 与他坐了一会儿 喝了几盏茶 苏管一顿 李公子 之前来府上做客的李林李公子 苏管沉默地看着苏巡 苏巡犹豫了好一会儿 斟酌了此句道 他欲想聘取你为妻 苏管瞳孔缩了缩 然后眨了眨眼 面上显得有些惊讶 苏巡继续道 他说 他请了靖家的靖夫人上门问话 倒是见了我 也同我说一声 苏管瞧着他的脸色还算不错 于是便试探性地问他 父亲对这位李公子很满意 苏巡笑了一声 李公子学识不凡 我甚是喜欢 且他同我说 李氏祖训 不得纳妾 一生只娶一人 苏巡对这个祖训很是心动 自家女儿性子温善 要是在这高门大宅之中 妻妾相争 明争暗斗 也不知道能不能过下去 若是李林一生只娶一人 倒不是为一个极好的选择 如今这世道 家里有些家资的 都要纳上两房妾室 李林这条件 他实在是心动得很 苏巡心头一震 一生只娶一人吗 虽然他此前便听她说过这事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动了心思 当时只觉得 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可是此时听来 却觉得震撼 若是一生只能娶一人 这婚事定然是马虎不得的 自然是要挑着自己喜欢的那个 如此说来 莫不是李林 当真是重义他 重义到愿意将他 作为相守一室的那个人 他心头忽然有点乱 闭了闭眼 呼吸了一口气 怎么 你不愿意 阿管啊 这李公子虽然出身差了些 可是你若是嫁过去 日子也干净 我听说 他上头也没什么长辈 日子舒坦得很 你的那些嫁妆 也足够你一辈子花销了 第27章 同意 苏巡倒不觉得 嫁个高门大户 或是嫁个有出息的少年 就是好归宿 他自己都没有什么建树 一辈子靠着父亲的硬币 混吃等死 所以说 在他看来 他闺女不缺钱 李林生的好学识不差 是个细心细致的人 要是一心一意的对他闺女 也是可以的 至于后辈子孙的虔诚 而孙自有而孙福 他就不想这么远了 当然 若是一般人许什么一辈子不纳妾 他都是不信的 那些个抛弃糟糠之妻 另取娇娘的小妾的不在少数 但是李林说是祖训 他倒是信了这话 违背祖训 那便是不孝子孙 是要被世人戳几两骨的 李林他不敢 苏管回过神来 然后道 女儿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女儿都听父亲的就是了 父亲总不会害了女儿 苏寻一听 心中甚是满意 觉得自己女儿 当真是贴心又温婉 若是别的姑娘知道 自己要嫁给一个 一穷二白的寒门子弟 那都是要跳起来了 她就这样温温柔柔地 说听父亲的 那若是你祖父祖母提这事 父亲就为你硬下了 不过你放心 父亲定然不会让你吃亏的 虽然说他觉得 李林这少年还算不错 但是时机正好 总是要为闺女 多捞点好处的 日后旁人若是说什么 你也别往心里去 好生地过自己的日子就是了 女儿知道的 苏寻看着自己 娇花式的闺女 心中叹了口气 一转眼 闺女也都大了 也到了要定亲的时候了 她都以为自己 还是少年意气风发的时候 行了 你身子还没好 回去好生休息吧 一切有父亲为你做主 是 苏寻饮了一盏茶 然后便带着小桑告辞离开 这边的苏寻喝着茶 心情还算不错 一旁的李氏 却觉得有些不妥 忐忑了好半赏才问他 三爷当真是觉得 这里公子不错 自然 苏寻对李林 倒是挺满意的 年轻人 学士不错 长得又好 怎么能差得了 更主要是他家的这个祖训呢 阿管他性子温善 不争不抢的 若是换做高门大宅里的 指不定就被人害了 还不如让他嫁了这个 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李氏却问 可若是阿管嫁得比姐妹们差 日后见了面 卑躬屈膝的 他心中能痛快 这嫁人啊 便好比投胎 前半生靠家族父母 后半生靠的是婆家夫君 若是嫁得差了 日后见了别人 还得行李屈膝 那是几人能忍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姑娘们都点着脚尖往上爬 苏寻道 他同我说过 他无心仕途 日后能回来地城的时间不多 在地方上 阿管便是出嫁了 还是静宁侯府的姑奶奶 谁人敢欺负到她的头上 李氏有些不赞同 他倒是觉得 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他娘家本事负伤 因着没有权势 受到了多少的搓磨 这个那个的 都想过来捞一笔 也就是他嫁了苏寻 与静宁侯府攀上了关系 那些人这才不敢 而且家中 还轻易地拿到了皇商的牌子 故此 李氏嫁了苏寻做祭司 不管是他自己还是娘家 都是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不过这些话 他到底是不敢 和苏寻说的 苏管到底不是他亲生女儿 若是他开了这个口 日后出了什么事情 那可是要怨怪在他的头上的 静宁侯和王氏私来想去 最终还是下了决定 次日便派人 请苏寻去了扶贫院 说起了这事 王氏坐在一张玫瑰圆上 喝了一口茶道 你父亲许下的诺言 轻易违背不得 仔细算来 如今也只有阿管和事了 你们若是不愿 再想法子补偿 那李公子就是了 是我与你父亲 对不住你和阿管 能用别的补偿 自然是好的 就是怕外面的人 说静宁侯府忘恩负义 不守承诺 也怕李林不同意闹了起来 到时候满城皆知 于外 静宁侯府的名声不好 于上 陛下若是听到了这些 怕是对静宁侯心有不满 世人立于世 信守承诺才是好品行 一个忘恩负义之人 谁人敢信 静宁侯也是无奈 怪我 当初不该许下这样的诺言 苏寻倒是没有 静宁侯与王氏意料中的那样生气 只是笑笑道 父亲母亲说的是什么话 我观的李公子还算不错 再则 为祖父祖母分忧 也是阿管分内之事 我自然没有什么不愿的 昨日我外出 也偶然遇见了李公子 还同他喝了几盏茶 他与我说了这事 苏寻慢悠悠地说起了当日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 这门亲是不错 昨日也问过阿管 他自己也愿意 只不过 阿管嫁李公子 毕竟是受了委屈的 父亲和母亲 在嫁状上得网上提一提 高门大宅 也有这不成文的规定 一般庶女出嫁陪嫁 不过是一千两到三千两银子 若是嫡女得上万两 当然 若是娘家心疼自嫁姑娘 给多也行 月氏出嫁的时候 十里红妆 李氏嫁入苏家 也是带了诸多的嫁妆 王氏没想到 苏寻竟然觉得李玲不错 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也反应过来了 这个自然 我之前与你大哥大嫂商量过 府上给阿福的陪嫁 阿福是嫡女 嫁的还是招王府 宫中打算出两万两银子 若是阿管愿意 我那些多年攒下来的东西 也挑选一些给他 这些都是阿福所没有的 王氏如今 是恨死了杨氏和苏福了 自然是不会留什么给他了 他的那些东西 给苏管一些 再留一些给苏林苏罗 其他人都不给 至于你要为他贴补什么 那便是你的事情了 我们不管 月氏带来的东西 有些是我在管 有些是李氏在管 到时候也一并交给他 仔细算下来 苏管这一出嫁 这家底都要与 静宁侯府的家业比一比了 静宁侯府富贵不过二十年 积攒的东西并不多 孙辈的亲事办完 估计也要家底掏空了 苏巡一听 果然是很满意的 那儿子便谢过母亲了 第28章 招王府上门提亲 行了 也别谢我了 王氏有气无力 若是你们同意了 我便派人去给个准话 让人家选个日子上门提亲 静夫人愿意帮忙处理 郑国宫那边的事情 到时候 你便同他们跑一趟吧 苏巡点头 儿子记下了 王氏松了口气 然后看着苏巡告辞离去 转头与静宁侯说话 当真如老三所说 阿管若是嫁了李灵 能好的了 静宁侯沉默着不说话 王氏伸手推了他一下 哎 你倒是说话 你让我说什么 静宁侯也烦 他是个武夫 是个将军 便是在战场上用兵如神 可是到了这大宅里 不易于牛刀朵鸡针 无从下手 而且 如今他年纪大了 顾虑也多了 一怕陛下怀疑他的忠诚 二怕陷入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 三怕这一家老小的过得不好 主要是他这三个儿子 都不怎么争气 老大平庸 老二私心多 老三惯爱潇洒不管事 他小时候是过着苦日子过来的 也就希望等孙辈 能扛起肩上的担子之前 将这个家护住 免得跌下来 一无所有 若不然 他也不会任由杨氏作恶 和苏福作恶 却不惩治他们 为了不得罪杨家 而委屈苏灵 为了好名声 委屈苏管嫁给李灵 也不是说他看不起李灵出身不好 他当初也是贫苦来的 你腿子一个 可是那会儿 他可不敢妄想娶什么千金贵女 千金贵女也不会看上他 静宁侯也累了 罢了罢了 就这么办吧 王氏却又问起了苏染的事情 那阿然怎么处置 苏染如今 被关在了小院中 静宁侯担心他 在与太子联系 派了人守着 阿然 静宁侯皱眉 阿然若是真的与太子有纠缠 定然是不能安排他嫁人的 免得太子怨恨上 寻个由头 让他祈福去吧 再过两年 再将他接回来 到时候 太子也不记得他是谁了 也好 夫妻二人商议了一阵子 将事情都安排妥当了 然后安心等着李灵和静夫人上门 双方再将事情谈一谈 等谈妥之后 便让对方挑选个好日子 上门提亲 这样过了两日 还没等到这两人上门 反而是将昭王府的人等上门了 昭王妃和昭明言 带着梅人 带着李上门来提亲 事前没有通过任何话 突然到来 王氏有些措手不及 赵王妃也是一肚子火气 我这个儿子 我是劝不住他了 原本想着好好准备准备 双方先坐下来谈一谈 再选个好日子上门提亲 可他心心念念的等不得了 非要我上门来提亲 准备不周 还请夫人担待 赵明言在一旁陪笑 老夫人 我是真心求取阿福的 我这一日不见到阿福 心里便念得很 王氏僵硬着脸 婚姻大事 如此草率匆忙 这是没将他家的姑娘放在心上 要是换做了别人 他早就把人给轰出去了 可来人到底是赵王妃 他值得忍一忍 低头同婢女吩咐了两句 让人去请杨氏出来 说是赵王府上门来提亲了 杨氏到底是苏福的母亲 若是一亲一事她不在 那就很不好办 王氏匆匆扫过赵王府准备的几单礼品 目光闪了闪 瞧着赵王妃的态度 怕是对这亲事很不满意 也就是赵明言闹得很 他不得不同意 苏福若是嫁了过去 有这样的一个婆婆 怕是日后没什么好日子过 不过这些他都不想管了 要是他不同意 这对母女还不知道要闹什么妖呢 不管了不管了 杨氏虽然被禁足了好几日了 但他心头还是倡议的 他心中恨蛇姨娘和两个庶女 日日夜夜辗转反侧 如今毁了苏林与陈家的亲事 这让他心头痛快 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可是事情也有不好的地方 苏王认为 他是蛇蟹心肠的妇人 根本就不愿意见到他 便是见了 也是对他指责谩骂 两人之间关系僵硬 杨氏有心想要讨好苏旺 与他和好如初 毕竟这事情已经过去了 他也不想自己的夫君与自己离心 道个歉服个软就行 他正想得美呢 听闻了赵王府的人 请了没人上门提亲了 当时就高兴的像是踏上了云端 命人将自己打扮了一番 高高兴兴的往待客的正院走去 夫人大写 日后咱们姑娘嫁了赵王府 还有谁能瞧不起夫人 说话的是杨氏的贴身婢女 自小就跟在杨氏身边 杨氏赐了他杨姓名为杨柔 杨柔没有成亲 年纪大了便自书不嫁 在杨氏身边做了姑姑 帮忙管着院子里的下人 是杨氏最信任的人 杨氏闻言翘起了嘴角 那老婆子还想拿捏我 我当他想关我关到什么时候 如今且看吧 阿福都要和三公子定亲了 他还敢 可不是 杨柔小声道 不过是个乡下来的老婆子 也敢在夫人头上撒野 日后 他怕是还要看夫人的脸色过日子呢 杨氏听着杨柔的这些话 畅快急了 他快步地走到了正远 此时苏望也已经被人请了过来 抬头见杨氏走进来 脸色就有些难看 也就顾念着有客人在 这才没有给他甩脸色 杨氏笑着走了进来 先是给王氏这个婆婆行礼 又给昭王妃行礼 最后才在苏望身边 另一张玫瑰圈上坐了 转头同昭王妃说话 昭王妃原本就对苏福不满 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也就是 看在静明侯府的面子上 勉强地应对 杨氏到眉眼舒展 今日王妃和三公子来得突然 若不然 我们定然要好好招待招待的 赵王妃 招待就不必了 快些将亲事定下来便好 若不然我这儿子 整日在我耳边吵闹 我这一日日的 连个觉都睡不好 杨氏听着赵王妃的口气不是很好 显然是有些不满的 可是这会儿他 自然是说不出什么不好的话来 若是他拿瞧 赵王妃转身就走 那这亲事 还能不能成也说不住了 那可是赵王府啊 他只能当做自己听不出来 笑着说 年轻人嘛 对心上人念念 总是有的 赵王妃瞥了他一眼 不轻不重道 是啊 年轻人啊 第二十九章 羞辱 赵明妍似乎是才察觉到 二人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 心中不眠 有些着急 小声地喊了一声 母妃 赵王妃呼吸一梗 差点又一口气喘不过来 心里暗道 日后若是这苏福过了门 看他怎么整治他 将他的儿子勾成这样 实在是可恨至极 杨氏文言却有些得意 他的女儿能得赵明妍的欢心 自然是个好的 赵王妃不高兴又如何 还不是为了儿子咽下这口气 赵王妃暂且咽下这口气 然后道 我今日请了没人上门 是想替我这小儿子 求娶你家四姑娘苏福 也不知道二位夫人意下如何 那穿着一身喜庆红衣的媒婆 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大喜啊 要我说啊 侯夫人和少夫人 也知晓赵王府的门第 那可都是一等一的 咱们三公子啊 皇孙贵胄 生的也是一表人才 财情卓越 学富武车 府上的四姑娘 也是聪慧之礼 真真是郎才女貌 王氏和苏望 脸色有些发绿 王氏有些忍不住问 不知道王妃这媒人 是从何处寻来的 莫不是这满地成的 寻不到一个合适的人了吗 到时候 让三公子与阿福 给此人敬谢美酒 说起来 这昭王府还不如李家呢 李玲还知道 请晋夫人上门 为她和苏管做这个媒人 晋家虽无人再朝为官 却也不容小事 晋夫人乃晋家当家主母 身份自然是够的 而这昭王妃呢 她是随便在街上 捞个媒人上来 如此草率 简直是在 亲见她府上的姑娘 这样的婆家 估计嫁过去 也没什么好日子 不嫁也罢 那媒人道 侯夫人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也是这地成有名的媒人 手下 也凑合了不少的新人 个个都姻缘美满得很 昭王妃是吃准了 晋宁侯府 不会聚了这么轻视 就是心里不快 找了一个这样的媒人气他们 于是她便道 这是不匆匆忙忙吗 一时间也找不到好了 若是府上因为这门亲事 下次 我便寻怀河王妃走一趟 怀河王是皇帝的堂兄弟 怀河王妃的身份 在皇族也是够的 昭王妃想要羞辱苏家 却也不想让自己儿子的亲事 用这样的一个媒人 若不然 到时候被人耻笑的 便是昭王府了 赵明言道 是我们失礼了 下次便让皇神走一趟 还请多多担待 王氏觉得 昭王妃就是故意的 可是她现在不想说话 现在反悔也是晚了 杨氏才不管这些呢 她闻言觉得高兴 那王妃下次要记得 可莫要忘了 一定 赵王妃应了下来 然后让身边的婢女 取出了一个盒子 打开一看 这里头便是一份大红的庚铁 这是我儿的庚铁 若是府上有益 便写了四姑娘的 我好找人算一算 好将婚事定下来 如此我儿心心念念的 时间紧迫 也一切从简了 旁人说亲事 都说要三书六礼 三书即为聘书 礼书 迎书 而这六礼呢 便是这过程 即为 纳礼 问名 纳吉 纳旨 请妻 迎亲 纳礼 便是带着礼物去上门求亲 也就是现在赵王妃做的 若是得了女方的同意 接下来便是等着选个好日子 请媒婆拿着南方的庚铁 上门问女方的庚铁 而后请人补算 补算结果 若是没有相冲相克的 便可以选个日子 上门初步商量婚事了 这便是纳吉 纳吉之后便是纳旨 也就是过大礼订婚 而赵王妃呢 竟然想一步到位 今日那里 今日问名的 简直是岂有此理 杨氏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 王妃 这怕是不大妥当吧 赵王妃看了她一眼 痴笑一声问 怎么 莫不是少夫人 不愿意将女儿嫁到我家来 若是不愿意 那作罢也好 此话一触 杨氏还没说话 赵明言就不乐意了 在边上急急喊了一声母妃 赵王妃看着 静宁侯府这几人的脸色 心头舒畅了些 也不与赵明言生气了 于是便道 好了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就不是你的 放心吧 赵明言文言 勉强信了 杨氏搓了搓手中的帕子 道 可这也太急了些 赵王妃不嫌不但地道 可不正是我这儿子心急吗 若不然 我也不会匆忙上门 杨氏 杨氏顿时哑口无言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虽然说 他是觉得 这么轻视极好的 可他也不是傻子 赵王妃这样做 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可若是不答应吧 他又舍不得这样的好轻视 且阿福有非亲不嫁寻死觅活的 实在是让他为难 他看向自己的婆婆王氏 王氏看了他一眼 扭过头去 俨然是不想管了 他又将目光投向苏望 苏望坐在那里喝茶 一声不吭 显然也是不想管的 是怎 苏望道 给吧 既然如此 让阿福早些出嫁也好 之前抢了苏管的轻视 而且和谈过了 苏福自己又非要嫁 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若是拒绝了 说不定就没有第二次了 而赵王妃显然是对这门轻视不满 心中有气 若是不让他出了这口气 日后吃苦的还是舒服 杨氏点了点头 低着头擦了擦眼泪 站起身来道 那还请王妃等一等 我去将阿福的耕帖取来 赵王妃心中有些得意 却也爽快了一些 好说 我等着就是了 赵明言文言却很高兴 伸手挽着赵王妃的手 喊了一声母妃 我二 这般高兴了吧 高兴 赵明言自然是高兴的 能快些娶到自己心爱的姑娘 哪能不高兴啊 儿子谢过母妃 你啊 日后若是娶了妻子 也该懂事一些 少让母妃操心 母妃啊 日子还能过得舒坦一些 要是耐像你大哥一样就好了 赵明言 母妃 有大哥就够了 大哥忙 我啦 就好好孝顺母妃 赵王妃听这话 瞬间舒服了不少 大儿子优秀 却少有和她相处的时候 小儿子不成才 但好在贴心董事陪着她 也就是这一件事气得她 也就盼着她日后娶妻生子 能稳重险 第三十章 莫使我丢脸 也就这般 赵王妃取走了苏福的耕帖 消息传到芙蓉院 苏福不知这其中波折 竟然欢天喜地的 高兴得不得了 她嫁了赵明言 日后便是赵王妃了 日后她的夫君 便是大权在握的赵王爷 至于太子和苏染 她一定要他们好看 她想着要去羞辱苏染 于是问身边的婢女白河 苏染如今关在哪 带我去见她 白河无奈道 也不知是关在哪了 姑娘 夫人的人还在门口守着呢 不许咱们离开院子 大家士族里的姑娘 若是嫡女 便有两个大丫鬟 若是庶女 便只能有一个 苏福原来的大丫鬟 是白威和白强 白威背叛她踩着她上位 白强却因为陷入 一件事情当中 她就不得被打死了 苏福让杨氏处置了白威 同样连白强也不想见到 免得想起前世那些不堪 让杨氏寻了一个掌柜 早将她嫁了出去 如今她身边的 便是白河和白纸 两个新提上来的婢女 苏福文言才想起 自己还在禁足中 顿时也是一阵生气 祖父祖母何时 才能将我放出去 我都要澄清了 他们不会还关着我吧 两个婢女低着头不敢吱声 苏福瞧着这两人 更是气得要死 苏福与赵王府定亲的消息 传到管院的时候 苏管正和小桑小慎说话 小慎的身体 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休养 已经是能下床了 故此 今日让小丫鬟扶着过来 拜谢主子的救命之恩 小桑幸灾乐祸道 姑娘你说 气人不气人 我听说啊 那提亲的礼品 统供就六礼 堂堂赵王府 当真是寒陈 府上不知道有多少人 私底下都在说 赵王府啊 不待见我们四姑娘 且提亲当日 便拿走了耕帖 真是不讲礼数得很 男方上女方提亲的 有六礼或是十二礼之分 寻常人家六礼足矣 可往往为了表示 对女方的尊重和喜欢 都准备个十二礼 六礼即为礼禀 礼香礼竹各一对 礼茶 礼金 礼盒 瓜果 新娘新衣一套 或是布匹 此处作者自编 不可考究 高门大宅 静宁侯府贵女千金 提亲时指得了六礼 而且还是普普通通的货色 便是那最关键的礼金 一不过是 放了百两银子 衣裳也不过是一件店里 便能买得上成衣 花费不过二十两 这要是传出去 那不得笑死人 苏福这提亲里 连府上已经出价 苏若和苏仁都比不上 尤其是苏若家的平板侯府 对苏若是很看重 礼品都是下足了功夫的 原本府上的人没特意去瞧 只见了装礼品的披红的担子 觉得到底是招王府 在礼节上定然不会太差的 可是等人走后一看 才发现是如此上不了台面 世子夫人气得险些晕过去了 小桑叹气 也不知道四姑娘知道后 会不会呕血 小慎吃笑一声 活该啊 若不是他们抢了姑娘的婚事 哪里有今日 小桑小慎脾气不同 小桑柔和一些 小慎脾气则是耿直一些 还倔强得很 苏管文言则是忧心忡忡 伸手捂了五心口 若是到时候 李公子上门提亲 也是这么上不了台面 我岂不是要被人笑死 小桑和小慎转头看他 然后奇奇地沉默了下来 这个沉默有点凝重 苏管啊了一声 然后站起来 不行不行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可是关乎脸面的问题 苏管不在乎 自己嫁的寒门子弟 被外人嘲笑 毕竟他自己有钱 日后过什么日子 他自己清楚 可是在婚事上 要是对方太穷了 让他没脸 他就有些坐不住了 像是如今的苏福 这府上从主子到奴才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笑话他呢 要嫁昭王府又如何 这提倾礼 还不如那些个数字寒门 如今连提倾都不上心了 这以后过大礼 还能上心 日后这婆家夫君 还能对他上心 苏管烦躁地在屋里走了两步 想了想 然后让人准备笔墨 刷刷地写了一封信 带上头的墨迹干了 让小桑取了一张一千两的银票 与其一起折叠 放在信封之中 小桑小慎目瞪口呆 瑟瑟发抖 苏管嘱咐小桑 你去一趟御华院 让父亲将这封信送给李公子 让他 让他看着办吧 小桑咽了咽口水 姑娘 这 这不好吧 那里有姑娘自己私下给前南方 让他办这好一些的提倾里的 这 这也太 小桑脸上纠结得不得了 苏管却道 有什么不好的 若不是到时候丢脸更好 小桑一噎 当时也不说话了 若是到时候 李公子上门提倾 也如同今日招王府这般 那姑娘当真是要丢人了 那 那好吧 小桑拿着信封 茫茫然地出门去 在门口的时候 还忘了抬脚 绊在门槛上 险些跌倒 幸好他自己眼明手快扶住了门框 这才站稳了 苏管见此 伸手按了一下眉心 你小心些 别再摔着了 哦 姑娘 我晓得了 小桑一路上磕磕绊绊地到了御华院 见了苏巡 紧张无措磕巴巴地说了苏管的话 然后将信封递了上去 脸上是一副都快要晕过去的样子 苏巡接过了信封 将信件打开一看 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这 这是你家姑娘所写 小桑目着脸道 自然是真的 奴婢看着姑娘写的 苏巡的脸色也目了一会儿 然后将信纸和银票 重新折叠放回信封里 行了 我让人送过去 啊 三爷 真的送过去啊 小桑都惊呆了 嗯 李公子安好 冒昧打扰 实属无奈 金逢四姐提亲 南家李树寒沉 府中上下皆为嘲笑 司军家底不封 顾遣千两银票 望军好生半智 莫使我丢脸 哈哈 哈哈 这说的真是有理有据 前一后果简单明了 这最后一句尤其关键 莫使我丢脸 哈哈 莫使我丢脸 哈哈 这六姑娘倒是个妙人 闭嘴 李公子大怒 将对方手中的信件抢了回来 九辩 你是否想去北渊办差 若是想去 本公子成全你 第三十一章 我真的一点都不穷 李林当真是被气得不轻 不过是被九辩气的 这种丢脸的事情 九辩看了也就罢了 竟然还给他念出来 真是相当的羞耻了 九辩笑了笑 见他真的生气了 也不敢太放肆 捏了捏信封里的两张银票 道 信中六姑娘只说了给一千两 如今倒是有两千 怎的多了一千 李林嘴角微翘 未来岳父给的 显然 是有炫耀的意思了 九辩刚才还嘲笑他 如今倒是品出来了 这家伙把信给他看 约莫便是在炫耀 瞧瞧 我未来媳妇和岳父 多喜欢我啊 九辩道 六姑娘和苏三爷给你银子 也不过是想 让你将事情办得体面一些 你得以什么 六姑娘可是说了 让你莫要让他丢人 李林又瞪了他一眼 然后将手中的信纸 折叠了收好了 六姑娘说 让我别给他丢人 你给我出个主意 让我把这是办得体体面面的 哎 不是 这是我不会啊 虽然他能力很强 好吧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挺能的 可是这婚姻大事 置办礼品什么的 他没干过啊 李林给了他一个 要你何用的眼神 九辩道 要不寻个人去问问静家 那边肯定是知道的 李林一想 也觉得自己 是想左了一时间见识这个事 他自己没底 怕是搞砸了 所以才喊了九辩来出主意 早知道 他应该让人去问静家 你说的对啊 李林便派人去问了静夫人 静夫人算是没人 对此也上心 倒是给他列了一个长长的单子 最后提了一句 他如今要解决的一件事 何时上郑国公府 这是必须走一趟的 他想娶六姑娘 就必须过这一关 李林让九辩准备了厚礼 派人去询问苏巡 让他安排一下时间 苏巡原本是不急的 毕竟苏馆才十四 明年急急 若是要澄清 至少是要等后年的 可是想来李林家不在地城 事情总要先定下来 接下来的事情 倒是可以慢慢安排 那就五日之后吧 定了时间 苏巡也开始准备 给郑国公府的礼物 越是不在之后 静宁侯府和郑国公府 走动的不多 也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苏巡会带着苏馆走一趟 如今上门 也不能是空着手上去的 苏巡一边想着 又是担心李林上 郑国公府的时候 礼品拿不出手 想来想去 自己还是要备制得好一点 到时候 要是真的出了什么差错 也好贴补贴补 等到了约定日子的那一日 两人约定了 一个地方见面 李林穿着一身 半兴的湛蓝长袍 身姿修长 头戴铜冠 瞧着面容俊俏 礼数周全 谈吐不凡 苏巡见了他很满意 干脆就上了对方的马车 让车夫驱车往前走去 然后便问他 准备了什么礼品 李林道 都是一些自己挑选的东西 我之前在各国都待过一段时间 手里有些好东西 给几位夫人的 都是一些补品 国公爷的是一把武器 前朝的好东西 府上的两位爷 也各自备了礼物 苏巡一听 又是点头又是皱眉 点头吧 他觉得这里是够了 皱眉吧 他也担心李林家底不疯 这要是掏光了家底就不好了 那你 李林会议 解释了一句道 三老爷放心 这些东西 我之前攒下来的 多得很 真是谢谢了 我真的一点都不穷 苏巡半信半疑 但是也没有追问他 车子缓缓地向郑国公府上走去 等到了门口 也刚刚遇上了 刚下马车的靖夫人 苏三老爷 李公子 靖夫人 双方问候了一番 然后由苏巡递上了拜帖 便有人领着这几人 往科院走去 郑国公府与靖宁侯府不同 郑国公府自前朝便是武将 前朝国君无能 听信逆臣 对岳家出手 岳家险些被灭门 就是郑国公的母亲 带着他活了下来 多年之后 郑国公便与先帝合谋 先帝欲想夺地位 他想报仇学学恨 于是就一起干了大事 东赵建立之后 岳家重归郑国公府 此后赵氏为帝 岳家为郑国 郑国公府不理朝堂 可若是有战争所需 他们便会应皇帝之命 守护家国 简单地说来 赵氏给郑国公府庇佑 郑国公府为赵氏守江山 如是而已 郑国公一生有二子一女 大儿子是世子岳为夫 二儿子岳为玉 女儿是嫁了苏巡的岳氏 两个儿子都是国公夫人亲生的 府上的关系还算融洽 苏巡拜见了郑国公与国公夫人 此番前来 是为了阿管的婚事 之前阿管与赵王府的事情 已经算了 李家这年轻人 向我求娶阿管 我便带他过来 问岳父岳母的意思 郑国公府上下也是知道的 他们面上虽然没说什么 但是心头压着不满 听苏巡说起李林的时候 自然也想到了之前的留言 于是便齐刷刷地往他身上看去 李林微然不动 处之泰然 郑国公顿了一下 眼中有些诧异 不过很快也就掩饰下来了 国公夫人很不高兴 你是个什么意思 你们府上的姑娘 抢了阿管的亲事也就罢了 如今还想将阿管嫁给这样一个人 为你家老头子填坑 你当我们家的姑娘 是好欺负的是不是 苏巡满头大汗 叫了几声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你现在不就是敢了 国公夫人 今年已经五十多了 好在身体硬朗 跟着郑国公过了多年 脾气也有点暴 昔日郑国公原本也不想那切的 可是顶不住老母亲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岳家只剩他一人 自然是要多一些子嗣的 国公夫人为了不让外头的 那些小妖精抬进来 于是便将自己的婢女抬了上来 也就是岳氏的生母 姨娘怀孕生子 她心中不好受了一段时间 到了后来 那姨娘去世了 往事成归尘土归土 她将岳氏养在膝下 念着那姨娘在她身边 尽心尽力多年的份上 倒是真的将岳氏 当成亲女儿一样疼的 岳氏和她娘一样 是个短命的 嫁人生了苏管几年撒手离世 也就剩下苏管这个女儿 国公夫人自然是上心的 第32章 陛下与我何干 靳夫人劝道 国公夫人不要生气 这其中也是有缘由的 李公子自然也是不差的 你且听我细说便是了 靳夫人此话怎讲 靳夫人凑着她耳边小声说了两句 然后国公夫人看着李玲 点了点头 带着靳夫人去别处说话去了 这两人一走 屋内就剩下三个大男人了 郑国公命人 取了棋盘过来 让李玲同她下一局 李玲自然是没有不同意的 棋局上厮杀你来我往 二人脸上却是风淡云青 苏寻在一旁看着 觉得这一老一哨的气氛有些奇怪 郑国公问道 你当真是要娶阿管 李玲落下一子 领兵围剿 嘴上却道 自然是真的 婚姻大事 岂会有假 郑国公皱了一下眉头 陛下怕是心中不愿 李玲脸上无波无澜 陛下与我何干 好了吧 郑国公也无话可说了 陛下确实和你没啥关系 可是你要娶东赵的贵女啊 还是他手下心腹大将的孙女 郑国公府的外孙女 他还能没点想法吗 说不定就在想 姓李这小子 是不是别有图谋 这种关系很微妙 如今六国与黎城维持着平衡 便像是和郑国公府 与赵氏王族的平衡一样 若是无事 各自平安 若是这个平衡一旦打破 那就是你死我活的大事了 郑国公又问起了将来的打算 你此后要居于何处 李玲道 究竟这几年 会在我母亲故地待着 再过几年 大概会回去 李氏一族 有只取一期的规矩 同样的 也有着他们教导子孙的规矩 他们也并不是常年待在黎城 每一个父亲 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远游 教他们懂得书本的知识 明白世间的道理 故此 他们做得了朝堂 想得了富贵 当得了山野村夫 吃得了粗茶淡饭 不管在哪 什么样的境遇 都可以处置泰然 郑国公对于李氏的子弟 也是很钦佩的 他与李玲的父亲 也有几分交情 不过就是浅薄了一些 如今李玲要做的外孙女婿 他自然是没有不同意的 就是郑国公府 突然与李氏有牵扯 局势有些微妙 当然 有好处也有坏处 坏处是 日后赵氏王朝 未必相信郑国公府 好处就是 有李氏存在 赵氏王朝也不敢动他们 除非打起来 行了吧 你们自己 决定就是了 我也只有阿管这一个外孙女 忘你好生待他 李玲站起身来 双手作一 对着郑国公一拜 玲定然不负所托 郑国公满意地笑了起来 然后让人准备饭菜 并且让人 将他那两个儿子喊回来 一起喝酒吃饭 苏循晕乎乎的 也不知道郑国公 怎么就这么简单就同意了 好不容易找了个时机问李玲 我岳父刚才同你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打什么哑咪 李玲笑笑 三老爷不妨猜猜 苏循梗了一下 我若是耐猜的这 这还用问你吗 李玲笑得意味深长 那等日后 三老爷自然是明白了 苏循 这门亲事 突然不想同意了 这个女婿 也是有点糟心 靳夫人这边 和国公夫人聊了一会儿 私底下倒是说了李玲的身份 毕竟郑国公都认识她 这两人是夫妻 也瞒不住的 她这人不喜欢太多的事情 所以就一直瞒着 国公夫人你放心吧 她好着呢 国公夫人有些晕乎乎的 但是也觉得 真的如同靳夫人所说 这门亲事 确实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自然是点头同意了下来 于是这亲事 就这样初步敲定 只等着挑选个日子 李家上靳宁侯府提亲就是了 三人离开郑国公府的时候 苏循还有些晕乎乎的 她这一去 早就做好了被骂一顿的打算 再差点的 估计要被打出来 可是没想到 就这样过了 过了 她伸手摸了一把自己的脸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靳夫人笑道 那你得醒醒 是不是觉得很惊奇 一转眼 女儿都长大了 都要嫁人了 苏循叹了口气 是的呀 一转眼 女儿都大了 也要嫁人了 想到这里 她看向李玲的目光有些不满 行道 要是这小子欺负她家姑娘 她指不定就提刀砍她了 靳夫人道 接下来就是提亲的事情了 咱们找人看一个好日子 然后我陪着李公子上一趟府上 若是有什么要求的 尽管提就是了 我们定然将事情 办得漂漂亮亮的 行啊 咱们就好好商量商量 而后三人便告辞 各坐各的马车回了个家 苏管这边倒是不知道 苏循带着李玲上了郑国公府 带到苏循回来 去了一趟扶贫院 和王室说过这事 回来告诉她的时候 她还有些猛 她之前还担心郑国公府 看不上李玲这个寒门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过了 外祖父和外祖母 没说什么 有什么好说的 苏循道 还是靳夫人有法子 你外祖母原本是有些不满的 但是不知道靳夫人 同她说了什么 她便答应了 至于你外祖父 苏循总觉得两人有些奇怪 我总觉得 你外祖父和李玲那小子 似乎是认识 奇怪了 苏管显然是觉得不可能的 她外祖父是什么人 她也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和李玲 这样的年轻人认识 不过这都不重要 苏循叹了一口气道 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事情 哎呀 我得空地去好生看着 万不可让她随便乱搞 弄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过来 苏循提亲上的事情 原本是两家都捂着的 靳宁侯府不愿意让人知道 这么丢人的事情 昭王妃也不想让人知道 自家这么失利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就是有人传了出去 如今这满地城的 明里暗里的 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嘲笑她呢 便是要嫁入 昭王府有什么用处 人家婆家都不看中你 这日后啊 也别想 有什么好日子过 苏循想的是 李玲的出身 虽然是一个让人诟病的地方 可是把事情办得风风光光的 也能挣回几分面子 第33章 求亲 4月12日 李氏上靳宁侯府求亲 行那采之礼 当日 李玲与靳夫人 带人出现在靳宁侯府门口 便被好事者瞧了去 并且很快就传开 好事者 看细者也越来越多 将靳宁侯府外头围了一遍 主委纷纷猜测 靳宁侯府 哪个千金贵女 倒了八辈子的霉 要嫁给这个癞蛤蟆 说她是癞蛤蟆 其实也是有缘由的 许多人都觉得 像是李玲这样的人 原本该有自知之明 讨些好处离开也就罢了 竟然真的妄想 娶那高门贵女 真正的白日做梦 我猜想啊 她进去指不定就要被轰出来 可不是 若是想要娶人家府上的贵女 至少也该是近世吧 她 一个小小的举人 让人家千金贵女 同她一块吃苦吗 可不是 我瞧着这提亲礼 也是够了的 下的是十二礼吧 你们看 开门了开门了 靳宁府当真是让他们进去了 难道靳宁侯真的想与她结亲 李玲身穿一身苍青色的长衣 头戴铜罐 她的容色极好 身姿心肠挺拔 如同那苍石轻松 莫上公子 虽说她的出身让人诟病 觉得她配不上这贵家千金 可是不得不承认 她的容色是极好 要是看脸的话 许多姑娘还是很喜欢的 李玲和靳夫人进了门 然后在管家的街影下 往客院走去 今日靳夫人也好生打扮了一番 穿着的是海棠色衣裙 照衣上绣着瓜蝶�绵 很是喜庆 她梳着云记 云记微微之中 插着宝钗不摇 气质温雅 却又不失威严 俨然是一副 大家当家主母的气派 今日李玲上门提亲 私底下是通过话的 故此 靳宁侯府和府上下都在家中 靳宁侯王室 苏旺与杨室 苏林与江室 苏巡与李室 这一次都 亲自接待了来客 到了政厅 靳夫人入门就笑 侯爷夫人大喜啊 靳夫人 李公子 双方一阵见礼 寒暄了几句 便坐了下来 靳宁侯和王室 原本是不愿意 将苏管嫁给李玲的 但是事已至此 也只能认了 客客气气地 和靳夫人和李玲说话 苏旺与杨室 苏林与江室这四人 不知李玲 今日上门求娶那一位姑娘 脸色各异 苏旺脸色不太好 杨室脸上却带着笑意 她的女儿 已经要和赵王府定亲了 定然是不会令许他人 剩下的 就是苏林苏染苏管了 不管是哪一个 怕是有的他受的 前两日 陈家悄悄上门退了清 苏林不在府上 苏旺与王室 做主将亲事也退干净了 苏林和江室倒是还好 江室 给苏林生了两个儿子 没有女儿 若嫁的是庶女 她还巴不得呢 苏林庶女好几个 若是真的嫁了 也不心疼 靳夫人与王室 说了几句吉祥话 然后便提了今日的主题 我今日前来呢 是受了李公子所托 为她求娶府上六姑娘 还请侯爷和夫人成全 什么 六姑娘 阿管 正是 靳夫人笑意温婉的解释 李公子觉得 六姑娘最好 贤靳温婉 是个一家一世的好姑娘 王室瞪了那几个 吃惊的儿子而洗一眼 大惊小怪的 坐下 转而 她又对靳夫人道 我们家六姑娘 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姑娘 贤靳温婉的 很是让人心疼 靳夫人笑道 可不是 李公子最是有眼光的 第一眼就瞧中了最好的那个 夫人也知李公子 虽是举人 可胜在年轻 家中虽不富裕 可到底还有些底子 委屈不了六姑娘 往昔李氏的老先生 对靳家有恩 此番 靳家定然会帮忙 将轻视办得风风光光 日后啊 定然也会好生地扶照 苏旺和苏林这两对夫妻 听靳夫人说起靳家 这才反应过来 想起了 眼前这人是谁 杨氏经问 靳家 夫人是靳元先生的夫人 靳家不在官场 与这些贵妇人们 并无什么往来 杨氏这么多年 也不过是见过几回 上一次见面 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早忘了靳夫人长什么样子 故此今日 才认不出来 靳夫人含笑道 世子夫人所说的靳元先生 正是我夫君 杨氏的脸 瞬间变得僵硬了起来 他问 靳夫人为何替李公子 做媒求亲 靳夫人道 李先生与靳家有恩 李公子托了我 杨氏 可是 杨氏 王氏喊了他一句 眉头紧皱 你问这些做什么 还不快坐下 杨氏愤愤 心中却不甘愿 若是换作以往 他倒不至于计较这些 可是偏生 偏生那昭王妃上门提亲的时候 羞辱他女儿 随便找了个媒人上门 如今李林 请了靳夫人上门 岂不是压他女儿一头 这不是在欺负 他女儿吗 杨氏心中 越想越是不平 觉得受到了耻辱 内心抓心脑肺的难受 阿福提亲时 昭王府不过是请了一个官媒 如今阿管却请了靳夫人 他最终还是将自己的心里话 说了出来 他为自己的女儿不平 为自己的女儿委屈 这些日子以来 这外头的人 不知道说了多少风凉话 说他的阿福 要嫁入昭王府又怎样 可婆家一点都不重视 一点都不伤心 日后还能有什么好日子 可是李林这穷酸 竟然请了靳夫人 给他做脸 靳夫人虽然比不得 怀和王妃尊贵 可到底是大家氏族当家主母 便是王氏这样的侯妇人 那也是 要给他三分面子的 这样的身份 竟然给李林这穷酸做媒人 压他阿福一头 杨氏 王氏脸色大变 昭王府的亲事 是你们自己求来的 莫不是你觉得 府上所有的姑娘 都要依照你们这个先例 请一个官媒了事 阿福做错了事情 惹了昭王妃不满 这才遭了这样的事情 你莫不是想 府上的姐妹都因他的过错 连个体面的亲事都不能办了 他好大的脸 你也好大的脸 第34章 众礼 杨氏不满 为自家女儿不平 可是他也知道 王氏这话在理 昭王妃羞辱阿福 却不能因此 在他后面的姐妹 都要如此被人轻视 夫家不能请一个好媒人 上门给姑娘做脸 可若是如此 那么在后头的姐妹 岂不是人人都被阿福好 要压阿福一头 让阿福成了笑话 阿福要嫁入昭王府 转头却要成了 旁人取笑的对象 杨氏握紧了拳头 对心头怨怪起了昭王妃 婆母 我没有这个意思 若是没有这个意思 你就不必再说话了 王氏也不管什么 加丑不加丑的 苏福干了什么事情 李林荡日也知道 至于静夫人 也不是爱说闲话之人 今日是大喜的日子 你摆出这样的脸色给谁看 若是不愿意坐在这里 便回去休息 杨氏不敢说要走 只得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他心中为阿福感到委屈 可是这会儿 却不敢再说话了 他看了一眼苏望 苏望也想起了 当日招王妃羞辱苏福的事情 脸色也不好看 瞪了杨氏一眼 两夫妻互相不满 王氏转而对静夫人道 年轻人 不懂事 让夫人你看笑话了 静夫人今年不过四十余 杨氏三十几 在静夫人面前 说杨氏是年轻人 确实是有些不妥的 不过也无人计较 两人笑笑 便将此事接过了 静夫人细细地 说起了日后的安排 之前我家夫君 便与李公子看过了地方 买下了一处三进的宅子 那边的位置倒是极好的 成亲时便在那边 待成亲之后 李公子会带六姑娘回故土 李公子的故土 在归宴城边上的石桥村 路程也不算远 若是来地城 坐马车须得三日 若是骑马而行 一日将至 归宴城虽然比不得地城繁华 可也是大城 想要买什么东西 都是一应俱全的 这些话之前也通过话的 虽然离得远了些 可是苏寻却觉得离得远的好 若是在这地城之中定居 苏管嫁得差了些 外头的那些流言蜚语 姐妹之间的高低区别 肯定是令人受不住的 若是见了旁人 还得屈膝行礼 实在是憋屈 去了小地方 她再怎么 也是侯府嫁出去的姑奶奶 谁人敢惹她 大不了 让她多带一些信得过的人 过去就是了 静宁侯和王氏点头 如此甚厚 静夫人笑着让人 将准备好的提亲礼抬了上来 然后命人打开 这些都是 李公子命人备制的 若是府上有什么不满 尽管提便是了 说着 便命人递上了礼单 李家准备的是十二礼 六礼之中 礼炳 礼香礼竹 礼盒 瓜果 姑且不提了 但用的都是上等 礼茶用的是上等 供茶天山雪茶 那是茶道之上顶端的明珠 静宁侯得皇帝气重 有幸得过一些 瞧着这茶 倒是比他当日得得要好一些 真是 天山雪茶呀 静宁侯有些吃惊 心中想着 静家后面盘根错节的关系 以为是静家帮忙备制的 感慨了一声 静夫人有心了 静夫人也不说破 只是笑着 费心些是应该的 六姑娘这样的好姑娘 自然是值得最好的 静夫人这话 听着静宁侯王氏 以及苏巡 都极其满意 苏巡道 我们家阿馆 自然是最好的 礼金没有准备银子 送的是一根白玉簪子 那簪子上头 是一直抱着尾巴的小松鼠 模样憨太可居 非常的可爱 瞧着这白玉的水头 也是难得一见的真品 衣服也没有准备 送的是一匹布料 那布料的来头更是不得了 蜜州那边的零纱软绸 布料细腻轻柔 摸上去手感极好 而且透风舒爽 许多闺女都将其做成礼衣请衣 用起来极其舒适 但是蜜州远离东罩 而且这等布料生产不容易 在东罩这边 那是有价无市 千金难求 便是这宫中的贵人 一年到头 也不过是分到了少少的一些 如此一匹布 仔细估算 三千俩都不值了 李灵道 昔日我曾去过蜜州 在那里 这布倒是不贵 回来的时候 也就带了两三匹 都是不值钱的 杨氏和江氏 脸色都绿了 什么不值钱的 三匹布 那都价值万两白银了 除了这六里之外 还要六里才凑够十二里 这六里之中的 有糖酒二里是固定的 剩下的就随意添置 凑足十二即可 剩下这四里当中 给苏管准备了一套珍珠头面 给各家长辈准备了一匹布 给苏寻夫妻的是 一块燕台 静宁侯与王室 一个做工精致的花瓶 这个提亲礼 可算是下足了钱和心思 静宁侯和王室心头满意 对李灵更是满意了几分 苏寻也是满意 那燕台她虽称不上几吼 可却是她寻了好久都没寻到的 李灵这礼物 算是送到了 她心砍上了 于是她便笑呵呵地 和李灵说起了话来 说着说着 还说起了苏管小时候的一些趣事 李灵静静地听着 眉眼温和戴笑 瞧着就是一个温婉如玉的公子 这又让人想起了 当日的赵明言 有神妖事情就喊母妃 像是一个眉长大的奶娃子 苏王的脸色有些挂不住 杨氏更是受不了 李灵对苏管这样上心 请了靖夫人做媒 提亲又下了重礼 此番还是提亲 等真正定亲过大理的时候 还不知道怎样的了得 如此一来 更是衬托了苏福的寒臣 抢了苏管的亲事 要嫁入昭王府又如何 人家昭王府明摆着 看不上你这个姑娘 提亲的时候 如此羞辱人 而且 当日便拿走了耕帖 苏管虽然失去了昭王府这门亲事 要嫁给李灵这个寒门子弟 可是人家李家有靖家帮福 给足了苏管的面子 这姐妹一对比 苏福怕是要被嘲笑到哭 苏旺为苏福不平 但是他也知道 是苏福自己做错了 如今昭王府不满他 他自己非要嫁 也只能忍受了 可是如此一对比 苏旺觉得这女儿嫁得 相当的憋屈 至于苏管的 他倒不至于怨怪上 高门千金 李英如此被看中 日后嫁人也风风光光的 这个李灵 还算是不错的 第35章 莫不是将家底都掏空了 消息传至后院 同样也引发了不少的动荡 姑娘 您没看见 世子夫人当时便气得 差点呕血 那个脸色啊 那叫一个精彩 小桑兴致勃勃地 说着前院的时候 像是亲眼看到似的 脸上挂着高兴和得意 静夫人和李公子走了之后 还是叫人扶着回去的 原本小桑 因为苏福抢了苏管的亲事 他要嫁入昭王府 自家姑娘 却要嫁给李灵的事情 耿耿于怀 觉得实在是太憋屈了 如今两家人一对比 小桑就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连李灵也觉得顺眼了 昭王府提亲的事情 外头传得沸沸扬扬 苏福丢尽了脸面 若是知道李灵给苏管下重礼 那怕也是要当场吐血三尺 堂堂昭王府 连一个寒门学子都不如 小桑道 那也是他活该 恶人自有恶人魔 别人都说 嫁入昭王府是好 此番看来 四姑娘日后还有得魔 便是这提亲这一事 也够世人嘲笑他一辈子了 李公子虽然出身一般 对姑娘倒是上心 小桑原本对李灵不了解 在小桑口中得知 苏管决定要嫁给李灵这个寒门子弟的时候 也很吃惊 担忧得不得了 毕竟对于高门贵女而言 嫁个好夫家才是最好的归宿 可惜昭王府的这桩亲事 被苏福抢了 自家姑娘要嫁 他也没有法子 如今看着李公子对姑娘很重视 不但请了靖夫人做媒 还给姑娘下了这样的重礼提亲 他也放心下来的 他的想法和小桑一样 自家姑娘才是他立足的根本 像是他们这些婢女 除了府上的家生子 被买进来的 不是家破人亡 无家可归 就是被亲生父母 亲人卖掉的 地位低下得很 除了伺候了多年的姑娘 别人也不会管 他们死活 不管去哪里 跟着姑娘 才是最好的出路 苏管听着这两人说着前院的事情 最开始的时候 也是有些高兴的 婚姻大事 就算是没有感情基础 可是对方重视他 自然是高兴了 可是高兴过后 他就有点担心了 听小桑的说法 吓得提亲里都好几千两银子 他哪里来的银子 莫不是将家底都掏空了 虽然他很喜欢他给自己做脸 可是掏空家底这样的事情 却是有些过了 算下来 他给的一千两银子 实在是少了些的 他心想 要不要再给他送点银票 说不准他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 傍晚 将近夫人和李林客气地送出门之后 王氏便命人清点了李家送来的礼 然后将李炳瓜果糖 送到各家姐妹的院子里 剩下送给苏管的东西 则是命人送到苏管的院子里 主仆三人正在屋里说话的时候 便有人禀告说 李公子送的礼物已经送不来 并且将抄写的礼单也交了一份 上头注明了 哪一件东西送到了谁那里 梅姑辛苦了 王氏身边伺候最得力的人叫梅姑 王氏年纪大了 不喜欢花一样的小姑娘 在跟前伺候 用的都是媳妇姑姑之类的 梅姑在王氏面前是头一个 六姑娘客气了 奴婢恭喜六姑娘 那李家郎生的好生俊俏 对姑娘也是万般上心的 梅姑深安高门大宅生活的道理 她的主子是王氏 对于王氏所出的孙子孙女们 一概都是客客气气的 多谢梅姑 梅姑道 今日李家送的礼 好些都是给姑娘的 夫人说让奴婢给姑娘送过来 都是些好东西 姑娘自个看看 苏管硬了下来 让小桑清点东西 核对单子没有问题之后 梅姑就告辞离开了 小桑打开盒子一看 将那白玉小松鼠簪子拿了出来 笑道 奴婢刚刚还听说 这簪子极好的 如今一看 水头果然是不错的 姑娘你瞧瞧 真好看啊 苏管接过东西一看 上头的小松鼠活灵活现的 抱着大大的尾巴 憨太可居 可爱极了 他摸了摸 心头也是喜欢的很 还有这灵莎软愁 那是连宫里的贵人 都没有一整体的 待改日得了空闲 让知秀给姑娘 做两件礼仪和小衣 姑娘穿着也舒服 小桑兴致勃勃地 做着各种安排 苏管笑了笑 手指摸了摸簪子 心头却想着 要不要送银子这事 管院这边高高兴兴的 芙蓉院这边气压却有些低 苏福偶然撞见婢女 在说这件事 询问了之后 便摔了一个杯子 气得很 不过就是一个寒门子弟 有什么好的 日后嫁过去 还不知道要过什么日子呢 那个穷酸 怎么能和三公子比 苏福真是气得脑子都糊涂了 一想起当初 赵王府给自己提亲的事情 再想想 今日李家上门提亲的事情 外头的人 还不知道如何笑话他呢 分明是一个早死的短命鬼 居然还比他荣光 白河白纸 站在一旁不敢说话 这些日子 苏福被禁足在芙蓉院中不能出去 脾气也不是很好 这种时候 他们还是不要说话的好 再说了 他们也是半路被提上来的 又不是打小伺候他的婢女 要是惹了他 指不定就被派到别的地方去了 此时 平摆侯福 二夫人 静宁侯福送礼来了 苏若正在照顾年幼的孩子 隔着沙帘看着外头的婢女 皱了皱眉头问 送什么礼 六姑娘提亲的李炳 果子和糖 说是给三姑娘的 李炳和李和庄的果子 都是分给自家姐妹吃的 苏灵虽然不在府中 但是王氏还惦记着她 让人悄悄送过来 哦 六姑娘的亲事谈好了 定的是哪一家 是那位姓李的公子 之前传的沸沸扬扬那位 苏若一顿 眼神都变了 见孩子睡着了 他便起了来 掀开沙帘走了出去 问那婢女 李公子 那我那三叔能啃 奴婢听说 府上对李公子甚是满意 今日李公子上门求取 请的是静夫人做梅 吓得李也重 其中还有一匹千金难求的 蜜舟灵沙软仇 府上已经硬了 苏若皱了皱眉头 在原地走了两步 最后让那奴婢将东西 送到苏灵那里 去给三姑娘送去吧 将这些话也说给她听听 也让她知晓 自己该怎么做 是 第36章 流言蜚语 苏管的亲事 算得上是出不定了 只等李家选个好日子 让静夫人上门拿耕帖 然后请人算一算 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两家人就可以坐下来 谈定亲的事情了 三叔六里走得繁琐 可同样的 也是两家人 对于这桩亲事的重视 静宁侯府上的苏福苏染 被禁足 苏灵不在府上 二房的苏盈 不过十二岁 所以 也没有姐妹来苏馆面前说事 要说有 便是苏罗得知她要定亲 且要嫁人的事情很不开心 天天跑管院这边陪着她 不出所料 府外因着这两桩亲事 确实也是 刮起了一阵风风雨雨 传得沸沸扬扬 静宁侯府的四姑娘 要嫁昭王府 可是却被昭王府侵蔓 而六姑娘 要嫁一个寒门学子 却受到了重视 说起李家 给苏馆提亲的礼物 又不少人 则是倒吸了几口凉气 旁的姑且不说了 便是这天山雪茬 与蜜州灵沙软愁 已经让人吃惊了 你说这李家 到底是什么人啊 哪来的这些好东西 那可是天山雪茬 陛下一年 都得不了多少 可不是 我听说啊 这蜜州的灵沙软愁 那是宫里的贵人 都没有多少 一年得个一匹的 还得分着用 你说这李家 会不会是富贵之家 若不然 静宁侯府 怎么会答应这门亲事 那六姑娘 可是府上的嫡女 绝无可能 我前些日子 倒是有几个谈得来的有人 正是李景元老家 归艳城那边的 听说他也在书院上过客 家住在乡下的小村子里 家里穷苦得很 莫不是静家帮忙的 静家 什么静家 就是替那李景元 做没人的静夫人家 你们外面 来得有所不知 这静家虽然无人在朝为官 可是也是 咱们地成一大士族 咱们东照国建立之初 便已经在了 若是说这静家帮忙 拿出这两样东西 也是合理的 可是这静家 到底是静家 李家到底是李家 就算是帮扶 也是不多的 这六姑娘嫁过去 这日后的日子 还不知道如何呢 你说一个 好好的千金贵女 如今要嫁给一个 一穷二白小小的举人 真是可怜得很 我倒觉得不可怜 那李景元今年才18岁 也有举人之名 便是今年落榜 三年后再来就是了 再说了 人家六姑娘出身 外祖又是镇国公府 便是李景元 如今是小小的举人 日后肯定是差不多 边上许多人身以为然 觉得李灵实在是撞了大运了 原本以为他 就是一只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聚敬拟猴求亲 不被打出来 已经算是好的了 没想到 竟然还能让他 娶到了最好的那个 公子 可是要我上前去 教训教训这些人 远游听到这里人嘴碎 为自家公子愤愤不平 他家公子 分明是世上最好的少年公子 怎么被这些人 说的什么都不是 倒是不必 这些酸话 也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 也没什么好气的 旁人都觉得他一穷二白 是个穷酸 娶了六姑娘 那是撞了大运 日后 靠着静宁侯府 和镇国公府 那是前途无量 就是有些担心 要是有人在他耳边 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嘲笑他嫁了这样的一个人 他心中会不会难过 他心中隐隐有些担忧 想着 要是有机会见了他 要不要解释解释 也好让他安心 说起来 那四姑娘也是可怜 这还没定清呢 就遭了婆家的嫌弃 招王府提清的礼 还不如这里家的 礼家请了静夫人做媒人 而招王府就带了一个官媒便去了 那提清的礼 也不过是普通的六礼 加起来 也不过一二百两银子 堂堂贵女 还是静宁侯世子的嫡女 真是丢人 可不是 这招王府也敢这么做 可见是连静宁侯的面子 都不给了 莫不是招王与静宁侯翻脸了 这些留言传得多了 自然也传到了 招王和世子赵明展的耳中 赵明展皱了一下眉头 眼底有些烦躁 世子夫人道 这事情如何解决 我这两日外出的时候 旁人都是旁敲侧推 问起我小叔婚事的事情 赵明展也是觉得犯愁 赵明眼吵着要娶苏符 母妃不想同意 就不同意就是了 怎么非要在亲事上 做这样的事情 羞辱了苏符 同样也羞辱了静宁侯府 自家也是丢尽了脸面 且莫要管这事了 你就当做不知道 好生安胎就是了 赵明展去岁成亲 娶的是平原侯府的嫡长女慕容宁 平原侯府的老太太 是皇帝和昭王的姑姑 说起来 慕容宁也是她隔了一辈的表妹 两人的感情还算不错 赵明展为人正直 能力不弱 连陛下都是夸耀过她年少有为 十分看重她 如今当的是近卫军副统领之职 深得陛下信任 慕容宁担忧道 也不知道父王知道此事会如何 赵明展心中暗道 父王知道此事定然是要发怒的 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 可是近宁侯的面子却不能 两人同为宝皇党 赵王是皇帝的亲弟弟 而近宁侯是皇帝的心腹 关系素来也是不错的 此番赵王妃做这事 简直是往近宁侯脸上打了一巴掌 说是结亲 实际上已经是在结仇了 赵王确实是很生气 将赵王妃喊过来说了一顿 让她重新准备礼品 请怀和王妃出面重新谈一次 并且 这一次一定倒扮得妥妥当当地 给足近宁侯府面子 赵王妃因着此事 已经受了不少的气 外面说 还说她容不得人没有德性之类的 见赵王这样说她 心中更是生气 也更加地恨上了苏福 若不是因为苏福 赵明妃也不会被她勾得魂都没了 非要娶她 若不是因为如此 她也不至于怨怪上了她 在说亲的时候羞辱她 如不是 她也不会有今日 她压着一口气 冷着脸让人准备东西 然后再派人去了怀和王府 请了怀和王妃做媒人 隔了七八日 赵王妃便与怀和王妃 上了静宁侯府 此时王氏以祈福之名 将苏染送去了远离地城的寺庙 苏灵在苏弱的陪同下 意气风发地回了静宁侯府 她也要嫁人了 第37章 解禁 这一次 赵王府这给足了静宁侯府面子 也给足了苏福面子 送来的礼 也是经过精挑细血 十分的用心 王氏心头满意 也不计较之前的事情了 杨氏更是高兴 脸上的笑容都没停过 我们家阿福啊 不是我自夸 那是再好不过的姑娘了 赵王妃心中堵着一口气 根本就不想和她说话 好在有怀河王妃在 这才避免了尴尬 怀河王妃道 可不是 府上的四姑娘与明言 自然都是好的 姻缘天成 是最合适不过的一对了 能娶上府上的姑娘 是我赵氏而郎的福气 王妃谬赞了 这也是我们阿福的福气 怀河王妃 今年已经五十岁了 在赵氏王族 也算是的是德高望重的妇人 怀河王是皇帝和赵王的堂兄 也是如今赵氏一族的组长 管理这组里的一切杂事 故此 虽然怀河王为郡王 赵王为亲王 赵王夫妻见了怀河王这一对夫妻 也得给三分面子 客客气气地称 一声堂兄和嫂子 此时有怀河王妃压阵 赵王妃就算是心存不满 可到底还得忍着 若是不将此事办妥了 估计赵王也不会放过她的 两家友谊和好 事情自然就好办了 怀河王妃和赵王妃 在府上坐了一个时辰 然后便由王氏杨氏送着出了门 顺道喊了个下人 将今日的事情说出去 宣告世人 今日才是赵王府提亲的日子 之前的事情都是无稽之谈 不过是赵王妃上门询问 亲氏所送之礼物 苏福在芙蓉院得知了 赵王府重新过来提亲 也是高兴 为了婢女赵王府的提亲礼 心里算了算 其中也有一两件珍贵的物件 勉强地将苏拐压了过去 等怀河王妃与赵王妃一走 杨氏便到了芙蓉院 让人将提亲的礼物抬了过来 然后高兴地对苏福说 我儿 这次可算是好了 这日后 我看谁人敢说赵王府不重视 苏福高兴地拉着杨氏 在临窗的木榻坐下 命了白纸去上茶 然后便问起了前院的事情 当真如此 王妃不生我的气了 杨氏拍了拍苏福的手道 她生气又如何 如今也只能认了 王爷定然是不会允许她 这样胡闹的 你可是静宁侯府的嫡女 祖父是静宁侯 王爷总是要给三分面子的 苏福心中明白 赵王府能重新上门提亲 一来是碍于外头的流言蜚语 二来 为了两家人的脸面 三来就是看在他祖父的面子上 他握紧了拳头 心中高兴 赵明言才是日后最有前途的那个人 也是最有资格与太子一争的人 总有一天 他要将太子和苏染 这一对狗男女踩在脚下 母亲 祖母何时解了我的禁足 杨氏道笑道 你如今都要与赵王府定亲了 你祖母怎么敢继续为难你 他都同我说了 解了你的禁足 苏福一听 顿时便高兴了起来 那真是太好了 母亲 那苏染呢 苏染 杨氏轻哼了一声 前两日你祖母已经发话了 将他送去一家庙里 让他在外头待两年才接回来 苏福觉得解恨极了 倒是便宜他了 若是好在 我定然好生地整治他 杨氏想起苏染也来气 然后又想起了苏福和太子之间的事情 如今你和三公子要定亲了 之前的事情 你就当做没发生过 万万不可再提起 也万万不能让你祖父知道 母亲 我知道了 杨氏与他说了一会话便离开了 苏福心头大好 原本想着要去找苏染算账的 可是如今苏染不在府中 他想了想 便去了馆院找苏馆 之前因为提亲一事 苏馆压了他一头 让他好生不痛快 又被禁足不能外出 如今解禁了 他倒是要好好的和这位姐妹谈谈心 苏馆正在试弄花草的时候 得知了苏福过来的消息 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命人去请苏福进来 自己则是 和小桑去请室换一身衣服待客 他不是刚刚解禁 来我这里做什么 小桑道 今日赵王府重新上门提亲 夫人为他解禁了 苏馆一听 瞬间就明白了 苏福到这里的缘由 之前府里府外的人 都拿着赵王府的提亲礼 和李家的提亲礼对比 他心中怕是恼怒 此时赵王府给足了他面子 他搬回一城 此番前来 应当是炫耀 苏馆择了一声 觉得苏福有病 想来他可没得罪苏福 最多也就是看看戏 当成个笑话 人家赵王府之前 羞辱他与自己也没关系 李公子虽然提亲下了重力 可是 他到底是高门贵女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自己不好 却见不得别人好 小桑见苏馆半点不着急的样子 心中却替他急 姑娘 要不要奴婢 派人去禀告夫人一声 免得四姑娘欺负你 这倒不用 他还能对我如何 不过是说几句得意的话 由着他去吧 苏馆倒是不在意 祖母为府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劳心劳力 也是够疲惫了 我能应付得来 何必劳烦他 姑娘孝顺 苏馆没有说话 要说孝顺 他对王氏 自然是没有什么孝顺的 在他看来 这个府上真心为他的人 只有的父亲苏巡一人 静宁侯和王氏 虽然是他的亲祖父祖母 可到底家大业大 下头的子孙也多 到了关键时刻 他也是会被推出去牺牲的 他只是嫌麻烦 自己能应对 何必搞出更麻烦的事情 他又不是受了欺负 就去告状的小孩子 再说了 便是说了又能如何 最多也是教训苏福几句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苏馆换了一身浅蓝色的乳裙出来 他的绣发梳了一个简单的流苏剂 上头就攒了一只白玉小松鼠的玉簪 苏馆得了这只玉簪之后 是越来越喜欢 平日在院子里 也时常用来晚发 苏福穿着一件海棠红的大袖照衣 尖色长裙 绣着牡丹的盒子 头上梳着灵巧高贵的发际 发尖插着珠花金簪 另外还有一只凤贤猪的布摇 随着他的动作 那颗珠子摇摇晃晃的 见到苏馆 苏福挑眉笑了一下 六妹 最近可好 第38章 你真的很表好吗 苏馆走过来 在罗汉椅另一边坐下 罗汉椅放在院子的正屋 中间放着一张梅花按机 两边放着两块 绣着四十花 塞着细棉的垫子 在罗汉椅的靠背上 还放着几个胀鼓鼓的靠枕 同样绣着精致的花样子 此处正是平日苏馆 用来待客的地方 正屋的大门打开 便能看到这院中的景色 坐在这里喝茶赏景 实在是一件美事 苏馆笑着 让小桑泡茶 然后道 劳烦四姐关怀 我自然是极好的 苏福含笑看着她 那前几日身体不适 一直都不曾出门 如今大好 听闻六妹要与李家定亲 特地来恭喜这六妹 苏馆也含笑道 那真是多谢四姐了 真是多谢你了 你姐姐就出来找我麻烦 苏福道 之前我就想和你道个歉的 虽说你和三公子 有约定在先 可是我与他 到底是两情相悦 也只能对不住你了 抢了别人男人 还说这种风凉话 你真的很标好吗 苏馆早就知道 苏福和苏染 都不是什么好鸟 但是他能说出 这样的话来 也是令人震惊了 他扯出了一些假笑 哪有 都是因缘天成 本该无缘罢了 苏福又道 确实如此 只是不知竟然 害了你要嫁那李公子 李公子是什么样的人家 嫁过去 那不得受一辈子苦 说起来 我真的对不住你 若不然 我去求求祖父祖母 苏福顿了一下 然后又道 若不然等我出嫁之后 我便和三公子 一起回来帮你做主 三公子说的话 祖父祖母 定然要给些面子的 苏馆手指 在茶盏边上 细细地磨了一下 笑了 这倒不必了 婚姻大事 长辈做主 我瞧着李公子极好的 哦 你真的觉得极好的 不觉得是祖父祖母 将你推出去 填这个坑 四姐 慎言 苏馆脸上的笑容 脸了脸 李先生曾救过祖父 与我们一家有恩 祖父也曾答应过的事情 我们作为孙辈 为祖父报恩 也是应该的 如何能说这样的话 苏福笑了笑 你心中当真是这样想 你要知道 要是真的加了李公子 日后你便只是一个 举人娘子了 李家 回到昭王府 那是一个天一个地 实在是可怜 日后啊 连绫罗绸缎都穿不上了 这倒是不打紧 绫罗绸缎穿不上 粗布麻衣也使得的 苏馆像是听不懂他的嘲讽似的 认认真真的开口 再说了 祖父祖母总不会亏待我的 日后 我要出嫁了 在嫁状上 怕是要比四姐多一些 四姐日后可别生我的气 苏福略略一顿 脸上的笑意有些牵强 不过他不怕 他要嫁的是招王府 于公于私 府上也不会让他出嫁得太寒碜了 六妹放心吧 六妹为府上付出这么多 我自然是铭记于心 到时候 六妹有什么难处 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苏馆浅笑 那就多谢四姐了 正在此时 有人匆匆赶来禀报 四姑娘六姑娘 大姑奶奶陪着三姑娘回来了 夫人命你们去正院 见见三姑娘 苏馆有些诧异 三姐回来了 苏林跟着苏若去了平摆侯府 府上也派人去请了许多次 也不见她回来 如今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正是 苏馆皱眉 总觉得时机不对 就算是苏林要回来 估计也等着府上的人去 劝说请回来 怎么自己回来了 苏福站了起来 笑笑道 说不准是知道我定亲了 特意回来恭喜我的 六妹 我与你一同去见三姐吧 苏馆心道 她还恭喜你 恨不得撕了你才对 不过她却不想与苏福同行 于是便道 这倒不必 我姐换一身衣裳 需要一些时间 四姐还是先走一步吧 不必 我等你就是了 苏馆也没说什么 转身就离开的正厅 去了寝室里换衣服 她还喊了小桑 去准备了热水 再去摘了一些花瓣 她要洗个花瓣早 馆院不过是个小院子 统供也就正房 并着东西相仿几个屋子 进门就是院子 也就是后头有个后照房 住着几个伺候的丫鬟 此时有人抬水 从院中走过 苏福自然是看到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小桑停下来 恭恭敬敬地回了苏福的话 回四姑娘 我家姑娘要洗浴 先前四姑娘没来的时候 姑娘在试弄花草 身上出了些汗 这间四姑娘不打紧 可是出了院子便不妥了 苏福皱眉 那你家姑娘 要多少时间才好 小桑道 约莫小半个时辰 小桑对着她微微失礼 然后便带着人提水走了 苏福看着几人的背影 皱了一下眉头 心里算了算苏馆洗澡 换衣服上妆的时间 最终还是提出了告辞 带着人匆匆离去 小桑笑着 将她送出了院门 然后脚步轻快地 回了苏馆的寝室 苏馆根本就没洗澡 此时正坐在一张绣凳上 已经换了一身 浅蓝色的大绣衣衫 由着小肾给她梳头 听到脚步声 她问了一下 她走了 小桑点头 四姑娘走了 小姐你厉害 四姑娘怕是急着 要去三姑娘面前显摆 等不急了 苏馆笑了笑 也不说话了 她确实是不想 和苏福一起走的 一来她与苏福并无交情 苏福抢了她的亲事 还在她这里显摆 甚至联系她命运可怜 实在是做了表 还觉得自己是个圣母的表 令人隔音坏了 二来 她若是和她一起走 到时候说不准苏林 就认为她和苏福是一道的 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 苏馆实在是不想掺和 若不是因为她年纪小 她早想出嫁了亲近了 此时在扶贫院的正厅里 王室脸色都变了 她看着站在面前自己的孙女 恨铁不成钢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你糊涂啊 苏林站得笔直 下巴轻扬 祖母说 这话过了 什么叫做我糊涂了 若是我不为自己打算 日后祖母 是不是要想对待六妹一样 随便找个人 将我嫁了出去 苏福母女将我害得这样惨 可你们 却如此偏心于她 如今她还要嫁入昭王府 做三少夫人 祖父祖母都不为我做主 我为何不能为自己打算 第三十九章 难不成我就活该受尽委屈 苏林不回来 则已 一回来就把家里的人给吓着了 她回来便来拜见王室 说了她自己的亲事 说随王有意拿她做侧妃 她要嫁过去 那可是随王啊 如今 陛下也不过是四个成年的皇子 最有势力的 也就是太子和随王 说起来 皇帝也是可怜 当年打天下的时候 儿子死了好几个 如今剩下的也就五个 一个是排名第四的随王 一个是排行第五的太子 排行第六的明王 排行第七的文王 最后一个是排行第九的九皇子 九皇子 不过还是一个六岁的小儿 而今尚未册封 太子为原配所出 他上头有两个哥哥都不在了 出生不久 皇帝的原配就过世了 皇帝怜悯他 登位之后便封他做太子 而随王呢 则是赵贵妃所出之子 赵贵妃来自大家士族赵氏 皇帝为了争处 聘取赵氏女为侧妃 得了赵氏相助 荣登地位 如此一来 太子虽为太子 可是外加渐渐落魄了 而当时他年纪小 也笼络不了什么人 反观随王 赵贵妃所出 身后亦有赵氏 又有赵贵妃多年 为他急急盈盈 簇拥者众多 故此 两党之争近年来越加激烈 鹿死水手尚未可知 静宁侯是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 自然也不是傻子 将这局势看得明明白白 他为皇帝心腹 如今在朝中 也算得上是炙手可热 但他也知道 苏家的权势 到这里也算是到头了 从龙之宫固然可贵 可是同样的 也掩藏着无数的危机 一朝不慎 便是满盘皆输 和府上下二十几条人命 都要填进去 若是他站了队 一来要防着皇帝之道 先下手除了他 二来还要防着日后的新帝 忌惮他势力过大 狡兔死走狗烹 如此倒不如 安安分分地为皇帝做事 到时候便是皇帝驾崩 新帝继位 他身为先帝爱臣 只要是没有犯下大错 新帝对他也只有拉拢的份 再不计就收了兵权 将他忽视罢了 然而到时 靖宁侯府仍旧还是靖宁侯府 府上多年继续发展 子子孙孙连姻盘根错节 便是有人要欺负 也要掂量一下 他和儿子这一代 可能不受重用 可是只要靖宁侯府还在 一朝天子一朝臣 总能等到的 待到百年之后 旁人说起靖宁侯府 不再是那个山野出身的老匹夫 而是苏氏一族 百年士族 贵不可言 也因此 靖宁侯和王氏 在这个时候 不得不忍气吞声 谁都不想得罪 只要渡过这个坎 靖宁侯府的百年荣华 也就定了 而如今 苏林此举 简直是一手将靖宁侯府 推入夺敌的漩涡之中 王氏几乎是要吐血 他指着苏林的手指 都在发抖 你说祖母对不住你 祖母也认了 可是你万万是 不能嫁随王的 你若是看上了别的什么人 但凡可以的 祖母都替你求回来 苏若坐在一旁冷笑道 什么求回来 如今阿灵 还能嫁什么样的人吗 能比得上苏福吗 祖母 您说这话的时候 心头也不想想 随王要聘取阿灵为侧妃 虽然是侧妃 可阿灵身份低微 已经算是不错了 走出去了 旁人还要恭恭敬敬敬地行礼 称一声侧妃娘娘 若是随便寻个人嫁了 日后见了谁都要屈膝行礼 下跪磕头 苏灵抿了抿嘴角 却道 要我不嫁随王亦可以 那祖父祖母 便给我找一个比苏福更好的 总之 我咽不下这口气 若不然 你们便叫苏福将昭王府的亲事 让给我也行 王室一阵窒息 昭王府的亲事已经定了 而且昭王府那样的门第 也不会同意你嫁过去的 阿灵 你听祖母的话 祖母总不会害你的 苏灵哭得凄惨 祖母怎么不会害我 此番苏福与杨氏这般欺辱我 我丢了亲事 受尽了委屈 也不见祖母替我做主 反而杨氏 在府上仍旧是她的世子夫人 过得好好的 苏福要嫁入昭王府 做她的三少夫人 这世间不平 祖父祖母不平 难不成我就活该受尽委屈 我说我不愿屈居苏福之下 可祖母又说 我出身低微 不过是一个庶女 而名声有误 如何高价 如今我自己找了 祖母却又不肯了 莫不是见不得我好 王氏反驳道 祖母没有这个意思 可是隋王是万万嫁不得的 你是要害了我们一家 你要为家中 长辈兄弟姐妹着想啊 苏林文言就道 我受尽委屈时 又有何人为我着想 不过是觉得 我是一条贱命 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庶女 便是联姻也找不着有用些的 死了也没有什么影响 总之 过几日 隋王便会派人上门说清 若是祖父祖母不愿 那便来替我收拾好了 反正不过是一条贱命 如此被苏福一辈子压在脚下 我宁愿去死 说着 他就转身要走 王氏刚想将人拦住他 却见苏福穿着一身海棠色 头戴凤贤珠的布瑶 带着婢女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 脸上还带着金贵的笑意 见了苏林 苏福还亲切地笑了两声 三姐 你终于是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在大姐家中 住到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听说我定了亲事 所以回来恭喜我啊 我就知道 三姐对我 素来是最好的 苏林顿时气地呕出一口血 她眼中冒着红光 恨得不得了 上前啪的一声 就给了苏福一巴掌 见人 两人原本就站得近 苏福刚刚还想上前拉苏林的手 轻轻热热地上眼姐妹好 怎知苏林突然动手 啪的一声打在她的脸上 那火辣辣的触痛感 让她的脑子嗡的一声 一下子就空了 苏林打了苏福一巴掌 仍旧是不解气 还要上前去打她 王氏吓得魂飞魄散 王氏让人上前拦住她 住手 住手 阿玲你这是在干什么 苏林剑被人拦了 冷哼了一声 毫不在意 我干什么 祖母不是看到了吗 是要关镜闭室吧 祖母放心 我自己关去 王氏头疼欲裂 整个人都差点站不住了 你们 你们这些人啊 都是讨债的 都是讨债的 第四十章 你们自己玩吧 别带我家姑娘了 苏福捂着脸 整个人脑子都空了 打了 苏林竟然打了她 竟然敢打她 苏福重生之后就发过誓 再也不会让人欺辱到她的头上 便是苏染 她也要将对方压得死死的 如今苏染倒是被送出去了 没想到 一个昔日在她面前奉承的苏林 竟然敢打她 你敢打我 苏福气得头脑发昏 当时就扑了上去 苏林也不甘示弱 两姐妹两缠打在一起 王氏差点就晕过去了 急忙吩咐边上的人 快 快将他们分开 苏若与婢女 一同将苏福与苏林二人分开 期间 还下手捏了苏福好几下 她用的是巧劲 疼得苏福直发颤 分开之后 两人一身狼狈 苏福头上的凤贤珠布 摇落在了地上 苏林看见了 伸脚就踩了一脚 然后还用力碾了碾 苏福当时脸皮都扭曲了 苏林 你敢 这凤贤珠布摇壳有些来路 正是昭王府这一次 给苏福提亲所用的聘经理 此物乃是前朝 一位名夫人的所爱之物 整体金簪蕾丝香宝 凤口咸珠 咸着的是一颗拇指大的红宝珠 色泽和光润 都是极其难得 苏林这一脚踩下去 直接将那类似的凤凰造型 踩得变形 那红宝珠 更是搭的一声 脱离了贤珠的位置 往一旁滚去 苏林仰起了下巴 我敢不敢都踩了 苏福 少和我说什么姐妹情深 我瞧见你就想打你 不信你试试 你个贱人 苏福简直要气疯 这凤贤珠 是难得一见的珍宝 又是前朝留下来的东西 正是昭王府为了给他做脸 用来压着苏馆 那提倾里的珍宝之衣 这几日他天天带着 爱惜得很 如今被苏林这样一脚踩了 他还能不疯 住手 阿福 王氏让人压住了苏福 这才没让他动手 苏福一身狼狈 脸上的妆容都花了 他愤恨道 祖母 苏林他这是 发了什么疯 这可是招王府送我的礼 他竟然敢这样糟蹋了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苏林道 你害我如此 我猜你一个不谣如何了 难道就容得你害我 还容不得我猜你个不谣 苏福气得发抖 苏林 苏林心头畅快不比 想打我是吧 尽管来吧 苏福 望你日后好好地下跪行李 称我一声侧妃娘娘 好了 别吵了 王氏走了过来 见到人将那步摇捡了起来 然后道 送去宝钗楼 看看能不能修理好 阿林你回若林院去 治愈阿若 王氏的目光冷了冷 阿若你既然已经出嫁了 日后这府中 你便不要时常回来了 王氏不知道 苏林如何和隋王搭上的 但是要说这是 没有苏若的手笔 王氏是不幸的 怎地苏林去平摆侯府住了不到半个月 便要嫁给隋王做侧妃 此时 怕是平摆侯府 已经上了隋王的船 苏若道 祖母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此番我妹妹在府上受尽了欺辱 难不成还想让我不管 若是让我不管也行 日后便让阿苹在平摆侯府出嫁 我这个做姐姐的 还贴不得起一份嫁妆 王氏定定地看了她好一会儿 你心里想什么 你自己清楚 苏若呼吸一致 闭嘴不说话了 可此时 苏福却不一了 祖母 这可是 我最喜爱的不摇 她踩坏了我的不摇 就这样放过她 王氏看了她一眼 对于几个孙女失望得很 她冷淡道 你和你母亲 坏了人家的亲事 毁了人家一辈子 人家坏你一个不摇怎么了 苏福一顿 心中有气 可却又不敢多说了 王氏如今 对苏林心怀愧疚 自然是向着苏林的 可是她想想自己挨的这一巴掌 又被踩坏了的不摇 心中好生不甘心 她一定要弄死这贱人 以泄心头之恨 行了 回你的福仁院去 阿玲也回若林院去 苏若你留下 我有几句话想同你说 苏林文言匆匆地带着婢女走了 苏福不甘心 但此时也没法子 也只好捂着脸生着气走了 王氏看着这两人的背影叹气 原本她想着 既然苏林愿意回来 那么之前的事情也该放下了 也能理解祖父祖母的苦心 她让苏福过来 是想让苏福给她道个歉 再让苏管劝劝她 事情就这样结过了 等过一段时间 她再给苏林挑一门好亲事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 苏林竟然抛出了隋王的事情 而且还和苏福打了起来 此番看来 她这个以前柔弱屈膝的孙女 是彻底地变了 王氏心底暗恨起了杨氏 若不是她干出这样的事情来 令陈家退了清 如今的苏林理应在休假状 待明年高高兴兴地出嫁了 苏管与小桑小慎 走到扶萍院外头的时候 正碰巧苏林和苏福闹起来 她远远听了声音 小桑有些担忧 姑娘 夫人让姑娘过来 姑娘若是不去 夫人会不会 你放心 祖母现在愁得很呢 哪里有些功夫理我 再说了 我去了也没什么用处 苏管道 我们就去御华院 若是有人问起 便说父亲有要紧的事情喊我 啊 哦 小桑慢慢拍才想明白 自家主子是什么意思 于是 一行人就飞快地离开了扶萍院 往苏巡与李氏所居的御华院走去 你们自己玩吧 别带我家姑娘了 苏巡碰巧今日在府中看书 听着苏管来了 倒是有些惊讶 出来见他的时候 见他坐在临窗的木榻上 拿着边上的黑白棋子下棋 他掀开帘子走了进去 问他 你三姐回来了 你祖母不是让你去扶萍院 同他说说话吗 怎的到我这边来了 苏管回头冲着他一笑 父亲 我可是爱避难的 刚才在院子外头 远远的 便听到三姐和四姐打起来了 我可不想掺和进去 劳烦父亲派个人告诉祖母 说是 你有要紧的事情找我 去不了了 苏巡一顿 眉头也是一皱 正好 李家那小子 约了我得空 去选一块玉石 为你们打一对玉佩 就今天好了 既然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同为父一起出去吧 苏管的眼睛亮晶晶的 女儿多谢父亲 第41章 说我可以 但说六姑娘却不行 相比见李玲 还是去王室那里 被使唤着去劝苏玲 苏管自然是选择前者的 真是的 和未婚夫培养感情不好吗 干嘛掺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于是 苏巡便带着苏管出门去了 离开的时候 还命人去扶贫院告诉王室 说他带着苏管与李玲 一同去选玉石 打造玉佩的事情 苏若刚刚从王室这里离开 王室正愁着呢 他命人 去将静明侯和苏旺叫回来 听了苏巡派人来传话的话 皱了一下眉头 却也没有再说什么 苏巡邻出门的时候 派人去通知了李玲 双方约在了风雪楼丘兰居见 苏管难得出来一趟 心情还算不错 坐着马车的时候 还掀起了窗帘 看外面街道的人来人往 苏巡道 若是喜欢 出来走动走动也好 我听闻那些姑娘们 都喜欢参加施舍雅舍什么的 你那五姐 不是写了几首诗词 得了一个才女之名 施舍雅舍什么的 其实就是一个贵家千金小姐 一起的社交活动 施舍多是一些才女 平日聚会的时候 便是迎师作父 或是请女先生过来上课 至于雅舍 那范围就宽了 闻完女工 赏花吃果 茶露酒香 以及投壶醋居 捶完其射皆有射击 可以说是 轻规巧一皆可 苏巡坚定地摇头 我不要 想到苏然所谓的棘手诗词 苏巡不禁皱紧了眉头 自己原本没有这样的才学 抄露别人的东西 看然都是好作品 但是因为时空不同 一些事情不同 有时候让人不能理解 或是理解错误 这种事情一次两次 倒是可以蒙骗过关 倒是多了迟早会翻车的 她不过是个 普普通通大学毕业的普通人 要她作诗 且不说她自己觉得有些羞耻 而且也比不过这些迎花弄月的小姐们 倒不如不去了 而且园主也不爱参加这些 至于雅舍 要说巧意 其实她也没有 去了做什么 在线吃播吗 这样想想 还不如自己待在院子里 喝喝茶再试弄一下她院中的花草 反正日后她和这些人 都没有多少交集 苏巡道 不去也可以 正好你要定亲了 待定亲之后 得了空闲 要自己秀嫁妆 苏巡觉得有些心累 这些事情原本是她母亲做的 可到底她母亲不在了 理事再好 也同她隔了一层 苏巡点了点头 乖巧地坐正 马车继续往前行驶 不一会儿 就到了风雪楼 两人下了车 带着人浩浩荡荡地往秋兰居走去 走过大厅的时候 还不少人往这边看了一眼 待他们走过之后 便凑头在一起议论 苏三爷带着那姑娘是何人 莫不是哪家娄子的姑娘 定然不可能 苏三爷好诗文化卷 却不爱美人 虽说是娶了两位夫人 可府上连的侍妾都是没有的 瞧着年纪 莫不是她家的六姑娘 有人恍然大悟 六姑娘 啊 就是那位要与李景元定亲的那位 可不是 瞧着真好看 李景元那丝 真是撞了大运了 又是静明侯府的迪小姐 外祖家里又是郑国公 这日后的前程 定然是不会差了 谁说不是呢 其中有一人吃笑道 要我说啊 你们都说了李景元那丝撞了大运 可我觉得 六姑娘实在是可怜 好好的静明侯府迪小姐 外祖家又是郑国公府 便是在不计 绑下抓絮 状元探花任由她选 结果就定了这么一个 举人 柯举还落了榜的 这堂堂贵女千金 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实在是可怜 便是在地城随便挑剪一个 那都是 比那人强的 要是换做是我 早就气得上吊了 那人正说着起劲 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被打断了她还有些不快 谁啊 她转头看去 却见一个身量威武的护卫 一巴掌按在她的肩膀上 那手掌的分量极重 让她直不起腰来 隔着这护卫 正见一个身穿青衫的公子 站在后面 正在冷冷地看着她 她咽了咽口水 你 你是何人 为何这般看我 李玲示意远游放手 她修长的手指 在手中的盒子上 愣了一下 嘴唇微凉 阁下说得真好 不巧 在下正是阁下口中 所说的李景元 那人睁大眼睛 浑身僵硬 张了张嘴巴 竟然什么话 也说不出来了 这说人坏话 让人当众抓住了 实在也是尴尬了 她挣扎了好一会儿 勉强地开口 李 李公子 李玲看了她一眼 目光微凉 哦 你说我可以 但说六姑娘却不行 若有下次 我可不好说话的 那人满头大汗 总觉得对方那一眼 让她心惊肉跳的 很是不安 盲是应了几声 是是是 我下次不敢说了 下次再也不敢说 这等闲话了 李玲见此 便让远游回来 然后两人往楼上走去 待她走后好一会儿 大堂里的人 才又重新热闹议论了起来 原来那便是李景元 瞧着 不像是寒门出来的子弟 倒像是世家教养出来的 嫡子长孙 那气度 实在是不凡 可不是 难怪人家静宁侯府 看得上她 哎 刚刚苏三爷 带着六姑娘来了 这会儿李景元也来了 莫不是约好的 估计是的 要是这男女相约 指不定就要被说成 什么风月谜谜的故事 但是有长辈在场 那是万万没有人 敢胡说八道的 这边的李玲 带着远游上楼 远游还愤愤不平 刚刚她都想拔刀砍人了 简直是岂有此理 竟敢这样说她家公子 公子 就这样放过他们 若不然呢 李玲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让你拔刀去砍了他们 远游使劲地点头 可以啊 我老游负责砍人 李玲又看了她一眼 这一眼有点凉 远游反应过来了 急忙补充道 大不了 大不了让九辫那死狐狸 收拾烂摊子就是了 在九辫的眼中 远游就是一个粗汉 傻憨憨 只长身体不长脑子 就会拔刀砍人的蠢货 在远游的眼中 九辫就是一只八面玲珑狡猾 非常的野狐狸 让人讨厌得很 两人互相看不顺眼 九辫日常给远游挖坑 远游日常拔刀砍人 第四十二章 她怀疑她在内涵她 李玲来到秋兰居的时候 苏寻刚命茶博士泡上茶水 远游留在门外 李玲敲门进来 然后对苏寻作一行礼 三爷 六姑娘 苏管站起来 微微屈膝回李 李公子 苏寻道 行了 这里也没外人 莫要再见外了 都坐下吧 李玲谢过 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 然后将木盒子 放在茶座的一边 苏寻挥手 让茶博士下去 亲自为她蒸了一盏茶 李玲谢过 多谢三爷 苏管看了她一眼 露出了一些温婉的笑容来 李玲目光落在她身上 一瞬便移开了 而后问道 三爷和六姑娘 最近可好 好着呢 也没什么大事 苏寻伸了身懒腰 然后道 你说要打一对玉佩 让我来选材料 如今在哪 李玲将盒子打开 在其中拿出三块玉石 黑绿白个一件 她道 这是我最近几天收集的 最好便是这三块了 黑色的是一块墨玉 绿色的是一块水头 极好的翡翠 白色的是一块暖玉 苏寻伸手摸了摸 手感都非常不错 尤其是那一块白色的暖玉 极其难得 苏管有些胃寒 若是带着一块暖玉 对着她的身体也有好处 苏寻将暖玉递给苏管 阿管 你觉得这个如何 苏管伸手摸了摸 手感极好的 她点了点头 可以的 她心中有些意外 也不知道李玲用了什么法子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找到了这样好的三块玉石 不过她这样的用心 苏管其实心里是很开心的 别人定亲 要是有现成的信物也好 若是没有也就罢了 她要重新打一对玉佩作为信物 可见对这门轻视的重视 和对她的满意 李玲的目光落在她的脸上 她的脸不大 肌肤白皙吹弹可破 尤其是一双眼睛 亮晶晶的 可见喜欢 她心中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六姑娘可是有想要的样式 若是有 没有的 我都可以 那我这里有几份 不如六姑娘看看 说着 她便在盒子底下 拿出几张图纸递了过去 苏寻接过 然后和苏管看了起来 样式是有好几个 前面的都是寻常玉佩的样式 说不上差也不出挑 大概是寻常的玉佩 都是这个样子的 倒是后面这几个 有花样子的 有小动物的 尤其是其中 还有一个抱着大尾巴的小松鼠 软萌可爱极了 苏管看着心都化了 这个可爱 李玲文言嘴角微翘 觉得她比小松鼠更可爱一些 六姑娘是个又可爱又聪慧的姑娘 她修长的手指 在茶展边缘摩擦了一下 倒 那就用这个了 到底是你我用的 六姑娘喜欢才是最好的 苏管点了点头 我喜欢这个 多谢李公子 她薄唇清起 目光落在她发顶那一缕头发上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苏寻轻咳了一声 成功将两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两双眼睛都看着她 苏寻一时间觉得有些糟心 心中叹了一口气 倒 那就这个了 你能寻到合适的工匠吗 若是需要我帮忙 竟然开口就是了 李玲道 工匠倒是不必了 在下有幸学过几年 雕刻一块玉佩 倒是能做到的 等我课好了 便送到府上 苏寻有些诧异 你还学过这个 李玲面不改色 在父亲跟前学的 我同父亲走过很多地方 有时候身上没钱 总要学点手艺 毕竟是要吃饭的 苏寻在一瞬间便想到了 她这些年过得多么的不容易 伸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以后总会好的 此番 你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若是有什么事情 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到底是她女婿 要是过得不好 她自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李玲点头 多谢三爷 无序多礼了 苏寻还是挺高兴的 李玲嘛 虽然穷了一些 不过对这门亲事 是真的很伤心 端正有理 气度温和 这样的人配苏管 当真是太合适了 既然事情办完了 但双方都没有提出 要走的意思 李玲让人送来了 一些点心上来给苏管 而后温雪二人 坐在茶座那里喝茶聊天 苏管就在一旁 靠窗的小桌边上 听着楼下的说书 吃着点心 苏寻问了李玲日后的打算 李玲直说 无心仕途 待成亲之后 将会回到故土 李玲怕苏寻和外面的人一样 觉得自己是个穷酸 觉得自己还是得解释一下的 于是就到 其实我家中还有一些土地 也做了一些生意 钱财也是有些的 三爷不必担心 三爷也不必担心 我定然是不会让三爷 和六姑娘丢脸的 听到这话 苏管猛地一下想起 自己之前写过的那封信 转头看去 刚好对上了李玲 那含笑的眼 他心头一颠 脸皮瞬间就红了 他怀疑他在内涵他 哼 苏寻毫无知觉 甚至是听到他 这话非常的高兴 如此便好 只要你们日后过得好 我也就放心了 苏寻最怕的就是 闺女要吃苦 此番李玲说 她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她也就放心了 两人说了一会话 苏寻便让人取了棋盘过来 与李玲下棋 苏寻棋义不错 但是不如李玲惊战 下了两局 都以失败告终 正当他要开始第三场的时候 门外便有人敲门禀报 说是尽民喉有事让他回去 苏寻想了想 便和李玲约了下次继续 然后就带上苏管等人离去 李玲送了这妇女二人出门 然后又坐回茶座边上 饮了一口茶 远游便从门外走了进来 顺道将大门关上 公子 远游压低了声音小声道 方才久便派人来了一趟 说是靳宁喉府出事了 李玲顿了一下 抬眼问他 何事 隋王欲聘取靳宁喉府三姑娘为侧妃 那三姑娘回去之后便闹了起来 若是三姑娘真的做了隋王的侧妃 这靳宁喉怕是不太平了 李玲皱了一下眉头 她倒是觉得 靳宁喉府其他人与她没什么关系 不过是关苏管 她怕是出了什么事情 日后她伤心难过 让人去约个时间 我须得去拜见一下东赵的陛下 第四十三章 不过就是一个庶女 舍了也就罢了 苏寻带着苏管匆匆回府 吩咐了人送苏管回馆院之后 便去了扶平院 她来的时候 靳宁喉夫妻都在 掌房苏旺与杨氏 二房苏林与江氏 甚至连李氏都在 她上前行礼 父亲母亲 靳宁喉爸爸手 道 来了就好 先坐下吧 是 苏寻在李氏边上坐下 李氏脸色苍白 看了她一眼 默默地不敢说话 苏寻觉得气氛有些压抑 转头看了一下 所有人的脸色都有些不对 尤其是杨氏 脸皮僵硬 十分地难看 这是怎么了 靳宁喉压着气道 你大哥家的阿玲 今日回来了 苏寻自然是知道 苏林今日回来了 早上苏林和苏若进门的时候 她就知道了 王氏还找苏管去劝她 不料她和苏福打起来了 王氏僵硬着脸道 阿玲说 随王玉聘取她为侧妃 她要嫁过去 虽说这侧妃也是妾 但是王府终究与别家不同的 嫁娶一世 除了不能穿正红 和新郎轻盈拜堂成亲之外 其他的大多相同的 只不过简单一些 而且 王府侧妃大多数 娶的也是高门贵女 聘礼嫁妆与聘书都是要的 所以也叫聘娶 而不叫纳娶 苏寻一愣 怀疑自己听错了 母亲说什么 王氏重复了一遍 阿玲想嫁随王做侧妃 苏寻脸色一点点地凝结 母亲 此事万万不可应允的 王氏脸色难看 我自然是不能应的 可若是不应 阿玲说了 要么就给她找一个 比赵王府更好的 要么 就将阿府的亲事让给她 若是两者接不得 她宁愿去死 此事平摆侯府也掺和了 阿若说 府上若是不愿 她将接阿玲去平摆侯府出嫁 说到这里 王氏恨恨地看向杨氏 都是你这个毒妇 若不是你 阿玲与陈家的亲事 怎么会出差错 若不是如此 我们府上也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杨氏站着听着王氏的指责 心中不满 然后道 既然她想去死 那就让她去好了 难不成真的让她嫁了随王 搅得我们和府上下不得安宁 不过就是一个庶女 舍了也就罢了 你闭嘴 苏旺恨不得扇她一巴掌 什么庶女而已 阿玲再怎么说 也是府上的姐妹 原本她好好的 就是你们母女二人害了她 如今反而怪她 还想让她去死 苏旺对杨氏和 简直是失望透顶 多年夫妻却不知枕边人 是这样手段恶毒的人 逮着机会就害人 这些日子 她只要一想起 就觉得不寒而栗 杨氏却道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 我们上哪去找一个 比阿福更好的亲事 给她 再说她配吗 一个庶女 难不成她还想做王妃 杨氏是有恃无恐 心觉得苏林一个庶女 就算是她再委屈 为了和府上下二十几条人命 将她无声无息弄死是应该的 至于阿福的亲事 那更是她万万不能想的 且不说赵王府不答应 她一个庶女 还想抢我阿福的亲事 简直是荒唐 她的阿福侯府嫡女 世子轻女 如何是一个庶女能比的 简直是笑话 真要我说 就该将她 许给李家的那小子 盖头一盖 抬了出门 她难不成还能不从 如此一来 事情不就是好解决了 苏巡原本不想插嘴的 可是见杨氏越说越过分 甚至还扯到了李林身上 她脸色一恋变了好几遍 大嫂 沈言 李公子与阿管 已经定下了亲事 这些话 我听你说一次 可不想再听你说第二次 杨氏却道 难道三弟你就甘心 六姑娘堂堂一个嫡女 却要嫁个李林那样的穷孙 若是我阿福被指了这样的亲事 我定然是不会同意的 杨氏 你闭嘴 静宁侯脸色发黑 目光直逼杨氏 杨氏对上她的目光 心中有些害怕 静宁侯道 杨氏 你莫不是 以为我静宁侯府 真的怕了你杨家 你如此有恃无恐 是觉得 我们当真不敢 将你修回杨家是不是 杨氏心头颤了颤 然后放低了声音道 我也不过是在寻求解决之道 王氏气得不轻 你的解决之道 便是让阿灵去死 杨氏道 那婆母 还有别的更好的法子吗 没有 若是有更好的 或是两全其美的法子 如今也不同一家子 在这里发愁了 可要是真的 让苏灵去死 苏灵怎么说 也是府上的血脉 他们自然是不愿的 可他们又不能答应 他要嫁随王的事情 归根到底 还是杨氏和苏府 惹出来的祸根 如今 让府上陷入两难之境 王氏指责杨氏 真是冤孽啊 若不是你弄出来的这些事情 何故致此 杨氏道 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 婆母怪我也没有任何用处 倒不如 想想 如何劝说她 放弃这样的想法 咱们再给她说一门轻事 事情也就过去了 王氏瞪她 你以为那么容易劝 阿灵要的是要比阿福更好的轻事 杨氏道 她一个庶女 还想要比阿福更好 做梦呢 绕来绕去 也绕回到这个事情上 静凌侯道 行了 别吵了 老三 你要阿管去劝劝阿灵 让阿管好好与苏灵说说话 祖父一定做主 给他找一门好轻事 苏巡原本是不愿意让苏管掺和的 可是想了想 若是苏灵真的嫁了隋王 牵扯到夺敌之争之中 这一家老小 包括他和苏管 怕是有危险了 于是也只能同意下来 那儿子便去问问阿管 若是他同意便去 若是他不愿意 此事便由着我们这些长辈解决 阿管孝顺董事 父亲母亲也心疼心疼他 莫要什么破烂事情都丢给他 李玲的亲事 府上诸位姐妹 为了斗得你死我活 没一个肯的 最终还是要苏管去填这个坑 如今闹出别的事情来了 又让他去劝说 姐妹们都要高价做人上人 可是他却要嫁给一个举人 便是他乖巧董事善解人意 心中没有不满 可却不是家里人欺负他的借口 第44章 可是郑国公府感啊 静宁侯和王氏对苏管很是愧疚 之前他们对苏灵也愧疚 可如今苏灵搞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两人对他失望至极 对于苏管更是联系了一些 王氏瞪了苏巡一眼 道 阿管是我的亲孙女 我还能不心疼他 苏巡道 我就知道母亲最疼阿管了 静宁侯无奈 既然如此 都各自回去吧 若是有什么好主意 便来说一声 是 一行人行礼离开 苏巡与李氏走在一起 李氏脸色发白 正想说什么 然后便听到了苏灵在喊苏巡 三弟 苏灵与江氏一同走了过来 二哥 苏巡笑了一下 然后问 二哥 喊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苏灵今年36 身形有些瘦辱 生得有几分像当年的那个医女 就是唇上长着两抹八字胡 让她显得有些老气 苏家三房 二房素来都是透明人 也就是出了一个苏染 蹦跆了好一段时间 苏灵问他 三弟当真是甘心 阿管可是你的亲女 堂堂贵女千金 却要嫁给这样一个人 父亲母亲偏爱涨房 大嫂和阿福 做了这样多的措施 可如今仍旧是好好的 倒霉的 也就是你我这些 苏巡顿了一下 却道 二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灵道 我不过是提醒你一句 也没什么意思 话必 他便带着僵尸离开了 苏巡看着这一对夫妻俩 离开的背影 眸光微闪 夫妻二人回到玉华院中 苏巡派了人去和苏管说这件事 李氏便问他 你二哥是什么意思 苏巡笑了一下 什么意思 不过是让我们觉得 父亲母亲偏心涨房 若是我们过得不快 他心中估计要高兴了 苏灵一直认为 他生母的死是王室的手段 这些年隐忍不发 心中却恨得要死 巴不得他与苏妄反目成仇 好让王室痛心 李氏却皱眉 虽然他说这些话不中听 可是我却担心阿罗 苏巡觉得奇怪 你担心阿罗做什么 阿罗不是好好的 李氏担忧道 若是阿罗再过几年 到了疫情的时候 若是府上需要 是不是也如同阿管一般 要嫁给那样的一个人 三爷 阿罗这样的乖巧 你苏来最疼他的 你日后定然要为他 寻一门好亲事 莫要让他为了家族 付出一切啊 苏巡原本在喝茶 听到这话炖了一下 然后将茶杯放了下来 问他 如此 你觉得什么样的亲事 才是好亲事 什么样的亲事 是好亲事吗 李氏有些茫然 苏巡问他 你觉得阿福和阿管的亲事 哪一个才是好亲事 李氏想了一下 答道 自然是阿福 阿福要嫁的是招王府 阿管则是要嫁给一个 一穷二白的寒门子弟 苏巡看了他一眼 突然笑了一声 你是觉得 富贵荣华重要 还是平安舒泰更重要 李氏一顿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作答 过了一会儿 又听苏巡道 你嫁入府中多年 若不是府中的人都厚道 阿管也听话乖巧 你大约不知道 自己要受多少气 若是我在荒唐些 那两个小妾 或是喜爱往娄子里跑 你觉得你的日子过得很好 李氏虽为济世 但是却是高架的 他的身份 连二房的僵尸都不如 僵尸还算是一个小官之女 而李氏 不过是一个富商 在府上 素来也只有忍气吞声的份 或许在你看来 高架便是出人头地 风风光光的好事 可是里头的辛酸外人可不知 便是你 你说 若是你在府上出了什么事情 李家人是否赶上门来讨个公道 李氏眼帘一颤 心头也是一颠 苏寻接着道 他们不敢 或是还会说 我们家的姑奶奶犯了什么错 大人不计小人过 夸容他一次吧 可是郑国公府感啊 苏寻的眉眼似乎带着笑意 月氏死的那一年 静宁侯府如同死水一样的死迹 若不是月氏当真是病逝的 静宁侯府上下 说不得就要为他陪葬 李氏腿一软 险些坐在了地上 你说李公子不好 可我却觉得好极了 他生的好 学士又好 就是出身差了点 可是那又如何 他祖训不纳妾 若是敢纳了 我就敢弄死他 只要静宁侯府还在 他就休想欺负阿管 若是阿管出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倒霉的也是他 你觉得阿福的亲事好 我却也觉得未必 公子姑娘之间的感情 说什么情真意切 生死不离 可是转眼却也是过眼云烟 到头来 说不定这痴心人 就要成为伤心人 若是规规矩矩的 由这长辈说清 赵王妃对阿福定然是满意的 可是阿福勾得那三公子神魂颠倒 因此惹下了不少的事情 赵王妃为此丢尽了脸面 阿福嫁过去 有得搓磨 三公子 那长不大孩子的性子 若是妻子嫁过去 得了婆母的喜爱 有婆母帮助 日后夫妻两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也就罢了 若是没有 才是一生不幸的开始 到时候 婆母掺和在其中 再给他那两三房妾室 生几个数子数女 这一生 便是能护得住自己 也要在无尽的争斗之中过去 之前苏询承认 苏管与赵明妍的亲事 一来是月氏与赵王妃的约定 二是赵王妃同月氏之间的姐妹情谊 她总会扶赵苏管一二 便是没有扶赵 也不会欺辱搓磨她 李氏 李氏茫然低头 妾身在 阿罗的事情 你无需为她操心 若是到了那个时候 家族到了 等着她的救命的时候 那便是她的命 若是没有 我自然会为她谋划 苏家不是李家 也不需要攀负权贵 你莫要盼着她登高望远 又得此真心一生恩爱 在这个世间上古往今来 也只有一两个人 才有这样的运道 你莫要用她的一生 去赌这个运道 你是她的母亲 就希望她一辈子平平安安的 日后嫁了人 和夫君和谐恩爱到老就是了 李氏伸手擦了擦眼泪 使劲地点头 妾身明白了 日后阿罗的亲事 还是由三爷做主 妾身不会胡乱做什么的 第45章 人间牡丹花 苏管这边 听着苏询派人来传的话 也是半天都回不了神来 好不容易将人送走了 小桑已经带人 将晚膳从大厨房取了回来 八宝肉园 清蒸鱼 干笋腊肉 素炒青菜 白果糕 小松饼 莲子羹 荤素搭配 咸淡适宜 高门贵族的吃食 大多数都是用一个大厨房 大厨房将饭菜做好了之后 各个院落的主子便派人去取 当然 除了大厨房之外 一些院落还备制了小厨房 像是静宁侯府 也就是王室的扶贫院里 有一个小厨房 连杨氏这个世子夫人 都没有这个资格的 每一日 厨房都会列出膳食 若是主子们有什么想吃的 便提前派人去通知一声 让厨房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 许多不受宠的姑娘 在府中过得很可怜的缘故了 主持中会的主人 决定你每一天能吃什么 会不会饿肚子 好在府上是王室管家 苏管这个嫡亲的孙女 是万万没有人敢亏待的 吃食素来都是丰盛的 便是要吃些什么特别的 使得钱赢 就有人帮忙 买回来做好的 大家氏族的姑娘身边的丫鬟婢婢女 在吃食上 也有着不同的待遇 像是小桑小肾 这样的大丫鬟 和二等伺候的丫鬟 可以将饭食 带回自己的屋中吃 其他一些清扫粗活的仆妇丫鬟 则是统一去大厨房那边吃的 大家氏族 也有不成文的规定 嫡女身旁大丫鬟二人 二等丫鬟四人 庶女身旁大丫鬟一人 二等丫鬟两人在 故此 宿管身边有大丫鬟二人 二等丫鬟四人 大丫鬟是平时贴身伺候的 走到哪都是带到哪 二等丫鬟则是管着日常的一些琐事 管衣衫做衣服的 是一个叫织秀的绣娘 管院子里里歪歪的叫之月 管首饰库房的叫阿珠 管日常吃食的叫之味 阿珠是月室的贴身大丫鬟 苏管要称一声阿珠姑姑 月室过世之后便自请 留在苏管的身边 只是他病毒爱出门 也就是苏管定亲那日晚上 过来见了苏管一面 得知苏管是自己愿意嫁 郑国公府也同意了 也就不说什么了 因着阿珠的身份特殊 虽然当的是二等丫鬟 可领的却也是一等丫鬟的月前 苏管与他没什么感情 他穿过来这么久 也就统共见了他一面罢了 苏管将清蒸鱼和小松饼 给了小桑小慎 让他们下去吃饭 自己则是不用伺候 慢悠悠地吃完了晚饭 剩下的莲子羹 则是让小桑小慎分了喝了 夜幕降临 梅姑便带着两人来到了管院 说是替王室来送礼 王室估摸着觉得 对不起这个孙女 倒是送了一套红宝石的头面 和一只翡翠八宝镯 另外还有一些妇女 滋补养生的补品 大枣 胶 鱼胶 单身 虫草等物 满满的一个箱子 都是一些质量极好 价值不菲的好东西 梅姑道 夫人命我将这些东西 送来给六姑娘 说是六姑娘之前病了 需得好好调养调养 东西已经送上门来了 自然是没有拒绝的道理 所谓长者赐不感辞 若是拒绝了 那就是打脸了 苏管只得接过东西收下 心想 就将劝苏林的破事 当做工作吧 她这都收了钱了 费点心吧 苏管道 劳烦祖母还挂记我 梅姑且让祖母放心吧 阿管自然会照顾好 自己的身体的 六姑娘如此想 夫人便放心了 梅姑来去匆匆 只留下了这些东西 苏管让小桑 挑拣了滋补的药材 用一个木盒子装好了 打算明日去见苏林用 剩下的都归拢好 放到库房里 小桑对她这个行为 赞叹不已 姑娘真聪明 自己什么都不用出 还白得了不少东西 行了 快去把事情办了 早些休息吧 今日出去一趟 也是有些累了 是 姑娘 次日 苏管吃过早膳 便和小桑小肾 一起带着礼物 去了若林院 远远的便听到了 苏福愤怒至极的叫骂声 千金贵女的形象荡然无存 犹如泼腹骂街 苏林 你给我出来 别以为躲在院子里 我就奈何不了你了 给我出来 出来 你若是再不出来 我便要让人撞门了 苏管顿住脚步 然后对小桑道 去问问是什么事情 小桑领命上前去 不到一会儿 便又回来了 她在苏管耳边 小声地说明了事情的缘由 今日一早 三姑娘带人去了四姑娘院子里 将四姑娘院子里的牡丹花给拔了 四姑娘要气疯了 苏管择了一声 难怪她如此大喊大叫的 苏福虽然所居的院子叫芙蓉院 可她最爱的却是牡丹花 那院子种了满满一个院子都是 灼灼其滑 人间富贵 她自己都爱惜得很 如今被苏灵拔了 怕是杀了苏灵的心都有了 苏管懒得与苏福对上 免得她对付不了苏灵 最后拿自己撒气 于是她便道 我在这里等一会儿 小圣快些去一趟祖母的扶贫院 说明事情缘由 让祖母派人将她喊走 小圣点头 奴婢领命 说罢她便匆匆离去 小桑与苏管 则是在边上找了一个 石桌坐下来休息 骂声和命人撞院门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 便有扶贫院的人赶来请她 说是王室请她过去 苏福有人要对付苏灵 奈何苏灵闭门不出 也只得作罢 带着人匆匆离去 打算去王室那里 告苏灵的状 带到苏福走了 小圣也回到了苏管的身边 苏管带着两人 敲响了若灵院的门 里头的人一看是苏管 见苏福也已经离去 便开了门 请了苏管进门喝茶 苏管被人引至正厅处 苏灵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她穿着一身正红的衣裙 脸上描绘着细致的妆容 妩媚祸人 头上云记巍巍 插着几只珍贵的珠花 显得华贵尊贵之质 苏管巍巍一愣 喊了一声三姐 你来了 坐过来喝茶吧 这茶可是洞庭湖畔的军山茶 难得的一点 王爷前几日赠予了我 你今日来得巧 饮一盏试试 第四十六章 一人而已 怎抵所有 苏管坐了下来 然后让小桑将盒子递上来 这些日子 你不在府上 我也照顾不到你 这些东西 是我送你的礼物 都是一些滋补的药材 给了你 你也好生地照顾自己 苏管饮了一口茶 味道确实是极好的 只是她心不在此 饮了一口便放下了 苏灵道 那我就多谢你了 三姐客气了 苏管温婉一笑 然后道 其实我今日来 也不是单单为了看你 祖母命我前来劝说你 我知晓了 苏灵淡淡道 我意已决 你也不必劝了 苏管叹气 虽然我是奉命来劝你的 但是实际上 我也是想来劝你一劝 为了一口气 可真是不值得 我晓得大伯母与四姐欺负你 可陪上一辈子 到底是不值得的 你我虽然是身在深归的闺秀 但是如今的局势 也都应该明白的 随王欲夺地位 舒婴难说 你若是嫁过去 唯有两个可能 若非天堂 便是地狱 苏灵痴笑了一声 你说的我都知晓 可是我与你不同 你要嫁给李灵 还觉得挺好的 我宁愿站着死 也不愿被苏福踩在脚下 让他们母女二人一辈子猖狂 而且 你以为 若忍气吞声了 杨氏和苏福 就会放过我吗 不可能的 这一辈子 不是我将他们踩在脚下 就是他们欺辱我到死 让我一辈子忍气吞声地活着 我办不到 苏管闭了闭眼 确实也有这个可能的 祖母说我不为府上的亲人着想 可是他们 又何时为我着想过 若不然 欺负我的杨氏和苏福 如何能好好的 我知道 他们顾着府上的事情 以大局为重 可是以大局为重 便是眼睁睁看着我被欺负 却不为我做主 他们是不愿与杨家翻脸的 或许我不过是一个庶女 地位低微 没有这样的资格 让他们 为我与杨家翻脸 或许走到最后 我也不过是个死子 苏林咬着红唇 既然他们不为我着想 我又如何为他们着想 便是将静明侯府 拉入这个漩涡之中又如何 有生之年 我活着就要 将苏福踩在脚底下 生死不论 苏管心中暗暗叹气 苏林这是看透了 也铁了心要这么干 他不想在这高门大宅之中 被杨氏和苏福所害 悄无声息地死了 他想要将杨氏和苏福 踩在脚底下 至于静明侯府 静明侯府不顾念他的生死 他也不顾念 静明侯府众人的生死 说起来 好像也没错 苏管捏了捏手中的帕子 他知晓 他的劝说于苏林而言 确实是太浅薄了 毕竟这刀子落在谁的身上 谁才知道有多疼 苏管想了好些时候 都想不出应对的法子 觉得此事费脑得很 让他很是心烦 苏林缓了缓神道 好了 你不必再说了 你今日来看我 我十分高兴 同我一起喝一盏茶罢了 苏管知道劝不了他 笑着与他喝茶 又坐了一会儿 然后才告辞离开 转身便去了扶贫院 他刚刚到扶贫院门口的时候 正见苏福 匆匆地从里面跑了出来 后面追着好几个婢女 苏管提着裙摆进了大门 然后便有婢女迎了上来 六姑娘来了 夫人如今正在偏听 训斥了四姑娘一顿 四姑娘生气跑了 夫人正在生气呢 苏管点点头 我会好生劝劝祖母的 那婢女文言便笑了起来 六姑娘笑顺 难怪夫人总是念着六姑娘 婢女引着苏管去了偏听 王室正让身边的姑姑 给他安太阳穴 脸色很是不好看 见到苏管走进来 倒是收敛了一些 苏管微微屈膝行礼 祖母安好 阿管来了 快来让祖母瞧瞧 苏管上前去 有人搬来了一张 袖蹲给他坐下 又给他添了茶 王室挥手让边上的人下去 伸出手指按了按额头 然后问他 你从你三姐那里过来 他是怎么说的 苏管将苏灵那一套说辞 说给了王室听 王室听后 果然大受打击 几乎要哭了出来 都是我不好啊 让杨氏和阿福 在我眼皮子底下去害阿灵 他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苏管劝道 祖母莫要伤心 如今最主要的是要如何解决 王室拿着帕子擦脸 阿灵他是铁了心的 祖母 三姐在意的是 大伯母和四姐 若是祖母不想已让三姐 去死解决此事 这倒是一个突破口 苏管无奈叹息 为三姐主持公道 让他晓得 府上是在意他的 日后不会对不起他 王室顿了一下 然后叹息道 阿管啊 你说得容易 你可知静明侯府与杨家 殷亲关系二十年 若是真的翻脸 将杨氏修了回去 那杨氏岂会放过我们 而且还有你四姐和你大哥 你四姐再不计 可如今也要和昭王府定亲了 这门亲史与府上大有好处 若是你大伯母贸然被休弃 那昭王府如何能满意 再则你大哥 那可是咱们府上的嫡子长孙 日后是要继承家业的 若是有一个被休弃的母亲 他这一辈子 怕是都要抬不起头来 苏管问 那与杨氏翻脸 或是三姐家随王 这两件事二选一 祖母应当怎么选 苏管想得明白 给苏令一个公道 便是不能处置苏府 处置了杨氏也好 让他安心 不要再想随王一事了 事情也就解决了 可是当他看到 王氏沉默的脸 心中暗暗叹气 府上是不想让苏灵嫁随王 却也不想与杨氏翻脸 可是这世上 哪里有那么两全其美的事呢 有是有 还有一条更简单的路 那便是舍了苏灵 只要他人没了 谈什么 嫁谁都是浮云 苏管觉得心里拔凉拔凉的 他实在是担心 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 府上的人决定舍了苏灵 不是说祖父祖母不在乎苏灵 只是他们更爱这个家族 为了这个家族的未来谋划 苏灵不过是这个家族之中的一员罢了 一人而已 怎抵所有 苏管心头一颤 突然跪下来 给王氏磕了一个头 祖母 阿管有一计 求祖母成全 将三姐逐出家门 第47章 提议 苏管道 随王想娶三姐为侧妃 无非便是看中了 她是静宁侯府的姑娘 看中了静宁侯府的地位 不愿意管她 那随王还愿不愿意娶 还是未知数 若是不愿 待此事过后 咱们再将她接回来 日后祖母好好补偿她 给她另寻一门好亲事 若是随王还愿意娶她 那也和府上没有关系了 苏管低下头来 至于借口 蛇姨娘不是留在平摆侯府 不愿回来了吗 那就让大伯父给蛇姨娘一纸放妾书 说是府上怜悯她 让三姐跟她走就是了 至于后面的事情 若是随王还愿意娶她 大姐也曾说过 三姐可以在平摆侯府出嫁 如此一来 咱们府上与她不要再往来 什么事情都与我们无关了 此次大姐送着三姐回来 想来平摆侯府与随王也有了牵扯 如此也好 苏管闭了闭眼 她的心情实在也是复杂得很 原本她是真的不想管这些破事的 可是却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事情的发生 若是苏灵执意要嫁随王 无非是两个结果 一个是府上舍了她 让她去死 另一个是她真的嫁了随王 将静明侯府 拽入着夺敌之争之中 但不管是所谓的援助 还是苏服逆袭的纹理 随王都是要输的 若是苏灵真的嫁了随王 不单是她 连静明侯府上下 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覆灭不过在请客之间 以前姐妹之间的争斗 苏管是不想管的 可是到了此时 她却不能不管 就算是她不管别人 可她的父亲 还有苏罗和苏两 她也是要管的 将苏灵逐出家门 已经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了 若是到时候 随王不愿再娶苏灵 府上再给她安排就是了 要是结果还是嫁了 那就与她脱离关系吧 此后她 成了侧妃 想要采苏服和杨氏 也是达成了她心中所想了 王氏听了她的话 脸色也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 她手指轻轻地碾着帕子 似乎在思考事情的可能性 许久之后 她才命人将苏管扶起来 然后道 你先回去吧 此事不用你再操心 祖母与你祖父商量 之后再做打算就是了 苏管应了一声事 然后由着小桑扶着她 离开了扶平院 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 小桑命人烧了热水 给她热敷一下膝盖 她刚才跪那一下 膝盖都有些泛红了 小桑不知其中 发生什么事情 眼睛红红的 有些埋怨王氏 便是姑娘没有劝好三姑娘 夫人也不该罚跪啊 她小心地拿着热帕子 给苏管扶着 规格骄养的姑娘 身子骄得很 只需轻轻一下 就能留下印子 当时苏管却顾不得了 而且 她说的话确实是不妥 提议将府中的姐妹逐出家门 确实是有些大逆不道了 苏管垂了垂眼帘 折腾了这么久 她也是有些累了 是我自己跪的 莫要说这种话了 可是姑娘又没做错什么 为何要跪呢 小桑还是不满 自己姑娘这是多委屈啊 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可是还要跑这边跑那边的 劳心劳力的 还要看尽别人脸色 受尽委屈 别人不心疼自家姑娘 她可是心疼得很 好了 服一服就好了 苏管道 你让人去看看大厨房那边 还有什么吃的 去取一些回来 此事也差不多解决了 不必忧心 是 当天晚上 王氏和静宁侯 又一同见了几个儿子而媳 说了 将苏灵逐出家门一事 苏巡和李氏没有意见 毕竟不是轻女 苏灵自己又非要嫁随王 危害到府上的人 他们更要为自己 和自己父母女着想 苏灵和江氏也没有意见 便是有意见 那也轮不到他们说话 而且 苏灵有更好的目标 不愿府上与随王牵扯 要他说啊 不过就是一个庶女 死了也就算了 何必搞这么多的事情 也就是王氏他自己的骨血 这才这样对待 若是换成他的女儿 早就不知道 死了多少回了 杨氏有些高兴 他忌惮了蛇姨娘多年 若是能就此解决了蛇姨娘 让她离府 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 他哪能不高兴的 可是苏旺却不是很愿意 苏灵是他的亲女 蛇姨娘虽然是姨娘 可是跟着她多年 甚至比杨氏还久 要说杨氏与她多年夫妻感情 可蛇姨娘在她身边 伺候了她这么多年 那感情也不差的 而且两人还生了两个姑娘 可是事到如今 也容不得她不愿意了 老大 我知晓你疼爱阿玲 我也疼爱她 可是她如此执迷不悟 我是容不得 她将府上一同拽入 这些是非当中的 王氏叹气 你身为世子 也应该以侯府为重 儿子知道了 苏旺坐在那里 杨氏在边上微笑 然后道 这法子倒是一个极好的法子 这日后便是阿玲做什么 也不关我们府上的事情了 王氏看向一旁的苏健 他是府中此时 唯一坐在这里的孙辈 苏旺与杨氏嫡子 府上的嫡长子 也是日后要接管家业的人 阿剑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苏健摇头 脸色一派冷静 祖母 孙儿没什么要说的 其实他到现在 还是有些猛的 他虽为武将之后 可却是从文之人 自小就饱读诗书 地城之中多少高门内里 名争暗斗 敌数相争 他感慨 全是富贵 争斗厉害之余 又觉得庆幸 他觉得自己家里 是不一样的 兄弟姐妹和谐共处 兄弟姐妹之间 都是和和气气的 可是没想到 最近就发生了 这么多的事情 他只认为 母亲和妹妹 都是世间极好的女子 便是二叔家的 五妹苏然 那也是个 不可多得的才女 他心思纯净 才写出了那样好的诗词 三妹苏灵 屈炎覆势 福低做小 卑微至极 让他看不起 可是如今 苏福和苏然害了苏灵 他以为最好的母亲 也一手破坏了苏灵 和陈家的亲事 想要毁了他一辈子 到了如今 家族也同样舍了苏灵 第四十八章 说到底 你还是怪我的 事到如今 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要说怨怪他母亲 或是他妹妹 可这都是他最亲近的人 他实在是说不出口 可是苏灵也实在是无辜 静宁侯看了他一眼 心底有些失望 或许有一瞬间的茫然 他为了家族的百年 荣华筹谋低头 可是如今的子孙 也没了他的血性 也不知道未来 静宁侯府的未来 该是如何 他心底有些发空 许久之后才到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办吧 老大 你明日去派人去通知阿若 让他过来一趟 将此事办妥了 苏昂点头 儿子会的 静宁侯和王氏心情很差 说完这些事情之后 也不想说什么了 于是便让大家都回去了 次日清晨 府上便派了人去平摆侯府 知会了苏若 说了静宁侯府最后的决定 让苏若和蛇一娘过去一趟 蛇一娘惶恐之余又有些难过 眼泪瑟瑟地往下掉 哭得非常的可怜 到底是自己的生母 苏若只好劝说她 如今比不得从前了 杨氏那女人抓着机会 就要害你和阿玲 日后我和阿玲也顾不上你 与其在府中 在杨氏面前伏地坐小 受尽搓磨 还不如我买了宅子给你养老 蛇一娘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可是她在府上 已经生活了二十年 如今突然离开 她是舍不得苏望的 到底苏望才是她的男人 苏若道 有半点在意阿玲 阿玲也不至于被害成这样 蛇一娘只知道哭 一边哭一边摇头 眼泪瑟瑟地掉下来 苏若又劝道 好了 莫要再哭了 日后我和阿玲总不会不管你 你好生地照顾好自己就是了 苏若好不容易劝好了蛇一娘 两人换了一身衣服 坐着马车去了静宁侯府 静宁侯和王氏见了苏若 蛇一娘则是去了若灵院见苏灵 此时 苏灵穿着一身红衣 站在屋里 正在命人收拾东西 然后走上来她身上的环佩叮咚 红唇清起 姨娘回来了 近来可是还好 蛇一娘忍着眼泪道 好着呢 你大姐哪能对我不好的 那就好 一会儿我陪你去收拾东西 祖母说了 姨娘的东西都能带走 杨氏便是想拦也拦不住 苏灵面露冷光 显然是对杨氏恨极的 蛇一娘心中总是有些不安 在静宁侯府再怎么不好 可她都觉得是自己一生的依靠 如今要离开了 总觉得茫然得很 不过 她到底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妇人 这个时候 她也该听女儿们的 杨氏可能会害她 可是女儿总不会的 那好 我们一起去 蛇一娘并没有多少的好东西 苏旺是个不懂风情的人 少有会哄人开心 她自己没有什么家底 有也是苏若出嫁之后 给她伴着的 东西也不多 只是三姑娘 姨娘 喊我阿玲就好了 以后我便喊姨娘娘 没有什么三姑娘和姨娘了 大家士族 姨娘虽说是主子 却也是半个吓人 是侍妾 她生的女儿要喊正方娘子做母亲 自己还要规规矩矩的 喊孩子公子姑娘 好好 阿玲啊 蛇姨娘又开始哭了起来 苏林没有办法 只得哄着她 姨娘莫哭了 日后我们总能越来越好的 至少离开了这里 那杨氏的手再长 也伸不到外面去 两人坐了一会儿 苏林便陪着蛇姨娘 去她的院子里收拾东西 作为跟了苏旺多年的姨娘 府上也分了一个院子给她 另外还有两三个丫鬟伺候着 两人过去的时候 苏旺正坐在她的屋子里发呆 听到脚步声 苏旺睁开眼来 你们来了 蛇姨娘神神情惶惶 世子爷 苏林抬了抬下巴 父亲 苏旺眼底有些愧疚 阿玲 你当真是这样的执着 只要你松口 父亲就去求你祖父 让你留下来 苏林冷笑道 既然父亲都护不住我 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 让我留下来受阳士搓磨 哪一天翘无声息地去死吗 苏旺心中更愧疚了些 父亲没有这个意思 你若是留下来 警告杨氏 日后他不会再欺负你的 苏林痴笑一声 父亲说这话 父亲你自己信吗 以前杨家尚未做上书的时候 他是如何伏地做小的 杨家做了上书之后 他又是如何欺辱我和姨娘的 如今苏福要嫁入昭王府的时候 他还能容得下我们 如今他是算准了 不管他做什么 你们都是不敢同他翻脸的 要顾着杨氏 还要顾着苏福 甚至还有大哥的脸面 而我算什么 死了也就死了 父亲 你太让我失望了 苏福和杨氏害我 可是你们却欢欢喜喜地 为苏福定亲 我被毁了一声 他却要高嫁入昭王府 苏林说着 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父亲都不为我着想 我为自己着想 有什么错吗 苏王呼吸一梗 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在这两件事情上 最受委屈的便是苏林了 父亲和母亲都说 要补偿他 可是怎么补偿 一个庶女 之前还出了这样的事情 又被退了清 想要找一个好一点的亲事 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了 她作为父亲 一来没有保护好她 二来没有给她主持公道 让她受尽委屈 她对她失望 也是应该的 可是她心里也痛得很 也不知道 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苏林道 日后父亲该高兴了 我和姨娘走了 杨氏 也不会再找我们麻烦 让父亲为难 父亲啊 这辈子就好好地陪着 那对心如蛇蝎的母女 过一辈子吧 祝父亲与杨氏夫妻恩爱 白头到老 苏王听着这话 心中生起了一些寒意 那寒意虽然只有一点点 可从她心底生起 背脊微微发寒 像是穿着多少的衣服 也遮盖不住的寒冷 她闭了闭眼 说到底 你还是怪我的 当然 苏林倒是半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我怪父亲没用 连一个女人都管不了 父亲这一生啊 都要和杨氏这样的人过一辈子 我真的替你难受 农户人家的人都知道 夫妻不合 可以合理休憩 而父亲呢 怕是一辈子都不能了 真是悲哀啊 第49章 在下想为她讨个封号 苏林的那一番话 给苏旺心里留下的浓重的一笔 而后 她便让人将蛇姨娘的东西收拾好了 准备离开 好在这一次 杨氏得知 蛇姨娘和苏林要离开 倒是没有再跑出来 找他们的麻烦 王氏觉得 府中对蛇姨娘和苏林有愧 早早地放了话 说是他们住的地方 能带走的东西 都让他们带走 临别之时 苏林带着蛇姨娘 去扶贫院辞别 当时王氏和苏旺都在 苏若在一旁坐着等着 苏旺将放妾书给了蛇姨娘 书中写明了 苏林日后跟着蛇姨娘 不再是静宁侯府的姑娘 另外给了她一些梯极的银子 和城中一间绣房铺子 给她养老 还有一些银子给苏林 大约有一千两 蛇姨娘眼泪婆娑地看着苏旺 张了张嘴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最终只得在对方的注视下 默默地低下头 世子爷没有了她 还有世子夫人 还有其他的姨娘 定然会将她照顾的周到服帖 而她只有两个女儿 在她看来 女儿如今比男人重要得多了 王氏给了苏林五千两银票 这原本是准备给你的嫁妆 如今你要走 就当是日后府中给你添桩的钱 此去 若是你与那人再无以后 你随时可以回来 若是当真嫁了 你便当做没有这个娘家 日后也不要回来了 府中也当没有你这个人 还有阿若 你妹妹去了你那边 你也要好好照顾她 苏若坐在那里微笑道 祖母放心 我自然会好好照顾阿玲和我姨娘的 王氏点头 如此我便放心了 你们日后 好自为之吧 苏林红裙张扬美丽 假笑着挑衅 我们自然会好自为之的 倒是祖母和父亲 还有祖父 当真以为就能置身事外了吗 念在祖母如此疼爱我的份上 我便告诉祖母一声吧 祖母不妨看看 苏若如今在哪 苏若 王氏顿了一下 目光之中有些惊疑 你是什么意思 苏林道 也没什么意思 怕是不久之后 太子东宫 怕是要多出一个苏良帝来 静宁侯府 想要置身事外 简直是妄想 便是没有他 还有苏若呢 午时天空下了雨 苏管带着两个婢女 过来给苏林送行 给他准备了一些东西 顺便与他说几句话 两人撑着伞 走到了扶贫院边上 一个小湖边说话 苏管道 将你逐出家门 是我的主意 苏林呕了一声 表示知道了 苏管道 我并没有要害你的意思 府中 是定然不会让你 嫁给隋王爷的 怕是到了最后 会舍了你 当然 我也担心 你将静宁侯府 拽入这风浪之中 我不管其他人 但是我父亲 我还是要管的 此事当时我欠了你的 日后若是他有这个能耐 隋王若是失败 他求人 救他一命就是了 苏林 苏是没这个能耐 那也就算了 苏林笑了一下 你也没有什么错处 你的顾虑也是对的 或许到了最后 我会因此妄想丧命 我去了平摆侯府 嫁他也是可以的 只是没有了 静宁侯府这个后盾 怕是他不会对我有 多大的恩宠 可那又如何 我只要嫁得比苏福高就好了 日后 我为隋王府侧妃 他为昭王府三少夫人 见了我 还得向我行礼 苏林问 你知晓我这些日子 为何一直穿红衣吗 苏管摇头 然后见他抬眼看着 灰暗的天空 雨水纷纷落下 他道 我怕是日后不能再穿了 正是才能穿正红 便是苏林 要嫁的人是隋王 可也越不过这个规矩 便是嫁衣 也不过是一席粉红 嫁了人 他便不能再穿了 说起来也是一件心酸事 他未必是喜欢正红 可正是因为日后不能穿了 反而觉得遗憾和不甘心 如今只能珍惜着能穿的时间了 日后府中怕是更不太平了 六妹 你自己小心 最终 苏林还是还走 好几车的东西 从静明侯府 拉着去往平摆侯府 府上也像世人昭示 日后这个姑娘 不再是静明侯府的姑娘了 外头的人议论纷纷 对此事的内情也纷纷猜测 五花八门的 什么样的传言都有 这边的李林 则是与东赵的皇帝见了一面 地点定在了昭王府的一家别院里 昭王与世子 赵明侦做陪 皇帝微服私访 带着伺候的公公 和几个护卫到来 此时咒语出歇 两人在院中的一处亭子喝茶 其他人都隔着院子 站在回廊的那边 李林卷了袖子亲自煮茶 脸色平淡 动作有条不紊 不紧不慢的 皇帝今年五十多岁了 穿着一身紫色的袍子 头戴铜罐 耳鬓之间 已经添了不少的银发 下何处也长了一段 银黑相见的杨须湖 他有些瘦弱 身形很高大 但是显然也不再年轻了 人老了 也少了一些 当年勇往直前 往刀山活海里闯的勇气 如今的皇帝 没有了开疆阔土的野心 一心想求稳 只求保住这一片江山 李林此人 他实在是不愿得罪的 李氏占据黎城二百年 除了黎城本来就有的军队 和机关武器之外 还有不可估量的财富 各个国家的一些士族 都有李氏扶持的影子 比如说帝城的靖家 也便是李氏扶持的士族之一 若是得罪了他 他转头与他国合作对付东赵 那东赵就危险了 李林为他蒸了一杯茶 皇帝慢慢地瞎了一口 神情放松 也不知李家主到了帝城 若是知道了 早些时候便要请李家主喝茶 李林淡淡道 来东赵倒是有两三年了 也就是今年才到帝城来 不过是小事 东军事务繁忙 在下也不便打扰 皇帝问 我听昭王说 李家主看上了苏家女 预聘娶妻为妻 李林道 却有此事 之前我一直住在母亲的故地 旁人都觉得 我是个上不了台面的穷酸 如今倒是有件事 想请东军帮忙 哦 皇帝有些惊讶 也不知道这位少年的家主 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 不知是何事 在下想为他讨个封号 不知东军允不允 第五十章 李公子是个宝藏少年啊 苏林走后 静宁侯府突然便安静了下来 不过这个安静 显然是表面上的 苏管得知 静宁侯和王室 找了苏巡的频率多了起来 显然是风雨欲来的征兆 苏管不知的是 自从那日苏林说过苏染之后 王室便派人去了 原先要将苏染送去的庙里 却发现人根本就不在那里 将人送过去的人一走 苏染便消失了 那边的人担心 苏染不见了 会得罪静宁侯府 一直拖延着不敢报上来 如今查过去 显然已经晚了 苏染如今人已经在东宫 王室气得差点就晕过去了 府上权衡利弊 连苏林都放弃了 只为了保住静宁侯府这家业 可是没想到 这个他们以为控制住的苏染 竟然给他们捅了一刀 与太子牵扯上 和随王牵扯上 也没什么区别 静宁侯和王室等人 不敢将此事外转 只得让家里几个爷们 与太子交涉 然而太子一概不承认 苏染在东宫的事情 静宁侯府又不敢 大张旗鼓去东宫找人 实在是憋着一口气 王室因此也病了一场 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苏林在平摆侯府 快速地敲定了婚事 风风光光地嫁入了隋王府 成了王府的两位侧妃之一 成亲当日 静宁侯府是没有一个人去参加的 当真是当作没有这个姑娘 在成亲之前 隋王还能想要上门拜会 静宁侯婉拒 说是苏林已经离开了静宁侯府 王放下身段一两次 见静宁侯油盐不敬 也只有先忍了下来 只等他将苏林取了再做打算 半个月期间 赵王府和静宁侯府 也敲定了赵明年和苏福的亲事 准备挑选了一个 日子过那争织礼 也就是过大礼 定亲 期间 李林还请静夫人上了一趟静宁侯府 提了礼品过来取苏管的更帖 另外 还将李林雕刻好的玉佩 交给苏管看一看 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再修改一下 两只玉佩 都拥有一个蓬松的大尾巴 抱着尾巴的样子 又娇又软 可爱到让人心软 那墨玉镶嵌成的眼睛 圆溜溜的 活灵活现 静夫人坐在一旁 看着苏管摸着玉佩 爱不释手的样子 露出笑容来 虽然她觉得这玉佩样式有些奇怪 不似寻常所见的花样 但见到苏管如此喜欢 也明白了李林 为何要雕刻这样的一个玉佩 六姑娘可是喜欢 喜欢喜欢 苏管怎么会不喜欢呢 简直是喜欢得不得了 她原本并没有对此抱太多希望的 只觉得 李林打算自己雕刻 是她的一番心意 不管是愁美 她都愿意接受的 但是结果出人意料 居然这么可爱 哎呀 她的小心肝啊 李公子是个宝藏少年啊 苏管摸着玉佩不愿放手 恨不得此刻编了落子戴上 静夫人见此 也笑道 玉佩还要拿去为李公子和六姑娘刻字 六姑娘若是喜欢 便编两个落子 到时扣在玉佩上 等刻好了字 拿去庙里供一供 以求李公子与六姑娘姻缘美满 一生安康 所谓刻字 其实便是刻两人的名 和生辰八字 然后选个好日子 将其放在神佛面前供奉 日日 有弟子诵经焚香 以求姻缘美满 一生安康 等到了二人定亲之前 便会再选一个好日子去 将其迎回来 再定亲当日 二人交换玉佩 当作信物 日后长长久久 也是伴随他们夫妻二人一生的信物 静夫人娶了苏管的跟铁离开 同时也将玉佩带走 苏管有些设不得低头拽了拽帕子 王氏在一旁笑着打去他道 瞧着你这样子 倒是为了一块玉佩 都想早点嫁过去似的 苏管脸皮一红 然后道 祖母 我哪有啊 就是他特别好看而已 好好好 就是特别好看 所以你这么喜欢 王氏这些日子病了一场 如今快要到了苏福定亲的日子 总算是强称着好起来 这几个孙女 除了苏管 一个个都不省心 让他糟心得很 王氏原本觉得有些对不起苏管的 但是见他丝毫没有不高兴的样子 也松了一口气 他对边上的李氏说 你得了空闲 也要交易交阿管管家 或是生意的事情 算下来 也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 现在开始学 等他出嫁了 也能用得上 他身边的丫鬟 也跟着学一学 日后也能帮得上忙 苏管今年才14岁 15急机 16岁大概才会出嫁 李氏点头 是 王氏招呼苏管过来 然后拍拍苏管的手 对李氏道 我那些东西啊 原本是想要留给他们这几个姐妹的 如今阿灵和阿福 我都不给了 阿管为了他祖父 才和李公子定亲的 我会给他多一些 剩下一些留给阿罗 你莫要怪我偏心 王氏原本出身穷苦 但是好歹做了20年的侯夫人 积攒的东西还是有的 他原本就打算 自己留一些 等他百年之后 给几位孙媳留念 剩下的 都分给几个亲孙女天庄 苏福抢了苏管的亲事 还害了苏灵 王氏对他很失望 便是苏福要驾招王府 他也不想给了 苏灵为了驾随王做侧妃 干脆离开了府里 去平板侯府出嫁 和家族断了关系 他也不给了 如今他的亲孙女 只剩下苏管和苏罗了 苏罗还小 而苏管有是因为 静宁侯的事情 嫁给李灵的 王氏觉得亏欠了他 自然要多给他一些 李氏微笑 婆母决定就好 而西施万万没有意见的 他倒是不贪这些东西 王氏的东西虽好 可李家也是巨父 旁的没有 就是钱多 也不在乎这一点两点 只要王氏没忘了他的阿罗就成 王氏对李氏的态度也很满意 你呀 好好教导几个孩子就是了 李氏点头 儿媳紧急婆母教会 日子再过了两天 便是昭王府和静宁侯府定亲的日子了 府上的人也都忙了起来 等到了定亲那日 大宅的大门也早早地打开 等待客人的到来 第五十一章 陛下圣旨到了府上 昭王府这一次 也给足了静宁侯府面子 聘李氏一抬一抬的往府里抬 看着外面的人都眼热不已 苏福风风光光地 彻底了堵住了那些流言蜚语 杨氏一整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与王氏坐在一起 和怀河王妃昭王妃说话 怀河王妃是个健谈的人 待人温善 昭王妃虽然心里不痛快 但也勉强露出笑容来 苏福听着昭王府送来的聘礼 觉得心头大定 未来的路一片平坦 心中的压抑也就此散去 那苏灵嫁了隋王做侧妃又如何 隋王早晚都是要完蛋的 且让他风光几日 到时候有他哭的 他听着婢女抱来的李丹 心里高兴 只觉得这心中的高兴无处可说 他不能出府 府上苏染被送走了 苏灵又离府嫁人了 剩下与他同龄的 也便是苏管了 他想了想自己要嫁入昭王府 而苏管则是 要嫁了李灵 那个穷酸 对比之后觉得高兴 于是便带着人大摇大摆地去了馆院 此时 苏管正在和绣娘之秀 一起挑着丝线 打算打两个配玉佩的烙子 苏管很喜欢那一对玉佩 打算亲自编制 可是他又不会 在挑剪配好了丝线的颜色之后 便放在一旁 先用别的丝线跟着学 等学会了再动手 李灵能亲自雕刻玉佩 他也能学个打落子的活 把这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 苏福带着人过来的时候 苏管正在正听罗汉以上 同知秀说话 听到来人禀告 他不禁愣了一下 今日赵王府上门来提亲下品 苏福哪里有闲工夫 跑他这里来啊 小桑小声地哼了哼 言语间有些不满 今日前院赵王府来送聘礼提亲 估摸着是来炫耀的 苏管皱了一下眉头 便道 既然他来了 便请他进来吧 你去请他进来 小声去泡茶 是 两人应了一声 然后分别去做事 知秀犹豫着想退下 他的性格内向 不爱见客 苏管却道 不必管他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 你看看 这里是不是编错了 知秀硬着头皮点头 然后重新将苏管编错的丝线拆开 并且告诉他 应该怎么编 苏管看着他示意了一遍 然后豁然开朗 原来是这样子的 六妹在干什么呢 苏福提了提裙摆 跨过门砍进了门 便见到罗汉椅上上 放着各种各样的丝线 苏管笑道 四姐你过来看我了 也不干什么 就学着打两个落子 你瞧这里不方便 四姐在边上坐一会吧 正房筒共分成了三间 中间这个正厅 就是现在苏管所在的位置 左边是一个偏厅 里头有木榻 是苏管看书 或是小气的地方 和正厅之间支隔了一架屏风 在屏风前放着一对玫瑰圆椅 离罗汉椅这边也不远 苏管说的 就是玫瑰圆椅那里 要是换坐以前 便请了客人到罗汉椅这边喝茶 让他在玫瑰圆椅那里坐着 显得有些失利 不过这会儿确实是乱 而且苏福来得突然 墓地也有待深思 苏管才不管失不失利 苏福倒不介意 让人扶着他坐下了下来 小慎给他送上了一盏茶 苏福拿着茶盏的碗盖 拨了拨茶水表面的一点水泡 然后问苏管 六妹弄这个骆子做什么 要什么让秀娘做就是了 何必亲自动手 苏管犹豫了一下 自己不知道如何开口 低了低头 做羞涩状 边上的小慎会议 立刻便道 三姑娘有所不知 我们家姑娘这是害羞了 苏福一愣 哦 这是怎么说 小慎道 先前李公子寻了一块玉 亲自雕刻了两块玉配 打算娶了他和我们姑娘的生辰八字刻上去 得待日后送去佛前供奉 也好求夫妻姻缘和谐 李公子 让我家姑娘打个落子 挂在玉配上 这不 我家姑娘非得自己动手 苏福的脸皮僵了僵 嘴角上的笑容 都有些挂不住了 默了一会儿才道 是这样 那李公子也是有心了 小桑笑道 可不是吗 苏管觉得 苏福都要磨牙了 他今日来怕是高兴没地方炫耀 所以才来了他这里 如今府上谁人不说 赵王府的聘礼丰厚 四姑娘得了婆家的看重 如今他还没开口 小桑说了这一通 李公子如何上心用心的事情 他脸上挂不住 什么玉配 克字 功夫 他都没有 反而让苏管得了 苏福忍了忍 也总算是压下了那一口气 抿了嘴角道 用心自然是要用心的 他要娶我进宁侯府上的姑娘 哪能不用心的 也就是这点诚心 能拿得出手了 苏福这话一说 小桑脸色都变了 四姑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管拍拍他的手 让他不要与苏福争持 然后道 四姐说得不错 李公子也就这点拿得出手了 不过他如此真心待我 我心中很是欢喜 世间姻缘 得什么不得的人心 旁的都是浮云 四姐和三公子不也是 为了真情 不惜一切 苏管想起一句话 我们是真爱啊 为什么你不能成全我们 为什么不能祝福我们 此等茶言茶语的 瞧着就冒着表气 苏福不懂苏管其中真意 闻言一笑 你说得不错 三公子这人啊 旁的不说 就是对我情深义重 若不然 我也不会冒着风险 与他在一起 说起来 我实在也是对不起六妹你 若不是我 今日这一切 也都是六妹你的了 小桑 小桑脸皮扭曲 差点就要抱起 拎个棍子打人了 这四姑娘 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明知这门亲事 是他从姑娘这里抢过去的 还跑来说这些话 这不是往他家姑娘心上戳吗 苏管按住小桑的手 温婉地笑了笑 那都是四姐的福气 所谓天定姻缘 是谁的 总该是谁的 苏福文言 心头舒服极了 他慢悠悠地下了一口茶 正想说什么 却听到 有院外又脚步声匆匆赶来 有匍匐大声地在外头喊道 六姑娘 快快收拾好去听旨 陛下圣旨到了府上 第52章 温孝郡主 陛下 圣旨 苏管挑了一下眉头 觉得此事与自己并无多大关系 今日苏福与赵明延定亲 说不准昭王为了儿子 特地求来了圣旨 苏福一听圣旨 又想起今日是什么日子 当时便激动了站起来 莫不是陛下降旨 为我和三公子赐婚 他身边的白河道 定然是的 姑娘 咱们快去前院吧 苏福着急地看了看 自己身上穿的衣服 今日是他定亲的日子 穿的是喜庆的红色 而且还存了 到苏管这边炫耀的心思 打扮起来很是惊心 你瞧着我这般 可是要回去换一身衣衫 白河道 姑娘不用的 今日姑娘最是眼里无双了 苏福一听这话 心中满意 于是便道 那我就不必回去换了 六妹 你快些收拾 四姐我先到前院等你 说着他便不管不顾地 带着丫鬟转身离开 大步匆匆地出了院子 小慎见人走了 小声地哼了哼 瞧他那神气的样子 姑娘 奴婢是真为姑娘叫驱 这好好的一门轻事 却让他给抢了 如今他这般风光 实在是让人咽不下这口气 小桑点头 可不是 要我会说 这四姑娘 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这个时候 还来姑娘这里说这样的话 实在是过分 苏管让知秀收拾东西 然后道 好了 你们二人莫要为了此事烦恼了 该是他的 就是他的 小慎愤愤道 他如此欺负姑娘 苏管笑了一下 不过几句不好听的话 也算不得什么欺负 所以我 来给我换衣衫吧 两人心中位 主子不平 可是见主子也都没放在心上 也只得忍了下来 小桑去为苏管挑选衣衫 小慎给他挑选头饰 小桑给他挑了一身 狐绿的衣裙 清新雅致 衬得人肤色极好 去也不招人眼 发病竖了一个寻常的刘苏记 上头攒了两只 小巧的香宝石 必洗花簪 耳带一颗小拇指 大小的玉石花边 钻成的耳环 手上戴着一只八宝手镯 装扮完毕 再穿上端庄的大袖衫 换上鞋子 这才出门往前院走去 此时在前院的待客政院里 静宁侯府的人 除了二房的几个人没来 其他的都到了 连同前来提亲的 淮河王妃和赵王妃 以及赵明妍 也在人群中 屋里被聘礼放了一地 苏管上前行礼 那上了年纪的公公 乐呵呵地看了他一眼 这便是府上的六姑娘 王氏道 正是六姑娘 姑娘家梳妆打扮来得来迟了 公公莫要怪罪 刘公公哈哈笑了一声 不怪不怪 倒是六姑娘 当真是好服气啊 王氏心中觉得有些奇怪 怎么牵扯到阿管了 难道说 圣旨和阿管有关 可是有什么事情 是与阿管有关的 阿管的轻视 差不多都是李家商定了 王氏隐隐有些担忧 却也没有多问 此时苏灵带着一家子过来 敬宁侯道 既然人已经来齐了 请公公宣旨吧 苏府与杨氏 扶着站在一起 闻言便抬起头来 脸上露出了喜色 而后与赵明妍对视一眼 红着脸低下头来 刘公公命人取来装着圣旨的盒子 然后双手举起 陛下圣旨道 敬宁侯府上下听旨 敬宁侯府听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随着敬宁侯府的人跪了下来 边上的人也都跪下来听旨 虽然此事与他们无关 可是圣旨乃是皇帝御令 莫感不尽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敬宁侯府六姑娘苏氏阿管 敬荣宛柔 温善淑德 愿为祖父 还恩许嫁李氏 镇深感其孝顺 故特封其为温孝郡主 特赐婚与李氏子李氏景元 赐匪翠如意一对 愿二位良缘美满 子嗣绵延 亲辞 苏管猛了一下 原来不是苏府与赵明延的赐婚圣旨 竟然是他自己的赐婚圣旨 还封了一个郡主 不过 他总觉得有哪儿不对 皇帝又不是吃饱了撑着 他一个小女子 嫁的人又不影响国家大事 干什么还给他赐个婚 至于真的联系他一个高门贵女 嫁一个寒门学子 抱歉 那是更不可能的 国内年年闹出来的各种天灾人祸 也够他费心了 还费心一个臣子家中姑娘的嫁娶 苏管猛了 静明侯府的人也都猛了 更猛的是苏府 他满心以为 陛下是要给他和赵明延赐婚的 没想到 圣旨是赐婚圣旨没错 还带着一个封赏 可惜对象却不是他 他刚刚还在苏管面前炫耀了一番 觉得他日后要嫁入昭王府 则是要嫁个一个身上没什么功名的举人 怕是终其一生 也不过是一个举人娘子 如今转头来 苏管却被陛下封了温孝郡主 又得了陛下亲自赐婚 说是良缘 日后他见了苏管 莫不是还要行礼 这样想着 苏府觉得自己简直是要呕血 六姑娘 刘公公喊了一声 苏管茫然地回过神 边上的王室轻轻地拉了他一下 苏管回神 然后叩谢圣恩 臣女皆旨 谢陛下隆恩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又是一阵高呼万岁之后 苏管便有着王室身边的眉姑扶了起来 小桑小慎迟了一步 还晕乎乎地找不着北 刘公公哈哈大笑 恭喜六姑娘 贺喜六姑娘 哦不 此时应该称温孝郡主了 陛下的赏赐 不知道郡主要放在何处 封赏的赏赐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皇帝特赐的 这是极其贵重的物件 一个是内务府按照规矩准备的封赏礼单 其中有银定不匹石下瓜果等物 还有授封印信 后头更是跟了内务府的秀娘 为她量身 回去做命妇袍服 有劳公公 此事由祖母做主 王氏文言立刻道 那便先放到扶贫院去 等会儿再送到阿管那处 这都是陛下赐予你的 都是我家阿管的 王氏这会儿心中高兴呢 他和静宁侯下半辈子 就为了筹谋静宁侯府的百年荣华 求吻又不敢与皇子走近 以为苏福嫁了昭王府 做了三少夫人 已经是极好的了 没想到家里还出了一个郡主 这是做梦都要笑醒的事啊 第53章 五姑娘回来了 王氏让人将东西抬到扶贫院去 然后给刘公公送了谢礼 客客气气地将一行人送出了门 而后与怀河王妃招王妃 一起继续商定 赵明言和苏福的亲事 怀河王妃倒是脸色平静 继续说着事情 招王妃的脸色越来越是难看 最后连一点笑意都没有了 好在两家最后看完了聘礼单子 和嫁妆单子 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将事情敲定之后 很快就散去 上了马车 等车子走出一段距离 赵王妃总算是忍不住生气 早不该听明言的 若是他与苏馆定亲 今日得一切就 说起来 他就是愿怪苏福勾了赵明言的心 好好的亲事说 不要就不要了 苏馆温婉孝顺 脾气素来都是好的 他是真的很满意的 结果横插一个苏福进来 还闹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让赵王妃都成了笑料 怀河王氏 伸手揉了揉眉心 然后道 事已至此 多说无益 你万不可让人知晓 你和月氏昔日 做过约定的事情 赵王妃呼吸一梗 我晓得了 不会往外说的 怀河王妃也觉得可惜 今日那位苏福他也见过 苏福的性子张扬 有些争强好胜 也很有心机 若是赵明言这样单纯的少年 还是配苏馆这样 性情温婉的姑娘好 可惜了 这边的马车 从街道的人群中驶过 静宁侯府这边 却是有人欢喜 有人恼火 王氏高兴地 珠宝不匹金银等物 都留给了苏馆 剩下一些瓜果点心 则是拿到祖先牌位前 连同那圣旨一起供奉 等到晚些时候 分给府上各个主子享用 昔日静宁侯一步步往上爬 终于得风侯爵 手掌兵权 苏家也成了这地城之中的新贵 如今家中出了一位郡主 巫衣部招视着帝王的恩宠 侯府的地位 王氏命人 给府中的下人们 加了一个月的月钱 决定接下来这段日子 要吃素诵经 还有苏巡和李氏做衣服 剩下的搬回了管院的小库房里 小桑小慎欢欢喜喜地清点东西 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 姑娘 啊 以后不能再叫姑娘了 得改叫郡主了 郡主 这簪子的花样真好看 小桑清点了一下盒子里的首饰 都说四真房能工巧意 做出来的东西 好看得不得了 四真房是宫里 专门为后妃制作首饰的地方 外头的官夫人 想得一件都得排队 里头养着好些东罩能工巧匠 做出的东西 也无疑是最为精巧的 苏管仔细地看了看 却见那些金氏华丽耀眼 上头还点缀了宝石 看起来华丽美丽至极 是任何一位千金贵女 都想得到的东西 苏管眯了眯眼 细数了一下 一共是八件 然后道 挑选两件送去给玉华院 说是我给阿罗的 剩下的收起来 是 苏管坐下来喝了一杯茶 心中还在回想这件事 他总觉得这事情哪里奇怪 可是又想不出来 到底是哪奇怪了 莫非是皇帝真的觉得他孝顺 所以就给了他这么大一个封赏 还是 还是因为苏灵嫁了隋王为侧妃的事情 在敲打静宁侯府 苏管想不通 不过现在就算是想不通也没用 暂且将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有空再问问祖父祖母吧 苏福回了芙蓉院 发了好大的脾气 将桌子上的茶盏都摔在了地上 凭什么 凭什么 不就是他要嫁给李灵那个穷酸吗 什么为祖父还恩 什么孝顺 说得比畅的还好听 不就是因为 府上已经没有了侍灵的姑娘 祖父割不下脸面 这才让他嫁过去的吗 竟然还让他得了如此荣光 陛下赐婚 还封了他郡主 苏福简直是要气封 苏管这个人 本来就是早死的命 他抢了对方的亲事半点愧疚 那都是没有的 还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是为了家族好 为了以后将来 可是没想到 这个短命鬼 居然还有这种运道 不但不用驾照名言保住性命 还得封了郡主 李家穷一点又如何 便是这个郡主那里虚得很 可到底是郡主 摆出来足够压倒很多人了 本朝皇子公主小王爷小郡主 本来就不多 便是一个非皇族的郡主 那也是独此一份 苏福觉得 最近诸事不顺 他想要打压的苏灵 此时已经嫁了隋王做侧妃 而他又在阳氏口中得知 他最恨的苏染 如今已经在太子东宫之中 甚至如今的苏管 也得封了郡主 得了皇帝的赐婚 义父姐妹 侍灵的这几位 似乎是他如今最为惨淡 他总觉得事情不对 好像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想要对付苏染 想要打击苏灵这个竖姐 想要抢了苏管 那短命鬼的好轻声 好日后坐上赵王妃 到底是哪出了差错 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其实他不知 在那一场小宴上 从苏管躲开了命运 苏灵误打误撞 喝下加了料的茶水之后 一切都变了 阿福 你莫要生气了 不就是一个郡主吗 日后 你可是赵王府的三少夫人 杨氏在门口走了进来 然后拉着她到偏厅坐下 小声地劝说 你莫要让你祖父祖母 知道你发脾气这事 苏福轻轻地哼了哼 仍然觉得气不顺 母亲 我心里委屈 明明今日是我定亲的日子 陛下不为我和三公子赐婚 反而给苏管和姓李的穷酸赐婚 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杨氏也觉得生气 可咽不下这口气又如何 这可是陛下赐婚 也不是人人都能得此恩宠的 若是在别的日子里 他心中极恨就罢了 可偏偏在他阿福定亲的日子里 简直是打他阿福的脸 让他的阿福如此丢脸 咽不下这口气也姑且忍着 母亲自然会想法子的 你才是府上的嫡女 谁也不能越过你去 苏福闽纯 姑且是忍了 这时 有人匆匆来报 世子夫人 夫人让你快些去正院 五姑娘回来了 苏福愣了一下 豁然站了起来 你说谁回来了 是五姑娘 五姑娘回来了 是太子殿下亲自送她回来的 第五十四章 太子与苏染登门 苏染回来了 她走的时候低调狼狈 王氏安排了一辆马车 就将她便匆匆送出了地城 谁也没有惊动 要将她送往庙里祈福 打定了主意 要将她放在那里几年 此时 她回来的时候 风风光光 坐的是太子的御驾 边上陪同的是太子 后面跟着的是一群宫女太监 她身为穿越者 向来是信奉一夫一妻的 要她给人做妾 她是不愿意的 可是这一次 她差点被放到庙里了却残生 她心中害怕 只得联系太子前来救她 后来稀里糊涂地 就成了太子的人 之后她便被带到了东宫 因还不愿做太子的妾室 闹了好些时候 终是惹恼了太子 被冷落了几日 又遭逢太子妃和其他女人欺辱 最终还是怕了 低了头认命 不过 她到底是天命所归的穿越女 那些女人一定会被她 踩在脚底下 终有一日 她也要让太子为她废除后宫 六宫独宠她一人 日后 她要成为太子妃 成为皇后 成为太后 想到这里 她心头一片火热 掌握全世的欲望 压过了所有的一切 她最终走上了这条道路 日后 她便是苏扭护路 染了 祖父这一次 定然会生气的 苏染穿着一身粉色的桃装 手上拿着一块帕子 挽着发际 头上简单地攒了一支 翡翠玉簪固定 一看便是贵妇人的打扮 她身边的太子 穿着一身太子长服 袍上袖有蟒纹 头戴金冠 金冠有丝带 拉到下额固定 发际两边 更是垂了两条 带着珠子的袋子 太子明曰赵明起 与赵明展赵明延是堂兄弟 年岁不过二十七 是个生的 极其俊朗尊贵的年轻人 眉风如利剑 薄唇微冷 举手投足之间 金贵非常 在她的右手上 还戴着一支玉斑纸 不时地转动一下 此时 太子与苏染 一同走在静明侯府的大门前面 边上有宫币扶着苏染 而她身边也跟着 随身伺候的太监 她闻言却道 你无需担忧 今日孤陪你一同前来 侯爷也不至于将你我拒之门外 太子算得准 再怎么说她也是太子 静明侯再怎么不愿意 可也不敢将她拒之门外 若不然 明日便有严官弹劾她 不敬储君 至于她和苏染的事情 便是静明侯再怎么不愿意 苏染也已经是她的人了 入了她的东宫 成了她的良地 难不成还能还回来 苏染点了点头 故作羞涩状低下头来 果然不出太子所料 太子亲自连拜铁都不用地上 静明侯和王室 亲自出门迎接了太子 将人迎进了屋子 静明侯倒是能忍住 脸上的表情如常 王室的脸皮僵硬 笑容也勉强得很 若不是太子在身侧 他几乎是要跳起来 将苏染打一顿了 两人将二人迎进了 前院待客的院中 又命人上茶 太子坐了下来 便让人将礼物送上 之前与阿染闹了一些矛盾 才去了府上的请求 此番姑是来赔礼道歉的 阿染是个好姑娘 未经奏明了父皇 赐阿染良帝之位 太子后院的女人 也有分位的 有正妃太子妃一人 侧妃两人 良帝四人 接下来还有良缘 成辉 昭训 凤仪若干 苏染身份低微 虽为侯府之女 可到底是个数房数女 是宫侯之家姑娘里 最低微的一类 太子那她为良帝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分位了 昔日太子想娶苏福 许的是侧妃之位 如今那苏染 是良帝之位 一个是娶 一个是娜 娶为妻 娜为妾 苏染低下头 暗暗地握紧了拳头 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都说人人平等 她为何要低了苏福一头 分明大家都是 静宁侯府的姑娘 是静宁侯的孙女 为何还要敌数之分 贵贱之别 静宁侯脸色有些不好看 心中也压着一团火气 早些时候 她查到了苏染是被太子带走了 也曾私下问过她 可是她自己却不承认 如今是已成定局 今日这一遭 许多人都看着苏染 从太子的马车上下来 还和太子一起 谁人不知道 苏染已经是太子的人了 她不同意又如何 能当着太子的面 将苏染扣留下来吗 太子此举 相当是压着她低头 让她同意苏染进东宫一室 在夺敌之争之中 站在她这一边 此等行径 比隋王更为恶劣 隋王欲想 娶苏林为侧妃 可到底没太过分 只是私下前来问了府上的意思 被拒绝了几次 也没有做出什么胁迫的事情 静宁侯绷着脸一声不吭 王氏也一声不吭 苏染坐在边上低着头不说话 屋内的气氛有些冷 太子转了转手上的御班纸 一旁的太监低着头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太子点了点头 王氏绷着脸道 太子说笑了 这哪里是我们府上的阿染 阿染前些日子病了 我已经派人 将他送回侯爷老家去了 如今还病着呢 太子身边的人 我们是不认识 不认 绝对是不能认的 他们为了家族 可以将苏灵逐出家门 同样的 也可以不认苏染是府上的姑娘 反正苏染是真的被他送了出去 至于是怎么到了太子身边 又进了东宫的 他们不知道 也没人知道 只要他们认定 此人不是苏染 过几日再传出话来 说是苏染在老家过世了 这个苏染 就和静宁侯府无关了 太子笑了笑 侯夫人说错了 这是府上的五姑娘 说得不错 这是我们家的阿染 阿染 父亲来了 苏灵匆匆赶来 然后扑通一下 跪在了静宁侯与王室面前 父亲母亲 便是你们二人再有什么不满 也不能不认阿染啊 她可是我的侵略 静宁侯脸色绷紧 一下子便握紧了圈椅的把手 王室一下子便抓住了她的手 免得她动怒 静宁侯少有动怒的时候 便是苏灵的事情 她也能和王室冷静处理 可是此番 苏灵显然是投向了太子阵营 这怎能让她不怒 苏染抬头看了一眼 然后也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几步走到了苏灵的身边 然后扑通一下跪下 然后开始哭 祖父祖母 我是阿染啊 你们怎么能不认我这个孙女呢 第55章 苏福 你好大的胆子 我心知祖母不喜欢我 可我到底是祖父的亲孙女啊 祖父祖母 请你一定不能不认我啊 苏染伤心地哭着 苏灵则是重重地磕了两个头 父亲母亲 便是你们再不喜我 可阿染却是我亲女 我是万万不可能不认的 你们不认 我可是认的 阿染素来都是乖巧懂事的 我作为父亲 可做不出不认亲女的事情 静宁侯握紧了拳头 王氏的脸皮僵硬 太子坐在椅子上 轻飘飘地开口 看来是侯夫人看错了 你再仔细看看 这是不是你家阿染 王氏一口气梗在喉咙里 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他想着下一刻 他怕是要被气晕在这里了 正在此时 苏福匆匆踏进门来 风风火火的 连同后面的婢女也追不上 他一张脸气地发红 霍霍上去就苏染一巴掌 然后将她推到在地 一脚踹上去 贱人 苏染你个贱人 事情发生得突然 屋里的人都没反应过来 太子的速度最快 两步上前就抓住了苏福 又要往苏染身上打的手 太子的脸色冷凝 呵斥道 苏福 你要做什么 苏福恨恨地看了他一眼 想起了前世这人 对自己的无情利用 心中大恨 伸出另一只手 一巴掌扇上去 太子没料到 苏福敢对自己动手 当时被打了个正正 他梦了一下 一瞬间 竟然不知道 自己身在何处 他堂堂一国太子 竟然让人给打了 他的脸刷的一下就黑了 苏染担心地喊了一声 殿下 四姐 你这是做什么 干什么对殿下动手 就算是殿下气了你 可如今 你也要嫁给三公子了 为什么就不能原谅太子 太子抬手一推 苏福再怎么也是一个姑娘 并没有多大力气 当下就被推到在地上 发出砰的一声响声 差点头撞到地上 太子伸手摸了摸被打的脸 双眼寒怒 脸色发黑 苏福 你好大的胆子 苏福 真是好大的胆子 他以前怎么就不知道 苏福竟然是这么一个 疯疯癫癫癫的女人呢 杨氏和婢女匆匆赶来 见到苏福倒在地上 当时就大声地哭喊一声 扑了过去 阿福 阿福你这是怎么了 到底是谁欺负了呢 我的阿福啊 太子看着公婢将苏染扶着起来 此时他一身狼狈 挨了巴掌的脸 已经红了起来 头上的发际凌乱 身上的衣服 也被踩了两脚留下印子 看起来非常之可怜 太子心底的火蹭的 一下就烧起来了 静宁侯 你这孙女是怎么回事 今日你须得给姑一个交代 静宁侯坐在位置上没动 王室也没动 虽然说苏福此举实在是失礼 但是这一对夫妻 心底也想将太子和苏染打一顿 所以就没动 不过苏福确实是失礼 半点都没有千金贵女的样子 苏灵扶着苏染 那是委屈得不得了 父亲母亲 你们看看 阿福将我女儿打成这样 怎么说她 如今也是太子良帝 可不是谁说打就能打的 杨氏没料到 苏福跑过来 竟然打了苏染 她刚刚进来的时候 见苏福被推到在地 听到这话 才知道苏福也打了苏染 不过苏染怎么能和她的阿福比 于是她就到 阿福怎么打她了 定然是她做错了什么 公爹和婆母 可要给阿福主持公道 不过在场的人 都没人理会她就是了 杨氏为世子夫人 原本王氏是想让她过来帮忙了 可惜此时也没什么用处 静宁侯站了起来 王氏也有着边上的眉姑 扶着站起来 静宁侯道 我这个孙女和阿染 确实是有些矛盾 如此牵手到太子殿下 实在是我管教不周 在这里给太子殿下道歉了 来人 将四姑娘带回芙蓉院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放她出来 太子心中不满 但却也不想彻底地和静宁侯翻脸 可是想着 自己挨的这一巴掌 也是觉得万分的憋屈 她恨恨地看了苏芙一眼 眼神极冷 心想 总有一日 她要好好地抱这个仇的 静宁侯府 她记下了 苏芙重生回来 这么第一次看到 苏染和太子这一对狗男女站在一起 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真是恨不得撕了这狗男女 可是这个时候做完了 心中却有些后悔 见有人上来扶着自己离开 也不敢停留 最终恨恨地看了苏染一眼 转身离开 杨氏连忙跟上 太子显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她黑着脸问 静宁侯 那如今姑 可以带着姑的两弟离开了吗 静宁侯道 太子何必明知姑问 若是本侯说不让 太子能将她留下来吗 太子扯了扯嘴角 自然是不能的 只是我那了府上的姑娘 总得过来告知府上一声 日后 阿染 便是我东宫的人了 三日后 我为阿染摆几桌宴席 到时候 还请几位赏脸 太子说罢这句话 便带着苏染要离开 静宁侯和王室 知晓此事已成定局 拦也拦不住了 站在原地脸色难看 苏林倒是跟了上去 送这二人出府 一路送到了门口 期间还和太子 说了几句夸耀的话 显然是对苏染 进东宫很满意的 在两人上马车的时候 还叮嘱着苏染好声 伺候太子 屋内 静宁侯脸色铁青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那桌子喷的一声 支撑的桌角都断了 上头的茶盏掉了下来 茶水洒了一地 好一个苏染 好一个太子 好一个苏林 王室盲是劝他 事已至此 你莫要生气了 还是想想如何解决的法子 别的不说 最主要是陛下那里 王室的忧心 确实是有道理的 如今他们府上两个孙女 一个嫁了隋王做侧妃 一个入了太子东宫做良帝 静宁侯是皇帝心腹 此事之后 皇帝心中定然是有所考量的 若是往前地说 日后皇帝未必会像以前那样 信任静宁侯了 若是往身里地说 怕是皇帝觉得 静宁侯参与了这些事情 他还没死呢 静宁侯就想 这左右摇摆 这是想找死 静宁侯闭了闭眼 女子误我家族啊 第56章 上交兵符 静宁侯一直以为家中的孙女 一个个的 不过都是养在深归的姑娘 对于几位姐妹之间的争斗 却不怎么在意的 可是没想到 事情竟然一步步地发展到这个地步 将静宁侯府 彻底地推入了这个漩涡 之前的苏林府上还可以说 苏林已经跟着太姨娘走了 不再是静宁侯府的姑娘 再来 她是在平摆侯府出嫁的 娘家也算是平摆侯府的 可是如今的苏染 太子光明正大地将她送回来 又将她带入东宫 再有老二这个王八高子 咬定苏染是她女儿 不肯配合 静宁侯府想要撇亲都不可能了 事情是怎么发生到这个地步的呢 静宁侯想了一下 最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李林的亲事 苏福和苏染都不愿意嫁她 苏染下药 想要让苏福出丑 丢尽脸面不好说清 府中将她嫁给李林 而苏福识破了苏染的把戏 又基于苏管身上的这门亲事 于是便借此做了一个局 害了苏灵 又陷害苏管 最终 因着昭王府出面 苏福还是得了这么亲事 苏染被送去庙里几年 杨氏却借此机会 伸手害苏灵 让她失去了陈家这门亲事 所以 造成了今日这样的结果 苏灵嫁了隋王为侧妃 苏染被太子锁救进了东宫 苏管作为唯一的侍灵姑娘 要与李林定亲 这几个姑娘之间 因轻视爆发的争夺 一步步地将苏家一家老小 推到了这风头浪尖 静宁侯脚步酿呛了一下 大受打击 悔不该 当日不该为了家族 对苏灵如此不公 使得她对家族失望透顶 只想着自己 不该将苏染送出去 让她有机会和太子勾在一起 王氏忧心忡忡地劝她 侯爷 默契坏了身子 陛下声明大意 定然知晓 侯爷是没有二心的 这话说的你信吗 静宁侯坐了下来 和地上摔碎的茶盏收拾 然后命人重新搬来一张茶几 又重新上了茶 王氏自然是不幸的 心中友谊 自然是不当用了 他担忧地问 那如今我们应该如何 静宁侯沉思了片刻 然后道 我打算向陛下上交兵符 王氏吓了一跳 侯爷 这是在说什么 手掌兵权 也正是静宁侯府地位的由来 若是上交了兵符 那岂不是 岂不是将道手的权势交出去吗 静宁侯当年出生入死 才得到今日的一切 这可是府上的根基啊 怎么可能轻易就交出去 我不同意 有下人送了茶水上来 静宁侯饮了一口茶 然后道 你不同意又如何 太子和隋王 无非就是 看中我手上的兵权 想让我为他们所用 若是我哪个都不占 日后 若是到了日后 不管是哪一位上去的 咱们府上必然会遭到清算 若是占了位 若是占对了 我手中兵权胜 又有从龙之功 功高镇主 君主不能安也 且府上的姑娘又不是正妻 日后也必然有一争 我不认为 老大老二老三 他们有这样的本事 能撑过这一关 若是占错了位 那和府上下的性命 都是要贴补进去的 如此倒不如 将兵权上交 没有了兵权 也得了安宁 保了一家老小平安 静宁侯没想过 要做什么外妻 虽说外妻 如何荣华一招 可到底一朝天子一朝臣 盛极必衰 迟早会被人打下来的 他要的是一个 稳稳当当立身于世的 苏氏一族 百年士族 家底封后 根基深渊 不管朝堂之上的 风风雨雨 毅然奥立于这个世间 子孙后代 接受祖阴 如同今日的静氏一族 便是无人在朝 可无人敢轻视 朝堂之上的 风风雨雨 也打不到他们的身上 王氏听尽宁侯这样说 脸色是一点一点地 挥败下去 最后恨恨地说道 都是这几个不省心的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你也累了 咱们回去歇一歇吧 于是 这两夫妻便相扶着 往扶贫院走去 后面的人落在后头 看着这老夫妻两 莫名地觉得有些凄凉 静宁侯府 今日唱了三场大戏 外头的人早就热闹了起来 先是招王府下聘 聘取掌房嫡女苏福 再来便是陛下圣旨 封了苏馆做温孝郡主 还给她和李玲赐婚 说是良缘 第三就是 太子带着那五姑娘苏婉回来 听说那五姑娘早就入了东宫 要做太子良地 大戏是一波接着一波 从早上一直唱到傍晚 让人应接不暇 吃瓜不止 要我说啊 这进宁侯府的几个姑娘 真真是好运到 一个进了隋王的府邸 做了侧妃娘娘 一个许给了招王府的三公子 又是皇亲贵宙 一个干脆是入了东宫做了良地 日后啊 少不得就是一位皇妃 便是这原本嫁得最差的六姑娘 陛下圣旨一下 又成了郡主娘娘 便是嫁得差了些 可她如今已经是郡主了 谁敢不进 可不是吗 当真是好生厉害 听说这进宁侯 昔日也是出身山野 凭这一身战功封侯 深得陛下宠幸啊 那李景元也是运气好 如今六姑娘做了郡主 她这小小的举人 日后也变成了郡马爷了 日后李家的子孙 那也是贵族子嗣了 都说娶妻要娶得好 便是一事无成也能登天 想我们寒窗苦读十余仔 也比不得她娶了一位郡主娘娘 便是日后高中 再活二十年 也走不到这地步 李玲得知此事之时 却暗暗皱眉 觉得静宁侯府威夷 如此瞧着表面风光 实际上是被推到了风间浪口 一朝不慎 便是粉身碎骨 久便问 公子 可是要提醒静宁侯 李玲低头 小心地瞎了一口茶 摇头 不必了 若是她这点 都看不清 也不用再做什么侯爷了 等明日 估计便会有消息了 果不其然 在次日清晨 静宁侯府便传出了消息 说是静宁侯 在夜里夜起的时候摔了一跤 如今躺在床上不能下床 苏望早朝时 在太极殿上为父请罪 将兵符上交陛下 帝城哗然 第57章 苏灵的心思 太子与隋王都吃了一惊 都没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早朝过后 二人便让苏染和苏灵 回了一趟静宁侯府 两人的车子 砍砍在门口浴上 下马车之时 都由婢女扶着下车 苏染含笑道 三姐也是回来看祖父的吗 苏灵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神情高傲 下巴微抬 梁帝不也是 苏染呼吸一致 脸上瞬间有些难堪 要说身份 太子为储君 自然是比隋王要高的 可苏灵为侧妃 他为良帝 侧妃 也便是侧妻 地位仅次于正妻 如此算来 他的身份比苏灵还低 他喊苏灵一声三姐 苏灵称他一声良帝 便是告诉他 如今两人身份之别 苏染咬唇道 苏侧妃不要忘了 太子才是储君 苏剑奉命前来接二人入府 见此生 怕二人在门口吵起来 指的上前道 二位妹妹 快些进去吧 祖母还在等着呢 两人对视一眼 互相扭过头去 显然是互相看不顺眼 苏灵恨苏染 当初和苏福害了她的事情 苏染则是看不顺眼 苏灵如今一副高傲的样子 苏剑将二人 领着往扶贫院走去 路上的时候 还说了一下情况 祖父是昨天晚上夜起的时候摔着了 你们也知道 祖父在府中的时候 不喜欢人跟着 祖母半夜了醒来 见祖父迟迟没回来 派人出去找的时候 才见他在路上摔了 这不 当时便请了大夫过来 早上的时候 还去请了御医过来瞧瞧 苏燃有些不安 那情况严重吗 御医怎么说 苏剑道 说是伤了骨头 再来祖父年轻时候 打仗大大小小的伤都有 休养一两个月 平时生活无碍 可是在上战场就难了 苏燃脸色一阵轻一阵白的 捏着帕子的手指 也有些紧了 太子宠爱她 一来是真的喜欢她 二来 她是看在静宁侯手中 兵权的份上 这一次 静宁侯上交了兵权 日后她还不知道 在东宫如何自处 她可以料想得到 太子便是 再喜欢她 也会将她放在一边 去宠爱别的 对她有帮助的女人 就像是当初 她为了争取府上的支持 明明喜欢的是她 却叫她忍耐等待 而她则是哄着苏福 要娶苏福做侧妃 想着自己 像是封建社会女人一样 和一群女人争宠 共用一个男人 她都有些受不了 苏剑道 你们二人一会儿见了祖父 万不可说什么 让祖父不高兴的事 苏灵点了点头 然后问她 如今有什么人在扶贫院 苏剑道 府上的人都在那边 苏灵表示明白 苏染却有些担忧 生怕这些人欺负自己 于是就问 那我父亲可在 在的 苏染文言稍微放心了一些 心想 苏灵在 她现在都是太子良帝了 苏灵那个 只想这往上爬的爹 肯定会护着她的 此时在扶贫院 王氏正在喝茶 而孙们都在边上坐着 府上除了被关了 禁闭的苏府 其他的人都在 王氏向苏灵发火 老二 我看你是半点 都不顾念府上的人 当初你父亲说过什么 我看你都没放在心上 王氏真是气得发疯 若不是苏灵跑出来认苏染 他们府上就来个死咬着不认 也不会沦落到 静明侯上交兵权的地步 苏染一跃做了太子良帝 苏灵此时有了靠山 腰板也挺了起来 她一直觉得 她生母的死 是王氏做的手脚 这些年觉得斗不过 一直扶低做小 在府中 自然也就不怕了 苏灵想都没想就到 母亲说了什么话 什么叫做我不顾念府上 有句话说得好 时时务者为俊杰 太子为储君 阿染又做了太子良帝 日后我们府上何仇不兴 苏灵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知道 这个家里 王氏看不惯她 静明侯爱重老妻 觉得当初的事情对不起她 所以便是知道 王氏不待见 她也不说什么 静明侯和王氏 谋着家族的百年荣华 成百年士族 可她心里清楚 这些荣华与富贵 和她并无多大关系了 或许等到静明侯百年之后 她将要从这个府邸里搬出去 静明侯府 从此也与她无关 她拼命地往上爬 也是为了她自己啊 苏灵成了太子良帝 这便是她所求的机会 日后太子登位 苏灵至少也是一名皇妃 她这个皇妃的父亲 自然是差不到哪去的 若是苏灵为太子生下孩 那这日后更是了不得 苏灵心头火热 想着日后位及人臣 贵不可言的样子 你只知道 太子为储君 却不见随王虎视眈眈 二人相争 到底鹿死水手尚未可知 你便是对我不满 却也不能拉着你的兄弟家族 与你一同 王氏气得要死 你该死啊 你父亲今日受的这个罪 全是因你而起 苏旺脸皮僵硬 对二弟的做法 也心中有怒气的 为了家族 他连一直愧疚于心的苏灵都舍了 如今却因为二弟 静明侯府 又被推上了封间浪口 苏寻脸色凝重 不过他更心疼老娘 悄悄地对站在一旁的苏馆 使了个眼色 苏馆会议 便给王氏送上了一盏茶 祖母默要气坏了身子 大兄 此时已经去门外迎接二位姐姐 不时便要到了 王氏长长地呼吸了一口气 这才将心头的火压了压 不管前世如何 但是从今以后 你默要和太子等人走太近 这是你父亲的吩咐 你若是不相信我 尽管自己去问他 苏灵想说什么 却也知道 和王氏争论没什么好处 只得闭嘴不说话了 正在这会儿 苏建已经领着苏灵和苏染二人 到了正院的门口 王氏也不想与他多说 正经危坐 等着这二人进门 苏建引着二人进门 两人见了王氏坐在上座 便恭恭敬敬地上前行礼 祖母安好 王氏灵力的目光 在二人脸上划过 眼底有着痛恨之色 他道 苏瑟妃和苏良帝来我府上做什么 可别对着老身行礼 老身可受不起 第五十八章 良帝娘娘 真是高看我了 苏染自从服软之后 太子宠着他 各种赏赐不断 连太子妃都给他三分脸 别人更是臂气锋芒 扶低做小 如今听着王氏这样阴阳怪气的声音 心中很不高兴 别以为他愿意回来这里 看着老太婆的脸 要不是静明侯不知道哪只眼睛看错了 把自己摔了 还搞什么上交兵符 太子让他过来探听虚实 他才懒得来呢 他抬了抬下巴 不约道 是太子吩咐我回来的 若是祖母有什么不满的 可以对太子诉说 王氏一口气咽在喉咙里 瞪大眼睛看着苏染 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苏妄眉头一皱 然后道 太子有心 我代府上心灵了 梁弟娘娘不是要见我父亲吗 我带着梁弟娘娘去吧 请 苏染一顿 心觉得苏妄的态度不对 还想说什么 却不愿低头 只能随着苏妄离开 苏林见此 生怕是苏妄欺负了苏染 也跟了上去 屋里少了三个人 一时间气氛有些冷凝 苏林跪下来 给王氏磕了个头 然后道 我知祖父祖母不惜我登门 可是这次听闻祖父出了事 我若是不来看看 实在是心中难安 还望祖母可怜我 让我看一看祖父 看完我便走了 绝不给府上添麻烦 王氏被苏染气了一下 听了苏妮的话 心中舒服了一些 心想 倒是是轻生的 才知道心疼自己 这个苏染 如今都连他这个长辈都不尽望 你要看就去看吧 王氏呼吸了一口气 等他们出来你再去 你随我来 我有几句话要交代你的 说着 王氏便让梅姑将自己扶起来 苏林站了起来 眼见着梅姑扶着王氏出门 也跟了上去 王氏去了一处小厅 然后打发梅姑下去 在柜子里取了一个盒子给她 苏林接过 却听王氏说 这里头有两千两银票 阿玲 祖母不是不疼你 只是祖母除了你 还有这么多的儿孙 这个府上 你日后没有什么大事 也莫要回来了 祖母帮不了你什么 也不想让人看到 你从府上带的东西离开 思来想去 给你一些银票 你自己 好生照顾自己 之前给你的五千两 是算是府上给你压箱底的钱 这些钱则是祖母自己的 我的首饰珠宝 日后也留给阿管和阿罗了 你也莫要怪祖母不给你 苏林眼睛有些湿润 低着头用帕子擦了擦眼泪 阿玲自然是不敢怪祖母的 祖母心中到底心疼她的 只是比不得全府重要罢了 日后啊 你便好生地照顾自己吧 银票你贴身藏着 带走就是了 王氏给了苏林的两千两银票 虽说苏林闹着要嫁随王 府上不得不舍弃她 可是王氏到底是对她有愧 若不是因为苏福和阳氏 苏林原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亲事 苏林点头 将银票贴身藏着 然后问起了敬宁侯的事情 祖父如何了 当真是有那么严重吗 王氏道 养一个月或是能下床了 这样也好 让她歇着吧 你祖父啊 为了这个家 劳心劳力了一辈子 生生死死不知道多少回了 你一会儿莫要说气她的话 敬宁侯府这些年的荣华富贵 几个姑娘 贵女千金一样的养大 那都是敬宁侯挣来的 苏林低头 阿林自然是不会的 王氏拍拍她的手 苏林擦干了眼泪 然后跟着王氏回到了政厅 正在这个时候 苏望苏林和苏冉从寝室里出来 苏望脸色难看 苏林捧着脸 苏冉瞧着眼睛有些发红 不知是被气的 还是被骂的 苏冉不甘心问苏望 便是祖父此后 不能再领兵上阵了 可是祖父也有三个儿子在 为何上交兵符 大伯父你如此做 问过我父亲和三叔同意了吗 苏望铁青着一张脸道 我自认为没有这个本事 难不成你觉得你父亲有 你让他上战场吗 拿着一支笔上去吗 苏望虽然也是武将 可自认为没有敬宁侯这样的本事 他的性子温吞 少了几分血性 守城足矣 想要更上一层楼很难 而且 敬宁侯上交兵权的事情 也同他商议过 他也同意了 如今 太子与隋王之争日益严重 置身之外 自保不掺和才是 最聪明的做法 苏巡无辜被点名 吃笑一声道 我对于军队打仗一事一窍不通 两弟娘娘真是高看我了 苏染气得要死 这群人竟做这些拖后腿的事情 你们 你们这些 苏染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气呼呼地转头便要离开 苏灵见此急忙追上去 阿染 阿染 你等等父亲 王氏哼了一声 问苏望 他在里头说了什么 苏望道 质问我为何 上交兵符一事 还说父亲糊涂了 笑话 他才是糊涂了 王氏也是气得不轻 简直是不知所谓 看着太子宠着他 把他宠得不知天高地厚 日后没有静宁侯府在后头 有他受的 苏灵闭言不语 苏染如此 他毅然如此 静宁侯府没了兵权 他的日子定然也比不得从前了 好在他还有平板侯府在 随王不至于亏待他 静宁侯府交了兵符 无非便是不管这两个姑娘的处境了 约莫是想到他的处境 给点钱的傍身 有了钱 他能好过一些 祖母 我去拜见祖父 王氏点头 你自己进去吧 苏灵低着头往里面走去 王氏望着他的背影 然后叹了口气 此时有仆人走了进来 在苏巡耳边低语了两句 苏巡点了点头 挥手让人离开 然后对王氏说道 母亲 李公子前来拜见 我去客院见他 李公子 王氏顿了一下 才想起苏巡嘴里的李公子 便是李灵 苏巡道 估计是得知了府上发生了事情 我出去见见他就是了 王氏点头 他也没力气再见客了 也好 苏管听他说李灵 眼睛都亮了一下 伸了伸脖子 然后看向苏巡 父亲 苏巡笑了一下 道 阿管同我一起 第59章 不知三爷隐不远 苏管高兴地跟着苏巡离开了 这大家士族 对府中的姑娘要求很严 想要出门一趟 都是要找好借口 身边还要带着护卫 想要见外男是男上家男 细数下来 他和李灵见面的次数 连一只手手指都数得过来 虽然见面的次数不多 苏管却对他挺满意的 很是喜欢与他见面 增加一下熟悉感 便利于培养感情 杨氏见他这样 就跟着苏巡离开了 捏了捏帕子 然后道 我们六姑娘 看来对李公子很是满意 知晓李公子来了 连躺在病榻上的祖父都忘了 也不知道三弟和三弟妹 怎么教孩子的 苏王眉头皱了一下 转头看向他 此时却闻李氏不轻不重的开口 我和三爷是怎么教导孩子的 就不劳大嫂操心了 我倒是想问问 大嫂和大哥 是怎么教导孩子的 倪人也有三分性 况且 李氏也不是您捏的 说旁的也就罢了 可是说到教养孩子这世上 李氏是不能忍的 要是忍了 不就说明他和苏巡夫妻 不会教导孩子吗 这不是拐个弯说 苏良和苏罗也不好吗 杨氏倒是没想到 平时温生 温气的李氏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当时也噎了一下 脸上有些发黑 正想说什么 苏旺就黑着脸开口 杨氏 你闭嘴 王氏将手中的茶盏 不轻不重地放在暗机上 瞪了杨氏一眼道 要说教育子女 你们二人还不如老三夫妻 你看看你们家的阿福 干得都叫做什么事 不知检点 手段恶毒 疯疯癫癫 不知检点地和外男勾搭在一起 暗通屈款 私相授受 并且用恶毒的手段 害了自家姐妹 亲事如今还疯疯癫癫癫的 苏旺低下头来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在他看来 在教育苏福的事情上 他确实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不过姑娘家的事情 他素来不好管 一切都由杨氏教养的 想想如今的苏福 再想想杨氏对付苏灵的手段 以及陪伴了他多年 却决意要离开的蛇姨娘 苏旺觉得浑身上下 都有一种无力感 苏灵上次离开之时的话油言在耳 他觉得脚底生出了寒意 一直到心里挥之不去 王氏显然是对苏福很不满了 杨氏听了这话 却不高兴 阿福是哪里不好了 婆母的话 我可不赞同 在他看来 自己的女儿都是千好万好的 也就是别人坏 才让他遭到了这些事情 王氏懒得同他说话 罢了罢手 打发这几人离开 行了 你们都走吧 吵了一上午了 我耳朵都生碱了 苏旺犹豫了一下 阿灵在里头还没出来 他的话音刚落 却见苏灵掀开帘子 从里头走了出来 他的脸色冷静 手中捏着帕子 一步步地走得很稳 王氏问他 见了你祖父了 苏灵低头 见了 多谢祖母 王氏道 那你回去吧 是 苏灵低着头站了起来 然后慢慢转过头 乌发上垂落的珠子 将他的表情掩盖在其中 他闭了闭眼 又想起了祖父刚才说的话 然后大步地往门口走去 祖父让他如今莫要于府上有牵扯 若是日后随王失败 他会想法子保他 苏灵不信苏旺杨氏 可是对静宁侯还是信的 祖父在他心中 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既然他开了口 便一定会帮他就是了 苏灵带着人离开 王氏也将儿子儿媳们打发走了 坐在椅子上喝了一盏茶 过了好一会儿 才转身进了寝室 此时屋里没有旁人 静宁侯坐在木榻上出神 他的脚上身上 被包了好几圈白布 看着确实像是很严重的样子 都走了 走了 王氏走过来 在木榻边上坐了下来 神情有些疲惫 这两个没看出什么来吧 没有 静宁侯躺了下来 伸手摸了一把脸 脸上都是白白的粉 他皱了一下眉头 脸色有些发黑 王氏道 行了 你还得忍一忍 静宁侯自然是知道要忍着的 只是他是个坐不住的 让他在床上躺上一个月 确实是想想都觉得不得进 真是的 儿孙都是债 弄出来这一堆糟心事 这边的苏巡 带着苏管去科院见李玲 他们到的时候 李玲已经坐着喝了一盏茶 见到苏管也跟着一起过来 倒是有些诧异 大家士族的千金贵女 不轻易见外男 便是定了亲的 也不过是在长辈的同意下出去走走 与未婚夫培养一下感情 多是没有的 李玲此次前来 一是因着外面的传言 他作为苏管即将定亲的未婚夫 携带礼品上门探望是应该的 二来 端午将至 他想约苏管一同出去 请缘来了 三爷 六姑娘 李公子 三人一阵见李之后便坐了下来 苏管在一旁坐着 李玲随即便问起了静宁侯的事情 我听闻外面的传言 这才得知此事 也不知如今侯爷如何了 苏寻道 伤筋动骨 休养一两个月吧 日后动作没问题 要是打仗就不行了 正好 父亲年事已高 也到了该享福的时候 少操心谢也好 苏旺在太极殿上 为静宁侯上交兵符 将兵权交还皇帝 皇帝最先是不肯的 但是苏旺催泪陈情一番 三败大礼 请皇帝收回 皇帝无奈允了 侯爷一身戎马 为国家鞠躬尽瘁 确实也到了该享福的事情了 我之前收了一些草药 对老人家的身体有好处 想着放在家中也用不上 于是便带过来了 苏旬脸上的笑意 更真诚了一些 警员费心了 李玲有这份心 苏旬自然是高兴的 这是警员应该做的 李玲看了一眼正在喝茶 睁着一双亮晶晶眼睛 看她的苏馆 笑了笑 然后又问 不知过几日端午 府上可是有什么安排 端午是一年之中一个大节日 每到这个时候 各家各户都要安排起来 平日里外城河那边 还有赛龙舟活动 一家人老老少少的 都一同出去看 甚至有些府上的年轻人 还参加了赛龙舟活动 苏旬沉思了片刻 道 府上并没有什么安排 如今我府上在床上 府上的公子姑娘们 也一应没有安排 如今静凝猴都伤得躺在床上了 府上的儿孙 还要还像往年一样出去玩 那就不像样了 所以那日 一应都没有安排的 李玲的手指在茶盏边缘摩擦了一下 然后询问道 我那日想带六姑娘出去观龙舟赛 不知三爷隐不隐 第六十章 他看到六姑娘第一眼 响曲 苏管微微愣了一下 然后眼睛一亮 苏寻也有些诧异 皱了一下眉头道 你要带阿管出去 正是 李玲点头 然后到明园游 端午过后 我将回归宴城一趟 不瞒三爷说 老巫破旧 需要休整休整 怕是接下来一段时间 不会到地城来 确实应该好好休整 若是家中太小了 也许得让人多建一些房舍 对了 地城这边的院子 看得如何了 之前和靖夫人去看过 那院子已经买了下来 不过昨日昭王爷见了我 说是陛下意再赐一座福地给六姑娘 也寻了几处 昭王爷言下之意 是让我来挑选一处 日后便当作在地城的住处 苏寻文言却吃了一惊 转念便又觉得一阵惊喜 竟然有这事 他还以为 苏管便是封了一个温孝郡主 得了郡主的尊荣和赏赐罢了 没想到 竟然还有一处府邸 地城这个地方 说起来也是寸寸是金 好的宅院早就有了主人 便是他想要寻一个好的 也要等着别人愿意出手才能拿下 却有此事 苏寻文言很高兴 那若是去看院子 你将我也带上 我给你们好好把把关 在苏寻看来 既然是皇帝赐的 不要是白不要 要了也是白得 自然是要的 听着李玲的口气 陛下的意思 似乎是给这一对小夫妻 日后的住处 奇怪的地方 陛下既然是给阿管的 干什么不直接赐了郡主府 反而去找李玲呢 不过他也就诧异了一瞬 然后便不想了 反正院子是他们住的就行了 李玲微微一笑 那就有劳三爷了 苏寻哈哈大笑 客气 你年纪小 有些事情不懂 我自然是要帮忙的 这翁血二人倒是相处得极好的 苏管一边喝茶一边听着 行道 李玲这人倒是挺会哄人的 瞧着他父亲 被他哄得浑身舒坦 不过要是看院子 他也想去的 我也想去 苏管出声道 既然是我要住的地方 父亲你喜欢可不行 给我喜欢才好 是不是 父亲 苏寻点头 行行 你也去 苏管甜甜一笑 谢谢父亲 李玲低头看着他 放在桌面上细白的手指 那手指纤细秀丽 白白净净的 优雅美丽 他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指 他的手指修长 倒是也白皙干净 只是比不上他的白 掌心还有些粗糙 他从幼年开始 便要学着做一个合格的理事子孙 读书练字 练武握剑 甚至是 学着各种生活 或是高雅 或是平常的技能 便是有世间最好的药材养着 也比不得姑娘家的娇嫩 他如同温室里的娇花 千娇百贵地养着 他却历过了风霜雪雨 在这个世间兜兜转转过 做过高堂 想过人间富贵权势 也做过山野村夫 打猎下地耕田 独自踏过路程 做过居无定所的远游客 人生十九载 他历经的事情 却也是白发冒蝶的老人 或许都比不过的 他的意志坚定 世间流水与指尖缝隙划过 于心上无悲无喜 这些日子 却总被为他牵挂 甚至处处为他着想 实在是让他自己都有些惊讶 他母亲走得早 小时候他便跟着父亲 有时候 他也觉得非常之困惑 他的父亲 当日黎城里士族公子 为何会娶了他的母亲 要不知道 他的母亲 不过是归宴城下小村落 一个秀才的女儿 父亲多年科举不如意 家中一贫如洗 若是说优点 大约是幼年 已经浅薄的记忆里 母亲温柔善解人意的模样 大概就是他的温柔与宽容 困住了那位天之骄子 甘愿为他低下头颅 或许经历过的事情多了 反而想要的 就是这一份温柔 像是漂泊的人生 寻到了归处 他曾问父亲 父亲告诉他 若是有一日 遇上了一个 让他觉得欢喜的姑娘 那便不要错过 他看到六姑娘第一眼 想娶 他不管是娇娇俏俏 还是憨憨 可爱的样子都好 或是有时 他还有点懒 遇上事情 微微皱眉 眼底还有些嫌弃 那副表情仿佛在说 离我远些 你是个大麻烦 他像是怀里揣了一个 和他一样的松鼠 忍不住的总想多看看他 他笑了笑 眉眼平和温润 那不知三爷 端午的事情 到底隐不隐 苏寻脸上的笑容 微微连起 思虑片刻 然后道 也不是我不同意你 那人人多 我实在怕照顾不周 往西进宁侯府去看龙州赛 还有特定的位置 府上的姑娘若是过去 便是出了门口 坐着马车过去 坐在那里观看便是了 可若是阿管跟着你过去 也没特定的位置 和普通人一起 若是挤着阿管 可不太好 龙州赛上 那边上围观的人 那可是人挤人 黑压压的一片人海 往西还有人被挤到了河里 苏管跟着李玲过去 便是带再多的人 他都是不放心的 李玲闻言却道 三爷放心 我也早就想好了解决之法 我派人问了郑国公府 那日 我和六姑娘 便坐在郑国公府的位置观看就好 郑国公府 苏寻挑了挑眉头 心中实在是有些惊讶 越是过世之后 他与郑国公府之间的关系 冷淡了许多 倒是没想到 自己这未来女婿 这么快就和郑国公府攀上了 也不对 当日他与李玲上郑国公府的时候 他那泰山大人 似乎与他认识 他伸手摸了摸下巴 深思 苏寻扯了扯苏寻的袖子 露出了向往的表情 父亲 你就让我去吧 我想要去看看 龙州赛呢 说不定再过一两年 阿管就不能在地城看龙州赛了 你莫不是想要让阿管遗憾啊 苏寻被他说得浑身不得尽 哪里还能说什么不许的 他道 好好 阿管想去看 想去就去吧 不过得多带一些人过去 到时候家里长辈不在 你得听你外祖母和旧母的 万不可随便乱跑 再则 莫要太过张扬 若不然 别人又该说你闲话了 苏寻沉思了一会儿 总觉得自己这个女儿猜到了什么 若不然 怎么就半点都不见担心的 想着静宁猴装受伤的事情 他自己也觉得苦恼 其实他也想去看龙州赛的呀 一年一度 这可是地城一年到头 都没几次的热闹场面了 真是白瞎了 总感觉今年白过了 第61章 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苏管得了出门的机会 自然是将苏寻的要求都印下来 李玲与苏寻说了一下宅院的时候 不久之后 便告辞离开 苏管得了苏寻的吩咐 送李玲出门 李玲与她走在一起 后面还跟着几个丫鬟和护卫 她走在她的身边 眉眼带着一些笑意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小声地问她 李公子最近在忙些什么 也不忙什么 就是一些琐事 上次静夫人松玉佩过来 我听静夫人所言 六姑娘很喜欢 苏管点头 确实是喜欢的 我这两日在学着打烙子 到时候 若是我打得不好 你可不能嫌弃我 不过我会努力弄好的 不会 李玲嘴角含笑 六姑娘心灵手巧 自然是不会做得不好的 苏管眼睛一亮 觉得这李玲实在是太会说话了 要是她说 就算是她做得不好也没关系 她虽然也不会不高兴 但是她说 她觉得她不会做得不好 相信她的能力 这让她自信心 瞬间就升了上来 大约是觉得 她在她的心中 是个优秀的人 苏管道 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了 李玲笑了笑 静待佳音 李玲将脚步放缓一些 然后道 过两日 我便要安排去看宅院的事情 宅院许久都没有人住了 六姑娘让人 做些驱赶蚊虫的熏香 免得到时候被蚊虫叮咬 若是有什么缺的 让下面的人来找我就是了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 三爷知道 你同他说就是了 带一些茶水和点心 若是饿了 也可以垫一垫肚子 衣服也要准备得便利走路一些 她细心周到地 说了一些注意的事情 苏管一边听一边点头 心中暗暗惊叹于她的细心周到 客院在前院 离大门并不远 很快便到了大门前面 李玲告辞 六姑娘送我到这里就是了 改日我再来接六姑娘与三爷 苏管点头 李公子慢走 六姑娘留步 李玲转身出了静宁侯府的大门 苏管在门内看着她的背影 站了一会儿 刚好是碰见了苏若是平摆侯府二公子平成携手进门 见到苏管 苏若便快步走了上来 六妹 大姐 大姐夫 边上的奴婢护卫也跟着行礼 大姑奶奶 带姑爷 苏若温婉地笑着 哎呀 我倒是忘了 六妹如今已经是郡主 日后得喊一声郡主 真是恭喜六妹了 咱们府上出了一位郡主娘娘 苏管点笑道 大姐客气了 不管我得了什么身份 可我仍就是府上的姑娘 是大姐的堂妹 大姐还是依照以前的叫法吧 说起来 我当真是有些不习惯 苏若道 慢慢习惯就好 有道是礼不可费 正是因为礼不可费 身份低微者卑躬屈膝 身在高位者高高在上 这才使得许多人拼命地往上爬 苏若闭了闭眼 心底有些叹息 心觉得 他这个六妹真是好运 轻易地便得了陛下的喜欢 封了郡主之位 而平摆侯府呢 则是需要付出努力 才有可能得到想要的荣华富贵 平摆侯府落魄已久 西年是先帝的后妃的娘家 第一任平摆侯 也跟过先帝打天下 奈何死得早 那后妃在后宫也死得早 无儿无女的 没有起半点波澜 第二任平摆侯 也是他那公爹 更是个不学无术 成日只知道养女人和吃喝玩乐 是当年帝城有名的顽固 做平摆侯那么多年 帝城的高门都看不起他 甚至连家业也都被他拜得差不多了 在他死前 平摆侯府只剩下一个空盒子 也就是五六年前 他那公爹得了病死了 他夫君的哥哥继承了爵位 兄弟二人齐心协力 慢慢的一点点开始改变 然而 他们在朝堂也没什么根基 身上也没什么钱财 有的 大概是两兄弟有点本事 苦熬几十年 在朝堂上一步步往上爬 或许能让平摆侯府回到巅峰 可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 他们都等不及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毅然选择了衣服 隋王看中了平摆侯两兄弟的本事 向他们抛出橄榄枝 兄弟二人思考过后 同意了下来 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得 既有从龙之功 未及人臣 平摆侯府几十年不愁 若是失了 平摆侯府则是要被打到了泥里 永不翻身 苏若是毅然和自己的夫君站在一起的 他前半生在静宁侯府做庶女 受够了杨氏的明里暗里的搓磨 受了无数的委屈 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 连为自己求个公道都不能 而且这一次 杨氏和苏福竟然害阿灵 这更坚定了他要往上爬的心 不会再让人将自己和家人 当成蝼蚁一样 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 若是有机会 他定然让那杨氏和苏福 生不如死 苏若道 刚才我见了李公子 六妹这是来送李公子 苏管点头 李公子听闻了祖父受伤的事情 特意前来送一些补品的 苏若道 他倒是有心了 之前大家都以为李公子不好 如今看来 六妹和李公子倒是天作之合 之前觉得苏管一个侯府嫡女 许给一个寒门子弟 实在是不妥 可如今苏管已经是郡主了 除了嫁进皇族 没有比他的身份更好的了 身份地位有了 婚事差些 也不算什么了 苏管微笑 谢谢大姐 好了 我也不和你多说了 我和你大姐夫 去见你祖父 大姐大姐夫慢走 苏管送走了苏若与平成 然后带着一群人回了馆院 护卫将苏管送到了二门门口 便告辞离开 回到馆院的 也就是苏管带着小桑小慎 小桑小慎很高兴 小桑兴奋地在屋子 走了两个来回 郡主 李公子说的是真的吗 陛下真的赐下了宅院 真是太好了 苏管喝了一口茶 闻言道 确实是真的 难不成李公子还能骗我们不成 方才李公子说的事情 你们听清楚了没 快些将需要的东西准备准备 到时候能派上用场 两人点头 郡主放心 我们都记得呢 第62章 你这鱼图是打哪来的 苏若与平成匆匆来去 待傍晚苏巡带着一家老小 去正院用晚饭的时候 两人已经走了 今日陪着王氏用饭 只有三房的人在 王氏不想看到杨氏 苏府也被静宁侯禁足了 所以他也懒得将苏望叫过来 至于二房 他也不想看到 他看着老三家一家和谐 夫妻和美 苏管与苏罗苏良相处得不错 甚至李氏和苏管 都没有什么冲突 他心中叹了口气 为苏望一房的迫使忧心 在吃饭前 苏巡与王氏一起商量了一下事情 苏巡将李林颂的补品送上 并且说了那两件事 一件是宅院 另一件便是端午 原本苏巡还担心 李林颂的补品不好 没想到打开一看 都是品质不错的东西 锦园送的东西 品箱都是极好的 母亲让人用给父亲 做药膳的时候 放一些野吼 父亲年轻的时候受伤不少 觉得自己身体硬朗 都没放在心上 如今刚好调养调养 好好 李公子有心了 王氏如今已经不求李林什么了 只要他有心 对苏管用心就够了 他说的宅院 改日我和阿管陪他一起去看看 端午的事情 我也硬了下来 阿管与他将要定亲了 连见面的次数都少 端午之后 他又要回老家去 且让他们相处相处吧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定亲 苏管日后 要嫁给李林氏不容更改的事情 两人之间能多相处相处 有些感情也是好的 王氏道 既然宅院是陛下赐下来的 那你便去吧 王氏心中也觉得有些奇怪 陛下赐福抵给苏管 为何要喊李林去办这件事 而且陛下的赏赐 想给什么就是什么了 还可以挑选 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 不过他和苏巡一样 也没有多想 端午的事情 也如你所言 既然他来问了 便让阿管去吧 记得让他多带几个人 有镇国功夫在 也没什么事情 王氏叹了口气 我瞧着你大哥 最近这些日子 有些恍恍惚惚的 你若是得了空闲 便劝劝他吧 儿子知道了 苏巡心想 其实劝了也没有什么用处 他这大哥 确实是受到了打击 他的妻子和女儿 闹出这么多事情来 和府上下不得安宁 甚至是未来不知道结局如何 在有苏玲心中恨他 蛇姨娘李府 他心中怕是日日夜夜 如同火烧似的 不得安宁 王氏也不想多说 让苏巡扶着他 一同往偏厅走去 那里是一家老小吃饭的地方 此时李氏苏管 还有苏罗苏良还在等着 苏罗缠着苏管在说话 姐妹良感情很不错 李氏温柔看着几人 苏管将私针房出来的首饰 给了两件苏罗 这让他这非常的高兴 苏管如今做了郡主 苏罗作为他的妹妹 日后定然也能沾些光的 他想着 怎么对苏管好一点 钱财人家不稀罕 若说珍宝 人家也比自己多 他想着 日后再教导苏管管家的时候 多用几分心 原本苏管跟着他学管家的事情 也该安排起来了 就是府上 竟然发生太多的事情 这才一再耽搁 王氏与苏巡出来的时候 刚好将厨房的饭菜送了过来 王氏让人拿来一个瓷碟 用公块加了一些清淡一些的饭菜 配着滋补的药汤 让人给静宁侯送去 而后就便让三儿子一家坐过来 陪着他吃饭 一饭毕 李氏便带着三个孩子离开 苏巡留下来照顾静宁侯 他要在正院过夜 长辈生病 晚辈要在跟前事后陪伴 世人称 世吉 如今静宁侯受伤 静宁侯为了防着苏灵 早就有了吩咐 说苏旺与苏灵有职务在身 便让三儿子苏巡来伺候他 因着李玲的提醒 王氏这才想起端午将至 让下人准备准备 虽然说今年不同往年 但是节日还是要过的 便是要低调一些 端午可是大节日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 陛下对于诸位大臣有次礼 其中有白锁彩线 细巧露金花朵 即银样果 糖蜜蕴果 巧纵 五色猪儿 结成金筒符带 玉书奎流化扇 一虎沙匹断等 孟良录记载 大家士族则是以金筒 符带 灵符 卷轴 巧纵 夏菊等赠予有来往的各家 自家府上要用的东西 也要准备下来 次日 苏馆早上去了一趟扶品院回来之后 就与小桑小圣等人一起做了扇子 还有一些佩戴的符牌 白锁绳等物 两天的时间转瞬便过去了 也到了李玲和苏巡约好的时间 苏巡私来想去的 也将李氏一并带上 苏巡与李氏 带着苏馆从府中出来 后面带奴婢和护卫 苏馆穿着一身藕合色的胶金如裙 那裙子不长 袖口也小 动作也方便 他头上梳着刘苏记 带着两只花簪固定 腰间 佩戴着蛆虫的药包熏香 另外 还穿了一双厚底的布鞋 此时他手中还拿着一把白团扇 白扇轻摇 瞧着更加的娇俏活泼一些 李玲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一瞬 然后便移开了 双方互相见李 苏巡道 警员 一会儿我同你一辆马车 我夫人与阿管一辆马车 李玲自然是没有不同意的 三爷随意 苏巡道 那咱们就准备上车了 李氏和苏管 踏着小凳子上了马车 侯府的马车不小 便是李氏和苏管 各带着两个奴婢 那也是坐得下的 苏巡与李玲一同上了马车之后 便吩咐车夫驱车 两人则是在里面说话 苏巡道 当时不曾问你 你说的几处院子 都是在那个位置的 李玲拿出一张详细的鱼图 地图 然后指了指其中三个地方 便是这三处宅院了 我瞧着都很不错 且看三爷和六姑娘喜欢哪一处 苏巡没仔细看着宅院的位置 倒是看着这鱼图愣了一下 好一会儿才回神 他皱着眉头 有些疑惑地开口 李玲的手略略顿了一下 心中觉得要糟 鱼图对于国家 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东西 而他手中这样详细的鱼图 相当于国家机密 便是昭王爷和镇国公 都不可能将这样的鱼图给他的 这下子 该如何遮掩过去呢 第六十三章 清风别院 苏巡将鱼图仔细看了一遍 地成的布置呈现在上头 不管是街市还是宅院 那都是标示了出来 他越看 脸色越发不好 李玲心中叹了口气 脸上却一派冷静 不动如山 这鱼图 是我从西卫国偶然所得 可是有什么问题 苏巡见李玲脸色平静 倒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也不再去猜测别的 于是便问他道 有火折子吗 有 李玲在车厢边上的一个柜子里 取出了一个火折子 苏巡接过 然后打开盖子 吹了吹石齐燃起了火苗 然后用火苗放在鱼图下面燃烧 火苗在边角上烧了一会儿 只是烧焦了一些细毛 却烧不动那纸张半分 李玲伸手将鱼图拿了过来 将火折子盖上 这图是用特殊的材料制作的 上面绘画的材料也是如此 水泡不坏 火烧不毁 苏巡听着 却觉得有些烦躁 这玩意处理不了 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如今各国表面上虽然平静 可是暗地下风浪汹涌 结盟之余又各有防备 地城脚下 也不知道混进了多少细作 也有绘制鱼图的 本国国度的鱼图 若是落在了他国手上 那可是致命的事情 对于鱼图 也有明文规定 普通人是绘制和私藏的 就算是走马行商的商队 那都是不能拥有 这样详细的鱼图的 李玲手中有这样的鱼图 要是被人抓到了 说不定会被当成戏作处理 那可是要砍头的大罪啊 苏巡能不担心吗 那该如何是好 李玲道 若不然 我将其交给郑国公 苏巡思来想去 摇头 不成 这样的东西不能上交给皇帝 也不能给昭王爷 陛下为一国之君 虽不是生性多疑之人 可是在关键的事情上 那素来都是宁可杀错 也不放过的 而昭王爷和皇帝是一条心 至于这郑国公 谁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虽说郑国公如今 为东照效力 可是谁也不知道 以后会如何的 苏巡虽然是他女婿 可他到底是忠于皇帝的 这东西 可不会让人 交到郑国公手里 要不 你回去 找个没人的地方 挖个坑埋了 这也不好 万一被人捡到了 落到了别人手里 李玲将鱼图收在盒盒子里 我过了端午 便回老家一趟 找个深山老林 埋了就是了 苏巡想了想 这样已经是最好的了 这样也好 就按照你说的办 因着这事 苏巡有些忧心 后面的情绪 一直都不是很高 等下车的时候 显然没有出门 是这样高兴了 苏管看了他一眼 心想着 在车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惹了他不快 李玲带他们过来 看的宅院有三处 大小不一 位置也不同 第一个离近宁侯府 不是很远 坐着马车一炷箱 三十分钟 那时间就到了 第一个宅院 名为清风别院 院子前任主人 是一位书院院长夫妻 妻子是有名的才女 院子虽然不大 但是胜在处处精致 院落分有前院和后院 前院有待客的正院 和一处客院 另外还有一个小院子 留给下人住 后院分有一处正房 和三个小院落 院中还有一处花园 花园中设有荷花池 虽然不算大 但有假山流水 亭台宣泄 一步一景 将岁月生活 都融入了这诗情话意之中 我记得这院子 是青山书院开创者赵院长 和夫人真华夫人的别院 二位过世之后 这里便空了下来 青山书院的赵院长 那是一代学士 是近百年来 最具名望的一位老师 她一生教书 学生更是广布天下 夫人真华夫人 也是当时文明天下的才女 前些日子 苏染做了几首诗词 被传了出去 惯于了才女之名 又说 她是真华夫人在世 可见真华夫人之名 如今 赵院长和真华夫人的后人 都住在青山书院那边 管理这书院大大小小的事情 青丰别院这边 也很少来了 一行人从大门走了进去 去了正院又看了后院 最终是到了花园的水泻里 吹风大凉 三爷觉得 此处如何 我差人打听过 周边住着的 都是官家或是文人学士 也就是位置小了些 小自然是不小了 这样的院子 便是在朝堂之中的官员 三坪以下的 能住上这样的一处院子 已经算是不错了 别看静宁侯府的如此之大 这可是前朝一位郡王的府邸 苏家能住进去 那都是帝王恩宠 赏赐给苏家的 主要是李林孤身一人 又没有什么亲戚 日后这别院 他们夫妻俩一起住 便是有了孩子 也是够了的 苏巡其实很满意了 毕竟李林的身份摆在那里 若是要他弄出一个高门大宅来 确实是不可能的 然而 他这样的想法 在下一处宅院的时候 就被打脸 接下来 这个宅院是 真正的高门大户 也就比静宁侯府小了一些 里面的宅院很多 前后花园 而且不远处正是昭王府 附近的宅院 不是皇亲国妻 就是大官大士族 苏巡脚踩下去的时候 还觉得有点虚 宅院是好宅院 又大又好 就是李家没什么地位 住在这样的院子里有点虚 倒不如前面这个清风别院 最后一个是一个 重规重矩的宅院 七八个院落这样 就是周围都是官员 距离静宁侯府也远了一些 苏巡和苏管商议之后 最终觉得 清风别院是最好的 苏管也觉得 清风别院好 他很喜欢里面的风景 尤其是一些精巧的设计 感觉要是住进去了 那日子肯定会过得很舒心 宅子太大了 招人眼 太过刻板 有觉得没意思 清风别院 就有一种碾着岁月 将日子过成湿的的美好 李林什么样的地方 都是能住的 之所以选这三个宅院 完全是因为苏管 若是他喜欢高门大宅的 那就住大宅 仅此而已 不过 他选中清风别院 也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苏管并不是那种 贪好面子荣光的人 恰恰相反 他比较热衷于 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 于他而言 一个舒适和 令人好心情的环境 最容易受到他的喜爱 而且 他还喜欢自己 试弄那些花花草草 正好也合适 第六十四章 红丝楼 石柳簪 那便定下清风别院好了 改日 我便让人过来休憩一遍 李林问苏管 六姑娘可有什么喜欢的花 若是有想要种的花 也同我说一声 我找人来种下 再过几月 六姑娘便可以过来赏花了 苏管摇头 暂且没有 李公子若是想种 便随意种吧 只要是花 我都是喜欢的 苏管没有特别的偏爱 只要不是带着古怪的味 他都是喜欢的 那在下 就自作主张安排了 看完了三处宅院 李林便安排了午饭 一行人在红丝楼吃饭 红丝楼是地城有名的酒楼 那味道更是一绝 只是收费也贵 进去吃一顿饭 至少是个几十两银子打底 若是花费的多了 上千两都是有可能的 那红丝楼 还有一个奇怪的规矩 一天之内只接待二十八桌的客人 若是错过了 便是再有钱 人家也不破例的 苏巡对红丝楼 那是向往已久 奈何他自己没本事 一日二十八桌 根本就轮不上他 静宁侯和王室 又是刻苦节省的人 根本就不会费那么多的钱财 带着他们来尝一尝 这红丝楼的滋味 警员 你是如何定到了红丝楼的位置 真是好本事啊 苏巡一直以为 自己这个未来女婿 就是长得好罢了 竟然不知道 他竟然有这样的本事 先是他这父亲救了静宁侯 又是对静家有恩 而且貌似 他似乎还和郑国公认识 这弄得他都有些迷糊了 如今还能定到红丝楼的位置 简直是不可思议 李玲带着三人上了二楼 进了一处雅间 有婢女捧着水盆进来 一行人洗手擦干 然后才坐了下来 先有茶博士上来泡茶 而后便有情女上来弹曲子 隔着沙漫 有情音鸟鸟传出 茶博士的手艺极好 动作行云流水 茶水落在茶盏中的声音缓缓 配着那情音 像是让人一下子 就来到了林间溪水旁 有山野凉风 流水潺潺 一行人听着情 喝着茶 等差不多上菜的时候 情音才停了下来 茶博士与情女上前行礼 然后告辞离开 人一走 便有伙计和婢女上菜 四人坐在一起 李氏靠着苏巡的右边 苏管在左边 李玲坐在苏管的身边 还同他介绍各种菜品 一样一样的 如数价珍 苏管有些意外 他是以为他很穷的 没想到 自己都不能来一次的红丝楼 他倒是熟悉得很 他心中嘀咕了一下 总觉得不对劲 李玲见他停了下来 问他 怎么 可是有什么不妥 苏管回过神来 摇头 没什么 我在想事 算了 也不想了 苏管安静地吃东西 他看了他一眼 眉眼含笑 他长得好 笑起来的时候更是好看 而且他这样笑着看他 实在是让人有些脸红 用餐完毕 一行人又坐了一会儿 喝了一会儿茶 苏巡又和李玲谈了一会儿 然后便坐着马车回家 李玲将苏巡一家送到门口 临别的时候 与苏管在门口一旁说话 李玲 过两日端午 我便来接你 苏管 我坐的摞子差不多了 到时候 也一并拿给你 好 他的目光动了动 手在袖子里动了一下 抬手便在他的发际 插了一只簪子 然后将手放下来 苏管伸手摸了摸 才发现是一只簪子 模样什么的 倒是没摸出来 他想要拔下来看看 却被他制住了 李玲伸手抓住他的手 别动 苏管有些愣着 眨了眨眼 果然也就不动了 他的手细细柔柔的 如同他想象中那样的细腻柔软 他不敢多摸 轻轻一触便将手放开了 那一日 你便带着簪子可好 苏管闻眼点了点头 硬了下来 自然是可以的 两人告别 李玲坐着马车离开 苏管走进大门 却见苏巡和李氏还在等他 两人的目光落在他身上一瞬 自然是看到他发际上的那只簪子 石榴花灼灼 很是耀眼 苏巡问 警员走了 苏管点头 走了 苏巡顿了一下 想说什么又止了住 最后只得吩咐他回去休息 你累了一天了 去见过你祖母 然后便回去休息吧 也同你祖母说一声 我晚些时候再过去 是 苏管带着婢女 先去了一趟扶贫院 王氏在屋里坐着 边上有两个绣娘 王氏 让他们给静宁侯做两件衣服 这些日子 竟民侯要养伤 他居家的衣服不多 王氏让人给他做两件 好穿得舒服一些 见到苏管回来 他笑了笑 是阿管回来了 宅院看得怎样了 苏管上前行礼 然后道 回禀祖母 那院子都是极好的 我与父亲都看中了清风别院 于是便定了那里 清风别院 王氏拉着苏管 去了临窗的木榻上坐下 想了一下道 这清风别院我倒是听说过一处 照院长青山先生 与真华夫人的别院 正是那里 苏管对那清风别院 还是很喜欢的 这会儿笑着开口 祖母你不知 那真是一个好地方 有水池假山 水泻亭台 还有葡萄架 小竹林 还有一株海棠 王氏拍拍他的手 喜欢那脸 苏管点头 自然是喜欢的 祖母 李公子说 改日他便叫人过来休息一番 再种一些花下来 到时候 我便能和祖母 一同去清风别院赏花了 王氏文言果然高兴 南威阿管你还挂记着祖母 到时候 祖母定然好好陪你去 那我可谢谢祖母陪我了 苏管心情不错 甚至比平日里都活泼一些 王氏看了看他 伸手将他头上的簪子摘了下来 脸色微微有些奇怪 这簪子从何处而来 苏管也愣了一下 他早上出门的时候 头上是没有这个簪子的 自然是刚才李林簪 在他头上的那一只了 想到这里 他脸色有些不在自然 这是刚刚李公子送我的 祖母 父亲和母亲也知道的 王氏细细地看了一下 上头的石榴花做的精致 石榴花用的是红宝石雕刻而成 花瓣颜色层次分明 下头的两颗小石榴 用的也是红宝石 一颗颗的 晶莹剔透 连同那绿叶 用的也是上等的玉石 金丝类丝固定 娇俏美丽 却也是上等的真品 你是说 李公子送的 你没有骗祖母 第65章 起 李公子自己吃的苦 处在什么样的近况都无所谓 然而却舍不得苏管吃苦 因此一再地破例 为他准备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这才使得自己的马甲摇摇欲坠 苏管听着王氏的话 也有些奇怪 阿管怎么敢骗祖母 这是刚刚李公子在门口上的时候给我的 还让我端午那日便带这个 端午素来有女子带石榴花 带昌仆叶的传统 苏管和李玲虽然为过大理定亲 可是这事情也是不可更改的事情 李公子送他一根簪子 确实也说得过去的 王氏将石榴簪子在手上端向了片刻 心中是越来越疑惑了 这个李玲有些不对 在他的印象中 这李玲是个出身寒门的学子 今年春围的时候还落了榜 要说身份也不过是小小的举人 可是在后来的事情当中 李玲的表现着实是令他困惑 先是请了靖夫人上门提亲 还说是当年他父亲李先生与靖家有恩 故此靖家才帮了他这个忙 吓得李也是重礼 王氏想着靖家的存在 以为是靖家帮他备制的 但是他选的玉石 以及送给苏管的这一只簪子 却都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 若不是知道他的身份 王氏还以为 要与苏管定亲的是那一户高门士族的长公子 这才有能耐给苏管背得起这么重的礼 苏管问王氏 祖母 这簪子可是有什么不妥吗 王氏摇摇头 将簪子插回了苏管的头上 然后摇头 自然是没有什么不妥的 阿管累了吧 且回去休息吧 苏管确实是累了 故此也没拒绝 那阿管先回去了 父亲说他晚些过来 王氏拍拍他的手 我知晓了 你回去好生休息吧 苏管告辞离开 他刚刚出了门口 王氏脸上的笑意变脸去 一点点的冷了下来 然后转身去了寝室 见晋宁侯 你安排两个人去查查李林 晋宁侯养伤期间 闲着无视 又不能出门 于是便看起了兵书 此时寝室里没有留人 他正躺在一张躺椅上 手中还拿了一本书 听到王氏说 让他派人查李林 有些奇怪 王氏走了过来 在一旁的圆凳上坐下 伸手拿过他的书 这才开口 我总感觉他哪里不对 晋宁侯皱眉 哪里不对 王氏将书本放在一旁 你且不管哪里不对 该查的就要查 阿管要同他定亲 若是不查清楚 这里头真的有什么事情 那害苦的是 阿管的一辈子 这两夫妻可不是一般人 本事和脑子都不缺 若不然 昔日的野小子 和山村里的小妇人 不会变成今日的 晋宁侯与侯妇人 并且为子孙后代 谋划百年 王氏出身山野 刚刚随着晋宁侯 来到地城的时候 确实也是被人看不起的 可是二十年过去了 如今谁人说起他的时候 都是晋宁侯夫人 而不是当初念在唇边 还带着比仪清室的 山野村妇王氏 晋宁侯沉思了片刻 那就查吧 查清楚也好 查了 知道底细 总没有坏处的 他今日带着老三夫妻 和阿管一起去看宅院 如何了 王氏道 定了清风别院 昔日赵青山院长 与真华夫人的别院 我以为那院子 一直在赵家人手里 没想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卖了 清风别院 昔日赵院长与真华夫人 偶尔会来这边接待有人 举行查验诗诗会之类的活动 人又称清风之宴 算是一处名地吧 赵院长与真华夫人百年之后 外人都以为赵家人 要将这别院留着 所以便是有心思 也不敢上赵家要买 不是说陛下赏赐的吗 这院子 莫不是到了陛下手里 王氏邪逆他一眼 反问 侯爷觉得 这真的是陛下赏赐的吗 若是陛下 要赐苏馆郡主府 定然是不会这么麻烦的 让手下的人挑选出合适的 大手一挥 赏赐下去就是了 还让人去挑选 确实不是陛下的作风 静宁侯沉思了片刻 可若不是陛下的意思 他从何处得来的宅院 且敢打着陛下的名号 若是事情传出去了 他还得是个假传圣令的罪名 这罪名可不晓得 王氏皱眉 这事情确实是有些奇怪 静宁侯爷不得不见 将此事重视起来 快速地派了人查理灵的底 此时 梅姑在门外敲门禀报 侯爷 夫人 世子夫人求见 他来做什么 王氏想起杨氏就有些烦 不愿见到他 让他回去 说是我休息了 梅姑道 世子夫人说有事求见侯爷与夫人 若是侯爷与夫人不见他 他便不走 王氏皱眉 静宁侯则是将薄被盖在身上 遮盖起了身体 王氏无奈 伸手压了一下他的被子 这才开口道 那就请世子夫人进来吧 杨氏已经做好的准备 要是王氏与静宁侯不见他 他就在这里等到他们见为止 没想到这么快就达到了目的 他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又觉得心头有了底气 有着眉鼓引进了内屋 杨氏便闻到了屋内浓重的药味 那味道又苦又涩 萦绕在鼻尖 让他有些想吐 感觉浑身都是那一股子药味了 此时 静宁侯正躺在躺椅上 盖着一张薄被 王氏正在给他喂水 杨氏指得上前去行礼 公爹 婆母 公爹今日可是好些了 王氏道 还不错 你今日前来 到底所为何事 杨氏也知道 王氏心中不喜他 直接到明了来意 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赵王府的三公子 递了帖子 说是要请阿福一同去看龙州赛 我这不是想着 咱们府上今年不去了 这小的几个 想去便让他们去的 免得留在府里陪着我们这些老人 赵明言和苏福已经定亲 原本要是赵王府递了帖子请苏福 杨氏自己便可以答应了 可是那日苏染回来的时 苏福冲上去打了苏染 又打了太子 如今已经被静宁侯禁足 若是没有静宁侯的吩咐 谁敢将他放出来 故此 杨氏也只有走这一趟 前来求求静宁侯放了苏福 第66章 昔日苏福与太子还有一段 没想到竟然是这件事 静宁侯和王氏看向杨氏 静宁侯觉得 苏福是越来越会闹事了 打算给他一个教训 并不想让他出门 于是他便道 这才关了几日 让他继续待着 三公子的请求 回绝了就是了 杨氏不愿意 宫殿 你也知道 如今府上闹出了多少事 阿福与三公子的婚事 与府上至关重要 若是得了赵王府的帮扶 咱们的日子也能好过一些 阿福和三公子 若是长久不见 与他们不是好事 若是让他们培养好感情 那么日后 我们与赵王府的关系 也能更亲密一点 杨氏希望 苏福和赵明言的关系更好一些 毕竟日后是要做夫妻的人 有了夫君的喜爱 苏福也能更快地 在赵王府站稳脚跟 所以在澄清之前 两人得机会相处一下 也是好的 而且 苏福因为被禁足一事 已经在他面前哭了好几次了 他日日忧心着 觉得他的阿福实在是可怜 想要他早些出来 如今这事 是一个极好的借口 只要静宁侯同意了 让苏福出来 那么等回来之后 定然也不会再将苏福禁足了 静宁侯板着脸道 阿福做错了事 禁足是对他的惩戒 杨氏道 可是阿福与三公子之间 静宁侯道 若是他们想见面 日后也有的是机会 阿福做错了事 如今还在禁足 这是对他的惩罚 若是因为他和昭王府定了亲 便对他宽容 那么日后 他岂不是仗着昭王府 行事更加毫无顾忌 杨氏渐进宁侯态度坚定 心中有些着急 公爹 这是怎么能怪阿福呢 分明是那阿然 和太子有错在先 欺负了阿福 阿福他当时也是 王氏脸色大变 杨氏 你闭嘴 静宁侯的目光如刀 只扫了过来 落在杨氏身上 杨氏那里 见过这样杀人似的眼神 吓了一跳 腿一软 险些摔了下来 信德边上的婢女扶了他一把 这才让他站稳了 王氏心头狂跳 不安地 看向静宁侯 静宁侯扶着唐乙的把手坐了起来 连装这会儿就懒得装了 他声音冷冽地问 你倒是说说 阿然和太子 怎么有错在先 如何欺负阿福了 王氏心中暗暗叹了一口气 闭上眼 杨氏 却脸色惨白了起来 静宁侯使劲地拍了拍唐乙的扶手 说 杨氏有些怕了 心中又有些委屈 干脆破罐子摔碎 坦白开口 那太子殿下 原本是找过阿福的 还哄着阿福说 要娶他做侧妃 可是他暗地里却喜欢那苏染 背着阿福来往 被阿福发现了 宫殿 你说说 出了这样的事情 阿福能不恨太子和苏染吗 静宁侯听着这话 脸色是越来越黑 所以是 阿福发现了太子与阿染的事情 从而气了太子 又看上了昭王府的三公子 杨氏 静宁侯真是恨不得起来 给苏福一巴掌 你们母女二人 真是好得很啊 静宁侯对杨氏和苏福失望透顶 在很久之前 他便对府上的人说过 男子不娶皇女 女子不嫁皇子 不得与他们有什么牵扯 当时所有人都答应得好好的 可是现在杨氏告诉他 昔日苏福与太子还有一段 而且差点就成了 他几个孙女 三个都与皇子有了牵扯 苏福这个孙女 原本他便不喜了 他先是害了苏灵 然后又以恶毒的手段 抢了苏管的轻视 若是当时没有李灵在 一盆谋害姐妹的脏水 就泼到苏管头上了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和太子有牵扯 算算时间 应该是他发现 太子与苏染的谋划之后 又火速地选中了赵明言 抢了苏管的轻视 可见手段之恶毒 丝毫不顾及姐妹情谊 自私自利之志 杨氏渐进宁侯的脸色 心头有些怕了 可到底是没忘记自己的来意 公爹 这事情真的不能怪阿福 都是太子和苏染无耻 宁救 静宁侯抓过王氏手上的茶盏 用力地往地下一摔 滚 力气杀意横生 杨氏几乎要窒息 静宁侯身上 像是带着席卷战场而来的煞气 瞧着凶得很 可是他对后背 从来都是宽容的 气息内眼 杨氏第一次见到他如此生气 几乎是要立刻提刀砍人 他吓得两股战战 不敢再留 什么都顾不上了 像是逃命一样地出了内饰 等出了扶贫院的时候 脚步才停下里 他伸手按住胸口 扶着他 世子夫人 您没事吧 没事 杨氏呼吸了一口气 一手按在路旁的树干上 大口地喘气 扶我去芙蓉院 此时的芙蓉院 苏芙带着白纸白河 挑选端午那日的衣裙 这个颜色不够艳丽 那个太过寡淡 或是样式不新了 这个又是谁谁谁 也有一件差不多的 选来选去 也选不上合适的 杨氏来的时候 苏芙还让白河 将衣服放在自己身上笔画 见到母亲 她便将衣服放在一边 高高兴兴地迎了上去 母亲 你来了 祖父怎么说 是答应放我出去了吗 杨氏的脸色有些发白 张了张嘴 好些时候才艰难地开口 阿福 要不你就先不去了吧 你祖父他 可能不是很愿意 苏芙原本带着欢喜的脸色 垮了下来 祖父他不答应 杨氏点头 也不愿意那情况告诉苏芙 只得斟酌了此句 找了一个借口 你和三公子才定亲不久 你祖父祖母不答应 也是有顾虑了 不可能 苏芙不信 那李玲与苏芙还没定亲呢 李玲请了苏芙端午出门 那边不是硬了 杨氏有些头疼 苏芙那边 只需你三叔答应就行了 你祖父祖母可不管 你如今还在禁族 而且还是被禁宁侯禁的族 又是禁族 苏芙几乎是咬碎了牙齿 仿佛禁族这两个字 跟他有仇事的 最近这些日子 他基本上都在禁族中度过了 他想了一下道 要不 我去书信一封 让三公子亲自来求求祖父祖母 要不 母亲去找苏管 让他去为我求情 祖父祖母近日来最是偏爱他 若是他开口 祖父祖母肯定是愿意松口的 杨氏犹豫 可是他如何会去帮你求情 苏芙灿烂一笑 这个母亲就放心吧 我是他姐姐 他帮助我也是应该的 再说了 母亲可是府上的世子夫人 帮着祖母管家 他要是不帮忙 待他日后出嫁了 可挑不着好的陪嫁了 第67章 没想到 前着前着就沉了 苏芙这会儿才想起 大家是姐妹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别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 或是他觉得 自己抢了苏管的这桩轻视 是为了苏管好 为家族好 是为了他自己好 毕竟苏管是个短命鬼 活不长 嫁过去也没什么用处 苏芙写了两封信 一封让杨氏寄出去 给了赵明年 一封信 则是让婢女白纸 送到了管院 苏管从扶贫院回来 便由婢女烧了热水洗了个澡 去医去身上的疲惫和灰尘 大把头发洗了之后 随意地散落了 小慎拿着一个干净的白布巾 给她擦干 她的动作极其轻柔小心 整个动作一根头发也没弄掉 小桑将苏福的信念 给苏管听 听闻六妹与李公子 得了端午出门的机会 怎奈三公子所求祖父祖母不允 还请六妹为我求求祖父祖母 若是此事是成 日后六妹出嫁 我将请母亲多费心几分 小桑自己念完 都觉得要气坏了 姑娘 你说这四姑娘 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她抢了这亲事 还想害姑娘不说 之后还在姑娘面前三番五次地炫耀 如今竟然还想让姑娘 劝说侯爷和夫人 让他们相会 还说什么 带姑娘出嫁时 请世子夫人费心一些 真是笑话 若是姑娘不帮忙 难道世子夫人就不费心了吗 再说了 姑娘出嫁的事情 先有夫人看着 又有三少夫人 忙前忙后张罗 还用得着世子夫人 苏管点了一些香膏 在手腕上细细地涂抹 此高名曰何手膏 也称何手药 是一家名为韩香的脂粉店所出的香膏 专门用来徒手 因着做工颇为复杂 价格也昂贵 十两银子也不过就得了一盒子 苏管笑笑道 这你就想错了 她的意思说 若是我不帮她 日后我出嫁了 说不定就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苏管可以猜想 苏福说这话 那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嘴角轻敏着 不屑和得意 小桑和小慎文言脸色大变 小慎险些扯下了苏管的一根头发 小顺手抖了一下 她敢 苏管搓了搓手 将香膏盒子合了起来 敢不敢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不能威胁到我 让我心生害怕 只能去帮她说话 苏福要的是苏管去替她说话 去求静明侯和王室 两个姑娘气得脸都红了 小桑气道 我就没见过 大家士族里 哪里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若是别的姑娘 真的有求自己的姐妹 诉诉苦 或是送些礼物请求帮忙 那也是正常的事情 可是苏福却用上了威胁 苏管倒是清楚苏福的心思 她大概是觉得 府上的姑娘 没有一个是对她有用的 日后她要嫁给赵明延 待赵明斩死了之后 赵明延将要成为昭王世子 日后要做全亲天下的昭王 日后啊 也只有别人求她的分 所以才毫不顾忌 毫不在乎这点姐妹之间的感情 或是说 她觉得苏管是个短命鬼 便是得罪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 行了 别气了 让志卫去大厨房 看看今天有什么吃食 苏管站了起来 小慎递了一个白团扇 给她扇风亮头发 小桑问 那姑娘 咱们这是去不去 苏管拿着扇子 靠在往屋外走去 一边走一边扇着扇子 怎么不去 婚姻大事 一生便只有一次 我可不想这些人让我不快 戴伯母乃是府上的世子夫人 到时候她真的动了什么手脚 咱们防不胜防 不过就是说几句话的事情 明日早上 咱们再去 两个姑娘气得脸都绿了 真是太讨厌了 怎么总想欺负他们家的姑娘呢 苏管望了望这院中的花草树木 突然开口 小桑 小桑抬眼 姑娘 奴婢在哪 苏管道 你去查一查 赵王府的世子夫人 最近在做什么 小桑有些猛 赵王府的世子夫人 姑娘 您找那位世子夫人做什么 赵王府的世子夫人 赵明展的嫡妻 也是平原侯府慕容家的嫡长女 平原侯府的老太太 乃是皇帝和赵王的亲姑姑 身份高贵得很 当然 她也是苏福未来的轴礼 苏管笑了笑 也没什么 就是听说世子夫人是个极其聪慧女子 若是得了空闲 想与她喝个茶 苏福想嫁赵明炎 等赵明展死了之后 做世子夫人 再做赵王妃 可若是赵明展一直活着呢 若是赵明展一直活着 赵明炎不过是在父亲和长兄保护下的富贵顽固固子弟 一辈子都可能没什么成就 靠着赵王府的应该过活 若是如此 苏福这辈子怕是要发疯 千挑万选的 以为选了一个最好的潜力股 没想到潜着潜着就成了 在书中描述赵明展死于刺杀 大概是三年之后的事情 而世子夫人则是因为夫君的死去 伤心至极 不久之后也病逝了 只留下了一个可怜的幼 赵明炎则是因为长兄和嫂嫂的死去 大受打击 浑浑噩噩了一段时间之后 为了老母亲和尚在幼年失去父母的折 才幡然大悟 决定要撑起这个家 做一个有担当的男子 一个是疼爱她的长兄 一个是关爱她的表姐嫂嫂 若是要她选择 她宁愿做一辈子的顽固子弟 也不愿意做什么手握重兵的招王爷 赵明展此人还算不错 品行高尚 待人有礼 本事也是厉害 便是苏管是个不爱惹麻烦的 也想帮她一帮 别的事情她可能做不了 但是给她提个行也是好的 至于事情的结果如何 且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小盛道 那奴婢便让人去查一查 得了消息 在童姑娘说 嗯 苏管嗡了一声 然后命人搬来了一张躺椅 坐院子的 寻了个不错的位置躺一会儿 晾了一会儿头发 待头发彻底的干爽了 又到了稀释的时间 只为逮着人 将饭菜送了回来 她让小桑取一个发脏过来 固定头发 小桑将那一只石榴簪子拿了出来 眼底满是笑容 姑娘 奴婢看来看去的 还是这一只簪子最为好看 李公子真是好眼光啊 苏管将簪子放在手里 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 心道 不但是眼光好 这钱也好啊 她倒是舍得 行了 就你话多 就用这只了 小桑高兴 笑得眯起眼 一脸的乙母笑 第六十八章 难不成 苏福要出嫁了 次日清晨 苏管梳妆打扮之后 便去陪王室用早食 苏巡当时也在 不过她 倒是没多留 吃过了早食 她便告辞离开 回了御华院去 如今她是晚上留夜 白天的时候有王室在 她便可以走了 王室还要继续看着绣娘 给静明侯做衣服 苏管在一旁跟她学着挑选料子 什么样的布料 做什么样的衣服 在什么样的时节穿 都是很有讲究的 苏管以前看电视 总是见到人穿上一袭素白衣 仙气飘飘 俊美飘逸 可是在这里 人们是不穿全白的 白色被人们视为不及的颜色 因为搞素 丧服 多为白色 便是要穿 那也是穿在内里 请衣或是礼衣 不会穿在外面被人看到的 衣服的衣领 边缘的样式 也多有考究 王室道 日后 这些都是 要你自己看着 苏管认真的点头 我知晓了 祖母 王室与绣娘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便拉着苏管 往在区域旁木榻上坐着 苏管得了机会 便与他说起了苏福的事情 昨日四姐 派人给我送了一封信 说是让我为他求情 祖母以为如何 说起苏福 王室脸上的笑容 都淡了一些 且不要提他 你祖父说了 要给他一个教训 他上次做错了事 这才禁足没多久 若是这样就放了他 那他下次还敢 苏福与太子 原先有一段的事情 被禁宁侯知道了 为此他发了好大的脾气 连王室都劝不好 现在王室都不敢在他面前 提苏福的事情 禁宁侯是真的被伤到了 他一生拼死拼活的 不就是为了子孙后代 如今一个个的 都违背他的嘱咐 竟做做些自私 拖后腿的事情 一个苏灵 他虽然痛心 但是也能了解 他为自己筹谋 一个苏染还有苏灵 他同样是失望 可是如今 苏福也做了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令他大受打击 苏灵一个庶女 苏染更是庶子的庶女 他关心的不多 在府上得到的东西也不多 可是苏福 他可是禁宁侯府的嫡女 地位最高的一个姑娘 千娇百贵地养着 长辈们用心教导着 可以说 是什么都给最好的 可是最令人失望的 也是他 苏管笑道 可是四姐心中说了 若是我答应了 日后我成亲时 他便会请大伯母多费心 我在想 若是我不答应 四姐是不是也请大伯母多费心 苏管别的不会 但是告状还是会得很 苏福想欺负他 他暗地里肯定是要讨回来的 至于他 说了这些话之后 对苏福有什么影响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 既然有胆子欺负人 自然要承担得起后果 王氏脸色突然一变 他敢 王氏自然是听出了苏管的意思 苏福竟然敢威胁苏管 简直是疯了 好大的胆子 苏管道 祖母莫要生气了 我与祖母说这些 只是希望 日后祖母 替我多费心险 到时候 莫要真的闹出什么事情来 至于为他求情的事情 祖母若是不喜 就当我没说就是了 不过孙女 也肯求祖母 莫要因此是罚了四姐 若是他知晓因我而起 定然会记恨上我的 王氏心头一梗 恨不得垂足顿胸 祸害啊 你四姐他 就是一个祸害 他害了阿灵还不够 如今又来害你 让你受为委屈了 阿管不觉得委屈 祖母莫要太过生气 生气伤身 我无事 王氏缓过神来 然后拍拍苏管的手 阿管放心 待日后你出嫁时 祖母定然好好看着 定然不会出神妖事情的 王氏心中对苏福 已经失望透顶 心想着 既然苏福成日 在府中成日闹事 有杨氏护着 他也管不了 倒不如将他早日嫁出去 好让他婆家管他 如此一来 王氏捏紧了手中的帕子 然后拍拍苏管的手道 你先回去吧 此事你不必管了 祖母定然会为你办好的 那就多谢祖母 苏管告辞离开 刚刚到了门口的时候 便听到有人来报王氏 说是招王府三公子求见 他笑了笑 心想着明日端午 李玲要来接他 他是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才配得上那一只好看的簪子 他笑着和一旁的小桑说 一会儿 咱们去看看 有什么衣裳 挑一件明日穿的 该准备的也准备准备 你们二人 也挑一件好看的衣服 是 一行人高高兴兴地回了馆院 小慎被派去打探消息 小桑 将苏管的衣服都拿了出来 精心挑选 姑娘 你瞧这件 这件好看 上次三少夫人送的布料 奴婢让绣绣做了衣衫 你还没穿过呢 苏管摇头 换一件 太长了不好 为我准备 一身如裙就行 这样时也有些花了 李公子爱穿轻衣 素雅一些即可 这一匹布料 便是当日苏管跟着李氏 一起去布装挑的 金白蝴蝶的花样 亮眼得很 若是他 参加宴会聚会的 穿着身衣服不差 可若是 与李玲一起出去 那就不妥了 大袖照衣 袖子大 底部长 走路也不方便 而且和李玲不相配 如裙倒是有一件新做的 也是上次姑娘选的花样 素青葡萄纹的花样 做了两身如裙 姑娘还没穿过呢 苏管倒是有印象 那布料倒是也极好的 拿来看一看 小桑赶紧将如裙拿出来 苏管是穿了一下 觉得挺好的 青色的衣裙 再配上头上的十六簪子 也算得上是 万绿丛中一点红了 衬得她娇俏美丽 有一种小家碧玉的美 虽然称不上极其相配 但是苏管也满意了 不一会儿 小婶便回来了 姑娘 奴婢打探清楚了 三公子 这次来 是为了四姑娘明日出府的事情 三公子亲自协理来求 夫人已经应了下来 明日 四姑娘便能出府了 苏管有些惊讶 可是真的 千真万确 苏管就觉得奇怪了 按照静宁侯和王氏的脾气 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将苏福放出去的 而且 他对王氏告了苏福的状 王氏对他看管的更严了才是 怎么就放他出去了 小绅又道 姑娘 倒是还有一件事 三公子走后 夫人派了眉姑去问了四姑娘 嫁妆准备得怎样了 苏管一惊 难不成 苏福要出嫁了 第69章 端午 莫不是王氏 觉得这苏福实在是太麻烦了 要赶紧将他嫁出去 苏管一想 觉得有这个可能 小绅摇头 奴婢不知 算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时候便能知道了 苏管心想着 要是苏福早些出嫁 对自己而言 也是好事 他今年才14岁 真要出嫁的时候 至少还要一年多两年 这个期间 他都是要在府里生活的 而苏福呢 只比他大了一年 原本府上应该打算 让他明年出嫁的 苏福那么会搞事 这一年的时间里 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 若是能远着些 自然也是好的 可若是真的出嫁了 他又有些担心 这个年代里 女子出嫁生育得早 许多都是今年出嫁 次年便怀孕生子 这个时候 女子的身体发育还没完全 在这个医学并不发达的时代里 出事的几率也高一些 苏管其实心中有了猜测 原主的身体 平日身体也不算差 可是在苏福的第一世里 原主是难查而死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已经想清楚了 若是他真的16岁出嫁 他定然要和李玲说的 想要他生孩子 至少要等他18岁 早了他可不干 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小命才是最重要的 若是王氏真的打发苏福 让他早些嫁出去 他那么小的年纪 也不知道 苏管担心了一会儿 然后摇了摇头 暂且不管这事了 而且 他也不管不了 毕竟在这个时代里 姑娘这个年纪出嫁 也是正常的事情 说不准他自己还觉得 能早些嫁到昭王府去呢 次日 便是端午 大厨房那边 早早地就忙了起来 昨天夜里 便有匍匐起来烧水 包粽子煮巧宗 等到天亮哥家 主子起来的时候 早时上已经有了各种巧宗 随着一同前来的 还有长辈的赐予 王氏赐予家中晚辈的是白锁 彩线 编着艾草和符牌编成的配饰 今日早上 吃过了巧宗 便将其佩戴与妖极腰带之上 这是长辈的赐福 今日一整天都是要佩戴的 艾草是今日晨早摘下来的 白锁绳边这符牌 是昨天晚上 便供在祖先的牌位前的 求祖先保佑家中子女平安 吃过了早时 府上的子孙 都要去拜见长辈 苏馆来到扶平院时 府上的人基本都到了 连同往日 在书院的苏建苏英苏福都在 主子下人们 起起嚷嚷嚷的一群人 热闹得不得了 苏福已经被放了出来 穿着一身红衣 与杨氏一起凑在王氏身边说话 他疏色严厉 神情飞扬 似乎是心情很好 王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很给他面子 笑容亲切 仿佛往日祖孙之间的隔阂 都不存在似的 六姑娘来了 郡主来了 苏馆带着婢女走了进来 脸部轻移 腰间系着的扶牌轻轻地晃动 浅蓝色的裙摆轻轻地晃动 如同连波起伏的曼妙 又有着丝绸的细腻感 瞧着 就是一个温婉明媚的姑娘 王氏的笑容温柔了几分 是阿管来了 苏馆上前行礼 祖母安好 好好好 王氏让眉姑搬了一张凳子过来 由着苏馆在他身边坐下 显然是对他喜欢得很 苏福见此 脸色一连变了好几次 眼底有些不愤 刚才他说了多少好听的话 祖母也不见 给他多少好脸色 如今苏馆一来 什么都不做 便得了祖母的喜爱 苏福道 祖母 我们刚刚说龙舟呢 今年的龙舟 昭王世子也参加了 带的可是皇家的队伍 对了 三公子还说了 今年的龙舟赛 陛下亲赐了一把金龙刀 作为彩头 那世子爷这样厉害 肯定能夺冠的 王氏慈爱地笑了起来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苏馆闭了闭眼 心想 苏福的脑子 今天是冠了水吗 他如今还没嫁到昭王府去了 就一味地说昭王府的好话 人家世子便是夺冠了 也与静宁侯府没关系 王氏虽然笑着 可心里怕是不快得很 可不是 苏福说着外面的事情 王氏也便听着他说 苏馆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保持微笑 偶尔看到苏福递过来得意的目光 心头叹气 以前苏福与苏染斗 与苏灵斗 如今苏染苏灵都出嫁了 他的目光 估计要落在他的身上了 你还是快点出嫁吧 再见 苏巡见苏馆被冷落 喊了他过来 让他坐下说话 苏罗轻轻怯怯地喊了一声六姐 然后待在他的身边 不时地摸了摸小肚子 有点难受 六姐 阿罗的肚子胀胀的 李师道 你莫要管他 今日早晨的时候 厨房送来了巧宗 他一个人便吃了两个 我说了他又不听 让他难受一回 也好记住这个教训 这是吃多了 苏馆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那一会儿 六姐陪你去府衣那处 淘两颗山楂丸给你吃 以后啊 看你还敢不敢 苏罗抓着他的袖子 小可怜地开口 谢谢六姐 我要吃山楂丸 山楂丸 其实就是一种 调配的消食丸 家中的小孩 贪吃吃多了 吃上两粒 也好消食 大家士族 各家都养着一两个大夫 也称作府衣 有男大夫 也有女大夫 府上便有一个女大夫 名曰秋女 专门为府上的几位姑娘 调养身体的 大家士族的姑娘 千娇百贵 精心教养 日后多为各家联姻之用 身娇体贵 通常都是肤白貌美 少有养得发胖的 纵使平日里家中不管 可若是某位姑娘 管不住 自己将自己养得太胖了 那女大夫 就会过来监察一日三餐 直到你瘦下来为止 当然 联姻也不是说 随便地寻个家族嫁出去 这姑娘嫁的人啊 有的是打小定下婚盟的 有的则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都不差的 联姻一事 一位联盟 有着儿女亲事 将两家绑在一起 是一种 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势 要是亲家遇上了难事 也好帮衬 日后家族背后的姻亲关系 盘根错节 一个士族 基本上很稳了 一群人在屋里 说了一会的话 苏福在王室身边 不停地说着 王室也有些不耐烦了 于是便有着眉姑扶起来 开口道 好了 人都到齐了 咱们也该出发去祠堂了 第七十章 六姑娘与李公子 静宁侯以养伤之名 不便动作 一干人等去寝室内 拜见她之后 便被她打发走了 而后 由着王室带着他们去往祠堂 拜祭祖先 静宁侯府的祠堂 建在花园的一个院子里 平日里大门锁着 只有静宁侯与王室才能进出 静宁侯出身山野 先被是何人也没记载 所以 最高位刻写的牌位 写着的是苏氏先祖 再下来 便是静宁侯已逝的父母 王室带着这一众子孙 奉上巧宗瓜果点心等祭品 亲自点了香烛 然后领着一群人叩拜 祠堂的中间 供着香案祖先牌位 前面的则是放着一个个蒲团 家中子孙不管男女 都安排了一个位置 跟着王室一同跪拜 婢女奴仆等人 则是留在了祠堂的大门之外 连门都不能进 王室口中念念有词 大抵是祈祷祖先保佑一家老小安太 日后一切顺顺利利的 拜礼三拜九寇 待拜礼过后 家中的男寺便要上前去祭酒 烧名前于祖先 待到礼弊之后 由着王室将带着离开祠堂 将大门关上 众人各自散去 苏管回到管院之后 瞇了一会儿 大约是四十初 早上九点 便有御华院的人来报 说是李公子已经到了府上 苏管则是赶紧起来梳妆打扮 因着要外出 妆容不能太重 如今天气虽然不算热 但是去了人多的地方 那也是容易流汗的 所以略施粉带即可 姑娘 奴婢瞧清楚了 那李公子 穿的是一件暗袖昌普纹的青衫 小慎想起 李玲穿着青衫时俊美的模样 然后笑了起来 李公子穿得可好看了 苏管换上的那套 早就备好的葡萄纹如裙 上如下裙 娇金其胸 肃青的底色 衣衫上绣着一串串精巧的葡萄 葡萄纹是养秀娘家工过的 最底下的一两颗 是丁香色的 比紫色淡一点 再上来便是淡紫色的 往后渐渐地变成了青色 在最后的一颗葡萄上 正是垂涎欲滴的翠青 这一身衣裙穿在身上 衬的它像是一串即将成熟的葡萄 又像是花似的 含苞带放 带着娇羞俏丽 藏在着绿叶丛中 小慎为她晚发 留苏寄晚的精巧俏丽 发间配以脆色的昌蒲叶子的发拆 最后配上那一只石榴簪子 女子端午日 要带石榴花与昌蒲叶雕成的各种形状发饰 有端午那种铁字词 夫人格云 一样红裙是五鞋 街前 镀尽石榴花 明朝之事天中节 玄刻昌蒲好避邪 昌蒲叶雕刻的样式 也有各种各样 最多的为虎形 也称爱虎 其他的形状也有 大家士族的姑娘 则是用翡翠玉石做成的昌蒲叶 配以石榴簪 这是端午节日里 各家姑娘的配饰 这个时候 比的便是谁家姑娘的样式好 用料更为珍贵 梳妆打扮完毕 最终抹了一点口质亮色 换上心同样绣着葡萄厚底的鞋子 手臂间披上披薄 再配上一把边上 绣着葡萄纹的白团扇 美帝像是天上降下凡尘的仙子 小桑最后给苏管如群的细带上 系上王氏赠宇的 白锁绳编织的爱草与符牌 苏管看了一眼道 这个看起来 会不会有点不好看 小桑道 姑娘极美 保管李公子见了姑娘 连步子都迈不动了 苏管欲言又止 觉得自己的美丽 有了一些瑕疵 正想说什么 小桑又道 夫人赐的符牌 姑娘 今天是要戴的 可不能不要 要是旁人见了 要说姑娘不敬长辈的 苏管也知道这个道理的 心想 虽然有了一点小瑕疵 但是她今日还是美丽的 那就这样吧 正在此时 有玉华院的人来请苏管过去 小桑和小肾 带上早就准备好的包裹 忙是与苏管一同往玉华院走去 苏管打算穿这套衣裙 原因有二 其一这衣裙好看又方便 其二 则是她刚好两套这样的衣裙 带上去有备无患 若是碰上了什么事情 也有个备用 免得被人算计 或是闹出什么别的尴尬的事情 古装的胭脂水粉等物 也要背上 以备不时之虚 苏管来到玉华院的时候 苏巡正在亭子里 与李林喝茶 李氏带着苏罗 正在院子里玩耍 苏罗正摘了一朵花 带在李氏的头上 笑得如同花一样的灿烂 六姑娘来了 门口有人喊了一声 院子里的人转头看去 却见苏管从门口走了进来 她连不轻移 裙摆轻轻地晃动 细软地起伏柔和 瞧着像是池中的清河 映着曼妙的身姿 她手中持着白团扇 容颜疏色 不若人间富贵牡丹 却如同浮渠出水 空谷幽兰 温柔秀丽 清新雅致 发间的石榴簪子下面的两颗石榴 轻轻地碰撞 发出了细微的响声 如同银铃一般 李玲的目光落在她身上一瞬 而后落在那一只 持着白团扇纤细白皙的手指上 最后落在发际间的石榴簪子上 笑了一下 无声无息地一开 父亲 母亲 李公子 阿管来了 李玲坐一行礼 六姑娘安好 苏管屈膝回李 李公子安好 苏寻看着这一对男女 瞧着是男剧女俏 像是一对碧人 使得这满园的风景 都湿了颜色 苏罗见了六姐 想要跑过去 却被李师拉了住 苏罗不开心 母亲 我要去六姐那边 李师道 阿罗听话些 你六姐与父亲有事 母亲带你去别处玩 苏管的轻视 李师不愿掺和 也不愿苏罗在这个时候 过去打扰 于是便拉着苏罗离开 苏罗回头看了一眼 有些恋恋不舍 苏寻看着李玲 也不再为难他 于是便道 既然阿管已经来了 我也不为难你 你便带他出去吧 今日深时末 十七点 便要送他回来 另外 我派了两名护卫跟着 你且带着 苏寻派了人 一位保护 二位监督 李玲带着人出去可以 须得有人盯着 免得他冒犯了自家姑娘 李玲做一行礼 多谢三爷 警员今日 定然会按时 送六姑娘回府的 苏寻把把手 让他们离开 行了 你们走吧 少在我面前暗眼 真是的 自家这么好看的闺女 就要便宜了这个兔崽子 好气啊 于是 二人便与苏寻辞别 李玲抬手 做了一个请的首饰 六姑娘请 苏管道 李公子请 说吧 他自己便笑了一下 不如我们一同 李玲嘴角清明 含笑 好 于是 两人便一同往府外走去 后面婢女与护卫跟上 两人慢慢地往外走去 到了门口的时候 刚好碰上了赵明言 前来接苏福 六妹 李公子也来接你了 第七十一章 在下已经为郡主准备了马车 苏福一身海棠红的衣裙 外头 穿着一套大绣衫 上头绣着精致的牡丹花 一朵朵耀眼的盛开 似如牡丹青国色 灼灼其滑 看上一眼 都觉得灼伤眼 其发间陪着翡翠昌仆叶 带着一只严厉的石榴簪子 耳上还挂着石榴花的耳环 他的肌肤白皙 朱唇红艳 是个绝佳的美人 若是真要比喻 大概只有牡丹的天香国色 才能媲美 苏福比苏馆出来要早一些 赵王府的马车 就停在静明侯府的门口边上 赵明言穿着一身 酱子绣云纹的长袍 头上顶着金冠 足下踩着祥云靴 看起来是一派贵气 有着皇孙贵族的风范 这二人站在一起 倒也是挺和谐的 赵王府的车架 也是非常的豪华 个头也比寻常的马车 要大上一些 赵明言与苏福许久不见 赵明言见了苏福 自然是欢喜的 还想着上了马车之后 得了机会 与他多说说话 也好亲近亲近 此时 他正在扶着苏福上马车 然而苏福刚刚踏上小凳子时 回头看了一眼 刚好看到了苏管与李林 从门口出来 后续跟着两个婢女 和两个护卫 这下子 他连马车都不上了 转身便往回走 六妹 李公子也来接你了 苏管见苏福走了过来 手中捏着白团扇 脸色淡淡 是四姐啊 四姐怎么还没走 苏福笑得灿烂 我这不是等六妹吗 听闻六妹与李公子 今日也要出门 也不知道马车准备好了吗 我眼瞧着三公子的马车够大 带上你们也是使得的 他笑容灿烂 语言之间关心姐妹 可实际上说 这话的深意却是在说 六妹你真可怜 这定亲的对象 连马车都准备不好 我这样深名大义地帮你了 李林道 有劳四姑娘费心了 在下已经为郡主准备了马车 郡主 李林道是第一次提起郡主这两个词 往日在她嘴里 那都是六姑娘 语气轻软 可不是什么硬生生的郡主 苏管转头看了她一眼 苏福听着郡主这两个字 脸上的笑容凝了凝 心中也有些闷 就算是苏管这个郡主虚得很 可到底还是一个郡主 有郡主的御符 领着俸禄 平日里见了 她也是要低头的 苏福目光落在李林身上 眼睛瞇了瞇 其实她是看不起李林的 不过就是一个穷酸寒门学子 连和她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想起前世的事情 她心中又是一阵屈辱 前世她在小燕那日 被苏染陷害成功 当日丢尽了脸面 静宁侯等人 有意将她许给李林 却遭到了李林的拒绝 一个寒门学子 竟然敢来挑剔她 还看不上她 她心头的愤怒可想而知 若不是当初 太子站了出来 愿意拿她做侧妃 她还不知道 要嫁给什么样的人 然而太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了 苏福冷笑一声 李公子说 这话好生轻巧 那你倒是说说 你为我六妹准备了什么样的马车 我家六妹好歹也是侯府贵女 可不是一般人 可以随便打发的 苏馆皱了皱眉 也有了些火气 四姐 我与李公子如何 与你没有什么关系 忘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李林再不好 可那都是她 自己愿意的事情 苏福平日里阴阳怪气的也就罢了 可是她此时这样说李林 这就让她很火气了 苏福吃笑了一声 六妹莫要生气 我这是为了你好 苏馆气怒道 我倒是想不明白了 四姐 到底是为了我好 还是在挑拨我 你明知李公子的家事 比不得赵王府 你非要拉着他俩比 适合居心 是不是觉得自己 很厉害 很得意啊 将三公子抢到了手里 苏馆是真的很生气 苏福抢了赵明言也就罢了 是真心喜欢也好 还是谋划着做人上人也好 如今也与她无关 可是苏福就不该来惹她 六姑娘莫要生气 李林握了一下她的手 然后道 我们先走就是了 苏馆缓了一口气 轻哼一声 正想离开 可是赵明言听了苏馆的话 为苏福打抱不平 六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阿福不过是关心你 想要我带你们一程 当真是好心没好抱 便是轻视的事情 我与阿福真心相爱 难不成你 还想逼我娶你 再说了 你已经拿了三十万两银子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赵明言很生气 苏福是她所喜欢的姑娘 在她这十九年的岁月里 唯一喜欢的姑娘 她好不容易才求得家中父母 为她定下这门亲事 怎么容得苏馆指责她 赵明言怒气冲冲地道 六姑娘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 便冲着我来吧 你若是再敢欺负阿福 便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莫不是觉得我赵王府是摆设的 不敢把你怎样 李林笑了一下 然后道 赵王府自然不是摆设的 但是三公子你 却是个摆设的 你 赵明言勃然大怒 好你个小子 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同我说话 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举人 你也配 苏馆手一紧 反握住李林的手 李林拍了拍她的手安抚她 低着头冲着她一笑 别担心 苏福盲事劝赵明言 明言 你莫要生气 六妹她不是这个意思 赵明言看向苏福的目光 很是心疼 她就是这个意思 她就是因为这门轻视 明言 苏福及时喊了她一声 不让她将接下来的话说出口 若是让赵明言 将当初她和苏馆以前 许过轻视的事情 这要是被人听了去 对她没有好处 明言我们赶紧走吧 既然六妹不愿意 我们也不强求 赵明言虽然不高兴 但是苏福既然这样说了 她怎么能不答应呢 最终只得应了一下 那就一阿福啊 阿福 我扶着你上马车 咱们快些走吧 嗯 好 苏福点了点头 看了苏馆一眼 笑着转头离去 由着赵明言扶着上了马车 赵明言随后跟了上去 马车由着车夫驱赶 快速地离开 李玲握着苏馆的手没有松开 见苏馆抿唇皱眉 显然不高兴的样子 略略有些心疼 犹豫了一下便道 六姑娘 你莫要羡慕她 赵王府能给你的 我这里 我没有羡慕她 苏馆打断了她的话 我就是觉得生气 你再怎么不好 也容不得她说三道四 第七十二章 要是随便换个人 都是要撕了她的 李玲再怎么不好 这都是她自己的事情 她的父亲 她的祖父祖母 甚至郑国公府 因着李玲身份低微 不满也就罢了 到底他们是为了她着想 可是苏馆凭什么 可笑的是 她抢了别人的身份 尊贵的未婚夫 见别人嫁得不好 转头可怜人家 觉得人家嫁的人太差了 命运也太惨了 比不得自己好运 要是随便换个人 都是要撕了她的 李玲听了她的话 心头却有些发烫 笑了笑道 我倒不觉得怎样 这些话我听得也多了 不过也有不少人 说我孕得好 如今六姑娘已经是郡主 我日后若是娶了郡主 日后怎么也差不了的 说起来 在下真是好运 六姑娘什么都好 生得好脾气好 还能给我带来荣华富贵 苏馆扑吃一下就笑了出来 好了 你也不必这样奉承我了 咱们走吧 她心知 李玲不是这样的人 若是她真的贪图荣华富贵 早该死缠烂打地 娶了静宁侯府的姑娘 毕竟凭着她手中的信物 又是静宁侯亲口许下的诺言 不管是嫁谁 一定是要嫁一个的 然而在书中 不管是苏福重生的这一世 还是她的前世 这个李玲都是还了信物 离开了静宁侯府 如同如昙花一现 不是她自夸 苏馆觉得李玲求娶她 定然是有看上她的意思的 李玲此时说这话 大概是有哄她的意思 不过听她这样说 她被苏福隔应的心情 倒是好了不少 她道 那我们走吧 好 李玲带着苏馆去到大门口 边上一处停车马车的地方 她今日来的时候 安排了两辆马车 带了远游和两个护卫 外加两个车夫 她扶着苏馆上了后面那辆车子 然后让小桑小慎也一同上去 苏巡派来的两个护卫 跟着车夫一起坐在外头 她自己则是上了前面那辆车子 带着远游和两个护卫 随着远游喊的一声出发 车子缓缓地向前驶去 苏馆与苏福在门口的争执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王氏不认为 苏馆有什么对不起苏福的地方 倒是苏福抢了苏馆的亲事 还一再地往苏馆伤口上撒盐 实属过分 静宁侯沉思了一会 然后道 你说得对 将她早些嫁过去 那也是应该的 阿福不能再留了 若是再留 连阿馆也护不住 苏福和杨氏 能仗着杨家欺负苏陵 同样也可以仗着杨家与昭王府 欺负苏馆 王氏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姐妹之间 他哪来那么大的怨恨 硬是和自家姐妹过不去 见了别人好就妒忌怨恨 见了别人过得不好 又想去踩上两脚 想不到原因 王氏只得将其按在杨氏的头上 定然是让他的 那个母亲给交坏了 王氏捏了捏帕子 等过几日 我便派人去问一问昭王府 早些做准备 静宁侯点头 你安排就是了 这边的马车缓缓地驶出了城门 往城外走去 城内的街市平坦 马车走得也不颠簸 出了城之后路就差了些 马车微微颠簸 但是马车的木榻上 垫着厚厚的垫子 软软的 坐上去的时候 也没有不舒服 另外 马车里的准备了一些点心瓜果茶水 以及一些画本子 足以让人打发 这一路上无聊的时间 苏管磕着瓜子 听着一旁的小桑 再给他念画本 掀起车厢侧边的帘子 看着外面的风景 心情也好了起来 小桑念完一部分书 然后又换上了小肾 这两人小时候 也跟过苏管一起念书 别的大道理不会 但是识字写字还是会的 小桑给苏管倒了一杯茶 在木榻边外面 一点有一个小位置 坐了一个小桌子 中间是一个高位的桌子 下面是柜子 上面做桌面 那桌面有着下凹的位置 刚好放了一套茶具 将茶壶和杯子放在里头 只要不是翻车 那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在小桌子的两边 又是个做了一张固定的凳子 坐在那里喝茶 都是使得的 小桑道 姑娘 李公子这马车可真好 确实是很方便 这个木榻的底下 又是一个柜子 可以装很多东西 很是方便 确实是好 苏管点了点头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虽不及别人的马车 那般富丽堂皇 可是里头却舒适得很 小桑很高兴 这里公子 虽然比不得招王府的三公子 但却是个知理又细心的 哪里像是那三公子 直接和四姑娘 坐了同一辆马车 太势力了 马车一路晃晃悠悠地 到了城外的大湖地江湖之上 地城外有一大江流过 因着是临着地城 故此也得了地江这个名 地江的水流过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 称地江湖 此时地江湖边上 已经来了不少人 有贵人的马车行驶而过 有普通人成群结队 前来观龙州赛 更有士兵巡逻走过 杨柳青青 闭塞的湖面上 水波微样 岁月安详 马车在湖边上驶过 路过停放马车的驿站时 也没有停下来 苏管正觉得奇怪 便听外边的护卫道 六姑娘 李公子说 马车不在这边停下 他知晓一个更加方便 看龙州赛的地方 带着姑娘过去 姑娘 你一下如何 李公子说了 若是您不愿 咱们就去镇国公府那一处位置 苏管想了一下道 那就听李公子的吧 我哪里都是可以的 是 于是 马车继续行驶 驶过了大家士族 为了观看龙州赛 专门空出来的楼棚区 慢悠悠地 将地江湖转了大半 最终在对岸一处山脚下 停了下来 苏管由着小桑扶着下了马车 看着这满目苍翠 以及隔着水岸那边热闹的区域 觉得有些奇怪 李公子 我们在这里 可看不到龙州赛 这边是地江湖最里边的位置了 河边的水里 生了不少的树木 遮盖了人们的视线 根本就看不到盛况 再往外一点 就是高高的峭壁挡住了去路 没事 你随我来 李林让人 将马车上的东西带了下来 然后分给护卫拿着 远游先上前去 在峭壁边上敲了一会儿 然后不知道碰到了什么 他大力一摁 那峭壁上发出了一声咔的响声 在边上有一道 只容易人通过的石块 缓缓上升 露出了一个洞口 第73章 他还以为自己的马甲被掀了 苏管一阵惊讶 眼睛瞪得老大 小桑小肾 都伸手捂住了嘴巴 免得自己尖叫了出来 他们这些年 也次次来看龙州赛 却从未听说过 这个地方 还有个山洞通道的 远游率先往山洞里走去 李林拉着苏管跟上 随我来 苏管回过神来 缓步跟上 他的裙摆有些低 若是平地走势没问题 其他的路却并不好走 他自己伸手提了一下 小桑赶紧上前去帮忙 山洞的通道不大 紧紧容得一人通过 而且还有台阶 不过倒是不显得黑暗 边上的细缝之中 还有阳光照了进来 李林走在他前面 拉着他慢慢地走着 六姑娘小心台阶 我听一位有人说起过 说这里有一个 极家看龙州赛的地方 走一会儿便到了 也不远 苏管微笑 那我倒是要看看 李公子给我选的 到底是什么地方 六姑娘看了 定然会喜欢的 哦 那我就要好好看看了 一行人约莫走了 半盏茶的时间 七八分钟 然后便来到了一个 开阔的山洞 那山洞的外头 正是一处平地 刚好是地江湖 对岸山壁上 那一块突出的平台 此平台地是稍高 底下是悬崖峭壁 刚好外面生了两棵树木 将对岸的视线遮了起来 也就是说 在这边的人 可以透过树叶 看到对岸看台的盛况 对岸却看不到这边的 那平台地是平整 此时上面放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刚好可以当作桌子使用 边上还背上了两块 与做凳大小差不多的石头 可以当作凳子使用 有护卫打开包裹 将石头擦拭了一遍 又铺盖一块布 将提盒里装着的 点心瓜果零食摆了上来 更有从山洞里 搬出了一个小炉子 烧了热水泡茶 水岸边上淹水朦胧 便是有少许的烟生气 也不会让人看出什么 李林与苏管 在石头边上左右坐下 他们坐着的位置 临着崖边 后来的时候 视野开阔 刚好能看到开阔的弧面 和对岸的看台 李林命人取来了一个盒子 然后打开 里头是一个精致 雕刻着竹节的圆筒 他修长的手指 在上头轻轻地转动 原本和他手掌一样 长的圆筒里面 被拉出了两个内筒 他在细小的眼口中看了一下 稍微调整了一下长度 然后将其递给了苏管 你拿这个 就能看到很清楚了 苏管在他拿出这东西的时候 脸上便露出了一些古怪的神色 然后越来越一言难尽 接过他递过来的东西时 手脚都有些发软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这东西 这东西 应该是望远镜 问题是 李林怎么会有这东西 自己做的 还是从哪来的 他如今想娶她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苏管心中砰砰直跳 脸色都有些发白 李林见他拿着不动 神情也是万分的古怪 于是便问他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 没有 苏管急忙摇头 手中握着望远镜的手 都有些紧 他勉强地笑了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李林解释道 这个叫望远镜 用它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来 我教你 李林亲手教着他 如何用望远镜 先是看到了闭色的湖边 再是看到了对岸观看台的人 皇族那边的 镇国公府的 以及各个府邸的人 苏府此时在昭王府的亭子里 与赵明岩坐在一起 不知道和赵王妃说了什么 脸色不是很好 赵明岩在一旁替他说话 不过这些苏管都没有时间去想了 他的嘴巴微微发干 心头虚得很 手中握着望远镜的手 都不知道怎么放 李林将手一开 对他道 看得清楚吧 是不是非常神奇 苏管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小声地嗡了一声 然后道 确实是很神奇的 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说到这里 他又小心机地问 也不知道李公子是从哪儿买到了 我也想要一个 这原本是仙祖留下来的遗物 外头买不到 六姑娘想要 便给了六姑娘就是了 仙祖遗物 苏管心中松了口气 觉得自己差点就要被吓死 还以为自己战战兢兢捂着的小马甲 被他看穿了 既然不是 那他就放心了 不过是仙祖遗物 莫不是他的仙祖 也是一个穿越者 苏管只是猜测了一下 但是也没往深处想 既然李林不是和他同类 又不是看穿了他 那他就安心了 真是的 他还以为自己的马甲被掀了 不用不用 苏管连忙拒绝道 这东西 若是留在我手中 也不过是个看风景的物件罢了 还是李公子留着用吧 若是我有需要 便请李公子接我就是了 李林想想也是 于是便点头硬了下来 伸手给他倒了一盏茶 喝茶 哦 好 大约是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对岸的看台人声鼎沸 有皇帝驾铃 众人跪拜一地 高呼万岁 李林坐着慢悠悠地喝茶 苏管一开望远近 犹豫了一下 心想 隔了这么远 这里也没外人 那就不用管跪了吧 皇帝到来不久之后 有人唱了开场词 然后便宣布 龙舟赛的开始 苏管拿着望远镜 远远地就能看龙舟 在闭塞的江面上滑行的身影 隔岸的观众正在仰手眺望 只等着龙舟的到来 苏管用望远镜 看看快速滑来的龙舟 再看看隔岸看台上的人 各形各色 又各自占了一个 特定亭子的大家士族 还有嚷嚷几几 在靠在栏杆边上的普通人 有钱有势的贵族 处在一处处精致的小亭子下 可以遮风挡雨防晒 普通人挤在一起 为了一个好位置 你推我挤 人生百态 苏管有一瞬间 明白了静宁侯与王室的心理 静宁侯年轻时候 毅然上了战场 拼死拼活的 多少次与生死擦肩而过 为的 大概就是 荣华富贵权势 子孙后代能脱离贫苦的身份 也能过上好日子 故此 他们不准许任何人 破坏他们 为家族子孙谋划好的道路 想要苏家成为不可撼动的士族 子孙后代代代受益 他正想着 突然发现了 在隔岸的水里 有一些杂草飘了过来 杂草之中 还有几根树着的草感 他原本并没有注意 正准备一开视线的时候 突然发现 那杂草下的水里 居然出现了少少的一些头发 黑黑的 染了水 湿答答的 苏管瞳孔一缩 吓得差点 把望远镜给丢了 李灵见他不对 问他 怎么了 有人 水里有人 第七十四章 烟火 刺客 水里有人 有什么人 他这话一出 原本坐在一旁石头上 观看龙舟赛的几人 也都警惕了起来 远游带着两个护卫 快速地站在两人的身边 苏寻派来的人 和小桑小盛迟了一些 水里有人 李灵脸色微变 是哪 苏管将望远镜递给他 然后指了指道 就是那河岸边上的 那一堆草那里 李灵拿着望远镜看了一眼 脸色渐冷 苏管看着不懂 他却是明白的 那一堆稻草之下 藏着好几个人 而那几根空心草杆 则是底下的人用来呼吸的 他算了一下方向 那杂草流去的方向 正是对岸高台 台阶下来 有往前延伸的一处平台 此平台淋着水面 等一会儿龙舟赛结束 皇帝要在此处奖赏获奖者 那么这些埋伏的人 很可能是皇帝 李灵定了定神 眼底有着 有些冷意 与平时的谦逊有理 大不相同 远游喊了他一声 公子 点烟火 我握苏管的手 拉着他重新坐下来 莫怕 有我在呢 苏管点了点头 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镇定下来 在隔岸的这边看台这边 此时正热闹着呢 陛下今日带着赵贵妃一同出宫 太子与隋王明王 以及年幼的九皇子 皆随行 太子带着太子妃及苏染随行 隋王则是带着王妃与苏玲 苏染与苏玲相遇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都不作声 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安安静静地待着 隋王妃对苏玲还算不错 苏玲进了隋王府之后 一直伏地作小 隋王虽然对她有几分宠爱 但是也在隋王妃的容忍之内 苏玲平日里也不敢得罪她 故此 两人还是一个不温不火 互不招惹的状态 隋王妃见她知趣 也给她几分薄面 反正她男人是王爷 侧妃定然是要娶的 娶一个识趣的 总好过娶一个争宠的 倒是太子妃与苏染 两人之间风浪暗涌 太子妃原本也是一个端庄的人 太子东宫的女人也不少 可是她就是看不惯苏染 自从苏染进了东宫之后 几乎霸占了太子所有的时间 太子宠爱她 联系她 甚至是走到哪 都带着她到哪 有什么东西 就算是缺了太子妃的 也要紧着她的 这让太子妃很是恼火 妾就是妾 最好就是认清自己的身份 扶低做小 像是苏染这样踩在她头上的 简直是岂有此理 可是她又不能与太子说这件事 毕竟苏染正式受宠的时候 她也料不准 太子心里是怎么想的 最终只得暂且忍让 待日后有机会了 她一定要她好看 皇帝高座正位 边上跟着的是赵贵妃 赵贵妃四十余岁 却是保养得宜 眼瞧着不过三十岁 笑容端庄 一派贵气 赵贵妃是隋王的生物 出身大士族赵氏 如今宫中无皇后 一切都由这位赵贵妃管理 她与皇后之间 差得也不过是一个名分 许多人都说 若不是陛下为了朝堂稳固 定然是要立她为后的 太子为元后嫡出 为储君 若是再立赵贵妃为皇后 那么隋王的身份 也将会提一提 与储君不利 故此这么多年了 赵贵妃虽为宫中 最尊贵的女人 却也只是贵妃 可是赵贵妃心中却明白 皇帝根本就不想立她为后 皇帝登位应得赵氏相助 如今自然也忌惮这个赵氏 不愿意让赵家出一个皇后 赵贵妃自知做不成皇后 于是便更想做太后 此时赵贵妃正和皇帝说话 突然间隔暗地 升起了一道烟花 那烟火 是用特定的材料制作的 便是在白日里 也能看到 那半空中炸开的红色烟花 离火为新 一分为六 烟花炸开之时 分成了六束流光 呈圆弧形 继续冲上天际 皇帝脸色陡然一变 赵贵妃转头看去 却笑着道 这大白天的 也不知道何人在对面放烟花 瞧着这烟花 当真是好看 闭嘴 皇帝脸色一冷 当即便呵斥了他 不懂就不要乱说 赵贵妃不知道 可是皇帝却是知道的 这种烟火乃是离城所出 此时李林在地城 他身上肯定会携带这种烟花 而他此时放烟火 不可能是无缘无故想放就放的 如此便只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求救 一个是侍警 皇帝倾向于后者 赵贵妃被皇帝这么一声呵斥 吓了一跳 当时也有些委屈 喊泪喊了一声 陛下 正在这会儿 赵王带着几个护卫 匆匆赶到 对着皇帝行礼 请陛下与贵妃娘娘回宫 皇帝能料到的事情 赵王也能料到 原本皇帝还想看一看 今年的龙州赛 但是他仔细一想 如今他身边只有赵王一人 静宁侯不在身边 实在是让他有些不安 有道是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他身为国君 可不是能任性的 若是他出了事情 朝堂动荡 一国上下都不得安宁 回宫 赵贵妃不明所以 见皇帝要走 也只能跟上 太子与隋王等人跟在后头 皇帝御驾至此 连凳子都还没坐热 便百驾回宫 场上的人对此议论纷纷 这边的龙州赛还在进行 赵王亲自护送皇帝回宫 又派人搜查各处 终于发现了水中不对 暗地里派出了暗卫营的人 潜入水中 将这些人绞杀 龙州队伍到达附近的水域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呼啸而过 而那片水域之下 风浪汹涌 有血雾流入水中 便被湖水稀释 最终归于平静 本次龙州赛 果然是赵明展带的皇家队夺冠 只是可惜 在颁奖的时候 皇帝已经回宫 受奖也由赵王爷代替 赵明展见赵王爷 脸色不大好 心知是出了什么事情 脸色一凝 受奖完毕 赵明展就跟着赵王爷离开 两人去到一处山洞之中 此时地面上已经横着七八具 穿着湿搭搭黑衣的尸体 有人递上一个东西 赵王爷接过 然后道 这些人潜在授奖平台那里 意图刺杀陛下 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这个 赵明展接过那木牌一看 微长菱形的陶木牌 中间用笔墨画了一个圈 刻写了一个离字 离 离成 第七十五章 静宁侯怕是要往上升一升 这些人怎么可能与离成有关 赵明展脸色一片冰冷 这不可能 如今李林还在帝城 离成有多少个胆子 敢在这个档口 动手刺杀东赵的皇帝 这是嫌他们的家主死得不够快吗 离成虽然不好惹 可若是真的涉及到了君主生死 东赵也是不怕的 而且此时的李林 还想娶东赵贵女为妻 更不可能对东赵的皇帝下手 更何况 这一次的刺杀 还是他事的警 若不是见了烟火重新排查 带皇帝亲自上台受奖之时 那群人从水里冲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赵王的手指 也在那桃木牌上摩擦了一下 派人去查了 昨天夜里前进来的人 守水口那边的人 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被灭了口 赵明展想了一下道 此事不便张扬 父王先回宫禀报 我再去查一查 赵王点了点头 有些疲惫 上了年纪了 一劳累奔波就不行 要是靖宁侯还在 我倒不至于这样 皇帝信任的 也不过是这两个人 连他的几个儿子都不信 若是当时靖宁侯在场 他们便可以一人护送皇帝回宫 一人留下来彻查 不用他来回奔波 想到靖宁侯府的事情 赵王也是糟心得很 靖宁侯算是一个人物了 怎奈尔孙都不争气 而牵扯进了这些事情 在由李林御取苏馆 皇帝便是有不舍 但也只能收回了 他手中的兵符 这几日 他的这位皇兄 已经说了好几次惋惜的话了 赵王也早就想清楚了 他效忠皇帝 若是日后皇帝驾崩了 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 他就将位置让给赵明展 赵明展是他亲手 教导出来的继承人 才是能力 都是让他满意的 日后 他便做一个寒衣弄孙的老王爷了 别人不清楚 赵王却是清楚的 皇帝年轻时候受过伤 这些年渐渐的也有力不从心的 也不知道那一日会什么时候到来 在这个时期 静宁侯小心翼翼 不敢踏错一步 他毅然 赵明展想到此事 又皱了一下眉头 陛下应当会推举一人上来 静宁侯怕是要往上升一升 赵王道 理应如此 静宁侯也算是跟了皇帝多年 一同上过战场打过仗 这些年 也算是忠心耿耿地为皇帝办事 也就是这一次 苏然与苏灵的事情 遭到了皇帝的忌讳 但他自己上交兵服 也是一种上表忠心 不愿掺和的意思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受伤了 皇帝也没有深究 不过慰问的赏赐倒是不少 兵权没了 皇帝要用别人 为了避免寒了老臣的心 给予他封赏 也是应该的 父子二人 让人将这些尸体处理好 然后便离开了山洞 赵王回宫是向皇帝禀告 赵明展则留下来继续搜查 第一场龙舟赛散去 苏管松了一口气 他是生怕闹出什么大事来 好在一切都没有发生 就消之于无形 龙舟赛也正常举行 不过因为 心里一直装着事情 他也没怎么注意看龙舟赛 不过看不看龙舟赛已经不重要 重要是没出事就好了 第一场龙舟赛进行的时间不长 约莫是一个时辰 两个小时 加上从地城出来的半个时辰的时间 结束看看到中午 待朝堂准备的龙舟赛比赛结束之后 还有地城的各路人组织的龙舟赛开始比试 虽不及最开始那场的热闹 但是看下去也有些意思 不过到了中午 苏管也有些饿了 有护卫不知道 去那里猎了几只山鸡野兔和两条鱼过来 清理完之后 直接生了火 在空地上烤了起来 边上还摆放着不少的调料 不时是刷一下 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小桑小肾也跟着帮忙动手 闻着空气中的香气 不时地咽一下口水 苏管吸了吸鼻子 咽了咽口水 好香 李玲笑道 中午的饭来不及回去吃了 要是让人送过来也冷了 委屈六姑娘 随便吃一些 不委屈 不委屈 苏管万分想念烧烤的 只是背着千金贵女这个包袱 从来不敢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罢了 如今闻着味 她觉得自己肚子里的蝉虫都在叫了 话说嫁给李玲 还有个现成的好处 就是可以不用端着千金贵女的架子 那日子可舒服了 苏管按捺不住 亲自过去烤了一只烤鸡 边上的护卫搬了一块大石头 在边上给她坐下 李玲在一旁帮她的忙 不时刷点香料和浆果 然后一边和她说话 我当年独自一人 走的地方可不少 有时候好几天都没见到人烟 饿了吧 就是山里打一两只烈物回来 又是一餐 记得有一次 在海里漂泊了好几天 那海里的鱼啊 个头比船还大 苏管听着这些 觉得很有意思 世间上许多人 大都是在出生的地方过上一辈子 在这里生 在这里生活 到了死了 埋在地上 也滋养着这片生长了它的土地 没想到 李玲的阅历如此广泛 去过这么多的地方 苏管问她 李公子去过很多地方吗 各个国家都去过 去过 还待过一段时间 李玲笑道 各个地方有不同的风土人情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 有时候 你也会觉得很热闹 说着 她便慢慢地说起了许多有趣的地方 从百岳王庭到北渊王庭 中间还掺杂了西方江西王庭 中间还有西魏 南秦二国 南秦有千灯节 那是属于水乡女子的温柔多情 爱好闻人雅士的西魏 年年梅花盛开的时候 在梅城相约 北渊这个游牧王庭 夫人都是靠英勇 才能抢回家的 北渊民族风情彪悍 男女皆擅长骑马 也被称作马背上的勇士 江西之国信任佛里 从来都是万事不管的态度 而且到了他们的国家 不能杀生 也不能是肉食 若不然 就是对他们的不敬 百岳之地 则是常年物账 账虫诸多 故此 百岳之地的人擅长制药 也擅长养虫 当初那李林用作提亲里的 灵沙软愁 来自密州 这密州就是百岳的一处大城 这生产丝线的残虫 还是当地人培育出来的 因着这种残虫难养活 且数量不多 产出的丝线织成的布料 细软透风 所以异常之珍贵 第76章 桃木牌 有一年 我到了梅城 碰巧是梅花盛开的时候 那时候白雪纷纷 一株株寒梅在风雪之中盛开 将梅城装点成一个 身在梅林之中的城 每年这个时候 梅城将会举行各种各样的诗会 各地便有不少文人雅士赶到那里 只为一堵盛况 或是想凭着自己的才学 名扬天下 人说西魏的风骨 有一半在国都 一半在梅城 若是有机会 定然带六姑娘去看看 苏管被李林说得神往不已 她一双眼睛亮晶晶 嘴角微微 勾起好看的弧度 那我便等着李公子带我去 一定 她伸手接过她手中 不停反转的烤鸡 给我吧 莫要烤焦了 哦 苏管果断放弃挣扎 坐在一旁看着她考 乖巧等头位 李林一边翻考 一边问她 六姑娘平时里喜欢做什么 喜欢做什么 苏管想了一下 我妈比较喜欢种花 或是弄点吃的 或是看画本 我同你说 我于秀意上可没什么本事 也不会迎师作父 苏管倒是不在意 暴露自己的缺点 在她看来 如今两人就像是在相亲似的 虽然说互相看对眼了 但是有些事情 还是简单明说了好 事先有个准备 总比以后失望的好 再说了 秀娘她也不是请不起 迎师作父她也是 真的不喜欢 作为现代人 好歹大学毕业 做手酸师 勉强做得出来 可是她就是觉得 特别的牙酸 特别的别扭 李林微笑 觉得这个姑娘 实在是诚实傻得有点可爱 真想伸手摸摸她的头 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她忍住了 无妨 家中还养得起秀娘 再说我也是个粗人 也不爱做师 做师什么的 那是西味文人雅士喜爱的事情 她呢 真是一个粗人 虽然也学富五车 可以信手捏来 但是也不是成日卖弄的人 苏管的笑容真成了一些 觉得这李林 真是好性子的人 李林烤了一会儿 将烤鸡烤熟了 然后用一块匕首 将上面的肉 一片片的片下来 放到一只云雁纹的白瓷叠上 让苏管拿着筷子 沾了一个果酱吃 那果酱酸酸甜甜的 配上烤得适当 带着一些焦脆的烤鸡肉 咬在嘴里的时候 又香又脆 果酱的酸甜 又中和了腻味 苏管吃了都停不下来 真是太棒了 李公子还是烤肉的好手 日后也吹有着落了 李林给他骗了一小半的烤鸡 然后就不给他吃了 剩下的留给自己 而后给他换上了 烤好的鱼肉和兔肉 两人坐在大石头边上的小石凳上 一边观看着湖里的龙舟赛 一边吃着烤肉 李林怕他吃不到 用筷子将鱼肉夹开 然后将兔肉 也用匕首切成一块块的 他用筷子能吃得到 小桑和小慎 在山洞口那一块大石头上坐着 一人啃着一个鸡翅 一人啃着一个鸡腿 好香啊 好好吃的 跟着李公子出来 感觉比参加那个宴会 这个宴会好玩多了 讲道理 去参加宴会的时候 他们必须提起十二分精神 拿出十二分机灵 免得让自家姑娘出了什么差错 可是在这里 李公子一人就可以照顾他们家姑娘 完全不用他们上手 李公子很好啊 又是学识好 又是长得好 还知理 对待姑娘更是亲力亲为 姑娘这门轻事 算是定得对了 吃过了烤肉 今天的午饭也就这样解决了 末了又泡上了一壶菊花茶 继续观看龙州赛 末时末身时初 两人才准备离开 从山洞里走出来 又到了停放马车的地方 然后上了马车 回到了城中 马车一路回到了静明侯府 两人在门口下车处 一一膝别 苏管让小盛取了盒子装好的东西下来 递给了李灵 这是之前答应了给李公子的落子 昨日才弄好 刚才忘了拿出来 李公子瞧瞧如何 若是不满意 我再编一对就是了 说着 他将小木盒打开 然后递给了李灵 躺在里头的是一对彩色丝线编成的落子 丝线整齐 非常的好看 苏管道 我先前一直在想 配什么样的颜色 才能使得玉佩好看 临近端午了 我瞧着许多人都用白锁绳 编织各种落子手绳 仔细一想 白锁绳更加合适 李灵的手 在那烙子上滑过 微微点头 六姑娘说得不错 如此才是最好 过两日 我将离开地城 稍后我命人将其送到静家的府上 让静夫人挑个日子 将其扣在玉佩上 送到清远寺中供奉 苏管宁了宁帕子 你回了故土 何时再来地城 待房屋修建好了 我便再回来 到时候 清风别院的花也该开了 在下回来陪六姑娘赏花 不会太久的 苏管算了算时间 确实不算很远 不过他就算是在地城 他们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突然觉得有点不开心 好像他刚刚开始谈恋爱 还没热乎呢 就要开始分居两地了 他的眉头小小地皱了起来 李玲笑了一下 六姑娘且安心等着吧 日后若是六姑娘想去呢 我都陪你去 六姑娘今日很美 苏管被他哄得晕乎乎的 等于他告别进了静宁侯府的大门 轻快地脚步缓了缓 突然有些舍不得 小桑小肾跟在他身后 见他缓下脚步 急忙跟了上去 小桑问 姑娘 怎么了 是不是忘了什么 苏管摇摇头 没有 我们先去扶平院 祖母应该等急了 这边的李玲眼 看了苏管进了静宁侯府的大门 却没有再进去 只是命人给苏巡送了一份礼 说是他有急事 暂且先离开了 改日再来拜访 苏管的身影一消失 便有人从小巷中走来 匆匆来报 公子 东军想要见你一面 李玲问 今日的事情究竟是如何 来人脸色微宁 公子 昭王爷在刺客的身上 发现了离城的陶木牌 李玲微微一愣 陶木牌 陶木牌 那可是李氏清卫军的东西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那些人 也更不可能前来刺杀东赵的皇帝 如此一来 怕是有人故意做的局了 东军约了在何处 在昭王府 第77章 这杨家的胃口 倒是越来越大了 李玲穗带人去去了一趟昭王府 这边的苏管进了府 直奔扶兵院 这个时候的王室 正在安排下人 给各家送端午礼 也收各家送过来的端午礼 苏管走进正厅的时候 王室高座正位 下手处是一位穿着打扮富贵的妇人 对方的满脸笑容 王室的脸色淡淡 阿管回来了 苏管上前去行礼 祖母 王室招呼着她过来 然后道 这位是你四姐的外祖母 你喊一声杨夫人就是了 苏管心神领会 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杨夫人 杨夫人一听 脸色却有些勉强 这便是六姑娘了 生得可真好 我是你四姐的外祖母 论理 你喊我一声外祖母 也是直当的 苏管还未开口 王室便道 杨夫人说笑了 阿管是我孙女 敬我一声祖母 向我行礼 我这老太婆还是受得的 但是杨夫人应当喊一声温孝郡主 有道是礼不可费 杨夫人可别忘了 杨夫人脸皮僵了僵 但是还是站了起来 冲着苏管行礼 温孝郡主安 那低着头的样子 也不知道嘴里的牙齿 有没有没碎了 苏管道 杨夫人有礼了 王室见此 觉得心头舒坦了一些 让杨氏坐下 你说的事情 我暂且是记下了 杨氏欲言又止 那 王室爸爸首道 暂且这样吧 杨夫人 我与我孙女要说说话 你自便吧 说吧 便端茶喝了一口 端茶送客 杨氏心有不甘 但见此也不好再说什么 喝了一口茶 然后便告辞离开 等他离开了 王室的脸色 瞬间就冷了下来 真是不要脸 真该将他打出去 苏管上前 祖母 这是怎么了 杨家想让你祖父 将杨二弄进宁和军 王室的脸色极冷 想得倒是挺美的 我苏家的子弟都没进去 他们还想凭着我苏家的力气 进去摘桃子 宁和军 之前掌握在敬宁侯手中的军队 也是东赵最强的一支军队 军队由皇帝命敬宁侯组建的 取了宁和二字 后来发展壮大 是东赵手中的一支神兵 皇帝赐封敬宁侯 其中便有一个宁字 可见宠幸 如今敬宁侯虽然上交的兵服 可到底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军队 要是想要弄一个人进去 也不是不可以 可是杨家这会儿想进去摘桃子 简直是痴心妄想 此事要是让敬宁侯知道了 怕是要喷人家一脸 敬宁侯连自己的儿子 都没有放到宁和军里 怎么可能弄一个殷亲进去 借着他的名头脚乱风云 简直是想找死 苏管劝道 祖母莫要生气了 他们这些人都以为咱们是傻子 什么便宜都想伸手 只要祖父不答应 也不值得什么的 你说的没错 王氏呼吸了一口气 就是觉得晦气 这杨家的胃口倒是越来越大了 苏管没有再接他的话 王氏问他 你回来了 今日与李公子出去看龙舟赛如何 他可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苏管摇头 李公子带了孙女去看龙舟赛 武师让护卫上山去抓了几只山鸡野兔来烤 还特别的香 可好吃了 是吗 王氏脸上有了些笑意 他给你烤 给 怎么不给 孙女和李公子一块烤的 王氏闻言稍稍满意 让他先出去 将小桑和小慎留下来盘问了一会 主要是问这李玲有没有失礼 对姑娘家动手动脚的 小桑使劲地摇头 回夫人的话 李公子手里的狠 马车安排的时候 也是两辆马车 奴婢二人和郡主一辆马车 李公子带着他的护卫坐一辆 最多也就是 李公子怕郡主走路不好 拉了一下郡主的手 小慎也道 李公子与郡主在一起烤山鸡 李公子还同郡主说了许多他以前的事情 还说要带郡主去梅城玩 一堵闻人雅士的盛会 王氏问了一会儿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便打发着二人离开 你们也辛苦了 去账房领十两银子 算是我赏的 两人瞬间高兴了起来 谢夫人赏 其实 作为一个侯府嫡女的贴身婢女 尤其还跟着一个有钱有宠的主子 他们的家底比普通的庶女 还要丰厚几分 主子就算是亏了别人 也没有亏待他们的道理 故此 他们不在乎这十两银子 在意的是夫人的认同 两个姑娘高高兴兴地出了门 正好看到了 苏管在院中围着一株石榴树走动 树上的红色石榴花 灼灼奇华 美得黄眼 郡主 出来了 苏管招手让他们过来 没事 我们就去御华院了 是 姑娘 三人到达御华院的时候 苏巡和李氏正听完护卫的禀告 将二人打发离开 李氏问苏巡 三爷可是觉得这里公子如何 苏巡喝了一口茶 看了一眼李灵送上来的礼物 点了点头 自然是不错的 李氏笑了笑 那三爷也该放心了 确实放心了 李氏的目光动了动 然后又说起了别的事情 那三爷 我之前和你说的事情 让玉燕来府上的事情 您觉得如何 如今阿染和阿玲也都出嫁了 阿父和阿管也结了仇怨 阿管难免有些孤单 让玉燕过来陪陪阿管也好 姐妹年纪相仿 也有个伴 苏巡一顿 然后看向她 既然是你的侄女 来这里小住几日 自然是可以的 可不能有别的打算 李氏松了口气道 三爷放心 自然是没有的 苏巡心情不错 苏管过来的时候 她也没再问她什么 就打发她回去休息了 苏管好不容易回到了管院 累得连脚都不想卖了 郡主 郑国公府今日送来的端午里 如今正放在屋里 夫人说交给郡主处置 您看如何 对了 今日中午 陛下给各位大臣的赏赐也到了 府上今年送了两份过来 一份是给郡主的 郡主你看怎么安排 苏管想了想 这么多东西她也吃不完 于是便道 留下一些在管院 剩下的都送到御华院去 交给母亲处理就是了 第七十八章 她应于山野间 自由自在如风 李灵去了一趟昭王府 等了些时候 才等到了皇帝的到来 自然也看到了那一块的陶木牌 她拿在手里 轻轻地颠了一下重量 然后道 东军有所不知 李氏的陶木声 在黎城西边的深渊之下 木制的纹路警示 重量也稍重一两分 这重量差了 皇帝也知道此事 应该不是黎城做的 若不然她这会儿 不应该与对方坐在这里交谈 而是先派人打她的措手不及了 而且李氏的陶木牌 每一个都有编号 李灵示意边上的护卫 将陶木牌拿出来 陶木牌的前面是写着离字 翻过后面写的是一种符号 像是线条扭曲了一样 并不是正常的1234 虽然不懂他们自己 所谓的数字编号 但是皇帝还是信了她 李灵将陶木牌还给护卫 然后问 东军查出什么来了没 上位 潜入水中的人借以死去 便是有活下来的 得知失败也咬舌自尽了 守水口的人也都被灭了口 李灵道 此事牵扯到黎城 若是失败 东军发现是黎城之人 那么定然要与黎城反目的 黎城有神兵甲卫 有机关傀儡 也不知道东军认为 到了最后谁胜谁负 黎城虽然人少 可是随便联合一国 东军的宁和军 也不知道能不能胜 李家主的意思 是有人想对付我东赵 以此引火烧身 待日后伺机而动 东军心里怎么想的 便是如何吧 李灵没有久留 与他说了一会话 就带着人离开 回到居住的小院之后 便立刻派人去查此事 久便对此深感困惑 我总觉得此事不止这么简单 若是真的是他国所为 那么黎城根本就没有做这件事 自然会知道自己被人坑了 到时候掉转过头来 到底谁倒霉 还说不准呢 远游坐在一旁摇头 表示自己 对这些烧脑的事情想不明白 李灵道 也不是人人都和你一样 想得这么长远 说不准 便是想制造点矛盾罢了 久便想了想 也对 李灵道 我过两日回归宴城一趟 远游和我一同去 你带些人留下来 注意一些静明侯府 酒便嗷了一声 我晓得了 注意一下六姑娘是吧 李灵凉凉地看了他一眼 六姑娘也是你叫的吗 哎呀 瞧着我这脑子 他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脑子 笑容却一点都不变 是郡主是吧 公子你放心吧 我定然会派人保护好郡主的 李灵凉凉地看了他一眼 清风别院那边也注意一下 按照我之前的方案办就是了 东军那边 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看着办就是了 行 李灵安排了事情 便让人准备去归宴城的事宜 过几日 刚好是他母亲的忌日 他要赶在这一天之前 回到那里拜祭他的母亲 李氏族人并不拘泥于葬在何方 若是有什么想去长眠之地 那也是可以的 他的父母二人 父亲葬在了李氏族地 而母亲则是葬在了养育了 他的那片土地上归宴城石桥村 他的父亲曾说 他们一生圆满 也没有期待过什么底下团聚 或是来生再见 他愿在李氏的族地里长眠 而他的母亲 更愿意在他熟悉的地方 守护着那一片山水 虽说在那里住过几年的时间 可是他总觉得 自己与那里格格不入 找不到归属感 或许他想 他不过只是一个秀才的女儿 如何担得起 这一族当家主母的身份 他应于山野间 自由自在如风 他的父亲 大概是觉得对不住他 将他拉入了这个陌生的世界之中 所以也不愿再禁锢他 在他死后 将他送回了归宴城埋葬 也算是落地归根 让他心中踏实 日落西山 夜色渐渐弥漫 月亮已经挂在了天边 这个时候 赵王府的马车 才慢悠悠地行驶到了 进宁侯府门前 赵明言送苏福回府 下车的时候 两人还依依不舍 赵明言看着苏福交好的容颜 十分地不舍 也不知下次 我要何时才能见到阿福 苏福温柔笑道 明言不必担忧 总是有机会的 我若是得了 空闲出府 到时候写信给你就是了 赵明言文言果然很高兴 那我们约定好了 阿福 你可千万要说话算数啊 赵明言确实是很喜欢苏福的 苏福很温柔 也很柔软 最懂得她的心思 让她很愉快 也很高兴 她很喜欢和她待在一起 这是别的姑娘 都没有给过她的感觉的 她这么地喜欢苏福 所以才会求着母妃 给她定下这门亲事 在她看来 世间上没有比阿福更好的姑娘了 苏福温柔地笑着 算数算数 赵明言道 若是他们在欺负你 你一定要同我说 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好好好 苏福送了赵明言上马车离开 然后才带着人进府 这会儿天色已经黑了 她也觉得有些累 正想着回去好好休息 却在门口的时候 被一个婢女拦了下来 四姑娘 夫人请您去正院 苏福一顿 这才想起 现在已经晚了 她迟迟未归 府上的长辈 自然是有意见的 她只顾着抓牢赵明言 却忘了家里的事情 她这样想着 心里有些烦了 若是在前世 她还是一个 支离手里的大家千金贵女 可是知晓苏冉和太子 做出那样不要脸的事情之后 她方才觉得 名声不如握在手里的东西重要 只要她把握住了赵明言 一切都是值得的 苏福扬了扬下巴 那就叨扰祖母安晴了 我这就过去 那婢女伸出手来 做了一个请的姿态 四姑娘请 苏福哼了哼 甩了甩袖子往前走去 此时 王氏正在正厅冲着苏旺和杨氏发脾气 你们教的女儿 出去 到现在都没回来 她怎么不去昭王府过日子啊 她还要不要脸 苏旺和杨氏敢怒不敢言 杨氏有心想要为女儿解释 可是见王氏这样生气 也是不敢 等她回来了 我定然是要好好制止她 既然这么喜欢昭王府 那就早些嫁过就好了 省得继续丢人现眼 第79章 静明宫 祖母 王氏呼吸一梗 瞧见走进来的苏福 脸色更黑了一些 你还知道要回来 苏福急忙解释道 昭王妃热情留客 孙女也不敢拒 还望祖母见谅 她说的这话 王氏自然是不幸的 招王妃不喜 她得狠 怎么会热情留客 不过王氏也不好拆穿 冷哼了一声道 你倒是有出息的狠 苏福低下头来 是阿福错了 阿福任凭祖母惩罚 王氏觉得心累 行了 王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然后道 我之前与你们说的 让阿福早日澄清 你们觉得如何 苏旺敏纯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按理说 他是不该同意的 苏福今年才急急 便是要出嫁 那也是明年的事情了 其中有一年的时间 来绣嫁衣和准备嫁妆 可王氏如今的意思 分明是想在今年之内 将苏福嫁出去 可是又出了今日这事 苏福与赵明言外出迟迟未归 他也担心这两个小年轻 闹出什么事情来 不守规矩 不知礼数 可若是匆匆忙忙出嫁 又怕让人耻笑 敬宁侯府忙于攀附赵王府 王氏问苏旺 老大 你来说 苏旺闭了闭眼 然后道 此事便有母亲做主了 儿子没有意见 杨氏道 儿媳也没意见 杨氏自然是没什么意见的 虽然说他也舍不得女儿 可是女儿找到好姻缘 自然是要先嫁过去最好的 再说了 苏福的嫁妆 这些年也攒着 也不会少了什么 他暗地里听说了 赵王手中 还有一个陛下亲口许下的侯爵位置 赵明延可是昭王和昭王妃嫡子 日后长子赵明展继承王府 赵明延至少也是一个侯爷 这样的亲事 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早些嫁过去 他也早些安心 王氏看向苏福 那阿福你呢 你是怎么想的 苏福脸色有些茫然 不过他想了一下 日后赵明延的身份地位 心也越发坚定了起来 阿福也听祖母的 迟早也是要嫁的 早些时候嫁过去 他也不用这么费尽心思地讨好赵明延 王氏哼了一声 那好 我便寻一个时间 与赵王妃一同商议一下澄清的事情 苏福微微屈膝 孙女谢过祖母 王氏爸爸手 都下去吧 苏望与杨氏便带着苏福离开 三人走到一半路程 便听到有婢女匆匆来报 说是叶姨娘病了 世子爷 叶姨娘这回是病得不轻 又不肯吃药 奴婢瞧着可怜 您快去看看她吧 她性子倔强 只听您的劝 小婢女哭哭啼啼的 惶恐不安 苏望皱起眉头来 小婢女点头 是的 奴婢求世子爷 快去看看叶姨娘吧 苏望当即就点了头 我随你去一趟 说着 也不管后面的杨氏和苏福 与那小婢女匆匆走了 杨氏见此 几乎是咬碎了牙齿 早知如此 便不该对付姓蛇哪个婆娘了 白白便宜了那小贱人 蛇姨娘比杨氏还要待上两年 虽然因着这些年跟着苏望 苏望对她有几分勤奋 可到底年纪大了 也不会再弄出个孩子来 如今蛇姨娘是走了 可苏望也厌恶杨氏 觉得她蛇蝎心肠 连睡觉都不愿与她睡在一处 更不谈别的了 故此 也就便宜了叶姨娘 这段日子 苏望时常留宿她那处 要是再弄出个孩子来 杨氏自己 怕是要气得吐血 信念那个贱人 苏福道 母亲何必生气 一直将她当成伺候父亲的奴婢 不就是成了 大不了让人备好婢子汤吧 左右不过就是一个低下的女人 杨氏怎么能不生气 苏望到底是她的夫君 她的夫君不愿与她在一起 反而宠爱那些低贱的女人 她堂堂杨家千金 难道还比不过那些女人吗 不过苏福说的也对 事已至此 也只能这样了 她姑且是忍了 等以后有了机会 定然要好好教训教训那小贱人的 杨氏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你去过了昭王府 可知三公子院中可有人 这个有人用的 可算是非常微妙了 苏福脸皮一僵 脸上的肤粉 都有些挂不住了 她虽然没有去昭王府 却也知道赵明延身边有什么人了 赵明延十七岁 赵王妃便给她安排了两个通房 如今已经跟了她两年了 赵明延说过 只要与她成亲 便将两人打发到乡下去 不会爱她的眼 杨氏见她脸色不好 只得拍拍她的手劝道 我知晓你心中不高兴 可是男儿啊 哪个是没有几方妾室的 咱们只能忍了 三公子最是喜欢你 你让她别再去那些人房里就是了 苏福道 母亲放心吧 三公子说了 待日后与我成亲 便将这些人打发离开 也不会碍着我的眼的 杨氏闻言一喜 如此最好了 我儿真是好运 苏福虽然觉得 赵明延事先有了别的女人 心里有些不爽 但是也觉得她愿意打发了那些人 比其他的男人好多了 也不亏她在她的身上 花了这么多心思 那是当然 她不但掳获了这个男人的心 日后还要凭着这个男人登上高位 重生这样的事情 都能让她遇见 她自然是好运到的人 次日大朝会 皇帝颁布圣令 命平元侯接掌宁和军 授以兵符 同时 封了 敬宁侯以公爵之位 封敬宁宫 帝城一片哗然 原本以为敬宁侯失了兵符 这敬宁侯府 日后便是如此了 没想到 陛下念及其劳苦功高 特赐了她公爵之位 日后 这便是敬宁宫了 之前的侯府 也要更名为公府了 东赵的公爵不同侯爵 侯爵外戚皇族 或是位朝堂立下功劳者 都可赐封 属于普通世袭 子成父若不能得到皇帝的恩赐 便要降绝继承 比如说 如今的敬宁侯是侯爵 到了苏旺继承爵位 便只剩下伯爵 称作敬宁伯了 可公爵却是不同 所封之人 那个不是于朝堂立下大功之人 且世代网替 也就是不限次数 不降绝地 由后代子孙继承 比如说昭王 皇帝的亲弟弟 属于世代网替的王爵 此后赵明展和他的子孙继承 依旧是昭王 而且是此前东赵 唯一的公爵便是镇国公了 如今又多了一位静明公 消息一出 圣旨颁布到了静明侯府上 陛下的各种赏赐 络绎不绝送进府中 外面的人妒忌的眼都红了 第八十章 陛下恩赏于我 王氏幸福地 简直要晕过去了 他与静明侯多年筹谋 不就是为了子孙后代吗 如今有了这个公爵之位 只要不犯下大错 日后子孙便是不能立下大功 那也是平平安安享受着富贵 好好好 王氏觉得自己腿软的 都有些站不住了 勉强撑着将宣旨的刘公公送走 然后回了扶平院 笑得脸上的皱纹都深了不少 是我苏家之福啊 他们夫妻二人 谋的不就是苏家百年士族吗 如此一来 便是子孙不争气 那也是能安稳了 虽然说这一次上交了兵符 府上失去了最大的依仗 可是子孙都不争气 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掌管东赵的神兵 若是出了差错 在爆发战争的时候 那可是灭国的大祸 如此拿着兵符 换了这世代网替的公爵 那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了 此时被授封了的静宁公也很高兴 这一场封赏 像是驱散了笼罩在府上的阴霾 展露出阳光来 好事啊 陛下恩赏于我 静宁公感慨 说起来 皇帝也算是一个赏罚分明的明君了 静宁公从底层爬起来 也得亏这位主子的赏识 静宁侯府的牌匾 换成了皇帝恩赏的静宁公府 静宁公游着下人扶着 与王室一同站在下面看着 眼睛微红 觉得自己这一生 死了也是无憾了 想当年 自己不过是个矛头小子 家里是吃了 上顿没有下顿 一个馒头还要省着吃 后来娶了媳妇 也跟着一块饿肚子 他就想着想着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他的祖祖辈辈 都过着这样的日子 他也过着这样的日子 可他不能让后代子孙 继续过这样的日子 他要找一个出路 碰巧当时战乱四起 朝廷征兵 他毅然决定 走上了这条道路 期间吃过多少苦 受过多少伤 如今想来 是死而无憾了 他的一生 无愧于先祖 也无愧于子孙后代了 封赏过后 便是各家上门前来 送礼祝贺 敬宁宫如今还在伤中 只得回去休息 王室带着儿子而席们应对 直到日暮西下 黑夜降临 这才送走最后一位客人 杨氏的笑容 一直都没停过 婆母 有人问 咱们府上何时举行一场宴会 也好庆祝庆祝 杨氏觉得自己的运气真是好极了 如今陛下风赏 待到日后 他也可以是敬宁宫夫人了 王室心情好了 也懒得计较 宴会是要办的 再过两个月 便是公爷的寿臣 到时候大办一场就是了 杨氏道 这两个月是否久了一些 那我下个月 他话还没说完 王室便打断了他 不久 公爷寿臣 确实应该办一场 就今年吧 也热闹热闹 杨氏还想说什么 边上的苏望 扯了一下他的袖子 眼中含着警告 王室有些不服气 但是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想说 这两个月太长了 下个月月初 正是他的生辰 在那个时候大办也好 这等荣光的机会 是何等的难得 只可惜 王室不愿意给他 这些事情不用你操心 回去好好准备阿福的嫁妆 王室看了自己儿子一眼 莫名的有些生气 之前他没有感觉 可是现在突然觉得 让苏望席爵不是一件好事 他这儿子 能力一般 日后席爵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有了杨氏这样的媳妇 实在是拖后腿 他的目光一闪 心觉得苏健娶妻的事情 也该安排起来了 给他娶一房厉害的媳妇 到时候 他和公爷多熬几年 将爵位直接给了孙子 也不是不可以 若是让杨氏当家 府上迟早得让他给毁了 行了 你们都回去吧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记住了 出门在外万分小心 万不可高傲得意 得罪了人 是 几人各自离开 苏寻与李氏回到了御华院 李氏便算起了 早日接娘家侄女 到府上来的事情 心想着 这两日王室心情好 便与他提一提 李氏想借着府上的地位 给娘家侄女找一门好亲事 李家乃是富商 与静宁公府相比 那是一个天一个地 便是能稍稍地沾光 求王室帮忙 便能找到一个不错的亲事了 他的要求不高 也不求什么弟子长孙 大家士族的次子数子 都是可以的 苏寻对此倒不说什么 只要对方不盯着他 不该盯着的人 这点忙他也是 愿意帮的 到底李氏是他的妻子 又给他生了苏良和苏罗 他的娘家还是要帮忙看顾一下的 那你便去问一问母亲 母亲善良 定然会同意的 依照王室的性情 只要是不作妖 对于晚辈 那都是有几分恋爱的 那行 那切身便是问一问 次日 李氏果然去问了王室此事 王室也知道李家的情况 想了一下便同意了下来 李家好歹是苏良和苏罗的外祖家 树大分支 说不得他和静宁公百年之后 家里就会分家 李家示弱 与苏寻和两个孩子也没什么好处 若是给李家寻到一门不错的亲事 日后有什么事情 也能帮衬一二 于是 李氏得了王室的同意 便带着苏罗 一起欢欢喜喜地回了一趟李家 让人收拾一些东西 准备将李玉燕接到府中来 李玉燕是李氏大哥的女儿 今年才刚刚急急 是一个正在说清的姑娘 李家的地位底下 又吃到了李氏 嫁给苏寻的好处 在亲事寻了许久都不满意之后 便求到了李氏面前 请李氏帮忙 由这静宁侯府出面 说一门好亲事 没想到这还没开始 静宁侯府就变成了静宁公府了 这下子 李家更是高兴了 李大爷的妻子李大嫂 对着自己的小姑子笑容满面 玉燕的东西 早早地就说是妥当了 只带你这个姑母派人来接她 没想到你这次带着阿罗一起回来 她可高兴呢 刚才还红着眼说 姑母疼爱她 李氏道 到底是我亲侄女 疼爱她也是应该的 嫂嫂何必同我客气 李大嫂道 听说府上得了陛下的恩赐 往上升了升 得了一个世代往替的公爵 可真是了不得呀 李大嫂说着 便压低了声音问 我听闻 府上的长房大公子还未说清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妹妹你瞧瞧 咱们家玉燕如何 第八十一章 李玉燕 玉燕 李氏一愣 当时脸色都变了 大嫂 你可万万不能想这事 若是让三爷和婆母知道了 我都没好日子过 李玉燕虽然是李氏的侄女 但是苏建乃是静宁公府长孙嫡孙 身份尊贵 便是要娶妻 娶个公主郡主 也是使得的 再不计 这满地城的千金贵女 也要争破头 李玉燕算了什么 一个商户之女 说难听点的 便是做妾 人家都要考量一下平性如何 若是她敢开这个口 王室还不骂死她 李大嫂却道 这不试试 又怎么知道不行呢 你先带玉燕回了静宁公府 然后再寻一些机会 让大公子见见咱们玉燕 说不准大公子就喜欢玉燕这样的呢 玉燕温柔体贴 谁人见了不称赞她一句 说是好姑娘 再说了 这只要人不错 论什么出身嘛 谁不知道 这二十几年前 静宁公夫妇 还是山野之中的乡下人 这如今也不至于 看不起别人出身 李氏皱眉 然后又听李大嫂说道 你也知道咱们李家的情况 若是玉燕能得大公子青睐 那咱们这李家 日后也跟着沾光是不是 你便是不为李家着想 也要为你自己 和阿良阿罗着想啊 李大嫂叹气 虽然你如今是 静宁公府的三少夫人 到底是要掌房那边继承的 三爷虽为府上的三爷 可闻不成五不救的 说句不好听的 日后若是公爷与夫人不在了 掌房继承公爵之位 府上分了家 你们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日后掌房那边有点良心 能帮衬一些 那还好 若是他们不管不问的 你与三爷 还有阿罗和阿良 这得受多少罪 你忍心吗 倒不如 让玉燕嫁到掌房去 做了那大公子的嫡妻 你是玉燕的姑姑 她能不照顾你吗 李氏被李大嫂说的 虽然她知道 李家不应该打这样的主意 可是自家嫂子说的也不无道理 她总要为日后着想 她的阿良和阿罗 总不能差得太多了 可是郡主 你别说什么郡主 李大嫂打断了她的话 郡主再怎么好 也不是你亲女 能对你有几分心 对阿良阿罗能有几分心 再说了 谁人不知道 她这个郡主 也不过是陛下赏赐的虚名 又不是真正的皇子皇孙 背后又没有实权撑着 能办成什么事情 妹妹啊 你好了 咱们李家才能好 同样的 咱们李家好了 还能亏了你吗 只要郡主 过得好 你这不是跟着张光 后来李大嫂在说什么 李氏已经不记得了 她晕乎乎的 带着李郡主 上了马车 马车摇摇晃晃的 往静明公府走去 苏罗还是个单纯的小姑娘 见到了表姐 也很高兴的 路上叽叽喳喳的 说个不停 李郡主 对她非常的不错 笑容温柔的 无可挑剔 姑母 姑母 李氏恍惚之间回神 然后又听李郡主 姑母这是怎么了 没事 李氏摇头 我就是在想 将哪一处院子 安排给你住着 李郡燕微笑 姑母费心了 郡燕 住哪里都是可以的 若是单独安排院子 太过麻烦 郡燕可否与郡主住在一起 李氏一愣 你想与郡主住一起 李郡燕笑着点头 郡主是连陛下 都夸奖过的人 郡燕想在郡主身边 多学习学习 李氏一想也是 苏管的性情好 李杰也是 无可挑剔的 若是李郡燕 能跟在他身边多学习学习 也是一件好事 我姑母就替你问一问 郡主善良 定然愿意与你相处的 李郡燕闻言 笑容更加灿烂了一些 郡燕多谢姑母 苏罗眼珠子转了转 然后伸手扯了一下李氏的袖子 母亲 阿罗也想和六姐姐一起 母亲 阿罗也要去 阿罗莫要胡闹 你这个调皮猴 还是莫要让你 六姐操心你了 苏罗有些不高兴 哪有 阿罗很乖的 李氏摇头拒绝 你要去上课 苏罗听说要上课 顿时神情都为你了 坐在一旁低头伸出手指 扣着袖子 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李氏无奈 值得去哄她 你要听话 得了空闲 我便许了你 去你六姐那里玩 那母亲说话可要算数 算数 苏罗文言果然又高兴了起来 李玉燕瞧着苏罗单纯的样子 脸上露出笑容来 苏罗今年也十岁了 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再过几年 也要说清了 可是李氏 还将她宠成这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马车在静宁侯府的门前停下 刚刚一下车 便有下人过来搬东西 李氏吩咐了一声 将东西搬到管院去 让郡主空出一间两间屋子 表小姐要暂住一段时间 是 下人领命搬东西 李氏便带着苏罗和李玉燕 去拜见王室 李玉燕在走去扶平院路上的时候 还有些紧张 李氏小声地安抚她道 你莫要担忧 夫人是个好性子的人 你规规矩矩的 行事恭敬些便是了 李玉燕点了点头 多谢姑母提醒 玉燕知晓了 你知晓便好 府上不比家中 你自己也住一些 既然离下 总是要小心谨慎一些的 玉燕知晓了 刚刚下了马车 便有人通知了王室 这会儿 王室已经在正厅坐着 等李氏等人进来 苏罗刚刚到了门口 见了王室便放开了李氏的手 快步地跑了过去 祖母 祖母 王室顿时露出慈祥的笑容来 是阿罗呀 祖母的阿罗 快些过来给祖母看看 苏罗快步地 跑到王室身边 轻轻切切地抱着王室的手撒娇 高兴得不得了 王室也宠着他 伸手抚了一下 他耳边汗湿的发丝 累了吧 苏罗摇摇头 祖母 阿罗不累 祖母 玉燕表姐 要到咱们家里来住 以后阿罗 就能和玉燕表姐完了 好好 那就让你玉燕表姐陪你玩 第82章 想与郡主同住 李氏带着李玉燕 跟紧在后面进了屋子 然后向王室行礼 王室把手让两人起来 转头命人上茶 王室打量了李玉燕一眼 李玉燕身量高挑 样貌与李氏 倒是有几分相似 虽然称不上极好的颜色 但是肌肤白皙 年轻貌美 此时 他正穿着一件蓝色 袖着柳枝的的胶巾 齐腰如裙 腰细腿长 手中拿着一块白色的帕子 手腕上戴着一只银镯子 头上梳着刘苏记 粘着两只柳叶簪子 看着有几分素雅端庄 却也耐看 王室当下便点了一下头 问他 你便是玉燕了 李玉燕不急不躁地上前回话 回夫人的话 小女正是 王室道 既然来了 就将这里当你自己的家一样 莫要拘泥 身边可是带了什么人过来 老三家的 你可是觉得 哪个院子比较妥当 李玉燕道 玉燕来得匆忙 身边就带了一个丫鬟茬 王室道 那应该多安排几个人 婆母 院子便不闭了 李氏犹豫了一下 慢慢地开口 而喜想着 郡主那边的管院也够大 空出两间屋子给他住就是了 也好让他在郡主那边学习学习 再则 两个年纪差不多的姑娘 一起也有个照应是不是 李氏月时说到后面 声音是越小 不知是怎么的 他心中有些不安稳 王室听着他的话 脸上的笑容微微凝了一下 然后拍拍苏罗的手 让他去边上坐下 然后问李氏 这是你的想法 李氏顿了一下 刚想点头 然后便见李玉燕上前跪了下来 道 回夫人的话 这是玉燕求姑母的 玉燕 玉燕自知身份低微 郡主乃是高门嫡女 打小便有夫人 这样的祖母亲自教导 玉燕很是羡慕 玉燕只想在郡主身边多学习学习 免得日后丢人现眼 若是有什么不妥的 还请夫人恕罪 王室轻轻地拍了拍膝盖 然后道 你且起来了 恕罪倒是不必了 郡主的教养 也确实是府上最好的 只不过郡主即将定亲 平日里也要学着管家 整理嫁妆 得了空闲 还要休假一 怕是没有空闲教导你什么 再则 郑国公府上的姑娘 也会过来陪她 你若是想学习 多陪陪你姑母就是了 李氏脸色一白 捏着帕子的手 也紧了一下 王室所言 是在点名苏馆 不是她亲女 她娘家的事情 劳烦不到苏馆 人家的外祖是郑国公府 不是李家 李家的事情 她自己费心就是了 让她妓女费心 确实是没有道理的 李玉燕捏着帕子的手 也紧了紧 头低得更下了 玉燕记下了 王室觉得有些无畏了起来 把手道 行了 先下去吧 老三家的 若是看好了 哪个空着的院子 便同眉姑说一声 派人去整理就是了 最近府上是多 既然是你的侄女 你多照应一些就是了 李氏低着头 应了一声 是 然后带着苏罗和李玉燕离开 王室看着三人的背影 然后叹了一口气 边上伺候的人问 夫人为何叹气 那李氏女不妥当 有些小心思罢了 王室道 之前的事情 还是算了 人家怕是看不上 王室应了李氏的要求 其实也是想看看这李氏女 若是妥当 人家也愿意 倒是可以给他娘家的侄孙做媒 进宁宫封侯之后 王室也没忘记自己的娘家 给了一些钱财 在老家最近的大城里 备制了家业 又托了县府大人福照 只是可惜 他的父母和兄弟 都没读过书 是在地里八十了多年的人 得了财富 也就是这样了 也就是到了他侄子这一带 才花了钱送去书院读书 识得一些字 管了管家业 在他侄孙这一带 倒是出了两三个不错的读书人 王室 有心给他们找一门好亲事 听李氏说起李家女 也便有了想法 李家虽不为官 可到底沾了一个皇上的名 也算是非常不错的对象了 日后 他再出力帮扶一下 待侄孙高中 说不得就能留在地城了 如今想来 李氏女怕事 想要高价 看不上他那侄孙的 王室目光闪了闪 李氏倒是做的一个好人 这李氏女到府上赞住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他到后 还要将人放到管院去 让苏管做陪 好人他做完了 累死累活的 就是苏管了 真是好打算 苏管这边 正跟着芝秀挑选秀鞋的花样子 最近的日子越来越热了 他续得坐两双鞋子穿着 小绳在一旁帮忙 小桑不善针线 在院子拿着一个扇子扇风 走来走去 查看了苏管种的花 正在此时 有仆妇搬着东西到管院的门口 说是要搬到屋里来 守着院子的小丫鬟不同意 双方闹了起来 我都说了 是我们姑奶奶 也就是你们三少夫人 让我们将东西搬过来的 以后我家姑娘就搬过来这里住 不行 若是没有请示过郡主 我是绝不允许旁人进去的 小丫鬟又不傻 要是王室传话过来 说是有人要在这里住 他实在是不敢拦的 可那是李氏啊 李氏是什么人 他主子的继母 三少夫人将他娘家的侄女往这里塞 那可就不行了 别说是他主子了 夫人都不会同意的 三少夫人自己的客人自己不招待 让他主子伺候着 简直是不要脸 抬走抬走 赶紧抬走 小丫扇着扇子走到了门口 见几人在僵持着 那小丫鬟见到小丫 整个人急得脸都红了 小丫姐姐 你可算是来了 小丫问 这是怎么回事 在这里吵闹 惊动了郡主 郡主仁慈不与你们计较 可是我等可不是好性子的 领头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 穿着素铺 文言便道 这位姐姐 妹妹名换茬 三少夫人娘家的御宴姑娘 正是我家主子 三少夫人发了话 让我家姑娘搬来与郡主同住 这小丫头拦着我进门 是什么道道理 小丫文言手中的扇子顿了一下 痴笑了一声 你说三少夫人安排的 正是 小丫扇着扇子轻笑 我倒是奇怪了 三少夫人何时管起了管院的闲事来 以为她家主子是随意被继母拿捏 没有人撑腰的小姑娘吗 第八十三章 拦在门外 论起来 小丫可不怕李氏 平日里公公敬敬客客气气地 敬她为三少夫人 可若是李氏欺负到她主子头上 那就不行了 苏管可不是什么爹 不疼娘不爱 随便个人就能姑娘 敬宁公与王室疼爱她 父亲苏巡也时常关怀她 生怕她受了委屈 再则 郑国公府还立在那里 是她外祖家 到了如今 她还得了一个郡主的封号 李氏要欺负她 也不掂量一下自己 查尔文言却皱眉 觉得小丫一个丫鬟 提到主家夫人的时候这种语气 觉得她对李氏不敬 很是不宽 这位姐姐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 我们家姑奶奶 也是府上的主子 郡主还要喊姑奶奶一声母亲 你这般说话 莫不是轻视我家姑奶奶 我家姑奶奶再怎么不计 那也是府上八台大轿 娶回来的 正儿八经的夫人 小丫笑了笑 你这小丫头 胡乱叫嚷什么 若是让郡主知晓了 指不定还骂我呢 我也没说三少夫人有什么不好的 只不过管缘太小 我家郡主爱静 怕是招待不周 还是另外安排的好 府上又不是没有空的院子 若真是三少夫人做的安排 也没道理 连一个传话的人都没有 直接将人往我主子这里塞 又不是什么猫狗 给口吃的就行了 这人住进来了 住那间房 丫鬟主子怎么安排 吃穿用度怎么安排 总得有个章程 若是三少夫人真有这个想法 还是请三少夫人亲自来一趟 同我们郡主说一声 若不然 我们可不能胡乱放人进去 查而不高兴 这东西都搬到门口了 哪有拦在门外不让进门的道理 什么话稍后再说就是 可这边是我家姑奶奶做的安排啊 你且禀报郡主 让我们进去 将我家姑娘的香网放下 到时候 咱们再去见我家姑奶奶就是了 小丧心想 这都放进来了 还有再将人赶走的道理吗 倒不如直接将人拦在门口 那可不行 这边的李氏与李玉燕 离开了扶贫院之后 便往苏馆的管院走来 李氏被王氏提点了两句 有些心虚 想着给李玉燕重新安排一个院子 再安排几个丫鬟伺候着 李玉燕却不大愿意 劝理是道 姑母何必如此担忧 夫人话虽如此 可若是郡主自己愿意 那夫人还能反对不成 再则 姑母这些年对郡主也不薄 郡主孝顺 这点小忙也是应该的 李玉燕自小便聪明 自从家里有了让她来尽宁功府 她便做好了两手打算 李家人意在苏建 想让她嫁进这府中 做长子嫡孙之妻 日后的公爵夫人 若是如此 自然是好的 可若是不成 她便要另寻出路 苏管绝对是一个 很好的桥梁和挡箭牌 以及保护牌 静宁功府家大业大 在东赵如今算得上 数一数二 她一个富商之女 虽是三房夫人的侄女 可是她的姑母 却是个续贤的 人家郑金的原配 是郑国功府的千金贵女 她实在是担心自己进了府中 被人看不上 暗地里遭到排挤和轻视 可若是与苏管在一处 那就不一样了 苏管在府中的地位极高 日后但凡苏管有什么 自然也少不了她一份的 自然也没人敢在 苏管的地界上 敢对她如何 再则 苏管就算是为了 她自己的名声 和府上的礼数 也不会对她太差 总会护着她 毕竟她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别人就会对苏管指指点点 说她照顾不周 再往下 苏管现在是郡主 是静宁功府嫡女千金 外祖家又是郑国功府 走出去谁人敢不进 她与这位同住同进同出 跟在她身边 自然能遇上更多的高门公子 而且走去 别人知道 她与郡主关系好 也高看她几分 至此 便是苏建一事不成 她也能找到不错的选择 李氏这些年在府上 她为苏巡生了一对龙凤胎 因着她对苏管也不差 所以 苏巡对她算是非常不错的 王氏也给她几分薄面 李家更是捧着 这位高价的姑奶奶 所以想得也不深 听了李玉燕的话 只觉得李玉燕 是真心想跟在苏管身边 学着如何做一个 千金贵女的样子 也想着 她这些年对苏管不错 对方也理应给她这一份薄面 于是便应了下来 那行 姑母便陪你一同去说一说 郡主是个和善的人 定然是愿意教你的 李玉燕道 那还是请姑母多费心 毕竟我贸贸然地住进去 怕是郡主心中不高兴 苏管低调 性子温婉 也从不与李氏争风 李氏 也一直紧记自己的身份 不敢做不该做的事情 两人之间一直相安无事 李氏认为自己 在苏管面前 还是有几分面子的 自然是不会的 李氏自信满满 没想到惨遭打脸 两人走到管院的门口 发现前来送香楼的人 被拦在了门口 苏管不在 她的贴身婢女小桑 正在查而争论 李氏脸色一变 然后快步上前去 怎么回事 查而争不过小桑 这会儿被拦在门外好一会儿 正委屈着呢 见到自家姑娘和姑奶奶过来了 便是一阵哭诉 姑奶奶 奴婢可是听了您的话 和下人将我家姑娘的香楼 送到这边来 可是到了这里 贝兰这连门都进不去 这是什么道理 什么 李氏眉头皱起 然后看向小桑 你设什么意思 小桑给李氏行礼 然后道 回三少夫人的话 此人说是三少夫人 您安排过来的 说是李家的姑娘 往后要在府上暂住 可我想着 这暂住又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郡主这儿又挤 实在是没办法安排下来 我们这些下人们 往日伺候郡主一人 那是刚刚够 若是多了一位交客 怕是怠慢了 可若是增添人手 院子也住不下 所以我就想着 是不是您安排错了 刚刚已经派了一个小丫鬟 去玉华院 请示三爷和您了 但凡李氏有些脑子 此时也应该想到 小桑 有这么大的胆子拦人 自然也是经过主子受益的 说明苏管不愿意 他的院子里 多一个长居的交客 这会儿 他应该答是他说错了 然后带着人离开 另外安排就是了 可是他觉得 是这丫头自作主张 于是便道 确实是我安排的 此事你做不得主 你家主子呢 第84章 娘老子的 看谁倒霉 小桑一阵呼吸不畅 回三少夫人的话 郡主在里头捂些 李氏道 那好 你去通报一声 说是我来了 小桑头都大了 他敢拦着这小丫头 但却没有拦李氏的道理 若是旁人知道 他将李氏拦在门外 都要指责郡主的不孝了 于是他忍了忍 那请三少夫人稍后 奴婢去喊郡主 说着他便砰的一声关上门 也不管将李氏关在门外 有没有礼貌 苏管早就听到了 外面的争论声 听到李氏来了 便让人收拾东西 小桑快步地跑了过来 眼见着屋子里都收拾好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苏管道 派人去玉华院的人回来了吗 我父亲可在 还没回 小桑呼吸了一口气 也不知三爷在不在 苏管皱了一下眉头 然后道 小慎 你随我去寝室 一会儿 咱们从里面出来 小桑开门让他们进来 得了机会派个人去扶贫院 告诉祖母 是 苏管和小慎 匆匆回了寝室 小桑见寝室的门关上 转头看了正厅整理好了 命了人去泡茶 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抬起下巴去开门 门外李氏打了头阵 李玉燕站在李氏旁边 一派温婉大方的样子 那小丫鬟跟在边上 冲着小桑直瞪眼 小桑视而不见 对着李氏道 三少夫人您请 郡主一会儿便来了 李氏拍拍李玉燕的手 安抚了一下她 便对后面的人说 将东西抬进来 小桑一顿 欲言又止 有心想拦 可却也不能在李氏眼珠子底下 做这样的事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个人 将李玉燕的香楼抬了进来 她咬了咬唇 握了握拳头 心中姑且将这事情记下 改名该写书信 送去郑国公府去 娘老子的 看谁倒霉 看你能住到什么时候 小桑扯出一些假校来 将人迎着去了 在正厅坐下 又上了茶 得了冯夕悄悄打发 一人去了扶品院告诉王氏 李氏和李玉燕坐着等着 时间有些酒 李氏喝了一口茶 微微苦涩 她皱眉 李玉燕自从进屋子 便低着头坐在一边不说话 一派安静端庄的样子 不敢多看一处地方 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李氏问小桑 你家郡主还没出来了吗 就来了 奴婢这就去催催 说着她便离开了正厅 转头去了苏馆的寝室 馆院是一个四合院室的院子 正院正房和东南西北四个厢房 后面还有个后照房 苏馆的寝室在西厢房 小桑推开门进了寝室 见苏馆和小慎抬头看来 轻轻地嘘了一声 苏馆点了点头 她会议 小慎扶着苏馆 小桑则是伸手将门打开 声音稍微抬高 郡主 小心抬剑 奴婢给你擦擦汗 奴婢真不是存心叫醒您的 这府上的人都知道 您武蝎要是被惊醒了 那得是要难受的 三少夫人定然是有天大的事情来找郡主 若不然奴婢也不敢将你惊醒 一会儿奴婢就去将府衣请过来 给郡主看看 李氏的文言略略有些心虚 只得尴尬地喝了一口茶 然后又听到了苏馆的声音 娇娇柔柔的 带着一些风吹就倒的虚弱 我无事 也不知道母亲找我有什么事情 小桑 你这次实在是不知规矩的很 母亲来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早些告知我 回头定然要罚你一个月的月钱呢 小桑小心翼翼道 奴婢 奴婢就是不想惊扰了郡主啊 郡主要罚 便罚就是了 只要郡主好好的 奴婢就算是豁出命 那都是值得的 要是三少夫人生气了 奴婢自己请罪 要打要骂 尽管来吧 千万别怪罪郡主就是了 李氏原本因着被拦在门外 这是很是生气 可是听着这话 心底舒坦了不少 又喝了一口茶 轻轻地放在了桌面上 李玉燕则是捏着帕子的手一紧 眉心微醋 她原本以为苏馆 不过是个深归娇宠的千金贵女 什么也不懂 如今看来 却也是个心细的 原本李氏还在因为被拦在门外的事情生气 在她这婢女几句话之间 画之于无形 她突然又有些不安 苏馆穿着一席 绣着白色抱尾松鼠的骑胸如裙 由着婢女扶着出来 她的发际上干干净净的 就用了一只白玉松鼠 抱着大尾巴的簪子固定 脸上白皙细嫩 干干净净的 此时她的气息有些娇弱 虚弱得像是站不稳似的 眼底清明清澈 像是山间的清泉 又像是清凉的湖水 荡起了涟漪 李玉燕不是第一次见到苏馆 但是觉得 此时的苏馆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以前的苏馆 温软娇弱 性子温吞 现在的苏馆 眼底有了清明 依旧温婉娇柔 可鼓鼓子里 却有了几分坚韧 似乎也不好欺负的样子 李玉燕心中诧异 又为自己的失算感到担忧 若是按照苏馆之前的性子 李氏都将人送到这里来了 她不愿意和李氏争执 便是心中不愿意 也只能将人留下来 可是如今 苏馆虚弱地笑了笑 母亲前来 我来不及迎接 实在是我的错 我这婢女不知规矩 我刚才已经说了她几句 罚了她一个月的月前 也好给她一个教训 还望母亲看在她伺候 我多年的面子上 不要与她计较 李氏道 我怎么会与她计较呢 你这个婢女 也是一心一意为了你 苏馆坐了下来 又婢女给她上了一盏白开水 她笑道 我几日晚上睡不好 下面的人小题大做 母亲瞧 连一口茶现在都不给我喝了 小桑立刻就到 哪有不给 郡主这几日夜里总是睡不着 这才进的茶 你们如此细心照顾郡主 我和三爷也放心了 李氏这才想起一旁的李玉燕 然后介绍道 这是我娘家的玉燕 她来过我们府上几次 你可是记得 苏馆点头 记得 玉燕是阿罗的表姐 阿罗还时常念叨着 阿罗的表姐 言下之意 是与苏罗有关系 与她无关 第八十五章 这姑娘莫不是将她当成傻子 李氏听不出她的弦外之音 倒是一旁的李玉燕 拧紧了帕子 李氏笑道 为难你还记得 我今日前来 确实是有件事情麻烦你的 苏馆的手指 在茶盏的边缘上 细细地摩擦几下 呕了一声 问 不知所为何事 李氏拉了一旁李玉燕的手 拍了拍到 玉燕要来府上赞助一段时日 我瞧着她与你同龄 便想着 让她住到你这边来 也好有个照应 平日里说说话也好 正好让她跟在你身边 学习学习礼仪 苏馆葱白的手指 点在五彩云和文的茶盏上 文言笑了一下 母亲高看我了 我平日里也不爱说话 也不爱与人相处 若是李姑娘来了我这里 怕是照顾不周 李家乃是母亲的娘家 李姑娘自然也是府上的贵客 若是招待不周 岂不是施了咱们静宁公府的李 再说 阿管也没有招待客人的经验 自知不足 心中惶恐 至于李姨 母亲也大可放心 凭着咱们静宁公府的地位 别说是请一位李姨女先生了 便是请宫中出来的嬷嬷 那也是使得的 李氏听她这样说 微微皱眉 可我实在是担心 玉燕在府上孤单了些 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 俗管道 这也简单得很 母亲不若将李姑娘与阿罗住在一处 阿罗性子活泼 这不是正正好 说来说去 不过是她不愿意 李氏有些不高兴 心想 她这些年对苏管也不薄 不过是让她照顾一下娘家的姑娘 她便推三赌四的 连半点面子都不给 李氏正想说什么 一旁的李玉燕拉了她一下 她低着头道 郡主莫要怪罪姑母 这一切都是我求的 我原本就想亲近亲近郡主 跟在郡主身边多学习学习 郡主乃是贵女之典范 是连陛下都称赞的人 便是我能学到一丁半点的 那与我一生都是有好处的 若是郡主允了 我定然安安静静地待着 定然是不敢打扰郡主的 还望郡主成全 说着 她就要下跪 李氏赶忙拉着李玉燕 急急道 玉燕 你这是做什么 快快起来 不过是小事而已 何故如此 李玉燕小心地摇头 姑母 我只是想求求郡主 郡主心地善良 定然会允了我所求的 苏管连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说什么不打扰 其实她存在便是一种打扰 不过是想借着她的光往上爬而已 还说得自己如何地诚心诚意 还下跪磕头请求 这姑娘莫不是将她当成傻子 好糊弄得很 李氏赶忙道 郡主定然是会允了你的 是不是 郡主 被李氏点名 苏管抬了一下头 刚想着如何拒绝地 让对方死心 这个时候 在门口出传来一个声音 不用问她了 我不允 阿管还要准备嫁妆 是没有机会教导旁人礼仪的 若是你这侄女真的不懂 派人去请一位女先生 来教导就是了 苏管眼睛一亮 父亲 李氏没有料到 苏巡这个时候会过来了 也愣了一下 三爷 李玉燕低下头来 小声地喊了一声 姑父 苏巡看了李氏一眼 目光扫过低着头的李玉燕 目光微寒 呼吸了一口气 有些不悦道 行了 就这么办了 阿罗住的地方 离玉华院太近 实在不合适 母亲已经给李姑娘安排了住处 边上的眉姑上前一步道 是的 夫人命我将清幽院打扫干净了 日后李家姑娘便住在那处 苏巡是刚刚从外面回来 听说了这事 刚过来处理 而眉姑呢 则是王氏得知此事之后派过来的 两人在院外的时候碰见了 于是便一同进来 李氏想说什么 却见苏巡投过来一记警告的目光 他抿了抿嘴唇 只能闭嘴 苏巡道 劳烦眉姑将李姑娘送去清幽院 另外给她拨几个丫头伺候着 眉姑道 三爷客气了 这都是奴婢应该做的 苏巡点了点头 然后嘱咐了苏管一句 阿管若是累了 便回房去歇着吧 若是感到不适 便请了府衣过来瞧瞧 莫要忍着 我和你母亲还有事 便先离开了 苏管站起来行礼 多谢父亲 父亲母亲慢走 李氏还有些不明白 其中翻涌的风雨 原本还想说她 也要去清幽院帮忙整理 不过对上苏巡的目光 心中有些发怂 见她转身往外走去 也只能快步地跟上去 李玉燕也想跟上去 却被梅姑拦住 梅姑道 李姑娘 快随我来吧 夫人为您安排了清幽院 您先看一看 若是觉得不满意 咱们再换一处 再则 也看看有什么东西 需要添置的 您是府上的贵客 我们这个坐下人的 得将一切安排得 妥妥当当才是 若不然 夫人怕是要怪罪于我 李玉燕咬了咬唇 抬眼看了一眼苏管 见苏管坐回原来的位置上 像是没看到她的恳求似的 她呼吸了一口气 最终只能硬了下来 那就有劳姑姑了 李姑娘客气了 这都是 我应该做了 李姑娘请吧 梅姑说完 转头和苏管说了一声 那郡主 奴婢先走了 苏管回头 韩孝道 梅姑慢走 我让人送你们出去 小桑 送一下李姑娘和梅姑 小桑走了上来 韩孝送两人出门 顺道让人 将李玉燕的香龙也抬了出去 带到两人走后 小桑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见一行人的背影消失 这才转身回了小院 砰的一声 苏管和小慎正在喝茶 见到他回来 苏管也递了一盏给他 小桑高兴地笑了起来 郡主 你没瞧见那李家姑娘的脸色 整个人都要哭了 说到这里 他又道 不过那等人也不值得心疼 还妄想踩着郡主往上走 让郡主给他做瞧 他以为他是谁啊 李玉燕是什么心思的 连同小桑小慎都看得明白 大家士族里的事情 他俩也是见多了 小慎问 郡主 可要去信给镇国功福 苏管摇头 不必了 既然父亲和祖母都帮了忙 事情也觉得了就算了 若不然 外祖父外祖母他们 怕是要以为府上欺负我 父亲和祖母 定然会不高兴的 小慎又问 那我们就这样算了 三少夫人那边 母亲那边 自然有父亲处理 不会有事的 第八十六章 李氏 你的日子 果然是过得太好了 苏巡一路冷着脸 回到了御华院 然后灌了一口冷茶 李氏的脚步比不得他 过去的时候也慢了一些 进屋子的时候 便看到了苏巡在灌茶 他便急急地问 三爷 你这是怎么了 苏巡气得脸色发红 我怎么了 李氏 你问问你自己 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先生活太平淡 想闹点事情出来 也好热闹热闹 苏巡确实是生气的 这些年来 李氏与苏管 一直相处平安无事 谈不上有什么情分 可是还算和谐 李氏也从未身手过 管院的事情 苏管也不曾对这个祖母 有什么意见 可是如今 李氏想将他娘家侄女 往苏管那里塞 这就有点过了 上门急事课 李家又是府上正经的亲家 这课也称得上是贵客 李氏自己不招待 反而让苏管来废这个心 这是什么道理 既然是李家的事情 你自己处理也就罢了 为何要将人送去管院 母亲那边也明明白白地拒了你 你为何还要上管院 去问这些话 李氏道 玉燕不过是想在 郡主身边多学习学习 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李家的事 李家怎么了 我好歹被他叫一声母亲 李家也算是他半个外祖家 不过是招待一下玉燕 教导他一下罢了 算得什么大事 再说了 便是他不念着李家 我这些年代他不薄 他便是 看在我的面子上 帮我这点忙怎么了 李氏觉得自己委屈 他实在是觉得 让李玉燕和苏管住在一起 算不得什么大事 而且 他照顾苏管多年 苏管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 实在是太不 将他放在眼里了 你如今为此和我生气 怎么不说他小心眼 连这点小事都不帮忙 还让你回来教训我 苏寻脸色当时就变了 李氏 我看你这些年 日子过得太好 忘了当初你 怎么是怎么嫁给我的 李氏一顿 被他突然拔高的声音 吓了一跳 然后又听他说 府上为何选上你 镇国公府为何同意 不就是看中了你性格温吞 家世地位低 这日后不敢欺负到阿管头上吗 现在你来告诉我 你这些年对他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可以以母亲之名 要求他为你办事 甚至要帮你提携李家 屈尊将贵 照顾你李家的姑娘 为此低眉下气 李家好大的脸 真当府上是死的吗 当镇国公府是死的吗 从你进了这个门开始 你理应清楚 此后要低眉下气的那个人 是你 而不是阿管 李氏咬唇 脸色灰白 又有些不甘心 便是他出身 差一些又如何 他为苏寻生下了苏良和苏罗 又做了苏管多年的继母 难道要求他帮忙 办些事情都不成吗 你不甘心 你有什么不甘心的 苏寻觉得心头烦得很 这些年 府上给了你娘家多少好处 又给了多少便利 苏家和镇国公府 同意苏寻娶李氏 因着他实在是年轻 再娶是应该的 看重李氏 无非是他性格好 不会欺负苏管 李氏女高价 苏家低娶 李氏进门 要进着他这个原配嫡女 而苏家则是会给李家好处 成为李家的靠山 这一切 原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 现在的李氏 竟然想着打破这个平衡 苏寻闭了闭眼 你可是还记得 当初说清的时候 李家答应了什么 你又答应了什么 如今反倒来说 你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阿管就该敬着你 敬着李家 帮着你伺候着李家的人 李氏 你的日子 果然是过得太好了 李氏的眼泪 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他捂着嘴巴 坐在一旁哭了起来 哭着哭着 又觉得有些茫然 心里乱糟糟的 一边觉得 苏寻说的是对的 当初他进门前 就答应的事情 进门之后 他也一直带苏管不错 如今十年都过去了 府上也如同当初答应那样 护着他的娘家 让他的娘家 安安稳稳地在帝都立足 还混上了一个皇上的位置 可是 他觉得委屈也是真的 这么多年了 他都为苏寻生了一对双胞胎 他也不联系她 只想着大女儿 有没有受委屈 可怎么不想想 他和两个孩子 也会受委屈啊 他哭着哭着 又觉得自己 在府上 实在是没什么地位 因着娘家无权无视 所以才要处处低头 不但是他 甚至以后他的儿女 永远都要屈居在苏管之下 他又想起了自家嫂子的话 只要李家好了 他也能跟着好起来 只要玉燕好了 李家也才能好 若是玉燕能嫁给苏健 那么以后在府上 他有玉燕护着 苏寻敢这样委屈她 敢委屈着她的儿女 苏寻拧了拧眉 见她哭了 又有些不忍心 于是便道 好了 你也莫要再哭了 此事到此为止 你那侄女便住在清幽院 你也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阿管最多两年 也便要出嫁了 你和以前一样 莫要招惹她就是了 她性子温善 也不会麻烦你 在苏寻看来 谁也不麻烦谁 那就是最好的了 苏管亲近镇国公府 李氏亲近李家 两人各自管各自的嘛 偏生李氏 要苏管管李家的事情 李氏擦了擦眼泪 他不敢惹苏寻心烦 果然也不哭了 他道 妾身知道了 这是情势妾身做错了 日后定然不敢讨扰郡主 苏寻暗暗松了口气 你能想明白就好 日后这类事情 万万不能再发生了 李氏点头 那三爷 阿良什么时候下课过来 我要带阿良见见他表姐 怎么久不见 我怕他连表姐都忘了 苏寻道 还是以前下课的时候 到时候 你去外院将人接过来就是了 那好 等时间差不多了 我便回御院去接他 苏寻刚刚说了李氏一通 也怕他心中不舒坦 如今见他提起这事 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那你就去吧 那妾身便去清幽院 看看那边还缺什么 一应补全了 行 第87章 原来是李家表妹 李氏回了一趟内室 让婢女将自己收拾了一下 然后便往清幽院走去 清幽院是坐落在湖边的一个小院落 隔壁不远处就是若林院 也就是以前苏若与苏林住的地方 苏林如今已经算是出嫁了 院子已经空了下来 平日里门户紧闭 也只有王室安排的人 隔两日便来一趟清扫 清幽院原本是一个空院子 里面环境幽静 又种了一些竹子 故此取了一个雅名叫清幽 清幽院院子挺大的 但是屋设不多 只有一处三间正房与三间西厢房 李氏来的时候 梅姑正在院子里 让人清扫院子里的竹丛 院子里来来回回的好几个丫鬟匍 三少夫人 李氏点点头 问她收拾了怎么样了 梅姑道 刚刚才开始收拾 李姑娘正在屋里 三少夫人不妨去问问李姑娘 还缺些什么吗 梅姑其实也略略不高兴 这原本李家人 李氏她自己招待就是了 偏偏还要闹出一些事情来 王室 只得派她来管 李氏道 行了 我先去看看 说着 李氏便往正厅走去 等进了屋子 李玉燕正坐在一处椅子上 茬儿立在一边 低着头与她说话 脸上有些不快 李玉燕点点头 倒是没什么其他的表情 玉燕 姑母来了 李玉燕站起身来迎接李氏 然后两人在一旁坐下 李氏看了看 屋里还在擦拭桌椅架子的几个婢女 然后问李玉燕 你刚刚看到屋子到处没 可是有什么缺的 李玉燕道 回姑母的话 玉燕带了不少东西过来 都是不缺的 再劳烦姑母 为了挑选几个婢女就是了 以前在家中时 玉燕身边只有茬儿一人 如今怕事照顾不来 李氏点头 我一会儿便让人安排 走吧 我们去看看寝室 准备好的寝室在西乡 此时已经清扫好了 正开着大门和窗户通风 被入等屋也没铺上 李氏与李玉燕在屋子里走了一走 觉得还算满意 最后 李氏将李玉燕 按在了庄台前面的椅子上 命茬儿将李玉燕的织粉首饰 和取了出来 姑母 李氏道 一会儿我要在门口等阿良下课回来 你也同我一起去吧 你许久没有见过阿良了 定然也想她了 李玉燕一顿 然后点头 姑母说的对 玉燕确实是想阿良了 能早些见到阿良 玉燕也是很高兴的 我就知道 玉燕你惦记着阿良 李氏亲自给李玉燕 重新挽了发际 又给她上了妆 又将自己头上的那一只猪花 插在了她的发际上 笑道 美人配好差 这簪子是我最喜欢的一只 你姑母我年纪大了 刚好给你 李玉燕温婉地谢过 谢谢姑母 李氏拍拍她的手 谢我做什么 我是你姑母 对你好 那也是应该的 李玉燕感动地笑着 姑母对玉燕好是应该的 可玉燕感谢姑母 这也是应该的 若是姑母带我好 我连感谢都不曾有 那便是狼心狗肺了 李氏听了李玉燕的话 心中又是一阵感慨 是啊 玉燕说的没错 你对人家好 人家就应该对你好的 想她对苏管好了这么多年 也不见她如何感谢 如今连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 根本就不将她放在眼里 她知道她身份低微 身为继母 还要近着 她这个原配嫡女三分 苏询说的对 这也都是她应该做的 是当初答应好的事情 她无从反驳 事已至此 她总要为自己着想 嫂子说的对 若是玉燕真与苏健能成事 那么对李家 对她 甚至她的两个孩子 才是最好的 便是不为了李家 为了自己 她也要帮忙的 李氏又命人 将李玉燕带来的衣服拿了出来 看了又看 很是不满意 最后挑选了一身蓝色暗袖青竹的衣裙 让她换上 李氏看着李玉燕的这一身衣服 衬得她腰细腿长 肌肤白皙 青春美丽 虽然比不得苏家 几个姑娘的好颜色 但也是一个美人 李氏稍微满意了些 她道 明日我去库房看看 有什么好不料 再给你做两身衣服 谢谢姑母 瞧着时间差不多了 李氏便带着她 还去派人去将苏罗接了过来 然后一同去大门外接 准备下课的苏粮 苏家的儿孙 除了苏望之外 其他的都从文 尤其是孙辈 都是习文的 六岁请先生选启蒙 十岁去书院上学 苏粮今年十岁 正是第一年去书院上学的时候 苏家一共有四个兄弟 打前头的是 长孙嫡孙苏健 再往下 就是二房的苏英苏福 最后便是三房的苏粮 长房和三房 是同母亲兄弟 关系自然好一些 苏健作为哥哥 对年纪上小的苏粮颇为照应 每日同他一起上学 又一起回来 带着他参加各种聚会 苏粮这会儿还小 虽然什么都不懂 但是由着苏健带着 在一旁旁听 也是极好的 苏粮和他苏健的感情非常不错 也会教他一些事情 有些东西 是从枯燥的书本之中 老师的课堂之中学不到的 今日下课回来 苏健与苏粮共乘一辆车子 苏健为苏粮讲了一遍 今日老师的讲义 苏粮坐在边上 认真的听着 是一个很努力学习的小少年 大公子 四公子 到了 马车在静宁公府的门口停下 苏健和苏粮 收拾了东西下马车 刚刚一下马车 却见门口已经站了几个人 站在最中间的是李氏 一旁的苏罗 正拉着他的手 边上 还有一个年轻的姑娘 见到马车停了下来 有人掀开车慢 李氏便带着苏罗迎了上去 苏健先下的马车 见到李氏和苏罗 脸上还有些笑容 恭恭敬敬地问候 三婶安好 阿罗怎么也出来了 苏罗高兴道 大哥 阿罗出来 接你和四个呀 阿剑 李氏笑容温柔 指了指边上李玉燕道 这是我娘家的侄女 明焕玉燕 今日来府上赞主 今日 我们还说着小阿良了 于是便 带她来见见阿良 苏健恍然大悟 从马车上下来 对着李玉燕 微微作一行礼 原来是李家表妹 在府上住着 若是有什么不顺心的 便同三婶说就是了 第八十八章 若是不来 岂不是看不起我和你三叔 李玉燕见了苏健 脸色微红 其实他早早就见过 这位大公子的 李家作为静宁公府 这八经的亲家 府上有什么事情 自然也忘不了 给李家一张情节 李玉燕跟着家人 也来过几次 远远地见过 这位优秀的年轻人 当时惊为天人 恨不得上前一步 好认识认识 只是一直寻不到机会 静宁公府大公子 性情温和 谦逊有礼 是地城有名的公子之一 也是闺中女儿的梦中情人 李玉燕毅然 在他心中 这位静宁公府的大公子 身份高贵 性情温善有礼 风度翩翩 学识也是极好的 是一个极佳的这夫婿人选 如此见他同自己说话 还对他行礼 他的心跳了跳 脸色微红 眼底像是蒙了一圈水波似的 朦胧似水 他觉得这一刻 自己好像处在云端 一切像是在梦幻之中 不过他很快也反应过来了 微微屈膝行礼 捏着帕子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玉燕拜见大公子 苏健又赴行礼 李家表妹客气了 这边的苏良 随后下了马车 苏罗凑在他边上 开开心心地要去抓他的书袋子 四哥给阿罗了 苏良和苏罗是双胞胎 苏良是哥哥 两人的性子相差的也有些大 苏罗跟着李氏 被他养得一份天真纯净的性子 而苏良自六岁之后 便由着苏巡和他老师教养 性子沉稳且严谨 看起来有些沉闷 见苏罗要抢他的书袋子 他只是微微地拍了一下他的手 无奈道 阿罗乖 莫要抢四哥的书 四哥还要读书呢 你若是舍坏了 四哥就没有得用了 苏罗扁了扁嘴 慢慢地松手 他道 那你明日给我带百味斋的糕点回来 苏良皱了一下眉头 最终还是点了头 行 依你 苏罗一听 又高兴了起来 扯着他的袖子撒娇 李氏也已经好几天没见到苏良了 自从苏良开始启蒙之后 便搬到了外院同府中的兄弟住在一起 平日里一起上课 府上一起上课的 除了这四兄弟 还有昔日静宁宫手下将领的儿孙 人数不少 他一个妇人 不好总往那里跑 今年到了十岁 他又要离府去书院读书 他更是见不着了 李氏看着苏良 想要像摸摸苏罗一样 伸手摸摸他的头 而后想起 苏良并不大 喜欢这样的亲近 只得上下看了看他 联系到 阿良瘦了些 苏良道 老母亲挂念 阿良很好 近日天气渐热 胃口不好 苏良有些苦夏 打小便是如此 每每到了夏日 便吃得不好 这人要瘦上一圈 李氏有些心疼 今日你表姐来了 回玉华院用饭 母亲给你准备了 你解暑的汤水 你吃了些舒坦些 苏良点头 谢谢母亲 车夫将马车驱着 去往停放的院子里 李氏带着苏良见李玉燕 道 这便是 你玉燕表姐了 可是记得 苏良点头 自然是记得的 今年年初还见过 年初 李氏带着苏良苏罗回娘家 苏良也是见过的 说起年初 李氏又有一阵不愉快 按照习俗 每年初二十出嫁的 姑奶奶回娘家的日子 可是苏巡每年初二 都要带着苏管回郑国公府 若是他想要苏巡 陪同他一起回去 那便要等到初三那日 若不然 他便只能独自 带着孩子回去了 李氏勉强维持了笑容 记得就好 这可是 你亲表姐 是 李玉燕温柔道 我也是记得表弟的 听说表弟的功课极好 一旁的苏健 见他们一起谈话 笑了笑 便道 那我就不打扰三婶了 父亲那边也等着我过去 就先告辞了 李氏哪里觉得他打扰啊 巴不得他多待一回 好多看李玉燕急眼 若是能看上 那真是极好的 虽然说这机会不大 可是不努力 怎么就知道没机会了呢 正如他嫂子所言 万一苏健 就是喜欢李玉燕这样的呢 李氏急忙道 说什么打扰 都是一家子亲戚 阿健若是不忙 也一起到玉华院吃个饭吧 我和你三叔 也许久不见你了 再说了 你这般照顾阿良 我和你三叔都非常感谢你 便请你一同吃个便饭吧 若是不来 岂不是看不起我和你三叔 李氏话说到这个份上 苏健哪里能拒绝 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那我一会儿便去玉华院 有劳三叔三审了 李氏达成所愿 笑容真成了许多 那你记得过来 苏健应下 指儿定然记得的 说吧 他便告辞离开 李氏得了他的英语 也不拦着 放着他走了 李玉燕看着苏健 快步走入府中的背影 略略有些失神 随即捏紧了帕子 他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这位大公子的目光 在他身上多停留一会儿呢 李氏见苏健此番 见了李玉燕第一次 并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表情 只是将他当成一般的客人 客客气气的 心中隐隐有些失望 不过一会儿 还要一同吃饭 还是有机会的 李氏心中暗暗说了两句不及 然后笑着带着李玉燕 和苏良苏罗进了府中 直接去了玉华院 此时 苏寻也在院中 见苏良进来 便将他喊到了一旁 问了一下他平日的功课 苏良仔仔细细地说了 苏寻道 才能撑起这个家 你大哥对你好 日后也要协同你大哥 两兄弟一条心 苏家才能一直好下去 苏寻从小便教育苏良 说苏良是他唯一的儿子 以后要撑起这个家 而且他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日后需要他的帮扶 只要他足够强大 才不会有人欺负他的姐姐和妹妹 苏良也一直将这些话记在心里 苏管虽然与他不是同一个母亲 但是两人关系还算不错 时常也会关心他 苏罗单纯 也需要他的保护 所以他年纪虽小 却知道自己以后是家中的顶梁柱 要同父亲一样 撑起这个家 父亲 我知晓的 你知晓便好 苏寻深感欣慰 然后道 今日你母亲心中怕是有些不高兴 你一会儿与他多说说话 也让他高兴高兴 苏良恩了一声 应了下来 第89章 今日多谢六妹了 苏健应邀前来御华院吃饭 正好在门口的时候 碰见了苏管 六妹 大哥 苏管有些诧异 怎么也料不到会在这里见到苏健 大哥可是来找我父亲呢 苏健道 今日三神请了我来吃饭 我便来了 苏管眨了眨眼 仔细打量了苏健一番 几乎不用怎么想 便知道李氏心里在想什么 今日李玉燕到了府上 李氏便请苏健过来吃饭 目的显而易见 不过苏管觉得 李氏真的白费功夫 想得也天真 堂堂静宁公府的长孙嫡孙 日后要继承绝位之人 怎么可能娶一个商户女子 且不说苏健看不上李家的小家子气 苏旺和杨氏不会准 静宁公和王室也不会准的 便是苏健真的看上了 顶多也就是一个贵妾的命 苏管觉得 他这个继母回李家一趟 这是被李家给洗脑了 敢打这主意 要是让王室知道了 怕是要让他去祖先排位前跪一跪 苏健的婚事 乃是府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岂能娶一名商户之女 那整个地城的高门权贵 都要取笑一番了 苏健道 六妹 我们一同进去吧 好 苏健与苏管一同走进了御华院 李氏带着李玉燕前来迎接 原本以为只有苏健一人到了 此时见了苏管 想起中午的事情 李氏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 有些挂不住 不过他很快也反应过来了 是郡主和阿健过来了 快些里面请 媳妹已经准备好了 苏管含笑 母亲 这苏健道 有劳三审了 都是一家人 客气什么 李氏脸上带着笑容 咱们往屋子里走 我已经命人去请你三叔和阿良了 你三叔正在考阿良功课 苏罗在院子里满院子的乱跑 后面的婢女追得满头大汗 八姑娘 八姑娘 你跑慢一些 苏罗咯咯咯地笑着 然后一溜烟跑了过来 躲在苏管身后抱着她的腿 苏管被她撞得险些跌倒 无奈抓住了她的手 阿罗 莫要乱跑了 小心跌倒 苏罗满头大汗 笑容灿烂 高高兴兴地拽着她的袖子 六姐 李玉燕伸手拉过苏罗 然后蹲下身来 拿出帕子给她擦汗 温声细语地开口 阿罗 莫要乱跑了 瞧你多出汗了 这样子的温柔可亲的姑娘 实在是很容易 令人生出好感来 然而苏健却不曾多看她一眼 就这样站在那里 一派从容不破 李氏笑容可亲道 玉燕啊 从小便是一个 善良温柔的姑娘 平日里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踩 府上的人都说她性子好 李玉燕脸色微红 娇羞 姑母 好了好了 我不说你了 李氏笑容温柔 然后看向苏健 见她转头与苏管说话 根本就不看向这边 隐隐有些失望 脸上的笑容也僵硬了一些 李玉燕看向苏健的时候 脸色微红 眼底也是失落的 李氏道 那咱们往屋里走吧 说着 李氏便招呼苏健往屋子走去 李玉燕快速地跟在她的身边 反而将苏罗落在了后面 苏罗看了一眼 母亲和表姐都走了 有些发猛 小脑袋左看右看的 苏管上前牵着她的手 拉着她一瞳 阿罗 莫要发呆了 走了 苏罗一听 立刻便放下了被母亲和表姐同时抛下的事情 高高兴兴地拉着苏管的手 轻轻怯怯地走上去 苏罗这性子 旁人对她好的记着 有什么委屈也不会放在心上 单纯又可爱 实在是很令人疼惜的 六姐 六姐一会儿陪我玩好不好 苏管笑道 这么想玩 一会儿天都要黑了 你都玩了一天了 该休息了 苏罗想象也是 那好吧 那我明日再玩好了 一行人进了屋子 苏讯与苏良刚好从屋里出来 李氏吩咐下人上菜 然后有婢女捧上 同盆盛着温水 请大家洗手吃饭 李玉燕匆匆洗了手 紧跟着就帮着苏罗洗 最后两人用同一个帕子擦手 苏罗乖乖巧巧地任由她伺候着 咯咯咯直笑 苏管洗了手 小桑接过帕子递给她 然后仔细地擦了手 微微垂下眼帘 她心想着 要不要提醒李氏的问题 李家明摆着打上了苏健的主意 若是李氏从中帮忙 让祖父祖母知道了 怕是没什么好果子吃 经过今日李玉燕的事情 苏管虽然心中不高兴 可她到底是要为苏巡和苏良苏罗着想 若是李氏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那就不是好事了 她垂了垂眼帘 目光落在苏健身上挤顺 而后慢慢一开 这一场宴席并没有分桌 都是自家的亲戚 没有外人在 也不讲究这个 苏巡与李氏做了主位 苏健坐在苏巡边上 苏管刺之 李玉燕则是坐在李氏身边 与苏健正正对面 李氏招呼着李玉燕和苏健吃菜 嘴里倒是说了不少好话 有夸要李玉燕的 也有夸要苏健的 苏健笑着应对 神情是一片安然 态度也谦逊有理 苏管安安静静地 吃了五分饱 便放下了筷子 数口洗手之后 她正准备离开 却见苏健叫住了她 六妹是要回去了吗 不如我送你回馆院 外面天就要黑了 路也不好走 苏管心知 苏健是想找个借口离开 想了想 便点了头 那就有劳大哥了 带着苏管告辞离开 李氏有些不愿 正想说什么 苏寻却抢先道 阿健 那便有劳你了 替我将阿管送到管院 苏健自然是没有不答应了 是 三叔 两人出了门 因着天色江黑 有人点了灯笼提灯 走在前后照明 两人走到半途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苏健道 今日多谢六妹了 大哥客气了 苏健稍微有些惆怅 也不知李家表妹 要住到何时 李氏和李玉燕是什么目的 苏健自然是能猜到的 她长这么大 遇上这种事情却也不守 若不是碍于两位长辈的面子 今日她也不会到御华院去 说起来 她对李玉燕也是无感的 不 应该说 她对任何女子 如今都是无感的 第九十章 你觉得善解人意 便足以配皇孙贵咒 苏健心里清楚 她的婚事由不得自己做主 她要娶的是一位 对府上有帮助 门当户对的夫人 同样的 也日后也要撑得起 这静明功夫的门楣 做一家主母的公爵夫人 所以这些年 她也不会将目光 在哪位姑娘身上停留 日后娶了谁 她便喜欢她 爱护她就是了 大家高门嫡子 她想了这荣华富贵 总是要付出一些东西的 婚事便是其中之一 她的亲事 也是府上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之一 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嫡妻 与家族 与子孙后代 才是最好的 苏管道 李家 想让李表姐在府上说一门好亲事 苏健微微皱眉 说好亲事倒是容易 静明功夫来来往往这么多人 总有一个两个合适的 可是李家盯上 她就有些不对了 她再如何 也是不可能娶李氏女为妻的 苏管道 大哥放心吧 我父亲定然也看出来了 此事 他会与我母亲商量的 苏寻原本知晓 李氏 请了苏健过来吃饭 但没当一回事 可是在餐桌上的时候 他隐隐地 便察觉了李氏与李家的想法 于是 在苏健提出要走的时候 便开口 让他赶紧离开 苏健点头 但愿如此 他这位三叔 虽然没混迹官场 但确实是他父辈最聪明 也是看得最亲的一个人 自然是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李家这样的家事 帮扶一下就得了 再多是不可能有的 苏健将苏管送到了管院门口 亲眼看着他进了门 这才转身离去 玉华院这边 苏健与苏管离开之后 苏良也便离开了 李玉燕见苏健不在这边 也很快就借口要回去收拾 带着茬 告辞回清幽院去 苏罗吃饱之后有些困了 李氏送了他 去了边上的跨院 哄着他洗了澡躺下休息 这才回来 李氏心疼女儿 没有给他专门安排院子 他就住在玉华院的小跨院里 只需过一道门 便能到达玉华院 苏巡正在屋里专门等着李氏 李氏心中有所感觉 已经踏上了正厅的台阶的脚 当下便想收回来 转身要离开 站住 李氏呼吸一致 而后站在原地不敢动弹 他拧紧了帕子 眼睛有些闪躲 听着身后的脚步声传来 他心中很是不安 苏巡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此时他穿着一身青涩的长衫 踩着一堆木鸡 木鸡踩在地面上 发出哒哒的声响 他站在檐下台阶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台阶下的李氏 眉风景簇 你这是要去哪呀 李氏不敢回头 心中有些害怕 勉强地张了张嘴 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妾 妾身今日 累了一天了 想命人放水洗素 三爷 三爷洗了没 苏巡的手里 还拿着一卷书 文言却笑了一下 你觉得我洗了没 这话吧 也不知道如何作答 李氏茫然 苏巡道 你跟我进来 我有话同你说 李氏原本有些不愿 但是他不敢违背苏巡的话 只能硬着头皮转过头来 见苏巡往里面走去 也只能慢吞吞地跟上去 苏巡在一处椅子上坐下 屋内的烛火摇曳 他用手中的书册 轻轻地敲了一下大腿 见到李氏跟在后面走了进来 窗外有风吹来 他打了一个哆嗦 苏巡道 说说 三爷 三爷要切身说什么 苏巡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目光犀利 直接对上了他的双眼 李氏吓了一跳 往后退了一步 伸手捂住了胸口 三爷 切身 切身 不知道三爷让切身说什么 说着 他有些惶恐不安地低下头 在苏巡和李氏这对夫妻之间 平日里倒是和谐得很 但若是遇上什么事情 李氏却是有些害怕苏巡的 就像现在这样 他这样看着他 他是连头都不敢抬的 苏巡笑了一下 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不如我让你回忆一下 李氏敏唇 不敢开口 他不敢承认 他自然是知道 基于府上的长孙嫡孙是不对的 可是他 他也只是 苏巡道 李氏 你是不是以为我眼瞎 看不出你们在打什么主意 之前你去阿馆那里的事情 我当你是一时糊涂了 不与你计较 可是如今你在干什么 莫不是想将你那侄女推给阿剑 李氏被说中了心思 心头一慌 张了张嘴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苏巡看向李氏的目光有些失望 李氏原本出身商户 看多了的是眼前利益 因着身为女子 眼界也不宽 这些年来被他养在后院 想得也浅薄 苏巡叹气 看着他道 你以为 阿剑若是看上了你侄女 你侄女便能嫁给他了吗 真是愚蠢 李氏被他骂得呼吸一致 然后有听他说 苏剑要娶的 定然是一位能给家族带来利益 也能支撑门没日后成为 公爵夫人的高门贵女 大家嫡女贵不可言 你那侄女便是进了门 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贵姐 李氏听着这话却不甘心 他愤愤不平道 高门贵女 我们预言比高门贵女差了什么 他温柔贤德 善解人意 再说了 李家也算不得太差 为何就不能 苏巡吃笑了一声 你说这话 你自己在心里想一下 你自己信吗 不过是一些自欺欺人的话 难不成你心中还不明白 苏家要的是一个 可以互相帮扶的高门贵族之女 而李家 不过是靠着苏家 勉强站稳脚跟的商户 也不是我看不起李家 可是你们好歹 也要有自知之明 天底下善解人意的人多的是 地城之中比李家有钱的 也比比皆是 莫不是你觉得 李氏女善解人意 就很了不起 便足以配皇孙贵族 自然是不能的 李氏闭嘴不言 苏巡道 我看你还不清醒 若是如此 明日便派人将你侄女送回去 我们府上 可不接待这样别有居心的客人 不 李氏哪里肯同意 李玉燕留在静宁公府 便是说不成苏贤 那也能寻一门好一些的亲事 若是回到李家 嫁得也不过 与他们一样的商户人家 李家已经有财富了 现在想要全市的倚靠 想要家中女儿嫁尽的 是权贵人家 我不同意 第九十一章 苏巡叫妻 若是李玉燕被送回李家 能说上什么好亲事 李氏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苏巡道 既然你不同意 就趁早死了这条心 让他安安分分地待着 府上自然会为他寻一门好亲事 李氏沉默了一下 然后又听苏巡说 李氏 我希望你能明白 不要去消想这些不该想的 府上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李氏默然 不过倒是清醒了一些 他解释道 我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若是日后 大房那边继承爵位 而我们这边却什么都没有 你让阿良和阿罗怎么办 若是阿剑娶了玉燕 那有着玉燕在 他们也能扶照阿罗和阿良 咱们日后也能安心啊 苏巡无奈 也有些生气 我看你是真的糊涂了 且不说父亲母亲 如今身体正好 细绝还不知道是何时 便是到了日后 你我都不在了 阿剑没有亲兄弟 唯有阿良与他血脉至亲 他能不照顾弟弟 苏剑没有亲兄弟 二房那边又不是王氏亲生的 他能看中的 也只有苏良了 只要苏剑好了 苏良还能差吗 再则 如今阿剑与阿良感情也算不错 你如此算计阿剑 也不怕阿剑心中有了疙瘩 日后远离了阿良 你们家的预言算的什么 便是嫁了阿剑为妻 可哪里有他说话的地方 一个妇人的枕边风吹得再好 能有阿剑实实在在 为了弟弟谋划的好吗 李氏文言脸色突然一白 哑口无言 苏询又道 阿剑若是娶了高门贵女 日后于家族和阿剑都是好事 阿良也能跟着沾光 作为阿剑唯一至亲的堂弟 作为嫂嫂 定然也能扶照他一二 至于更多的事情 只要阿良愿意努力 日后高中 登上官场 也是迟早的事情 便是没有爵位 我这一脉的子孙后代 自然也差不了他 再说了 我还没死呢 我是他老子 还能不为他着想 他未来的路 我早就给他安排得明明白白 你操心这么多做什么 老老实实待着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再给我添乱 李家那边说了什么话 你但凡有点脑子 也该仔细想一想 不要别人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你为出嫁之前是李侍女 如今却是苏家父 你便是不为家族着想 也要为自己和你的儿女着想 苏家好了 你儿子才能前途无量 女儿有了得失的娘家 便是出嫁了 也无人敢气 李家的人说那些话 你再仔细想想 是真的有为你着想吗 若是李依燕真的闹出了什么事情 父亲母亲对你心生埋怨 掌房怨恨你 害了阿健 没有娶到一个好女子为妻 你在这个家中举步艰难 阿良也因此受到波及 日后掌房有什么不好的 也都怨怪在你的头上 李氏文言 心底生出了一股股的寒意 心中惶恐不安 他上前抓住了苏巡的手 三 三爷 您说的可都是真的 苏巡看着他道 我英和要骗你 李氏一下子也想不出来 苏巡有骗他的理由 但不得不说 这些话确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让他清醒了不少 李家嫂子说得再好 说玉燕做了掌房嫡子的妻子 可以扶照苏良 可是苏巡却告诉他 家族好 苏良才能更好 以苏健与苏良之间的关系 苏健是不可能不管苏良的 所以 什么玉燕嫁给苏健 对他的阿良而言 不过是多此一举 反而因此 可能造成两家隔阂 李家嫂子说这些话 不过是为了李家的富贵 只想着 李家能出一个公爵夫人 李家继续风光 一举成为地城之中的贵族 根本就不管他的处境 苏巡叹了口气 阿健的婚事 自有父亲母亲做主 再不及人家还有父母 你作为沈娘 就不要伸这个手 日后也不要再有这个念头了 李氏有些后怕 使劲地点头 三爷 我知晓了 苏巡轻笑了一声 至于你那侄女 你也劝她安分一些 今日的事情 我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 李氏正想说什么 然后听苏巡又道 想去管院住 是她的主意吧 说什么 跟在阿管身边好好学习 她这话骗骗你罢了 她这是 想踩着我女儿往上爬 真是想得美 李氏呼吸一致 闭嘴不敢言语 苏巡道 你与阿管 这些年你对她不错 但她素来也敬着你 两两相安无事 她不曾要求 你这个做继母的 要像她亲娘一样 关心她疼爱她 你也莫要想着她 像是你女儿一样 任由你差遣 有什么事情 她都要帮你 苏巡并没有想着 李氏和苏管之间 能亲如母女 这种想法 实在是天真又可笑 不是母女 就不是母女 她只要求两人 没什么争吵 也不存在什么明争暗斗 各自安好 这便足够了 阿管命不好 母亲早早地去了 她也不会傻到认为 会有另一个女人 真的将她当成亲女来疼爱 好在她 还有她这个父亲 她总会护着她的 李氏低着头 呼吸了一口气道 这件事是切身欠考虑了 是我不对 你能想明白就好 她对你没有什么要求 我也忘你 对她没有什么要求 李家的事情 只是你的事情 是阿罗的事情 是阿良的事情 甚至是我的事情 但却与她无关 你做这件事 实在是荒唐了些 若是旁人知道了 还以为人家郑国公府没人了 她要将李家当做外家 李氏忐忑 妾身并没有这个意思 行了 此事到此为止 苏巡不愿再说 忘你也有分寸些 若是真的这样做了 郑国公府知道 你如此欺负她 李家也别想着安宁 是是 妾身再也不敢了 李氏心中惶惶不安 自然是不敢再去招惹苏馆了 正如苏巡所说 郑国公府是大 若是她惹了苏馆 传到了郑国公府耳中 李家怕是要遭殃的 这一夜 李氏忐忑忑不安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第二天匆匆吃过一些东西 便匆匆地往清幽院走去了 她要劝李玉燕打消这个主意 第九十二章 要是她是苏馆就好了 李玉燕还不知她的姑母 突然又改变主意了 这一夜 她也睡得不安稳 她想着自己 从李家走到了静明公府之中 在这权贵高门大宅之中 她又想着今日见到的苏馆 深受宠爱的千金贵女 那样的高高在上 甚至看向她的时候 觉得她像是一个笑话 还有苏健 那样俊美金贵的公子 她都不曾看她一眼 是不是觉得她不够好看 是不是觉得她身份低微 配不上她 要是她是苏馆就好了 她心里这样想着 羡慕极度地几乎要咬碎了牙齿 出身静明公府的千金嫡女 外祖又是百年传承的郑国公府 又被陛下封了郡主 天底下的姑娘 有哪个比她更好命的 若她是苏馆 何必费尽心思 我自己谋一个好姻缘 这满地城的贵公子 任由她选了 不过她想到了苏馆的亲事 心中盈盈也有些心性灾乐祸 千金贵女又如何 最终不过要嫁给那种 一无所有的寒门子弟 到日后 说不准连她都不如 李玲那样的穷酸 连她都看不上 苏馆竟然要嫁给那样的人 简直是笑死人 李玉燕想着 仿佛看到了 这高高在上贵女跌落云端 一生狼狈不堪 一夜好梦噩梦反反复复 李玉燕折腾了一夜 也没睡好 早上的时候 查尔起来给她梳妆 而后便看到了 她眼底下清黑 查尔也一整晚没睡好 到了新的环境 她一个小丫鬟 心中未免有些惶惶不安 查尔反复的水粉 遮盖她眼底的清黑 脸上也有些着急 这该如何是好 李玉燕咬了咬唇 心中有些后悔 无事 今日不出门就是了 好生收拾一下 也好请府上的姑娘过来做客 李玉燕问茬 可是问清楚了 府上有几位姑娘 府上的姑娘 大多都出嫁了 如今只剩下大房嫡女四姑娘 再来便是温孝郡主 还有二房那边的七姑娘 最后便是表小姐阿罗姑娘了 四姑娘 四姑娘便是与招王府三公子 定了亲的那位 是府上的嫡女 也是大公子的亲妹妹 大公子的亲妹妹 李玉燕心思一动 正是 那快些将东西准备好了 过两日 便请府上的姑娘过来做客 也好认识认识 好 李玉燕刚刚吃过早食 敬宁公府的早食种类丰富 有各种粥 或是点心甜点羹 满满摆了一桌子 我们夫人说 表姑娘出来乍到 可不能怠慢了 今日厨房送的 都是最近常做的早食 表姑娘都尝一尝 若是有什么想吃的 日后头一天 或是早晨派人去厨房 吩咐一声就是了 李玉燕恭恭敬敬地谢过 多谢夫人 玉燕感激不尽 来人道 那表姑娘客气了 若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等先告退了 慢走 李玉燕让茬客客气气地 将人送出门 然后坐在那里 有着心来的婢女布菜 慢慢地吃着精心烹制的食物 恍惚之间 好像更加确定自己如今 身在敬宁公府一样 她刚刚放下碗筷 李氏便到了 李玉燕吃得有些撑 想要伸手摸摸肚子 又觉得这动作万分失礼 只得忍了下来 李氏让婢女们出去 拉着李玉燕去寝室里说话 只是那些话 李氏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欲言又止 犹豫不决 李玉燕见她打发了下人离开 又拉着她回了寝室 知她是有话 要同自己说 只是见她这般欲言又止的样子 又觉得奇怪 于是便问 姑母 您找我 可是有什么事情吗 李氏想了想 咬了咬牙 然后道 玉燕啊 姑母我仔细想了想 觉得此事不妥 大公子的亲事 自有公爷和夫人做主 怕是看不上咱们李家 李玉燕一顿 脸色微白 她望着李氏 眼中含着水光道 姑母是不愿意帮我了吗 是不是我给姑母惹麻烦了 也不是 李氏无奈 叹了口气总之 那是没有结果的 你莫要再想了 你安安分分地在府中待着 我求着夫人 给你找一门好亲事 李氏不愿将苏巡的话 说给李玉燕听 有些话可不大好听 她和苏巡为夫妇 听听也便罢了 若是李玉燕知道了 怕是要恼怒地哭着跑回李家 说府上欺负她 李玉燕不愿意 姑母 李氏道 旁的事情我都可以答应你 唯独此事不行 若是让公爷和夫人知道了 连同我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李玉燕眼泪婆娑 瞧着十分可怜 她拉着李氏的袖子 小声地哭泣 姑母 你帮帮吧 玉燕 是真的爱慕大公子 若是没有大公子 玉燕没有活路啊 李氏见她哭得可怜 心中有些不忍 不过这会儿她心中也明白 李玉燕想要嫁给苏巡 实在是太难了 便是能入了门 凭着她的身份 最多不过是个贵妾 李氏怎能让李氏女 做苏剑的贵妾 若是如此 日后苏剑的嫡妻 怕是要恨死她了 那样对她的儿女 可没有什么好处 还不如将李玉燕嫁给旁人 李氏虽然在乎李家 可是她心中更在乎她的儿女 甚至她的夫君 苏巡和她说的 别的她都可以不信 但是有一点 苏巡是苏良的亲生父亲 总不会有害她亲儿子的道理 既然她说 这样对儿子更好 她自然是信的 你个傻姑娘 爱慕直当什么 你们这些姑娘 见了长得俊俏的公子 都说爱慕 可是那人再好 也不过只有一人 若是按照你说的 其他爱慕那公子的人 岂不是没有活路了 李玉燕细细地哭着 李氏只得劝她道 好了好了 你莫要再哭了 姑娘家 总是要嫁人的 你的亲事 你姑母我总会替你看着的 总会给你找个好婆家的 李玉燕哭了一会儿 心知李氏不会松口帮她 若是她再坚持 便会惹了李氏不快 只得擦干了眼泪 嘴上硬了下来 姑母放心 玉燕不哭了 玉燕听姑母的 李氏见她说这话 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那就好 那就好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 姑母啊 定然会给你 挑选一个最好的 玉燕谢过姑母 第九十三章 李玉燕的请帖 李氏劝了李玉燕几句 然后便匆匆离开 待到李氏离开之后 李玉燕气得 险些摔了屋子里的东西 好在她 还有一点理智 知道这是在静明功夫 不是她能随便发脾气的地方 李氏是她最重要的一个帮手 有了李氏的帮忙 她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接近苏建 可是如今 李氏突然撂蛋子不干了 真是出乎了她的意料之外 李玉燕咬唇 实在是想不出 到底是那里出了岔子 不过李氏不帮 她也没打算放弃就是了 苏建这样的公子 哪个姑娘不想嫁 便是到头来还是失败了 可至少她努力过 若是让她这样直接放弃 她不甘心 她不甘心 当日 李玉燕便写了请帖 请了府上的几位姑娘 后日到清幽院 来品尝她从家中带来的果酒 勤俭送到了芙蓉院 苏福吃笑了一声 谁的请帖 李玉燕 白纸解释道 这位李姑娘 是三少夫人娘家李侍女 四公子和八姑娘嫡亲的表姐 这李家虽然地位差了些 可也是府上这儿八经的殷亲 既然都发了请帖了 这好歹也是要给个面子的 你不说 我倒是忘了有这个人了 苏福笑得有些阴沉 前世的李玉燕 也曾在府上寄居 那会儿她 已经是太子侧妃了 并不在府中 在她母亲的口中得知 这李玉燕这商户之女 居然敢肖想她大哥 气得回到府中扇了她几巴掌 并且将她羞辱了一顿 而到了后来 这女人由着一台小轿 抬进了太子东宫 成了太子的女人 苏福对此恨的咬牙切齿 若不是太子护着她 早就将人弄死了 一个商户之女 也配与她争宠 李家无权无事 但是胜在巨妇 太子虽为储君 但是他私底下活动 也是需要银子的 李玉燕进了东宫 这李家变成了太子的库房 前世的太子 无有还是侯府的静宁侯府 才有李家 于是顺利地打败了隋王和赵贵妃 坐稳了这储君的位置 只待皇帝并逝 便可登位 他死的时候 这李玉燕还活得好好的 在苏染面前奉承 见得很 苏福想起这个 心中又愤怒不已 一来是气恨着商户之女 肖想她大哥 二来 这样的女人 居然曾与她共事一夫 让她很是恼火 她目光闪了闪 李玉燕来了苏家 不过就是想寻一个好亲事 她一定会好好地 给她找一个好亲事 以消心投之恨 说起李玉燕 苏福又想起了她大哥苏贱 她大哥那样金贵的公子哥 要娶的也是正经的千金贵女 前世她听了太子的唆使 将太子外家的表妹 说给了她大哥 说什么亲上加亲 结果这位表妹 是个泼辣蛮横的女人 还婚前与人私通 猪胎暗结 搅得家宅不宁 苏福觉得 前世亏欠了苏贱 今生一定要给她找一门好亲事 可得千万好好挑选 白纸小声地问 姑娘 那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苏福冷笑一声 当然是要去了 我且得好好的会议会这位表姑娘 也好好算一算 到底哪一家的好公子 才适合这里御宴 白纸闻言 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李家姑娘送了情帖过来 若是姑娘连这点面子都不给 那事情传到夫人面前 夫人定然会觉得 姑娘没有礼貌 姑娘作为夫人的孙女 夫人不一定会怪罪她 但是她和白河 定然是要遭殃的 这些日子 因着苏福闹出来的事情 白纸和白河明里暗里的 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苏福道 给我准备一身端庄的衣裳 到时候也让她瞧瞧 什么样的人才是高门贵女 也让她清楚 她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是 苏管这边也接到了李玉燕的情帖 苏管看了一眼 便放到一边 继续看她手中的画本子 这会儿正看到精彩的地方 她还想继续看 小桑和小慎 也在一旁坐着看画本子 见自家姑娘看了情帖不作声 两人对视一眼 也不作声 待到苏管的话 本子看完了 然后才吩咐小桑 去阿珠姑姑那里拿了钥匙 挑选一件礼物 到时候送给李家表姐 小慎犹豫了一下问 那郡主 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当然去 苏管道 李家好歹是母亲的娘家 若是我连这点面子都不给 那岂不是很没有礼貌 小慎有些愤愤不平 之前她还想欺负郡主呢 我又没吃亏 再说了 母亲送来的那一盆山茶甚好 我是极其满意的 今日早饭后不久 玉华院那边便送来的一盆山茶花 是一株二桥 虽然不是极其珍贵 但也算是好东西了 山茶花种类不少 叫得出名的 不过是什么十八学士 风尘三峡 十三太宝 八仙过海 七仙女 二桥是其中一种 此山茶花开两色 一色为红 一色为白 也是难得 虽然不是花期 但是刚刚成为苏管的心头爱 期待着开花的时候 李氏虽然没有明说什么 但是派人送了东西过来 便有道歉的意思 还知道赔礼道歉 这件事自然是接过了 若是一直揪着不放 那岂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故此 李玉卷请了她 这面子还是要给的 那日带上礼物 去喝些果酒就是了 小盛道 我听说 也请了四姑娘 既然是情府上的姑娘 四姐那边 定然是不会落下的 就怕四姐给不给她这个面子 苏福心高气傲得很 李玉卷不过是一个商户之女 她未必会给这个面子 小盛眼珠子转了转 那奴婢去打听打听 别管了 她爱去不去 苏管不愿再和苏福牵扯 管她爱怎么就怎么 去替我挑选一件 那日要穿的衣裙 是 时间过了两日 便到了李玉燕邀约的日子 苏管梳妆打扮一番 带着小桑小盛 往清幽院去 刚好在清幽院门口那出 碰上了苏福 哟 这不是六妹吗 真是巧了 你也来是应邀前来的吗 这里家姑娘真是好本事 不过是一个商户之女 也敢伸手 请你这位郡主娘娘大驾 也不怕被剁了手 第九十四章 这个苏管 当真是虚伪得很 苏福今日穿着一件 十六红袖牡丹的衣裙 裙摆拽地 大袖端庄 头上顶着类丝牡丹金簪 发际处还插了两只 玛瑙佛手蜜蜂 采花不摇 华贵珍贵非常 在她走动之间 那两只只有拇指大小的 锤珠玛瑙佛手 轻轻地摇晃 因着是错位 倒是没有碰撞在一起 三家公宴那样的气派 相比苏管 倒是素雅了许多 苏管穿着一身 袖着仙鹤云纹的蓝色 胶金如裙 头上的发际 攒了一只松鼠抱尾的白玉簪 看起来青雅美丽 又像是自带仙气 飘飘如仙 两人站在一起 一个是花中牡丹 一个是空谷幽蓝 苏管文言却道 四姐说笑了 什么郡主不郡主的 那都是 说给外人听的 若是真的论起这个 四姐如今须得喊 我也要改口 喊我一声郡主 并且还要行礼参拜 苏福文言 当时脸皮都僵了 一下子竟然说不出话来 要他给苏管行礼参拜 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苏管像是没看到 他的脸色似的 笑意浅浅地说 所以四姐何须拘泥于这些 在府中的 便是一家姐妹 以姐妹相称就是了 至于李家姑娘 我理应喊一声李家表姐 将她当作表亲 她邀请我来 我自然也是要来的 苏福心里憋了一口气 冷哼了一声 六妹说得有道理 身份论高低 岂不是让她自己 给苏管行礼参拜 苏管道 既然来了 你我便一同进去吧 四姐 请 苏福看了她一眼 轻哼了一声 率先带着奴婢走了进去 苏管在后面 看着她走动之间 甩起的宽大袖子 挑了挑眉 苏福这是来者不善 这是要针对李玉燕了 好像这两人之间 也有点愁啊 走吧 苏管带着小桑小圣进了院子 此时李玉燕 已经在院中空地 设了一张石桌 石桌四周有四个石凳 此时 石桌上铺陈着一块 绣着金橘的蓝色桌布 四个石凳上 也绑着一块 同样绣着金橘的蓝色垫子 桌面上 已经摆放了各种印记的水果 和各种点心 在石桌的另一边 又设了一张竹边的罗汉椅 罗汉椅座位和靠背 都垫了绣着金橘的蓝色垫子 中间是一个竹边的小茶几 上面放着一套茶具 边上还放着一个白瓷瓶 白瓷瓶里头插着几只竹叶 看着非常之风雅 是四表姐和郡主来了 李玉燕听见了动静 便带着人来迎接 她身穿着一身淡青色 绣着青竹的蓝裙 头上攒着两朵圈花 其次是一只碧玫花发簪 看十分的端庄秀雅 苏福在苏馆那出受了气 又听李玉燕喊苏馆郡主 称自己为四表姐 心中恼火 轻哼了一声道 既然是你邀请我前来的 难道是来不得了 李玉燕噎了一下 然后道 四表姐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李玉燕是有意 和苏福交好的 想要通过她来接触苏健 她也心知苏福 不是好性子的人 也打定了主意 要有十足的耐心 可是没想到 苏福一上来就说这样的话 苏福道 没有这个意思是 什么意思 还有 也请李姑娘 称我一声四姑娘罢了 我外祖家姓娘 没有心里的表妹 李玉燕脸皮一僵 笑容都挂不住了 苏福原本就看不上 李玉燕的身份 因着前世的事情 她也不想给李玉燕半点面子 她见李玉燕不说话 便越过李玉燕 往里面走去 李玉燕见了 只得跟上去 苏管跟在后面 只当做没看到两人的争持 慢慢地走了过去 此时二房的苏盈和苏罗已经在了 两人坐在那里吃点心 被照顾得服服帖帖的 苏盈是二房庶女 今年才十二岁 她的姨娘是苏林外人 做官的时候带回来的 生得一副柔媚相 将是心中不喜 私底下成日欺压人家 苏盈也长得像她姨娘 虽然年纪上小 可却有了几分姿色 尤其是左眼眼角下的那一滴红痣 衬得她尤其妩媚 不过阴着在府中被嫡母压着 她性子有些沉闷 不爱说话 四姐 六姐 两个姑娘见苏福 与苏管先后走来 忙是打招呼 两人走了上去 苏福在一处空位置坐下 苏管也靠着苏罗坐下 苏罗亲亲切切地拉着她的袖子说话 六姐六姐 这个好吃 好吃 好吃你也要慢点吃 苏管笑了笑 可别是吃多了 边上的婢女道 郡主请放心 奴婢看着呢 不会让八姑娘吃多的 那就好 苏管让小桑将礼物递上给李玉燕 李家表姐请了我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苏管送的是一对珍珠耳环 于静宁侯府和李家而言 都不算贵的东西 不过作为小姑娘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 也是足够了 李玉燕原本以为经过之前的事情 苏管肯定是不待见她的 没想到人来了 还给她送了礼物 有些诧异 也有些惊喜 不管如何 她也是不愿与苏管交恶的 多谢郡主送我的礼物 我很是喜欢 玉燕这里没有别的 果酒倒是有不守 一会儿郡主回去了 便带一趟回去 全当是我的回礼了 苏管笑了笑 那我便多谢你了 郡主客气了 苏福倒是觉得这两人奇怪 她可是听说了 这里玉燕上门第一天 便得罪了苏管 如今这两人还能客客气气地说话 还送礼 这个苏管 当真是虚伪得很 苏福吃笑一声 不屑道 六妹真是好性子 苏管并不在意她的冷嘲热讽 道 礼尚往来罢了 苏福道 那你可说错了 礼尚往来 那也是要同等的礼 你这珍珠耳环 至少也二十两银子 那这果酒算的什么 不过便是一两银子 几文钱的东西罢了 说得好听 指得了一个虚名罢了 李玉燕捏紧了帕子 心中有些不舒服 他这请几位姑娘过来 说是和他亲自酿制的果酒 这亲自酿制的 自然是与旁的不同 苏福却将其说得一文不值 还说是虚名 这实在是过分了 第九十五章 李玉燕落水 李玉燕心中暗恨 这请帖送到了 若是他不想来 寻个借口 不来也就罢了 如今来了 却又楚处刁难挑事 李玉燕想讨好苏福不假 可是这倪人也有三分性 他也不是倪捏的 不过此时 他身在静宁功府 也不是和苏福翻脸的时候 姑且是人了 既然玉燕这果酒 入不得四姑娘的眼 玉燕也不强求 来人 再去烧一壶水 取了上等的茶叶 过来招待四姑娘 茬儿 你去将果儿酒拿出来 我要与几位姑娘饮一些 是 苏福文言觉得有被李玉燕冒犯到 但是他也不想喝李玉燕的什么果儿酒 轻哼一声 便不再作声 茬儿取了几坛子果儿酒来 其中有杏子酒 清理酒 清美酒 李玉燕取了清美酒 给几位姑娘倒了一些 苏馆喝了一小口 清美酒闻着有一股淡淡的酒香 带着一些酸甜滋味 喝着也是有一些滋味 这样的酒 其实没有多少酒味 也喝不醉人 姑娘家甚至可以当成饮品来喝 便是苏英苏罗这样年纪的小姑娘 也是喝得的 苏馆一连喝了两杯 心想 她得了空闲 也要弄一些放着 待日后等想起来的时候 拿出来开一坛子 闲时饮酒赏景 似乎也是不错 苏罗小姑娘 很喜欢喝这种酸甜的东西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苏福看不上李玉燕的果儿酒 坐在一旁喝着茶 冷冷地看着 想到不快的地方 便哼了一声表示自己的不高兴 李玉燕装着没看到 一行人吃吃点心喝点果酒 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等到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 苏馆准备告辞离开 苏福却提出了 让李玉燕送她回芙蓉院的要求 李玉燕不好拒绝 只能硬了下来 只是此时院中还有客人 她又不好就这样走了 只得将两个小姑娘交给苏馆 苏馆笑道 我也该回去了 这样吧 你派个人送七妹回去 阿罗就交给我 我带着她回馆院 晚上再送她回玉华院就行了 我觉得苏馆会欺负苏罗 于是便松了口气 如此也好 多谢郡主 客气了 于是李玉燕便让人 送上了一坛子青梅酒给苏馆 又安排人送苏营回去 自己则是送苏福回芙蓉院 苏馆带着苏罗回馆院 苏罗觉得有些想不明白 于是便问苏馆 六姐 为何四姐要表姐送她回去呢 苏馆道 大概是有什么话要说吧 苏罗又道 可是四姐明明不喜欢表姐 为何表姐还要送她回去呢 苏罗有些听不明白 大人之间的你来我往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也能知道 苏福不喜欢李玉燕的 苏馆摸摸她的头 笑了笑道 或许 她心中也有所求呢 苏罗摇摇头 阿罗不明白 那阿罗想不明白就不要想了 一个人愿意忍气吞声低头 有可能是位于强权 不得不低头 也可能是想要得到某些东西 等阿罗再长大一点 自然也就明白了 苏罗想想 既然是长大了就能明白 那她就不想了吧 大人的事情 自然有大人去想 她只是小孩子 苏馆和苏罗 刚刚回到馆院不久 小慎便来禀报 说是出了事 苏罗实在是困了 霸占了苏馆隔间的小塔五蝎 苏馆拿着一本画本子 正在正厅的罗汉椅上坐着看 见小慎神情古怪 让她说话小声一些 小慎道 奴婢派人去跟着四姑娘和李姑娘 两人原本一路还好好的 四姑娘甚至还和李姑娘说了几句话 只是走到湖边桥上的时候 四姑娘突然将李姑娘推倒在湖里 然后 然后什么 二公子突然出现在那里 跳下去将李姑娘救了起来 如今已经惊动了夫人 苏馆愣了一下 苏英 小慎点头 可不是吗 正是二公子 苏馆一下子皱紧了眉头 她原本以为李玉燕还挺能的 这上门的第一天 就敢想着踩着她往上爬 苏福让她 送她回芙蓉院 定然是有什么事情的 她既然敢去 定然是有本事躲过的 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李玉燕落了水 落水也便罢了 可是她被苏英救起 这报了也报了 这可不能善了 这事情可大了 那现在如何了 夫人已经命人 将李姑娘送回清幽院换衣裳 然后又将二公子和四姑娘 叫到了正院 另外还请了大夫人 二少夫人三少夫人 一同前去正院 李姑娘换了一身衣服 也是要过去的 苏馆被这操作 都搞得有些迷糊了 难不成是苏福 把苏英叫过来的 关于李玉燕的剧情 苏馆已经记得不多 只是知道 她来过府上 爱慕苏健 在苏福第一室的时候 进了东宫 苏福重生之后 气场大开 将来了府上 做客爱慕苏健的李玉燕 赶回了李家 李家草草地安排她嫁人了 至于嫁给了谁 倒是没有细说 反正最后苏福得失之后 打压李家 李家也很快地消失在地城了 如今怎么和苏英扯上关系了 难道说是苏福为李玉燕 挑选好的对象 真要说起来 这苏英可也不是神好东西 愚蠢还好色 她在院子里伺候的奴婢 基本上都是她的人 苏福要将李玉燕推给苏英吗 郡主 你说李姑娘会嫁给二公子吗 苏管也不知道 她正想着 然后又听小慎说 二公子会愿意娶李姑娘吗 如今五姑娘已经是太子良弟 二公子的亲事 怕是要往高处找了吧 谁知道呢 按照道理 便是树房的公子 也未必会看得上商户人家的 而且 她那二伯父二伯母心中计较着 想要给他们 这两个儿子说上好的亲事 李玉燕未必能入得了他们的眼 可如今苏燃已经是太子良弟 太子缺钱 说不定便会让苏英取了这李玉燕 也好将这李家 拉上太子这条船 如此一来 有了李家提供钱财 太子的势力将会更上一层楼 太子和苏燃 应该会非常乐意的吧 第九十六章 不如将玉燕嫁给大公子 苏管没有管这事 她拿着那只小松鼠 放在罗汉椅上 看着他跳来跳去 心中想着李玲 也不知道李公子 何时归来地成 小慎言嘴轻笑 郡主想李公子了吗 那倒也不是 就是觉得好没意思 若是让他拿李氏李玉燕 两人闹的事 和李玲相比 他是情愿与李玲培养感情 至少和李玲相处的时候 他温柔周到 学识渊博 便是听着他说一些杂谈 他都觉得非常之放松 和李氏李玉燕二人纠缠 他觉得心里疲惫不堪 这一件接着一件的事情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是个头啊 静宁公府刚刚受封为公爵 而府中的姑娘 一人进了太子东宫 一人进了隋王府 正处在漩涡的撕舌点上 什么事情外面的人都想掺和一脚 在府中 总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不去找事 事就来找他 麻烦 苏管讨厌麻烦 一心只想闲鱼 奈何身在局中 有时候容不得他闲鱼下去 若不然 连偶尔安宁的日子都没得过了 李氏赶去了政院 苏管也没急着 让苏罗回去御华院 等他醒了 便带着他练字 心想着 这会儿李氏也没时间管他 于是便派人去一趟御华院告知 说让苏罗在他这边住两日 傍晚天黑之后 一行人才从扶贫院散去 苏福推了李玉燕落水 又被王氏禁足 因着他屡教不改 王氏这一次 将他送去祠堂边上的屋子里禁足 什么都不给 每日让人给他送三餐 王氏心里想着 早些把他嫁出去的事情 四日清晨 李家的人登了静明公府的门 来人是李氏的父亲 与他大哥大嫂 三人是为了李玉燕的事情来 王氏与苏寻李氏一同招待了李家三人 王氏问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都是我们的不是 也不知道亲家想要如何解决 李家人也很不高兴 李家人送李玉燕到静明公府 肖想的是苏健 若是李玉燕能嫁给苏健 那么日后李家定然能更上一层楼 如今李玉燕被苏英占了便宜 他们岂能高兴的 而且听说 还是被府上的四姑娘推下水的 李大哥道 夫人 按理说 我们李家将玉燕送到贵府来 是有求于贵府 若是府上不愿 尽管拒绝就是了 可是用如此不堪的手段 害我亲女 实在是过分了 李大嫂哭道 可不是 我家玉燕好好的一个姑娘 如今却变成这样 这让她怎么活 让我怎么活 王氏也是头大的狠 李家的人又不纯 自然是知道静明公府三房之间的关系的 二房都不是王氏亲生的 肯定不是一个好对象的 闹出这样的事情 原本可以好好说亲的李玉燕 就僵持在这里了 说实在的 要李玉燕嫁苏英 李家是不愿意的 之前冲着苏建来的 那是长孙嫡孙 日后要继承爵位的 苏英算的什么 树房嫡子 能有什么用处 说不好听点的 日后进宁宫与夫人百年之后 府上分了家 二房这一脉 又没有大房扶持 那不过是个小官吏之家 更主要的是 苏英还不成器 苏林与江氏这两个儿子 大儿子苏英是个愚蠢好色的 前两年还在春风楼闹出过不小的事情 二儿子苏福 倒是个聪慧的能屈能伸的 王氏头疼道 那二位打算如何 不妨说来听听 李大嫂哭道 能如何 你们能还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儿吗 你们若是不将此事处理好了 那我 那我就坐在静宁公府的大门口哭去 让外面的人好好看看 你们是如何欺负人的 王氏往李氏那边看过去 李氏只好上前去劝她 好了嫂子 你莫要再哭了 有什么事情坐下来好好商量 不就成了吗 李大嫂拍开了李氏的手 很是生气 你说的这是什么风凉话 你好歹是预言的姑母 她出了这样的事情 你非但没有为她做主 来这里 劝我是什么意思 李氏被李大嫂噎了一下 不过因着是李玉燕的事情 李大嫂为母 难受实属寻常 再则李玉燕在府上出事 李氏自知理亏 也不与她计较 王氏又问 你们 想如何解决 李大哥眼珠子转了转 然后道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 不如将玉燕嫁给大公子 夫人你觉得如何 王氏一愣 原本半垂着的眼帘慢慢地睁开 定定地看了李大哥一眼 屋子里也瞬间安静了下来 王氏碾了碾手中的佛珠 温声问 李家的儿郎 你方才说什么 我老婆子老了 耳朵也不好使了 刚刚听不清楚 李大嫂道 我家夫君说的是 府上若是让大公子取了玉燕 我们便不计较此事了 李大哥道 对 我家玉燕好好的一个姑娘 我李家虽不及府上全是富贵 可到底也不差 若是正儿八经地说清 自然也不会落得太差 而且 如今遭遇的这一切 都是府上的缘故 若不是四姑娘推了玉燕下水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夫人 您需要给玉燕一个交代 给李家一个交代 若不然 我们可不服 李大嫂接道 就是 我们不服 王氏 看向李氏的父亲 那亲家认为如何 李夫倒不如儿子儿媳那样的感想 犹犹豫豫豫的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王氏又喊了他一句 亲家 你说 你觉得如何是好 李夫道 此事且看夫人的意思 王氏笑了一下 然后说 玉燕在府上出事 确实是我们府上的错 你们要什么补偿 我都是尽力给的 但是要嫁点阿贱 那是万万不能的 这些人真真是异想天开 还想消享功夫的长孙嫡孙 若不是李玉燕落水 皆因苏福 他早就将这些人给轰出去了 真是太气人了 李大嫂道 夫人说 这话就可笑了 为何不能 害得我女儿如此的是四姑娘 大公子为四姑娘长兄 为妹恕罪 又有什么不能的 难不成我家玉燕 就活该被四姑娘害成这样 第97章 王妃也想做个美 李家想将李玉燕嫁苏健 是不可能的 且不说此事与苏健无关 王氏等人 也不可能让一个珊瑚之女 嫁给苏健 王氏给了两个选择 一个是将李玉燕嫁给苏英 另一个是府上 给予她一些赔偿 另外给她寻一门亲事嫁出去 李家不乐意 这和他们自己 设想的相差太远 又仗着李玉燕 是苏福推下水的 闹了起来 两家人不花散 李玉燕这边恨死了苏福 她以为苏福便是不喜她 最多也不过是嘴上 说几句不好听的话罢了 没想到她竟然敢推她下水 若不是因着碰上苏英 突然出现这事 说不定便是一句不小心 便将此事接过了 她是白白受了这委屈 可是碰上了苏英 她也更委屈了 苏英在水里将她是抱了又抱 这要是传了出去 她除了嫁她 还能嫁给谁 别说是苏健了 好一点的亲事 也轮不上她了 为此 李玉燕恨苏福恨的 那叫咬牙切齿 苏福也不好过 她呢 原本就是想羞辱一下李玉燕 让李玉燕别一想天开 肖想苏健 知道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最多是让李玉燕 在水里扑腾几下肖恨 可是没想到苏英居然撞上上来 这下子 事情闹大了 被关在祠堂的小房子里 夜里黑漆漆的都不点蜡烛 屋子里也是空荡荡的 只有一张锦绒一人躺下的木榻 连一张被子都没有 虽然将要入下了 可是夜里还是挺冷的 苏福一个人坐在木榻上 望着这黑暗的屋子 心中盈盈有些后悔 早不该这样对付李玉燕了 四姑娘 你睡着了吗 怎么不说话 冷不冷啊 世子夫人让奴婢给你送一床被子过来 再您将窗户打开一下 四姑娘您快些 一会那些看守的人就要回来了 苏福没有办法 只得点起脚将高处的窗户打开 然后拿到了被子 除了被子之外 还有几个煮好的鸡蛋和油纸包的饼 外面的人说 四姑娘 您快点吃了 别是让人发现了 奴婢先走了 苏福有些想哭 心中暗恨王氏的绝情 又想着早日脱离王氏的掌控 隔日 李家的人突然又反悔 答应了李玉燕和苏英的轻视 苏林和江氏竟然也答应了 甚至是苏英 也是没有意义的 王氏觉得有些奇怪 却也不想继续在此事上纠缠 若是李家抓着苏福推李玉燕下水这点 非要将李玉燕嫁给苏健 便是府上不会同意 可是闹出来实在是令人笑话 如今这日子 好不容易安静了下来 王氏不愿再让府上成为 地城人餐前饭后的谈资 当日 李玉燕便随着李家人回了李家 刚刚才有了一点人气的清幽院 再次空了下来 过了几日 静宁公府便备了李 去李家提亲 李家应了下来 苏英和李玉燕的亲事 初步定了下来 王氏这边关了苏府几日 杨氏见不到女儿 值得派人去偶尔送一些东西 她自己则是日日在王氏面前哭诉 在苏旺面前哭诉 甚至在苏健面前哭诉 说苏府有多可怜 王氏铁了心要给苏府一个教训 苏旺也是对苏府失望透顶 根本就不想见到她 更别说是为她求情了 倒是苏健 听不得母亲的哭诉 硬着头皮 向王氏求情 王氏问她 你可是知晓 你这妹妹这些日子做了什么 苏健硬着头皮道 孙儿自然是听说了一些 对于苏府最近的事情 苏健也是头疼得很 也不明白 自己好好的一个妹妹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以前的苏府 心高气傲 寻常不将人放在眼里 但好歹也是懂事的姑娘 而如今的苏府 依旧是心高气傲 但任性妄为 仗着杨家的事 和如今昭王府的事 开始明目张胆地欺负人 这是算准了 别人不敢拿她怎么样 先是抢了苏管的亲事 又是害了苏灵 现在来上门客居的李玉燕 都要下手 苏健对李玉燕倒是没什么 也心知她对自己 有那样的意思 但是对她有意思的姑娘 多了去了 她自然也不会去在意 只是李玉燕 已经是要说轻的人 苏福闹的这一出 简直是要毁了李玉燕 实在是过分了 苏健不知道 自己的妹妹 为何变成了一个 歹毒心肠的人 王氏道 既然你知道 便不该为她求情 她做错了事 惩罚她也是应该的 若是再不惩罚她 她就不知道自己有错 阿建 你是个好狼 也是二孙之中 最像你祖父的人 只是少了一些血性 也惯爱心软 你的母亲 你的妹妹 他们虽然是你的亲人 可是做错了事 却也不是 你为他们求情 包庇他们的理由 在这府中 你日后是接掌府中的人 我和你祖父 也没盼望着 你有多能耐 只求你立身得正 好好经营这府中 苏健顿时一阵愧疚 低下头来道 是孙儿错了 祖母说的是 阿福做错了事 理应受到些惩罚 也望他能记住 免得日后 做出更错的事情 王氏欣慰的点头 你能明白就好了 你祖父在里头 你去陪他说说话吧 是 苏健于是便去了内室 和静宁宫说话 陪着他下了两盘棋 王氏寻了一个日子 见了一次怀河王妃 言语之中表达了 希望苏府尽快出嫁的意思 怀河王妃有些诧异 别人是巴不得 再留姑娘两年 再让他出嫁 这静宁宫府 怎么就盼着姑娘早些出嫁呢 王氏寻了个借口道 公爷病了一场 回忆过去 感慨良多 绝命运多喘 朝不知夕 故此 希望府上的孙儿孙女早日成亲 他心中也能安稳些 好生修养 怀河王妃闻言 自然也是信了 对于静宁宫此人 他虽是妇道人家 却也钦佩 于是便道 那我便问一问吧 王氏道 有劳了 客气了 怀河王妃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于是便问 也不知你家大公子的亲事定了没 王氏道 还没呢 怎么了 王妃 也想做得没 怀河王妃笑了笑 然后道 说起来我这里也有个人选 夫人不妨听听 第九十八章 一个想要财 一个想要权 王氏微微诧异 怀河王妃 也不会是胡乱牵线的人 既然他说有人选 定然是相配得上的 于是王氏便问 不知是哪一位姑娘 怀河王妃道 说起来也不巧 乃是平原侯家中的二姑娘 她的堂姐 正是昭王府世子妃 王氏一下子眼睛都亮了 平原侯二姑娘 正是她 怀河王妃道 说起这姑娘 品性倒是不错的 就是活泼了些 随了她的祖父 爱好骑马打猎练剑 常公主还常说 二姑娘最像她年轻的时候 常公主指的是 如今平原侯的母亲 也是皇帝与昭王的亲姑姑 今年七十多了 算是皇族之中 最长寿的一位公主 如今平原侯府 乃是武士同堂 王氏更高兴了 这倒是不打紧 阿剑的性子温和 我们倒是更想为她 找一位厉害些的 静宁宫与王氏感叹的是 家中儿郎没了血性 都是温温和和的人 若是能娶上这样一位姑娘 与家族确实是大有好处 而且 若是苏建娶的夫人不厉害 怕是也压不下杨氏 王氏可不想杨氏 继续祸害静宁宫府 他和静宁宫都商量好了 等以后 就越过苏望 让苏建接位 平原侯府又是武将世家 如今平原侯又接掌的宁和军 家世也了得 这门亲事 确实是不能再好了 怀河王妃道 若是你愿意 下次我便约了平原侯夫人 一同说说话 他为了这个孙女的亲事 那可也操碎了心 王氏道 行 若是有机会 我倒是想见见这位二姑娘 定然是有机会的 王氏回到府上的时候 心情不错 与静宁宫说了此事 平原侯也算不得太子 或是隋王的人 他同样是忠于皇帝 而且 与皇帝这表兄的关系还不错 他家的孙女 确实是个极好的亲事 至于怀河王妃说的 小姑娘性子也了一些 爱好骑马炼剑什么的 这也不打紧 他大半辈子 都在战场上打打杀杀 只要不胡作非为 立身正就好了 王氏道 等怀河王妃约了平原侯夫人 我便去见见那姑娘 静宁宫点头 去吧 看仔细些 阿剑的亲事 得好生地看看 好 因着这事 两人心情不错 等苏剑的亲事定下来 总算是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像李玉燕这等 肖想苏剑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是生怕苏剑着了别人的道 或是像赵明言一样 被人哄得团团转 像是疯了一样 迷恋一个姑娘 虽然苏剑是他们的孙女 可是他们也知道 苏剑这是做得不对 若是自家的儿郎 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姑娘入门的 不过两日 怀河王妃那边 便送来了请帖 怀河王妃下个月十五寿臣 约了王氏过门吃酒 王氏接了这请帖 心中大定 心之平原侯府 对苏剑也很满意 于是便痛痛快快地印了下来 说到那日 定然亲自前去祝贺 今日已经是五月末了 府上过几日 便是杨氏的寿臣 杨氏再一次前来求王氏 提了要将苏福放出来的事情 那一日我娘家的人也过来 若是让他们知晓了 阿福被关了起来 岂不是要生气 便是不能将阿福放出来 暂且让他出来几日 等而习过了生辰 再将他关进去就是了 王氏冷哼 杨氏是觉得 他像以前那样 将苏福放出来之后 就不再将苏福关进去了吧 真是想得美 王氏这一次 是要给祖苏福教训 绝不姑息 于是便道 既然如此 在你生辰那日 将他放出来 就是了 待到宴席散了 便再将他送回去 杨氏傻眼 那也要将他接出来 挑选衣裳首饰 王氏道 这你就不必担心了 我自会安排 到时候让他好好地出现就是了 若是你还想他出来 那就不要再提了 杨氏果然就不再提了 杨氏刚走 苏巡便匆匆到了扶贫院 他来得匆忙 额头上还有些汗急 母亲 王氏手中的茶都还没冷 见他如此匆忙 于是便问 有什么事情 令你如此着急 苏巡脸色不好看 抬了抬下额 王氏把手让边上 后着的婢女下去 这才听他道 确实是大事 哦 什么大事 苏巡道 苏英与李家姑娘的亲事 母亲你可这是谁促成呢 王氏皱眉 怎么了 这其中难不成 还有什么事情 苏巡深吸了一口气 我得了消息 说是孙和见了我那大舅兄 孙和 太子的半读 也是太子外家的公子 王氏的心都提了起来 一时间觉得有些竟然有些转不过来 孙和 太子 苏巡道 二房那边应当与太子时常联系 此番让苏英娶了李侍女 说不得是为了 还能为了什么 自然是为了李家的财富 这李家虽然无权势 可到底是家财万贯 太子想要借着这亲事 将李家绑上他这条船 而李家呢 怕是也得了太子许下的什么东西 一个想要财 一个想要权 一拍集合罢了 王氏呼吸一梗 倒不是因为太子与李家的事情 而是因为二房 李家如何 与他实在没多大关系 他的儿媳虽是李侍女 可李家 不管出了什么事 那也牵扯不到府上的 倒是这二房 便是他再不喜别人生的便宜儿子 但是也是府上的二爷 若是他和太子走得近 旁人只说 他是太子梁帝的父亲 是静明公府的二爷 王氏又是一阵烦闷 这该如何是好 他是铁了心 要投靠太子 苏巡良久之后道 我这倒是有两个主意 第一 分家 将二哥一家分出去 第二 外派 将他派出去 他到时候困在地方上 回不来 那就干不了 什么事了 弄一个错处 将他扁去地方做官 最好是偏远一些 此事父亲容易办 王氏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道 那我去问问你父亲 此事 还是由着他做主 说吧 他看着苏巡又叹了一口气 你大哥还不如你 苏巡是最像他的人 也是最聪明的 平日里 瞧着 只爱诗书画卷 自在逍遥 可是不管什么事情 他也看得最明白的 便是李氏之前的事情 若是换作了旁人 早就将李氏教训一顿 好让他知道厉害 可是也不知道 他是如何跟李氏说的 既然让李氏听他的 还向苏管赔礼道歉 一家子和和气气的 三房这些年的和气 他原本以为是李氏善良 苏管懂事 如今看来 是他这个做夫君 又做父亲的 从中调和的多 第99章 李公子来信 转眼就到了6月初 当日便是杨氏的生辰 家中有长辈在 底下的人生辰 向来都少有大半的 杨氏原本还想借着 他生辰的事情 为静宁公府大宴 庆祝册封公爵之位 然而王氏不同意 他也只能作罢 请的客人也不多 杨家是杨氏的娘家杨家 另外还有与苏建交好的几位同窗 苏府往日来往的几位姐妹 甚至苏若也带着夫君一同前来 照明年协礼而来 那一日清晨 苏管便收到了李林寄来的信件 六姑娘见信安 行路匆匆 多日已过 林已至归宴城 望六姑娘物多挂念 昨日母亲继日 林为母亲拜祭 心中感慨良多 故此写下此信于六姑娘 时过半月 将近夏日 熟热艰难 六姑娘在府中 望莫要贪凉 须得注意身体 信件不短 她絮絮叨叨地说了许多 说她准备着手建防射 又问她喜欢什么样的 还有就是 下个月她要归来帝城 庆贺进民宫寿臣 随着书信一同前来的是一只凤凰木簪子 说时她在路上所雕刻的 便随着寄信寄过来 全当个纪念 凤凰木簪子 是一只卷云样式的簪子 上面有三朵卷云 自然优雅闲适 表面上磨得非常之光滑 看起来还有些反光 虽然素朴了一些 但是手艺不错 苏管试了试 却是觉得满意 平日里在家中的时候 倒是可以带带 苏管的许多簪子 都是华丽光彩的 要不就是珍贵的玉簪子 她平日用的时候 都得小心翼翼的 生怕磕着还是碰着了 这可都是钱啊 这木簪子 虽然不算美丽 但也新鲜 也不怕磕着了 小慎正在为苏管梳妆 她一会儿要随李氏 一同参加杨氏的生辰宴 小桑在一旁问 郡主 李公子可是说了 她何时归来帝城 苏管道 祖父生辰之前 她应当是能回来一趟 小桑文言却很高兴 李公子当真是在意郡主 连公爷的寿臣都记得 小慎却有些担心 府上公爷的寿臣要大半 那一日来客不少 还要献礼 也不知李公子 为公爷准备了什么礼 苏管一顿 然后又听小慎继续忧心道 府上的几个姑娘 一个进了东宫 一个嫁了隋王 大姑奶奶是平摆侯府二夫人 如今四姑娘 也是和昭王府定了亲事 也不知道那一日 太子与隋王会不会过来 苏管文言 眉头更是皱得更深了 这是要逼着她 重复前面的操作 给她送一些钱 好让她备制贺礼吗 她也不求李林能给她光彩 可到时候要是太差了 她怕她被人笑话 苏管觉有些糟心 凝了凝袖口 然后道 这样吧 我先写信问问她 有没有准备贺礼 准备了什么 要是不妥当的 再换一个就是了 小桑道 郡主说的有道理 那奴婢去准备笔墨 去吧 带小圣给她梳妆完毕 小桑这边的笔墨也准备好了 纸张铺陈在桌面上 由着一块翡翠 正纸压着 苏管坐下来 想了一下 才提笔 给她写了一封信 先是和她说了一下最近的事情 然后又感谢了一下她送的簪子 说了一下自己对居住环境的要求 说是差不多像清风别院那样就是了 最后才是询问了 她寿宴准备礼物的事情 苏管斟酌了一下词句 委婉地说了一下 然后折叠放入信封之中 派人去送玉华院 让苏寻帮忙送出去 走吧 我们也该去桃园了 是 杨氏的生辰宴在桃园之中举行 客人依旧是隔着水岸分在两边 苏管来的时候 苏罗和李氏已经到了 她上前去和杨氏打了一声招呼 又送上了准备好的贺礼 这才回到李氏和苏罗的身边 与他们坐在一起 苏管准备的贺礼 是一份上好的茶叶 不轻不重 却也让人挑不出错出来 六姐 苏罗高高兴兴地凑了过来 阿罗 苏管拍了拍她的袖子 然后道 你一会儿要乖一些 万不可到处乱跑 苏罗笑得开怀 六姐 阿罗知道了 定然是不会乱跑的 那就好 苏管目光扫过四周 杨氏与杨家一行人谈笑艳艳 苏福则是沉着脸 坐在一旁不吭声 王氏如了杨氏所愿 将苏福放了出来一天 不过也没给她自由 此时站在她身后的是 王氏安排的婢女 时刻盯着她 等到宴席一散 客人一走 便要将她重新送回祠堂那边 为此 苏福一整天的心情不好 杨氏的笑容也勉强 但此事又不能与杨家的人说 只好勉强笑着 苏管与苏罗 还有李氏坐在一起 听着那些人说着 苏福和赵明延定亲的事情 杨家的人满面笑容 觉得这亲事好得不得了 也不知道 亲事定在什么时候 也不急 此事有夫人和公爷做主呢 我还想多留阿福一些日子 杨氏笑了起来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自然是想要她好好的 那是那是 到时候 定然要好好地喝一杯喜酒 阿福 你说话呀 怎么就坐在那里不说话了 苏福勉强地笑了一下 没有 我在吃东西呢 他心想 要是能早日出嫁也好 早点摆脱了王室 若不然也不知道 自己还要受苦到什么时候 听说今日招王府的三公子也来了 正在对岸那边喝酒吗 可不是 阿福当真是找到好亲事了 说来说去 然后又说到了苏贱的亲事上 有人问杨氏 那你们大公子的亲事 如今如何了 杨氏原本有意要为苏贱挑选妻子的 可是苏望和王氏都不准他插手 最终只得作罢 为了这事 他心里还难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若是让他来挑选 定然是要挑选一个核心意的儿媳的 可是让王氏来挑选 他这心中实在是很不高兴 杨氏的笑容浅了一些 还不知道呢 第100章 我这位四妹啊 当真是极其了得 怎么就不知道了 莫不是已经有了人选了 杨氏笑容牵强 当真是还不知道 有没有杨氏不敢说 按照道理说 这私底下疫情的 在没有确定之前 是万万不能外传的 免得事情不成 反而坏了名声 苏贱到底是他亲 他万事都要小心一些的 若是没有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好人选 你也好好瞧一瞧 我这里也有一位 那可是难得的好姑娘 苏管安静地吃着点心喝着茶 却也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 苏福那几个娇好的姐妹到来 先是给杨氏送了贺礼 然后便喊了苏福 去其他的地方坐着说话 苏福心情不好 但是觉得在场的人太多 更是不想待着 于是便打算 与这群人一起离开 有位姑娘喊了苏管一起 郡主可是要一同前来 几位夫人说话 咱们的插不上嘴 倒不如找个地方说说话 苏管想了想 摇头 多谢几位好意 我懒得动他 便在此处听着几位夫人 说话就是了 来人还想再劝 苏福道 别管他 他喜欢在这里待着 就让他待着吧 说吧 他便率先离开 边上的丫鬟连忙跟上去 后面的几个姑娘面面相去 然后也只能跟上去 边上的几个妇人 脸色变了一下 暗暗皱了一下眉头 觉得苏福这个姑娘 实在是太不治理了 苏管却知道 苏福为何如此嚣张的 此时 他已经与赵明延定了亲事 赵明延日后 便是权倾天下的昭王 他便是昭王妃 往后只有别人讨好他 在他面前伏地做小的份 所以何必在意 故此 自然是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了 看看谁曾欺负过他 先欺负回去再说 反正别人 现在不能拿他怎样 以后同样在他面前低头 苏福心高气傲 素来都是不吃亏的主 如今又仗着自己重生 能预知未来的先机 更是不得了 苏管笑了笑 倒是不在意苏福的态度 边上有人同苏管说话 我听说 那清风别怨 如今被陛下赐给了郡主与李公子 苏管道 这事倒是真事 李公子已经寻了人休息 那李公子能遇上郡主 倒是好运气 什么都不用做 这一下子 那是什么都有了 要我说啊 府上也太过小题大做 将郡主许给这样的一个人 不过是一个寒门学子 家中一穷二白 给些银子了了 恩情也就罢了 堂堂贵女千金 要嫁这么一个人 实在可惜了 说话的是杨氏娘家的二嫂 姑且称一声文氏 这文氏是出了名的牙间嘴利 说话也不大好听 素管皱了皱眉头 然后又听她道 我家的三郎 生得俊美不凡 又学识渊博 若是郡主有意 夫人慎言 素管淡淡开口 陛下曾为我与李公子赐婚 夫人是在叫我抗旨吗 也不知道是何居心 文氏脸色突然一白 当时差点连脸上的脂粉 都吓得掉下来了 是的 陛下曾为素管与李林赐婚 同时封了素管为温孝郡主 如今她说这样的话 岂不是让素管毁婚 这不是在劝人家抗旨吗 文氏一时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好一会儿 她才找回了自己的生意 是我说错了 郡主与李公子 再也合适不过的一对了 我若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还请郡主多多包涵 素管冷淡道 虽不知你家三郎如何好 但是在我看来 是万万比不过李公子的 李公子虽出身低微 却也是个治理守性的人 若是再有人在我面前诋毁李公子 那也休怪我不给面子了 好歹李林也是要与她成亲的人了 在她面前说她的不是 真当她素管是死的吗 边上的人善善 脸上有些不好看 杨世见素管在她生辰这日说这话 实在是不给她面子 于是便道 阿管 人家也是好意 你又何故说这样的话 再说了 这李公子出身确实是差 连个进士都没能考上 你要嫁他 确实是委屈了 你看看你四姐 如今与三公子定亲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亲事 你啊 怎么就不学学你四姐呢 可不是 就是 苏若悠悠道 昭王府的三公子 确实是一个顶好的亲事 日后说不定就是一位侯夫人 不过母亲倒是忘了 阿福这亲事是怎么来的 杨世脸色一变 豁然站起来 苏若 你住口 苏若却不惧怕她 昔日蛇姨娘与苏玲在府上 苏若忌惮杨世 生怕这女人欺负了她姨娘和妹子 如今她将苏玲害成这样 她早想对付她了 苏若冷笑一声 母亲这是在害怕什么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我当真是给六妹赶到冤屈 你们这些人 听她杨世是如何吹捧三公子 又是如何贬低李公子的 可是你们不知 杨世眼睛都瞪圆了 你住口 母亲 你有什么害怕的 不就是昔日昭王府与前三神有过约定 为三公子与六妹定下盟约吗 反正如今亲事也被四妹抢到手了 有什么害怕的 苏若故作无奈 我这位四妹啊 当真是极其了得 当初为了这亲事 陷害六妹不成 让昭王府上门求取 逼着三叔和六妹退了这门亲事 说起来 六妹才是真正的可怜 你们母女俩 抢了亲事也就罢了 可是却天天在六妹面前 说三公子如何吼 又说李公子又如何的上不了台面 诚日在他伤口上撒盐 是不是心中很得意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 心中大抵是在想 看吧 你这样的人 就该配那等上不了台面的人 我家阿福才是最好的 李英是配最好的 苏若恶心极了 我瞧见你们母女两遍 觉得恶心 闭嘴闭嘴 杨氏像是疯了似的地冲上去 苏若也早有准备 边上的婢女上前去将杨氏拦住 不让她碰到苏若 杨氏破口大骂 苏若 你胡说八道什么 苏若痴笑一声 什么我胡说八道 母亲这是敢做不敢认吗 你敢对天发誓 她苏福不是在六妹手里 将赵明言抢过来的吗 你敢不敢 敢不敢 第101章 苏若 你是不是疯了 没有人能料到苏若突然发难 而且还是在杨氏的生辰宴上 杨氏有恃无恐 当初害苏林的时候 凭着她身后有杨家 她的儿子是长孙嫡孙 女儿又与昭王府定亲 所以自觉的苏家的人 不管是为了这敬宁功夫的脸面 还是为了这三房的面子 都是不敢拿她怎么样的 正如苏若所说 往苏管伤口上撒盐这事 她心里是又得意又开心的 她大概怎么都没料到 苏若会在今日将事情捅了出来 杨氏眼前一黑 只觉得要晕过去了 完了 这下子 今日的客人离开之后 估计这满地城的人都知道 她的阿福如何地下作 抢了姐妹的亲事 苏若道 怎么 不敢发誓吗 杨氏眼睛都红了 苏若 你是不是疯了 你这样诋毁静宁功夫 对你有什么好处 没有好处 苏若心道 但是我见你过得不好 我心中痛快 至于什么静宁功夫 苏若也不怎么在乎了 昔日苏林被害成这样 静宁功夫仍旧护着杨氏和苏福 如今她在静宁功夫 也没什么牵挂 而且如今平摆侯府 也站了隋王这边 静宁功夫摆明了不想掺和 讨好也无用 苏若看向苏管 见她就坐在那里 睁着一双清亮的眼睛看着 也不出声 于是便问她 六妹倒是耐得住性子 好好的亲事被人抢了 竟然半生都不吭 苏管微微皱眉 倒是没想到 苏若会直接点名她 这下子 周边这些人的目光 都齐刷刷地往她身上看来 苏管碾着茶盏的手指 有些僵硬 勉强地笑了一下 我有什么好说的 大概是姻缘天成 既然四姐 与三公子有了情意在 我这个做妹妹的 理应成全 苏若的心思 苏管估计也能猜到一些 不过是恨着杨氏 当日害苏林的事情 想要伺机报复 让杨氏和苏福 难堪抬不起头来 但是苏林当初那事情 不能放出来说 所以便将苏福 抢侵蚀这事 作为说辞 如此一来 到时候这母女二人名声败坏 在地城之中 被人指指点点 苏若对苏管的话有些意外 她以为苏管心中是恨苏福的 毕竟若不是苏福 和赵明言定亲的就是她了 如今她也不用去配一个寒门学子 可是如今 她却说 她理应成全 六妹竟然是这样想的 自然 苏管笑了一下 说起来 不过是我母亲当年 与王妃之间的约定 我与三公子素未谋面 与陌生人无疑 自然也没有什么感情的 所以这桩约定 成与不成 与我也不重要 王妃心知此事对不住我 在两家商量之后 便给予我三十万两银子 与我日后傍身 只是我怎么能要这样的钱财 可是不收吧 王妃心中又过意不去 于是我便让我父亲 将那三十万两银子 送到了户部 为去遂寒血覆盖 无家可归之人 重建家园 也算是为己身积福了 至于姻缘一事 自古姻缘天成 旁人都言我要与李公子定亲 堂堂贵女千金 要许给一个寒门学子 实在是吃亏 可我与那李公子见过 心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 少年公子 学识渊博 谦逊有礼 又不卑不亢 故此 我心中也是愿意的 若是我不愿 祖父祖母和父亲 总不会答应这样的事情 世人常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你焉之日后 李公子便不能功成名就了 苏光缓了一口气 目光扫过四周 我今日便将话放在这里了 日后莫要在我面前 说什么配不配的话 若不然 也休怪我不客气了 说吧 他便站起身来 让小桑扶着他离开 边上的人见此 也为他留出一条道路来 他这些话半真半假 一来摘清了自己 毕竟这被人抢了婚事 不是什么好事 可若是他和赵明言 从未见过面 此番赵明言 与别的姑娘有了情谊 不愿遵从这当初口头约定 于他和赵明言而言 伤害少一些 二来便是三十万两银子的事 当初是他逼迫 赵王府给的补偿 赵王妃与此满心愤愤 他说了这样的话 反而将赵王妃说得善良大方 赵王妃便是知道了今日之事 也不会责怪到他的头上 最后是为李灵说话 他实在是受够了这些人 踩低李灵说配不上他的话 李灵是他自己选的 他觉得他配得上就是了 别人哪里有资格说这样的话 苏管在心中叹气 好乏啊 说一句话 都倒考虑这里考虑那里 实在是太糟心了 苏若原本想要叫住他 可是见他一副生气的样子 也不敢再去叫他 见他走了 转头便对着杨氏冷哼了一声 既然六妹不与你们计较 我说什么也没有用处 今日便不打扰母亲了 告辞 说着 他便要转身离开 杨氏那里 容得他闹事之后便这样离开 他气得险些磨碎了牙齿 苏若 你丢我站住 你们都是吃白饭的吗 快拦住他 将他拦住 苏若被拦住了去乳 转头看杨氏 慢慢地露出笑容来 怎么 这便是府上的待客之道 都不让客人离开了 杨氏让婢女扶着走了过来 杨首就要给苏若一巴掌 苏若伸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没让他打着 苏若道 你以为我如今还是当初那个 你想打就打想骂 就骂的小姑娘吗 母亲 世子夫人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天 大冷的天气 你让我和阿玲在外头跪着 从早上一直跪到晚上 傍晚还下了雪 那一天可冷了 简直是透不得冷 是 我和阿玲是府上的庶女 在你眼中 不过是姨娘生的玩意 你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你背后有杨家 又为府上生了嫡子 是世子夫人 而我们在你眼中 都是蝼蚁 可是 今日不一样了 我如今好歹也是个 平摆侯府二夫人 你要打我 是想两府交恶吗 杨氏呼吸一致 苏若 你个贱人 你给我闭嘴 第102章 杨氏 给我滚进来 杨氏简直是要被他气疯 今日这么多人在 苏若说这些话 是在指责他 身为嫡母 虐待庶子庶女吗 这若是传出去了 那他的名声还要不要了 尽宁公府的名声 还要不要了 苏若道 母亲你怕什么 既然敢做了 还怕人说 反正你身后有杨家在 便是杀了人了 也有人兜着 世子夫人之位 稳如泰山 这会儿 苏福和苏剑赶到 苏福得知消息的时候 正和几个姑娘聊天 有一个姑娘 正好在这边围观了一场大戏 便跑了过去 将此事说了 当时那几个 和苏福一起聊天的姑娘 看她的眼神都变了 仿佛是看到了 什么厌恶的东西 苏福是大家嫡女 与她交好的地位和差不多 都是家中有地位的嫡女 有些的也打小定下的亲事 若是换作了她们 自己的好亲事被人抢了 那是恨不得 要上去把人给撕了 天底下好男儿多的是 抢已经有主的是 怎么回事 呸 真是不要脸 这样的人 根本就不值得来往 苏福听了来人的复述 也顾不上几位姑娘 忙是跑了过来 路上的时候 刚好碰上了 闻讯赶来的苏剑 兄妹一见面 苏福简直是想哭 要是这外头的人都知道 是她抢了苏管的亲事 那她的名声怎么办 招王府还会如约让她进门吗 苏若苏若 好一个苏若 苏剑见她急得就要掉眼泪 也是无奈 值得说道 先不要哭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母亲 苏福文言也不敢哭 两人齐齐去了杨氏设宴的地方 此时苏管已经走了 李氏拉着苏罗站在一边 杨氏和苏若正在争吵 两人急忙上前去拦在中间 苏福拉着杨氏 苏剑则是站在中间 苏剑脸色发红 对苏若道 好了 不要吵了 阿若 你是晚辈 如何和母亲争吵 苏若冷哼一声道 她是你母亲 又不是我母亲 你见过大雪天 将孩子丢在雪地里的母亲 你见过心思 恶毒到毁了孩子亲事的母亲吗 苏剑一顿 当时哑口无言 杨氏这些年 措磨苏若与苏灵 当初苏若的亲事 若不是苏若被平摆侯老夫人 看中了 杨氏给她安排的亲事 那是要将她往深渊里推去 再来苏灵的亲事 陈家这门亲事 是苏若为妹妹谋划亲自牵的线 原本是个极好的亲事了 却又被杨氏亲手给毁了 这个人还是她的母亲 苏剑心中愧疚 在苏若面前抬不起头来 闭了闭眼 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指责的话 苏若甩了甩袖子 我如今也不想与她争论 我现在要离去 你让人让开吧 苏剑只得吩咐边上的人 让她走 杨氏不愿意 歇斯底里地叫嚷 不行 不能放她走 让她把话说明白了 明明是她信口词皇诬陷于我的 让她说清楚 苏若扬了扬下巴 无限 我才懒得诬陷你 我现在就要走 若是再懒 也别怪我再说什么更不好听的话了 母亲 你这些年如何对我和阿灵的 要我仔细地说一遍吗 杨氏这些年 暗地里欺负苏若苏灵的事情 做得可不少 大事小事都有 若是全部说出来 杨氏的名声 那也是要毁了的 杨氏原本不怕苏若的 因着苏若还要靠着静宁功夫 要维护她娘家的脸面 可是现在苏若豁出去了 杨氏确实是有些怕了 让她走 让她走 苏若冷哼一声 然后大摇大摆地带着丫鬟走了 杨氏的生辰宴一片混乱 苏若走了之后 杨氏也没了过生辰的心思 勉强撑着笑容将客人送出了门口 她低着头 可以想象此时客人笑容满面的背后 是有多么地讽刺她 杨氏心中恨死了苏若 客人送走了之后 扶贫院便有人请杨氏 说王氏要见她 杨氏一听 简直是头皮发麻 但是又不敢不去 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刚刚走到正厅的门口 一只茶盏便摔了出来 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茶盏碎成了好几块 在地面上咕噜地滚了一下 杨氏 给我滚进来 杨氏那一瞬间 只想掉头就走 可是又不能走 只得让人扶着她走了进去 此事屋里 只有王氏和苏剑苏福两兄妹 杨氏 见自己的儿女都在 心中松了一口气 然后便上前哭诉 婆母 都是那苏若害我啊 她害得我好苦啊 王氏气得差点就要上去踹她两脚 你闭嘴 若不是你当初做下那么多事情 何故有今日 王氏觉得 她这个儿媳 简直是没脑子 我当时便同你说过 让你好好的待阿若与阿玲 不过是两个姑娘 日后所有的一切 不都是阿剑的 可是你呢 你是怎么做的 在他们小时候 挫磨他们就算了 你是嫡母 看着姨娘生的孩子不顺眼 给他们立规矩 只要不是太过分了 我也不管你 可是 你为何要在他们二人的 亲事上施手段 恨不得让他们嫁一个 狼心狗肺的 一生过得痛苦是不是 不过就是一副嫁妆 便送出门的事情 你便这样的容不得人 王氏很生气 大房这边 简直是一天一出戏 身为嫡母的杨氏 心思恶毒 用尽了手段去害庶女 身为嫡女的苏福 看中了姐妹的亲事 于是便下手将亲事强否 如今的苏若和苏灵 因着这些事情 也早就恨死了杨氏和苏福 恨死了静宁功夫 这是一道无解的题 给我跪下 好好反省 王氏心中有些怨怪 苏若如此行事 置娘家的名声于不顾 可也知道 在他们姐妹二人 受尽委屈和搓磨的时候 娘家瞻前顾后 未曾给她公正 也未曾保护过他们 他们心中有怨 她也是能理解的 都怪杨氏 这个毒妇 杨氏跪了下来 然后便不停地哭 她可想而知 今日之后 外面的人会如何说 她和苏福 苏福心中也有些担忧 那祖母 我与三公子的亲事 应该不会受影响吧 在这个时候 她本不应该 开口问这些话的 可她实在是担心得很 要是因此 她的名声坏了 昭王府突然悔婚了怎么办 她还想嫁给昭明言 还想做昭王妃呢 王氏闻言大怒 你还敢提这亲事 第103章 世子夫人求见 今日的事情一出 静宁公府 几乎是成为 整个地城的笑柄 一副姐妹 姐姐竟然抢了 妹妹的的亲事 实在是可笑 外加之前 杨氏在外面 如何吹捧苏福 得了一个好姻缘 又是如何言说 苏管如何可怜 日后凄惨 如今看来 不过是猫哭耗子 假慈悲罢了 心中也不知有多得意 苏福也觉得头疼 于是便道 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没有用处 未经之计 也只有稳住昭王府 这亲事可不能算了 若是这亲事算了 那我以后如何嫁人 杨氏也点头 可不是 婆母 你一定要帮帮阿福 若是昭王府因此退了亲事 那阿福该怎么办 阿福可是您亲孙女啊 王氏冷笑 你也说了 阿福是我亲孙女 难道阿若阿灵阿馆 不是我亲孙女吗 杨氏心道 那些人怎么能和我亲女比 可是 他到底 不敢在王氏面前 将这话说出来 只得低下头不吭声 苏剑道 若不然我寻个机会 见一见昭王府世子 府上的事情 他应当是知道些的 王氏皱眉 此事你不必掺和 我自会约见昭王妃 将此事谈一谈 之前这事情 昭王府也知道 虽然被人知道了丢脸 但既然 已经过了理定了亲 那是不会轻易退亲的 苏剑道 孙儿想也如此 就是怕昭王府的人心中不满 日后阿福嫁了过去 怕是要吃苦 王氏冷哼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做下这样的事情 苏福勾了赵明言的心 让赵明言非他不娶 使得昭王妃 不得不背弃当初与月氏的约定 又损失了三十万两银子 原本已经是遭了昭王妃的恨了 如今事情 被苏若说了出来 又使得昭王府丢尽了脸面 昭王妃心中的不喜 可想而知 苏剑觉得头疼 然后又听王氏道 此事就这么办了 你不必再管这两人 一切都是 他们自己弄出来的事情 你好好读书就是了 苏剑无奈 然后又听王氏道 十五那日 是怀和王妃受臣 到时候 你陪我一同前去 是 当日 苏剑抢妹妹亲事 和杨氏虐待庶女一事 便在地城传开来 地城一片哗然 迅速沦为了人们 茶前饭后的谈资 一说杨氏恶毒 不是贤妻 虐待庶女 此事甚至影响了杨家女 杨氏的侄女 如今正在一亲当中 原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也将要定亲的事情传了出去 结果此事一出 对方便立刻反悔 不愿娶杨家女为妻 二说苏剑此人 抢了堂妹的亲事 实在是不知廉耻 甚至未曾定亲 便赵明言私会 诸位与她交好的姑娘 纷纷与她撇亲关系 表示不愿与之为伍 赵王妃气得 摔碎了一个茶盏 心中更恨苏福了 这个女人 让赵王妃丢了 这么大的一个脸 实在是可恨 不过因着苏管为她说话 将三十万两银子的事情 说成她给的补偿 所以 世人对赵王妃的态度 还算友善 就是关于赵明言 和苏福之间的事情 被传得沸沸扬扬 她的最疼爱的儿子 成为了那些人 笔下的风流无事 顽固子弟 什么流连风尘 相约相会 暗通屈款 美人勾人 欲罢不能 真是气死她了 因此 在面对赵明言的时候 赵王妃也没有了 往日的疼爱 只觉得满心愤恨 儿子太不懂事了 赵明言在屋中跪求 母妃 这都是那平白府二夫人的错 她定然是极度 苏福要与我定亲 这才将此事闹了出来 母妃 这不关阿福的事情 阿福是无辜的呀 你闭嘴 赵王妃简直是要 踹自己的儿子两脚 你怎么就不长脑子 那苏福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以前是多听话的一个孩子 自从遇上了她之后 便三番五次地和我对着干 你说她好 她能有什么好的 若是她够好 便不会抢了妹妹的亲事 阿管是个我看着长大的 多温柔 和善的一个姑娘 偏偏就是你不知福 再真是气死我了 赵明言解释道 我与阿福相识之时 她根本就不知道 母妃与月仪之间有过约定 在她知道的时候 也曾和我说过以后不要见面了 是我舍不得她 是我求她的 你闭嘴 赵王妃大怒 一个好好的姑娘家 素来知书达理 进退有度 她在做姑娘的时候 便与你私会 能是什么好姑娘 儿子简直是名顽不灵 被苏福那个小贱人勾了魂了 赵王妃真是被气得要晕过去了 正在此时 有婢女在门外禀告 王妃 世子夫人求见 赵王妃呼吸了一口气 与气并不怎好 她来做什么 让她回去好好养着身子 世子夫人说 有要事见王妃 赵王妃呼吸了一口气 甩袖在一旁坐下 罢手让赵明妍站在一旁 这才到 让她进来 世子夫人慕容宁 游着婢女扶着 缓缓走了进来 慕容宁上前行礼 母妃 赵王妃把罢手 让她坐下 你身子不便 不必多礼 坐下吧 多谢母妃 慕容宁看了一旁 低着头站着的赵明妍一眼 然后在赵王妃边上的椅子 坐了下来 赵王妃见此 罢手让赵明妍下去 赵明妍松了口气 对着慕容宁头过去感谢的一眼 然后快速地低着头离开了 赵王妃问慕容宁 你来此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慕容宁道 不过只是小事 我娘家那边来信 说是有一将仙 许给靖宁公府大公子 母妃对各家熟悉 于是我便想问问母妃 那位大公子如何 慕容宁口中的仙 正是她的堂妹慕容仙 也是怀河王妃 做媒给苏贱的那个人 赵王妃一顿 然后道 那位大公子听说还可以 就是母亲和妹妹 都不是什么好人 若是要嫁 便要想好应对之策 慕容宁陪着赵王妃 说了一会话 出来的时候 刚好在院子门口 碰上了赵明妍 赵明妍见了她 松了一口气 嫂嫂 母妃如何了 第104章 相看 慕容宁不但是赵明妍的嫂子 还是她的表姐 两家来往频繁 关系也非常的不错 算得上是一同长大的 在慕容宁眼中 赵明妍就是一个 被赵王妃溺爱过度 长不大的孩子 慕容宁瞪了她一眼 然后道 明妍啊 你也该懂事了 莫要总是惹母妃生气 母妃最疼的就是你了 那近宁府的四姑娘 有什么好的 能让你为此 一而再再而三地 因她弃母妃 原本慕容宁对这个苏福 没什么感觉的 既然赵明妍喜欢 娶了就娶了吧 可是听了这些事情 也觉得这姑娘不好 日后进了门 有的是糟心事 赵明妍心思单纯了些 她还是希望她能找一个 温柔善良的姑娘 赵明妍皱起眉头 嫂嫂 你误会了 这些事情 真的不是阿福的错 在我心里 阿福是世间上 最美丽善良的姑娘了 就是那些人极度她好 所以才往她身上泼脏水的 慕容宁见她这般 明顽不灵的样子 也是一阵头疼 罢了 我也不说你了 你现在不要再去见母妃了 她见了你 怕是要更生气了 赵明妍低着头 像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 明妍知道了 慕容宁叹了一口气 却也不说什么了 而后王氏便寻了个机会 和赵王妃见了一面 为了平息此时 两家人便商量着 早些让两人成亲 只要成了亲 这流言便慢慢地淡下来了 赵王妃原本是很不乐意 赵明妍取苏符的 可是此时已经定了亲 若是退亲 便是得罪了敬宁公府 面上也不好看 再加上赵明妍又是贵又是求的 赵王妃虽然恨儿子不争气 但是也心疼 于是便硬了下来 过了几日 赵王妃便请了怀河王妃 上敬宁公府上门请妻 商量婚妻 最终将成亲的日子 定在了十月初二 消息一传出来 原本正在看苏符笑话的人 统统都闭嘴了 最多就是私底下议论一下 觉得苏符不要脸 不过婚事既然能稳住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拿着是说事 怕是得罪了敬宁公府与赵王妃 只是苏符的名声败坏 大家都不喜他 也不愿与他为伍就是了 还有杨氏 杨氏亏待庶女的事情 也被传了出来 使得杨氏丢尽了脸面 被盖上了一个不嫌恶毒 不能为妻的名声 甚至因此牵连了杨家 使得两家关系有了裂痕 当日十五 怀河王妃生辰 王氏带着江氏李氏 还有苏管苏健一同前往 杨氏被留了下来 怀河王妃 是虽然只是一位郡王妃 但是也是东赵少有的贵人之一 如今的王爷 除了皇帝的两个儿子 隋王明王之外 便只剩下皇帝的亲弟弟昭王 以及这位堂帝怀河王了 故此 怀河王妃的生辰 虽然并没有大半 但是来客仍旧是不少 王氏带着府上的一众女眷 进了招待女客的客院 苏健则是被人领着 去了南客那边 怀河王妃有心牵线 平原侯妇人 带着两个儿媳和慕容仙也都来了 王氏得了机会 和平原侯妇人说话 打量了慕容仙一眼 心中是极其满意的 小姑娘穿着一件粉色的乳裙 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肌肤百里透红 健康活泼 瞧着礼节也是不差的 王氏有意地问了她几个问题 却也答得滴水不露 做事处事也有她的一套 行得正坐的端 进退得当 颇有她当年的几分风范 王氏满意了 于是便笑着 和平原侯妇人 说起了苏健的事情 平原侯妇人对苏健也是很满意 静宁功夫的长孙嫡孙 地位不低 日后是要继承爵位的人 慕容仙嫁了她 日后便是公爵夫人 而且 苏健这少年人也很不错 她家里也有一同读书的少年 平原侯也见过她 样貌家是品行都不错的 若说有缺憾 大概是就是有一个那样的母亲 和那样的一个妹子罢了 不过世间的事情 甚少有十全十美的 再说了 慕容仙也不是好欺负的 双方都觉得 这妆亲事很不错 于是便继续闲聊了起来 慕容仙得了空闲脱身 由着怀河王的家小郡主 带着一起去花园里玩 苏管也被邀请在其中 慕容仙生得一张鹅蛋脸 她性子豪爽 让人瞧着就心情就好起来 她早知今日 是为了她和苏健相看一事 于是对苏管也是颇为照顾 也喜欢和她说话 郡主平日里在家中做什么 苏管道 也没做什么 不过便是看看书 练练字 再是养养花 慕容仙笑道 郡主喜欢养花 我姐姐也喜欢 若是你见了她 定然会欢喜的 一旁的姑娘问 姐姐 你说的可是赵王府的世子夫人 慕容仙道 正是她 慕容宁是端庄大气的姑娘 在帝城之中 也是非常的有名 若不是她 打小便与赵明长婚约在 皇帝怕是要将她 指给某一位王爷做王妃了 高门贵女之中 这位可是标杆人物 苏管道 我时常听说 这位 就是一直不能相见 实在是可惜 慕容仙笑了起来 这有什么 她如今身子不方便 若不然 今日你就能见到她了 慕容宁怀孕三个月之后 赵王府便放出了喜讯 故此 今日她没来 别人也挑不出错 这可是赵王府里头一个孙辈 自然是要万分小心的 改日若是有机会 我去王府探望她的时候 再约上你一起就是了 苏管点头 若是有机会 我定然与你一同前去 苏管之前让小慎 查了这位狮子夫人 只不过那会儿她 应该是刚刚怀孕 所以一直待在赵王府 无缘无故的 苏管也不好上门拜访 于是便一直担搬下来了 一定 边上有一位姑娘问苏管 听说陛下将清风别院 赐予了郡主和李公子 苏管点头 却有此事 此时李公子寻了人休息 那姑娘文言笑了起来 也不知 我们何时能去看一看 说不得下一次师会 可以再极力举行呢 这可是绝佳的好地方 第105章 慕容仙 清风别院 是赵青山赵院长 与真华夫人的别院 此前 这夫妇二人在世之时 喜爱用来宴课 来往皆是有学之事 当年各位学士 皆以得清风宴的 一张琴帖为荣 也便是这夫妇二人过世之后 清风别院便空了下来 世人以为在赵家人手中 觉得赵家后人觉得自己主持不了 这清风别院的聚会 所以便一直空着 没想到 如今既然到了苏管和李林的手里 若是能在清风别院举行一场师会 那可是一件极具盛名的美事了 日后便是被人说起 也是有名之人 那姑娘笑意盈盈地问 不知郡主可否愿意 苏管皱眉 正欲开口 边上的慕容仙便笑了起来 她道 宋三姑娘真的好生地有趣 此番陛下将清风别院 赐予郡主与李公子 日后当作府邸用的 怎么要在人家府中做师会 你说这话不觉得失礼 可不是 怀河王小郡主也道 这清风别院 日后便是私宅了 若是得了郡主的邀请 上门做客也就罢了 这要求在人家家中开做什么师会 宋三姑娘 若不然 将这师会在你家中开展 你觉得如何 这位宋三姑娘一听这话 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大家高门贵族 女眷诸多 关系也挫杂 若不是主家有事 谁人愿意操劳主持什么师会 师会之事 男女皆有 也最是容易出事 到时候出了事的 还要愿怪上主家 故此 什么师会的 许多人都选定了公众的地方举行 再不计 也是空着的别院 可不是某家主家居住的府邸 而且清风别院这事 若是开了口子 日后有事 大家都巴望着 有了一次 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扰人亲近不说 杂事诸多 也烦得很 所以这宋三姑娘提出什么 在清风别院举行师会 尹德慕容仙和怀河王小郡主 都很反感 怀河王小郡主 乃是怀河王妃终年所得之妖女 也是二人唯一的女儿 今年才十三岁 名曰赵如锦 怀河王与王妃 对其千交百宠的 还为她请封了一个郡主之位 也称如锦郡主 宋三姑娘道 我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只想着瞻仰一下 清风别院荣光罢了 慕容仙道 既然如此 又何必说什么师会 待日后上门做客就是了 宿管什么话都没说 被这两个姑娘护着 心头微暖 她笑道 清风别院 确实是不能再举行什么师会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 再请几位姑娘上门做客就是了 宋三姑娘心有不甘 红着眼睛硬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称自己有事 她便带着人走了 赵如锦道 你别管她 仗着家里出了一位太子妃 总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实在是讨厌 慕容仙压低了声音 轻哼了一声 听说宋家也有一响 要将这位三姑娘 说给你大哥 被拒了 苏管愣了一下 原来这位宋三姑娘 就是太子妃的亲妹啊 只不过 这宋三姑娘 怎么可能说给苏剑 她记载在苏福的第一事 苏福劝说苏剑取的 将家里 闹得鸡飞狗跳的那一位姑娘 是太子外家孙家的姑娘 可不是这位宋三 太子妃姓宋 出身不低 正是当朝太父的孙女 这位三姑娘毅然 苏管看看慕容仙 然后又想了一下 刚刚那宋三姑娘 再想想孙家姑娘 心思微妙 慕容仙被她这一看 不悦的神情也收敛了一些 怎的这样看我 我脸上可是有花了 苏管温婉的一笑 两相对比 她觉得慕容仙若是能嫁给苏剑 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我可喜欢仙姐姐了 若是有机会 咱们一同出去玩 慕容仙爽快地硬了下来 好说 下次一定叫上你 寿宴到了后面 便是入席吃酒席 几个姑娘坐在一处 苏管也没急着回到王室的身边 等宴会散了 王室招手 让苏管与她同坐一辆马车 然后问起了慕容仙的事情 阿管 你觉得 这位慕容姑娘如何 苏管笑了起来 祖母不是心中有数 王室笑了起来 我这不是在问你吗 你觉得慕容姑娘 给你做扫扫如何 苏管道 远的不说 慕容姑娘倒是挺护着我的 慕容仙本性如此 也惯爱护着弱小的人 心性善良 为人爽利 却也聪明 也不是那种 会受人欺负的人 王室文言脸上的笑容 更真诚了一些 她能护着你 那就更好的 王室心中对慕容仙 真的是非常满意 苏剑是府中的长孙长子 底下的都是弟弟妹妹 慕容仙若是嫁了过去 便是长嫂 她能有这份心 王室心中欣慰 王室年纪健大 这两年也有了放权的心思 可是三个儿媳 将是 是数子妇 肯定是不行的 李氏出身商户 眼界低 只看得见眼前 而杨氏呢 杨氏心胸狭隘 手段恶毒 若是由他长家 不出几年 这一家子都要散了 若是慕容仙嫁了过来 他好好教导几年 也能撑起来 若是他能压得住杨氏 王室觉得自己 百年之后也安心了 一行人回到家中 王室便开始准备提亲礼 并且请了怀河王妃作媒 登了平原侯府的门 为苏健求取慕容仙 平原侯府印了下来 杨氏后来才得知 自己儿子的亲事 没经过他的意思 已经被王室定了下来 气得心头发闷 将苏健喊来询问此事 你祖母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我妻儿 难不成你的亲事 我便不能知晓吗 他这边一声不吭地 将事情定了下来 眼底还有我这个人吗 莫不是等到成亲那日 才告知我 我儿要娶妻了 我告诉你 若是如此 这盏儿媳的茶 我是不会喝的 苏健无奈 母亲莫要动怒 祖母也是忘了 什么忘了 他定然是不想让我知道 生怕我搅合了 他给你选的何心意的媳妇 杨氏气得发疯 他自己儿子的亲事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已经要定下来了 他可是听说了 那平原侯府的二姑娘 性子差得很 这样的人也配做他儿媳 不过 既然事情定了下来 也没有后悔的余地 他咬了咬唇道 既然你就要定亲了 有些事情也该学一学 改名我挑选两个丫鬟 放在你房里 苏健文言抬头 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 第106章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苏健与杨氏大吵了一架 而后便离开了杨氏居住的玉竹院 匆匆回了自己的院子 闭门不出 他觉得他这母亲 是越来越过分了 以前他说 这话也就罢了 他只当他身为母亲 想要他身边有一两个伺候的 他自己不乐意 说是要安心读书 拒绝了就是了 可是现在这个时候 他明知他要定亲了 却还提出什么 给他房里放人的事情 这不是巴不得这亲事不成 打人家平原侯府的脸吗 堂堂一个世子夫人 竟然用这样下作的手段 想要打自己 这位过门而习的脸 若是传不出了 让平原侯府怎么想 让外面的人怎么想 杨氏剑苏健也不理会他了 心口大火 便去了雪情院 找叶姨娘的麻烦 苏旺就两个妾室 一个是跟着他多年的蛇姨娘 一个便是这位叶姨娘了 蛇姨娘拿了放妾书 投奔自己的女儿去了 苏旺也怨恨杨氏恶毒 不愿与他同床 于是很多时间 都待在叶姨娘的雪情院 叶姨娘不同蛇姨娘人老朱黄 她今年才24 正是花信之年 年轻貌美有温柔小意 轻易地便勾住了男人的心 故此 苏旺一回来 落脚的地方便成了雪情院 根本就不回玉竹院了 为了此事 杨氏最近时常找叶姨娘的麻烦 不过有苏旺护着 叶姨娘又是一个有心机的 杨氏自己吃了个哑巴亏 这一次杨氏一过来 对着叶姨娘 就是一顿利规矩 怎知叶姨娘半途却晕了过去 秦府一一看 竟然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这下子 杨氏那是真的气得要发疯了 之前蛇姨娘还在府中的时候 苏旺爱重的是嫡妻 和跟了她多年的蛇姨娘 叶姨娘虽然年轻 可是分道的宠爱有限 杨氏闷不吭声地 让人给叶姨娘熬碧子汤 可究竟次数多了 也不知道叶姨娘是有意无意 被苏旺给发现了 将杨氏骂了一顿 而后杨氏做这等事 便小心翼翼的 没想到竟然怀上了 如此以来 倒不如不将蛇姨娘弄走了 毕竟这蛇姨娘年纪大了 不会像这叶姨娘一样 弄出一个孩子来 若是庶女还好 要真是一个儿子 她怕是要吐血 王氏得知此事 也由不得杨氏骇苏家的血脉 派了两个人去雪情院 照顾叶姨娘 杨氏虽然可怜 可她是可怜之人 却也是可恨之人 若不是她一而再 再而三地闹事 也不会有今日 昔日从苏府与昭王府 要定亲的时候 她便自觉地 有了更好的依仗 府上也不敢对她如何 于是便 做下了许多错事 导致了今日的后果 大房这边闹得鸡飞狗跳 苏馆得了空闲 便跟着李氏学经营铺子一事 李氏虽然目光浅薄了一些 可是因着是商户出身 对于店铺经营一事 很有一套 李氏给了两间铺子 交给苏馆打理 并且亲自教导 一家是卖笔墨指研的书斋 一家是布料成衣的布装 这两家店的位置都在地城 可是生意一直不好 李氏正打算将铺子关门大吉 如此正好给苏馆练手 苏馆接手了两家铺子之后 也跑了几趟 开始了整改计划 这一家布装成衣店买的布料 比不得当日 李氏带他所去的那一家店面 店中所卖的布料成衣 皆是一般品质 价格也不高 属于那种 平民百姓都买得起的布料成衣 只是这些的成衣 照着时下的款式做的 女子所穿的款式也过于繁琐 动作不变 一般女子买了回去 也穿不了几次 毕竟普通女子和高门贵妇千金不同 她们每日都要做事 若是行动不变 确实也挺不舒服的 于是苏管便让人设计了 一些简单新颖的成衣 小袖 扎袖的如山裤裙 一要行动方便 二要美观 至于书斋 这书斋的生意差 完全是因为位置关系 那书斋在街道的最里面 在街道的外面 便有三两家书斋 客源便少了大半 再加上没什么信员的东西 自然是生意不好了 苏管随手提了几个 才子家人高门公子千金贵女的故事 命人找了写画本子的先生写书 然后又让店里出纸张和墨 请了需要链字的学子帮忙抄路 等到日后 这话本子卖出去了 自然也吸引一些人过来 有了客源 店里的生意也能慢慢的起来 不过一切都有带时间的见证 李氏得了空闲 便带他出去查账 教导他看账本 或是查看一下货品的质量 告诉他怎样判断东西的好坏 处于什么样的品级 价格多少 李家为皇商 家中巨富 设计的行业也广 苏管跟着李氏一个月下来 基本上将所有赚钱的行业 都有了一些了解 李氏尽心尽力地教导他 苏管原本因着李玉燕的事情 对他心里还有几分不满的 不过到了这会儿 才觉得自己狭隘了 一个人总不会十全十美 李氏为李氏女 碰上李家的事情 他为自己为李家着想 也是情有可原 到底李家才是他的亲人 而他苏管不过是他的妓女罢了 不管是他是一直如何 还是知道自己错了之后 幡然悔悟 苏管心中都感激他 这么尽心尽力地教导自己 一个月后 苏管便让小桑准备了重礼 谢了李氏的教导之情 这个时候已经是七月十八了 静宁宫的寿臣 在七月二十五 府上也开始忙了起来 正在这会儿 苏管也听到了来人的禀告 说李玲回来了 苏管眼睛一亮 有些惊喜 是李公子回来了 来禀报的婢女笑道 可不是李公子 李公子今日才回到地城 午时便休息了一会儿 便匆忙赶来了府上 此时正在玉华院 与三爷喝茶 三爷换奴婢 请郡主过去呢 郡主也快些过去吧 若不然 李公子怕是要等急了 那婢女言嘴笑了笑 很快地告辞离开了 小桑和小慎也很高兴 快速地给苏管找了一身衣裳 郡主 你在发什么愣呢 快些啊 哦 来了来了 苏管任由小慎 给他换上了乳裙 然后又是一阵梳妆 头上在船上 李玲送的松鼠白玉簪 这才高高兴兴地 往玉华院走去 第107章 我以后换你阿管 在玉华院这边 苏巡正在和李玲喝茶说话 李玲一走便是两个月 这一见面 翁絮二人倒是有不少话说 有关于就近日子发生的事情 还有以后的规划和打算 李玲离开地城之后 便回到了归宴城石桥村 先是拜祭了母亲 又是将原来的老巫翻新 并且出了图纸 扩建了不少 李玲暂时没有要离开东朝的打算 怕是苏管不适应 同样的 也不准备在地城久留 她身份要保密 若是暴露了 很容易引来麻烦 而此时她地位太低 若是留在地城 苏管只不定要被人欺负 倒不如回归宴城赞住 待到过几年 再回离城 苏管千金贵女 总不能像以前一样 一个院子就能住得下来 她这一嫁过来 手下的婢女护卫 定然也不会少的 故此 房舍扩建是应当的 至于怎么扩建 她便依照了清风别院的规模 让人见了一处差不多的 如此 也够他们住几年了 苏寻道 你做得不错 若是有什么缺的 便和我说就是了 李玲道 若是有需要 警员自然会开口的 正在这会儿 苏管从院子门口走了进来 因着走得太快 她的脸红扑扑的 脚下的步伐也有些快 郡主 郡主 苏寻和李玲 正在亭子里喝茶 抬头便看到了来人 苏寻招了招手 然后让她过去 阿管来了 快歇过来 李玲微微挑眉 脸上也有了一些笑意 六姑娘 父亲 李公子 苏寻命人 给她添了一盏茶 也让她坐下 苏管低着头 仔细地打亮了一眼李玲 一个月过去了 她似乎是没什么变化 仍旧是这副谦逊温柔的样子 李玲目光落在她的身上 见她脸色微红 笑了一下 然后问她 六姑娘最近如何 苏管点头 我倒是极好的 便是听说你忙得很 如今如何了 李玲道 也差不多了 收到了六姑娘的信 忙完我便过来了 苏管脸皮更红了一些 听她说的 像是专程为了她回来似的 不过 貌似也是如此 若不是因为她 她此时已经是在家中温书 不必往地城跑了 六姑娘所说的事情 我也记得了 寿礼也准备妥当了 若是六姑娘不放心 明日得了时间 去我那里看看就是了 出门去 苏管眼睛一亮 然后抬头看向苏巡 父亲 苏巡嘴角僵了一下 心里有些不乐意 这小子说这话 分明是想约她姑娘出门 李玲问苏巡 不知三爷可否放行 苏巡脸皮扭曲了一下 好一会才到 行啊 明日我安排 苏巡倒不是太古板的人 既然苏管和李玲要定亲了 她自然是希望 两人能相处出感情来 只要不与举 一起出门 那自然是可以的 规矩是死的 可人是活的 她希望 女儿能开开心心地 嫁给她喜欢的郎君 而不是 一个连面都没见几次的陌生人 李玲微笑 多谢三爷 求得了苏巡的同意 又因着苏巡在一旁坐着 她也不好和苏管说太多的话 坐了一会儿 便要告辞离开 苏管送了她出门 约定了明日来接她出门的事情 临别之时 又送了她一提核的点心 说是她到地城的时候让人做的 如今还热着呢 李玲道 你带回去吃吧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明日带你去看 苏巡笑道 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李玲含笑 带你去了便知晓了 如今且不能与你说 说了就没意思了 苏巡眼嘴轻笑 这可是你说的 若是我到时候不喜欢 那我可不一 是要你重新送的 哄到我高兴为止 好 就哄到你高兴为止 她瞧着她俏皮的样子 心头微暖 心到六姑娘活泼起来 也是极其可爱的 她撵了年纸间 慢慢地垂下眼帘 若是说她最开始的时候 对她只有一点点的喜欢 想要与这个姑娘共度余生 那么现在的话 她只想将她留在身边 一刻也舍不得她离开的 以往的她 眼观世界 一身漠然 而此番 不过是两个月的时间 她已经止不住地想念她 收到她的信 她便在细细地想着她写信的模样 执笔的模样 或是笑着的样子 若不是真的有事情要忙 她说不得那个时候 便跑过来找她了 苏管 阿管 阿管 嗯 苏管眨了眨眼 抬眼看她 她个子 比她要高出不少 她看她的时候 需要抬头才能看到 她问 我以后 换你阿管 如何 苏管想了想 倒是反应过来了 她先前一直喊她六姑娘 如今却喊她阿管 家中的长辈都喊她阿管 她倒是不觉得有什么 可是在她喊这两个字的时候 她总觉得自己听出了一些缠绵温柔的味道 她脸色更红了一些 差点就忍不住要用帕子捂住脸 李灵这次 真是很会撩人啊 她见她不答 而后又问了她一句 如何 若是你不愿意 那便当我没提吧 苏管道 你想如何便如何吧 你高兴就行了 说吧 她又快速地开口 我还有点事情忘了 得先回去了 李公子 我先走了 明日再见 李灵知她是有些害羞了 也不勉强她 于是便爽快地放她离开了 明日再见 嗯 苏管提着提河 转身快步离开 刚刚到了静宁公府大门口 便有婢女上前来 借过她手中的提河 李灵静静地看着 见她回头往这边看了一眼 便笑了笑 然后便摇了摇手 转身往府里走去 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 这才上了马车 往自己的住处赶去 她回来的时候 酒便已经在了 见到她的时候 还嘻嘻哈哈的 我倒是听说了 你的六姑娘 可真是维护你啊 连旁人说你一句 不是她都要管 瞧着这小姑娘 温温婉婉的 若是发起脾气来 也是个厉害的 苏管在阳氏生辰宴上 为李灵说话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秘密 酒便自然也知道了 李灵坐下来喝了一口茶 轻轻地瞥了她一眼 阿管自然是最好的 不过也与你没什么关系 少说闲话 龙舟赛那日的事情 查得如何了 第108章 此事可是要告知东军 说起正事 酒便终于是正经了一些 她的笑容脸去 坐姿也端正得不少 一双眼睛 像是有光芒在闪动着 端午那日的龙舟赛 有人想埋伏刺杀皇帝 顺道将事情 栽赃在黎城的身上 这事 身为黎城的人 自然是不能容忍的 酒便诡异地笑了一下 倒是真的查出了一些东西 不过是有人等不及了 李灵挑眉 和东赵的皇子有关 是哪一位 李灵瞧着她的神色 伴赏之后 才道 是太子 酒便用手中的折扇 敲了敲暗机的边沿 笑了一下 不错 这位太子 真是有意思得很 酒便道 若是东军驾崩 这位太子便顺势而上 登基为帝 若是事情不成 自然也有了替死鬼 隋王府上有位谋士 与于父有些关系 早年算是同窗 而后于父回了黎城 这位谋士便到了隋王帐下效力 曾写过信给于父 请黎城 按住隋王城市 并且许下众目 于父是李灵手下的一位谋士 正是坐镇黎城的人 怕是有信件落在了对方手中 以此为证 当日派出去的人都是死士 连同守水口的人都 全部被灭口 唯有一个指向黎城的陶木牌为证 若是此时 有人说出 这位谋士与黎城的于父有关 又有信件为证 虽然不能指明 此时是隋王做的 但是也有很大的嫌疑 到时候 皇帝自然会怀疑隋王 此时东照 太子与隋王争锋 太子正统嫡子 尊贵 而隋王则有赵贵妃二十年 为他急急迎迎 身后又有一个赵家在 而后又娶了苏灵为侧妃 得了平百侯府两兄弟效力 平百侯府虽然落魄了 但是这两兄弟 确实是能耐的 平百侯平为带兵能力极强 此时已经是三平将军 二爷平成擅长谋略 如今是隋王帐下的谋士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人 太子仅有正统之位 但是外祖家孙家已经落魄 母亲早逝 如今能仰仗的不多 最厉害的还是一个太父宋家 宋太父逃离满天下 很是受识人尊敬 投靠太子的也不少 但是他却缺少了一个一个 强有力的支持 兵权 若不然 当日太子也不会谋划 这让苏福嫁给他 如今东赵 兵权四分 一个是如今平原侯所掌控的宁河军 第二是郑国公所掌控的岳家军 第三是昭王府的地成禁卫军 最后是镇守四边疆土的守备军队 剩下一些 零零散散地掌控在一些将领的手中 太子缺兵权 所以也急了起来 于是便设下了这么一个局 便是证据不能指证隋王 可是知道隋王与黎城有联系 皇帝定然会厌弃他 好在李林身在地成 直接点明了 这陶木牌是假的 故此才没有查到渔夫身上 不过 太子做此事 断尾断得很干净 隋王又是小心谨慎 所以这案件一直没什么进展 也就是九便 循着这陶木牌的查了过来 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最后才查到太子的身上 九便问 公子 此事可是要告知东军 李林喝了一口茶 摇头 不必了 东赵自家的事情 何必插手 知晓有这个事情便好了 他国夺敌之争 黎城是素来都不管的 就黎城而言 谁尚未都是一样的 太子也好 隋王也罢 都与他们没关系 各国不愿与黎城为敌 黎城也不愿与各国皇帝结仇 置身事外 管他谁输谁赢 九便点头 硬了下来 李林又道 命人收拾一下 明日六姑娘要过来 九便微微挑眉 六姑娘要过来 公子 可是需要我认识认识六姑娘 李林拿着一个果子就丢了过去 嫌弃道 明日走远点 别吓到了六姑娘 九便接了果子 痴痴地笑了两声 然后道 行行 我滚远点 省得人家 六姑娘见了有外人在 不自在 你知道就好 公子打算何时下聘 九便笑了笑 下聘一事固然不及 但是也该准备起来了 公子要娶妻 乃是大事 不知是要离成 李家的名义下聘 还是如今这般 李林沉默了一瞬 好一会才到 离成的名义倒是不必了 不过该有的 一应不能缺了 至于怎么安排 过几日我想想再说 也好 而后九便便便安排人 收拾了一下院子 免得明日苏管来了 觉得他住的地方不干净 心中不高兴 苏管这边回了院子 才打开提盒看了一下 里面装的全是他喜爱吃的糕点 虽然这些东西 对一个功夫贵女来说 算不得什么 但是他有这份心 也是不错的 苏管在前世 见得多了那种嘴上说 我爱你 爱你很爱你 可却不愿意为你 花一点心思一分钱的人 李林还记得 他喜欢吃的 又算好的时间 命人做来送他 如今吃着 还是热乎乎的 他心里高兴 纠结了一下 只给小桑小慎分了几个 剩下的他 自己一个人吃了 吃完了之后 肚子有点撑 连稀食都吃不下了 也不知道是吃多了 还是心里藏着事 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他起来开窗 坐在窗口处吹了吹凉风 第二日清晨 便有些病烟烟的 他并不喜欢有人守夜 所以这夜里睡觉 屋里就他一个人 第二天清晨 小桑小慎过来 伺候他起床的之后 这才发现 他脸色苍白 姑娘 这是怎么了 小桑一着急 连郡主都忘了喊了 宿管睁开眼来 觉得头重脚轻 脑子还有点疼 他拍了拍脑袋 然后道 没事 就是有点受凉了 小慎着急道 那奴婢去请府衣 过来瞧瞧 回来 宿管急忙喊住了他 不用去 我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可是郡主 我没事 休息一下便好了 再说了 一会儿还要出门 若是我请了府衣 父亲定然不会让我出门的 宿管也没想到 自己吹了 一会儿风便受凉了 他深感骄养的千金贵女 身体虚弱 心想着 日后也该好好锻炼一下 别是这一副风 一吹就病倒的模样 太娇弱了 也是很不好的 第109章 受礼 苏管感慨了一会 缓了一口气 便起来梳妆 他伸手按摩了一下额头 缓解了一下疼痛 这才让小慎给他上妆 他肌肤生得极好 白里透红的 往日都不用如何上妆 可是如今他的脸色苍白 眼底也有一些青 显得有些虚弱 故此便让小慎抹后一些 上妆完毕 总算是掩盖了 他的苍白和憔悴 又变得神采奕奕了起来 苏管眼睛一亮 小慎只手艺可以啊 能做小姐贴身婢女的 无意不是心灵手巧的 再不济 也是有一项技能的 小慎微笑 郡主喜欢就好 我自然是喜欢的 吃过早食不久 便有人来报 说是李玲已经到了 苏管命人准备准备 带上一些临时 要用的东西和钱银 便匆匆去了御华院 苏管过来的时候 苏巡和李玲正在说话 见了苏管 叮嘱了他几句 让他早些回来 并且指了两个护卫给他 便让他们走了 这一次 苏巡还为苏管安排了马车 根本就用不上李玲准备的 到了门口上了马车 便跟着李家的马车 往前走去 苏管有些头疼 靠在马车的靠垫上闭目休息 马车摇摇晃晃的 他总觉得 自己头更疼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马车停下来 他呼吸了一口气 觉得终于不摇晃了 脑袋的舒服多了 郡主 郡主 郡主星星 我们到了 郡主 苏管觉得 像是有一只蚊子 在自己面前嗡嗡直叫 实在是太烦了 吵得他脑子更疼了 他受不了 勉强地睁开眼睛 这才发现自己处在马车之中 外面的光线 透过车窗洒了进来 非常之谎言 郡主 你可是醒了 到了 苏管这才想起 今日他答应了李玲到他的地方 看他准备的受理 刚刚在马车上 他伸手按了一下脑袋 似乎是觉得更疼了 不过既然来了 总不能现在就走 先是去看看 若是没什么问题 便立刻回去就是了 扶我起来 是 苏管由着小桑扶着下了马车 小圣和李玲 已经在边上等着 见他下来 两人便伸手扶了他一下 脚踩在地面上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的脚有些发虚 脑袋一阵眩晕 很不舒服 李玲见他这样 眉头皱了起来 这是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苏管忙道 我无事 就是坐马车颠簸有些晕 李公子不必担忧 当真无事 李玲见他 脸色苍白的厉害 此刻便是脸上的妆容 都有些遮掩不住 当然了 难不成我 还能骗你不成 李玲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道 罢了 若是你有哪里不舒服 千万要记得和我说就是了 苏管点头 放心吧 我可是很爱惜自己的人 李玲稍稍放心 领着他往院子里走去 李玲住的院子 是在一处僻静的巷子里 周边都是大大小小差不多的院子 为两镜的院子 也不大 不过就他带着几个人 也够住了 李玲带着他到前院的一处待客屋子 先是命人上茶 这才同他说话 我之前来地城参加科举 便与几个友人一同住在这里 春围之后 考中了的也搬了出去 考不中的便启程返乡 如今只余下我一人 我住得惯了 也就没再搬 等过一些日子 我便搬到清风别院去 苏管喝着温茶 脑袋舒服了一些 他点头道 如此也好 清风别院 虽说什么是陛下赏赐的 他没有直接给苏管 那就说明了 要将其当作李家的宅院 日后 估计要在此处澄清 李玲住进去 也是好的 苏管有问他 我祖父的寿臣 不知道你 准备了什么样的寿礼 李玲笑了笑 这边带你去看 甚好 于是 两人 便带着一群人去了隔壁 李玲给静宁宫准备的寿臣 是一套假咒 上头银色的冷光 泛出层层冷意 李玲道 此乃黎成所出的假咒 用料奇特 坚固无比 可谓刀枪不入 依祖父如今 虽然已经退了下来 但是他 应当会喜欢这个 苏管不懂这些 不过看着做工精致 想要伸手摸一摸 却被他按住 我来 你小心伤了手 李玲将假咒的头盔 拿了下来 苏管伸手摸了摸上头的红鹰 他叹息道 我听说过一些 黎成的假咒 傀儡机关术最为出名 故此 许多大将 都以得一套假咒为荣 若是祖父年轻时候 能得这一套 也不必受这么多的伤 如今所得 不过也是 留个纪念罢了 静宁宫上交兵权 便打定了主意退下来 日后不再参与这些事情了 日后 怕是再也没有穿上战袍的机会了 苏管笑了笑 不过祖父应当会喜欢的 我替祖父谢谢李公子 我听闻黎成素来排外 类似冰甲一类的东西 极少外售 各国所得的不多 你能弄到一套 怕是费了不少心思 李玲笑道 费心应该的 贵府尚富贵 一般钱才能买到的东西 自然是不缺的 我思来想去 也便只有这些 能令公爷高兴了 如此一来 也无需六姑娘再担心 六姑娘 你瞧着我准备的礼物 是合适呢 还是不合适 苏管想到自己 给他写的信 脸色微红 自然是合适的 别的不说 在咱们东赵 也就陛下 有一套黎成锻造的甲位 其他人都是没有的 李玲倾笑 黎成的甲咒 素来都不爱受 多是用来交换 或是做人情 我刚好认识黎成的一位先生 对他几分恩情在 故此 才写信去求了他 让他送一套过来 李公子费心了 苏管得知这礼物非常不错 也便松了口气 他原本还让小桑 带上一千两银子 若是这寿礼实在是太差 比他想象中有本事 瞧着也不穷 而且 朋友似乎也挺多了 有恩的人也挺多的 苏管松了一口气 却觉得脑袋忽然一阵疼痛袭来 他伸手按住额头 脚下一个酿呛 就要往地上栽去 李玲吓了一跳 忙是伸手将他扶住 阿管 第110章 感冒冲击 苏管只觉得 脑袋疼得厉害 像是有人拿着一个 顿顿的刀子在敲着 他想说 没事 可是手脚虚软的厉害 他张不开口 只得勉强地摇摇头 小桑和小慎 急忙上来扶住他 郡主 郡主 郡主没事吧 李玲松开手 命小桑小慎 将人扶到一旁的罗汉椅上 他坐在一旁 伸手给他把脉 小桑和小慎此刻 心里慌得要命 刚想着派人去请大夫 却见李玲伸手给苏管把脉 也是一阵吃惊 李公子会看病 李玲皱眉 会一些 小病还是能看的 六姑娘是受凉头疼了 你们这是 怎么伺候的 主子病了都不知道 小慎拿着一个靠垫 让苏管靠着舒服些 小桑解释道 早上起来的时候 郡主便有些不舒服 奴婢是想去请府一过来 悄悄的 可是郡主不让 苏管也是有顾虑的 他住在静明公府内院 出门一趟不容易 尤其是郑大光明 和李玲一同出来的 先要找个理由 然后又要长辈同意 前一日也已经说好了 若是他请了府一过来 定然会惊动苏巡 甚至惊动王室 那么今日他就别想出门了 而后要吃要休养 就近这段日子 就别想着要出门了 李玲心思缜密 文言自然也清楚 这其中的缘由 有些心疼 却也不高兴 若是想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都好 实在不行 我去看望他就是了 生病了 就该好好休息 你们日后万不可 让他这般任性 身体要紧 是 苏管靠在抱枕上 休息了一会舒服了一些 这才虚弱的开口 你也别说他们 是我自己非要出来的 李玲皱眉 见他脸色苍白 于是便问他 好些了吗 苏管点头 还好 歇一歇就没事了 李玲见他难受 也不敢移动他 命人烧了一壶开水 然后便取出了一个药包 将里面颗粒细微的 褐色药物 倒入杯盏中 冲上热水搅拌几下 使得里面的颗粒 融在水中 然后递了过来 我祖上的人 喜欢外出游历天下 有时候荒山野地的 病了也找不到药 于是 仙祖便让人配了这个药 可以缓解疼痛 趋风寒头疼 你喝一些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苏管心道 这不是感冒冲剂吗 不过 想起他可能有一个 同样未穿越的仙祖 觉得他有这个东西 也不算什么 感冒冲剂的制药 那可是比什么望远镜 简单多了 苏管心里全衡了一下 喝感冒冲剂和中药 没有任何犹豫地 选择了前者 多谢 说着他就要喝 郡主 小桑吓了一跳 想要伸手去阻止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怎么能让主子 胡乱喝外面的药呢 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 小桑欲言又止 苏管看向他 怎么了 李灵道 不过是一道趋风寒的药 当不得什么 若是你现在回去 要先看大夫抓药熬药 恐怕得两个时辰 才能喝得上药 到时候 你家主子都要烧糊涂了 今日早晨 得知主子不舒服 便应该去请大夫了 让他如此硬撑了几个时辰 小桑脸色突然一白 苏管拍了拍小桑的手 然后道 行了 你别怪罪他 是我想着来见你 所以才让他们帮忙隐瞒的 李灵确实是有些生气的 觉得这两个人 没能好好照顾主子 不过因着苏管这样说 也不好再说下去了 他劝道 快些喝药吧 阿管若是下次想见我 什么时候都可以 喊我过去就是了 千万别再太折腾自己 他还是喜欢一个 健健康康的阿管饿 苏管点头 我晓得了 说着他便乖巧地 把那一盏冲击喝了下去 喝的时候还挺烫的 他小口小口地喝着 味道微苦带着一些甜 还是可以忍受的 喝完之后 觉得自己的肚子暖乎乎的 舒服极了 李灵命人拿了一些 蜜饯过来 让他吃一颗 然后道 你便在这里歇一会 要是觉得困了 便闭上眼睡着 反正还有时间 也不急着回去 李灵原本打算 看过甲卫之后 带他出去走走 可是如今看来 怕是不合适了 让他歇一会 等他好受一点点 送他回去吧 我就在隔壁 李灵说着便嘱咐 小三和小慎 好好照顾你家姑娘 是 李灵出了房门 然后又命人 取了干净的小被子送进去 小三和小慎将罗汉以上的暗机 扳了下来 扑了垫子 让苏管睡一会 苏管喝了药 感觉身体暖乎乎的 迷迷糊乎的 连眼睛都睁不开 心想 睡一会吧 反正算不得大事 在李灵面前丢人 也算不得什么丢脸了 反正他就这样 不过 以后不能再宅着了 需得好好地锻炼锻炼身体 若不然 吹一吹风就能病 也太弱了点 因着苏管在这边休息 李灵则是在隔壁的屋子里 看书等着 两个护卫也被安排在一旁坐着 大约是过了半个时辰 苏管醒来的时候头也不疼了 人也有精神了 不过因这地方有些陌生 他茫然了一下 这才想起 自己是在李灵的院子里睡着了 想到此处 他有些脸红 郡主 可是好些了 我没事了 不用担心我 苏管坐了起来 边上小慎连忙为他整理衣衫 重新挽发 小桑松了口气 郡主没事 我便就放心了 苏管道 对了 你一会儿同那两个护卫说一说 让他们万不可告诉父亲此事 若不然 不单是你们 连他们也是 要受罚的 甚至连李公子 也要被父亲不喜的 若是苏巡知道 苏管病着跑了出来 第一个就要拿两个贴身婢女士问 第二个便是护卫 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 居然看不出主子身子不适 要来何用 最后便是李灵了 因着李灵 苏管才跑了出来 他自然也要受到牵连 反正我现在没事 也看不出什么来 你们定然也不想 父亲不喜李公子吧 小桑沉默了一瞬 然后又听苏管说 就此一次了 下次我定然会听你们的 绝不逞强 好一会儿 小桑才道 那郡主可要说话算话 日后千万不要像今日这样 险些把我和小盛吓坏了 第111章 你安心就是了 这两人一是担心主子 会不会出什么事 担心这主子的安危 二是想到自己的处境 若是苏管出了什么事情 他们两人定然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虽然说他们二人 跟在苏管身边 日子过得比其旁人要好上 不知道多少倍 打小也是跟着读过书写过字的 平日里也是一点粗活也不用干 最多便是泡个茶味主子 输个头罢了 可作为贴身伺候的人 主子有什么事情 第一个拿来问罪的 就是他们 甚至连主子昨日打了个喷嚏 多吃了几块点心 那都是要留意的 算数 苏管也不愿他们为难 于是便道 你放心吧 这就是一次 日后定然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小桑犹豫了一下 咬唇道 那奴婢就去说说 让他们千万不要跟三爷讲 只是此事有些困难 苏管道 那你就去说吧 也不便给他们什么好处 若是能买通的人 我也不愿他们留在父亲身边 只说 我不愿父亲担心 好 小桑出去 寻那两个护卫说话 小慎则是给苏管重新梳好了发迹 又将玉簪子 粘回他的头上固定发迹 乱了的妆容修修补补 勉强能看 待到整理好之后 两人才从屋子里出来 去了隔壁屋子喝茶 此时屋舍的大门是开着的 人站在院子里 就能看见屋里的人在做什么 李玲正在看一本书 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地 听到脚步声 便知是苏管出来了 他抬眼看着他走来 将手上的书本盖着放在一边 伸手给他倒了一盏温水 六姑娘好些了吗 好些了 苏管在他对面坐下来 刚好有些嘴干 喝了一口温水 觉得嘴巴也舒服多了 想到刚才 他有些不好意思 刚刚是我 下着李公子了吗 其实我平日里 也不是经常生病 就是 就是昨日吃多了 晚上睡不着 又吹了凉风 这才 李玲笑道 那六姑娘也要注意一些 夜里万不可不睡 若是真的睡不着 便让底下的人念念话本诗词 便容易入睡了 再不济 让府衣调配一些安神的药膳 白日里吃一些 也容易安睡 日里也别总待在屋子里不动 便是在院子里 走走也好的 大家士族的姑娘 素来养得娇贵 同样的 也有些娇弱 他倒是希望他能身体健康一些 无病无痛的 素管脸色微红 我回去之后定然会多走走的 也不必太过忧心 李玲见他又是后悔 又是纠结的小模样 笑了笑 然后道 手伸出来 我再给你看看 哦 好 素管将手伸了过去 刚好将手腕露了出来 李玲将修长的手指 搭在他的脉搏上 过了一会 笑道 没什么事情 那个要我再给你两包 一包午后喝了 一包晚上歇息前再喝 明日便能好起来 烧开了水 冲泡便可以服下 素管的身体倒是没什么 如同大多数的贵家千斤一般 脚贵胶弱了些 李玲想着 要不要给他开两副 强身健体的药来吃 就怕静宁功夫 不会让他吃这些 素管蚊炎 却是连眼睛都亮了 自从穿越之后 他便吃着好一阵子的药 闻到药味就想吐 可是不吃吧 他自己又受不住 若是有这样的冲击 喝着 不苦还能治病 多好啊 李公子说的话我都记下了 我定然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嗯 确实是应当好好照顾自己 他见他又要喝水 便伸手按住了茶盏 凉了些 莫要喝了 说着 又给他兑了一些热水 这才让他喝 素管喝了一口 水温果然是适合的 微烫却又不烫嘴 喝下去的时候 感觉浑身贴烫 他温柔又体贴 素管心中高兴 心觉得 便是再现代 也没有这样优质的年轻人了 他真是万分的幸运 多谢 六姑娘客气了 李玲之前有意带他出去走走 但他不舒服 也只好作罢 两人坐了一会儿说话 李玲便提出了 送他会静宁工府休息的事情 素管也是有些累了 也觉得自己 这状态不好 便同意了下来 于是 时间看看到五十初 李玲便将素管 送回了静宁工府 并且嘱咐他 多喝温水 挤得喝药 素管一一记下了 一副我很听话的样子 李玲道 你回去休息吧 我去拜见三爷 将你的情况 同他说一说 素管眨了眨眼 不了吧 还是不要告诉我父亲 他知晓了 定然会担心的 李玲淡淡地看向他 素管觉得头都大了 他刚刚要小桑 劝服了两个护卫 不去打小报告 他自己就要去送死吗 可 可是 可是我父亲若是知晓了 定然会生气的 到时候 你也落不着好 李玲见他这样子 却想伸手摸摸他的头 但是他又不敢 只得压了压嘴角到 若是瞒着三爷 待他知晓了 定然会更生气的 三爷也是关心你 好了 你莫要担心 此事我来解决就是了 素管有些诧异地 看了他一眼 当真 按照道理来说 这种麻烦事 不是能过去就过去了吗 他来捞过来做什么 自然是真的 李玲打算和苏巡谈一谈 好好养一养素管的身体 也好让他以后健康一些 不过这些 他是不会同他说 就是了 你安心就是了 素管见他一副了然于心 毫不在乎的模样 心中虽然有些怀疑 不过也没和他继续纠缠这事 当真是将事情交给了他 那好 素管这边回了管院休息 李玲去了玉华院见素巡 并且私下同苏巡说了一些问题 也是希望能养一养他的身体 苏巡听了李玲的话皱眉 他倒是没想过这些 毕竟贵女千金 也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唯有一两个活泼一些的 都算是异类了 可是李玲所言 身体太弱容易生病 他想想 素管生病 是病样样可怜的样子 心口发疼 你一带如何 李玲道 警员能请到一位名医 过来为六姑娘看看 而后调养身体 日后定然能让六姑娘 健健康康的 第112章 苏染要借清风别院举办师会 苏管对此一无所知 若是他知道 李玲寻苏寻 是为了给他调养身体 可能会给他吃苦苦的药 定然要伸出小爪子挠他 大概吃过了李玲的感冒冲剂 他身体暖洋洋的 还有些困意 干脆便卸妆换了衣上休息去了 一觉醒来 已经是下午 小桑和小绅让他起床 又吃了一些东西 烧了一壶开水 将冲剂里细微的颗粒 冲泡搅拌溶入水中 然后放了一会儿 便小口小口地喝完了 李公子去见我父亲 可是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小桑摇头 倒是没什么事情 李公子便是做了一盏茶的时间 然后便告辞离开了 小桑忐忑了一下 然后道 对了 郡主 先前你睡着的时候 宫里送了一张帖子过来 宫里 苏管一愣 倒是没想出宫里 最近有什么喜事要请他的 小桑硬着头皮道 是东宫 东宫的帖子 苏管皱了一下眉头 然后让小桑将请帖拿过来 祖母父亲可是看过了 小桑走过去 将放着帖子的茶案端了过来 文言却道 不曾看过 信件是直接送到这里 说是要给郡主的 郡主未醒来 奴婢不敢自作主张 这帖子 奴婢检查过了 没有什么问题 苏管粘起帖子 打开一看 脸色瞬间便冷了下来 气得他捏紧了帕子 小桑见他这样 心知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便着急地问他 郡主 是什么事情吗 苏染要借清风别院举办师会 苏管磨了磨牙齿 小脸有些阴沉 我没去招惹他 他倒是不肯放过我了 小桑的脸色当时也变了 什么 借清风别院 那是万万不可的 清风别院可是陛下赐下来了 日后便是郡主和李公子的宅子 如今李公子都还没住进去呢 便要借给旁人办什么师会 是个什么道理 若说是什么没人住的别院 借了便借了 可这院子以后要住人的 这主人还没住进去 倒是先给别人用了 实在是不要脸 亏他还敢开这个口 李公子为郡主种下了不少的花 如今郡主还尚未看眼呢 苏管气得捏了捏袖子 抿着唇不说话 若是苏然以个人的名字 想让他借什么清风别院 他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可是此番 他是借着东宫的名头送了帖子 若是他不答应 便是得罪了太子 太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位高权重 轻易得罪不得 苏管可不想惹了这么一个人 可若是借了 他又是很不愿意 只觉得万分的憋屈 若是旁的什么就算了 但清风别院 是他和李林一同细细地商量过 按着他们二人的喜好休憩的 而后 李林会搬进那里 他们甚至会在那里澄清 这是属于他们二人的地方 苏管捏紧了手指 脸色一会轻一会白的 最后死死地咬着嘴唇 再想一秒 他觉得自己就要黑化 用尽手段去对付苏然了 小盛在一旁提议道 郡主 若不是将此事交给夫人和三爷 有夫人在 他定然是不会得逞的 便是太子 那也得给三分颜面 苏管皱眉 府上此时也不好得罪太子 静宁宫与王室是打算置身事外 谁也不沾的 既不能靠近太子 也不靠近隋王 同样的 为了以后的安稳 这两人也不能得罪 难不成就将别院借出去 这可是 您和李公子的心血啊 小盛同样愤愤不平 觉得苏然简直是不要脸 太过分了 苏管坐在那里想了想 眉眼微微放松 他倒是忘了一件事 此时太子大概也忌惮着静宁宫府 若是王室出面拒绝了 他定然是不会说什么的 但定然会怀恨在心 日后若是他得势 尽宁宫府威已 此刻他虽然心中不甘 可是他身为苏家女 尽管是个半道上接手的 但好歹 府上也是原主的亲人 王室和苏巡也待他不薄 甚至还有苏见苏罗苏良这样 待他友善的兄弟姐妹 李氏如今也待他不错 所以 他再怎么不甘 也不能因为一个院子 将苏家置身于这样的危险当中 他觉得自己 就像是当初的王室 苏染便如同当初 咄咄逼人干净坏事的苏府与阳氏 那清风别院就是可怜无辜的苏灵 苏管闭了闭眼 好在清风别院只是一个院子 虽然花了他和李玲不少时间 若是舍弃了 他虽然心疼 倒也不至于痛苦煎熬 只是 若是戒了 他如何向李玲交代 郡主 苏管将帖子放到了小桑手上 送去给祖母 让祖父祖母定夺吧 小桑点头 奴婢现在就去 定然亲自送到夫人手中 此时的东宫 太子妃宋氏正在和宋家三姑娘说话 店里静悄悄的 太子妃身穿大红的公裙 微微翠风之上 插了两只凤凰鱼妃的凤凰 闲珠不摇 摇摇晃晃的 叮叮当当 太子妃今年不过25岁 还是年轻美丽的时候 便是那一副妆容 将她描绘得端庄大器 便是坐在那里 储君正妃的气势压盖全场 宋家是由宋太父起家的 太父之前 不过是个近世出身的 在先帝面前很不起眼 而后被指给了如今的皇帝 做授业恩师 后来皇帝登位 封了他做太父 对他百般信任 太子年长之后 又请他教导太子 其实宋太父虽为皇帝太父 但是年纪比皇帝大了十岁有余 如今身体还算硬朗 战战兢兢的卫君分忧着 宋太父有二子 太子妃宋婉婷 和三姑娘宋婷婷 正是长房嫡女 两人为亲姐妹 宋婷婷年岁如今不过十五 堪堪比太子妃小了十岁 故此 太子妃也甚是疼爱这位妹子 此时 宋三姑娘宋婷婷 嘖嘖地笑了起来 姐姐你不知 那见人真真是写了一封信 去尽宁公府 向那六姑娘借清风别院 好让她这真华夫人在世的名声 更上一层楼 成为这地城之中 最富有才华的女子 姐姐你说 若是太子知晓了 可是能宽恕她 第113章 宋氏姐妹的谋算 太子妃也是恨极了那苏染 自从苏染进了东宫 基本霸占了太子的宠爱 如今太子连来她这里 都是敷衍了事 得知自己的妹子耍了手段 想坑苏染 面上露出了一些笑容来 她称怪了一声道 你呀 做事总是茫茫壮壮的 如此冲动 若是被人知晓了 该如何是好 宋婷婷嫣然一笑 姐姐放心吧 我也就是在姐姐这里 才敢如此说 到别处自然是不敢的 苏染这件人 敢和姐姐争宠 是她该死 苏管也是 不过是问她借一借清风别院 如今便是她不想借 那也由不得她不借了 这会儿啊 她这心里 定然是气死要死了 还有那慕容仙 也敢看不起我 算是哪根冲啊 宋婷婷也不是什么善茶 平日里的外头 都是一副天真温柔的样子 可是私底下手段 和心机都是不缺的 她的姐姐可是当朝太子妃 坐稳东宫多年 怎么可能将她养成 天真的性子呢 姐姐 太子竟然有意 让我嫁入苏家 她可真的看得起苏家 还想我们宋家和苏家 同心协力吗 真是想得美 太子曾提过 让宋家将宋婷婷嫁给苏建 好两家成为亲家 日后她坐拥太子妃与苏染 宋家和苏家成了殷亲 她也不用担心两家相斗的事情 真是想得美 且不说太子妃不会同意 宋家也不会同意 甚至连苏家 也不会让一个信送的进苏家的门 现在苏家是完全不管苏染了 太子又想拉拢苏家 可是苏家不买账 你莫要得罪慕容仙 如今慕容家也不好惹 至于你的事情 不过是太子有这个想法罢了 人家苏良帝给了她更好的选择 孙家的姑娘更为合适 苏染也不是傻子 若是让宋家女嫁到苏家去 宋家苏家成了殷亲 她这辈子都要屈居在太子妃之下 她自然是不愿意的 倒不如将孙家的姑娘嫁到苏家去 她与太子外祖一家结盟 如此岂不是更好 孙家 是哪个 莫不是孙庆 那个女人 苏染岂不是疯了 孙庆乃是孙家的嫡女 孙家不成才 但是子嗣颇多 男男女女的二十个多是有的 孙庆是仅有的一个未出嫁的嫡女 今年已经十八岁了 然而却一直嫁不出去 她的性格刁蛮泼辣无理 甚至传闻她曾与护卫私通 和树兄有染之类的事情 当时还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弄得现在都嫁不出去 在家里熬成老姑娘 苏染竟然向太子提议 将孙庆嫁给苏健 她莫不是疯了 宋冰婷再怎么不好 也觉得如今的苏家是个好门帝 苏健是个极好的夫婿人选 在世家公子 这里头是顶尖的一个 若不是两家之间的关系如此 她倒是要考虑考虑的 苏染将这样一个女人丢给苏健 岂不是坑死她 太子妃痴笑一声 我的好妹妹 你以为苏染是你姐姐我啊 对你这样好 她只管自己痛快 哪里管娘家的死活 若是孙庆嫁了苏健 苏健一辈子都是要毁了 前世的苏福 为了得到太子的宠爱和巩固地位 像是疯了一样 帮着太子将孙庆塞给了苏健 并且花了不少心思 说服了苏健和苏家人 让苏健娶了孙庆进门 这也有了 后来孙庆带着大肚子嫁给苏健 澄清不久 便被查出了身孕 苏家成为帝称的笑柄 那孙庆还是个蛮横不讲理的 当时因着太子施压 苏福哭诉委屈求全 苏健为了苏福 又不敢将孙庆修回家 故此后来孙庆闹出更多的恶心事 苏健一辈子致死 也就这样匆匆过了 苏福为了一己私欲 毁了自己大哥的一生 将苏家拉入了风浪之中 最终惨遭灭门之祸 自己也死于非命 要说苏福到死的时候 幡然悔悟 恨意滔天 不应该相信太子的花言巧语 义无反顾地扑了上去 却不曾想 自己的父母亲人因他而死 哥哥一生也竟然毁在他的手上 他重生之后 只想着勾勒赵明言 这日后全是滔天的昭王 却不想好好地补偿家人 反而一而来地惹出事端 来让家人烦心 宋婷婷笑了笑 她哪里能和姐姐比 再说了 姐姐是我亲姐 那苏染不过是苏家 二房的一个庶女 她与苏健连祖母都不同 怕是巴不得苏健不好呢 太子妃想想也是 你说的也是 好在苏健与慕容仙定下了亲事 没孙庆什么事情 你切莫因此时极恨慕容仙 姐姐会为你寻一个更好的 宋婷婷点头 我知道呢 宋婷婷对苏健有些好感 但是她也知道此事是不可能的 就是心里有些不痛快罢了 苏健这样的人 偏生便宜了慕容仙那泼妇 姐姐你说 那苏管 能将清风别院借给苏染吗 若是借了 苏染在清风别院举办师会 到时候 她岂不是风光 若是让她的名声更上一层楼 那太子岂不是更宠爱她了 太子妃笑了一下 那清风别院听说 是陛下赐下给两人的 我听闻那什么 李公子是吧 对 李公子 那李公子已经请了人休息 据说还种了不少温孝郡主喜爱的花 苏家对此也是一直看着的 如此 苏染要让苏管借清风别院 给她举办师会 你说 苏家什么反应 宋婷婷道 定然是不高兴的 这不是欺负人吗 可不是 你也觉得她在欺负人 宋婷婷原本设计让苏染的人 听到她想 苏管借清风别院被拒绝的事情 以此 让苏染起了心思 然后向苏管借清风别院举办师会 为自己累积名声 苏染有小真华的才女之名 若是能在真华夫人的清风别院举办师会 再做出棘手诗词 从此后名扬天下 苏染自然是心动得很 于是便出手了 故此 宋婷婷也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一来报复了苏管 不愿借清风别院给她的仇 二来 就是想着 太子此时还想拉拢苏家 若是太子知道此事了 定然饶不了苏染 他想着就做了 可要是苏家痛快地将清风别院借给了苏染 那不是给苏染递梯子 好让她爬得更高吗 第114章 你且为我办妥另一件事 苏家不会借的 太子妃肯定道 苏家打定主意 不肯参与这些事情 为此甚至连苏玲和苏染这两姐妹都不认了 若是借了清风别院 在外人看来 便是静宁公府与太子交好的信息 故此 便是要得罪太子 他们也不会借的 苏家不是宋家 太子妃乃是太子正妃 嫡妻也 宋家是太子的妻族 是与太子是一容俱容一损俱损的家族 是没有第二个选择的 旁人都说 夺嫡失败殃籍七族 却没有殃籍妾氏娘家的 所以 苏家便没有担心过会被殃籍 甚至在市井之中 还有一些留言 说苏染根本不是静宁公府的五姑娘 静宁公府的五姑娘 早在庙里死了 其中真真假假难辨 宋冰廷闻言 眼睛一亮 既然事情成不了 那我便放心了 姐姐 我们如何让太子知晓此事 太子妃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 这倒是不急 太子便是知晓了此事 既然事情还未发生 也动不了苏染什么 你且为我办妥另一件事 姐姐请说 你回去之后 和父亲商量一下 让她安排一些人 将苏良帝 要在清风别院举办师会的事情传出去 真华夫人才女之名名扬阳天下 被誉为第一才女 既然苏染 要在真华夫人的清风别院举办师会 谁人不想要一张请柬 到时候 我们且看看 她该如何收场 如此一来 苏染若是借不到清风别院 那便要丢一个好大的脸 甚至太子也会因此是埋怨她 什么失宠都是有可能的 若是苏家不怨 苏染仗着太子的名头强界 日后苏家怨恨苏染和太子 太子拉拢不到苏家 同样也会埋怨苏染 到那时 知晓苏家不可能被她拉拢 她还能宠爱苏染到几时 太子妃倒不在乎苏管 在她看来 苏管虽然被封了郡主 可到底是个小人物 她要对付的 是与她争宠的苏染 宋平廷闻言更是心情大好 姐姐的话妹妹记下了 妹妹立刻出宫 回家告诉父亲 宋平廷兴奋地出了宫 马不停蹄地往宋家赶去 此时 静宁宫府的苏管 也得到了王室的消息 小桑将请柬送到了扶贫院 王室看了之后 脸色也是不好看 与静宁宫商量过后 给出了一个决定 拒了 小桑回来禀告的时候 心情大好 郡主 夫人真真是疼爱郡主 见不得郡主受委屈 苏管紧促的眉头也松开了 既然是祖父祖母商量得来的结果 那我便听祖父祖母的 其中的权衡利弊得失 苏管自然是比不得王室考虑的周全的 既然他们不怕得罪太子 说句了 那就句了吧 苏管让小桑嬷嬷 然后给苏染写了一封拒绝的信 说是清风别院还未修整好 若是日后有机会 再请她到清风别院做一做 喝几杯茶 写完信量干 便放在信封之中 交给小桑 让她送去扶贫院 王室自然会找法子送去给苏染 苏染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是以她姨娘的名义送进去的 苏染和苏林尼小妾留姨娘 实在是没什么感情 虽然 此人是这具身体的生母 可苏染又觉得 她卑躬屈膝地给人做妾 受尽僵尖尸的欺辱也不吭声 实在是闹心得很 有时候苏染让她反抗 她偏生有她自己的说辞 说她地位低下 能伺候苏林和僵尸 已经是她的福分 甚至还劝说苏染认命 苏染怎么可能认命 她是谁 她是苏染 这个世间的穿越者 是最具有主角光环的那个人 便是她此时无奈 做了太子的良帝 但是她同样坚信 她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 是注定不凡 是要走上巅峰 成为人生赢家的那个人 之前太子虽然喜欢她 但她更想取苏福为侧妃 想把她藏起来 带到时机成熟 再让她出现在人前 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苏福竟然不喜欢太子 反而和赵明年定亲了 而她自己 也因为和太子的关系 被王室送走 到了最后 糊里糊涂地成了太子的良帝 不过这都没关系 大概是她要走苏扭谷路 染的宫斗路线 只要太子的心 还是属于她的 她就一定能走到最后 成为太子妃 或是皇后 或是太后 她的一生是 注定要圆满的 所有人都要臣服在她的脚下 所以 她怎么可能认命 苏染原本对这封信 兴致缺缺 懒得看 犹豫再三 才将信封打了开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才知道 是苏管给她写的信 她抓着信纸的手指 拧了拧 一目三行地 看完了信的内容 然后眉头死死地皱了起来 沉寂了好一会之后 突然大发雷霆 甩手就将暗基上的茶 扫到了地上 苏管 好你个苏管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连我的事情也敢拒了 当真以为自己疯了个郡主 就了不得了 苏染简直是要气死 她都好生好气地 跟她借别怨了 她居然还不肯 不就是一个别怨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算什么姐妹 见鬼的姐妹 分明就是一个小人 苏染想着 待自己掌权了 一定要她好看 下次让我再看到她 我定然要她好看 太子来到苏染的院子时 刚好见她大发脾气 在里头摔东西 似乎是生了好大的气 太子对苏染还是很喜欢的 这个女人仿佛就是 与众不同一样 时刻的都有一些 新鲜的点子新鲜的话 让她快乐 故此对她也非常上心和爱惜 总觉得拥有她这般 与众不同的女子 是她的幸运 见到她如此 还以为是东宫某个侍妾 又惹到了她 忙是进殿去 阿染这是怎么了 何人惹你如此生气 苏染一见太子 眼泪便绝地而下 瞧着要多可怜 就有多可怜 她忙是放下 要摔在地上的花瓶 小步地跑了过去 扑在太子怀里哭 呜 殿下 阿染真的好可怜 我原本以为 六妹是苏家 带我最好的人 一定会帮助我了 如此 我不过是提了 向她借清风别院举办师会 她竟然拒了我 都说什么姐妹情深 不过是一件小事都不帮我 好歹我如今 也是殿下的良点 她竟然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殿下 阿染好难过呀 第115章 东赵太子 莫不是闲得慌 苏染对着太子 便是一阵哭诉 说是苏管如何的小气 不过是借一下清风别院 她却不愿意 连一点姐妹情都没有 枉费她之前对苏管这样好 然后又说了她 若是在清风别院举办师会 凭着她的才华 定然能夺冠的 到时候坐稳了 这东赵第一才女的位置 与她有什么好处 与太子又有什么好处 太子也想着和静宁公府 打好关系 心想着 不过是借个院子 这根本就是个 不足一体的小事 至于苏管和李玲 这两人愿不愿意 她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在太子看来 一个不过是 图有虚名的郡主 另一个更是一点身份地位 都没有的寒门学子 于是她就道 那些人不识抬举 阿染不必恼恨 姑定然会给你报仇的 至于清风别院的事情 你且放心 姑命人拿着姑的帖子过去 静宁公府难不成 还能聚了姑不成 静宁公府 敢聚了苏染狐家虎卫的帖子 可若是太子身边的人 拿着太子的帖子过去 那就不好说了 苏染闻眼眼睛一亮 喜极而泣 多谢殿下为我做主 都是小事 莫要再哭了 我不哭了 太子哄完了苏染 果然是命人拿着帖子 去了一趟静宁公府 让静宁公府答应 借清风别院一事 王氏接见了来史 又看了帖子 然后便笑了 若是太子殿下相求 静宁公府上下 自然是不会不同意的 只是阁下不知 清风别院 乃是陛下赐予 李家儿郎与阿管的 此番阿管尚未出嫁 那清风别院 便落在了李家儿郎名下 论理 便是属于李家的院子 我府上虽然要与李家结亲 但是确实是 做不得李家的主的 若是太子殿下 当真是要借清风别院 那应当去问李家儿郎 而不是来我静宁公府 比派来的人是 太子身边的护卫 姓邓 姑且称一声邓护卫 邓护卫文言脸色不渝 沉得要滴水 他问 果然如此吗 王氏道 邓大人不妨去查一查 看看清风别院 落在了谁人的名下 老身再不济 可也不会拿此事 糊弄太子殿下 既然这院子 不是落在静宁公府的名下的 静宁公府 自然是做不得主的 邓护卫身为太子身边的护卫 打小就跟在太子身边 不管是走到哪 那都是极有面子的 这还是他少有几次 没有为太子办成的事情 而且还是 这么一点小事 这令他脸色非常不好 他冷着脸道 既然如此 我便回禀太子 在下告辞 邓大人慢走 邓护卫走后 王氏气得险些摔了边上的杯子 然后立刻命人将苏巡照了过来 与他说了此事 王氏头疼 这些人是一个两个的都不消停 真是孽债 王氏甚至都怀疑自己上辈子 是不是做了什么孽 这才遇上了这几个不省心的 前来讨债的 苏巡听了王氏的话 皱眉想了一会儿 然后劝他道 事已至此 自当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母亲不必忧心 一会儿 我便派人告诉警员 若是太子派人 寻他借清风别院 得罪不得 借了便是了 之前我们都觉得 这清风别院是个好地方 却未想到这后续会有这些问题 若是此番应了太子 将别院借了出去 日后定然也有他人想借 到时候也不好拒绝 好在如今院子还未住进去 倒不如另外寻一个院子 免得日后为难 静宁功夫 自然是不缺这一个院子的 如此情况 另外寻一个院子 也是应该的 不过 王氏沉思 清风别院乃是陛下所赐 早知道便不选这个院子了 王氏也是烦得很 到底谁也没想到 不过就是一个院子 还能弄出那么多的事情来 实在是糟心得很 之前苏管还同他说 清风别院 如今已经种下了不少的花 待花开了 便与他一同去清风别院赏花 如今怕事 一番心血被人糟蹋 真是过分了 苏寻拧眉眉心 然后道 母亲不必太过忧心 阿管和警员 也不是死心眼的人 好在还有时间 再另外寻一个院子就是了 此事便由我来说 告诉阿管吧 警员那边也由我来说 也好 王氏也累了 有苏寻帮忙 他也放心 那此事便交给你了 阿管通情达理 自然是不会说什么的 主要是警员那里 那院子 到底是他费心在休憩的 若是他愿意 咱们府上出钱 给他另外 备置一个院子 苏寻点头 我会同他说的 这母子二人聊了几句 然后王氏继续忙着 准备进宁宫寿宴一事 苏寻去了管院 和苏管说了这件事 苏管心知太子插手 若是不答应 此事难了 也容不得他答应 或是不答应了 他道 父亲说的话 我心中明白 虽然有些可惜 但是有些东西 也不是舍不得便能得的 苏寻道 你明白就好 你祖母说了 若是清风别院不能用了 日后便另外给你们 寻一处宅院就是了 我也派人过去 和景元说了此事 他是个明白人 定然知道该怎么做的 苏管点了点头 心中有些可惜 这边苏寻派出来的人 也到了李灵居住的院子 将此事告诉了李灵 李灵的脸色微微有些冷淡 眼底也没了笑意 三爷说了 此事太子插手了 若是太子派人 前来询问李公子 李公子没办法拒绝 硬下便是了 三爷还说了 这院子一旦借出去 开了这个口子 日后想借这院子的人也多了 故此 不如再换一处宅院 若是李公子看上了哪一处宅院 开口就是了 言下之意 静宁公府是 愿意出这个钱 给李灵另外买一处宅院 李灵道 多谢三爷好意 若是太子派人过来 我定然是会硬下的 至于宅院一事 日后若是有需要 林自然会开口的 李灵将客人送走之后 脸色便瞬间冷沉了下来 东照太子莫不是闲得慌 如今也敢欺负到我的头上了 我倒是想看看 他如何能办得什么试会 九变 属下在 我记得 你手中有太子 在青州收敛钱财的政务 却有此事 既然如此 便送他一份大礼 第116章 敢欺负他的阿管 想来是不想活了 李灵确实也是很生气 以往他孤身行走天下 自然也是 有想要欺负他的人 但他对此都不怎么在意 毕竟少有人能让他吃亏的 而如今 清风别院是他和苏管一起挑好的 待日后 他们二人是要在那里成亲的 如今也花了不少心血去休憩 这太子便站出来了 说要借清风别院 给他那什么良地 举办什么诗会 清风别院 原本属于东照明氏赵青山 与其妻甄华夫人的别院 二人在世之时 多用作艳客所用 故有清风艳之说 苏然想要借清风别院办诗会 不过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 李灵一下子就想到了苏管 苏管对清风别院 确实是很喜欢的 如今闹出了这种事情 他还不知道有多伤心 李灵还是喜欢苏管高高兴兴的样子 一想到他可能会难过 他心便纠紧了起来 他目光闪了闪 然后想起了苏然这个所谓的才女 做过的棘手诗词 嘴角清明 眼底微冷 酒便平时嘻嘻哈哈的 像是没什么尊卑之分 也敢对主子动手 但李灵一旦冷下脸来 他是半点不敢招惹的 他问 公子 要送去何处 便送去隋王那里 李灵眯了眯眼 然后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顺手给自己倒了一盏茶 对了 端午的事情也可以给招王一些提示 酒便一听 心跳都停了一下 这东赵的太子也实在倒霉 平时嚣张惯了 也不知道得罪了不该得罪了 公子这两句话下来 是想让太子完蛋 一个是收敛钱财加重赋税 不顾百姓生死 另一个是弑君杀父 不敬君父 心思恶毒 这两样加在一起 太子不死也要去办条命 事情要是捅出来了 别说神妖储君 能保住性命便不错了 不过酒便也不同情太子就是了 身为储君 竟然半点储君的人爱都不曾学到 偏生还骄傲自满 仗势欺人 甚至还私底下做了不少恶事 这等人也能为君 估计也离王国不远了 他低下头来 是 还有 李林嘴角微明 静宁功辅进了东宫的那位苏良帝 不是做了几首诗 有才女之名是吧 酒便的头更低了 却有此事 我记得那些诗词 是城中教书先生 用来启蒙教书的 三岁儿童也能被几句 他的语气极轻 离城虽然排外 却也偶尔有一些人去过的 带一本启蒙的诗词回来 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既然他想借着清风别院 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就让他连才女都不要做了 敢欺负他的阿管 想来是不想活了 是 李林一连吩咐了几件事 缓了一口气 心中挂念着苏管 生怕他这会儿再伤心难过 只是他也不能经常往静宁功俯跑 于是便写了一封信 又让厨子做了一些点心 一同送了过去 苏管收到李林的信 已经是傍晚了 下人送来的点心还是热的 苏管先前心里确实是有些不舒服的 毕竟清风别院 是他和李林都花了不少心思的 但好在他也不是那种喜欢纠结的人 既然是已至此 那就开心一些 不要总纠结这个事情了 于是 他干脆和小桑小盛 研究起了做果酒的事情 翻看了不少的书籍 又是请教了李氏 倒是被他得出了几个果酒的做法 苏管看了信 心情也好得差不多 脸上甚至还有了一些笑意 小桑叫他高兴 于是便问他 郡主 李公子说了什么 李公子说 让我不必担心 他自然有法子解决此事 小桑惊喜 真的啊 苏管道 就 就也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就当是他在安慰我 苏管心中料想他只是在安慰他罢了 毕竟太子开口要借东西 谁人敢不借的便是借了 苏管也不会去责怪李林没用 这是连静宁功夫都没办法的事情 他能有什么法子 啊 小桑一头雾水 苏管笑了一下 李公子给我送了点心 你分成四份 送一份去祖母那里 一份去玉华院 一份给阿罗 是 苏管仔细地又看了一遍信中的内容 然后才放回信封之中 放到一个专门装信件的盒子里 这才让小桑嬷嬷 给李林回了一封信 告诉他 不必担心他 他如今很好 不会因此不开心的 次日 太子果然是派人找了李林借清风别院 李林笑着硬了下来 转头便让人将这消息散了出去 与此同时 也有一个消息传了出来 说是苏染 要在清风别院举办清风宴 要请谁谁谁 此消息一出 地城哗然 整个地城的学士学子 甚至是嫁了人的妇人 带自归中的姑娘 都蠢蠢欲动 甚至已经有不少人在询问 如何才能参加清风宴的事情了 这清风宴啊 自从赵院长和真华夫人过世之后 便再也没有举办过了 世人曾问赵家儿孙 为何不延续仙人的风范 将这清风宴延续下去 赵院长的儿孙却道 自己等人庸庸碌碌 比不得仙人的才华 自然是没这个资格 举办什么清风宴的 而清风宴也就此成为了绝唱 这赵家人 确实是比不得那青山先生 与真华夫人 如今守着青山书院 倒是也经营得不错 青山书院 为赵青山与真华夫人 一同开创的书院 两位过世之后 儿孙们谨记教会 以教书育人为己任 又请了不少的先生过来教学 将青山书院管理得不错 乃是东赵三大书院之一 世人可惜 清风别院关门 清风宴成了绝唱 可倒是也安安静静的 可是如今 竟然有人要举办清风宴 苏冉 这是谁人 什么 太子良帝 一个女子 还是一个妾室 天下的学子一听这话 几乎都是要跳起来骂人了 什么个玩意儿 竟然还敢用清风别院 举办的清风宴 听说这清风别院 还是被陛下赏赐给了别人 又有太子出面借的 赵王听说了这事 眉头猛地跳了好几下 怎么回事 第117章 太子这是疯了吗 此时正是去往太极殿早朝的路上 赵王走在一旁 边上有几个官员走在一起 正说着这些事情 听说消息传出来之后 已经有不少的学子闹了起来 觉得太子甚是荒唐 让一个妾室来举办什么清风宴 这不是往天下的学子脸上打巴掌吗 而且还污了这清风宴的名声 然而 世人所不知的是 之前苏冉只想用清风别院 举办一个女子的诗会 让她坐上这东照第一才女的名声 可是传着传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谁搞错了 或是有心人下场捣乱 于是就变成了 苏冉将要在清风别院 举办清风宴的事情 还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什么谁谁谁的的请柬啊 边上正在议论的几位官员 听到赵王开口了 便有人答道 是苏良帝要在清风别院 举办清风宴的事情 赵王皱眉 那清风别院 不是陛下赐给温孝郡主了吗 其实这原本就是李林自己的宅院 什么赐不赐的 不过是挂了个名 此事他知道 陛下也是知道的 不过都当做不知道 这年少的李家主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成亲也不回离城 大概还想在这边成亲呢 不过李氏族人素来随意随和 也不是不讲究这些 李氏子嗣按照族规 少年时由父亲带着他到处游历 待到十三岁之后 便自己走这一段路程 娶的夫人也不限于什么身份 心中喜欢 便是娶了 故此 李氏的历代夫人们 少数的几个是离城女子 其他的这些都是在游历的途中遇见了 便结为夫妻 带回离城 可不是赐给了温孝郡主吗 听说太子出面 为苏良帝 借了清风别院 赵王眉心一跳 脸色都变了 借的清风别院 和谁借的 好像是和李家那个谁 李景元 是叫这个名吧 找他借的 太子殿下 先是去找了靖宁公府 靖宁公府的人说 这清风别院 不是落在靖宁公府名下的 他们管不了 让他去找李景元 赵王问 那太子去了 那人觉得这问题实在是有些奇怪 也不是太子殿下亲自去的 太子殿下派了人过去 赵王又问 那李景元借了 对方叹气道 怎么能不借 太子亲自派人来问了 便是我也不能说个不字 何况李景元 赵王脸色瞬间就黑了 差点骂娘 太子这是疯了吗 老子的 为了一个女人 这是要把李景元给得罪了 连老爹也是不敢把人这样得罪的 要死啊 赵王之前 还觉得这太子还算是不错的 虽然没有太出色 但是毕竟正统嫡子 也没长歪 可是如今听说 他为了一个女人 干了这么一个破事 气得那是想要拿棍子 往他头上敲 那几个官员低头 赵王敢骂太子是不是疯了 但是他们 是不敢的 赵王道 行了 你们先进去吧 我寻一下太子 是 几个官员快步地往太极殿走去 赵王招来了边上的一个护卫 属下参见王爷 行了 一口气 然后道 你在这里等着 要是太子过来了 便给我带一句话给他 让他立刻停止 清风别院的事情 千万别惹那心理的 那护卫点头硬了下来 属下一定带道 好 赵王办了这事 心中还是有些忧心的 离城的人不掺和各朝皇族继承一事 可若是太子得罪了他 他要搞太子呢 李氏族人速来随和 确实是没错的 可若是有人欺负到他们头上 人家是真的不好惹 赵王忧心冲冲地进了太极殿 此时皇帝未至 太极殿上已经到了的大人 正在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说着这事 甚至有阎官决定要弹劾太子 不一会儿 随王先道 太子随后而来 随王向赵王行礼 直而拜见皇叔 不必多礼 赵王点点头 看着随王不动声色的样子 心想着这其中的事情 随王有没有掺和 太子踏过太极殿的台阶 见赵王和随王正在说话 不经皱眉 皇叔和五弟在说什么呢 随王道 四哥来了 赵王道 也未曾说什么 这不是刚刚开口 太子便来了 太子定定地看了赵王一眼 心中有些疑惑 赵王命人传给他的话 他也收到了 这走进来的一路 他都想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意思 要说清风别愿一事 让他停手 免得天下低势子愤怒 但是让他不要招惹 那李景元是怎么回事 不过就是一个连进士 都不曾考上的穷酸举人罢了 若不是他与温孝郡主之间的事情 谁人知道他是哪根葱 有什么不能得罪的 便是得罪死了 那也不是什么问题的 难不成他一个小小的举人 还能如何如何了 太子对此嗤之以鼻 认为赵王是在多管闲事 谁都知道 赵王和静明公关系后 如今更是要做亲家了 说不定是想让他不要为难那李景元 至于清风别愿的事情 太子也不是很在乎 他倒是愿意肃然用清风别愿 攒击名声 至于外面的学子的愤怒 他也只是觉得可笑 他堂堂一国太子 一国储君 不过是用了一家小小的别愿吗 还有什么用不得的 真是可笑 什么赵青山真话 如今也早就做了谷 太子心中并不怎么在乎 只要他全是在守 管这些人说什么酸话呢 反正不能拿他如何 便是皇帝知道了 也不过是训斥他两句 此事便接过了 陛下驾铃 有内侍高呼一声 太极殿内原本凑在一起说话的人 纷纷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然后下跪行礼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从门外而来 身后还带着一众护卫内侍宫女 赵明展正跟在皇帝的身侧 身穿甲位乃是他身边护卫第一人 皇帝时接而上 登座大卫 赵明展等护卫退守两边 诸位倾家免礼平身 谢陛下 一众臣子叩谢皇恩起来 皇帝便问起了 今日早朝的几件重要的事宜 一一安排了下去 臣子依次领了差事 待到事情处理完毕 皇帝便问 今日可是还有事 若是无事 便要退朝了 此时 有言官站了出来 陛下 臣有事要揍 第118章 实在是 实在是荒唐啊 皇帝一见这言官 颇有些头疼 这督察院的那些个言官 个个都像是硬骨头似的 动不动就死见死见 实在是惹不起 不过 言官也有言官的好处 就是了 毕竟个个都是耿直得很 有弃骨得很 说话倒是也真诚 不像有些官员欺上瞒下的 这也使得他这个皇帝 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 不过这言官嘛 不出来说话的时候 皇帝记着他们的好 觉得是好爱情啊 这要是一站出来了 皇帝这头一痛 这又出什么事情了 于是便成了亲家 对不起 不是朕不想爱你们 你们一出来 朕就觉得 你要给朕搞事 皇帝头疼地问 是真亲家呀 你这又是什么事情 真大人直直地上前几步 然后跪了下来 启禀陛下 臣有本要揍 说来 真大人今年已经60岁了 如今是督察院院士 管着整个督察院的人 虽然人嘛 没什么特别的本事 但是就是骨头硬 敢直言 凶起来的时候 真是连皇帝都怕他 真大人道 臣 要弹劾太子殿下 皇帝目光一灵 眼神也变了变 弹劾太子 太子如何了 启禀陛下 臣 听言 太子东宫之妾室 欲想在清风别院举办清风宴 陛下也知晓 这清风别院 乃是赵先生与真华夫人 举办清风宴之地 乃是我东赵 甚至这天下文人向往之地 陛下 将其赐给温孝郡主与李世子 赐了便赐了 到底赵先生与真华夫人已经不在了 清风宴也已成绝唱 可如今 太子却向李世子 借清风别院 为其侍妾举办清风宴 实在是 实在是荒唐啊 请陛下明察 让太子速速停手此事 莫要天下学子心寒 连同有名望的仙人 太子都不尽 弄了一个侍妾来侮辱 言之日后 他又是如何对他们的 学子们愤怒 一来是觉得自己崇敬的前辈 和心中的圣地受到了侮辱 二来 是觉得太子荒唐 是在打天下学子的脸 皇帝转头看向太子 太子 可有此事 太子出列 恭恭敬敬道 禀父皇 却有此事 但是真大人说的 却又不全是 而臣为太子 为储君 自然是明白此间道理的 清风宴一说 实在是荒唐 而臣的苏良帝 不过是让尔臣 借了这清风别院 举办一场女儿家的诗会罢了 所谓清风宴 乃是赵先生所举办的宴会 不敢高攀 真大人道 便是如此 女儿家的诗会 为何要在清风别院举办 清风别院 连天下学子所求都不得一关 如何便宜了那些个富道人家 简直是荒唐 太子道 真大人此言诧异 这清风别院是清风别院 清风宴是清风宴 如今赵先生和真华夫人已经不在了 清风别院也被父皇赐下成了私宅 旁的不说 日后人家将会住在这清风别院之中 大人怎么不说 这不能住 皇帝脸色微脸 你说什么 朕赐下的院子 朕何时 赵王立刻便提醒道 陛下 便是你赐给温孝郡主和李景元那清风别院 皇帝神情一顿 一时间表情精彩得很 对了 那个挂了他的名 李景元的那个 太子这娃得罪到李灵头上了 皇帝那一瞬间 看向太子的眼神都变了 皇帝倒不在乎什么赵青山真华 不过就是两个做了骨的 有点名声 有点才华的人罢了 这赵青山不过就是一个开创了青山书院的名士 这样的名士 也不知道有多少 不过是出了一个清风宴 再与其夫人情色和谐的故事 受世人推崇罢了 一个清风别院 在他看来 确实不算什么 他可是连前朝宫殿都拆了好几所的人了 还怕一个清风别院 可是太子也太不会办事了 为了这点小事 闹得被阎官弹劾不说 还得罪了李灵 皇帝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问太子 太子觉得如何 太子道 儿臣以为 既然这清风别院已经被父皇赐给了下面的人 如今也是私宅 既然是私宅 那主人家做什么 那都是理所应当的 至于清风别院举办师会一事 这也是二臣在李警园那里借来的院子 做什么 那都是二臣的事情 与旁人无关 真大人道 陛下 太子此言不妥 若是让一个侍妾 用清风别院开什么诗会 那天下学子的脸面 太子道 莫不是真大人觉得 天下学子的脸面 如此的不值钱 竟然挂扣在一个小小的别院上 简直是可笑 你真大人险些被气得吐血 皇帝捶了捶眼帘 掩盖住眼底的情绪 好一会才开口 好了 既然如此 那便按照太子所言的去办 清风宴也随着赵青山和珍华夫人成为过去了 既然已经换了主人 那以前的事情便是以前的事情了 说起来 朕这皇宫还是前朝所见 如今也换了主人 朕 将这宫殿拆拆践践践地 那去这三宫六妃 也不见世人说什么 莫不是一个清风别院 也能与这天下 这皇宫相提并论 皇帝此话一出 底下的人都不敢再说了 太子低着头 嘴角挂着一些笑容 似乎觉得 皇帝站在他这边 他已经胜利在我 皇帝又捶了捶眼帘 然后道 既然无事 那便退朝吧 都散了 内侍上前一步 高声喊道 今日早朝闭 退朝 百官下跪 臣等恭送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帝离开宝座 从台阶上下来 然后往前走去 内侍跟上 护卫跟上 宫女等人跟上 然后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太极殿 皇帝回到内宫之后 气得摔碎了一个茶盏 太子 他闭了闭眼 显得有些疲惫 他不曾想 自己的亲子 东赵的储君 堂堂太子 竟然是这般没有脑子的人 真是昏了头了 不过就是一个清风别怨 他竟然还弄得天下学子心生怨恨 对他不满 督察院的言官弹劾他 甚至是得罪不该得罪的人 有内侍在门外禀报 陛下 昭王求见 第119章 朕的太子 能在李锦元手中 过得了几招 昭王进来的时候 皇帝正在一处矮桌边上喝茶 他的目光沉静 一派冷静 又是那个执掌天下的东赵帝王 昭王上前去 皇兄 皇帝道 坐下喝茶吧 昭王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应了一声 是 在皇帝对面坐下 有内侍给他送上了一盏茶 昭王拨了拨茶盖 心中是挠心挠肺的 有些不安 最终 他还是忍不住开口问 皇兄为何同意太子清风别怨一事 这不是 昭王觉得 太子实在是胡闹得很 为了一个女人 让天下的学子对他不满 同样的 也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且不管李灵是个普通人 还是什么身份的人 如此强劫之事 实在是不应该的 狂妄自大 身为储君 却无仁德和善之心 那清风别怨 乃是人家休憩好了 方便日后澄清所用的 这样的地方 他也敢开口见 实在是荒唐 人家不记恨 你才怪呢 皇帝看了他一眼 道 那李景元也容不得他这般欺负 清风别怨一事 定然是办不成的 昭王一顿 而后问皇帝 那皇兄此举 是有什么深意吗 皇帝垂了垂眼帘 许久才道 朕 且想看看 朕的太子 能在李景元手中 过得了几招 昭王一阵沉默 心想 皇兄你就不怕 你的太子被完废了 想到那太子 又想到李灵的本事 以及背后的黎成和李氏族 心中觉得 太子怕是要倒霉 本着那一点亲情 又念着以往皇后嫂子 对他的关怀 只得硬着头皮开口 那李氏族 教导子嗣的方式 与常人不同 太子 皇帝喊了他一声 阿佑啊 昭王有些莫名 臣弟在呢 李氏族教导子嗣的方式 与常人不同 可是朕的太子 同样也是朕亲自教导出来的 是太父 以及各位学士渊博的老师 教导出来的 李氏族人历代天资过人 朕所不求太子 能有李景元那般出色 只求他学得三分本事 我心中便知足了 天下间 有多少个李氏子 自前朝李帝师之后 已过两百年 李氏子嗣 如今也不过是一脉单传 至今也唯有这一人罢了 昭王见皇帝 似乎是铁了心 要给太子一个教训 也让他历练一番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是昭王实在是担心太子 怕是一不小心给废了 不过他想想 若是太子连这点风浪都过不去 那然后如何执掌天下 做这东赵的一国之君 许久 他道 皇兄所言甚是 臣弟便陪着皇兄一同看着吧 到底是龙还是虫 且看他自己了 且当是太子的一个考验吧 若是他过了 一切迎刃而解 若是他过不了 这储君之位 怕是要换人了 皇帝爱仲早逝的发气不假 可是同样 他也是皇帝 是一国之君 在他身上 背负的还有东赵的子民 太子为储君 若是他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如何放心将天下交给他 昭王和皇帝谈话之后 也不管此事了 回到昭王府的时候 心情略略也有些复杂 此时昭王妃前来寻他哭诉 说是慕容宁不懂事 竟然忤逆他 原因其实也简单 慕容宁如今都好几个月的身孕 自然也伺候不了人 赵王妃便想着 给赵明展屋里送两个人 那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 模样好身材好 出身也干净 赵王妃两个儿子 分别为长子赵明展 和妖子赵明炎 长子长到三岁 便由赵王待在身边亲自教导 与他不亲 因此 他也更加地溺爱妖子赵明炎 于是便令赵明炎 养成了如今的性子 以往慕容宁还没有孩子 他爱于平原侯府 再加上赵明展自己不乐意 插手了几次 都没有将人塞进他们的院子里 如今慕容宁有了孩子 又不能伺候夫君 他作为婆母 这送人也是送得很合情合理 就是没想到 慕容宁竟然敢与他对着干 真是气死他了 你看看他 像是个什么样子 若不是怀着孩子 我定然要给他立规矩 赵王觉得头疼 明展的事情 你管来做什么 他们小夫妻俩 想如何便如何就是了 赵王妃不高兴道 怎么不管 明展怎么着 也是我儿子 我这个当娘呢 就不准我心疼我气 哪一个做媳妇 不是这样来的 当初他怀着赵明展的时候 当年的陈飞 已故的太后娘娘 不是往他这里塞人 甚至还提了一个 分位高的侧妃上来 还生了一个儿子 赵王道 行了 如今这个时候 你莫要给他添乱 若是闲着 不妨准备准备 明年娶亲的事情 赵王自己养的儿子 自己清楚 他的这个儿子的 确实是优秀 但是主意也大 赵王妃可做不得他的主 慕容宁那脾气 也不是好欺负的 若是惹急了他 你想如何 有明年陪你救世了 明展院子里的事情 你万不可以管了 听清楚没有 赵王无奈道 平原侯如今手中 长着凝和君呢 人家慕容家 可从来也都不是好欺负的 再不济 姑母如今还在呢 现在不是生事端的时候 你莫不是不想抱孙子了 赵王妃一想 心中虽然有些愤愤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他 奈何不了慕容宁 又想着孙子的事情 值得一个人生闷气 其实他也清楚 这些年他在府中说一不二 将侧妃压得死死的 除了他是赵王的嫡妻之外 还因他的亲子赵明展成才 赵王府世子爷 如今敬畏君副统领 名声赫赫 深得皇帝器重 真要说起来 他自己也是 不怎么敢招惹这个儿子的 赵王道 你若是有空闲 多管一管明言澄清的事情 到时候你要如何 我也不管你 赵王妃听他说起这个亲事 也是很生气 他是当真不喜欢苏福 跟个小妖精似的 勾得他的明言 像是发了风似的 要娶她 还不如苏管那个小姑娘懂事 苏管虽然坑了他三十万两银子 让他十分恼火 但是也为他说了话 使得他的名声没有受损 他想着 带着苏福过了门 他定然要他好看 第120章 静明公府寿宴 早朝太极殿的事情 也很快地传了出去 因着皇帝发了话 说 如今的清风别院 已经不是以前的清风别院 不管主人家做什么 都是可以的 朝堂上的时候 官员们不敢吭声 但是散了朝会之后 消息传开 这帝城的学子却很不高兴 他们不敢说皇帝的不是 只得将矛头指向太子 说他身为一国储君 此举实在荒唐 而后又有隋王的人下场 李林安排的人下场 将这水搅浑 纷纷指责太子的不是 帝城之中风雨欲来 而李林这边寻了个人 将太子在青州敛财 加收赋税的证据给了隋王 隋王得了证据 虽不知到底是谁给他的 只觉得天助我也 但是隋王也不傻 并没有当时就将此事捅了出去 面上不动声色 私底下则是派人 去查这件事的真实性 若是事情为假 有人想要利用或是坑害他 查清楚 也免得自己掉坑里 若是事情为真 那到时候捅了出去 太子休想全身而退 而赵明展这边 同样也查到了一些 关于陶木牌的消息 与昭王商议过后 私下带着几个人离开了帝城 继续往下查去 太子对于那些书生的话 并不在乎 只以为如今皇帝也站在他这边 那些个小人物的言辞 根本就影响不了他 于是心中便有些得意 却不知 自己就要倒霉了 苏管每日听着外面热闹的 也不再纠结清风别院的事情 这日子反倒是过得不错 因着李林的话 他也开始锻炼自己 虽然不至于做什么 跑步夸张的事情 但是早时稀释前后 都会离开馆院 在湖边走一走 一转眼 也便到了靖宁宫寿淡那日 这一日 靖宁宫府大门大开 准备招待客人 今日是靖宁宫的寿臣 一是庆贺生臣 二是庆贺靖宁宫封公爵之喜 得了一个世代往替的爵位 三来 也是庆贺靖宁宫 如今身体康健 今日早朝之后 皇帝的赏赐 便送到了府上 刘公公被派来送礼 唱礼丹足足 唱了一盏茶的时间 可见赏赐之风后 其真一宝不计其数 给足了他 这位宠臣的面子 靖宁宫府上的人 自然是千恩万谢的 并且将过来赏赐的刘公公 留下来吃酒 刘公公笑呵呵地开口 说陛下身边没个做事的 正离不得奴才 说了 让奴才恭喜公爷便回去 靖宁宫也不强留 有劳公公跑一趟了 小事 客气了 既然陛下的赏赐已经送到 奴才便告辞了 公公慢走 将前来为陛下赏赐的 刘公公送走 然后客人便开始 陆续协理道来 府上的爷们夫人 甚至是公子姑娘们 都被安排了任务 公子们跟着爷们一起 招待南客 姑娘们则是跟在 王室杨室江室李室身边 帮忙招待一同前来的姑娘们 没有一个是空闲的 苏管穿着一件青色的仙鹤如裙 头插仙鹤祥云簪 在扶贫院的隔间 与几位姑娘说话 细说着最近帝城的去世 是哪家哪家又出了什么事 或是有哪位大人被召回了帝城 哪家的姑娘定亲了 诸如此类 郡主 听闻府上的大公子 与平原侯府的二姑娘定了亲 也不知道何时娶妇 真真是可惜了 大公子这样季风朗月的人 竟然定了亲事 实在是叫人遗憾 大公子好 平原侯府的二姑娘 也是不差的 说起来 两家倒是相配 可不是 苏管笑道 此事自有祖母和大伯母做主 我一介规格女儿 自然是不知晓的 若是府上娶心腹 到时候再邀请诸位上门吃新人酒 有人笑道 那肯定是要来的 定然是要来了 几个姑娘说说笑笑 倒是挺热闹的 苏管自然是尽心招待 让他们高高兴兴的 不一会儿 王室身边的梅姑来报 我家夫人请了春辉园的戏班子 请诸位姑娘去戏园子听戏 春辉园 听说他们家的戏唱得不错 倒是值得一听 苏管道 那咱们一部戏园 也好去听戏 那便去听戏好了 距离下午还有些时间 郡主排个丫鬟 送我们过去便是了 不必亲自过去 正是 我等听戏 郡主还是招待客人吧 我等几人结伴一同前去 也好有个说话的人 今日这时间 这满地城的贵人 都往静宁公府来了 这府上忙着招待客人 都忙得脚步粘地 定然是不能陪着他们一同听戏的 他们自己找个事情消遣消遣 如此 便多谢诸位了 苏管让小桑跟着几个姑娘 一同去戏园 自己则是去见王氏 此时 王氏正在扶贫院的政厅 和几位夫人说话 边上坐着杨氏和苏福 苏福见了他走来 眉头皱起 眼底有些阴郁怨恨 这些日子 他一直被王氏 关在祠堂那边的屋子 直到昨日才被王氏放了出来 因着之前苏若 将他抢苏管侵蚀的事情 暴露了出来 故此 没有一个姑娘 苏管招待 为此 他心中暗暗发恨 他心底恨苏若坑他 害得他丢脸坏了名声 又恨苏管 这个短命鬼 竟然样样比他强 甚至旁人都喜欢他 这让他心中愤愤不平 明明就是一个短命鬼 而且还许给了李玲那个穷酸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比自己风光 苏福在心中安慰自己到 好在自己要嫁给赵明延 待日后赵明延做了招王 而苏管便是被封了郡主 要嫁的人也是那样上不了台面的 定然会过得很惨 苏管无视苏福 几乎是凝视的目光 缓步走了上去 祖母 郡主 郡主 苏管依依同几位夫人见礼 然后在王室边上的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王室道 几位姑娘都去听戏了 你怎么不同他们一起去啊 苏管道 我留下来帮祖母吗 莫不是祖母 嫌弃我爱手爱脚 想要赶我走 王室笑了起来 你呀 祖母何时说过 要赶你走 你留下来帮祖母 祖母可是高兴啊 几位没有去听戏的夫人 文言也笑了起来 其中一人道 郡主这是孝顺你呢 说起来啊 我倒是希望有个乖巧董事的孙女 不料 都是一些顽皮的 天天来气我 可不是 我家的那个也是 第121章 来客 几位夫人说起了自家顽皮的儿孙 同样的也羡慕王室得了苏管这么一个乖巧董事的 又给他长脸的 至于边上坐着的苏福 几位夫人是一句都不提 苏福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 杨氏的脸色也越发僵硬 过了一会儿 杨家的人来了 拜会过王室 杨氏和苏福便带着杨家的人去了玉竹院 不多时 怀河王妃和平原侯夫人带着两家人上门 慕容仙和赵如锦都在其中 这两人与苏管认识 相处得还算不错 两人进来的时候便冲着一旁的苏管笑了笑 眨了眨眼 苏管也笑了起来 其实他还是比较喜欢这两位的 慕容仙性子爽利大度 尤其爱恨分明 也不爱耍惊艳 和这样的人处在一起 还是比较舒服的 赵如锦为郡主 性子娇纵了一些 怀河王妃虽然宠着她 但也还是很讲理的人 不惹她的话 她还是很友好的 她和慕容仙的关系最好 平日里就是一对好姐妹 敬您公夫人大喜啊 怀河王妃笑道 王妃与平原侯夫人同喜 你们二人来了 底下的人也不通报一声 好让我前去迎接 真是失礼了 王氏笑了起来 盲是请几人坐下 然后命人赶紧上茶 郡主和二姑娘也来了 慕容仙道 今日来打扰夫人 王氏笑道 你能来看 我这老婆子 我心中高兴 苏健和慕容仙的亲事 已经算是初步定了下来 只等着准备好聘礼 挑选个好日子去下聘 王氏对这位亲自挑选的孙媳 非常之满意 面上的笑容也真诚 不过 王氏左看右看 不见杨氏和苏福 这才想起杨家的人到来 杨氏和苏福 带着杨家的人去了御竹院 她嘴角的笑容 微微浅了一些 在大家高门之中 各房也有各房的亲戚 像是李氏 她只需要陪一陪王氏招待客人 最侧重的是她娘家李家 还有几位和苏巡朋友夫人这几位 其他的都不用她操心 但是杨氏作为世子夫人 则是需要多费心一些 在这样的大宴之中 杨氏理应待在王氏的身边 协助王氏招待客人 同样的继承长辈的人脉往来 待日后 坐上当家主母之位的时候 撑起这个家 而杨氏和苏福 因着之前闹出来的事情 一个坑害庶女 一个抢堂妹亲事 皆丢尽了脸面 苏福不知廉耻 杨氏手段恶毒 那些各夫人和姑娘 都不愿与之为伍 因此 刚刚这两人坐在这里 也觉得说不上话 实在是尴尬 得知这杨家的人来了 便立刻带着杨家的人 去了御竹院 也不知这两人 是真的忘了 还是假的忘了 他们这一房 还有平原侯府 和昭王府这两家客人 若是此时苏福在 得须她来招待慕容仙才对 毕竟是这儿八经的小姑子 苏贱的亲妹子 王氏心想 苏福不在也好 她的性子 如今是越来越左了 指不定不满这亲事 还干出什么 没办法收场的事情 王氏笑着 和慕容仙说了几句话 然后便道 正好 阿管也在 你们几个小姑娘 一起玩去吧 慕容仙笑着应了一声 是 然后便和苏管一起去了隔间 三个姑娘一起说话 等差不多的时候 郑国公府的女眷过来了 苏管便带着一行人 去了馆院 郑国公夫人 并没有亲自前来 领头的是 苏管的旧母原氏 郑国公府的世子夫人 袁氏是武将出身的千金 为人爽快 身为郑国公府的世子夫人 上得了战场 下得了厅堂 同样的 这与女眷之间的往来 也有她的手段 王氏每每想起这袁氏 心底羡慕郑国公夫人 羡慕得不得了 这儿戏能担事 郑国公夫人 如今也慢慢地不管事了 将事情交给自己的儿媳 舒舒服服的 寒衣弄孙 啥也不操心了 哪里像她似的 不但没有人能担得起这担子 还处处惹事 让她收拾烂摊子 郑国公府有两位姑娘 分别为苏管的表姐表妹 大姑娘月露 比苏管大几年 已经出嫁了 小姑娘月霜 比苏管小一岁 是个活泼的姑娘 今日一同前来的 正是小姑娘月霜 月霜和慕容仙关系还算不错 到底是武将家的姑娘 性情相投 和赵如锦 这位郡主也不错 于是一行人干脆 便一起去了馆院 苏管让人取出水果点心 又命人泡了茶 让几位姑娘聊天 然后便随着袁氏去寝室里 说几句私密的话 袁氏不是一个会拐弯抹角的人 直接了当地问 你外祖母让我来问问你 最近在府上过得如何 那大房那边可是有欺负你 李氏可是有欺负你 苏管道 李氏也是极好的 前些日子还带着我 学着管理铺子 但我还算不错 至于大房那边 如今他们也自顾不暇 也顾不上我 袁氏想起那掌房的做派 其实也生气 当初杨氏在外头 时常说起他的女儿如何幸运 得了招王府的轻视 然后又说苏管可怜 要嫁给李氏 若不是因着被人抢了轻视 传出去也不好听 他早就上前去撕了他的嘴 得了好处 闷声发财不好吗 非得还要踩人家一脚 真是不要脸 袁氏道 若是大房那边敢欺负你 你也不必怕他们 有什么事情尽管来信 自由我们给你做主 越是早逝 袁氏和这个小姑子 也没多少感情 同样也没什么恩怨 苏管是月氏唯一的女儿 于情于理 她都是会护着的 苏管点头 阿管记得了 袁氏又问他 你与李景元相处的如何 我听说你们 倒是见了几次面 你觉得他如何 有什么想法 尽管同旧母说 苏管思量了一下道 李公子确实是一个极好的人 为人细心 但我也算是不错 阿管觉得他极好的 袁氏文言点头 如此也好 你外祖父和外祖母 都觉得他不错 你自己也愿意 自然是最好的了 若是不愿意 也不必瞒着 直言就是了 毕竟这日子 是你以后要过的 我们就希望你能过得开心 苏管心中感激 劳烦外祖父外祖母 还有舅舅舅母挂念 阿管觉得李公子极好 我心中喜欢着 第12章 不知道杨公子敢不敢 袁氏见他说起李林的时候 脸色微红 倒是有几分代嫁女儿的娇羞 想来不像是说假话的样子 于是心中也放心了 镇国公府一脉相承 李林的身份 袁氏作为世子夫人 自然也是知道的 他一生嫁了夫君 夫君也一心待他 从未想过那妾睡通房 他这一辈子 就没愁过这样的事情 李氏族不纳妾 地位又高 自然是一件极好的情事 袁氏与苏管说了一些话 然后一同出来 叮嘱了几位姑娘一番 也便带着人离开馆院 姑娘们有姑娘的活动 他们这些贵妇人 也有属于他们的交际 苏管派人去戏园 问问几个姑娘 愿不愿来馆院玩 于是便坐下来 和三个姑娘玩起了叶子牌 不一会儿 那去了听戏的姑娘 也来了几位 苏管命人 将苏罗也带了过来一起玩 馆院之中 顿时充满了姑娘家的欢声笑语 此时前院这边也热闹非常 客人进了门 一分为二 夫人与姑娘们 去内院见王室 有府上的夫人姑娘招待 爷们则是去前院 见净宁宫 有府上的爷们公子招待 一行人去拜回过净宁宫之后 各自寻一个地方说话 能留下与净宁宫聊天的人不多 细数下来 不过来了几位 李临来的时间刚刚过午时 被人引着上前去 拜见净宁宫 与他说了几句话 出了门便有人领着他 往一处院子里去 他一走 边上的人便问净宁宫 这便是李家的那位公子 瞧着模样生得还真不错 态度也不卑不亢啊 这少年 倒是比一般的公子哥 要强上一些 净宁宫道 人还算不错的 性格沉稳 谦逊温和 支离手里 有人笑道 净宁宫 看来你对这少年 倒是挺满意的 少有见你对人评价如此之高 看来这位李公子 是个能出人头地的 净宁宫道 能不能出人头地暂且不说了 只要他日后 好好地带我孙女 我也就放心了 那是定然啊 净宁宫府的嫡女 又是镇国宫外孙女 如今陛下又封了他郡主之位 那李世子 能待他不好 地位高也有地位高的好处 家中姑娘嫁了出去 婆家只能奉承着 不敢欺负半点 净宁宫虽然身以为然 但是却笑而不语 转头说起了其他的事情 将此事结果 这边的李林 被引着去往一处院子 名为陆落园 乃是平日里 家中子弟闲时读书的地方 那院子临水而建 此时正值夏日 湖中和荷花盛开 院中更是繁华景簇 是一个绝佳的读书之地 李林来时 院中有人正在作诗 热闹不凡 李公子里面请 有劳了 李林进门时 倒是有不少人 将目光投了过来 他身穿一件青色的长袍 看着年纪不大 但是身姿修长 神态冷静 瞧着18岁的年轻人 却有28岁男子的沉稳内脸 苏建迎了上去 是李公子来了呀 有失远迎 李林笑着坐一行礼 苏公子 苏建与李林没什么往来 也不熟 说了几句场面话 便带着他寻了一个地方坐着 然后又有旁人过来 喊他去作诗 他命人给李林上了茶 便被人拉着走了 李林坐在一处 林窗水泄上 听着不远处的公子 吟诗作对 看着窗外的水井 神色一派安然 半点都没有被怠慢的不快 在他眼中 这些个公子哥 不过是被高门大宅的景簇 包裹着 从未走出去 看过外面的世界 作出来的诗词 不过就是花花月月 伤春悲秋 也没什么好看的 他原本也并不爱 这样的热闹 不过今日静宁宫寿臣 又是大宴 他将与苏馆定亲 日后还要做人家的孙婿 若是不来 那便是一件 非常失礼的事情了 他喝了一口茶 然后便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有人往这边走来 不时便到了 他桌子的边上 可是李景元 李林抬眼 却见对方 是几名身穿华贵的贵公子 头戴金冠玉冠 衣戴光鲜华丽 手中折扇 腰间 还写着各色的玉佩 全身上下 几乎都写着自己的身份的诠释 他目光一走 心中了然 正是 不知几位找我所谓何事 领头的那人眉头一挑 而后便白起了脸色 所谓何事 我等寻的就是你 李林手中还拿着一个茶盏 文言将茶盏放下 我不记得 我有得罪了几位 我姓杨 杨启事也 府上的世子夫人 正是我的亲姑母 李林微微挑眉 杨家人 正是 李林笑了一下 既然是杨家人 我与杨家素来 也无恩怨 你寻我作何 杨启呼吸一梗 瞬间握紧了拳头 李林是没有明面上得罪她 可是因为苏管的事情 让她的表妹苏福 和姑母杨氏 丢尽了脸面 她恨苏管 自然也迁怒到李林身上 她如今不能对付苏管 一来苏管在内院 她根本连见到的机会都没有 二来 苏管背后的势力太大 她惹不起 但是惹不起苏管 她要对付李林这样 没什么背景的穷酸举人 还是可以的 我看你是想找死 李林威然不动 阁下说笑了 在下活得好好的 自然是没有找死的想法 你 杨启想要动手 但是又碍于身在静宁宫府 今日还是静宁宫寿臣 她若是动手 那是要得罪人 于是她便道 李景元 听闻你也是举人出身 今日刚好 不如咱们比一笔作诗 你敢不敢同我比 李林看了她一眼 脸色冷静 你要同我比 杨启冷哼一声 怎么 敢不敢 李林悠悠地饮了一口茶 声音冷清 倒不至于敢不敢 只是我这人 素来懒得很 无缘无故的 凭什么要与你比诗词 让你出气 你 杨启被她噎得不轻 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你个懦夫 怎么 是不是觉得你输定了 连比试都不敢了 李林和尚茶盖 抬头看她 嘴角微眠 你要与我比试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也得需要有个输赢 输的人 拖了衣衫跳进水里 大喊三声我是猪 说到这里 她的语气微顿 不知道杨公子敢不敢 第123章 比被诗 杨启文言冷笑 有何不敢 在她看来 李林不过是一个 穷酸的读书人 不过是一个 连进士都考不中的举人 能有多大本事 她原本不过 想要教训一下李林 让她知道厉害 最好是让她跪地 求饶叫祖宗 没想到她自己 提出这样的方式 岂有不应之理 杨启心想着 李林脱掉衣服 跳进水里 含我是猪的样子 心情顿时是好到飘起 苏管让她表妹丢尽了脸面 如今她便让苏管的 未来夫婿丢尽脸面 日后旁人说起苏管 便记得她有一个 这样丢脸的夫君 这样想想 觉得心情好了起来 好 你想如何别 李林原本想要喝完 茶盏之中的那一口茶的 但是因着这几人饶势 坏了气氛 茶水渐冷 颇有些索然无味了 她目光凝了凝 而后道 若是作诗 也不能有个准则分辨 到底谁的诗更胜一筹 不如改为被诗如何 杨起边上的艺人问 何为被诗 莫不是比谁被的诗词多 李林倒不在意 文言淡笑 确实是如此 比谁的诗词多 也不管是自己做的 还是先前旁人所做的 都可以拿来用 在场之人不得帮忙 若是答不出 便算是书 杨起自小便开始读书 总觉得自己学富五车 等闲之辈不可与相比 一个李林 还是一个不知道 从哪个角落了出来的 穷酸书生 她自然是没有放在眼里的 比就比 谁怕谁 杨起冷哼一声 既然这样 你就随我来吧 既然是比试 总要有人看着的 免得你到时候赖账 李林放下手中的茶盖 站了起来 冷冷淡淡地开口 我还怕是你要赖账 杨起看向她的目光 是含着鄙夷和不屑的 你以为我是你吗 我好歹也是要脸呢 李林心想 她到时候 就看看她如何地不要脸 一行人走到了水泻面前 此时也有不少公子在作诗 杨起和李林一来 关于这两人要作诗 并且以脱光跳进水里 大喊三声我是猪作为赌注的事情 迅速传开了 苏健觉得头都大了 盲事丢下边上 正在寒暄的人过来劝说 两位若是要比试 改日我便做东 请两位比一场就是了 今日确实是不变 还请给个面子 杨起和李林 都是府上的客人 杨起是苏健表哥 乃是府上正经的亲戚 而李林 则是苏管未来的夫婿 不管是这哪一个输了 丢的都是尽您功夫的脸 而且还是在这样大喜的日子里 这不是闹事吗 李林道 并非我不给苏公子面子 若是杨公子同意不比试 我自然也是同意的 今日是进宁功受臣 李林自然是没有主动挑事的道理 若是杨起也退一步 他自然是愿意稀释宁人的 苏健松了口气 然后看向杨起 杨起道 若是不比也可以 你就让李景元给我下跪磕头 此事我便不与他计较了 李林挑眉 面对四方投过来的目光 微然不动 苏健看看杨起 而后又看看李林 却听李林道 苏公子不会要求我下跪磕头平息此事吧 苏健脸色有一瞬间的难堪 他盲视道 怎么会 李公子乃是府上的客人 我如何能做这样的事情 他要是要求李林下跪磕头平息此事 别说是旁人怎么看了 他的教养都不准许 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苏健将目光投向杨起 表兄 今日乃是我祖父生辰 何不给个面子 若是闹起来了 很不好看 杨起看向他的时候 目光发狠 苏健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莫不是站在他这边 苏管害的姑母和阿福 丢了这么大的脸 李景元乃是苏管未来的夫婿 我给他个教训 有什么不好的 你不要忘了 姑母才是你的亲娘 阿福才是你的亲妹子 苏健的脸色难看 那一瞬间 四周投过来的目光 简直让他觉得 此生从未有过的难堪 他竟然不知道 杨家的表哥 竟然如此之蠢 苏福丢脸 乃是他自己抢了妹子的亲事 便是丢脸了 那也是他活该 是他做错了 可是杨启却觉得 是苏管害了苏福 故此找李玲的麻烦 苏健冷声开口 表兄 你若是不想来府中做客 尽管离去救世了 何必如此捣乱 杨启道 怎么 你还想赶我走 我今日就不走了 李景元 你既然已经答应了 你说比不比 若是比 现在就开始 若是不比 那就下跪磕头 或是自己认输跳进水里 喊三声 我是猪 苏健看向李玲 李公子 李玲道 苏公子也看到了 并非我不给苏公子面子 实在是对方咄咄逼人 我总不能为了给苏公子面子 而下跪磕头吧 苏健呼吸一致 还想说什么 杨启已经上前去 李玲也随之上前 此时两人在水泄边上 抬眼看去 便是湖面荷叶圆圆 偶尔可见 几株红色的荷花 边上的看热闹的人 唯恐天下不乱 将苏健往后拉 苏公子 你便让他们 比就是了 可不是 有什么了不得的 就是就是 让他们比一比 杨启看了李玲一眼 瞧着他 就是那般冷淡沉浸的样子 冷哼一声 有些势在必得 既然要比试 还是需要有个题的 不如便以何为题 如何 李玲道 自然是可以的 杨启闻言 看了河面一眼 我先来 闭合水中生 秀色满尺方 李玲道 练练西下水 灼灼芙蓉花 杨启 欲雪翘玲珑 分披绿蝴红 李玲 浮香绕躯暗 圆影复华池 这边的诗词比赛 很快地也变传开了 也有不少人 闻声过来看热闹 将陆落园挤满了人 大家都在猜测着 到底最后谁赢了 消息传到静明宫耳中 他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显然有些不悦 这杨世子在他的生辰 大宴之上闹事 莫不是觉得他苏家 真的不能把他如何 这个杨家 第124章 说了便是说了 莫不是想要耍赖 消息传到苏馆这里 小桑愤愤不平 郡主 那杨家的公子 未免也太咄咄逼人了 竟然要与李公子比辈师 谁人不知 他如今是青山书院的学生 青山书院藏书 乃是东赵第一 他这般 未免欺人太甚了 苏馆乍一听 心也都提了起来 可又听说 赌注是李林自己提出来的时候 也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他可不会认为 李林是那等口出狂言的人 他做事细致小心 十分地有分寸 若不是他心中有把握的事情 他定然是不会做的 苏馆又想了想那杨家的儿郎 只觉得自己记得有这么一个人 但却不认得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本事 阿管莫要太担心了 赵如今吃笑了一声 那杨家的儿郎我倒是知道一些 名叫杨启 自倒是取了个酸倒牙的 叫文公 还号称自己杨文公 慕容仙也道 听闻他倒是会做棘手酸诗 参加过几次学人雅诗举办的诗会 有些小名 也不过是哄骗一下小姑娘罢了 又有人道 可不是 那人骄傲自满得很 只以为自己学父武车 乃是递成第一才子呢 我瞧着 像是蠢才的才 这些个大家士族的贵女千金 确实是看不起这个杨启的 被家里的人宠爱过头了 不知外面天高地厚 自以为自己很能很厉害 苏管心中还是有些担心 慕容仙提议道 若是实在是担心 不如我们去瞧瞧 一起去倒是不打紧的 苏管想了想 于是点头 那我们就一起去路落园看看 一群姑娘说行动就行动 快速地收拾了一下 然后便浩浩荡荡地往路落园走去 苏福这边也听说了此事 他冷笑了一声 感慨道 还是表哥最疼我 知晓为我报仇 那李玲确实是过分 如今能杀杀他的威风也好 让他知道 这天高地厚 他不过是 一个永远出不了头的穷酸书生 下等人就是下等人 出身是改不掉的 苏福并未见过李玲做什么诗词 只知道他出身差 平日里 便是能买到手的书也是少的 能做得出什么诗词 还不如他这表哥扬起 他这表哥 虽然读书不行 但是惯爱装模作样 做诗还算可以 苏福原本就恨李玲 前世他这么一个穷酸 竟然敢挑剪他的不是 而今生 他恨苏管令他丢了这么大的脸 同样的也恨要和苏管定亲的李玲 要是能看到两人倒霉 他心中可高兴了 也得亏他在这位表哥面前 诉了这么多的苦 走 我们也去看看 正在府上做客的不少人 都在往陆落园赶去 苏管等人到来的时候 比赛已经进行了两课钟 三十分钟 也将要进入尾声 两人你来我往的 说了不下五十的诗词 李玲应付自如 杨启却有些满头大汗了 刚刚做了一句诗重复了 如今正在想 有人唯恐天下不乱 开始闹事 杨公子 赶快啊 若不赶快 便要输了 就是 快啊 快啊 杨启满头大汗 水上叶甜甜 原是水中莲 李玲道 池上红衣半衣兰 七压长待夕阳环 杨启 水上 水 此时苏福匆匆而来 在陆洛园门口的时候 刚好是碰见了苏管等人 他冷冷地看了苏管一眼 然后快步上前去 大声说道 李公子怕是说错了吧 我记得这首诗 便是不久苏良帝 在诗会上所做的那首 拿别人的诗来说 怕是不太好吧 苏管也跟在苏福面前走了上去 文言却笑了出来 什么好不好的 不是说了要背诗吗 又不是自己作诗 如何就用不得了 四姐 你莫不是以为 你表个杨家公子 便能说别人的诗词 李公子却用不得 须得自己作诗 苏管 苏管道 四姐 输了便是输了 莫不是想要耍赖 周边的目光都落在这两人身上 周边围观的人平住呼吸 生怕自己错过了好事 看到了这一对姐妹 大家自然也想起了 不久前关于抢亲一事 杨起脸色难看 我如何输了 你瞧我也有 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杨起虽然看不起苏染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女人做的诗词 确实是很惊艳 有些字句简单 却非常的诗欲 随便拿出一手便是难得的家具 李灵继续接道 一番河寄生连池 见前河风送暗香 杨起又道 小河财路尖尖脚 早有蜻蜓立上头 杨起一连说了 好几句苏染 这穿越者所作所谓永和的诗词 李灵笑着接下 不缓不急 诗词也有些好 也有些一般 随口拈来 半点也不迟疑 苏管等姑娘 站在边上看着比试 此时陆落园 早已是站满了人 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了 大约又过了一刻钟 杨起绞尽脑汁 再也想不出什么永和的诗词了 他的脸色发红 额头上的汗水 大颗大颗的掉下来 边上有人带头起哄 杨公子 这是答不出来了吧 答不出来 就认输吧 反正就是拖了一山跳水里 喊我是猪而已 怕什么 我们又不取笑你 就是 就是 苏管看了一眼那些个起哄的人 不巧 带头的正是他那二表哥越阵 苏管有两个舅舅 分别有三个表哥 一个表姐 一个表妹 表姐是嫁了人的月露 表妹是 正在他身边的月霜 三个表哥 大表哥明曰月亭 二表哥越震 三表哥越霄 苏管嘴角清敏 心中有些得意 苏府有杨家护着 有表哥为他出头 可是他苏管也是有的 杨起几乎要吐血 你们 你们这些 月震道 杨起 你这小人 答不出来便认输就是了 在这里歪歪唧唧什么 跟个娘们似的 认输啊 他身边的人也跟着起哄 就是啊 认输啊 快认输 我们都等着你认输 拖了衣裳跳水里 喊我是猪呢 第125章 我是猪 杨起想要反驳 可是他绞尽脑汁 都没能再想出一句诗词来 觉得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里面嗡嗡直叫 疼得令人窒息 说不出就认输 认输啊 就是认输啊 杨起 你不会是输了不敢认吧 想要耍赖是不是 认输啊 大家一起数到五 若是他再说不出 那就全当他输了 输了的人 便要履行承诺啊 月震哈哈大笑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毕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盛事 杨起的脸清了又白 白了又黑 那是精彩极了 苏剑脑门上都是汗水 企图劝说两句 不过就是一场鄙视 何故如此 今日便给我这个面子 就这样算了吧 苏剑看向李玲 李公子 不如就这样算了吧 李玲看了他一眼 嘴角含笑 眼底的冷淡冷漠 确实半点不掩饰 既然做了赌局 这输赢就该按照赌局来 怎么能有算了的道理 苏剑道 今日是我祖父生辰 还请 月震叫嚷道 苏家的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之前杨起闹事的时候 你怎么就不劝说劝说他 说是你祖父的生辰 让他给个面子 不要闹事 如今他比输了 就要对方给这个面子放过他 这世界上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苏剑一噎 他自然是说了的 可是杨起不听他的 李玲道 让我算了 也不是不可以 苏剑和杨起闻言一亮 却听他说 那就按照先前杨公子 要求我这般 让他给我下跪磕三个头 此事便算了 杨起一听 那是怒得抱起 数字 而敢 李玲道 如何就不敢了 既然你有胆子欺负人 那就要 有承担后果的准备 怎么 如今输了 便要赖账吗 我倒是想问问杨家的家教 怎么竟交出来这等无赖之人 苏剑脸上有些难堪 杨家到底是他外祖家 如今被李玲这样说 实在是 他正想说什么 边上便有一只手伸了过来 将他拽到一边去 苏公子 这还是一个姑娘的声音 苏剑一猛 转头一看 却见他面前站着的 正是慕容家的二姑娘慕容仙 不巧 他即将定亲的未婚妻 此时 慕容仙看向他的目光 非常的不满 苏公子 既然之前杨公子的事情 你管不了他 任凭他欺负李公子 如今反倒是要求李公子 给你面子放过杨公子 你的面可真大 这是慕容仙表达 对他不满的意思了 苏剑那一瞬间脸都红了 是我的不是 我不过是想息事宁人 慕容仙瞪他道 息什么是宁什么人 莫非是只容了他欺负人 旁人就不能回敬他 你若是如此想 咱俩的事情就算了 我可不要你这样的夫君 若是连分辨是非 站定立场的心都没有 慕容仙觉得自己 不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杨氏和苏福有多糟糕 他是知道的 同意这门亲事 不过是仗着苏剑这人还不错 没有与他们同流合污 人品过得去 身份也够高 要是他分不清 慕容仙又不傻 干什么受这嘴 苏剑 苏剑一下子冷汗就下来了 不不不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慕容姑娘误会了 慕容仙冷哼 那就别管 苏剑听了这话 那里还能去管这破事 慕容仙是王室给他选的媳妇 他也知道 他性格不是温温婉婉的那个 他自己性格太温吞 他是知道的 祖母曾说过 若是日后成亲了 得多听夫人的 虽然早了点 但是 他还是听了吧 要是不听 夫人就没了 杨起这边 还在愤愤不平 叫叫嚷嚷的 做不出诗 也不肯认输 李玲冷眼看着他 微然不动 月镇那边 已经开始数数 五 四 大家同我一起喊 三 二 一 然后一群人轰然而上 就要去按压住杨起 想要拽他的衣服 杨起等几个人 不是月镇这群人的对手 很快地败下阵来 姑娘们快快离去 一群个姑娘 也想看热闹 但是也不敢看着 大男人光着身子 于是一个个的无脸 往外面跑 李玲抬眼看了苏管一眼 却见他对着他微微一笑 然后拉着月霜 提着裙子 快步地往外面跑去 苏福原本想要为杨起说话的 但时间大势已去 又是杨起自己挑的事 如今又有月镇闹事 想要平息 让杨起全身而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他愤恨地跺了跺脚 然后转身离开 一群姑娘 一边跑 还一边哈哈大笑 等姑娘们走远了 那一群人 已经将杨起的衣衫 脱着 只剩一条裤子 边上传来的人们 哈哈大笑的声音 月镇在杨起身后 踹了他一脚 砰的一声落在了水里 溅起了巨大的水花 杨起惨叫一声 然后在水里翻腾 救命啊 救命啊 然而 那水不过 直到膝盖上去一些 他扑腾了几下 就站了起来 此时 他一身狼狈地站在水中 接收了四面八方 传来的目光 和窃窃私语的议论 心中一瞬间有些后悔 然而月镇却不肯放过他 杨起 喊啊 你喊了就能上岸 若不然 可就别怪我们不让你上岸了 你 你 杨起气得整个身子都红了 脸色发黑 羞愤得几乎 要找个地洞钻起来 月镇 月镇笑呵呵的 咋了咋了 找小爷有什么事情吗 杨起咬牙 我记住你了 月镇笑得更欢了 你记住吧 你放心 我也记住你了 杨起 你以为我们月家没有人了是不是 什么人都敢欺负 可不是 杨起为了苏福出头 觉得那是闹出来 丢了苏福的脸 所以找李公子麻烦 想要李公子丢脸 好报复温孝郡主 可是他不想想 分明是苏福对不住温孝郡主在先 也敢欺负人 真当人家镇国公府是死的 月镇蹲了下来 抹了抹下巴 杨起 喊了吧 三生我是猪 不然 你今天就一直在水里待着吧 别想耍花样啊 这水池的四周 现在都围着我兄弟了 没有我的话 谁也不会让你上来 一群姑娘出了陆落园不远 还想着看杨起的热闹 寻了个空地 站着也没离开 过了一会儿 果然听见了院中 撕声裂肺的喊声 我是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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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面寂静了几夕 然后突然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哈哈 哈哈 第126章 我要如何为她做主 一群姑娘笑了一会儿 然后也就要散去 苏福恨恨地瞪了苏管一眼 转身快步地离开 生怕再留下来 遭受这些人嘲笑鄙夷的目光 边上的赵如锦道 你这四姐 怕是要恨上你了 苏管道 在这事情闹出来的时候 她也早就恨上我了 大约是觉得 此事因着我的存在 害得她丢尽了脸面 如今经过此事 估计是要更恨我了 小贤鱼实在是觉得太无奈了 她不招惹别人 别人却分分钟想要欺负她 月双道 你这姐姐 实在是有病 碰上这么一个人做姐妹 也是倒霉了 苏管道 好了 别管她了 我们回去继续玩吧 好啊 姑娘们一同去了馆院 一行人去入落园的时候 才七八个人 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十几个姑娘了 基本上地成为出嫁的 和静宁公府交好的 都在这里了 静宁公府 如今尚未出嫁的 唯有四个姑娘 掌房苏福 二房苏盈 三房苏管和苏罗 苏罗和苏管是亲姐妹 她年纪小 自然是跟着姐姐的 二房的苏盈 还是个数字的数女 在府上地位很低 基本上少有姑娘 会和她一起玩 她也一直是透明人 便是这样的大宴 她也不走动 至于苏福 以前在府上 掌房嫡女 独树一掷 最受欢迎 可是因着她抢苏管轻蚀一事 这些个姑娘 都不屑与她为伍 故此 这些人都来了苏管这边 苏管身份高 又不爱端着架子 待人和气 与她相处的还算不错 陆落园这边 岳正戏弄完杨起之后 瞧着她上了岸 穿着旁人送来的衣服 灰溜溜地跑了之后 便勾着李林的肩膀 带她去喝茶吃酒 一副咱哥俩好的样子 岳正轻横 那杨起 不过就是一个废物 别把她放在心上 要是杨家敢找你麻烦 尽管和我说 这静宁功夫不护着你 还有我镇国功夫呢 岳正就是看不惯 杨家那些个人的做派 不管是男的女的 从杨夫人到杨氏到苏福 再从杨家的老头到杨起 都是一副样子 见得慌 稍微得势便有恃无恐 不是搞这个事情 就是搞那个事情 这样的人 最后定然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李林道 今日多谢二公子相助 倒真是感谢岳正了 虽然她也有意 想让杨起吃亏 但是有些话实在是 不好出自她的口中 可岳正便不一样了 岳正罢罢手 小事 何足挂齿 她出手 其实又不是为了李林 更多的是为了苏管 若是得了空闲 一起饮酒喝茶 也不知道你会什么 起码射监会吗 要是不会 我下次教你 李林点头 略通一二 若是玩乐绰绰有余 那就好 下次带你一同出去 好 两人聊了一会儿 岳正原本是不怎么看得上 李林这个文弱书生的 不过越是和她聊天 越是觉得惊奇 像是她不管说什么 对方都能明白 而且甚至比她 还要精通的样子 天文地理 风土人情 古往今来的诗书字句 多少文人雅士 战场上的谋略 指点江山 仿佛她就是 真真正正上过战场 骑过战马的那个人 越是往下说 越正的眼睛是越亮 仿佛自己找到了知音 她作为武将家中的公子 是真的不怎么喜欢 李林这样的读书人的 总觉得 他们就会做棘手酸师 没什么本事 如今想来 这位可是和旁的读书人不一样 倒是配得上她的表妹 两人说了一会话 时间也过了五十 听着大门口那边 传来了一阵惊呼声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太子殿下与苏良帝制 隋王殿下与苏策非智 月真笑了一下 这静宁功夫 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这两位啊 不说了 不说 喝茶喝茶 李林笑了笑 同她一起喝茶 另一边的杨夫人和杨氏 正在王氏这边说 杨启的事情 杨启乃是杨夫人的亲孙子 得知她遭了这么大的事情 心中恨到不行 非要找王氏给一个交代 杨氏则是在一旁哭诉 王氏道 此事你找我有什么用处 我可是听闻 是你家公子自己挑事的 在我静宁功府大喜的日子上挑事 我不说你也就罢了 如今你府上的公子比是输了 怎的就成了我府上的事情了 杨夫人 莫不是觉得 我府上是帮你收拾烂摊子的 输了就是输了 那可怨不得别人 杨夫人几乎是咬碎了牙齿 静宁功夫人 好歹你我也是亲家 阿琪怎么也是你晚辈 她遭了罪 你如何不为她做主 反而说与府上无关 王氏却问 哦 你倒是说说 我要如何为她做主 杨夫人咬牙切齿 自然是要将那个姓李的抓起来 好让她知晓规矩 边上的郑国公府 世子夫人原是笑了起来 杨夫人说话真是可笑 这抓人也要有个抓人的章程 你倒是说说 这里家的儿郎犯了什么错 边上的一位夫人冷笑 世子夫人您不知道啊 在杨夫人眼中 人家犯的错就是不该赢 须得输了 好让杨家的人羞辱一番 这才是最正确的 袁氏呕了一声 然后笑了出来 说得极是 杨大人可是堂堂尚书大人 谁人敢不给尚书府的面子 尚书府的人说 某只鸡是条狗 咱们这些人啊 也要跟着说是狗 若不然 怕是不好了 杨夫人在迟钝 也是知道袁氏等人在讥讽他 气得脸色发红又发黑 那叫一个精彩 你 你慢 王氏道 杨夫人还是好好管教管教自家的儿郎吧 如此上门做客 又在人家府上闹事 简直是不知规矩 形势更是荒唐 杨夫人脸色一变 敬您公夫人 我家阿启是个好郎 你如何这样说 他不过是为了阿福打抱不平 阿福可是你的亲孙女 此番他受了这样的委屈 你也不心疼他 王氏道 阿福是我亲孙女 可阿管也是我亲孙女 怎么着 我只能心疼阿福是吗 杨夫人是来教我如何做祖母吗 杨夫人被噎了一下 正想说什么 却见有人匆匆来报 夫人 太子和苏良帝 隋王与苏瑟妃来和 如今已经进了大门了 第127章 苏染苏灵到来 王氏文言脸色微变 这几个人怎么来了 如今苏灵与敬您公府 已经算是断了关系 至于苏染 敬您公府根本就不承认 如今太子和隋王带着两人上门 到底是想干嘛 我知晓了 王氏将人打发走了 边上的几位夫人 也心知这其中的是非 于是也便寻了一个去戏园 听戏的借口 告辞离开 王氏笑着 让奴婢为几位夫人引路 然后端坐在正位上 见杨夫人 她便皱了一下眉头 杨夫人还有什么事情吗 若是没有 便与诸位夫人一同听戏去吧 我这里还有事 杨夫人不肯 那我们家阿启的事情 杨夫人 王氏的脸色冷了下来 杨启做了什么 才有如今的后果 一切不过是她咎由自取 怨不得别人 若是你再提这事 我们家便不欢迎你 请回去吧 王氏转而看向杨氏 你们杨家的人 若是个个都如此 待阿福出嫁 阿剑娶亲之后 你便回你的杨家去吧 我们苏家 可要不起这样的媳妇 杨氏第一次听王氏说这样的话 也是吓了一跳 脸色微白 王氏的意思是 要是他和杨家的人再不安分 待他儿女成亲之后 要将他修回杨家去 这怎么行 杨氏有恃无恐 无非就是 仗着杨家和一对儿女不能丢脸 如今王氏不在乎那点面子上的事情 那他就危险了 杨氏急忙到 婆母 我和母亲这就走了 杨夫人还是不大愿意 但是杨氏也不愿他留下来 拉着他走了 两人一走 屋子里便空了下来 唯有几个婢女在收拾 王氏坐在那里 有些安静 此时的前院 太子与隋王两路人马撞到了一起 兄弟两人表面上胸有地宫 但是被地里 早就逗了个你死我活 两人的面容有些相似 但是太子偏温和 属于偏偏贵公子那一款的 隋王却继承了 赵贵妃的那一双修长的丹凤眼 显得有些冷冽 隋王笑笑道 原来是太子皇兄 若是早知道皇兄也来 咱们兄弟二人倒是可以一起作伴 太子心中恨赵贵妃和隋王恨得要死 不过此时 脸上却摆出了友善的笑容 唯一兄也不知小五弟要来 若不然 自然是等着五弟的 两人一同友好的 一边说着场面话 一边进来大门 然后先去前院拜见静宁宫 静宁宫这边也清空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室内坐着 太子与苏染 隋王与苏灵一同进门 静宁宫大喜啊 今日姑特意带两弟前来恭贺 殿下大驾光临 乃是苏某的荣幸 静宁宫看了一眼站在太子身边 穿着一身粉色胶襟如裙 头戴珠拆不摇的苏染 脸色平静 苏染微微抬头 嘴角轻敏 上前微微失礼 祖父 今日阿染回来看你了 静宁宫道 你有心了 旁的 也就没多说 苏染见他这态度 也是有些生气 不过姑且忍着了 扭尼了一下 回到太子的身边站着 随王道 静宁宫 今日我带着侧妃过来给你拜寿 阿灵虽然已不是府上的人 可到底是公爷的孙女 故此本王带他走一趟 苏灵也上前行礼 祖父 静宁宫点头 然后道 你们去见 你们祖母吧 他在扶平院里 苏灵低了低头 应了一声 是 然后便与随王打了一声招呼 便由婢女扶着 往门外走去 苏染见此 也急忙跟上 两人走在一起 苏染道 苏瑟妃如今在王府可是还好 我可是听说了 那王妃可是不好惹啊 他这话实在是有些幸灾乐祸 他眼嘴轻笑了一下 又道 若是苏瑟妃有什么难处 倒是可以与我说说 我倒是能为你支招 保证将你家王爷收拾得服服贴贴的 苏灵顿了一下 然后道 劳苏良帝挂念了 本侧妃如今很好 也用不着良帝关心 苏灵不是苏人 他是从未想过 要与王妃作对 而后登位成为王妃的 在他看来 他这样的身份 能做侧妃已经是不错了 王妃虽然不喜他 但见他识趣 也没对付他 日子还算不错 若是隋王真能成事 他至少也是似妃之一 若是不能成 他还有祖母 最多以后低调一些 日子还过得去 反而苏染便不一样了 便是苏灵在王府内院 也听到一些关于太子 独宠苏染的传言 太子妃心中怕是恨死了他 他这样的人 又敢踩太子妃的脸 日后什么下场 那都是很难说的 苏染一听这话 脸色便变了变 他道 我不过是关心你罢了 用得着这样阴阳怪气吗 苏灵道 苏良帝说笑了 我倒是不知晓 本侧妃那句话是阴阳怪气了 不妨苏良帝只来听听 苏染压低了声音咬牙道 苏灵 你别得意 这个天下迟早是太子的 日后我看你如何 苏灵道 苏良帝可别胡乱说话 如今陛下万岁 若是让旁人听见了 怕是要给你按一个罪名 苏染听了这话 真是要气死了 正想说什么 却见苏灵已经快一步走到前面去了 他捏了捏帕子 随之跟了上去 两人一同进了扶贫院 到了正房向王室行礼 苏灵道 听闻祖父如今已经大好 阿灵心中高兴 前些日子 王爷赏了一只人参 我也拿了过来 给祖父补补身子 说着 就让身边的婢女 拿了一只盒子上来 王室一看 这人参已经有百年之灵 确实是好东西 王室道 为难你还记得你祖父 费心了 快坐下吧 谢祖母 苏灵轻哼一声 觉得苏灵竟会装腔做事哄人 谁不知道 她不过是一个庶女 还被嫡母欺辱多年 怎么会对王室有什么感情 虚伪 装腔做事 还装什么温柔善良 真是恶心 苏灵在一旁坐了下来 然后喝了一口茶道 祖母 我与太子殿下 也为祖父准备了寿礼 一会儿送上就是了 在开席之前 还有一个献礼的环节 到时候 府上的晚辈 要向二老贺寿送上寿礼 像是府上姑娘 姑爷家的 也是要献礼的 苏管担心的也就是这个 生怕李灵拿不出一件好的礼物 到时候被人笑话 王室看了她一眼 然后道 那倒是谢谢你了 真是谢谢你了 将我一副老小 拽入着封间乱口 第128章 王家表姐 不过王室和这二人 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是僵硬地说了几句 王室不喜欢二房的 也怪苏燃给太子做了良地 苏燃也不屑与她说话 唯有苏灵与王室说几句 苏燃在边上听着 偶尔还说几句阴阳怪气的酸话 王室就当时没看到 也没听到 好在 也没出什么事情 苏福得知苏燃回来了 匆匆赶来之时 却扑了一个空 人呢 祖母呢 院中的婢女道 夫人和苏良帝苏瑟妃 已经去了桃园 方才有人过来传话 说是将要开宴了 过去准备献礼 四姑娘也赶紧过去吧 献礼了 我怎么不知道 夫人已经派了人通知了 四姑娘来得快了些 怕是人 还没寻到四姑娘 苏福急着找苏燃 可是此时又不想丢脸 只得转身回福荣院去 将准备好的寿礼拿上 带着婢女往桃园去了 此次大宴设在了桃园 桃园中有溪水小池 将其分成了两边 分了南客女客 左岸这边设了南客的酒席 右岸这边设了女客的酒席 两边加起来 同共也有四十多桌的酒席 好在院子够大 也能摆得下来 在院子的尽头有一处台子 台子连接两岸 平日里 也成了县城的贺寿好地方 有人搬来了一对 雕刻着灵芝祥云的圈椅 中间又放了一个高茶几 两边写上对联 由着静宁宫和王室往那里一坐 就等着晚辈们前来献礼了 当然 这也是大寿才有的张承 摆的是静宁宫府的脸面 底下的儿孙们 都是卯足了劲儿 为长辈准备受礼 好让人知道 这静宁宫府子孙绵延 家底丰厚 苏管得了 王室派过来的人通知 便带上了准备好的寿礼 然后和一众姑娘 一同去了桃园 在桃园这边 将几位姑娘安顿好了 这才与慕容仙 还有苏罗 一起往台子前面的几个座位走去 主人家的位置 安排得比较靠前 慕容仙作为主家 未来的孙媳 也算是半个主家的人 一会儿也要上去县礼 苏管和慕容仙 刚刚坐下来 便见李氏 带了一个姑娘过来 他解释道 这是你王家表姐 是你祖母的侄孙女 一会儿和你坐在一起 也是要县礼的 威夕 这是你六表妹 这边这位是你未来大表嫂 姓慕容 喊一声慕容姑娘就是了 苏管一听 自然是知道 这是祖母王氏娘家人 于是便笑了笑 喊了一声表姐 互相见了一番 然后让她坐下 王家的表姐名幻威夕 刚刚比苏管大几个月 是个温柔细致的姑娘 估计是第一次 见这么大的场面 有些忐忑不安 王威夕有些羡慕地 看着苏管 表妹生得真好 跟我想象中那千金小姐一样好看 千娇百贵养出来的姑娘 如同金雕细琢的美誉 看上一眼便移不开眼 表姐谬赞了 我是说认真的 表妹生得好看 王威夕生得一张圆脸 说话的时候 脸色微红 看着有些讨喜 表姐也不差 正在两表姐妹说话的时候 慕容仙在旁为着苏罗吃点心 苏福便带着人匆匆来到了桃园 慕容仙见了 目光微闪 扯了扯苏管的袖子 苏福过来了 慕容仙很不喜欢苏福 虽然说她自己也是出身高 平日也嚣张 可到底是讲道理的 不像是苏福这样张狂 有恃无恐 形势也毫无顾忌 苏管看了一眼 然后提醒道 一会儿慕容姐姐 莫要与她争持就是了 慕容仙轻哼一声 我知晓了 慕容仙倒是万分庆幸 这苏福很快就要出嫁了 若是等她进了门 苏福这般形势 犯到她头上 她也定然容不得她的 到时候 都有可能打起来的 她为了苏罗吃了一小块糕点 笑笑道 还是阿罗好 真可爱 好吃吗 苏罗使劲地点头 好吃啊 谢谢姐姐 慕容仙顿时就开心了 真乖 苏管坚持道 别喂她了 一会儿又要吃撑了 苏罗哼哼道 阿罗有山楂丸啊 苏管瞪了她一眼 便是有山楂丸也是 不能这么吃的 你要听话 苏罗嗷了一声 然后果然就不吃了 乖得不得了 慕容仙哪里见过 这样可爱乖巧的姑娘 顿时就喜欢得不得了 苏福带着人进了桃园 目光往四周一扫 往前走来 然后在苏管这张桌子走来 见到慕容仙 她勉强地打了一声招呼 慕容姑娘 慕容仙点点头 苏家四姑娘 苏福虽然也不喜欢慕容仙 因着这人和自己不亲 反而和苏管走得近 但是她想了一下 平原侯府如今的地位 难得地有了一些善心 觉得要补偿一下自己的哥哥 就没有与慕容仙为难 不过她坐了下来 看到一旁的穿着半星如裙的王威系 皱了一下眉头 你是何人 王威系见她气场太大 眼底还有些不悦 娜娜了一会儿 不知道怎么开口 苏管帮她道 四姐 这是王家表姐 你喊一声王表妹就是了 王家的 苏福又皱了一下眉头 上下将她打亮了一下 眼底有些嫌弃 王威系脸色通红 低着头嗡了一声 苏福想要说什么 但是想了想 却没有说话 王家到底是王氏的娘家 要是这姑娘 在王氏面前告状 她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 她的目光一扫 然后看见了在另一张桌子上的苏染和苏玲 两人和几位年纪不大的小妇人坐在一起 各自和人说话 苏福的目光落在苏染那张脸上 她轻轻地哼了一声 真是想上前去撕了她的那张脸 不一会儿 李氏又送了李玉燕过来 李氏道 郡主 玉燕不懂事 烦请你照看她一些 李玉燕苍白的脸色被细粉遮盖 文言只能勉强地笑了笑 郡主 玉燕这箱有礼了 苏管点点头 然后对李氏说 我知晓了 母亲 反正这会儿 李玉燕已经和苏英定了亲 也闹不出什么事情来 就当是给李氏一个面子 扶照一下李玉燕也是应该的 第129章 李锦园何在 李氏安排好李玉燕 然后便走了 正在这会儿 苏英姗姗来迟 她来得低调 也不惊动任何人 安安静静地在王威夕身边坐下 此时 这一桌席面上坐着七人 扶上姐妹四人 未来的孙媳慕芦荣先李玉燕 还有便是王家的王威夕 苏福将目光落在李玉燕身上一瞬间 冷哼了一声 然后道 有些人啊 就是不识趣 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的 总想着要高攀 真要轮起来 苏福最恨的是苏染和太子 再往下 就是李玉燕苏管苏林之流的 李玉燕一个商户之女 也敢肖想她大哥 苏福那是气得不得了 而且 上次因着她推了李玉燕下水 因着这事 被关在祠堂边上的小屋子 前几天才被放出来 这让她对李玉燕 那是恨得咬牙切齿 李玉燕脸色苍白 狠狠地瞪着苏福 苏福恨她 难道她就不恨苏福吗 若不是因着苏福那一推 她便是嫁不成苏健 可是努力一些 也会有更好的选择 可是如今 家里人做了决定 要将她嫁给苏英那个浑人 她这一辈子 也就是这样了 苏英啊 是近宁公府最上不了台面的那一个 不上进不说 还留连花街春楼 哪里是什么良人 而且她不过是一个数字的儿子 日后这府上分了家 能有什么虔诚地位 李玉燕回到李家这些日子 浑浑噩噩的 听到父母说起 那苏英如何如何 有一个做太子良地的妹妹 她只觉得心中万分痛苦 苏福害她如丝 她怎么能不恨的 李玉燕狠狠地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看着苏福的眼睛道 是啊 谁人不知道要高攀啊 连同四姑娘你 不也不择手段攀上招王府吗 玉燕自然是比不得四姑娘的 你 苏福文言脸色一变 大怒 李玉燕嘴巴放干净点 李玉燕道 四姑娘 你不会是也想让人听听 我是如何落水 又是如何 许给府上二公子的吧 若是四姑娘不介意 我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 反正我不过是 一介商户之女 也定了清了 这事便是传出去了 也不要紧吧 你 苏福气的脸色发红 但是也害怕自己身上 再多一个罪名 愣是将这口气咽了下来 李姑娘真的好得很 我记下你了 李玉燕道 我以为 四姑娘是一直记得我的 苏福气的不轻 也不愿再与她说话 转头便对慕容仙道 慕容姐姐 你可是记得我 我是苏健的亲妹妹 慕容仙点点头 自然是知道的 还知道的很多呢 慕容仙心中 对苏福挑剔了一遍 脸上却不显 便是不知道那些传言 光是刚刚那一场好戏 慕容仙就知道这个 未来小姑子 心思不正 大家敌女 嚣张跋扈 仗势欺人 有恃无恐 转条人伤口洒言 实在是过分了 苏福又对李玉燕道 李姑娘 你可是知道这位 这位啊 是我大哥的定了 蒙约的未婚妻 堂堂平原侯府千金贵女 她的姐姐 正是赵王府的世子夫人 你们啊 任后就是轴里了 得好好相处才是 李玉燕文言 脸色更白了一些 手中的帕子捏得死紧 低着头不敢抬起来 慕容仙身份尊贵 自然是她所不能比的 苏福说这话 无非是在贬低她 说她痴心妄想 慕容仙道 确实是应该好好相处的 李家姑娘性子温和 我倒是颇蛮的 日后若是有什么错处的 你尽管说就是了 一家人 就该和和气气才是 李玉燕见慕容仙如此说 觉得她宽怀大度为自己说话 心头就更加酸楚了 她道 日后还请慕容姑娘多多指教 慕容仙微笑 李姑娘客气了 苏福心中责了一声 按道这两人虚伪 她才不觉得 慕容仙有这么大度 不计较李玉燕 当初敢肖想苏健的事情 其实慕容仙还真不介意 苏健出身好 生的好 学识好 性格也不错 以后还是这敬宁公府的继承人 爱慕她的人自然是不少的 这里玉燕都定情了 她还是犯不着 和这样的一个人计较 若是这个 都要计较一番 那她早就 被气死了 苏管仙这几人你来我往的 也是怕真的要吵起来 于是赶紧转移了话题 她问 四姐来得早 可是见到王妃了 九燕就要开始了 如今还不见招王府的人过来 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苏福一听 这才想起哪里不对 原来是招王府的人还没来 想到这里 她也没心思挖苦李玉燕了 忙是带着婢女离席 去派人找找招王府那边 是怎么回事 李玉燕对苏管投来感激的目光 苏管点了点头 也没有再说什么 隔着一米多宽溪水的对面 男客们也在说话 太子随王坐了一桌 由着苏建作陪 李玲则是与其他的旁之子弟坐在一起 并没有上前去凑热闹 一群人说着说着 又说到了清风别院上 说是太子 既然借得清风别院 为苏良帝举办师会 太子道 这借清风别院倒是不难 这会儿人就在这里了 你们问他就是了 说着 他便转头问了一声 李景元何在 出来说话 有人为你借一借清风别院 你可是愿意啊 一中坐在席面上的人 都平住呼吸 往李玲那边看去 心中想着 能借到举办的师会 定然是不错的 可是隐隐的 又觉得这李景元实在是倒霉 这好好的一个院子 原本休息好 打算日后与温孝郡主成亲的 可是这太子开口说要借 他又拒绝不得 这借了一次也就罢了 如今 太子又开口为旁人借 太子为储君 侍君 而等为陈明 既然开口了 谁人敢不借啊 众人看着李玲 心中希望他同意之余 又为他觉得不平 李玲端正地坐在那里 轻衣大秀 容颜俊美 瞧着那姿容 比较场上的公子哥们也不差 甚至更有一些稳重和淡定从容 便是被太子点名 他也是一点也不慌 慢慢地喝了一口茶 将手中的茶盏放下 这才抬眼看了过来 太子问在下 可是为了何事 太子知他明明听见了 此番还故意问他 心中有些恼火 于是便道 姑问你借清风别怨 几位学子想要举办一次诗会 你可是愿意啊 第130章 随王太子争清风别怨 李玲看了太子一眼 也任由边上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平平淡淡 微然不动 一派淡定 太子问 在下借清风别怨 正是 太子道 你可愿意啊 李玲却问 不知太子要在下说真话 还是假话 太子神色微动 当下就有些不悦 他堂堂太子 既然亲自问了 不是应该立刻答应吗 他竟然说这话 莫不是不给他这个太子脸面 太子手中的扇子 轻轻地敲了敲桌面 他身边的两位随士 脸色也微变 颇有要上前 去拿人的姿态 太子问 你这话是何意 莫不是不愿意见 李玲文声道 太子竟然问我愿不愿 若是说心底话 我实在是不愿的 这别愿已令人休憩 又种了不少 郡主喜欢的花 过些日子花开了 郡主便能过去 做一座赏花赏景了 可如今郡主不曾见到 却要先给旁人用了 我心中自然是不愿的 可若是太子开口 太子为储君 乃是国之少君 是人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这东赵之中 何人敢不给太子这个面子 在下亦然 太子的脸色 也渐渐地变了 总觉得这李景元 说这话是在讽刺他 说他仗着太子的身份 强解清封别院 边上的隋王笑了一声 然后道 皇兄何故如此 不过便是一个师会罢了 我记得皇兄手中 便有一个别院 昔日父皇赐给皇兄的 不就有一个叫圆明院的吗 皇兄如此慷慨大意 不若便在圆明院 举办师会就是了 那可是前朝 红莲公主的别院 红莲公主一心向道 据文还曾飞升成仙 号称红莲仙子 如此之地 用来举办师会 定然能轰动整个东赵 什么清封别院 那是不值一提 隋王所说的圆明院 确实有这个别院 此别院是在 红莲公主的 红莲别府基础上建造的 起初是为了 拜祭太子的生母 也就是皇帝的 原配嫡妻圆明皇后 故此 如今换作圆明院 后来皇帝 也将这圆明院 赐给了太子 太子文言 当时脸色大变 五弟 你闭嘴 此乃我母后之地 何故借给旁人 举办什么试会 圆明院到底是皇家之地 虽然也是一处冥帝 但是世人敢肖想 清风别院 却不敢肖想圆明院的 隋王道 皇兄何必动怒 在皇兄眼中 这圆明院 自然是皇兄的珍宝 旁人动不得 可对李公子而言 他精心修气的 清风别院 同样是他的珍宝 皇兄非但不体谅子民 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 要借人家的院子 是什么道理 皇兄开口借别院 李公子自然不敢不同意 如此这般 皇兄高兴了 苏良帝也高兴了 诸位学子也高兴了 可是谁能说说 这李公子如何心伤 臣弟虽然比不得皇兄聪慧 却觉得 皇兄有仗势欺人之嫌 为李公子打抱不平 太子文言 脸色越发冷沉了下来 五弟 你胡说八道什么 隋王修长的丹凤眼微眯 我如何胡说八道了 皇兄为储君 臣弟以为 皇兄学的是公正言明 人得人心之道 却不想 竟然也会做出 这等强劫之事 隋王突然发难 说得在场的人 脸色都变了 论理 隋王说得确实也没错 为帝者自然是需要公正人得的 如今太子 却向臣民开口借别院 为自己的苏良帝天光 颇有自私自利之嫌 如此之人 若是为君 日后如何治理天下 若是网众一些说 还能说上一句 太子失德 在场的人看向太子的脸色 都变了好几遍 这会儿 又听隋王问李林 李公子 不知这清风别院 如今价值几何 李林淡淡地看着太子 与隋王二人相争 文言便道 在下问过边上的院子 约为两千两银子 隋王又道 既然如此 本王给你五千两 你便将清风别院卖给本王 如何 隋王此话一出 边上的人顿时一阵议论 太子的脸色黑得如同锅底 老五 你敢 之前太子 向李林借了这清风别院 打算给苏然举办一个师会 可是 若是这清风别院到了隋王手中 那这师会 定然是办不成的 若是让他去求隋王 自然是不能的 隋王道 有何不敢的 若是本王得了清风别院 日后要是谁要举办什么师会 尽管来府上找本王就是了 隋王此举若成 那是要坑死太子 太子之前 因着借清风别院 给苏然举办师会一事 引得学子们愤愤不平 可是又因着他是太子 又有皇帝为他撑腰 那是敢怒不敢言 可若是清风别院到了隋王手中 隋王愿意借给天下学子使用 那定然能使得天下学子 对他感激涕零 他的名声和威望 自然也更上一层楼 如此一来 太子之位就更悬了 绝对不能让隋王得到清风别院 太子黑着脸道 李景元 孤愿意出六千两 换你的清风别院 你觉得如何 隋王慢慢开口 本王愿出八千两 太子脸色是黑里泛红 他咬牙道 孤愿意出九千两 好好的酒席现场 当场就变成了拍卖场 太子与隋王互不相让 隋王 本王愿意出一万两 太子 本太子愿出一万一千两 隋王修长的丹凤眼微眯 笑了笑道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不如这样吧 李公子若是愿意换 我与皇兄分别开出一个条件 让李公子选便是了 李公子 你可愿意 李灵瞎了一口茶 像是没看见这一对兄弟 争得你死我活似的 文言却道 此事并非在下一人能做主的 须得问一问郡主才是 女客这边正在隔着小水 是看热闹 宿管座的位置 隔着小池对面 便是太子等人的桌子 听闻李灵说起自己 她仔细算了算 这清风别院固然奇特 但是真要算起来 正常五千两银子 确实是够了 七八千两也可以 若是出到一万多 那可是赚了 如今的清风别院 那可是烫手山芋 留在手中 也怕是住不得了 若不然 这个想借那个 也想借 如何安宁 倒不如换上这一笔巨款 重新购置一处院子舒服 清风别院 对不起了 钱它实在是太香了 第131章 皇兄何须动目 在苏馆看来 清风别院的什么虚名 却是不重要的 不过就是一个住的地方 瞧着屋舍的构造好 景观好 适宜居住 这便了不得了 可如今 因着多了一个虚名 反而惹出诸多事端 这便本末倒置了 既然有人愿意出高价与她换 此时不换 更待何时 她又不是傻子 干什么和钱过不去 带有了钱 换上一处新的别院 剩下的钱财 用作房设的改造 弄得漂漂亮亮 舒舒服服的 在场的人听闻李玲说起温孝郡主 也都齐齐地抬头看了过去 这么一看 才惊觉 原来温孝郡主 竟然生得这样好看 她穿着一身淡青的袖 仙鹤祥云齐胸如裙 那祥云朵朵落在衣裙之上 仙鹤栩栩栩如生 大袖随着她的动作微微轻晃 头上传着一只仙鹤祥云的簪子 边上有坠着一袭细小的小花簪 她的容颜秀丽甜静 一双眼睛如同清晨昭露 朱唇一点 如同那在昭露之中盛开的兰花 便是她这般坐在那里 甜淡温和 灵秀灵蕴 有中山灵秀之蕴 亦有清风明月之皎节 此时她的目光亮了一下 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露出一些笑容来 瞧着又有些娇憨可爱 是个活泼好动的姑娘 隋王问 温孝郡主觉得如何 宿管站了起来 微微失礼 然后道 多谢太子殿下与王爷的厚爱 小女与李公子自然是愿意的 李玲方才转头 刚好见到她 自算着得失 嘴角微眠 却有些想笑 倒是没想到 之前她拿银票给她的时候 这般大方 这会儿倒是计较了起来 这还是 一只户财的小松鼠 李玲自然不愿 将这乱七八糟的事情 交给她应付 于是便道 既然郡主也愿意 那便问二位 愿意拿什么作为交换 隋王道 我这里愿意出一万两银子 刚好清风别院附近本王 也有别愿意做 与清风别院一样大小 另外 最近刚得了一块暖玉 个头不大 大约能做两块玉配 边上有人分析到 清风别院附近的院子 约为两千两银子 至于暖玉 正常大小的暖玉玉配 至少是个五百两 到八百两一千两 还需得看成色 如此一来 隋王出的银子 大概一万四千两左右 嘶 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隋王爷出手 当真是大方 便是那清风别院 因着沾了清风宴的名头 价值不过五千两 便是遇上新头号 最多不过七八千两银子 多了实在是不值 而且还有暖玉 暖玉这东西 价格昂贵 而且也是千金难求 女子若是待在身上 冬日也能过得暖和一些 如此一来 算是别院也有了 又白得了一万两银子 又得了一块暖玉 这是稳赚不亏的买卖啊 太子看了隋王一眼 冷横道 我愿出一万五千两银子 太子别院是有 但是地城之中 宅院是个好地方 有钱未必能买得到 他不愿给李玲 而且他最近得了 李家的相助 手上多了一笔巨款 不缺的就是银子 细算下来 隋王列出的东西 还还不足这一万五千两 太子吻压隋王一头 然而太子不知 他这人实在是自负 因着清风别院的事情 他已经一连得罪了李玲两次 他心底都没点数 如今还想人家 将别院卖给他 天底下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虽然说 银子许得多了一些 可李玲到底是不缺银子 再来让太子倒霉 李玲也很乐意的 李玲微笑 站起来冲着隋王抱拳行礼 锦园多谢王爷 正好锦园也在寻那附近的院子 只是一只无果 若是能换得一处院子 自然是最好的 这是应了隋王的意思了 隋王还未回话 太子便站了起来 黑着脸道 李锦园 隋王含笑 示意李玲坐下来 让他不必担心 无需多礼 而后 他又对太子说 皇兄何须动怒 你我之前也说好了 开出条件 让李公子自己选 莫不是皇兄以为 李公子只能选你 而不能选我 李公子 如今怕事正在寻宅院 地城之中 好的宅院差不多也都有主了 便是有银子 也寻不到好的 李公子日后 还要与温孝郡主成亲 若是连一处好的宅院 都拿不出来 岂不是丢人 隋王道 所以说 皇兄啊 你都没想到 人家李公子最想要的是什么 输得不冤 太子脸色黑了又红 精彩得不得了 他瞪了一眼 在这一场争斗中得胜的隋王 心中暗暗地想着 怎么处理后面的事情 毕竟如今这么多人看着 今日这朝堂的人 也来得七七八八了 若是在李林 已经选择隋王的情况下 他若是言而无信 威逼强强 非但不能得到清风别院 反而失了储君的风度 不过他想着 隋王允诺将清风别院 借给各位学子 举办师会这事 又觉得头大了 若是让此事成 那么隋王 在民间的威望 自然更胜了 到时候 太子突然握紧了拳头 他是绝对不能容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事情尘埃落定 这一场热闹也落幕 一群人各自凑在一起 小声的议论 突然又觉得 李林实在是太走运了 这多得了一万两银子 那是连下聘的聘礼 都能准备大办了 然而人们悄悄地看了过去 只见他依旧清静地坐在那里 慢慢地喝着茶水 脸上也没有什么情绪变化 似乎是刚刚白得了 万两白银的人 不是他似的 仔细看来 这李景元虽然出身不高 但却也是个沉稳的 便是坐在这么多世家公子之中 也不见他有半点拘泥 或是不安 反而 更有一种寻常士族子弟 所没有的淡定从容 举止金贵随和 对比之下 倒是他坐在那里 更像是世家精心培养出来的继承人 便是刚刚气得脸色 又是黑又是红的太子 也比不得他身上那一股子气度 有清竹松柏之姿 又有清风明月之双华 虚怀若骨 便是他就这样在人群之中喝茶 却也给他喝出了 山溅流水半清风烹茶煮酒的风姿 之前许多人都觉得 温孝郡主 许了这么一个出身的未来夫婿 如今看来 倒是与温孝郡主极为相配 第132章 献礼 太子灌了一口茶水 将自己心头的火气暂时压下 转了转拇指上的御斑指 心中暗地将隋王和李灵都记了一笔 日后有机会定然报今日之仇 此时 招王府的人姗姗来迟 赵明言来得匆忙 向太子隋王行礼之后 便在边上坐下 隋王赢了太子一场 心情不错 于是便问他 明言何事如此匆忙 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赵明言不愿多提 敷衍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 来迟了 隋王笑笑也不多提 像是赵明言这等 被溺爱过头的世家子弟 他是看不上的 要本事没本事 而且还眼光不好 隋王刚刚也见过苏管 也能看得出来 他是个性格和善聪慧的姑娘 赵明言若是娶了这一位 日后稳稳妥妥的过日子 也是不错 只是可惜了 他非要看上那心机深沉 形势毫无顾忌的苏福 隋王可以遇见 日后他的日子 以及赵王府的鸡妃狗跳 旅客这边 苏福陪同赵王妃一同过来 赵王妃脸色不快 勉勉强强才有了一些笑容 他缓步走来 而后与怀河王妃 平原侯夫人等几位贵夫人坐一桌 我来迟了 坐了下来 赵王妃便罢手让苏福离开 苏福原本还想与他说几句话 但是见他的脸色 也怕他突然拿自己撒气 于是便告辞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怀河王妃见他脸色不好 于是便问他 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赵王妃几乎是咬牙切齿 周氏那女人 我定然要扒了他的皮 周氏 赵王府的侧妃 也是为赵王 生下第二个儿子赵明辉的那位侧妃 这侧妃可不简单 与赵王妃斗了十几二十年 若不是赵王爱虫发妻 赵王妃又有赵明展这么一个出色的儿子 说不定还斗不过人家 赵王妃今日姗姗来迟 也不是他 要在这样的日子里 打尽宁府的脸 而是这周侧妃算准了 今日赵王妃要出门 便想着害慕容宁 刚好被抓了个正正 周侧妃也是急了 赵明展优秀 慕容宁又即将诞下王府的第一个孙辈 若是这孩子成功出世 赵明展的地位将会更加稳妥 所以便起了心思 怎知刚好赵明延去找慕容宁给撞见了 直接将人抓了个正正 不过那下药的人 宁愿自杀 也不愿供出幕后主使 使得周侧妃如今依旧安然 怀河王也有侧妃侍切 不过怀河王妃是什么人 看着厉害 实则是外刚内须 若不然 府上也不过有一个周侧妃 与她分庭抗衡 周侍那女人 素来心机十分 若不是赵王护着她 又有赵明展这个儿子 说真的 她怎么死都不知道 怀河王妃道 你呀 莫要再说这样的话 被人听见了 可不好听 赵王妃气得脸色发红 呼吸了一口气 也忍了下来 毕竟这个时候 不是她处理家务事的事情 赵王妃来了不久 静宁宫和王室 便带着儿子而席过来了 仿佛是先前闹的事情 都不存在似的 静宁宫和王室 说了一些场面话 感谢了大家的到来 希望大家吃好喝好 一起热热闹闹的 接下来便是 拜授县礼的环节了 所谓拜授县礼 也就是家中的晚辈的事情 静宁宫没有兄弟 故此 除了府上的儿孙两辈 便只有王室娘家人 和几位姑娘出嫁的夫婿了 至于其他来客的寿礼 多是记录在案 不会再拿上来这里畅念 最先上去县礼的 是苏旺和杨氏 两人是夫妻 夫妻一体 送的是一件礼物 一座玉雕兽兴老人 通体白玉 难得一件 此物一出 便传来了 习上人艳羡的吸气声 儿子驻父亲大寿 父亲母亲身体康健 长命百岁 送上白玉兽兴老人一座 静宁宫笑了起来 老大有心了 这么大的一块玉 也不说没有 只是异常难寻 苏旺寻了这么一块玉 又请了匠人雕刻 确实是花了心思的 王室也笑道 你们这些人 若不是一天天气我 那我便长命百岁了 苏旺道 是儿子让父亲母亲忧心了 日后定然改过 好 苏旺与杨氏下来之后 便是二房苏林 和江氏上去拜寿 两人送的是一幅观音画像 苏林说了一堆漂亮画 还说什么 这画像 是他请了大师亲自绘画 有送去庙里供奉了多久 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张 普通的观音画像 便是画技不错 价值也不过摆两银子 静宁宫点了点头 你们费心了 王氏道 费心了 苏林笑道 只要父亲母亲高兴 那都是值得的 都是儿子应该做的 江氏道 正是如此 苏林在上头叽叽歪歪 说了好一会儿才下来 苏巡和李氏倒是大方一些 送的是两件礼物 一件是一把古剑 是给静明宫的 另外给王氏 准备了半匹蜜舟的灵沙软筹 昔日李林给苏馆下聘的时候 便有一匹这样的布料 此布料细腻轻柔 透风舒爽 最是适合做请衣礼衣 在东赵这边 那是有价无市 千金难求 便是宫中的贵人 一年到头 也分不了多少 妇人姑娘们最是喜爱 苏巡的这一匹 还是他和李林换的 留了一半给妻女 剩下的半匹就给王氏 苏管自己有一匹 他给了一些旁的东西 剩下的半匹 他给了李氏和苏罗 静明宫为武将 最爱好的便是这些古兵器 王氏得了这半匹布 自然也欢喜 这一份礼物 倒是送到了这一对夫妻心坎上了 王氏连连说了三个好 可见欢喜 苏福见此问苏管 一会儿便到孙辈的人献礼了 六妹 其他人我倒是不担心 就是有些担心你 苏管转头 看他有些幸灾乐祸的笑容 然后问他 你担心我做什么 莫不是四姐觉得 我连一件像样的寿礼 都拿不出来 苏福娇笑了一声 然后道 六妹自个 我是不担心的 只不过有些担心李公子 你说这众目睽睽之下 若是李公子 连一件像样的寿礼 都拿不出来 岂不是丢人 苏管一时有些无语 他真是服了苏福了 这种时候还说这种话 是想恶心谁啊 重生一次 莫不是变得更傻了 第133章 姐妹情深 苏福这个人吧 你说他蠢吧 确实也蠢 天天踩人家痛楚 给别人伤口上撒盐 自视很高 也瞧不起人 到哪儿都要得罪一批人 可你要说他聪明吧 也有点聪明 做事也把握了一个度 知道底线在哪里 若不然他干了这么多坏事 如今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 像是当初他勾了赵明言 抢了苏管的亲事 最后 苏望和杨氏为了他 也只好囚禁宁宫与王室 成全他 到底是他那会儿 已经和赵明言有了感情 苏管嫁过去 也没什么好结果 家里的长辈也舍不得他难过 又像是他和杨氏害苏灵 当时府上不好与杨家撕破脸 又因着苏福 已经与赵明言定亲 苏健又未娶妻 名声很重要 所以 府上也不好修了杨氏 只得委屈苏灵 装装渐渐 再加上偶尔一些 将人恶心的不得了的话 话他是说了 人也被他恶心了 可是对方却不能把他怎么办 苏管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道 这就不劳四姐费心了 不管李公子送送什么 那都是他的心意 况且 他家中的近况也摆在那里 尽心尽力便行了 苏福倒是有些惊讶 哦 六妹竟然是这样想的 自然 苏管的手指 轻轻地在茶盏边上摩擦了一下 慢吞吞地道 四姐 若是不想今日闹事 还请消停一些吧 苏福文言 脸色微变 六妹说的什么话 我知晓我的话不好听 可我也是为了六妹着想 担心六妹丢人罢了 我这般好心 六妹却对我如此 真是好心当成牛肝肺 苏管深吸了一口气 强忍着心头的那口气 刚想说什么 却听隔岸的李林突然开口 在下送什么礼 便不劳四姑娘担忧了 倒是四姑娘这般忧心郡主 可见姐妹情深 李林将姐妹情深这四个字 说得很轻 语气中 一听这话 顿时便有人笑出声来 什么姐妹情深 若真是姐妹情深 当初做姐姐的 为何抢了妹妹的亲事 今日说这番话 估计也不是真的担心什么 反而是想寻个借口数落人家 好看人家笑话罢了 要是有个比喻 大概可以这样说 你抢了人家的财产 使得对方一无所有 然后站在这里 用可怜悲悯的语气来说 你真的好可怜啊 我实在是为你担心啊 真的有多 苏福听了李林这话 而后又听到 偶尔传出的笑声 和窃窃私语 顿时觉得 大家都在嘲笑她 她心底的怒气 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她立声喊了一声 李林 李林的表情有些疑惑 然后问 四姑娘是什么意思 在下的话 是哪说的不对了吗 四姑娘如此关心郡主 难不成 还不是姐妹情深 苏管 苏管 伸手拿着帕子捂住嘴巴 生怕自己笑出声来 她将目光投了过去 看看李林的那张脸 又看看苏福气得 要喷火的脸 心中舒坦极了 这小哥哥为她报仇 还报得挺快的 对象如此上道 她心中甚是欢喜 苏管拿着帕子 掩了眼嘴角 娇娇道 是啊 四姐 李公子说的话 是哪不对了 四姐这样关心我 不正是姐妹情深吗 说到这里 她哀压了一声 难道不是 四姐若不是 还有其他的想法 怎么着 就只准许你恶心别人 别人就不能恶心你了吗 苏管心中择了一声 苏福气得发抖 只觉得自己要上前 去撕了这一对狗男女 不过这会儿 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又不能做什么 只好握紧了拳头 咽下这口气 再次开口的时候 她几乎是咬碎了牙齿 六妹说的是 四姐与你 确实是姐妹情深 苏管轻轻怯怯道 可不是 四姐 素来带我不薄呢 苏福轻哼了一声 因着不但没有占到好处 反而被对方给气得不轻 她算是消停了一会儿 这会儿场面上 已经轮到孙辈县里了 静宁宫不知道 和边上的管家说了什么 然后改了规矩 不是轮流上去县里 而是喊到谁谁就上去 请大公子上台县里 苏健文言便上台去 对着祖父祖母行礼 苏儿拜见祖父祖母 愿祖父祖母身体康健 我苏家何家平安 子孙绵延 此乃苏儿为 祖父祖母求来的礼物 说着 便有人上前来打开 苏健递上来的礼物 那盒子里装着的 是一只绑着红线的人身 好 边上的人是一阵贺彩 这百年人身与贵族而言 可以说是不错的宝物了 但若是千年 更是真品中的真品了 便是宫中也没有几只 这样的人身 千年擦啊 这可是好东西 听说只要还剩一口气 服下就是救命 那可是千金万金 都难寻的宝物 五等出生至今从未见过 今日当真是开眼了 可不是 要是能得一根千年餐的 胡须吃一吃 死了也都甘愿了 你啊 想得美 以为自己是谁呢 也能得到这千年餐 不少人在低头窃窃私语 言语之间羡慕得不得了 苏管看着这千年餐 言底也是在放光 这玩意到了关键的时候 那可是能救命的 谁不喜欢啊 可是 如此珍贵之物 也不是他 想要就能得到的 静宁公夫妇对这宝物也满意 脸上冒着红光 觉得自己的孙子 给他们长脸了 也给静宁公府长脸了 接下来是苏英苏福和苏良 苏英送了一对宝瓶 苏福则是送了一本孤本 是一本失传的兵书 静宁公见之大喜 苏良这个小孩子 倒是也没想着他能送什么礼物 他送的是自己手抄的书册 还不少 整整一大箱 在两个月前 他已经开始抄了 这少年小小的 说话确实一板一眼的 他道 孙儿还小 没什么好东西 能送给祖父祖母的 不过父亲说 孙儿愿意努力学习 便是给祖父祖母最好的礼物 这是孙儿所抄写的书册 就此献给祖父祖母 以此为证 孙儿日后定然会努力学习 绝对不辜负祖父祖母的期望 什么珍贵的宝物 能比得过孙儿有上进心 愿意刻苦努力 当然是没有的 第134章 千福千寿 王氏顿时激动的 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的阿良 最是懂祖母的心色了 是祖母的好孙儿啊 少年脸上的表情有些腼腆 孙儿会做得更好的 父亲说 唯有此刻的努力 才能有更好的将来 静宁公也有些感慨 看了一眼坐在席中的苏巡 感慨道 你父亲将你教得很好啊 你祖父我惭愧 远不如你父亲 说起教导孩子 静宁公确实是不如苏巡 或是说 在教导孩子这方面 他根本就没花费多少力气 孩子小的时候 他跟着皇帝平定战乱 多年不归家 也是时常有的 苏旺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懂事的 每天看着母亲担忧不安的过日子 所以 他这个人比较保守 若是没有杨氏这个祸害在 绝为他来继承 守城可以 但是有杨氏在 这就不成了 杨氏不配为主母 至于苏灵 苏灵是当年一女生的孩子 静宁公更爱种嫡妻 也不敢对苏灵有过多的关注 苏灵是他自己成长起来的 而且王氏不管他 府上的人也多是捧高踩低之辈 也不管他 他表面对兄弟恭敬 实际上渴望权势 内心阴暗 觉得当年他生母的死是王氏所为 折服多年 想要为生母报仇 最后一个苏巡 苏巡懂事的时候 战乱也已经平定下来 静宁公封侯了 家里富贵了 他也不怎么上镜 洒脱随意 只想做一个赏话作诗的自在人 不过 因着他生在这富贵之中 眼界倒是要比这两位兄长要宽一些 瞧着不做正经事 可也是看得最明白的那个 苏良低下头来 父亲说 祖父是世间上最好的祖父 好孩子 静宁公欣慰不已 听着这孩子的话 突然觉得此生足矣 苏良恭敬了一拜 然后便下台来 接下来便是孙辈的姑娘们了 先上台的是这场孙女苏若 她是与夫君平成一同上去的 两人送的是一套品茶的茶具 做工精致 也是个好物件 苏家的二姑娘名为苏人 乃是二房庶女 当年出嫁的时候 是绑下抓絮 选了一位静侍 如今那静侍正在外做官 她也跟随夫君一同在外 如今回来一趟 也是难得 而且 她夫君在任上来不得 孩子还小也来不了 故此 此行是她一人而来 县上的寿礼 是当地的特有的东虫下草 东西上城 是极好的补药 她下去之后 边上的管家便又开口道 三姑奶奶上前献礼 苏灵和随王齐齐一愣 先前苏若上台的时候 喊得大姑奶奶和大姑爷 是夫妻一同上台 如今到了苏灵 却只喊了苏灵一人 随王想了一下 却也回过未来了 苏灵虽然是嫁了她的 但却只是一个侧妃 侧妃者 侧妻也 虽说是地位高了一些 但是在正妻面前 还是低了一层 而且她也不能称作府上的姑爷 若是静宁宫府上的人 敢这样喊 那岂不是在打王妃的脸 随王笑了笑 也将此事放下了 不上去也好 虽然说她有意教好静宁宫府 但若是打了王妃的脸 那就不好了 苏灵也就是愣了一下 然后便上台去献礼 她所献的礼物不错 大恩寺宝册 用来祈福用的 一家寺庙所出的宝册不多 供奉十年才有一份 也是千金难求的宝物 将其供奉家中 可保佑家宅平安 王氏点点头 你有心了 虽然你已经跟着你母亲 离开了府上 如今也出嫁了 可到底还是我与你祖父的血脉 日后得了空闲 也回来看看 王氏这话侧重前面 众人听得明白 知道苏灵是跟着她生母离开了 不算是府上正经的姑娘 如今也就是凭着一些血脉之情 让祖父祖母联系罢了 此话有撇清关系的嫌疑 底下坐着的隋王 脸色变了变 心中很不高兴 觉得这静宁功夫 实在是不识台举 不过苏灵倒是没有说什么 安安静静地 低着头 应了一声 是 然后便下台去了 接下来就是苏福了 苏福冲着另一张桌子的苏染笑了笑 然后上台去 孙女也没有什么好献上的 只是希望祖父祖母身体安康 多福多瘦 苏福让人将长行的盒子抬了上来 然后命人将盒子打开 将其中一个绸布打开 此时绸布之上 赫然是绣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符字和寿字 形态各异 排列的也相当的好看 看上去就是一幅美好的画卷 苏福道 孙女用了一些巧思 这绸布上面绣着的 是一千个不同的符字 和一千个不同的寿字 孙女祝祖父祖母千伏千寿 要说这千伏千寿 还是苏福在苏染身上学的 在前世的时候 皇帝过万圣节 众臣献礼 苏染便搞出了一个万寿字符 公主皇帝万寿 得了皇帝的赞赏 如今静宁宫过生辰 万寿自然是用不得的 可千伏千寿还是用得的 静宁宫已经是公爵之位 公爵之位 世袭罔替 在东赵也就仅有两位 便是称一声千岁 也是使得的 她的心思巧妙 线上的礼物不俗 顿时也赢得了满堂的贺彩 静宁宫和王室也很高兴 正想说什么 却见一边桌子上的苏染 豁然站了起来 立声喊了一声 苏福 此时 苏染气得浑身发抖 脸色是红中泛黑 一双眼睛 几乎是要喷出火来 头上的朱钗 也随着她的动作一摇一晃的 她突然开口 底下原本正在议论 苏福这礼物送得巧妙的人 都停了下来 转头看了过去 苏福看着苏染这个样子 然后便笑了起来 怎么了 妩媚 莫不是四姐我这礼物送得不妥 苏福微微挑眉 眉眼之间满是得意和挑衅 苏染闻言几乎是咬牙切齿 王室皱眉 也没什么不妥的 你的礼物 祖父和祖母都很喜欢 且下去吧 苏福正想说什么 却见苏染已经大步走了上来 然后道 祖父祖母 并非我在生事 而是四姐实在是过分 这寿字巧思 分明是我先想的 阿染今日为祖父祖母准备的 也是一副千寿字啊 说着 他便命人将准备好的礼物送了上来 展看一看 上头也是一千个形态各异的寿字 这是 这是寿里状啊 这可就好玩了 第135章 祖父祖母 可要为我证明 送礼状了相同的礼物的事情 其实也不少见 毕竟天下间的好东西 也就是那么多 出现相似的 也有可能 但是 宝贝就是宝贝 便是出现在一起 没哪门子贵重 可谁也不嫌多是不是 但是这奇思妙想 这只有一个 称得上是 绝佳的祝寿里 可要是出现两个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到底这东西 除了巧妙之外 也不值钱 可到底是谁的巧思 谁人道用的 总不会两人一起想到这东西吧 苏冉觉得 苏福道用了他的 毕竟除了他 这些个古人 怎么能想到这么好的点子 定然是他哪个环节出了差错 被苏福知道了 这才有了今日这一遭 为此 他几乎是 恨不得撕了苏福 原本他以为 今日他所用之巧妙 定然惊艳 赢得满堂喝彩 未料到竟然被苏福 节族仙灯 丢了好大一个脸 苏冉道 祖父祖母可要为我证明 竟然是苏福 道用我的巧思 苏福也确实是用了 苏冉的巧思 可却也不惧怕苏冉 只要他不承认 谁人能奈何得了他 于是他便道 苏良帝真是说笑了 而今你在东宫 我在静宁公府 我如何能知道 你准备什么礼物 莫不是 你觉得我有本事 将手伸到东宫去 自然是没有的 东宫到底是在皇宫里 皇宫戒备森严 随便一个进宫的人 身份都是 要查了个底朝天 苏福一个闺中姑娘 哪里有本事 查到皇宫里去 苏冉冷哼一声 莫不是以为我不知道 昭王爷和世子 如今正任 敬畏统领和副统领 莫不是他们做的 苏冉这话一出 场上的许多人 脸色都变了 昭王妃豁然站起来 苏良帝 你莫要胡说八道 莫不是在质疑我家王爷和世子不忠 昭王妃目光一扫 先前压下来的怒气 又蹭蹭上来了 她将目光落在太子身上 太子殿下 莫不是你也如此认为 太子觉得颇有些头大 觉得苏冉实在是会惹事 若是她这会儿 真的站出来为苏冉说话 那便是质疑昭王和赵明展的不忠 将宫内的消息传出去 太子站起来道 皇审说笑了 绝无此事 皇叔和明展对父皇忠心耿耿 苏福对着苏冉冷笑一声 听到没有 此事无非便是凑巧罢了 苏冉气的脸色都要由着红变青了 他长了张嘴 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王氏打圆场稀释宁人 道 不过是想到一出罢了 阿福与苏良帝的礼物 老神与公爷都甚是喜欢 说着 王氏便命人将礼物收下 苏福笑意盈盈地谢过祖父祖母 然后偏然下台 苏冉咬了咬唇半 最终是憋着一口气下台的 最后还恨恨地瞪了苏福一眼 真是气死他了 总有一天 他要让苏福付出代价 以报今日之仇 请六姑娘上台献礼 苏冉虽然封了郡主 但是今日是长辈过寿 用的是家里 故此 今日的苏冉 是府上的六姑娘 苏福赢了苏冉一场 正得意着 他看了苏冉一眼 只见苏冉笑了笑 便带着婢女上台去 孙女助祖父寿臣 祖父祖母身体康健 瘦岁绵长 苏冉笑了笑 然后让小桑将盒子打开 说起来也是巧合得很 孙女为祖父祖母 各准备了一身衣衫 乃是蜜周灵莎软仇所致 昔日李灵夏提亲礼的时候 便有一匹这样的布 苏冉思来想去 静宁宫和王氏珍宝钱财不缺 倒不如结了布匹 给两人做衣裳 一来两位长辈能用得上 二来 蜜周的灵莎软仇贵重 也上得了台面 说起来 这礼物倒是送到人心坎上 王氏微笑地 看着这个自己最满意的孙女 阿管有心了 你这礼物 祖母甚是喜欢 苏冉素来低调幼稚礼 送的礼物算不得特别出众 但却极其合适的 苏冉微笑 祖母喜欢 阿管便放心了 接下来是府上最后的两个姑娘 苏盈送了两双她自己做的鞋子 她没有钱银 买不了大块的好不了做衣裳 只得买些边边角角 做了两双鞋子 那两双鞋子 做得细软舒服 想必也是用了十分心的 二房的那些人 倒是这个一直低调的苏盈有几分诚心 王氏说了几句好话 便让她下去了 最后一个是苏罗 苏罗是个私线不会 写字又不会的 想了想 她给二老唱了一首童谣 又是把自己当成仙女 向二老诸寿 她性子活泼 声音清脆 倒是惹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俨然是一个活宝 王氏被她逗得乐呵呵的 虽然说平日里 她有些愿怪里是 将苏罗教养成这样 天真不知事的模样 苏盈不过 只比苏罗大了一岁 可是苏盈早已懂事 但是苏罗还像是一个 七八岁的孩子似的 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可爱 不过愿怪归愿怪 这么一个可爱的孙女 别说是李氏这个做母亲的 便是王氏也舍不得 下重手教导她 王氏高兴的同时 心里也是愁啊 这么好的一个孙女 若是太天真了 日后说不定要被人欺负的 苏家的儿孙们献礼完了 便到了诸位亲戚了 禁宁宫没有兄弟 也没有女儿 仅有的一位堂兄 也早过世了 如今来的是他的一位侄孙 再来便是王氏的娘家王家 王氏有三个子侄 这三房都有来人 其中两个是王氏子弟 唯一的一个随行的姑娘 便是王威夕 她是王家二房的姑娘 此次苏家和王家的子弟过来 一来败寿 二来 也是要留下来求学的 至于王威夕 则是希望王氏帮他寻一个好亲身 苏家和王家同在一处 路上也是一路同行 两家人身份摆在那里 赠送的礼物也一般 不过倒也是费了心思的 也没有丢人 便是王威夕 送的是他亲手做的两套衣裳 手艺比府上的秀娘还好 苏家和王家几位献礼完毕 便是到了那些个定下亲身 即将成亲的人了 先上台的是慕容仙 她将是苏健的未婚妻 又是身份尊贵 送上的是一尊玉雕观音 其中价值不菲 也是少见的珍宝 再来便是李玉燕 李家旁的不多 就是钱多 直接送了一间生意不错的绸缎装铺子 可谓是大手笔了 赵明言眼见就要到自己了 于是便问李公子 一会儿便是你我二人了 也不知道李公子准备了什么贺礼 明言不才 先前得了一匹狮子葱 将要赠礼给靖明公 第136章 狮子葱 赵明言看着李玉 心中也有些不快 想要让他丢人 赵明言喜欢这苏福 觉得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都是旁人在欺负他 先前苏福和苏馆有争论 李玉竟然开口为苏馆说话 让苏福下不了台 这让他好生得不快 只是当时的情况 他实在是没办法开口 如今正好羞辱羞辱他 好让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这狮子葱与汉邪宝马同一种属 通身红黄色 其宗长且成金黄 即似雄狮宗然 顾佑号狮子葱 此马长得高大威猛 神俊异常 是当今天下著名的宝马之一 珍贵异常 赵明言道 你应当不知道狮子葱吧 不过也没关系 只要知道 他是个难得的宝马 价值千金 不不不 千金难求 边上的人文言 顿时开始拍起了马屁 三公子好生厉害 竟然能寻到这样的宝马 咱们地城都没有几匹 可不是 若是有缘一剑 今生无憾 若是能骑上一次 那是死了也甘愿了 你想得美 听说此马性情刚烈暴躁 非一般人能驯服 你还想骑上去 莫不是想被摔下来踩一脚 三公子可是从何处得来此马 可还能买到 某愿意出钱赢 多少都可以 在下也一样 这些个世家公子们 有钱又耗面子 像是这种宝马 那可是喜欢得很 便是花了巨资也无所谓 赵明言被边上的人捧得飘飘然 笑容满面道 你们想得美 这还是我托我大哥 帮我弄回来的 就一匹 再多也没有了 你们啊 看看就得了 边上的人顿时一阵羡慕 又是哀嚎 觉得自己此生与宝马无缘 万分痛苦 赵明言对于在场的人的反应 都很满意 然后又问李玲 李公子觉得这宝马如何 极好 李玲神色淡淡 也不像边上的人那样 露出羡慕惊讶的目光 也不见因着自己的礼物比不上 而暗淡羞耻难堪 他就这样坐在那里 身姿挺拔如松 神色淡然平常 便是连情绪也不见起伏 像是眼前的一切如同寻常 也不值得自己如何 赵明言看着李玲 心中也有了些火气 他本意便是想要挑衅他 让他知晓 自己是个什么身份 什么人不该得罪 可是他如此风淡云青 又毫不在乎的模样 非但没有羞辱到对方 反而将自己给弃着了 赵明言磨了磨牙齿 而后又问 我瞧着李公子 这毫不在乎的模样 莫不是准备了 比明言更好的礼物 也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 不妨李公子说来听听 可不是 说来听听 我倒是不知道 有什么好东西 能比得过狮子葱 哎 你们也别乱说 说不得是李公子 准备的礼物太差 实在不好意思 跟赵王府的三公子比 诚然 是怕丢人吧 这才不敢说出口 他是什么人 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举人 走了天大的运道 才能与温孝郡主攀上关系 能有什么东西 与堂堂赵王府的三公子比 就是 隔岸的苏管眯了眯眼 心中冷哼 赵明言这思 如今和苏福 倒是真的绝配 好在他知道了 李林准备了什么受理 若不然这会儿 估计也要被气坏了 此时正是王威系 从台上下来的时候 苏福也听到了 隔岸的一润声 赵明言存心让李林难堪 说话的声音也不小 周边的人都听到了 苏福见赵明言 给自己找回了面子 心头高兴 于是又来聊苏管了 六妹 也不是我说你 若是李公子 当真是准备不上好的受理 你啊 也该帮帮忙是不是 到底是你未来夫婿 若是他丢脸 也就是你丢脸了 堂堂一个郡主 如此多不好啊 其实 苏福确实是有些极度苏管的 且不说他现在被封为郡主这事 苏管的外祖家 乃是镇国公府 昔日他母亲出嫁的时候 更是十里红装 那些各东西 以后都是他的 再有皇帝的赏赐 家底丰厚得很 这是苏福怎么也比不上的 杨氏虽然疼他 但也不会掏光家底 给他准备嫁着 苏管腻了他一眼 眼底带着水盈盈的笑意 这就不劳四姐费心了 四姐如此担心我 当真是姐妹情深啊 苏福被姐妹情深 这个词恶心了一下 当下就不说话了 王威细下来之后 也就轮到赵明言上台了 台上叫了他的名 他见李林 不管他怎么说 边上的人怎么说 都这副冷淡不愿多说的样子 心中有些恼火 小爷倒是要看看 你能拿出什么样的受理 能比得上本公子的狮子葱宝马 说着 他便甩了甩袖子 转头上台 然后换上了一张笑脸 向静宁宫祝寿 孙旭恭贺公爷寿臣 今日奉上狮子葱宝马一匹 宝马顽劣 孙旭已经命人送去马厩 若是有人想看 带九族饭饱 咱们一同前去 狮子葱 果真 静宁宫双眼瓦亮瓦亮的 就他这样的武将 喜爱手中的兵器 也喜爱这等宝马 宝马良居 他心中所爱也 赵明言道 自然是真的 此事孙旭怎敢欺骗公爷 好 静宁宫拍了拍大腿 觉得高兴 此理深得我心 赵明言笑道 能让公爷高兴 那是孙旭应该做的 他张口闭口孙旭 像是扒着上去 给人家做孙女婿一样 边上 有不少人觉得牙酸 赵王妃的脸色难看 便是赵明言对着他 也少有这样舔着脸的样子 如今在静宁宫面前 竟然是这番做派 实在是让他很不舒服 而且那狮子聪 原本他想让赵明 斩给他折的 如今被赵明言 抢了来冲作兽礼 他心中也很不快 想到此处 他飞快地看了苏福一眼 强行忍下的心头的火气 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底下的人 都在恭贺敬明功德此良居 赵明言也得意 于是便在台上甩了甩大秀 开口道 也不知道李公子送的什么兽礼 这也是最后一个了 不如现在拿出来看看 先前明言与李公子说起此事 见李公子神情淡淡 眼中不屑 或许是有比狮子聪更好的礼物 不如也拿出来 让大家看看 赵明言此举 无非是想让李林丢脸 让他下不了台 也好抱了李林先前出口 欺负苏福之仇 就是 拿出来看看 我倒是想看看 这李景元能拿出什么东西来 拿出来看看 李景元 你莫不是不敢了 就是 第137章 寒冰假咒 边上的吵闹声不绝于耳 李林慢慢地引下茶盏中最后一口茶 这才微微抬眼 他先是往隔岸看了过去 只见苏管坐在那里 眼珠子转了转 长长的睫毛轻颤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压了压嘴角 然后站了起来 看向台上的赵明言 此时赵明言正逢得意 觉得李林氏拿不出更好的礼物来 定然会下不了台 赵王府的三公子 问我今日赠的什么礼 说来惭愧 再下一届草民 确实是比不过赵王府的三公子 他的表情依旧淡然 不过得知公爷要过大寿 早早地也准备了一份贺礼 说吧 他便命随行的人将礼物抬上来 赵明言见了他这般淡定从容 却也不觉得 他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 只得站在一旁看着 静宁宫和王氏 对于赵明言这等小孩子 做派心中有些不快 便是他再不喜欢李林 却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惹是生非 不过碍于赵王府的面子 他们也不能像是喝汁小辈一样 让他下去 如此 只能化解了 王氏笑道 三公子有心了 你与锦元一同 也将成为府上的姑爷 不管是送什么受礼 老生与公爷都是喜欢的 静宁宫也道 夫人所言甚是 不管是送什么 都是小辈们的心意 我与夫人甚是欢喜 这夫妻两说这话 实际上是在替李林搭台阶 不管是他送什么样的礼物 他们都是喜欢的 一会儿真的拿不出什么好东西 这长辈说了喜欢 也能顺利下台 赵明言有些不乐意 但是既然静宁宫和王氏都开口了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得看着李林 到底能送上什么礼 此时台下的人 也渐渐地安静下来 不一会儿 便由两人抬了一个大木箱进来 那木箱有箱笼般大小 由着两人抬着 瞧着分量也不轻 李林缓步上台 见边上的赵明言还不下台去 便看了他一眼 然后踏步越过 与他擦肩而过 赵明言见他这般的 不将自己放在眼中 气得那是连鼻子都要歪了 他冷哼一声道 本公子且看看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 李林也不看他 只是恭恭敬敬敬地 朝着两位长辈行了一个礼 然后道 李氏警员恭贺公爷寿臣 静宁宫这会儿 脸上的笑容友善了不少 竟然和李林攀谈了起来 警员啊 无需多礼 今日你能来给我祝寿 我甚是欢喜 昔日若不是你父亲救了我一命 我怎能有今日 李林笑道 一切皆是缘分 家父既然碰上了 怎有不救之理 今日公爷寿臣 晚辈也没有什么好献上的 公爷出身军中 如此便求了有人为公爷求来一物 寒冰假咒一副 望公爷喜欢 静宁宫原本想说什么的 听到这话 也是愣了一下 连自己先前要说什么都忘了 你说什么 寒冰假咒 可是真的 李林点头 自然是真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晚辈可不敢胡言乱语 说吧 他便命人将箱子打开 两人左右 撑着假咒肩膀处 将假咒从箱子里抬了出来 上面一层铁片 在阳光的折射下 泛出冰寒冷沉的光泽来 如同万年沉冰 寒冷之中 引着战场之上透骨的沙翼 静食亦如死寂 冻食如猛虎下山林 便是这一副假咒 便能令人感觉到 战场的杀戮与冷沉 静宁宫豁然站了起来 几乎是三两步 就到了那甲位前面 由于好些时候 都不敢上前去摸 这 这真的是寒冰假咒 是黎城的寒冰假咒 黎城之地奇特 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也自有它的统治者 黎城出名的东西很多 在军中 比较文明的 有黎城的铁集 机关傀儡 以及武器的锻造之术 由黎城所出的武器 极其锋利 顿甲极其坚硬 便是这假咒 上头的一片片 连在一起的铁片 刀枪戳不穿 乃是护身的宝物 天底下有多少将领 以得一副寒冰假咒为荣 静宁宫已经说不清了 但是他自己 确实是其中一个 然而黎城台外 黎城所出的寒冰假咒 更是有钱 也买不到的 整个东照 也不过只有皇帝有一副 这还是皇帝与黎城 做了一笔交换 这才得到的 他敢说 这寒冰假咒 除了黎城之人 在这天底下 不超过八个人能有一剑 相比此等珍宝而言 狮子葱早已不算是什么了 不过就是一个马 只要有钱有人脉 愿意费一些心思 还是能得到的 静宁宫很激动 他伸手摸了一下 感受了一下铁片之上 冷沉的寒意 一张战场风霜 轻蚀的老脸上 有了几分动容 寒冰假咒 当真是寒冰假咒 是黎城的寒冰假咒 李灵见他如此 便笑道 昔日我曾游历山河 与黎城的渔夫大人 有几分交情 之前得知 公爷要办大寿 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送的 于是便托了他送我一副 不知公爷可喜欢这份礼物 喜欢 自然是喜欢的 静宁宫真是恨不得 立刻将其穿上 你说的渔夫 我倒是记得 黎城确实是有这个人的 不过此人看着友善慈祥 却是个笑面虎 求他事情 也是推三阻四的 你能让他帮你这个忙 当真是厉害了 静宁宫看着这寒冰假咒 这甲咒 老夫可否穿上 老夫今年六十多 也早已卸甲 如今得了次等宝物 想要穿上了 给大家看看 我苏藏山一如当年 李灵道 既然是送给公爷的礼物 自然是任凭公爷处置了 静宁宫一听这话 高兴得不得了 他哈哈大笑道 景元啊 今日你的礼物 最是令我喜欢 一会儿定然要与我一同喝几杯 定然 静宁宫高高兴兴的命人 将甲咒抬了下去 他也跟着一起离开 找个地方穿去 王氏见他这般 如同傻儿憨子一般的高兴 也笑了起来 对李灵说 公爷这是太喜欢 你送的礼了 你莫要介怀 李灵脸色平静 自然是不会 王氏道 你是个好孩子 日后你和阿管 定然要好好的 李灵点头 定然会的 第138章 追捧 王氏说了两句好话 便让他下去了 李灵恭敬的座衣行礼 然后便转身下台 李灵一走 还在台上的赵明言 便有些尴尬了 他站在那里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静宁恭如此喜欢 李灵送的假咒 其中高低利剑 连同辩解都不需要了 若是李灵还在 纠结前面的事情 问他这寒冰假咒 比不比得上他的马 他大可以 大大方方认了自己不如 然后到个欠下台去 虽然也是丢脸 但颜面还在 可如今 李灵当他不存在 这就转身下去了 他一人站在台上 顿时成了笑话 真真是恨不得 找个地洞钻下去 便是他这般 灰溜溜的下台 也成了众人眼中的笑柄 像是一只灰溜溜的老鼠 实在是可笑至极 他站在原地 呼吸了一口气 觉得继续站下去 不是办法 灰溜溜的下去 也不是办法 最后只得站出来 冲着在场的人 抱拳行李道 今日是我不是 李公子的礼物 是我不能及 明言甘拜下风 之前冒犯 还请李公子见谅 这是逼得他道歉 还是上赶式的道歉 赵明言那一瞬间 觉得难堪极了 可若是不道歉 也实在是有失风度 李林似乎是这才发现 赵明言还在台上 文言倒是没有为难他 也冲着他微微作一还礼 三公子言中了 不过是小事 何须挂怀 这一番对比 在场的人竟然觉得 李林的风度 比赵明言这等皇家子弟 要好得多 谦谦君子 温和有礼 便是与帝城的诸位公子相比 也是能排得上好的 若是换作了旁人 被赵明言如此羞辱之后 一招翻身 自然也是要羞辱回来 让赵明言下不了台 可他如此宽怀 可见风度 赵明言松了一口气 道了一声谢 然后下台去 此时 底下的人也回过神来 开始议论了起来 竟然是寒冰甲咒 这李警言送的寿礼 竟然是寒冰甲位 黎城的寒冰甲位 莫不是假的吧 就是 他怎么能弄得到 这黎城的寒冰甲位 便是皇族 黎城也未必给这个面子 就凭他 嘘 你等莫要胡说 你们也不看看 刚才静宁宫激动的样子 难不成连这寒冰甲位 都认不得了吗 可不是 旁人可能认错 可静宁宫 定然是不会认错的 那就是真的了 这般厉害 边上有人不知道 寒冰甲位是何物 便立刻有人普及 然后发出了惊叹的声音 黎城距离这里虽然远 但是各国的分部 大家也是知道的 更有不少人验线黎城 想要一睹黎城的机关傀儡 奈何这些东西 能见到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听说这寒冰甲位 坚固异常 是个护身的宝物 刀枪不入 并且整个东照 只有皇帝有一副的时候 大家看向李灵的目光 已经是大有不同了 之前的李灵 不过是有幸 要与温孝郡主 结亲的寒门学子 是个穷酸读书人 可是一转眼 他便是能求来一套 寒冰甲咒的人 在东照 敢问谁人有这么本事 便是皇帝 也未必有这个面子 李灵这个年轻人 竟然有 太子和隋王见李灵 送上这宝物 也是吃惊 吃惊的同时 也存了交好的心思 便是这李灵 没有什么用处 可若是能求来 一副这样的假位 那也是值得的 这会儿 已经有不少人 凑到李灵桌子边上 问李灵 关于这甲咒的事情 李灵只说 自己与离城的 渔夫大人相识 有几分交情 让他帮了这个忙 渔夫大人 这个我听说过 听说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听说此人多志 近乎其妖 在离城之中地位极高 唯有离城的主人 李氏族人 才能拆遣此人 李兄 天下心里的人多的是 大约五百年前 是一家也说不准 边上的人笑道 李兄说笑了 月震很快地挤了进去 然后想要将这些人赶走 去去去 都让开些让开些 你们这些人啊 快快回到你们的座位上 有人不愿意 月儿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就算是李兄 是你未来妹夫 可到底 不是你一个人的呀 可不是 就是 月震黑了一声 笑骂道 你们这些瓜娃子 是皮痒了是不是 想不想试试小爷的刀 这月震啊 就是一个狂人 武将家族的一干子弟 谁人不被他打过的 文言自然也不敢招惹他 纷纷离开 怕了怕了 一干人散去 月震便在边上坐了下来 拉着李灵打感情牌 无非是想要他帮忙 寒冰假位 他也好想要的 李公子 两人文言抬眼看去 却见是隔壁桌上的隋王 在喊他 李灵点了点头 然后见隋王抬了抬手里的茶盏 本王以茶代酒 敬你一杯 谢谢李公子 愿将清风别愿 李灵点点头 见隋王喝了一盏茶 他也单手举了举茶盏 像是喝酒似的 一饮而尽 王爷客气了 怎么说 也是在下占了王爷的便宜 太子见此 想要插话 可是一时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顿时脸色有些发黑 先前他看不上李灵 觉得欺负了就欺负了 得罪了就得罪了 也没什么了不得 反正对方也不过是个 上不了台面的穷酸读书人 奈何不了他这堂堂太子爷 如今让他放下脸面和对方说话 他很不乐意 可是见着隋王与他说上话了 他更加不乐意了 太子坐在那里 见月镇坐在李灵的身边 边上还挤着不少人 他的脸色是越来越黑 看了好一会儿 他忍不住轻哼了一声 边上的隋王听到了 大概是知晓他心中的想法 于是便问他 皇兄如此 是对李公子有什么不满吗 也不知道 李公子是哪里得罪了皇兄 隋王是冲着太子的痛楚扎针 太子闻言果然脸色更难看了 可是众目睽睽之下 李灵又如此 被人如此追捧着 要是他敢说 有定然引来这些人的不满 虽然说他不在乎这些公子哥 但是都得罪了 确实也不好 于是 太子强忍着一口气道 怎么会 姑欣赏李公子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不满 隋王的笑容带着一些邪气 皇兄的欣赏 真是别具一格 可惜了那清风别院 若不是有皇兄在 李公子也未必会换给我 可惜了 太子一口气噎在喉咙里 气得眼睛都红了 老五 第139章 玩笑而已 何必当真啊 隋王笑得风淡云青 皇兄喊我何事 也不知道有什么指教 太子呼吸了一口气 将心底的火气强行压下来 指教不敢当 今日这事 孤寂下了 隋王但笑一声 却不再说话 他倒是不怕太子记仇 他与太子之间 早已是不死不休 再多一点恩怨也无妨 不过看着太子 如此强忍着火气的样子 他心中很是痛快 赵明言看着一旁的李灵身边 围着不少人 低着头喝茶 尽量降低存在感 如今这些人 正热乎着寒冰甲卫的事情 要是反应过来了 还不知道要如何嘲笑他呢 想让人下不了台 没想到是自己下不了台 灰溜溜的 实在是难看 赵明言发誓 他此生都没有这样丢脸过 真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女客这边也在说话 慕容仙双眼发亮地 给几位姑娘 普及寒冰甲卫 据闻这离城 锻造之术非同寻常 同样的铁 经过他们的手段之后 得出来的武器都不同 便是以这寒冰甲咒为例 上面所用的铁片 是离城赫赫有名的寒冰铁 此铁异常之坚固 刀枪不入 此等寒冰铁也唯有 离城能打造得出来 各国也曾尝试过各种方法 奈何打造出来的东西 都比不得这寒冰铁 咱们东照之中 如今也唯有陛下 有一套寒冰甲位 慕容仙的眼睛亮地吓人 看向苏管 像是看到了仙女似的 阿管 你说李公子能拿到一副 可否拿到第二副 苏管正在想着 这所谓的寒冰甲位 大约是冶铁链钢的 不同温度出来的铁硬度高 或是加入了其他元素 使得其硬度高 更或者是 这是一个合金材料之类的 不过这些他都不懂 什么冶铁链钢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连生产铁的方程式都不记得了 哪里知道这些东西 苏管听到慕容仙的话 他回过神来 露出了一些笑容 这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这东西不容易得到 这面子的事情 那是用一次少一次 得了一次 怕是第二次 就再无这个可能了 苏管才不会傻到 去替李林硬成什么话 且不说他 没有这个资格 而且事情也麻烦 还不知道能不能得 若是硬了 做不到 那还要落得一身的埋怨 而且硬下了 免不得要李林为此奔波劳累 他可不会干这事 慕容仙闻眼眼中露出遗憾的神色 是我想差的 天下难求的宝物 怎么能想得到就得到呢 他叹了口气 也将此事放下 另一边桌子的苏冉和苏林 看着苏服越来越黑的脸色 竟然聊了起来 苏冉 有些人啊 总是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 谁人都不能比 不就是一匹马吗 苏林接道 可不是 不就是一匹马 王爷的马场别院那里 还养着好几匹宝马 狮子从有之 其他的亦有之 苏冉道 方才人家还说 且看看李公子 能送什么样的礼物 四姐 你方才还在劝说六妹 让她不必放在心上 不过都是小事 苏林道 是啊 四妹 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不过就是小事 三公子心胸开阔 自然是不会放在心里的 不过呀 到底是打击 你也劝劝他 李玉燕也笑了起来 可不是 我方才 还听到名言公子道歉了 说是他自叹不如 实在惭愧 苏服听着这几个女人 一唱一和的 然后又想起 他之前劝说苏管 让他不要担心李林 不要将此事放在心上的事情 又拿李林的出声说事 如今想来 竟然是一字一句地打在他的脸上 让他万分难堪 谁能想到 李林这个穷酸小子 竟然攀上了黎城 还与黎城的渔夫有交情 竟然拿到了寒冰甲位 原本送上狮子 葱宝马一举惊人 本应赢得满堂喝彩的赵明言 居然输给了李林 原本礼物的珍贵 或是不珍贵 也算不得什么 毕竟是给长辈的寿礼 都是心意 可是赵明言天生说了那样的话 遭逢打脸 万分难堪 连同苏福也一起难堪了起来 苏福咬牙 你们 苏管也掺和一脚 笑道 四姐 你莫要介怀 姐妹们都是在开玩笑的 玩笑而已 何必当真啊 苏林道 六妹说的是 四妹心胸广阔 怎么会在乎这点小事 苏福觉得那一瞬间 火气从心底一直烧到了天灵盖 她目光扫过 见一些姑娘们窃窃私语 眼睛似乎不时地往这边瞄来 仿佛在看她的笑话 是啊 她之前想看李林丢脸 未婚夫妻 毕竟日后是要做夫妻的 如今也算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李林丢脸 自然也是苏管丢脸 可是没想到 事情既然反了过来 非但李林没有丢脸 反而是让赵明言下不了台 同样的 也连累了她 苏福可想而知 今日过后 外面的人又是如何嘲笑她和赵明言了 苏福重生之后便发过誓 从今往后 只有她欺负别人的份 没有别人欺负她的份 这一下子窜上来的耻辱和怒火 让她瞬间理智全无 她豁然站了起来 抬手就要往对面的苏管脸上打去 苏管吓了一跳 她怎么也没料到 苏福会突然发疯 可是如今想避开 也来不及了 好在边上突然伸出一只手来 抓住了苏福的手 是慕容仙 苏管松了一口气 当下冷汗就下来了 边上的小桑 吓得脸色发白 她连忙上前 郡主 你没事吧 小桑气得发抖 正想说什么 却被苏管抓住了手 摇头示意她 不要再说了 慕容仙练过舞 手筋很大 非一般规格女儿能比 苏福被她捏住了手腕 顿时一阵疼痛 她心底的怒火不止 手上的疼痛使得她更善 她大声地喊了一声 慕容仙你要做什么 还不快放开我 放开 给我放开 慕容仙眯眯着眼睛看她 脸色很严肃 若是你再敢出手 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苏福 今日是你祖父的大寿 你如此 是想干什么呢 第140章 提前上交存款 慕容仙算是见识了一番 苏福的仗势欺人 蛮不讲理了 姐妹们见她出事了 个个都挖苦她嘲笑她 她也不想想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惹来姐妹的不喜 连一个为她说话的人都没有 别的不说 便是她抢姐妹轻视 又挖苦苏管的事情 已经让慕容仙刮目相看了 这样的姑娘 哪里像是一个大家士族 养出来的千金贵女 俨然一个蛮不讲理的泼妇 苏福呼吸了一口气 看着四周望过来的目光 终于是反应过来了 她呼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火气 我知晓了 不会再动手了 你放开我 慕容仙定定地看了她一眼 再次确认 她不会再动手 这才松开了手 苏福冷哼一声 然后坐了下来 下巴抬得高高的 倒是一副斗影的孔雀似的 她如今也不怕 这些姑娘不喜欢她 她也不稀罕 反正她现在已经和赵明延定亲 日后便是板上定定的赵王妃 带赵明延手握重兵 日后也只有别人奉承她的份 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依旧要在她面前低头 小桑拿出一个帕子 给苏管擦汗 苏管定定地看了苏福一眼 心有余怕 叹了口气 她倒是没料到 苏福会不管不顾地突然动手 看来日后得小心些 少掺和这些事情 免得遭殃 人生真难 尤其是碰见这等 有恃无恐不讲理的人 边上看到这一幕的人 神色各异 怀河王妃愣了一下 然后皱紧了眉头 边上的平原侯妇人 和赵王妃脸色都变了 平原侯妇人倒是好一些 苏福蛮不讲理 可是她孙女慕容仙 也不是吃素的 也应付得了 压得住她 反正这苏福的亲事 定在了十月 也快出嫁了 日后见面也少 赵王妃倒是不一样了 她原本就不满意苏福 也就是赵明妍妃她不娶 她无可奈何 可这苏福 除了一个出身还算不错 其他的都没有半点 能入得了她的眼的 如今还搞出 这么失礼的事情 在祖父的生辰寿宴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竟然敢出手 山自家姐妹巴掌 谁家的姑娘养成这样 可这样的人 竟然要进她赵王府 做她儿媳 她配吗 赵王妃心中的不满 可想而知 场面上消停下来 不一会儿 静宁宫便穿着甲胃 腰间挂着配件回来了 她在南科那边走了一圈 身边立刻便围满了人 甚至有几个胆大的 还伸手摸了一下 甲皱上的铁片 羡慕得不得了 言语之间 也是直言 静宁宫得了一个好孙婿 静宁宫哈哈大笑 心情好得不得了 对于李玲也是赞不绝口 这一场寿宴 倒是让李玲出尽了风头 静宁宫穿了一会儿甲皱 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便命人开席 然后便去将衣服换下来 等她回来的时候 饭菜已经上得差不多了 静宁宫与王氏 各自坐在南科女科两边的席面上 王氏与怀河王妃 昭王妃 平渊侯夫人等人坐在一起 南科那边静宁宫 则是与太子随王 以及几位年纪和他差不多 又位高权重的人坐在一处 多谢诸位前来 老夫先干为敬 来 喝一杯 喝一杯 静宁宫爽快地喝了一杯 然后便喊了李玲过来 方才说了 要与你喝两杯 你坐这里来 边上的人看着 有人甚至发出了抽气的声音 静宁宫此举 无非是在抬举 他这个出身一般的未来孙婿了 在他那一桌子上都是大人物 便是连亲儿子 静宁宫都没有让他坐上去 如今却喊了李玲过去 可见他心中有多满意 众人看着李玲沉静地道了一声事 然后便走了过去 在静宁宫身边坐下 静宁宫与他饮了两杯 又与他说话 他的态度寻常 也不见惶恐忐忑 更不见狂喜 甚至坐在那一群大人物之中 他也不拘谨 反而应对如常 不一会儿竟然与几位攀谈了起来 他见识广 几乎是什么都懂事的 不一会儿 就像是和那些人攀上了交情 然后喝起了酒 到了后来 一口一个小友 甚至连一旁的太子与隋王 都没有太来的欢迎 太子看着看着 脸色渐渐发黑 隋王看着看着 笑容渐渐凝结 一旁的人 几乎是看了一场 跌宕起伏的大戏 赵明言在边上的角落坐着 气得脸都红了 好在后来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 一场酒席吧 客人吃饱喝足了 拿着府上的回礼准备离开 府上主人也将客人一一送走 怀河王妃 与平原侯夫人 带着慕容先赵如锦 一同离开 赵王妃带着赵明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离开了 隋王约了礼凌 说了要换清风别院的事情 选日不如撞日 而且他等闲不得空 于是也一同出门 去官邸那边办理气书 一番折腾之后 清风别院落在了隋王名下 而隋王则是将附近的一处别院给了礼凌 并且奉上了万两银子 与一块暖玉玉石 华灯初上 静宁功府白日的热闹 已经平息了下来 王室虽然对今日苏福的事情很不满 但是也累了 就让大家回去休息 明日再来扶平院 苏管又是招待客人 又是经过几天跌宕起伏的事情 确实是累了 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 正准备睡觉 却见玉华院那边来了一个婢女 是来送东西的 那婢女隔着架子床的床帐说话 郡主 这是三爷命我送过来了 原是这那清风别院 如今与隋王殿下换了 李公子差人上门 说将银票送给郡主 啥 你说什么 李公子将清风别院换来的银子 送过来给郡主 三爷命我送过来 说着将信封地上 苏管将其打开数了一下 好家伙 十张千两银票 妥妥的一万两银子 不过他就奇怪了 李公子为何给我送银票 婢女答约 李公子派来的人说 这宅院原本是陛下赐下给你们二位的 现在换这出去了 他得了另一间宅院与玉石 将银票便给郡主 李公子还道 郡主不必担心他钱赢问题 他还是不差钱的 苏管 待那婢女告辞离开之后 苏管就坐在架子床上 仔细地将银票数了好几遍 竟然半点睡意都没有了 李林的司倒是挺能的 一万两银子 他这也说送就送 不过送给他的话 嗯 好像还蛮开心的 就当是他提前上交存款了 第141章 次日算账 苏管原本有些烦躁的心情 被几张票子 瞬间给治愈了 人说包治百病 自然也是钱治百病 这一下子 是吃啥啥香了 苏管心里算计着 他要是拿了这一笔钱 也不太好 虽然李林 已经强调很多次 他不缺钱 但是他也不能这么理所当然 全拿了 这新的宅院 也要重新休息 苏管想了想 打算找个时间 和他谈一谈 既然他把银子 都给了他 还他估计 也不会要的 那不如 由他来负责 休息院子的事情 这样就不用 他再掏一笔钱了 这倒是一个合适的方法 苏管想了一下 然后便让小桑 将信封和银票 都放在了盒子里 准备睡觉了 次日清晨 他刚刚吃过早食不久 正准备回去休息补眠 院中却来了王室的人 郡主休息好了 夫人命奴婢 过来请郡主到正院 苏管一顿 可是说了什么事 那婢女道 奴婢不知 只是夫人将各院的主子 都请了过去 苏管一听 顿时也明白了 定然是因着昨日的事情 昨天太累了 王室便让大家回去休息 如今休息好了 自然是要算账了 苏管道 我收拾一下 便过去了 是 那婢女一走 小桑小慎 开始忧心起来了 小桑 郡主 你说夫人会不会因着 昨天的事情 对郡主有意见 小慎 还有李公子 和杨公子那件事 那杨公子丢了这么大的脸 而且还是在府上的 夫人会不会对李公子不满 苏管道 莫慌 昨日我不过便是说了两句话 苏福就要打我 要错也是苏福的错 与我有什么关系 至于李公子的事情 原本就是杨公子 挑衅在先 李公子合错之友 话虽如此 可是两人还是担心 苏管道 行了 担心也没有用处 我们去了正院就知道了 两人对视一眼 心想 如今这情况 也只能这样了 两人忙着 给苏管收拾了一番 然后便出了管院 往扶贫院走去 苏管刚刚走了不远 便在岔路口上 遇见了苏巡 与李氏 带着苏良苏罗二人 苏罗见了苏管 轻轻切切地跑了过来 六姐 你可终于来了 阿罗等了你好一会了 李氏笑了起来 等着你一同过去呢 苏管拉着苏罗的手上 前去行礼 父亲母亲安好 苏巡安抚 原本是想让你 到御华院的 想了想 便在路上等你 咱们一同前去 昨日的事情 你无需担忧什么 苏管点头 女儿知道了 苏巡道 行吧 咱们便一同过去 于是 这一家子就浩浩荡荡地 往扶贫院走去 一行人 进了正院的大门 走过院子的青石板 正厅边上 便有人冲着里面喊 公爷 夫人 三爷一家到了 让他们进来 王氏的声音 从里头传出来 隐含着怒火 苏巡一家人踏上台阶 踏过门槛走了进去 却见屋里 已经来了不少人 掌房二房的人 都已经来了 此时静宁宫 与王氏高座正位 底下二孙坐在一旁 掌房一家四口 正跪在中间 二房一家人 坐在一边幸灾乐祸 苏望面无表情 杨氏满脸地担心 苏剑低着头不说话 苏福则是仰着头 倔强地跪着 一副很不服的样子 王氏一脸的火气 见到苏巡一家人到来 便罢了罢手 让他们往边上坐去 老三 你们在边上坐着 苏巡等人正欲行礼 文言便点了点头 带着妻儿 在边上找了个位置 坐了下来 杨氏苦求道 宫爹 婆母 阿剑和阿福 都不是有心的 这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不如就这样算了 王氏冷哼 算了 怎么算了 阿剑 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吗 今日 何家上下都在 你倒是说说 你到底错在哪了 你是府上的长孙嫡孙 是日后要继承家业的人 你倒是说说 你到底错在哪里了 若是连自己错在哪都不知道 那就继续跪着 苏剑顿了好一会儿 然后才给靖宁公和王氏 磕了个头 道 祖父祖母 阿剑之错了 阿剑错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昨日是府上的大宴 孙儿作为府上的主人 却没有调解客人之间的矛盾 任其发展 从而导致后面诸多的事情 杨启和李林之间的赌约 若是苏剑能强势一些 将他压下来 将此事平了下来 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都是孙儿性格太过温和 孙儿定然改之 身为靖宁公府的长孙嫡孙 他确实是太温吞了 随便个人都能欺负到他的头上 随便个人 他都没办法掌控得住 靖宁公道 既然知错了 也好 我昨日和平原侯谈了一下 等你和他府上的姑娘 过了大礼之后 你便去他手下做事 也别读太多的书了 苏剑点头硬了下来 靖宁公见他听话 心头舒服了一些 然后让他起来在一旁站着 然后目光落在苏望身上 老大 你可知错 苏望跪在那里 好一会儿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靖宁公冷恨 想来你也不知道自己错在 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 阿剑和阿福犯错 你敢说你没错 苏望顿了一下 然后低下头来 是儿子的错 靖宁公道 还有杨氏 我苏家娶了你进门 苏来也带你不薄 就近这段时间 竟然弄出了 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 使得我们苏家的人 到外面都抬不起头来 平日里便是要教训杨氏 都是王氏这个婆母的事情 杨氏第一次被公爹这样指责 顿时羞愤地 要找个地洞钻下去 大家士族 素来都是男主人管 外院管家中子弟 而女主人管内宅 管府上的媳妇姑娘 如今靖宁公这样说她 显然是看不过眼了 王氏接着道 你是杨氏女 为杨氏着想 我们管不着 但是昨日的事情 分明是你那侄子杨氏先挑起的是非 输了便是输了 还陪着你 那母亲闹事 真是不知分寸 论历 你犯下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府上也容不得你 但你是阿剑阿福的母亲 阿剑即将定亲 阿福又要出嫁 我们便留了你 不过我与你们的父亲 有了打算 日后爵位的继承 便直接给了阿剑 你们夫妇二人 便坐着府上的老太爷老夫人 第142章 阿福 你到底为什么 言下之意 是打算越过苏旺 日后将爵位直接交给苏贱 苏旺和杨氏一听这话 顿时也是有些猛 苏旺抬眼看向自己的父亲 见他冷着脸 想要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说 他也知道自己比不上父亲的本事 做了这么多年的事子 他也一直努力着 如今非但外面的事情没有办好 连同儿女的 也管教得不好 若是他儿子有能力 让给他又何妨 反正也是他的儿子 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他的手上了 只是自己没有做过公爷罢了 苏家依旧 富贵依旧 也就没什么 许久 他点了点头 然后道 儿子听父亲母亲的 苏旺同意 然而苏贱和杨氏买只苏福 却不乐意了 苏贱是有些惶恐 他又跪了下来 然后道 旺祖父祖母收回成命 自古便是子成父 没有越过父亲将爵位交给孙子的道理 再说了 父亲也从未犯下什么错处 是孙儿不成器 怨不得父亲 父亲为了这个家 也是日夜操劳 付出粮多 苏儿年纪尚小 何得何能 杨氏是惶恐害怕 公爹和婆母 万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一切都是 我的不是 是我的错 怪不到世子爷的身上 公爹和婆母 要怎么承接尔西都行 此事万万不可 是万万不可的 杨氏还想做静宁宫夫人 还想做府上 主持中会的主母 若是静宁宫越过苏望 将爵位给了苏贱 那他岂不是成了笑话 那当然是不行的 慕容仙那姑娘 杨氏也听别人说过 是个厉害的 要是如此 以后他岂不是要被尔西欺负到头上来 万公爹婆母思量再三 万万不可呀 说到后面的时候 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凄厉 脸皮扭曲得厉害 当即就恨不得 再给静宁宫和王氏磕几个头 让他们收回之前的话 苏福则是猛了一下 然后也道 这是绝对不行的 怎么能越过父亲 由大哥继承呢 且不说大哥年纪上小 这一次大哥也做错了事 如何能继承爵位 苏福自然是不同意的 虽然说 一个是他父亲 一个是他大哥 都是他的亲人 可若是苏旺继承爵位 杨氏便是公爵夫人 杨氏这般疼爱他 定然会帮他护他的 可若是苏健继承爵位 慕容仙的女人 怎么容得下他 说不定还会欺负他 祖父祖母 此事万万不可 绝对不可 王氏冷哼 然后看向他 阿福 可不可以 也没有你说话的份 你给我住口 苏福被他这样呵斥 顿时又是一阵委屈 分明是他的亲祖母 为何要这样欺辱他 王氏接着道 既然你们觉得不可以 那便好好地做出一番事情来 该做事的做事 该安分的安分 不该伸的手就不要伸 若是你们在闹出什么事情来 那就别怪我与公爷 不给你们留情面了 静宁公和王氏 做下这个决定 其实有了两个打算的 若是苏旺愿意努力 杨氏和苏福安分下来 将爵位给了苏旺也可以 可若是他们继续闹事 便顺势给了苏健也好 让苏健在平原侯手下待几年 再加上慕容仙 也是个有本事的 府上的事情 也放心交给他们 一干人等听了王氏的话 也都不敢说话了 王氏烦躁地摆手 行了 你们几个都坐到一边 阿福 你给我继续跪着 苏福原本听王氏这样说 刚想站起来 听到后面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都凝结了下来 继续不情不愿地跪着 王氏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心中也是一阵疲惫 阿福 你可是知错了 苏福自然是觉得自己没什么错的 他闷不吭声地跪着 身上有一股倔气 王氏被气笑了 怎么 你是不觉得自己 错在哪里了吗 既然如此 那你就跪着 直到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为止 苏福一听这话 脸色顿时也变了 想了想 便不情愿地开口 祖母 是阿福错了 阿福之错 王氏见他这样子 也是皱眉 觉得这孙女的性子 是越发厉害了 最开始犯错的时候 还会认错 还会求他 如今是连认个错都敷衍了 那你可知 自己错在哪里了 苏福想了想 然后道 坐在孙女不该一时糊涂 怒火攻心 这才做了失礼的事情 可 可到底事出有因 若不是他们如此羞辱我 我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王氏喝了一声 问他 你觉得 他们是在羞辱你 是那句话 羞辱你了 我怎么觉得 他们同你说 说这些话 是姐妹情深 这话 不是你一直跟阿管说的吗 怎么 这些话你说的时候 是在关心自家姐妹 别人对你说的时候 便是在羞辱你 苏福动了动嘴吧 想说什么 最终还是闭嘴 一旁的杨氏 想要为女儿说话 却被边上的苏健拉了一下 也就此闭嘴 堂上有些安静 王氏边上 站着一个慈善的婢女 不时地给她扇风 她就这样坐在那里 定定地 看着跪在下面的苏福 我自认为带你不薄 府上带你不薄 长辈都带你不薄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 你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 做出这等契儒姐妹的事情 阿福 怎么着 同祖母说说 你心底 究竟是怎么想的 从你与赵明言私会 抢了姐妹亲事开始 再到当初李公子上门 你设计陷害阿管 而后与母亲一起 毁了阿灵的亲事 动手推李家姑娘下水 最后是昨日 你祖父的生日宴上 竟然想要出手 掌乖姐妹这等失礼的事情 阿福 你到底为什么啊 苏福从小到大 身为长房嫡女 不管待遇还是长辈的疼爱 她素来是不缺的 以前她优秀 王氏喜欢她 那是低调又没了生母的 苏管所远不能及的 同样的 王氏也对她寄予厚望 希望能找一户好人家 将她嫁过去 府上的人如此为她打算 王氏实在是想不明白 苏福做的这些事情 到底是为了什么 第143章 这口气我就咽不下去 苏福心道 自然是为了抢占先机 和报仇血恨了 她抢召明言 是因为将来她要做手握重兵 连太子都忌惮三分的招王爷 她不将苏管放在眼里 只觉得她是个短命鬼 活不了多久 便是得罪了 也无关紧要 她对付苏染 那是因为前世的血海深仇 她恨不得苏染去死 她对付苏灵 更多的是看不惯父亲的这个庶女 心觉得 不过就是一个庶女而已 她看不顺眼 她母亲恨不得苏灵去死 那就让她去死好了 至于李玉燕 同样也因为前世 这个商户人家出身的姑娘 竟然也能进东宫与她共事一夫 甚至奉承着苏染对付她 苏府觉得自己是没有错的 前世她看中明生 忍气吞声 不知道受尽了多少委屈 而苏染呢 便是与那么多的男子 传出诸多风流运势 可是太子竟然还想娶她 还想让她做太子妃 甚至是皇后 所以此生 她只想着握住该握住的东西 明生什么的倒不重要 待赵明年做了招王爷 手握重兵之后 谁人敢不在她面前低头 谁人敢对她指指点点 所以现在 谁要是敢欺负到她头上 她自然是会还击的 王氏见她沉默 然后又问了一句 阿福 你到底是说话 你到底因为什么 你给祖母说说 苏府扭过脸道 也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王氏脸色一变 反手就摔了手边的一个茶盏 茶盏落在地上 砰的一声碎裂 然后咕噜噜地滚到一边 留下的茶水染湿了地面 你干下这么丢脸的事情 到头来 你告诉我 你没什么好说了 苏府 你能耐了是不是 是不是觉得 祖母我就不敢治你了 苏府道 祖母 我可没这个意思 当时我也只是因着 招王府三公子的事情 太过气愤了 这才失了分寸 事到如今 事情也已经发生了 我也无话可说 祖母要罚还是如何 阿福都认了 苏府算了算日子 心想着 王氏定然不会如何 为难她的 她出嫁的日子在十月 如今都已经七月二十六了 满打满算 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她还要赶嫁衣 准备嫁妆 若是这些不准备好 待澄清那日 定然是要丢人的 王氏见苏府 这你奈我何的样子 也是一阵无力 心里也觉得管不了她 好在她就要出嫁了 待嫁了人了 自然有婆嫁人管她 于是王氏便道 那出隔前的日子 你便在芙蓉院中秀嫁妆 不得再出门了 至于阿管的事情 你昨日如此对你六妹 须得道个歉 苏巡听到这里 笑了一声 道 道歉恐怕不行 听闻她出生 屋内的人都转头看了过去 又听闻她继续说道 阿福对我家阿管 抬手就想打 事情过了 便一两句道歉了事 是当我们阿管好欺负不成 苏巡落在苏福身上的目光灼灼 带着看不透的冷意 干脆这样吧 不如让他给我打一巴掌 然后我便给他道个歉 此事变了了 苏福文言脸色大变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苏巡脸上的怒意毫不掩饰 我怎么这也是你的三叔 你的长辈 若是你的父母不教你 我就来教你 你是我侄女 旁的事情我都容了你 也管不着你 李家的事情 我为你收拾了多少烂摊子 但凡你将我当成你叔叔 便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如今 你竟然还想对阿管动手 李玉燕是李家的姑娘 李氏亦是她的妻子 正儿八经的亲家 而李玉燕在府上出了事 又是苏福弄出来的事情 苏英是什么东西 苏巡哪里是不明白的 李玉燕嫁给苏英 这一辈子 哪里有什么好日子过 李家为了贪图 与太子攀上关系 妄想日后出人头地 同意了这门亲事 又牵扯进夺敌仪式之中 若不是苏福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父亲母亲 苏巡的目光沉沉 此事我不打算善了 若是不给一个满意的交代 日后我与大哥 再见便是陌路人 我什么都能忍 也敬重大哥大嫂 可却不能忍受 他们纵容女儿 欺负我的儿女 父亲母亲为人父母 知道我二孙着想 可我也为父母 我要为自己的儿女着想 若是大哥一家 如此欺辱我们一家 这门亲 不认便罢了 王氏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他 老三 你 苏巡望着王氏 有些心疼自己的母亲 年纪大了 还要操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心中有些歉意 但是他也没有退缩 母亲 是儿子对不起你 虽然儿子也知道 一家人齐心协力 家族才能繁荣昌盛 可如此 我们对外齐心协力 对内却要被人欺负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那这个齐心协力 岂不是可笑 如此 若不承戒阿福 今日这事 就算是过不去了 王氏听闻一番话 顿时哑口无言 其实他心中是想 苏福都要出阁了 便是承戒 却也不知道如何承戒 倒不如将他 关在芙蓉院 直到他出阁 免得他再闹事就是了 苏管善良懂事 自然也不会计较的 大不了再给他一些好处就是了 怎知苏巡回突然闹了起来 苏望和苏剑都有些猛 苏剑急急喊了一声 三叔 三叔 若是阿福做得不对 我在这里给你赔不试 三叔要侄儿做什么都成 万不可再说这样的话 侄儿日后 还要仰仗三叔教会 苏巡爸爸说 这不关你的事情 你站到一边去 苏剑还想说什么 见到苏巡不耐烦的目光 也只好住嘴 他转头看向苏福的时候 心中有了怨气 苏福是他亲昧不假 可是他做出来的 却使得家族不和 这就让他不能忍了 苏望好一会儿才开口 他的语气有些无力 老三 你非要如此吗 不过是一件小事 再说了 阿管不是没被打着 便是事情传出去了 名声受损 也是阿福的 苏巡笑了一下 大哥说笑了 受欺负的不是你的女儿 你自然这样说 若是你的儿女 你能咽下这口气吗 我告诉你 这口气我就咽不下去 第144章 小雀怨 苏巡寸步不让 态度坚决 若是今日不给苏福一个满意的惩罚 他也就不认大哥这一家 大哥再轻 可他到底是有儿女的人 实在是做不来 为了大哥让儿女忍气吞声的事情 昨日在宴会上 若不是隔得远 他都要冲上前去给苏福几个巴掌 敢欺负他女儿 简直是找死 而且他说这话 同样也是在等苏望表态 都说了 义父兄弟 齐心协力为了家族 可若是苏望纵容苏福 欺负苏管 那么日后胭脂 不会再欺负他的儿女 若是他一贯容忍 别人更是觉得他好欺负 日后被欺负的更多 所以他此时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若是苏望诚挚了苏福 主持公道 两人依旧是好兄弟 之前的不便 可若是苏望偏心自己的女儿 那对不起了 他也是有儿女的人 大家各偏心各的 各走一边去 苏望看着向来敬重自己的弟弟 也是有些心累 你当真要如此 苏寻道 自然 若是一起努力谋来这府中 荣华富贵 你的儿女占尽好处 而我的儿女被你的儿女欺负 只能忍气吞声 那我做这些何用 倒不如离了这府邸 自己谋求前程去 便是再不如意 可我家中没有人能欺负我的儿女 他是男子 是家中妻儿的顶梁柱 便是他再不成气 可也会为他们撑起一片天 不会为了荣华富贵忍气吞声 让妻儿受尽委屈 苏望闭了闭眼 然后冲着苏福喊了一声 阿福你过来 苏福以为父亲要给他撑腰做主 当时便高兴地站了起来 往苏望身边走去 怎知 他刚刚走近 闭着眼的苏望突然睁开眼 抬手便是一巴掌扇了上去 这一巴掌 苏望用了十成的力气 发出一声响亮的巴掌声 屋内一片死寂 苏福被打得连往边上偏去 此刻他脑中一片空白 耳边传来了杨氏惊呼尖叫的声音 脸上火辣辣的疼痛告诉他 他经历了什么 他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又惊又怒又恨 他几乎是咬碎了牙齿 父亲 你打我 苏望的手应着气氛都在发抖 他指着苏福就到 我教训的就是你 我没教好你 这才让你如此胡作非为 非但坏了府中兄弟姐妹的关系 还害得你三叔怨怪于我 你祖父祖母说得对 养不教父之过 我没教好你 是我错了 何该好好教训你 也好让你知道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来人 将他带去小区院去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将他带出来 至于秀嫁妆 底下的秀娘多的是 让他好好反省就行了 若是日子到了 他还活着便嫁过去 若是过不去 事情就这样做罢就是了 苏福吓了一跳 父亲 小区院 是府中最偏僻的一个院子 地方小又偏僻 夏日潮湿冬日冷 连府上的下人都不愿意住的地方 此前一直用来官府上犯了错的下人 若是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大概和冷宫行愿差不多 院子的四周的窗户都封死了 如今只有一个大门可以通行 免得关在一头的人逃出来 或是与外面的人接触 苏福听说 小区院去 当时脸色都下白了 再也顾不上 自己被苏旺打了一巴掌的事情 他忙是跪下来 拉着苏旺的一百球道 父亲 阿福知错了 阿福认错了 阿福道歉 求父亲不要将我关进那里去 父亲 听说那里死了不少人 阿福害怕 任何一个府邸 都有一个说禁忌的地方 像是静宁公府 偶尔也有外面混进来的探子 或是背叛主子的下人 这些人也都是在小区院处理的 那块地 不知道沾了多少人的血 将苏福关进那里去 便是没有各种惩罚 就单单关在那里 便耐让他日日担心受怕 不得安宁 要是关上两个月 若是弱些的姑娘家 那是要被吓疯的 之前有背叛主子的婢女 被关了进去 不到半个月 便咬蛇自尽了 父亲 父亲 阿福求求你了 万不能 万不能将阿福关到小区院去 阿福知错了 阿福知错了 父亲 父亲 杨氏爷跪在一旁哭喊着求他 世子爷 阿福可是你亲生女儿啊 你怎么忍心让他受这样的苦 小区院那是什么地方 哪里是他小姑娘 能去的 世子爷 阿福还小 便是他做错了什么 咱们再教导就是了 你万万不能这样对他啊 杨氏求罢苏望 见他不动于衷 然后又去求进宁宫和王室 宫殿 婆母 你们快劝劝世子爷 要是阿福去了小区院 那得受多少苦啊 我的阿福素来都没有吃过什么苦 哪里受得了 再说了 再说了 阿福两个月后 便要与三公子成亲了 若是他出了什么事情 那该怎么办 此时 能与昭王府结亲 与我们府上大有好处 这件事万不可出差错 静宁宫不辞不发表意见 王室有些不忍心 毕竟苏福还是他亲孙女 要是真的进去了 下出病来 那也是怪心疼的 不过他此时也不好开口 只得将目光看向苏巡 苏望道 来人 将他带下去 不不 苏福的眼泪 一颗颗掉了下来 脸上的妆容都被染花了 他使劲地摇头 抓着苏望的一百步松手 父亲 我不要去 我不要去 父亲 我去给六妹道歉 去求他原谅 去求他原谅 求求你了 不要将阿福关进小雀院 苏福听着小雀院 简直是毛骨悚然 他觉得自己若是进去了 不封也要去了半条命 那里可不是人呆的地方 父亲 我道歉 我道歉 我道歉到三叔和六妹满意为止 我道歉 我道歉 苏福的手都在发抖 他转头看向苏巡 然后道 三叔 一切都是我的不适 是我不该欺负六妹 不该抢了六妹的亲事 得意洋洋 拿李公子的出身挖苦六妹 原本便是我的过错 六妹才才得了这个一个亲事 都是我的过错 六妹 都是四姐的错 四姐 给你道歉了 你要是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救世了 四姐定然会做到的 第145章 苏馆的两个要求 苏福这话一出 几乎是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苏馆身上 杨氏面露恳求 阿馆 就算是你四姐的错 现在你四姐也知错了 他也挨了一巴掌 受到了惩罚 你就原谅他吧 小雀院是什么地方 哪里是人去的 你四姐若是去了 哪里还有命在 你就当是可怜可怜你四姐 可怜可怜你大伯母 我就只有你四姐一个姑娘 杨氏说着就哭了起来 泪水将他脸上的妆容打湿 凌乱了涂抹着 瞧着 十分狼狈可怜 苏福也是怕了 平日里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无非是仗着府上的长辈 再怎么生气 也不会要了他的命 可如今 苏旺竟然做主 将他关去小雀院 让三房的人消气 这怎么可以 六妹 我知错了 再也不敢了 你就原谅我吧 苏剑虽然愿怪苏福 做下了这么多的措施 也想他受到点惩罚 知道自己错了 可也不想 将苏福关到小雀院去 于是他也道 六妹 你便原谅他一次吧 大哥保证 若是他下次再敢这么对你 大哥亲自送他进去 绝无二话 苏管看向苏巡 见他点点头 然后思量了一会道 我要原谅四姐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这边也是有条件的 杨氏和苏福急忙问道 什么条件 苏管心中 也是巴不得苏福受点惩罚 可也知道 苏福是不能死的 若是关进小雀院 谁人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要是苏福真的扛不住死在了那里 或是被吓疯了 那就不好了 先说昭王府的亲事 梁府之间连日子都定好了 若是新娘子突然没了 岂不是成了笑话 而且影响梁府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 大方和三方之间的关系 若是苏福真的死了 那又是因着三方的缘故 被关进去的 且不管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人死如灯灭 前程万事空 大家都记得他死了 谁还记得他当初做过什么 到时候 大方怨怪上三方是肯定的 若是严重一些 反目成仇都是可能的 苏管斟酌了一下词句道 我有两个要求 其一 我与四姐之间 没什么姐妹情谊 四姐也不必与我说什么姐妹情深 日后四姐见了我 便当作不认识 也不要与我说话 绕道走罢了 苏管是懒得和苏福扯皮 在演什么姐妹情 每一次苏福都不说正常话 恶心人最会了 这样的人 当作不认识 见面绕道走 那是最好的 此话一出 绝无反悔之日 日后四姐也不必再说什么 让我们姐妹和好 将过往前程接过的话 今日往后 我与四姐便是陌路人 堂上祖父祖母为政 四姐 要是硬了下来 永不反悔 王氏没想到 苏管竟然说出 要与苏福断绝关系的话 也是一惊 阿管 你说的什么话 怎么说 阿福也是你四姐 姐妹至亲啊 苏管柔柔道 祖母 非但是我容不得四姐 祖母不妨想想 四姐哪一次与我说话 不是那等幸灾乐祸 挖苦我的样子 就怕我不知道自己多惨 她的日子过得多好 想让我无地自容 羡慕她嫉妒她 都说姐妹之间 应当互相扶持 可这等姐妹 我不要了 反而还得一个清静自在 免得她日后得了空闲 便来我面前炫耀一番嘲笑一番 让我连吃个饭都觉得恶心 祖母 阿管只想要一个清静 难不成连一点清静的日子 都不能有吗 王氏原本还有些怨怪苏管说出 这等姐妹断绝关系 以后是陌路人的话 但是听了 她这些话 也晓得她这些日子 受了多少委屈 苏福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人 便是倪人也有三分性 这等不能相互扶持观照 反而落井下石 得知别人不好 还三番四次嘲笑的姐妹 大概是要来 也没有什么用处 王氏又是一阵无力 千错万错 自己做出来的 可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要苏管退让宽容 觉得她性子温善又孝顺 是不会计较的 可却从未想过她 受到委屈 心中也很难过 若是她强压下来 或许苏管这一次也会退让 但是此后 她心中也不会再念着 这个偏心的祖母的 如同当日的苏灵一模一样 为了一个苏福 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孙女 不 两个孙女 苏若如今也是对她心中怨恨 苏灵因着府上不给她做主 为自己谋划 掉头便嫁给了隋王做侧妃 如今苏管同样也如此 若是她不主持公道 继续偏心苏福 要苏管以家族为重 那么苏管心中 也再也没有她这个祖母了 王氏出了一身的冷汗 越想越是愤怒 倘若是没有苏福 家中的儿孙何故走到今日 儿子之间有了隔阂 兄弟姐妹之间反目成仇 苏福 阿福 王氏心中恨她恨得要死 她看向苏福的目光 都是冰冷的 她问 阿福 你六妹提出的第一个条件 你答不答应 苏福哪里敢不答应 若是进了小雀院 那就是能不能活的事情 对比之下 和苏管断绝关系 以后当个陌路人 那都是小事了 她点头道 祖母 我答应 我答应 苏管文言点头 然后又道 既然四姐答应了第一件事 那我便提第二件事了 苏管缓了一口气 然后道 这第二个条件 我要让四姐发个誓 发誓此后 不得因为任何事 找三房一家的麻烦 不管是今日的事情 还是以后的事情 若是四姐违背誓言 那就生生世世 不得好死 永远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苏福文言赤目欲裂 气得发抖 苏管 你敢 苏管看了她一眼 根本就不在乎她的态度 她道 也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四姐不同意 是觉得今日之事 可日后再算账吗 苏管是料准了苏福的 苏福是重生一回的人了 也信这鬼神之说 她这个要求 就是防着苏福日后算账 对三房下手 若是有这个誓言在 苏福心中也得掂量着 第146章 发誓 苏管的这两个要求 其实比什么 关小雀院有用的多了 若是关了小雀院 苏福没事出来了 日后是要恨死三房的 到时候 又是各种麻烦事 若是她死在里面 或是疯癫了 大房三房之间反目 苏望暂且不提 杨氏定然会疯了一样的 为女儿报仇 此后府上也是永无宁日 连同静宁宫与王氏 余生都休想安宁 如此这两个条件 以前已经发生的事情 就不提了 为的是以后 断绝了关系 让苏福见了她绕道走 日后她自然不会 再来找苏管的麻烦 再来这个誓言 也杜绝了苏福秋后算账 保护家人平安 如此 也算得上是两全其美了 祖父祖母 四姐 想着日后算账吗 若是四姐嫁了昭王府 日后便是昭王府的三少夫人了 我们一家可都没什么本事 要是她十几个人 那我与父亲等人 也不知道会落得如何下场 王氏一听 确实觉得是苏福 做得出来的事情 要是任由苏福胡作非为 那她的儿孙就危险了 于是 她就道 阿福 若是不想去小雀院 那你就应了你六妹 发了这个誓言 日后不得以任何理由 找你三叔一家的麻烦 苏福一顿 很不情愿 祖母 三叔是我亲叔说 我怎么会找三叔一家麻烦呢 王氏不信他 既然不会 那发个誓也没什么誓 你便照着你六妹说的话 发个誓就罢了 你发了誓言 你六妹也同意将此事结果 你也不必去小雀院了 苏管道 正是如此 四姐发了这个誓言 便不用去什么小雀院了 若是四姐不同意 那便恕我不能原谅 四姐屡次欺负我的事情 苏福当真是气得 差点头顶都冒烟了 苏福确实是存了 秋后算账的想法的 也好让这几个人也知道 她不是好欺负的 可若是发了誓言 那她确实是 不敢再动手对付三房的 可是她又不想去小雀院 如此一来 也只能硬下来了 苏福几乎是磨碎了牙齿 好 我答应 苏管道 既然如此 四姐便按照我说的 发誓吧 苏福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看向四周 见没有人为她说话 只得抬起手来发誓 我苏福 今日再次发誓 日后不得以任何理由 伤害三叔一家 若是违背此誓言 定然 定然 苏管问她 定然什么 苏福咬牙 定然生生世世 不得好死 苏管又问 还有呢 苏福怒瞪苏管 然后继续道 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苏福瞪着苏管 心中暗恨 却又无可奈何 苏管闻言点了点头 然后对靖宁宫与王氏道 祖父祖母 既然四姐应了我的要求 那我也愿意将此事接过 如此也希望 四姐遵守约定 杨氏松了口气 苏福不用去小雀院 那就是比什么都强 他道 你放心 你四姐定然会遵守的 王氏道 既然如此 此事便这样算了 老三 你可是还有什么意见 苏巡闻言便道 既然阿管已经这样说了 我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苏巡其实心中高兴着呢 觉得自己女儿确实是聪慧 虽然说苏福欺负了他女儿 他是巴不得苏福倒霉的 可若是 苏福进了小雀院 虽然受到惩罚 却也不是能解决问题的 反而会加深加重的矛盾 倒不如苏管提出了两个条件 没了苏福打扰他 他自己亲近了 也杜绝了以后 苏福会找他们一家的麻烦 家族和睦地保持住了 王氏闻言道 既然如此 那这点事情便这样算了 不过 王氏顿了顿 然后接着道 不过不能严惩 但是小城也是应该的 阿福做错了事 错了就错了 那就罚他 待在芙蓉院之中 出阁之前 不能在外出了 苏福有些不高兴 他都发誓了 可王氏还要惩罚自己 他正想说什么 却见一旁的杨氏便抢先道 是应该的 应该的 阿福便在芙蓉院待到出阁 阿福 杨氏是生怕王氏继续惩罚苏福了 待在芙蓉院 苏福自己的院子 总比观祠堂观小雀院强多了 他也是怕苏福又闹起来 阿福的轻视 我定然会好好准备的 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王氏点头 既然如此 梅姑 你安排两个人 送四姑娘回芙蓉院去 杨氏 你若是不放心 便一同回去吧 杨氏急忙硬了下来 然后带着苏福离开 苏福心中有些不甘愿 回头扫了在场上的人一眼 只好咬唇转头离开 杨氏和苏福一走 王氏便道 老大老三 你们是亲兄弟 万不可因为这点小事而伤了感情 这日后啊 家中还是要靠着你们撑起来 还有阿剑 你是家中的长孙 日后得照顾府中的弟弟妹妹 成为他们的依靠 苏旺点头应了一声事 苏巡也点头应了下来 苏剑道 祖母放心 孙儿会做到的 王氏又道 你王家的表哥和表弟 在府上住下来 他们与你同龄 若是得了空闲 你也多关照关照 王家这次来了三个人 便是王威夕和他的两个堂兄 他们会留在府上 这两兄弟由着府上的人帮忙找个书院读书 待日后参加科举 而王威夕呢 则是年纪到了 王家的人想让王氏给他寻一门好亲事 在地城出嫁 苏剑应了下来 孙儿会的 还有威夕那姑娘 她性子腼腆 我已经安排她在清幽院住下 阿管若是有时间 便与她多相处相处 苏管应了一声事 王威夕是王氏娘家的姑娘 她作为王氏的亲孙女 帮忙照看也是应该的 再说 王威夕性子单纯 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如此 便散了吧 是 一行人出了扶平院 外面的天气晴朗 却见天边不远处 有一股浓烟滚滚冲天气 风中 似乎还掺杂了一些叫喊吵闹声 苏林一了一声 这是着火了 是哪着火了 苏巡和苏管 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妇女两人的脸色 齐齐一变 父亲 那个方向 像是 像是清风别院 第147章 大火烧清风 今日的地城正热闹着 不少人凑在一起 正说着 昨日静宁公府寿宴上的事情 一时间议论不止 争论不休 一说那日 陛下给静宁公府的赏赐有多丰厚 说陛下是个爱重臣子的明君 是社稷福祉 二说 礼部尚书家的公子杨启 挑衅李景元 说要为苏福报仇 与其比被施 结果输了 脱光了衣服 跳进水里喊了三声我是猪 据说那场面如何如何的 令人大开眼界 据说那杨启身上的肉啊 白花花的一片 说着这场面 众人唏嘘得很 又觉得杨启自作自受 令人觉得分外畅快 而后又说起 那李景元是个有本事的 腹中有乾坤 那诗词歌赋 信手拈来 又说 当时姑娘们去了陆洛园 苏福指责李景元 用了一首昔日苏良帝做过的诗 质问李景元 当时温孝郡主也站出来 为李景元说话 说是比的是背诗 怎么就不能用旁人用的诗词了 两姐妹斗了一场 苏福丢了好大的脸 三说荡日开席之前 太子当场应了学子们的所求 向李景元借清风别院举办诗会 李景元不愿 与此同时 隋王为李景元说话 说太子强借臣民之物 有自私自利不仁之心 所以向李景元提出 花巨资要买李景元的清风别院 太子不愿清风别院落入隋王手中 于是便与之争斗竞价 一时间那清风别院价高至万两银子 最终寻了个法子 由两人各出一个条件 让李景元自己选 据闻 隋王出的是万两白银 又有清风别院附近的一处院子 另外在一块可雕刻两个玉配的暖玉 总共加起来 最高价格再为一万四千两 太子院出一万五千两 稳压隋王一头 但最终李景元还是选择了 将清风别院卖给隋王 这一下子 李景元是得了宅院 又另外得了万两银子 与两块暖玉 实在是人生赢家 隋王扬言说 愿将清风别院 借于天下学子 谁若是想要组织什么师会 若是要用 尽管问他借去 学子们纷纷说 隋王仗义 是个有德性的 哪里像是太子似的 康他人之楷 行遍己之事 然后又说起了 这清风别院 如今都是隋王的了 那这先前苏良帝说好的师会 是到底还能不能举行 云云 四说 自然是那寿宴献礼时候 静宁公府诸位晚辈献上的后礼 谁谁谁送的什么礼 所有的人都细数了一遍 最重要的是 赵明言送上了一匹狮子葱宝马 获得满堂喝彩的同时 结果李景元为静宁公送上了一副寒冰甲卫 惊艳四座 狠狠打了赵明言的脸 赵明言一时间狼狈至极 指得道歉平息此事 说到寒冰甲卫 有人又解说起了寒冰甲卫来自离城 如何的难得难得 东赵之友 皇帝陛下有一副 又说李景元此人多厉害 连离城的人都能结交上 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最后又说 因着赵明言丢了好大的脸 苏福愤怒之余 竟然想要掌乖温孝郡主 好在平原侯府的二姑娘拦了下来 这才没有得逞 又有小道消息传出 说是姐妹二人已经反目 总之 这些个话题在地城之中议论得沸沸扬扬 各个人仿佛都在现场 看了好几场跌宕起伏的好戏 其中更是有人将其写成了画本子 说着昨日盛况 不用多时 整个地城连同三岁儿童 都能将这些事情 说出一个一二来 这还没热闹多久 大街小巷谈论的正起近 突然建城中的某一处有浓烟滚滚而起 很快地被不少人发现了 咦 走水了 是哪里走水了 这般不小心 诸多议论戛然而止 许多说得满脸通红的人也停了下来 出门去看看天边的滚滚浓烟 也不知道是哪 瞧着这情况 伙势也不小啊 某家中正是那个方向的 且过去看看了 告辞了 诸位 我与你一同前去 与你一同 走走 一同一同 若是有什么事情 也能帮上忙 在下多谢诸位仗义 一行人匆匆离去 有些人站在原地看着天边的浓烟 不久之后 有人觉得不对 疑了一声 然后道 那个方向 像是清风别院啊 什么 清风别院 莫不是清风别院出了事 不可能吧 昨日那李景元 才将清风别院换给了隋王 听说 当时宴会议结束 隋王便与那李景元去了一趟府衙 换了契书 若是真的 那李景元倒是有几分运气 那隋王殿下 定然也是要生气的 白白花了这么多的银子 却指得了一个废墟 这么倒霉 众人议论纷纷 苏巡这边派去打探消息的人 匆匆赶了回来 去的时候急急忙忙 回来的时候 神色慌慌张张的 三爷 大事不好了 苏管在一旁等着 文言便不等苏巡开口 立刻便问 如何不好了 到底是哪着火了 吓人道 确实是清风别院着了火 好像是有人见了纵火的人 追着他跑了一段路 说是见人进了李公子住的地方 搜寻与苏管文言脸色大变 什么 苏管觉得心跳都停了一下 这怎么又牵扯上李公子 这是万万不可能的 李公子已经将清风别院换给了隋王殿下 他敢这样做 莫不是不想活了 那吓人道 确实是这个道理的 可是却有人说 是李公子舍不得清风别院 当时却又不得不硬下来 其实心中早已怀恨在心 故此才有了本次纵火一事 经兆府引得了消息 已经派人去李公子的住处抓人去了 异国之都 天子脚下 此处房屋密集 稍有不慎 损失就大了 故此 在地城 纵火可是要砍头的大罪啊 苏管顿时脸都白了 父亲 现在该怎么办 李公子定然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定然是苏管咬唇 定然是太子所做的事情 定然是他 苏巡急忙劝他 阿管且不用担心 咱们先派人去看看事情如何了 李警员聪慧 定然是能保护得了自己的 第148章 抓人 苏巡也知道 这些话不过是在劝卫苏管罢了 若是此事是太子一手策划的 又将这锅盖往李林身上盖 李林怕是要危险了 他很快地吩咐了那护卫 你立刻带着府上的几个人过去 若是金赵福尹要拿人 先与他拖上一拖 便说 李林乃是我未来女婿 我一会便道 有什么事情 等我过去再说 护卫领命便匆匆离去 苏巡看着护卫离开的背影 脸色也没有缓和 他皱紧了眉头 金赵福尹是太子的人 当下的金赵福尹姓黄 却是太子的表叔 于已故的元明皇后 是表兄妹 苏巡手一顿 问他 你也知道这些 苏巡倒是有些好奇 虽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女儿聪慧 但是他一直在后宅之中 平日里安安静静的 也不喜欢出门 没想到他还知道这些事情 苏巡恩了一声 我听人说的 苏巡笑了一声 然后又问他 那你如何猜测 此事乃是太子所为 苏巡分析道 隋王得了清风别院 又允诺了天下学子 愿意借给他们使用 如此一来 天下学子定然对隋王感激不已 若是任由隋王如此用清风别院收买人心 那么隋王的名声定然更上一层楼 天下学子簇拥 百姓心之所归 因着之前太子想要借清风别院 给苏巡丸举办师会一事 早已惹得天下学子 对太子诸多不满 如此一来 世间学子偏爱隋王已成定局 此消彼长 道时世人只知隋王 而不知太子 太子储君之位威义 故此 太子容不得清风别院的存在 既然已经到了隋王手中 他夺不回来 那便毁了就是了 又因李公子选了隋王弃了太子 太子怀恨在心 故将此事推在李公子身上 自己全身而退 如此两全其美 父亲 你说 阿管说的对吗 苏巡眼中有些赞赏 阿管聪慧 说的自然是不错的 可是世人又怎知这其中的弯弯道道 便是此事 是太子做的 有些人心中明白 可没有证据 如何说明 便是金赵福尹说 此事乃是李景元 怀恨在心做的 又寻出了证人指证 很快便将此事盖棺定论 给人判刑 你说 天下人性吗 苏巡心想 当然是性的 外面的百姓 怎么知道的这多吗 苏巡又道 便是许多人心中有数 可又能如何呢 违今之计 也不是为了找出真凶 而是尽量拖延时间 为李景元 洗脱嫌疑 至于太子 与隋王之间的斗争 由着他们去吧 可是洗清嫌疑 谈何容易 那指证的人 说不准便是太子的人 苏巡想到 李林此时的处境 觉得心里难受得要命 又觉得 太子实在是可恨 堂堂一国储君 学不来宽容人德之事 反而处处自私自利 丝毫不将沉民的得失 放在心上 这样的人 如何能为储君 如何为一国之君 若是让他为君 日后这冬罩 怕是要被搞得乌烟瘴气 苏巡道 且不管这些了 阿管 你去一趟郑国公府 让你外祖父帮忙查一查 我呢 就去你祖父那里 看看有什么法子没有 好 于是苏管便带着人 匆匆去了郑国公府 李林正在屋中写字 慢悠悠地 一笔一画 游龙走势 笔封俊 一副字帖 在他笔下 慢慢地形成 他慢慢地写着 不远处的远游 伸长脖子看着 又看看外面的大门 被敲得乒乓响 真是恨不得提刀上去 将这些人 一个个地砍了 真是扰人清静 金赵福尹 亲自带人前来抓人 先命人敲了一会门 又喊了几句 让人开门 见没人开门 便想着破门而入 奈何人家的门好着呢 怎么撞也撞不开 金赵福尹 也有些恼火了 便吩咐边上的人道 上去 翻墙进去 一定要替我 将犯人抓拿归案了 天子脚下 竟然敢纵火 简直是罪该万死 若是他敢反抗 便格杀勿论 是 手下的牙医领命 便有人走到墙边 蹲了下来 有人踩在肩膀 企图翻墙进去 只是刚刚站起来 站在墙上 突然脚下有一根 绳子弹了起来 直接弹在脚腕上 将人往后先飞出去 几个人砰砰落了一地 金赵福尹的脸色不太好 让人将几人扶了起来 然后便对着边上 喊了一声 纵之 他的话音刚落 便有一个年约二十几的年轻人 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他生的模样高大 眼烧都带着冷冽的煞气 看人的时候 像是看一个死人似的 俨然是手上染过不少血的 此人名约尤纵之 此前乃是江湖游侠 据文武功高强 在江湖上 也闯下了赫赫威名 先前被昭王所救 天地茫茫 不知道要去往何方 又说要报恩 于是昭王便在金赵府 为他寻了一个差事 尤纵之声性散漫 眼底的煞气 是又冷又沉 金赵府尹有时 都不敢拆遣他的 碰巧他今日也在 金赵府尹便拉了他 一同过来 金赵府尹道 去将人抓出来 尤纵之冷冷地看了一眼 这点小事 也要我帮忙 你的人干什么吃的 金赵府尹道 你当初 不是说好好报恩吗 别忘了 赵王爷说 你要报恩 那就携同府衙 好好办差 尤纵之想了想 指得应了下来 行 说着他便纵身一跃 落在了墙头上 墙边的绳子弹了过来 他悬身飞骑躲过 刚刚躲过了绳子 又见有几只 不同方向的飞镖袭来 他伸手握了握 腰间挂着的佩剑 然后拔剑而起 三两下将飞镖挡开 悬身落在院子的 一棵树上 然后树下 突然由水冲天而起 将整棵树都罩在其中 尤纵之悬身飞掠 离开那棵大树 刚刚落在一处墙面上 却见墙面 突然长出了一只墓首 墓首如同鹰爪 突然往他脚腕处抓去 尤纵之闪身离开 院内又有七八只箭矢 从不同的方向 飞射而来 将他包围在其中 尤纵之目光冷冽 先是挑开了上方的箭矢 然后越深踏在一只箭矢上 越深而起 错开飞射而来的箭矢 何人在此 给小爷出来 第149章 若是他不从 格杀勿论 回应他的是 几只从四面飞来的烟雾球 他挥剑将其斩落 却见那烟雾球 在他的剑下爆开 烟雾炸开 他躲无可躲 整个人被弄得灰头土脸的 尤纵之落在地面上 伸手擦了一下脸 脸色阴沉的可怕 听着边上传来的咔咔声 他简直是头皮发麻 出来 何人再次装神弄鬼 给小爷出来 尤纵之真的是觉得够了 不过就是一个小院落 竟然还搞这些东西 当然 他也不是怕了 就是这一个接着一个 一环接着一环的 实在是令人暴躁 小爷 你大爷 我今天就来会会你 尤纵之定睛一看 有一个大汉从屋里出来 那大汉生得高大 腰间挂着一把大刀 俨然一副江湖野汉子的形象 尤纵之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对方拔刀而出 三两步就冲了上来 一刀砍了上来 尤纵之原本是不将对方 放在眼中的 只觉得来人是个野汉子 怎么能与他这个江湖高手比呢 他就想着先将对方置住 然后把门打开 让姓皇大该干嘛的干嘛 少来烦他 然而三两招之后 他才觉得自己拖大了 对方可不是什么 只有一身剑子肉 只会一些花拳绣腿的野汉子 他的刀 凌厉沉重 朝朝时时快如闪电 每一刀又极重 而且一刀 比一刀更快 一刀 比一刀更重 尤纵之的功夫 走的是清零的道路 飞檐走壁 于万人之中 也能取人性命 远游走的 却是沉稳式的道路 便是他一个人横刀 站在那里 就有一种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浩然气势 再加上他的刀 又重又快 越来越快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尤纵之就被对方压着打 每每出招 也只有防守的份 尤纵之倒是不知道 这小院之中 还有这等高手 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了 阁下是谁 报上名来 谁什么谁 你大爷视野 远游跳了起来 一刀劈下 看招 小崽子 远游觉得 这人实在是讨厌 打架就打架 还唧唧歪歪的 跟九辫 那死狐狸一样讨厌 打个架而已 先打了再说 他见尤纵之往后退去 足间轻点 凌空往后飞起 似乎是想逃 他咧了咧嘴 脚下一蹬 直追而去 愣是在空中过了几招 最后两人前后 落在围墙上 又是一阵压着打 尤纵之心力交瘁 别打了别打了 我认输 远游却不乐意 男子汉 认什么输 接着打 尤纵之脸都绿了 觉得自己 也是倒霉 怎么会遇上这种人呢 这在地城之中 这么多人看着呢 他又不能用招 招夺人性命的打法 要是一不小心 那是真的要杀人的 可若是如此 他也只有被人压着打的份 这就很尴尬了 毕竟被压着打 实在是丢人 两人打了大约 是一刻钟左右 尤纵之 终于是寻了一个机会 在墙头上跳了下来 落在了人群之中 然后低声混入人群之中 溜了溜了 不打了不打了 李玲手中的笔 落下了最后一笔 一副自贴 完整落笔 他抬眼看去 却见隔着窗户 远游正站在围墙之上 冲着外面的人叫嚣 还打不打 打不打 要进门 先过我这关 你个刁民 还不快快开门 阻拦朝廷 抓拿犯人 是死罪 快开门 远游最是见不得 这些打官枪叽叽歪歪的 而且这些人 还想来抓他家的公子 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 犯人 什么犯人 我这里可没有 你们要的什么犯人 石香点的速速离开 要不然 大有我手中的刀 可不是赤素的 你个野蛮人 别名玩不灵 李景元心怀怨恨 纵火烧清风别怨 是死罪 本官前来抓拿归案 若有阻拦者 统统格杀勿论 远游黑了一声 然后道 你说他纵火就纵火 我还说你杀人了呢 你怎么不将 自己给治罪了 没事赶紧滚 赶紧滚 若不然 也休怪我不客气了 你放肆 你放你娘的狗屁 金赵福尹被弃得 险些蹊跷声音 指着站在墙头上的人手 不停地哆嗦 想他堂堂金赵福尹 天子脚下的地方长官 便是朝堂上的官员 谁人对他不是客客气气的 生怕他找什么麻烦 没想到被人这样骂 简直是岂有此理 来人 给我把门撞开 把人给我拿下 把他拿下 再去抓李景元 若是他不从 格杀勿论 弓箭手 弓箭手给本官准备 慢着 黄大人 正在这个时候 有人匆匆赶来 为首的 正是昭王手下的一位将军 还有隋王府派来的人 苏巡派过去的人 三方人马 碰巧地在小巷的入口处遇上了 于是便一同过来 昭王派来的人 是一位三品将军 是昭王手下的得力将领 朝堂上的人见了 也要称一生杜将军 杜将军面无表情道 黄大人 王爷有令 命你 立刻带着你的人回去 此事荣王爷秉明 陛下再论 若是有什么不满 大可上禀陛下 隋王府来的 也是隋王的随士 他道 清风别愿一事 王爷得知此事 也倍感愤怒 知晓黄大人 如此迅速地查出了凶手 也很高兴 不过 王爷派在下过来看着 希望黄大人 公正严明 秉公办理 莫要错放了犯人 也千万不要 抓错了犯人 隋王 刚刚接手清风别愿 只是随便指了两个人去守着 还没来得及处理 倒是不知道 被人抓住了这个控闲 竟然一把火 把清风别愿给烧了 诸多谋算空腹 隋王现在是一度止气 他又不是傻子 自然也能猜测 此事是太子干的 又听说 太子将这个罪名 盖在了李林头上 顿时大怒 此次派他前来 也是想着 揪出太子的尾巴 苏巡派来的人 见有这两人开口说话 也觉得这里 也没有自己说话的份 于是便守在一旁干等着 黄大人 脸色也不太好看 若只是随王的人来了 他倒是容易应付 可昭王掺和了进来 如今还说什么 禀明陛下 由陛下处理 黄大人 这就觉得头大了 他敢糊弄一下民众 可却不敢糊弄陛下呀 哼哼 王爷当真是糊涂 陛下日理万机 难得空闲 这点小事 下官自己处理便是了 如何能讨扰陛下呢 第150章 陛下圣令至 杜将军定定地看了黄大人一眼 然后道 此乃天子脚下 竟然有人敢纵火行凶 陛下自然是上心的 黄大人 叫人撤了吧 黄大人不愿意 原本他和太子谋算着 事情一发生 就立刻将李林抓了问罪 然后火速结案 将李林斩首示众 如此一来 这事情就过去了 案子也结案了 不过就是一个穷酸学子 身后是半点势力都没有 便是与靖宁公府 有一些关系 而且 人家靖宁公府 也未必会保他 说不定他死了 靖宁公府的人心中还高兴 如此一来 温孝郡主也不用嫁他 另寻家序哪个不比 这穷酸吼 可是没想到 昭王竟然掺和了进来 而且还禀告了皇帝 这就很麻烦了 黄大人犹犹豫豫的 却不肯离开 若是陛下真的亲自查这事 他和太子都要倒霉 这是万万不行的 这样一想 他便咬牙下定决心 既然是办案 有人举报了 看到李景元放的火 本官身为浮影 自然是要抓拿犯人归案的 昭王莫不是要阻拦本官办案 便是不是他做的 作为本案的嫌疑人 本官也是有权 将人带走的 杜将军脸色一变 黄大人 你可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当然 黄大人一派的刚正不讹 不管是何人 只要在这地方上 归本官管着 本官定然秉公办理 绝不可因着某位权贵的话训思 杜将军 对不住了 本官今日定然要将李景元带走 来人 将门给我撞开 若是有阻扰办案者 当场格杀勿论 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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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三爷说了 这李景元 可是我们静宁公府上的未来女婿 黄大人若是要拿人 须得先等我们三爷来了再说 苏巡派来的护卫 硬着头皮开口 若是真的要审查此案 也须得等我们三爷在场 放肆 本官办案 岂容你们这些人插手 来人 将这些人给我带下去 小院门口的人闹成一团 黄大人的人 想要撞开门进去抓人 杜将军带来的人 则是去拦着 然后双方打了起来 杜将军来的时候 得了昭王的吩咐 万不可让黄大人闯进去 真的将李林给抓进府衙里 若不然 大事不妙 杜将军虽然不明白这其中缘由 但是只要是昭王的命令 他都是要遵从的 既然黄大人不听 非要抓人 他也只能出手拦着了 苏寻派去的人也上去帮忙 隋王府的人 则是在其中浑水摸鱼 甚至不着痕迹地 往黄大人身边挤去 逮住了机会 就把拳头往黄大人身上招呼 隋王府的人 倒不在乎李林的生死 只是太子赶烧清风别院 惹怒了隋王 黄大人乃是太子的人 如今这个混乱的局势 当然是要借机 将黄大人打一顿 远游站在墙头 看着底下的混合打 咧了咧牙齿 抬头看去 正好看到了不远处 一个墙头上 游纵之抱着佩剑 站在那里 若不是他身上 还有些烟雾淡留下的灰烬 还以为他是个绝世侠客呢 远游轻哼了一声 虽然有些异动 想要与他再打一架 但是这个时候 他却离不开 要是这些人真的闯进来 那就丢他老远的脸了 于是他姑且忍了 心想着 等得了空闲 他定然要与他再打上几场的 好久没好好活动活动筋骨了 这小崽子也有点本事 可以和他比划比划 底下的混战 维持了近一刻钟 十五分钟的时间 黄大人不时地被人打一下 脚下鞋子丢了一只 官服的袖子 被人砍断了半个 头上的官帽颤颤巍巍的 两只眼睛 其中有一只 不知道被谁打了一拳 轻了 谁打本关 谁打本关 手 本关的手 谁才本关 远游在墙头上 看得一清二楚 不过他巴不得这老东西 被打成残废 若不是他 不好下去动手 这会儿 他也跳下去 带着他打了 老东西 正在底下混战不休的时候 小巷外面 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 陛下圣令至 陛下圣令至 诸位快快助手 陛下有令 命经诏福尹 即刻进攻面胜 不得有误 陛下有令 命经诏福尹 即刻进攻面胜 不得有误 停手停手 速速停手 黄大人被打得不轻 原本他自己 也想快点从混战之中 跑出来的 可是总是有人 将他挤入其中 不时地被打几拳 真的是痛苦不堪 救我 快救我 快救救本官 来人是皇帝的 亲信护卫舟护卫 见到这样的场景 顿时也是觉得头大 快去 将他们分开 他身后跟随而来的护卫 立刻应了一声势 然后快速下马 去将这一群混战的人分开 在一番混乱之下 几方的的人马 终于被分开 这会儿 黄大人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两只眼睛 各自被揍了一拳 青黑可步 看起来极其狼狈可怜 死 死 周护卫看了他好些时候 才将人认出来 黄大人 死 是我啊 黄大人简直是要哭出来 真的是太遭罪了 周护卫见他被打成这样样子 也是一阵无语 好一会才道 黄大人 陛下召见 您还是整理一下 进宫面胜去吧 现在 正是 黄大人不情愿 可是那李警员 周护卫道 黄大人 陛下召见 即刻进宫 至于这李警员 陛下自有决断 黄大人 请吧 黄大人不愿意 可是如今陛下亲自派人过来 让他进宫了 也容不得他不愿意了 于是他就道 周护卫 请容许本官回府衙收拾一二 再随周护卫进宫 若是这副样子见了陛下 实在是失礼 周护卫看了他一会 点头 渴 黄大人松了口气 多谢周护卫 此时的皇宫之中 皇帝正在与昭王喝茶下棋 太子被皇帝召了过来 也不问任何事情 只是命他跪在地上 让他好好反省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再起来 太子心中坠坠 心里料不准 皇帝到底知道了什么事情 他要如何开口 才能安稳地过了这一关 不多时 有人来报 禀陛下 经诏福引到了 皇帝抬头 手持白子在棋局上落下一子 声音淡淡 让他进来 第151章 可是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经诏福引皇大人 坠坠不安地走了进来 便见皇帝与昭王正在下棋 太子不知为何跪在一旁 两人对视一眼 皇大人赶紧将目光移开 然后跪下来行礼 臣 经诏福引 参见陛下 参见王爷 他匍匐在地 坐在那里的人也不作声 像是没听到似的 接着下棋 昭王倒是看了一眼 见皇帝没有要说话的意思 也只好沉默着 倘若只是太子与隋王二人之间的争斗 昭王定然是不会管的 清风别院落在隋王手中 隋王意图用其收买人心 攒击名声 太子自然会着急 不能容忍清风别院的存在 也是正常的事情 可是太子千步该万步 将此事牵扯到李林头上 甚至想着 让他来背这个黑锅 填补他做下的这个事 太子为储君 便是日后的帝君 可他却没有半点爱惜臣民之心 地称防射秘籍 一旦伙势控制不住 有多少人家破人亡 而太子呢 不但将此事做了 甚至将事情丢到无辜之人的头上 让他人承受这样的无妄之灾 实在是不仁不得 自私自利 且不管对方是一介草民 还是一方权贵 太子都不应该这样做 皇帝心中也是生气 太子实在是太让他失望了 没有半点仁德 爱护子民之心的储君 日后他如何将江山交付到他的手中 而且他这一国储君 连一点看人的本事都没有 虽说李林如今的身份 是一个穷酸举人 可是他身上养出来的气度 也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有的 李林给苏管过定轻送的李 另外还有这寒冰甲咒 都是不俗的东西 普通人能拿得出来 这样的人出现的地成 若是聪明些的 第一时间就是要去查人家的底 免得是什么他国进来的人 家住哪里 有什么亲戚 之前生活在哪里 这些都要了解一番 太子倒好了 自负自大 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也敢将锅盖往人家身上盖 皇帝心中对太子失望 转而又是一阵难受 若是太子撑不起这个位置 那么还有谁撑得起呢 隋王倒是比太子好一些 可是隋王的话 皇帝又不愿意 赵家失大 若是隋王为帝 身为外戚的赵家 更加肆无忌惮 到时候 与国家与朝堂都不是好事 燕之日后的天下 到底是姓哪个赵呢 皇帝对此事绝对不会同意的 可若是再往下 明王莫若不成器 九皇子还是个六岁的小娃娃 皇帝想起李林 然后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太子 顿时一阵心力交瘁 若是太子成器 他何须有什么担忧 之前还想说 看看太子能在李林手里过几招 结果人家还没出手吗 太子已经把自己蹦跶成这样了 真是可笑 皇帝觉得自己当初夺敌的时候 要是像太子这样的脑子 坟头上的树都要长成大树了 太子不知皇帝心中的复杂和失望 他与皇大人对视一眼 都在猜测着 皇帝是不是知道了这事 怎么说才能蒙混过去呢 皇兄 该你了 赵王突然开口 皇帝回过神来 然后落下一子 刚好是个平局 兄弟二人不相上下 下完了旗 皇帝的心平静了一些 也有心思处理太子的事情了 于是便问 太子思量了这么久 可是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太子跪在地上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好 而尘儿沉思错了 哦 那错在哪里了 太子咬了咬唇道 而尘错在 错在 他吞吞吐吐�磕绳绳的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往下说 啪 磕磕绊绊的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往下说 啪 皇帝手一挥 旗台上的旗子 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 那旗子是黑白欲所致 落在地上的时候 如同朱玉落地 一直弹跳个不停 宫殿之内 一片死寂 里面的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皇帝冷声开口 到现在这个时候 你还敢不说实话 太子一时间静若寒蝉 低着头半句话 都不敢言语 皇帝盯着他好一会儿 见他不吭声 脸色更差了些 你不说是吧 经兆服饮 皇大人心颤了一下 浑身就一哆嗦 陛下 臣在 臣在 皇帝脸色冰冷 你来说 皇大人哪里敢说太子的事情 磕磕绊绊地开口 臣 臣也不知道 臣身为经兆服饮 得了人举报 清风别愿失火一事 又有人举证 说是见了那李景元放的火 于是臣就带人去抓人了 其余的一概不知 到了现在 还想着蒙骗过关 废物 皇大人战战兢兢地 低着头不敢说话 额头上的汗水 一滴滴地往下掉 太子 如今可知道自己 错在哪里了 帝城之中 防射密集 便是你不愿让老五 用清风别愿 传击名声 却也不可拿此事开玩笑 一旦伙势控制不住 可这半个帝城都要遭殃 皇帝这不在乎 太子与随王争斗 可却见不得他拿百姓开玩笑 太子闭了闭眼 然后道 儿臣知错 事儿臣错了 而臣愿意接受惩罚 皇帝训斥道 朕看你是不知道 太子又闭嘴了 皇帝看着他这样子 心中是一份心梗 于是便道 来人 将太子请回东宫 没有朕的命令 不许出来 让太子好好反省反省 经诏福尹 清风别愿一事 是你管事不周 在你眼皮子底下出了这事 朕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三个月内将烧毁的防射还原 皇大人满头大汗 急急应了一声 是 皇帝接着道 待此事办理完毕之后 你便上表请辞 帝城的安危 朕如今可不放心交给你 皇大人一愣 脸色突然就白了 皇帝所言 是要摘了他的官职啊 陛下 陛下恕罪 臣知错了 臣知错了 还请陛下宽恕臣一回吧 皇帝道 朕不需要你知错 朕只知道 你办事不利 利用公务之便 行利己之事 朕得经诏福尹 皇城长官 不能是如此 这自私自利 仗势欺人 来人 将太子和经诏福尹请出去 皇大人惊叫了一声 大声喊道 陛下 还请陛下看在 元明皇后的份上 饶了臣与太子这一次吧 太子可是陛下的原配嫡子 陛下 不能啊 第152章 幽靖东宫 元明皇后 皇帝闭了闭眼 元明皇后是他的发妻 两人生了三个儿子 前头的两个 都在夺嫡之中没了 难道他不伤心吗 自然是伤心的 若不然 他也不会如此偏爱太子 在他年幼之时 便册封他为太子 寻名师教导 望他成才 望他继承着祖辈 打下来的江山社稷 可是他偏爱太子 却也痛恨他 不争气 但凡他争气一些 皇帝也不至于这般难受 他年纪大了 身子也比不得从前了 可是连一个 能接他位置的人都没有 能不让他痛心吗 皇帝闭了闭眼 皇大人见皇帝的脸色变化 觉得自己的话有效果 盲示接着道 陛下和皇后 如今唯有太子一人了 皇后与两位皇子 若是在天有灵 定然会伤心难受的 陛下 此事都是臣之罪果 还请陛下饶恕太子 万万不可如此对待太子 皇大人说着 便对着皇帝磕了几个头 泪流满面 再再加上他这张 被打得轻轻滋滋的脸 显得十分狼狈又可怜 其实皇大人也没那么高尚 愿意牺牲自己保全太子 可他到底是 太子这条船上的人 若是太子翻船了 他也跟着没有什么好下场 可若是此事保全太子 日后太子得势 他定然还有起伏之日 皇帝爱众早逝的发起源后 偏爱太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太子外加破落 赵贵妃与赵家如日中天之时 太子的储君之位 仍旧稳如泰山 可若是太子犯了错 被皇帝厌恶 幽进东宫反省 这局势就微妙了 那些个原本为太子效力的人 定然会担心 皇帝是不是厌恶了太子 打算废了他 到时候 难免生出二心来的 便是以后这事情能过去了 也难回到从前了 所以皇大人不管是为了自己 还是为了太子 都不能眼看着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陛下 请陛下饶恕太子吧 太子看了看 为他求情的皇大人 然后又看了看 闭着眼睛的皇帝 也盲视求道 父皇 而臣是真的知道错了 请父皇饶恕臣这一次吧 日后臣定然会爱护子民 爱护兄弟 不会让父皇失望的 请父皇饶了臣这一次吧 皇帝缓了很久 这才睁开眼 然后看向太子 太子抬头出到了皇帝的目光 顿时一阵惊喜 然后露出笑容来 喊了一声 父皇 皇帝的脸色 瞬间又冷了下来 他沉思道 既然你知错了 朕就给你这个机会 太子一阵惊喜 正想说什么 却又听皇帝道 你就在东宫好好反省 朕准许你三日上书一封 什么时候知道 自己到底哪错了 错了多少 怎么敢 朕便放你出来 太子原本惊喜的表情 瞬间僵硬在了脸上 他不敢置信地开口 父 父皇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都搬出他母后 和两个早死的哥哥 皇帝竟然还不愿意 饶恕他这一回 皇帝站了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太子 你做错了事情 便是朕愿意饶恕你一次 可朕也想让你知道 到底错在哪里了 日后不会再犯 太子正想说什么 却见皇帝抬抬手 让他不要再说了 他道 去吧 什么时候想清楚了 什么时候再出来 朕等着你 皇帝的话都说到这里了 若是太子继续纠 反而会惹来皇帝的厌烦厌恶恶 事到如今也只能同意下来 好在皇帝还护着他 便是有什么事情 等他出来了 也能收拾得住 于是 太子便向皇帝磕了一个头 诚恳道 而陈锦基父皇教会 定然会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征求早日出来 再为父皇办差 皇帝闭上眼 去吧 于是 太子和皇大人也不挣扎 跟着前来压着他们的人离开 皇大人心中不安 又是被皇帝吓得不轻 走了几步 发现自己腿虚软的厉害 出了宫殿的大门 他望着外面的天空 一时间 竟然不知身归何处 表说 太子喊住了他 多谢表叔为姑说话 今日之事 是姑连累了表叔 表叔放心 姑日后不会忘了表叔的 好好 殿下能记得 臣就好 太子说罢这句话 便跟着皇帝安排的人 去往东宫去了 皇大人看着太子的背影 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仿佛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当日 东宫的大门便被关了起来 陛下的圣令传出 让太子与东宫反省 此事一经传出 便将清风别院一案 推向了巅峰 帝城之中议论着 是不是此事乃是太子所为 皇帝为了惩罚他 这才让他留在东宫反省 然后又说起了李灵的事情 之前金兆福尹去抓李灵 如今李灵倒是安安稳稳地 待在他院子里 是不是此事原本就与他无关 若不然 金兆福尹早就上来拿人了 帝城之中的人 对此事议论纷纷 隋王却对此事处理非常不满 虽然太子被幽禁在东宫 局势对他有很大的好处 可是太子毁了清风别院 坏了他的计划 也令他生了好大的气 派去青州的人回来了没有 隋王问的是 去查太子在青州敛财 加重赋税的事情 边上的隋从道 回王爷 有消息传来 确实是查到了一些证据 需得几日才能见事情彻底查明 隋王有些不乐意 不过想着也是几天的事情 于是便稍稍忍耐了 他冷哼了一声 姑且让他安宁几日 到时候将证据确凿递了上去 便是皇帝想要护着他这个儿子 太子这个储君之位 也坐不安稳了 隋王又想起了另一件事 于是便吩咐道 你派个人去查查那个李景元 本王总觉得 这个李景元有哪里不对 隋王是真的觉得奇怪 今日中午这事 皇叔怎么会掺和进去 拒保一个小小的举人 而且还这般急匆匆地进了宫 禀明父皇 父皇这般快就派出了周护卫 并且带着圣令赵金赵福尹进宫 本王总觉得 这事情不正常 这个李景元身上 定然有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和皇叔说不准都是知道的 查 给本王仔细地查一查 是 第153章 本姑娘要去拜师 回来再约嫁 苏管听了苏巡的话 之后便带着人坐着马车 去了一趟郑国公府 今日郑国公和夫人都在 听到下人禀报说 苏管来了 便让人赶紧将他请进来 苏管来不及说别的 忙是请郑国公帮忙救李玲 他来得匆忙 走得也快 额头上都是细密的汗水 看起来神色慌乱 着急得不得了 郑国公夫人 让人拿着帕子给他擦汗 免得一会儿受凉了 郑国公夫人道 你呀 着什么急呀 都出汗了 苏管神色慌张 外祖母 阿管实在是担心 郑国公夫人道 莫慌 咱们武将家的姑娘 不管遇上什么事情 都是不能慌的 武将不比文官 要是遇上事情 那可都是要上战场的 一上战场 那就是生死难测 故此 身为武将家的夫人和姑娘 先要学会镇定 便是生离死别 都要撑起来 郑国公也道 你先这莫要慌张 不会有神妖事情的 外祖父先前已经派人 过去看着了 若是那金赵福尹强势要拿人 也能拦一拦 郑国公虽然知道李玲的底 也知晓他不会出什么事情 不过得知此事之后 他还是派人过去盯着 要是真的有需要 就上去帮忙拦着 一来 李玲若是在地城出了什么事情 那可不是小事 极其可能影响 如今好不容易安稳下来的局势 二来 李玲到底是他未来孙女婿 便是看在外孙女的份上 他也不能置之不理 苏管听了郑国公的话 稍微放心一些 郑国公夫人道 既然来了 那便在府上坐一会 也好陪陪我这个老太婆 她说吧 便对着边上的婢女道 去将二姑娘请过来 说是她表姐来了 那婢女低头应了一声 是 然后便匆匆出门去请月双去了 你莫要担心李公子 有你外祖父在呢 安心等消息就是了 苏管听郑国公夫人这样说 只好压下自己心中的担忧 点了点头 那我便陪陪外祖母 好 郑国公夫人很高兴 她将郑国公打发出门去了 然后拉着苏管去偏听说话 命人将府上准备的点心果斧干果 食令水果都送一些上来给她吃 说二那猴子 成日的不知道往哪儿跑 我这儿冷清得很 也就是你两个舅母过来坐坐 余下就是我一个人了 你啊 若是得了空闲 便多过来看看我 日后若是出嫁了 怕是长时间都见不着了 郑国公夫人确实是 疼爱这个外孙女的 月氏虽然不是她亲生的 可到底在她膝下长大 她从小待在身边的 如今月氏去了 对月氏留下的这个女儿 她是万分怜惜的 苏管望向她 心头微酸 虽然她不是个原装货 可这些长辈 确实是待她不错的 想到这里 她便硬了下来 那我得了空闲 便过来陪外祖母 那外祖母便记住你这话了 郑国公夫人很满意 不一会儿 月霜就进来了 小姑娘一身红色的镜妆 手中拿着长边 头上的长发编成了辫子 上面用一些彩色的丝带绑着 小皮靴也很帅气 看起来神采飞扬 是表姐来了 月霜将手中的长边 递给了一旁的婢女 又拿着帕子擦擦汗 郑国公夫人骂她 你这是又去哪了 跟你哥哥去舞堂了吧 你呀你 哪里有半点姑娘的样子 你瞧瞧你表姐 然后再瞧瞧你 你也不心虚 月霜嘻嘻哈哈的 表姐是表姐 我是我妈 表姐 要不要我带你去舞堂玩 舞堂是郑国公府练功的地方 家里的在爷们公子练舞 或是比诗都在那里 院子很大 中间还建了一个比试台 专门用来比舞用的 郑国公夫人瞪了她一眼 嫌弃道 去去去 少带坏你表姐 月霜也不在意 擦干净脸和手之后 就在苏馆边上坐下来吃东西 月霜这一个上午 和哥哥们都在练功房 也不知道外面的事情 还以为苏馆这一次 是特意过来陪郑国公夫人说话的 她怕苏馆觉得闷 于是便和她说了不少 哥哥们丢脸的事情 惹得一旁的郑国公夫人 甚是开怀 约莫过了小半个时辰 派去的人才匆匆回来 那金兆福尹 原本是想撞开门闯进去抓人的 奈何撞了许久都不得其法 便喊了人跳墙进去开门 可没料到 那墙头之上绑着绳子 将人都弹了下来 后来金兆福尹 便喊了游少影进去抓人 可是游少影这一通折腾也进不去 最后从里面出来一个人 和游少影打了起来 游少影打不过她 然后寻了一个机会跑了 少影 是福尹手下的官职 月霜差点把嘴里的茶水给喷出来了 你说的是真的 那姓游那小子都打不过 游总之的武功 月霜可是知道的 自从他二哥月震 和人家打了一场输了之后 他心中气不过 总是想约了他打一场 好为二哥报仇 杀了杀这人的气焰 可是这人一直以不和女子打架为名 就是不肯和他动手 没想到啊 竟然有人还能把他打败了 打赢他的人是谁 像是李公子身边的一个护卫 月霜眼睛蹭的一下就亮了 然后拍砖起 本姑娘决定了 本姑娘要去拜师 好学两招 将那姓游的小子 打得连爹妈都不认得 宿管被他拍桌子 这架势吓了一跳 忙是道 好了好了 这是稍后再说 然后呢 然后啊 好像是招王府和隋王府的人都来了 几方人马打了起来 最后 周大人奉陛下的圣令到来 将金赵福尹请进宫去了 宿管问他 那李公子如何了 表姑娘不用担忧 李公子没事 他连院子都没出来 安全着呢 宿管还是不大放心 生怕这金赵福尹进宫一趟 之后再回来抓人 于是他便问 那事情现在如何 清风别院的事情 到底如何解决 这个 属下就不知晓了 宿管站了起来 然后对郑国公夫人道 外祖母 阿管想去见见李公子 我这心里实在是担忧 郑国公夫人见他这样 心想着李林那边也算是安全了 于是便同意了下来 那你去吧 阿大 你带着人陪着表姑娘过去一趟 切记要保护好表姑娘 不可有一点损失 是 月双急忙道 祖母 我也要和表姐一起过去 郑国公夫人瞪了她一眼 你去做什么 月双扬了扬下吧 当然是看看谁人这么厉害 连姓游的都打败了 本姑娘要去拜师 回来再约嫁 姓游的那小子 迟早落在她手里 第154章 一个打十个都没问题 郑国公夫人 郑国公夫人 气得差点不认这个孙女了 你一个姑娘家 你学武就学武了 武将家的姑娘 我也不拦着你 可你承认打架打架的像什么样子 你再说 再说 看我不打死你 将我的鞭子拿来 看我不打她 月双满屋子乱窜 郑国公夫人在后面追 祖母 你还说我呢 你还不是一样 我听说您为出阁之前 那时拿着鞭子上街 还说行侠仗义 打抱不平呢 有一回 还将祖父给打了 你还说 你还说 苏管 总觉得从高门宅斗 一下子到了大行暴打熊孩子现场 不过月双 还是屁颠屁颠地跟着苏管出了门 并且还叫嚷着 让人给他背上大礼 他要拜师 苏管觉得头疼 你认真的 当然 月双扬起下巴 震了正脸色道 此事怎可玩笑 待我学成归来 须得抱打游纵之 我这可都是为他受的苦 苏管 行吧 你开心就好 于是 两人就坐着马车 去了李林所住的小巷 这会儿 小巷里的人已经离开了 倒是小巷口那里留着几个人 像是在等候下一个八卦 唉 你看那车子 那是不是静宁公府的车子 静宁公府 莫不是温孝郡主来了 极有可能 走走 咱们跟上去看看 于是在苏管和月双下车的时候 远远地就见了几个人 鬼鬼祟祟地走进来 月双看到了 轻哼了一声 挥手招来一个护卫 那护卫领命 便立刻上前去将几人赶走 月双道 表姐你别管这些人 都是一群吃饱了撑着 惯爱胡说八道的 苏管文言也不多言 吩咐小丧上去敲门 此时他站着的地面干干净净的 像是被打扫过了 丝毫看不出 不久前 这里发生了一场混乱 李公子可是在家中 我家郡主前来看望 不一会儿 久便见了苏管 脸上顿时着有了笑容 他恭敬的座衣行李道 原来是郡主来了 郡主礼边请 我家公子在屋里 说着 他便将大门打开 让开位置 请几人进门 有劳了 苏管点了点头 然后踏步走了进去 院子的地面上 还是湿漉漉的 也不知道怎么弄了这么多的水 他提了提裙子 踏过青石板 然后便到了一处 铺着砖青砖的地面 李林才从屋里走了出来 见到苏管 便上前来 六姑娘怎么过来了 苏管打量了他一遍 见他确实没什么事情 这才稍稍放心 我有些不放心你 便过来看看 李林听他这么一说 只觉得有些愧疚 忙是请他进屋 屋外乱着呢 你小心脚下 他与他一边往屋里走 一边道 是我不好 早些时候 应该让人过去 同六姑娘说一声 如此 六姑娘便不用担忧了 让六姑娘受惊 是我的不是 苏管道 我倒是没什么 你这边没事 我便放心了 月双跟在后面 正想着跟上去 却被酒便拦在了屋子外面 月双矮了一声 看他 你做什么拦我 小姑娘才十三岁 还是一个小姑娘 瞧着扎呼扎呼的 像是一只小辣椒 酒便道 这位月姑娘是吧 我家公子想和郡主说说话 你可莫要打扰了 月双 见两人已经在屋里坐了下来 她那表姐 现在根本就不记得她的存在 眼里只有李公子 她轻哼了一声 道 不让我进去也可以 那你得告诉我 今日打败尤仲之的人是谁 尤仲之 谁啊 就是今日打起来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你们的人 另一个是跟着金兆福引来的人 酒便嗷了一声 你说远游啊 你找那傻子做什么 当然是拜师了 月双拉着她 去往一边说话 我老早就想把这游总之揍一顿了 只是她一直看不起我 不和我打 待我拜师学医之后 再去将她打的 爹妈都不认得 酒便嘴角抽了抽 觉得这小姑娘 实在是一想天开 小姑娘 远游不收徒弟 你呀 也别学这些打打杀杀的 月双眼睛一瞪 你管我 你要是不告诉我她在哪 我就去找我表姐说话去 谁管你家公子谁谁谁 酒便脸皮僵了僵 觉得自己被一个小姑娘拿捏住 实在是丢脸 不过为了自家公子着想 她想了想 决定牺牲一下远游凶 于是就到 你从这门口往里走 她就在厨房院子那里 死到有不死平到 要是她连一个小丫头都拦不住 打扰了公子和郡主的相处 那她 可是要倒霉的 如此算来 还是远游倒霉好了 月双觉得奇怪了 她在厨房做什么 匹柴 匹柴 月双觉得更奇怪了 不是 这么厉害的大侠 去披什么柴啊 要是去了我们府上 早就好吃好喝共着了 酒便黑了一声 觉得这小姑娘有点意思 于是便道 当然是物尽其用了 她力气大嘛 能者多劳是不是 做人嘛 就是应该如此 要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扇了扇手中的扇子 故作风流 你呀 要多向你远隔学习 死狐狸 你又在说我坏话 碰巧远游拎着一把斧头 从大门的另一端出来 听到这话 当时那是气得不行 这死狐狸 一天不说她坏话会死 是不是 她颠了颠手中的斧头 眼神像是在喷火 你 过来 酒便当然是拒绝的 她可不想 和这一言不合 就把刀砍人的粗汉子动手 她对月双道 就是这个了 本事可大了 一个打十个都没问题 说着 她凑到月双耳边 压低了声音快速道 你要拜师就趁现在 一会儿她要过来打我 你就抱住她的大腿 她要是不答应 你就不要放开 她肯定会答应的 小姑娘 这样的好机会 仅此一次 千万不要错过了 月双眼珠子转了转 见酒便身影一闪就要走 远游正愤怒着 正要上去追她 月双心一横 扑通一下扑了过去 然后抱住了远游的脚 大叫一声 师父 第155章 虽然你有京城 但是我老远不是京师 远游听了这一声师父 像是被雷劈了一样 她低头看了看那小姑娘 想要抬脚 可又怕 将这小姑娘甩出去 她结结巴巴地开口 谁 谁是你师父 月双仰头看她 一双明亮的眼睛 像是一轮小太阳 就是你啊 弟子月双 前来拜师 远游嘴角一抽 不收 不认识 月双呜了一声 远游抬了抬脚 企图将让她松手 奈何这小姑娘年纪不大 力气倒是挺大了 抓了倒是紧 她老远虽然是个粗汉子 但是没有欺负小姑娘的道理 要是真被她甩出去了 这小姑娘 可得撞得头破血流 松手 月双使劲地摇头 不松啊 刚刚那个叔叔说了 你要是同意我拜师 我才能松开 远游的脸 当时黑得跟锅底似的 这死狐狸 又坑她 真是气死她眼 眼见着酒便就要跑出院子了 她也急了 你先松手 先让我去把那只狐狸揍一顿 咱们再论到这时 不行 月双又不傻 当然是不同意了 你要先是答应我 那我就松手 师父 你想好了没 你再不答应 刚刚那叔叔就跑了 远游 真的很想打死那只狐狸 松开 不 我就不 师父 我不是你师父 远游头疼得很 他一个糟汉子 哪里受一个娇滴滴女徒弟 疯了吧 对方抱着他的腿不放 又说不通 远游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酒便出了院子 麻溜地跑了 临走之前 还冲着他 送上一个笑脸 远游气得呀 气得脸是黑了又绿 绿了又红 红了又黑 精彩极了 好了小姑娘 你现在可以松开了吧 那狐狸都跑了 你威胁我也没用了 远游烦躁地想打人 你听那狐狸的话做什么 他那是知道我要打他 想叫你拦着我 好自己跑而已 月双扁了扁嘴 师父 要不你收了我吧 你看 我是不是特别有天资 旁人都说 这叫什么 天赋一饼 天资聪慧 根古奇家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练武奇才 收了吧 收了总不会吃亏的 还有个徒弟孝敬您 多好啊 好个鬼哦 远游想骂娘 但是又不好意思 在一个小姑娘面前爆粗口 免得带坏了人家小姑娘 老子练刀的 练刀的 练刀的也行 只要能打败游纵枝 学什么都可以 这 游纵枝又是什么 就是今天被你打败的那个练剑的 金赵福尹那里的人 远游气得 想立刻将游纵枝这小子 拎过来揍一顿 那个瓜娃子又 打了就打了 竟然还给他招来这么一个麻烦 虽然不知道这小姑娘到底是谁 但是竟然进来了 那就是府上的客人 那是伤不得的 那你练剑啊 找练剑的去 岳霜面露愤恨 练剑的打不过他 我只记得 招王府的狮子也打赢过他 剩下就是师父您了 远游急忙剑意 那你找招王狮子去 岳霜脸上有些不自然 可是招王府狮子有夫人 我要是打扰了 很不好的 要不是赵明展有媳妇 岳霜早就缠上他了 可到底人家有媳妇 他一个小姑娘 缠着一个有媳妇的男人 总是不对的 被人看到 那是要说闲话的 远游文言脸色更差了 他黑了一声 气笑了 感情是我老远没媳妇 所以就可以打扰了 妈爷 没媳妇也成了罪过了 远游想了想 突然道 我也有媳妇了 岳霜文言脸皮一僵 然后瞪大眼睛 像是傻了一样 你什么时候有媳妇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远游啊 你是想娶媳妇了吗 可是 需要本公子成全你 此时 李林与苏管 从边上走来 李林脸上带笑 似乎是在说 你要是敢说有 本公子就立刻 给你做主娶媳妇 远游险些跳了起来 公子 我错了 我错了 此事万万不可呀 苏管瞪了岳霜一眼 头疼道 你还不快些起来 成个什么样子 人家愿意收你 你便跟着人家学 可是人家不愿意收你 也不能抢求是不是 岳霜见李林和苏管来了 也觉得有些尴尬 也不敢再继续抱着 人家的腿部撒手 于是 他只得将手放开 可是他却不怎么同意苏管的话 他道 表姐的话我可不同意 有句话说得好 所谓京城所至 京时为开 只要我肯多努力 肯定是能成事的 远游见岳霜一松手 立刻松了口气 一溜烟就躲在了李林身后 然后冲着岳霜道 姑娘 虽然你有京城 但是我老远不是京时 老远是个玩时啊 开不了开不了 真的 求你放过我吧 远游用哀求的目光看向李林 一副公子 要是不救我 我就去撞墙的模样 李林笑了笑 然后道 岳姑娘 我这属下是个粗人 确实不适合教岳姑娘功夫 岳姑娘若是想学 请镇国宫大人 请以一位女先生便是了 若是府上找不到合适的人 在下倒是愿意帮忙牵线 请一位女先生过来 岳霜问她 那女先生能打得过油纵枝吗 李林想了一下道 这个我便不知晓了 那不行 岳霜坚定地反对 要是打不过油纵枝 要来何用 李林道 要是你真的要打败什么油纵枝 我这里倒是有个更好的主意 岳霜眼睛一亮 什么好主意 李林道 要不你去拜油纵枝为师吧 等学成之后打败她 岂不是更有成就感 岳霜一听 竟然觉得更有意思了 她搓了搓手 似乎在思考这个建议的可行性 你说的有些道理 我要是跟油纵枝学武 等学成之后打败她 那就更加厉害了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也担心啊 远游问她 你担心什么 岳霜在原地走了两步 要是她不认真教我 那我怎么能学到真本事 然后打败她呢 这个就要看岳姑娘的本事了 李林还想说什么 然后边上有只小手伸了过来 然后她的腰就被捏了一下 她身子一僵 耳朵都红了 六姑娘 六姑娘 居然捏她腰 第156章 要不 咱们两个都办 李林红着耳朵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才好 她就想着 既然是月霜和油纵枝 两人的恩怨 让他们自己玩去吧 省得再为难远游 好在苏管捏了一下就松开了 她松了口气 然后见苏管瞪了她一眼 道 你别胡说八道 糊弄我表妹 岳霜这小傻子 被人骗得团团转都不知道 李林心道不敢 然而苏管却没有理会她 转头对岳霜道 表妹 你可别听她的搜主意 那油纵枝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 你若是敢这么做 外祖母可是要拿鞭子抽你的 要是岳霜真的 敢去缠着一个男人 拜什么诗 郑国公夫人 真的能做得出来 岳霜一想 确实有这个可能的 她的目光一转 然后又落在了后面远游的身上 远游使劲地摇头 我不收 我不收 我死都不收的 岳霜想了一下 然后拉着苏管道一旁 去说悄悄话 表姐 你能不能帮帮我 那远游不是李公子的随从吗 只要你向李公子开口 让李公子帮忙 她肯定是会同意的 苏管道 这可不行 双表妹 虽然说我也知晓你 急迫想要拜师的心情 可人家不愿意 我也做不来压迫的事情是不是 你这是在拜师 不是在结仇啊 若是你这师父 真的不愿意收你这个徒弟 被人按着脑袋 收了 你说他心中会乐意吗 岳霜心想 当然不会 苏管接着道 你啊 若是非要拜师 续得了人家的同意 也续得到自家家人的同意 若是你家中的人不同意 得知此事 定然要找他麻烦的 别说远游 连李公子都有麻烦 岳霜一想 觉得这确实是个问题 要是他祖父一生气 把人砍了 或是不同意表姐和李公子的亲事 那就不好办了 岳霜道 表姐的担心我明白了 我得先回去 问过祖父祖母 求得祖父祖母同意 再来说此事 苏管松了口气 正是这个道理 那行 我今天就先不为难他了 等我回去 问过祖父祖母 他们若是同意了我再来 到时候便是他不答应 我也会求得 他答应的 正所谓 苏管接道 正所谓 今成所至 今时为开 岳霜一笑 对对对 远游在后面听见了 大声地喊了一声 我老远是玩时 玩时啊 岳霜才不管他呢 他压低了声音问苏管 表姐 你觉得 我是拜远游大侠为师好 还是拜游 纵之为师更好 若是拜游 纵之为师 先吸得他的本事 然后再打败他 我觉得李公子 这建议也挺好的 要不 咱们两个都拜 苏管傻眼 两个 都拜 对啊 岳霜觉得自己这个想法 真的太好了 我这不是两边下手吗 要是只有一边同意了 我就拜一个 要是两个都同意了 那我就拜两个 师父嘛 谁也不嫌多 苏管瞪大眼睛 岳霜这是打算两手抓了 抓啥是啥 要是都抓到了 那更好 岳霜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 自己颇为得意 正所谓 喜得百家之常 练就一身好功夫 苏管觉得 他这个正所谓 是自己胡编乱造的 不过也随他去吧 他开心就好 反正他想求得 郑国公夫妇同意 那是非常艰难的 若是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远游真的不愿意 那就躲着他好了 说不定他就几天的热度 过几天就把这事给忘了 两姐妹商量了一番 然后又走了回来 岳霜看了远游一眼 然后道 你放心 我迟早有一天 会让你心甘情愿地 收我为徒的 远游头疼 不会有这么一天的 有的 我说 有就有 远游不知道该说什么 干脆就闭嘴 他转身要离开 岳霜急忙跟上去 喂 师傅 你要去哪呀 去匹柴 匹柴 岳霜急忙道 怎么能让您来匹柴呢 我这带了不少人过来呢 来 你们几个 过来帮我师傅匹柴 劈得好 人人有赏 是 二姑娘 岳霜带来的几个护卫 急忙是跟上去 苏管建这一行人 真的去匹柴了 有些担心 这样 咱们不管了 行吗 李灵道 不用担心 远游有分寸 不会伤了岳姑娘的 再说了 岳姑娘也带了好些护卫过来 咱们再去做做吧 我今日写的一副字帖 原本想着赠与六姑娘 如今六姑娘来得刚好 不如我们一同去书房看看 我先前还有些字画 六姑娘也可以看看 苏管一听 也有些异动 那咱们 就去看看吧 李灵温和一笑 我这便带六姑娘过去 于是 两人便一同去了李灵的书房 两人在书房里看字画 屋子的窗户和大门 都是开着的 小桑小盛等人留在屋外 也时刻能看得到 屋里的人在做什么 苏管先是和李灵 看了他今日所作的字帖 他的笔风俊秀流畅 游龙走势 颇为不凡 与苏管收藏的那些真品 也算不上差的 苏管在现代的时候 对于书画鉴赏这一方面 是一片空白 等到了这边 为了不露线 暗地里悄悄地扼不过 便是真要他开口 也能说出一个一二来 而且 他母亲月氏的嫁状里 就有好些珍贵的字画 他仔细地观摩过 知道与这些差不多的 便是极其不错的书画 不过李灵也不像他人一样 卖弄自己的才华 他只是将其给苏管看了 也不问他的意见 随意地说了说 当时所作之时心得 与他共享 他的声音温润 像是临间吹过的风 落在他的耳中 有些发痒 这一幅画 是给六姑娘的 李灵展开了一幅画 上面绘画的 是一个身穿青色 绣着葡萄骑胸如群的美人 那美人微微云记之间 攒着一只石榴簪 他手中慈善 手臂上还挂着一块披驳 此时像是有风吹来 他的衣裙飘飘 手臂上的披驳 也随着衣裙随风晃动 像是要随风登仙 而去的仙女 他朱唇粉塞 笑意浅浅 自容是严厉又轻雅 那双眼睛 望着画外的人的石像似 是带着柔和的光 这样一看 他又像是山林间 盛开的一株山茶花 苏管愣了好一会儿 微微有些吃惊 这话 这不是当日端午日 他的装扮吗 李灵画的人 竟然是他 第157章 何套与松子 端午后之后 我便去了归宴城 那些日子也不算忙碌 得了空闲 便画了这幅画 他的手指在画面上滑过 最后落在那发际之上 像是轻轻抚上那云顶微微的发际 我便想着 若是得了机会 便将这幅画赠予六姑娘 望六姑娘能喜欢 苏管喜欢吗 自然是喜欢的 这幅画画的极其传神 一颦一笑栩栩如生 想来是极其用心勾画的 苏管以为 唯有记忆高超的画师 在遇见心爱之物 才会如此费心 其中一笔一画 一点点的色彩蕴染 李玲显然也是费了 不少心思和时间的 苏管也曾见过后世 一些栩栩如生的侍女图 却不知道 有一天 自己也能出现在画卷上 这幅画 真的是太美太惊艳了 甚至比他本人都不急 多谢李公子费心了 苏管嘴角的笑容 怎么也压不住 阿管很喜欢这幅画 李玲的目光 落在他的发梢上 他从静宁公府出来的匆忙 发梢上只带了一只玉簪子 看起来清清爽爽的 但是他总觉得他头上缺了点什么 他搓了搓手指 有点手痒 心想着要为他添些什么东西 六姑娘喜欢便好 称不上什么费心 苏管看了一回这一幅画 是越看越觉得好看 越看越是喜欢 以至于后面看别的东西 他的心思也全在画上 颇有些心不在焉 李玲见此 也不再陪他看别的字画 带着他去到了茶室 命人烧水泡茶 他挽起袖子亲手泡茶 又命人去取了一些苏管喜欢的点心干果 十令果子摆上 李玲问他 六姑娘可要焚香 昔日有人赠了一些 若是六姑娘喜欢 便命人点上 世人饮茶时 也爱高雅 有人请情女弹琴品齐音 也有人点香品齐味 苏管含笑摇头 我倒是嫌麻烦的 不过是饮个茶水 当得眼下风景 自清风明月相伴 世人喜欢点香 阿管却是个不喜欢的 李玲闻言笑了起来 自得自在 如此也好 六姑娘常常在下的手艺 虽比不得那些个深谙其道的茶博士 却也是不错的 苏管笑了起来 那我倒是要好好尝一尝 请 李玲今日被的茶便是云雾茶 正是苏管最喜欢的一种 再加上这李玲的茶艺不错 茶汤浸透如同琥珀 温度微烫 饮下去之时 有一种极其舒适的贴烫感 六姑娘今日过来 是因着清风别院一事 苏管喝了一杯茶 将小茶杯放了下来 文言点头 正是 我听闻金赵福尹上门 心中担忧 便去求了外祖父外祖母 外祖父外祖母说 让我不必担忧 我在镇谷公府坐了一会儿 得来了金赵福尹 被陛下急召进宫的消息 便赶来看你 李玲为他添茶 听着他的话 心头微软 心觉得 他是将自己放在心上的 若不然 也不会如此担忧 他道 是我不好 早该让人给府上递个话 也不会令你如此担忧 苏管道 这事情不怪你 便是你递了话 我这心里人会不安 金赵福尹硬要将这帽子 扣在你的头上 你身后又无权势 若是落在他的手上 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李玲一想 确实是如此 苏管又饮了一口茶 问他 金赵福尹那边 还会来抓你吗 李玲见他的神色担忧 一只手放在桌面上 手指微卷 他的手白皙纤细 柔柔弱弱的 像是一根出生的小草苗 他忽然想伸手握握他的手 安抚他 却又觉得此举梦浪 只得忍了下来 你无需担心 陛下明察秋毫 定然是不会错怪我的 再不尽 还有昭王爷在 昭王爷此人素来厚道 听闻此次便是他进宫禀明了陛下 还派了人过来拦着金赵福尹 昭王在明间的名声也很不错 他与皇帝同进退 为皇帝办了不少事情 可以说 皇帝身边最信任的人 就是他了 苏管听了这话 稍微放心一些 可还是担忧的 也不知道金赵福尹进宫之后如何了 若是金赵福尹胡说八道 那 等着便是了 莫要担心 李玲给他捏了一个核桃 然后放在小碟子上 然后问他 可要吃些 苏管眨了眨眼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我自己来就是了 李玲道 家中没有小锤子 六姑娘若是想吃 我给你包就是了 他的手掌修长有力 用力一捏 便能将那核桃捏得裂开 而且很快 便将里面的核桃仁取了出来 放在小碟子上 一个个的 一点破损都没有 整整齐齐的 苏管有些呆滞 一时间是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他见他不动 抬眼看他 阿管是不是不想吃 不是不是 谢谢李公子 我很喜欢吃 苏管后知后觉 才想起他喊自己阿管 他记得之前他问自己 日后可不可以喊他阿管 可是后来又少见他喊过 那就多吃些 哦 好 于是 两人便一个人捏核桃 一个人吃核桃 苏管见他捏得快 只忙着吃了 也没时间再问 清风别院后续的事情 该如何解决 吃了一会儿核桃 李玲又道 这松子好吃 虽是去年的松子 但却保存得极好 然后又说怕他伤手 给他包松子 苏管心想着 核桃都吃了 还差个松子吗 吃了吧 等他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在李玲这边 待了差不多一个时辰了 他见他没主意的时候 伸手摸了摸肚子 觉得被投喂的有点撑 苏管 真的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乃至于我吃成这样 他心里有些担心 若是一两次也便罢了 若是日后他时常这样投喂他 他得为自己的身材担心一下 李玲怕他吃多了核桃松子上火 又给他泡了一些降火的茶水 苏管正小口地喝着 便听到李玲的人前来禀报 公子 有消息传出 陛下斥责了金赵福尹 命他将烧毁的防射恢复原样 又命太子于东宫反省 此事外面已经传开了 苏管一惊 问道 此话当真 来人恭敬道 回郡主的话 自然是真的 属下可不敢胡说 蒙骗公子与郡主 第158章 影视钟南山 苏管闻言 终于是露出了一些笑容来 如此一来 此事便与你们公子无关了 皇帝既然是惩罚了金赵福尹 又命太子于东宫反省 定然是知道了 此事是这两人弄出来的事情 自然便与李玲无关 来人道 属下并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公子的事情 那便好 苏管松了口气 见李玲挥手让护卫退下 便同他道 此事定然是太子所为 又命金赵福尹 将此事栽赃到你的头上 好让他自己脱身 如今陛下查明此事 得知了你的清白 自然是不会再为难你的 说到这里 他嘴角微翘 有些幸灾乐祸 说不定皇帝见太子如此行事 心中正生气呢 有的他倒霉了 李玲见他眉眼弯弯的样子 脸上也有了笑意 如此 你便不必担心我了 苏管点头 我自然是不担心了 心头压着的事情没了 苏管觉得一身轻松 觉得今日的空气都新鲜了 李玲笑了笑 然后说起了院子的事情 之前和隋王换的那套院子 等过些日子这事情过去了 我便去看看 若是院子不错 那就休憩一下 若是觉得差了 再去寻一处宅子 说起这事 李玲想起了清风别院 又觉得有些可惜 起初的时候 他觉得 不过是一个有点特别的院子 他和苏管都看中了 他的院落构造 而且离近宁宫府近一些 他若是要回去见他父亲也方便 这都要休憩好了 却没想到 因这一点小事 一步步发展到今日这结果 沦为全世之争的牺牲品 一场大火之下 化为灰烬 苏管也觉得 清风别院可惜 不过可惜也没什么用处 如今李玲能抽身离开 没有被这一场争斗波及 已经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对比之下 人能平安 那院子就不算什么了 说起院子 我有一件事也要同你说 昨日你让人送来的银子 我细想了一下 想问你 这些银子 可要还给隋王殿下 毕竟如今的清风别院已成废墟 隋王殿下花了这么多的银子 换了这院子 却什么也得不到 怕是心中记恨你 若是要将银子送回去 我便让人将银子送过来 李玲道 这倒不必 隋王有所损失 却也不会记恨到我的头上 到底要对付她的是太子 隋王碍于名声 也不至于对付我 至于银子 你且收着就是了 我家中没什么长辈 也不晓得你们姑娘家 要买些什么东西 你看着喜欢自己买便是了 这是打算留给她做零花钱 苏管犹犹豫豫 一怕隋王怪罪 到时候李玲倒霉 二是 觉得这零花钱实在是太多了 拿着有些烫手 可这一万两也太多了些 若不然 等这宅院定下来了 我来负责院子休戚一事 苏管确实是不想再让李玲掏钱了 可是他也知道 这银子还给他他也不会要 倒不如拿出一些 用来用作休戚院落的费用 还有剩下的他便留下来 等到日后成了亲 他便拿出来备制一些家业 或是做别的用处 李玲想了想 也没有与他继续争论这点 于是便点了头 如此也好 等过一些日子 我先去看看院子 日后得了空闲 再带你过去 好 两人坐了好一会儿 瞧着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苏管便告辞离开 这边的月霜 努力地讨好这远游 怎奈远游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该匹柴的匹柴 不过因着月霜带来的这一群人 厨房小院的柴火 很快就被劈得差不多了 苏管让人去喊了月霜一起离开 月霜觉得心愿尚未达成 有些不愿意 但是苏管要走 而且现在不走 也要到稀释的时间了 于是也只能同意下来 临走的时候 他还依依不舍 眼巴巴地看着远游 远游被他 看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连看都不愿意看他 月霜略略有些沮丧 不过他也更加下定决心 一定要成为远游的徒弟 李玲将苏管和月霜送到了门口 扶着苏管上了马车 被他道 苏管的手中 还抱着李玲颂的两幅字画 一幅是他的画像 一幅是今日他写的字帖 他点了点头 那你 可得万事小心 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定然要开口 李玲含笑应下 好 苏管目光落在他身上 那我先回去了 路上小心 李玲目送苏管上了马车离开 直到马车消失了踪影 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 正想回去换一身衣裳 去见见昭王 却见远游鬼鬼祟祟地 在大门后面探出一个头来 你这是在干什么 远游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可算是走了 这岳家的小姑娘 当真是难缠得很 李玲看了他一眼 怎么 真的不想说个徒弟 人家可是镇国公府的贵女千金 公子你逗我 远游让开位置 让李玲进门 然后将大门关了起来 那些个姑娘家的 娘们唧唧的 我老远烦得很 公子 老远可是你的贴身护卫 你可得帮帮我 我可不想给小姑娘做师傅 李玲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接叹一声 远游啊 若不然你娶个媳妇也好 但我与六姑娘成了亲 大约几年之内 不会到处跑 你也好同人家相处相处 远游虽然一直跟在李玲身边 可真正挑选他 成为李玲身边护卫的是 李玲的父亲 远游比李玲要大上七年 如今已经是二十五了 公子饶了我吧 远游浑身上下都写着拒绝 他一个人自在惯了 也不想娶什么媳妇 而且他脾气也不好 人家姑娘若是跟了他 怕是要忍着他的脾气 受委屈 到时候又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烦心事 倒不如不娶呢 一个人自在 跟着公子好吃好喝的 有什么不好 到了以后 老远更是愿意跟着公子 饮食钟南山 钟南山 是是离城阁的不远的一处山 原本没有名字 当年李氏的先祖李帝师 将其取名为钟南山 做饮食之用 那里有防射电雨 是离城的一处圣地 说什么饮食钟南山 其实是说代李玲的孩子长成 李玲将离城交给他之后 便依据钟南山 不再过问一切事物 到了那时 一朝天子一朝臣 李玲身边的人 自然要另做安排 若是有牵绊的 可在新主子手下认领职位 继续效力 若是无牵绊的 也可以随着主子一同影视 第159章 测妃娘娘想见王爷 既然远游都这样说了 李玲倒也不勉强她 人生在世 不过都是图个开怀 怎么开心怎么来 行了 准备一下 入了夜 咱们去一趟昭王府 今日的事情 倒是谢谢她 李玲这边 打算走一趟昭王府 苏管则是将月双等人 送到了郑国公府门口 然后才回了靖民公府 她刚刚一进门 便有人守在那里 说是苏巡找她 苏管遂去了御华院 苏巡又将事情的经过 同她说了一遍 如此一来 你也放心了 既然不关李景元的事情 那日后 也不会有什么事情 苏巡沉瘾己顺 不过当日换院子一事 李景元在随王处 拿了银子玉石和铺子 也不知道随王是怎么想的 随王出了那么多银子 换了这清风别院 不到一日的时间便变成了废墟 就怕她心中记恨上李灵 到时候 李灵一个无权无势的学子 怕是要倒霉 若是可以 将银子还了保平安 也是好的 毕竟小命更重要 苏管道 父亲 此事我也问过李公子了 问他可是要将银子还给随王 李公子让阿管不必担忧 银子也留着 苏巡有些不信 说实在的 他确实不相信 李灵自己能将这事情解决了 不过他既然这样说了 姑且信个一半吧 待明日他再派人过去问问他 遭到了随王的记恨 既然他这样说 那便按照这个办了 你也累了一天了 你先回去吧 苏管点头 阿管多谢父亲 今日事情匆忙 其实苏管也是有很多话 要和苏巡说的 今日他在静宁宫和王室那里护着他 为他讨个公道 他心里其实是非常感动的 他的这位父亲 真的是事事为了儿女着想 便是他这个半路接手的冒牌货 也是感动不已 打从心底 将他当成亲生父亲一样敬重 父亲 阿管多谢父亲 今日为阿管说话 苏巡爸爸手 倒是不在意 也没啥事 回去休息吧 我是你父亲 难不成还眼睁睁地看着你受委屈 苏管望着他不说话 苏巡拍了拍他的肩膀 行了 去休息吧 你安安稳稳地 为父才能安心 莫要累着自己了 苏管许多话到了嘴边 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最终咬了咬唇 那阿管回去了 去吧去吧 苏管告辞离开了御华院 回到了管院 这会正是稀食的时间 他吃了稀食便歇了下来 昨日累了一天 今日早上又是处理苏福的事情 而后又是跑镇国公府 到了下午又跑了李玲那边 他确实也累了 入了夜 李玲便带着远游 悄悄地进了昭王府 与昭王说话 昭王道 今日此事 是东赵招待不周 陛下已经承接了 金赵府尹与太子 还望李家主莫要怪罪 李玲的语气温和 昭王客气了 不过是小事 昭王看着 对坐在他眼前的少年人 心中有些复杂 太子明明比李玲 要大上七八年 却学不来他身上的气度 若是太子有他的一半能耐 皇帝也不用如此忧心 皇帝下令太子 在东宫反省之后 哭作良久 昭王也陪了他许久 不免有些心酸 皇帝的心情 他大概也是能了解的 万里江山 自己的几个儿子 却无人能担得起这个担子 那是整个人都落不到实处 昭王想了想皇帝 然后又想了想自己 赵明辉和赵明岩不成器 但他好歹有一手 交出来的赵明展 稍微幸运一些 他百年之后 还有个人能撑得起这王府 昭王道 只是李家主的身份不便言说 虽说太子为储君 知晓一些事情 也不是不可以 但此时太子与隋王争锋 怕是牵连到李家主 若是日后 太子与隋王为难李家主 李家主便派人告知本王 本王自会解决 皇帝和昭王 也不是故意 瞒着太子与隋王李玲的身份的 只不过怕这两人之间的争斗 将李玲拉下水 原本这便是东照自己的事情 若是将李玲带了下来 很可能引发许多麻烦 李玲道谢 那便多谢昭王了 李家主客气了 此清风别愿一事 原本是我们的不是 昭王道 今日隋王派人查了李家主 李家主若是不想 让他知道什么 便尽早安排 李玲再次感谢 多谢告知 灵芝小了 两人坐了一会 李玲便告辞离开了 昭王命人送李玲离开 自己在院中站了这许久 心中很是复杂 太子乃是皇帝原配元后之子 元后也是昭王的嫂子 昭王年纪比皇帝小上七八年 他嫁过来的时候 昭王尚且年幼 对待他也非常的不错 元后生三子 已经有两子死在夺嫡之中 唯有太子这一子活着 昭王也有心护着太子日后的 可太子不争气 行事如此自私自利 他心中也有些担忧 他与皇帝的想法相同 偏心太子是一回事 可太子行事实在是不争气 担心这日后的江山社稷 无人继承 王爷 有下人前来禀告 侧妃娘娘想见王爷 说起侧妃 昭王便想起了昨日糟心的事情 眉头皱的死井 不见 你去告诉他 若是他再不安分 休怪本王不念情面了 昭王与昭王妃夫妻感情一般 昭王妃那脾气 偶尔也是难伺候的很 不过到底是他发妻 又给他生了两个儿子 该有的体面和敬重昭王 都是给他的 至于周策妃这人 皇帝和昭王的生母姓周 原本不过是个小氏族的女儿 昔日先皇在位的时候 生了两个儿子 才得了一个妃位 地位不高 直到皇帝登位 周妃做了太后 便想着将周家的女儿 塞给两个儿子 其中最得他心的姑娘 便是如今的周策妃 周氏出了一个太后 日渐有了猖狂的苗头 皇帝不愿宫中 再出一个姓周的妃子 让周氏族人更加猖狂 到时候 他不得不出手收拾了 可当时周太后又病了一场 非要让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 娶了周策妃进门 生一个周氏血脉的孩子 以保全周家的富贵 相比一下 一个周氏女所出的皇子 和一个周氏女出的王府庶子 孰能轻重 这兄弟二人都明白 最终昭王同意了 让周策妃进门 过了一年 周策妃生下了赵明辉 不久之后 周太后便轰逝 念在周太后的情分上 昭王一直容着周策妃 留在府中 也冷眼看着他耍心机 和昭王妃相动 只要事情不闹大 昭王也不管他的 可是这次 周策妃实在是太过分的 竟然敢对慕容宁下手 这让昭王心中万分恼火 连同周太后的面子 都不顶用了 第160章 周策妃 如今 慕容宁怀着的是 赵明辰第一个孩子 也是昭王第一个 将要出世的孙辈 周策妃竟然敢对慕容宁 和孩子下手 昭王怎么容得他 说真的 若不是 看在周太后的份上 昭王早就寻个理由 将他打发了 还容得他在府上 搅乱是非多年 来人闻言道 策妃道 若是王爷不去见他 他便 他便 昭王道 他便如何 来人低下头来 磕磕斑斑道 策妃说 策妃说 若是王爷不去见他 他便死给王爷看 带到了地下 定然告诉太后 说王爷不孝 不善待周家 昭王冷哼 那就让他死去 人活在在世 管好生前的事情便罢了 哪里管得了死后 生前震得住 这些牛鬼蛇神便罢了 哪里管得了 那死后 洪水滔天 来人可不敢回这话 不管昭王如何地不喜 这个被太后塞进来的周策妃 但是看在已故太后的份上 也容了他 昭王正想说什么 突然院子外面便有人喊道 不好了 不好了 策妃娘娘上吊了 不好了 不好了 昭王一听这事 便是心中再不情愿 也得跑一趟 昭王过来周策妃的院子的时候 周策妃已经被救了下来 在屋里哭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也好下去陪着太后姑母 免得在这里遭人嫌 我真是命苦 要是太后姑母还在 我如今的日子 也不至于这般艰难 哭着哭着 他几乎是要断气了 边上的婢女急忙是劝他 策妃娘娘莫要再哭了 王爷早晚知道策妃娘娘的好的 奴婢再也没见过策妃娘娘 这样心善的人了 昨日那是 分明就是王妃在害策妃娘娘 王妃心思歹毒 容不得人 简直是可恨啊 可不是 策妃娘娘 奴婢都说了 娘娘身为周氏女 太后娘娘的亲侄女 身份高贵 陛下和王爷都还是娘娘的表兄 他如此欺负娘娘 为何不告诉陛下和王爷 他们定然会为娘娘做主的 都是娘娘太过良善 这才被人欺负了 三人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瞧着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昭王站在门外 看着这几人演了一会 只觉得无趣 这些年 周策妃如何明理案里的挑衅昭王妃 昭王也看在眼里 若是小事 她也不管 若是太过分了 她暗地里也帮一帮昭王妃 若是她什么都不知道的 听了这些话 还当真是以为王妃欺负了她 让她在府中孤苦无依 忍气吞声 万分的可怜 甚至连昨日下手害慕蓉宁的事情 也是在王妃在陷害她的 昭王心知 这些话是说给她听的 然而她却不想听 旁的事情 念在太后的面子上 昭王也容了她 可是这一次 周策妃真的是惹到了她的头上 于是 昭王便招手喊来了管家 去安排一下 送周策妃去皇陵为太后祈福 她这般念着太后 本王也便成全了她 让她去陪太后 管家一愣 恍然地应了一声 是 昭王就站在屋子的门外 与周策妃等人 不过是隔了一道墙 而且她的声音并没有压低 里面的人 自然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周策妃自从昭王 踏进这院子 便知道她来了 这一场戏 也不过是她 演给昭王看的 一来她说起太后 让昭王念在 她是太后侄女的份上 宽恕她的过错 二来是告诉昭王 这些年昭王妃欺负她 甚至连昨日的事情 也根本就是昭王妃陷害她的 她是最无辜可怜的那个 三来 也是希望着昭王 能念起她的好 念起她的不容易 便是看在太后 和周家的面子上 分一些宠爱给她 自从她生下赵明辉 太后轰逝之后 昭王便没有在她的院中过夜 甚至连踏足她的院子的次数 都是一只手手地过来的 快二十年了 她竟然这般狠心 为此 周策妃心中恨昭王妃恨得要死 这个女人纯得很 可却占了王妃的位置 几乎是得了昭王所有的宠爱 甚至还有昭明展这样出色的儿子 得知慕容宁怀孕 便要为昭王天上第一个孙辈 周策妃简直是气得发狂 于是便有了昨日的事情 只是可惜 事情被赵明延撞见了 被抓了个正正 虽然说 那人并没有将她供出来 可是府上的人都能猜测 是她做的事情 王爷 王爷是您吗 周策妃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 后面的婢女也跟着她跑了出来 周策妃虽然年近四十 但是保养得宜 还是个年轻貌美的贵夫人 此时的眼泪婆娑 瞧着万分可怜 见了昭王 那眼泪更是瑟瑟地往下掉 犹如梨花带泪 见我游怜 然而 昭王却是个薄情人 根本就不吃这套 冷淡地看了她一眼道 既然你想着要陪着太后 本王也成全你 将东西收拾一下 明早 本王便派人送你去皇陵 为太后祈福 周策妃脸色大变 不敢置信地看向昭王 王爷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如此待我 昭王道 不是你寻死觅活 要去陪太后吗 本王如今成全你 周策妃脸色一白 当时便跪了下来 他想要去拉昭王的一白 昭王皱眉往后退了一步躲开了 周策妃扑了一个空 脸色更白了 昔日昭王便是再怎么不待见他 可是因着他是周氏女 太后的亲侄女 便是他做错了什么 也没有说过什么狠话 昭王此人 有一就是一 有二就是二 既然他已经开口了 便说明 这事情就很难更改了 周策妃心中顿时慌了 他急忙求道 王爷 是妾身错了 是妾身错了 妾身不该说王妃的坏话 妾身不该嫉妒王妃 这才做下如此错事 求王爷饶恕了妾身这一次 日后妾身定然安安分分的 王爷 明辉 便是看在明辉的份上 也请王爷饶了妾身这一次 明辉他还小 还尚未娶妻 可不能没有母亲啊 还有太后 王爷答应过太后的 会善待妾身 善待周家的 王爷 王爷 求王爷莫要将妾身送去黄陵 黄陵击苦 妾身 妾身受不住 第161章 陈妻 王爷 妾身再也不敢了 便是真念在太后姑母的份上 王爷 周策妃先前是假哭 如今倒是真的哭了 她是真的怕了 黄陵那地方凄冷 唯有犯了重罪后妃 才会送到那里去 说是什么陪伴仙人 实则是被厌弃丢在那里 了却残生 周策妃含泪苦求 却得不来昭王的回心转意 昭王道 去了那里 你好生地尽心 省得再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心思 日后若是分了府 我便让明辉去 将你接回来 若是你不安分 那便待在那里 陪着太后吧 之前不管她做什么 昭王念在周太后的面上 容了她 可如今 她敢对慕容宁下手 昭王却容不得 十月怀胎 再加上日后幼儿成长 若是周策妃再怀有心思 对孩子下手 到时候 后悔也来不及了 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她儿子岂不是要恨她一辈子 一个强塞进来 让她忍了二十年的女人 和自己亲手教导出来 满意的儿子继承人 傻子都知道 应该选择后者 昭王吩咐道 来人 替侧妃收拾东西 明日便将侧妃送到皇陵去 周侧妃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她爬了过去 扯住了昭王的衣摆 王爷 妾身知错了 妾身再也不敢了 求王爷饶了妾身这一次 妾身 妾身 妾身日后 定然安分守己 会敬着王妃 会照顾好府上的小辈 求王爷宽恕妾身这一次 妾身也是一时间被朱有蒙了心 这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王爷 一夜夫妻百日恩的 咱们还有明辉 您忍心这样待我 昭王拍开了她的手 定定地开口 若是你安分守己 本王自然是不会动你 府中的人也会敬着你这个侧妃 你有一子 明辉怎么说 也是我亲子 日后她的事情 我定然也会好生安排 有她日后孝顺着你 日子也不会差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动手对付老大家的媳妇 这么些年过去了 你也应当知晓 我最不能容忍是什么 最不该的 便是是对老人和怀孕妇人 以及幼儿动手 周策飞犯了她的大忌 周策飞闻言 像是遭了雷劈一样 一动不动 她摊坐在地上 一时间都不知道 自己身在何处 她只觉得 脑子一片空白 完了完了 昭王看着她这个样子 淡淡道 好生歇着吧 明早本王便派人送你去皇陵 昭王说完这些话 便转身离开离开 周策飞想要追上去 却被护卫拦了住 然后眼睁睁地 看着昭王走出了院子 大门缓缓地关上 一重大门 像是隔了两个世界 周策飞觉得天都塌了 她跑了过去 使劲地敲门 王爷 王爷 开门啊 开门啊 王爷 开门啊 大门是在外面落了锁 不管里面的如何拉门 都是打不开的 周策飞哭得绝望极了 想着这些年期盼的荣光 只觉得甘肠寸断 一日 昭王府便派人将周策飞送至皇陵 昭王府的事情 都是自己捂着 也便是少有的几个知道内情的 但知道的人碍于昭王府的脸面 也不敢将周策飞做的事情宣扬出去 故此 外面的人知知道 周策飞去皇陵为太后念经去了 世人还称他一声孝顺 哪里知道周策飞自己苦成皇帘 周策飞这事情 只是起了一些水花 许多人的目光还放在东宫那里 心里猜测着 皇帝的心里在想什么 太子什么时候能出来 有不少人猜测着 皇帝是不是对太子不满 心生废太子之意 有墙头草 更是往隋王这边倒来 日子过了半个月 清风别院和附近的院落都在建造 太子于东宫每隔三日 递上一本告罪书 皇帝看了之后仍旧觉得不满 让他继续反省 隋王这边倒是查到了李灵的消息 只知道 他的母亲是归宴城石桥村人士 父亲姓李 具体姓名不知 是个爱好远游的游子 据文学识渊博 见多识广 世人称李先生 李先生至归宴城 遇见了一位姓时的姑娘 对他一见钟情 不久后结为夫妇 几年之后 生下一子李灵 李灵三岁 李先生带妻儿离开 说是回老家去 李家人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七年之后 这位李先生的夫人过世 说是要回故土安葬 李先生 父子二人扶官回石桥村 将这位李夫人安葬 而后父子二人再次离开 李灵出现在石桥村的时候 是两年前 回来拜祭了母亲 又在石桥村住了下来 甚至在归宴城的书院读书 参加科举 看起来一切都有迹可循 若是要说不明白的地方 大概是这位李先生的身份 具体名字叫什么 是哪里人士 故乡又在何处 隋王看了看 虽然觉得有点疑点 可这会儿 却也没有时间 再去深究这件事 因为他等了半个月的证据 终于送到了帝城 隋王拿到这些证据 当时便召见了 自己的几位信得过的幕僚 开始商量此事 太子犯下这样的错失 网大的说 太子之位不保 网小的说 明心尽失 动摇根本 日后再也无法与隋王争锋 一群人商议了许久 皆是一脸的兴奋 像是看到了胜利的光 日后若是隋王登位 他们这些人可都是帝王心腹 说不准 他们就是下一个静明宫 商量许久后 隋王才开口 此事便交给平板侯 平伯侯文言 立刻站了出来 属下绝不辜负王爷的信任 隋王道 陈妻也交给你了 若是他出了什么事情 本王为你是问 是 陈妻 是隋王的人 从青州带回来的人 是前任青州福尹之子 陈福尹是个好官 太子在青州搞这些动作 被他发现了 他便想着上报朝廷 奈何太子早派人盯着他 得知他的动作 便派人杀了他 放了一把大火 将陈家老小烧死 陈福尹唯一的儿子 陈妻逃了出来 一直折服在暗处 知道有人在查太子的事情 他便在暗处盯了很长时间 得知来人是隋王的人 他便站了出来 想要为父报仇 并且送上了当日陈福尹 留给他的证据 有陈妻这个人在 太子完了 第162章 陈世子状告太子 次日在平百侯的陪同下 陈妻于大理寺击鼓鸣冤 状告太子 一告太子与青州敛财 加重赋税 勾结官员 使得百姓名不聊生 二告太子 杀害青州前任福尹陈福尹 杀尽满门 手段残忍 他为陈世子 逃出升天 保住了一条性命 却不愿放过杀害他父母全家之人 故此站了出来 只希望大理寺与陛下 能给他一个公道 给天下一个公道 给青州百姓一个公道 此事一出 地城一片哗然 太子一党得知此事 当时是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有些受不住的 当时就晕了过去 宋太夫摔了手中的一只茶盏 气得发抖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这等事情也做 他当真是疯了 做了也就罢了 可非得给人抓住把柄 便是要灭口 也没灭干净 宋太夫原本是天子之师 又被天子指来教导太子 他的亲孙女 如今又是太子正妃 若是太子出了事 宋家也落不到什么好下场 宋太夫的大儿子宋典着急地问 那现在该如何是好 若是太子出了事 太子妃该怎么办 咱们宋家该怎么办 宋太夫闭了闭眼道 如今想来也只有除了陈妻 陈妻若在 便是活生生的证据 能指证太子 可若是不在了 还有一线生机在 宋典道 陈妻如今被随王的人护着 我们应该如何下手 陈妻这个关键的人物 随王怎么可耐让她出事 保护她的人 也不晓得有多少 宋太夫道 此事不成也得成了 派府上的死事过去 不惜一切代价 除了陈妻 宋典愣了一下 也只得硬下来 若是太子倒霉 宋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虽然说 死事难得培养出来 可是如今 到了家族兴衰之时 便是不舍得也能舍得了 陈妻撞到太子一事 也将大理寺卿吓了一跳 问清楚事情的缘由 又是觉得愤怒 又是觉得担忧 东兆不过九州 这一州府尹也不过九个 坐到这个位置上 在朝堂上也是大官了 大理寺卿自然是知道 一年前青州府尹一家遇难的消息 只说是失火 一家老小无一人幸免 派出去查案的人回来 说是意外失火 结案之后 很快便安排了新的府尹过去 却没想到 这其中还有这个事情 此事关系太大 又是事关一国储君 而且 陈妻提供的证据 又是明晃晃的 大理寺卿不敢妄自审案 只得将此事立案 说奏明陛下再审 而后又取了一些证据 转身便进宫去禀明皇帝 皇帝听闻大理寺卿说了此事 又看了城上来的证据 便是他再冷静 也指不住黑了脸 大理寺卿跪在地上 许久才道 不知陛下 此事臣该如何处理 案例 臣要请太子殿下 上大理寺受审 大理寺卿说罢 便低下头来 他就是一个官 虽然是审案的官 可到底是陛下手下的官 说出要审太子这样的话 他都担心自己 下一刻就要掉脑袋 许久之后 他才听皇帝问 何时审查此案 大理寺卿低头 请陛下示下 皇帝缓缓地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道 明日便审吧 正明日便派人将太子送过去 你该如何审便如何审 来人 你指 命昭王与宋太父明日陪审 大理寺卿心肝都在颤抖 心道 要是真的审下去 按着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律理 这太子殿下 还有命在吗 陛下 退下吧 大理寺卿欲言又止 文言也指得离开 大理寺卿离开不久 太极宫便宣了御医 昭王火急火燎地进了宫 昭王来的时候 皇帝正在喝药 见昭王过来 便挥手 让边上的人退下 皇兄可好些了 皇帝道 好些了 你坐下吧 昭王见皇帝耳并出天的银发 当时只觉得心酸 皇兄可要保重身体啊 皇帝和昭王二人 兄弟之间相差七八年 是真的兄友弟公 互相扶持的 过了大半辈子 虽然两人夺得了皇位 哥哥做了皇帝 弟弟也做了昭王爷 可是哥哥总是担心 弟弟日子过得不好 有什么不会少了弟弟 弟弟总是担忧 哥哥的不容易 日夜操劳 皇帝爸爸手 我晓得了 你坐吧 昭王过去 接过他的药碗 放在一旁的暗机上 这才在旁边坐下 我方才进来的时候 在殿外 碰见了隋王明王 还有九皇子 他们都在担心皇兄 皇帝压了压嘴角 朕不想见他们 昭王道 陈家人在大理寺 告了太子一事 今日在地城之中 便传开了 皇兄打算如何 太子此事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若是皇兄信得过弟弟 便让弟弟去查一查 皇帝道 如今的青州府尹 是孙家的人 陈府尹一事 也是孙家的人查的 如今陈家的人站了出来 此事八成是真的 皇帝的脸色很差 太子 太令人失望了 若是之前 清风别院的事情 太子让他觉得生气又失望 觉得太子没学好 没有一个储君该有的度量 行事颇有些自私自利 而且不顾后果 没有眼力 可是今日这事情一出 却让皇帝看清楚了太子这个人 也彻底对他失望了 摇曳百姓 残害忠良 俨然一个昏君 若是由他登位 东赵的江山早晚的一主 或是风烟再起 赵王看着皇帝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要说惹是生非的儿子 他也不是没有 赵明辉性子暴躁 时常都是要发一发疯 如不然便是到处惹是生非 许久之后 皇帝问赵王 你觉得明辰如何 赵王愣了一下 回味过来的时候 差点跳起来 皇兄 赵王觉得嘴巴有些发干 此事 此事不可 皇帝这会儿 倒是冷静下来了 对比他的几个儿子而言 赵明辰确实是很好的 他优秀 有胸怀 有能力 办事严谨当 也不会仗势欺人 若是有人求到他面前 他也会帮助一二 皇帝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个侄子 很多时候他都在想 为何不是他侄子 不过现在都不重要了 皇帝道 太子不能为君 第163章 若我有一子如名斩 皇帝心中万分复杂 即便太子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儿子 可他不单单是一个父亲 还是异国之君 不能因为偏爱 而不顾江山设计与百姓的生死 若是此事为真 太子连压迫百姓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如何能放心将天下交给他 昭王道 陛下还有隋王明王九皇子 皇帝道 明王懦弱 九皇子今年六岁 至于隋王 皇帝脸上闪过一些可惜 最终还是摇头 赵氏不能为外妻 虽然同为姓赵 可此赵却非比赵 皇族赵氏于益州起世 最终建立了东赵 时间不到七八十年 而赵贵妃的赵 则是帝城的赵氏一族 天下大士族之一的赵氏 赵氏背后势力盘根错节 士族之中多有牵扯 深远一些 还有一两百年的士族 昔日皇帝为了夺嫡 娶了赵氏女为侧妃 而后又为贵妃 赵氏一族已经荣华至极 与其交好的士族也跟着沾光 虽然这些年 皇帝有意压制士族 可到底这些百年望族 做事又滴水不露 天下的百姓 又受其恩惠良多 皇帝也不敢 做得太过了 若是隋王登位 赵贵妃为太后 东赵皇族一脉流着 这个士族的血 赵氏成为外戚 胭脂这日后 皇族这个赵 到底是那个血脉 皇帝是怕隋王 偏向这些士族 又怕隋王斗不过他们 最后 皇族成为这些士族的傀儡 故此 隋王也不能登位 细数下来 皇帝这几个儿子 都不是狠行的样子 他只得将目光 看向赵明展 到底是他们兄弟二人 夺回来的江山 总不能便宜了别人 赵王过了一会儿 也冷静了下来 他道 此事不妥 皇位固然很好 可若是真的争起来 赵明展想要这个位置 太子能同意 隋王能同意 还有另外两个能同意 如此一来 必定是要见血的 昔日昭王和皇帝为了夺位 杀了好几个先皇的子嗣 但是当时也没办法 几个异母的皇子之间 仇很深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赵明展如今为昭王世子 日后便是昭王 他什么都有了 又不是皇子 何必趟这个浑水 皇帝道 我晓得你想什么 可是你也该晓得 如今这情况 若我有一子如明展 何故有此想法 怪只怪他的儿子都不争气 昭王欲言又止 皇兄 行了 吴无事 你回去吧 皇帝道 明日大理寺审案 正应了将太子送过去 大理寺亲主审 你与宋太父陪同 宋太父乃是太子妃的祖父 定然会为太子说话 大理寺亲是个公正的人 正指了宋太父过去 且看看他们如何言说 算是给太子一个解释的机会 朕派你过去 是怕宋太父压制大理寺亲 明日你便代表 朕亲灵 好生看着 若真的是太子错了 也不能包庇他 昭王应了一下 陈帝晓得了 陈世子撞告太子一事传开的时候 苏管正在和李灵一同看院子 因着前面清风别院的事情 李灵趴在起事端 最终还是将隋王换给他的院子放弃了 另外寻了一个不错的宅院 宅院有三境 除了主院之外 还有四个院子 另外还有一个大花园 虽然比不上清风别院精致 但够大也宽敞 休气一番 日后暂住也是够了 毕竟两人成了亲之后 李灵也不打算待在地城 要带着他回归宴城去 那边的屋舍 倒是按照清风别院建的 日后住起来也舒服 前几日 李灵请静夫人将下聘的日子 送到了静宁公府 定了下个月初时 也就是久久重阳的第二日 聘礼的事情 李灵也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等过得大礼 定了亲 两人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未婚夫妻了 两人看了院子 苏管又提出了包揽休憩一事 李灵自然是同意了下来 待此事完毕 两人去一处酒楼吃饭的时候 便听说了此事 苏管惊得不清 太子如何会做这样的事情 说起来 太子也是一国储君 怎么会做出压迫百姓 残害官员的事情 此事两人在一处名为汇翠楼的酒楼二楼 一处雅间之中 开着窗户 便听到底下的人在议论纷纷 有些愤怒的人已经开始叫骂太子 李灵道 如何不会 若是不会 便没有了当日清风别院一事 便是先前太子为苏染戒清风别院一事也就罢了 可在静宁宫的寿宴上 他竟然开口替学子戒 康他人之楷 行遍己之事 实在是自私自利 再来火烧清风别院 更是不顾百姓生死 说太子为了钱财压迫百姓 残害官员 李灵便是不知道内情 也觉得是有可能的 苏管叹了口气 那你说 太子会如何 如何便不关我们的事情了 六姑娘多吃贤 我瞧着你都瘦了 苏管心想 确实是不关他们的事情了 便是太子被拉下马 也与他无关 与静宁宫府无关 虽有一个苏染在太子东宫 可到底不过是个妾室 而且 静宁宫府打定了主意 不和东宫走动 多吃贤 李灵道 若是得了空闲 改日带你去看枫叶 去钓鱼 我见静家在地城外面有个田庄 那里种了不少的果树 养了鱼 种了莲 若是你想去便带你去看看 苏管眼睛一亮 当真 当真 不过 事情成不成 且看三爷同不同意了 苏管逆了他眼 脸色微红 狡猾 听他这意思 是想让他去问苏巡 真的是美得他呢 想约会 又不想面对老丈人 哼 李灵失笑 可不是 若是我再将你带出来 三爷怕是要生气了 今日我去接你之时 我眼瞧着三爷是想打我 苏管笑了起来 然后又听他道 原本是想陪你一同过中秋的 只是太子仪式出了 今年的中秋 怕是寡淡无味了 再过两日 便是中秋佳节了 苏管想了想 然后道 那我便问问 李灵一笑 那便多谢六姑娘体谅我了 不是他想让他去面对苏巡 只是他想将苏管带出来一趟不容易 一次两次倒是还好 若是次数多了 苏巡根本就不会答应 到时候 他怕是连苏管的面都见不着 直接被拦在苏巡那了 若是苏管亲自去说 苏巡定然是不会拒绝的 偏偏他想见他 只得用些心机了 第164章 苏若寻求庇佑 但下次与他看过了枫叶 他也要出去走走了 或许到明年 他才会来到地城 多吃些 李灵拿着公块 给他夹了一些菜 都是他喜欢的 之前他有问过小桑他的口味 知道他的偏好 苏管心安理得地接受对方的头位 一餐饭必 李灵便送了苏管回静宁公府 再次回到自己居住的院子时 便有人来报 仔细地说了青州一案 李灵随手写了一副字帖 听手下的人说完 手中的字帖也刚刚完成 他将手中的笔放下 然后道 派人保护陈妻 本公子要他活着 是 苏管回到了府上 先是去见王氏 碰巧在王氏那处 碰见了苏若和两个孩子 苏管微哑 大姐今日怎么回来了 苏若脸色有些尴尬 道 回来住几日 陪陪祖母 王氏虽然脸色有些不好 但是也没说出感人的话 他道 若灵院还空着 你自己让人收拾一下 爱住几日便住几日 苏若松了一口气 多谢祖母 自从苏若在杨氏寿臣那日 将杨氏做的事情捅了出来 让杨氏和静宁公府丢进了脸面 便颇有些撕破脸的意思了 今日他来求府上庇佑 他也就料到了 王氏对他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不过他都无所谓 不将他赶出去便行 平板猴领了隋王的差事 保护陈妻 可是此时太子一党 势必是要陈妻死的 平伯猴思量过后 为了陈妻的安全 将其接到府上 可若是接到府上 府上的妇人和孩子 便会陷入危险当中 于是平板猴两胸地想了一下 让平伯猴夫人和苏若 各自回娘家去 苏若心中再不怨 可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安全 也只能来静宁公府寻求庇佑了 好在苏福被禁足 杨氏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若不然 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呢 王氏脸色仍旧不好 行了 你也累了 带着孩子去收拾收拾 去休息去吧 是 苏若硬了下来 然后便带着他两个孩子 告辞离开 苏若为平板猴府二爷 平成生了两个儿子 大的那个今年已经三岁了 小的这个还在强宝之中 两个孩子 有都有奶娘抱着 看起来养得还算不错 苏管看着苏若一行人离开的背影 微微有些失神 王氏喊了他一声 阿管回来了 院子看得如何了 祖母 苏管忙是上前去 那院子极好的 来源的清楚 前面的主人是一个富商 那富商做生意亏了钱 将院子卖了 回故土去了 院子虽比不上清风别院 精致别致 倒是也宽敞 有正院和三个小院 还有一处花园 也够用了 王氏点头 院子差些便差些吧 他是生怕再出 清风别院那样的事情了 如此也好 院子一世经了这么多的波折 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 定下来便好 从王氏那处出来 苏管又去了一趟御华院 将事情又同苏巡说了一遍 这才回了自己的院子 大家士族唯一的不好之处 便是在此了 姑娘家出门一趟 实属不容易 出门之前要先去征求长辈的同意 回来的时候 还要一一禀报结果 稍微没有点耐心的人 早就烦了 不过这一日一夜 确实是很不太平的 白天还好 到处闹哄哄的 议论着此事 有些人不敢在明面上说此事 私底下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说 有些不怕死的 还扬言要上万民书 请陛下处置太子 等入了夜 像是有乌云遮盖的天空一样 变得阴沉沉的 连夜间的虫鸟 也都忘记了鸣叫 那夜风 坐在床边的木榻上 一边看书 一边吃王威系 今日送来的小月饼 王威系虽然有些腼腆 但却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 坐衣裳做点心很有一套 这些日子 她来的府上 倒是时常往厨房那边跑 各个院子里 每日都有新的点心送来 苏管和苏罗都很喜欢吃 便是不爱吃点心的苏巡 也偶尔吃上一块 因着过两日便是中秋 王威系这两日 一直在捣咕月饼 因着外面的月月饼个头不小 她就想着做成小月饼 一个个的 只有一小块糕点一样大小 瞧着非常的精致 两口下去就是一个 也方便姑娘们吃 自从王威系来了之后 苏管已经好几日吃撑了 她都觉得自己要胖了 夜风有些大 吹得边上的灯烛火摇曳 小桑在一旁道 郡主快别看了 夜里看书商演 咱们明日再看 苏管看着书斋新出的画本子 正是起劲的时候呢 之前李氏的两个铺子 给她用来练手 一家是书斋 另一家是个成衣铺子 顾客也都是普通人 苏管便命人做了一些 简便的款式挂上去买 奈何款式太过新鲜了 穿出去方便是方便了 倒是更引人注目了 这让普通人很不喜欢 而且一件成衣的价格 足够买两件衣裳的布了 谁人家的妇人 连一件衣裳都不会做 还去浪费这个钱 于是那家店生意也没起来 李氏将她关门了 倒是这一家书斋 因着苏管提点了一下 说了几个大致故事框架 然后请了先生将其写成画本 再请学子们抄写 结果画本子倒是畅销了起来 也带动了店里的生意 我再看一会儿 快完了快完了 小桑不一 郡主已经是第三次一会儿了 苏管道 最后一次就完了就完了 哎呀 小桑 莫要抢我的画本子 苏管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 该依旧是开开心心的 因着得知太子要倒霉 他心中还有些高兴 觉得他活该啊 只是同在府上 另一个院子里的苏若 没那么好运了 入了夜 这两孩子便不停地哭 奶娘都哄不好 只有他自己来哄 哄完这个 那个又开始哭 一直不停地往复 弄得他心力焦脆 好了好了 莫要再哭了 再过几日 再带你们去见你们的父亲 苏若也是担心夫君 被两孩子哭得自己 也有些想哭 隐隐的也有些后悔 虽然富贵荣华很重要 可人也很重要 若是平成出了什么事情 平摆侯府出了什么事情 他和两个孩子 该怎么办呢 早不该烫这个浑水的 苏若咬了咬唇 有些后悔 不过是到如今 后悔也没什么用了 第165章 如紫活 晨妻死 下半夜还下了一场雨 夜风森冷 大雨瓢泼而下 许多人都待在屋里 不敢出门 觉得是风雨欲来 将有大事发生 同样的 也有不少人将目光 投向平摆侯府 得知了平摆侯 请了晨妻上门做客 又命人 将府上的两位夫人 送回了娘家 心想着 是不是要出什么事 下半夜 大雨下个不停 平摆侯府 引在了阴暗当中 平摆侯与晨妻 上书府的人说了什么 平常脸色很不好 杆不见了 平摆侯脸色大变 什么 平摆侯与平成两兄弟 各自有两个孩子 都是儿子 嘎儿便是平感 是平摆侯的小儿子 今年才五岁 昨日 隋王将保护晨妻一事 交给了平摆侯 今日早上 平摆侯与晨妻去大理寺 平成先是送了大嫂和侄儿 回娘家上书府 而后 又送苏若和两个儿子 回静宁公府 平摆侯的妻子平摆侯夫人 是公布上书嫡次女 身份也不低 上书府比不得静宁公府安全 但也比这平摆侯府 虽然说平摆侯也想将妻儿 送到静宁公府的 静宁公府武将之家 整个府邸如同铁桶一般 安全是很有保证 可静宁公府 苏若平成这两个孩子去 也就罢了 毕竟是静宁公的血脉 府上的大姑奶奶 但是平摆侯夫人若是过去了 人家可未必会开门让人进去 平摆侯想要这个从龙之宫 想要荣华富贵地位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 人家轻生地回去求庇佑也就罢了 旁的人 人家可不管 也不想掺和 平摆侯问 杆何时不见了 平成道 刚刚 尚书府的人来报 说是杆 去了一趟茅房 久久不出来 人进去看的时候 已经不见了 嫂子已经哭晕过去了 平摆侯脸色很不好 正在此时 有人护卫匆匆进来 然后奉上了一张纸条 平摆侯接过来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 如此活 沉妻死 平摆侯脸色瞬间就变了 平感之事落在了那些人的手中 平成将纸条拿过来一看 脸色同样也难看 他比不得大哥的聪慧 这个时候有些无措 大哥 现在该怎么办 杆落在他们的手中 那可是凶多吉少了 平摆侯看向一旁 戴着面具的陈妻 对方自然知道 这边有什么意外 但是也不在意 依旧是淡淡地 看着外面风雨交加的黑衣 听着耳边的声响 平摆侯呼吸一口气 使得自己冷静下来 他对平成道 莫慌 平成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杆他 平摆侯看向陈妻 心中想得很多 隋王不便亲自出手 免得被人灌上 兄弟香残的名头 因此将此事交给他来办 又将陈妻交给他 显然是对他的信任 若是他为了子 将陈妻交出去 或是弄死了陈妻作为交换 弄砸了此事 那隋王必定大怒 日后他也休想有出头之日 或是因着此事 隋王以为他背叛 日后定然不会放过他 可若是力保陈妻 那他的儿子敢 怕是性命不保 平摆侯闭了闭眼睛 然后道 我先想想 平成一愣 大哥 平敢可是他的亲生儿子 难说想想 那不是有横权利 必要放弃的意思 平摆侯道 若是此事办不好 日后咱们 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既然他们已经投向隋王 那势必 要为主子卖命的 便是死了也不能退 更何况是这样 扳倒太子的大事 若是在他们这里出了事 那可是大罪 平成文言 也是脸色发白 道理他知道 可 可是平敢是他的亲侄子 他大哥的亲儿子 这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那可怎么办 平伯侯想了想 然后看向陈妻 陈公子 陈妻转头看他 缓缓开口 侯也是打算将我交出去 或许是带了面具的缘故 他的声音闷闷的 有些沙哑 平伯侯道 定然是不会的 王爷将陈公子 交给本侯保护 若是陈公子出了事 本侯定然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本侯想求陈公子一件事 陈妻问 何事 平摆侯道 本侯想用陈公子换杆 到时候 本侯定然会保护 陈公子的安危 平伯侯言下之意 是想假意答应 等到了那时换人 救了他儿子 又将陈妻护住 如此两全其美 陈妻道 侯爷言下之意 是想我去冒险 平摆侯道 本侯定然会护着陈公子周全 陈妻却不答应 侯爷 并非我不答应呢 你不是傻子 对方也不是傻子 只要我一出现 对方便想方设法要我的命 我命危矣 令公子虽为侯爷亲子 却与我关系不大 若是我出了什么事情 那我陈家之仇如何报 我陈家的血脉 如何延续 陈妻是惜命的人 陈家上下 只剩下他这一条血脉 他要担起传承香火的担子 也要担起为亲人 报仇血恨的担子 怎么可能为了一个 小孩以身犯险 去做九死一生的事情 去谋这一线生机 说他狠心也好 说他无意也罢 他都是不能答应的 平摆侯听他这样说 脸色也很不好 若是陈公子答应 本侯愿意拼死户 陈公子安危 若是陈公子出了事 本侯愿以命谢罪 平常脸色一变 大哥 万万不可 陈妻不信他 以命谢罪 到时候我的死了 要你的命何用 便是我死了 你未必真的以命谢罪 你为侯爷 家中有妻儿老小 如何甘愿去死 不过是一句誓言 违背罢了 纵使在心中愧疚 可过了几年 照样忘了得干净 我不信你 也不愿冒险 平摆侯脸色一冷 陈公子如此 也别怪本侯不客气了 陈妻冷声问 我倒是想看看 侯爷要如何的不客气 第166章 交换 平泊侯命人 将陈妻绑了起来 同时也派人过去交涉 说他愿意将陈妻交出去 但是他要当场 拿陈妻换他的儿子平感 需要对方将他儿子 带来平摆侯府 平摆侯一生 都想着重镇 平摆侯府的门楣 再次回到顶端的权贵之中 可他到底还是个有良心的人 实在是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亲儿子出事 事到如今 也只能拼一把 到时候 他便是拼了命 也要将陈妻保护周全了 平摆侯算得准 虽然他让陈妻去冒险 可若是陈妻完好 隋王便是说他几句 但念在他是为了亲儿子 也不会为难于他 不过 一定是要保住陈妻就是了 若是陈妻出事 又是因为他自己的私事 牵扯出来的 隋王定然是要怪罪的 平摆侯吩咐下去 一会儿不惜任何代价 一定要保住陈妻 陈妻被绑了起来 坐在椅子上 平摆侯命人 将他的面具扯了下来 然后道 陈公子 非但本侯愿意这样对你 只是我儿如今危在旦夕 本侯不能不救 陈妻冷笑 眼里都是讥讽 所以便让我去犯险 我算是想明白了 你们这些人 一个个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太子也罢 隋王也罢 你也罢 用到我时 才会护着我 若是有什么事情 第一个将我推出去的 便是你们 少在这里惺惺作态 平摆侯道 此事都是本侯不适 委屈陈公子了 事成之后 本侯定然给陈公子赔不是 陈妻失笑 真是委屈我去死了 平摆侯道 本侯一定会护陈公子周全的 陈妻 信你早点死 平摆侯见他如此 也歇了 与他说道理的心思 只是让下面的人 去准备一会的事情 平摆侯提出的条件 对方同意了下来 说是立刻将平干带来府上 两人就在府上交换 一炷香之后 半个小时 便有黑衣人 带着还在昏睡之中的平干 来到了平摆侯府 双方人马冒着大雨 在平摆侯府一处花园 作为交换 平摆侯看了一眼 平干被人抱着 还撑了一把伞 瞧着安然无恙 夜里黑漆漆的 大风吹起 院中的树木绿植摇曳 大雨瓢泼落下 身上的衣服被雨水打湿 又被大风一吹 鼓鼓地撑了起来 平摆侯看了一眼平干 然后道 我要知晓 我还好好的 对方来的是一群身穿黑衣 头戴斗笠斗笠的人 站在中间是市领头人 他闻言 便有人取出了一个白瓷瓶 放到平干鼻子下面闻了一下 平干悠悠醒来 下一瞬间看到对面的平泊侯 他顿时挣扎着叫喊了起来 父亲 父亲 父亲就敢 父亲 领头人突然伸手掐住了平干的小脖子 对平泊侯道 将陈七交出来 平摆侯道 陈七就在我身边 你先将我放了 领头人压着声音 冷声道 少废话 先让陈七过来 我再将你儿子放了 平泊侯道 你先放了我 领头人不悦 掐在平干脖子上的手紧了紧 平干差点被掐断气 他的眼泪大磕大磕地往下掉 父亲 父亲救我 父亲救杆 杆莫怕 平摆侯捏了捏拳头 却听领头人道 我们对你儿子的命不感兴趣 我们只要陈七 让陈七过来 平摆侯道 不如这样 你我以中间为戒 我派人将陈七送过去 你派人将我送过来 在中间交换 在此之前 我们都不能上前 如何 可 于是 双方便各派出一人 将人送上来 陈七心知上前就是危险 很不愿意 可这个时候 也容不得他不愿意 平摆侯派出一人 将他压了上去 对方也派出一人 将平杆抱了出来 双方在中间位置进行交换 平摆侯的人 将陈七交给对方 对方将平杆给了平摆侯的人 交接完毕的一瞬间 平摆侯的人抱着平杆 往地上一滚逃离 平摆侯大喝一声动手 身后的人 顿时抽出了身边的长剑冲上前 然而 压着陈七的黑衣人 突然在腰间抽出了一把匕首 只往陈七的心脏刺去 他们只想要陈七死 平摆侯脸色大变 提剑便冲到最前面 他的武功极好 尤其是速度 快如闪电 可是他的速度再快 黑衣人离陈七的位置太近了 不过是一瞬 那硬着寒光的匕首 就要刺入陈七的心脏 正在此时 对面又射出了不少的箭矢 一瞬将至 那要杀陈七的黑衣人 显然是不要命的 连躲都不躲 若是平摆侯此时去救陈七 必定是顾不上自己 估计就要被这些箭矢 戳成马蜂窝 料想结果 不是他死 就是陈七死 平摆侯的脸色都白了 陈七也不是一个甘愿去送死的 正在匕首落下这一瞬 他的身子往地上一抖 往地上倒去 堪堪保住了性命 也便是此时 突然半空中有一只烟雾弹爆开 瞬间烟雾弥漫 看不清人 陈七被人拉了一把 从迷雾中被拎了出来 来人一身黑衣 武功极好 纵身一跃 便拎着陈七飞上了墙头 消失不见了 平摆侯拿剑挑开了 飞袭而来的箭矢 等到浓雾散去 陈七已经不见了 于是双方打了起来 陈七被人拽着飞上的墙头 快速地在屋顶上飞跃 不一会儿 便落入了一个僻静的小院子当中 这个时候 对方才将头山的斗笠拿了下来 是一个轻正年纪不大的年轻人 那人道 在下奉公子之令保护陈公子 陈公子今夜便在此处住下 明日一早 在下便将陈公子送回平摆侯府 陈七道了一声多谢 他倒不会傻到去问 侍奉哪位公子的令来救他 对方估计是也想对付太子 觉得他是个关键人物 不能死罢了 不过对方救了他的命 也算是有恩于他 他将此事记在心里 若是有机会 再回报这位公子就是了 陈七道 陈某不愿再回平摆侯府 不知道阁下 明日可否送陈某去大理寺 平伯侯奉命保护我 却未能将自己的妻儿保护妥当 末了还闹我做人质换他儿子 害得我险些丧命 我虽不能伤他 但却不甘让他在隋王面前得脸 说到底 还是平伯侯拿他换瓶杆惹了他 他想要让平伯侯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对方想了想 然后应了声 可 多谢 第167章 陈七失踪 平伯侯这边打了一场 将不少黑衣人留下来下来 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流出来的血都染红了地面 石板缝隙的泥土都是红的 黑夜之中 似乎这狂风暴雨 更加猛烈了许多 对方见识不妙 陈七又失踪了 余下几个人 干脆便跑了 平成带着人就要追上去 却被平伯侯拦了住 平成 大哥 不追吗 平伯侯咬牙道 先找陈七 平成道 那陈七该不会是他们带走了吧 这该如何是好 平伯侯道 不会 方才他们 只想杀陈七 陈七死了就是了 何必再弄得这么麻烦 将人劫走 劫走陈七的人 定然另有欺人 平成一想 也觉得有道理 然后又听平伯侯道 你先带人去找 我先去见王爷 请王爷多派一些人去找 平成擦了擦脸上的雨水 可是大哥 若是王爷知晓了此事 你我定然落不着好的 平伯侯道 且管不了这么多了 先把陈七找回来再说 平伯侯如今也顾不得 随王知道此事之后 有什么结果 先把陈七找回来 才是最要紧的 是 大哥 下半夜的雨水 渐渐地停了下来 也不知道 今夜有多少路人 马在寻找陈七的踪迹 整个地城 几乎都被人摸了个底朝天 却无意人发现陈七的踪影 陈七这一夜 是连睡觉都不敢睡 生怕自己一睡过去 就被人摸了脖子 再也醒不过来了 他看了看对面的年轻人 在黑夜之中 点着一盏油灯 慢慢地看着手中的一本书 看上去像是一个读书少年人 又像是隐在暗处的下侠客杀手 来无影去无踪 屋外不远处 仍有热闹和喧嚣声 偶尔传来的姑娘的娇笑 和男人的大笑声 陈七听了一会儿 大约是能想到自己 是在某一处位置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外面的大雨 也彻底地停了下来 不一会儿 天边便有了一些亮色 那一点亮色慢慢地扩大 天空也越来越亮 皇城之中有钟声响起 又到了朝会的时间 百官穿着官服 踏过地面积水 陆陆续续地进了太极殿 有几位还凑在一起 小声地说着青州之事 据闻皇帝下令封了东宫 又命人去青州抓拿 现任青州孙服役 有言官万分愤慨 觉得一会儿定然要执剑 要陛下秉公处理 承治太子 百官等啊等 却没有等到皇帝的到来 最后匆匆赶来的是昭王 昭王站在百官面前 挣了正脸色 这才到 陛下今日身体抱恙 命本王主持朝会 诸位大人有什么事情 便可同本王说 百官听了这话 原本想说的话 顿时都噎在喉咙里了 这皇帝都不在 说什么说 难道让昭王做主承治太子 陛下如何了 陛下身体如何了 昭王道 诸位稍安勿躁 陛下龙体安康 不过须得静养几日 这几日朝堂上的事情 由本王做主 诸位有事上报 若是无事 便散去吧 皇帝素来信任昭王 昭王此人 也从未做过什么 危害朝堂的事情 为人办事非常妥当 若是皇帝有什么事情 也都会指派给昭王 所以 皇帝身体抱恙 让昭王出来主持朝政 百官也不觉得意外 一些官员将自己的事情 报了上去 又将奏折给昭王 然后便散去了 隋王一党和督察院的阎官 原本想说太子的事情 但是皇帝不在 太子一世 昭王也做不得主 这些个人 只得将奏折递上去着 然后不情不愿地走了 昭王心道 幸亏皇帝有先见之明 若是他今日来了 那是要被炒得头疼 尤其是这帮督察院的阎官 难搞得要死 动不动就死见死见的 昭王安抚了百官 收了今日百官递上来的奏折 刚刚出了太极殿的大门 却见隋王在台阶脚下等着他 昭王走了下来 隋王便挤不上前来 皇叔 昭王停下来与他说话 是老五啊 有什么事情吗 昭王与隋王如今都是亲王 昭王还是隋王的亲叔叔 是长辈 自然是受得起隋王的敬重的 也敢称他一生老五 隋王道 侄儿想问皇叔 父皇到底如何了 昨日太极公还请了太医 侄儿心中很是担忧 昨日太极公请了御医 隋王等几个儿子都想去探望 结果都被挡在了门外 只有昭王一人进去了 昭王道 倒是没什么事情 静养几日便好了 隋王道 如此 侄儿便放心了 昭王道 你有心了 隋王问了两具皇帝的身体 便告辞离开了 至于太子的事情 虽然他想问 但是他也知道 画进了昭王的耳 他那父皇定然也会知道 到时候 指不定如何想他 思来想去 倒不如不问了 昨夜晨妻失踪 平百侯便去了一趟隋王府 隋王得知此事之后 勃然大怒 气得险些是拔刀 将平伯侯的给砍了 平伯侯原本接了此事 是想立功的 却不想闹出这档子事情来 也是无奈得很 青州一案 陈妻是苦主 也是关键人物 若是陈妻一死 便是有证据递上去 无人证 太子随便推一个人出来顶罪 都有可能 可是隋王派人找了一夜 却不见陈妻的踪影 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因着此事 隋王这心理是上不得下不得的 烦得很 天刚亮不久 陈妻便被人送到了大理寺这门前 那人道了一声告辞 便转身离开了 陈妻连一句多谢都来不及说 便连人影都看不见了 大理寺刚刚开门 见站在门口的人 吓了一跳 陈妻这模样 实在是有些狼狈 昨夜被人带走之后 他也就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 因着小心谨慎 他是连半口水都不敢喝 生怕入口的东西有毒 你是何人 在下陈妻 应了今日前来 陈妻 昨日 陈妻撞到太子一事 轰动了整个地城 大理寺的人自然是知道陈妻的 来人看看陈妻 又看看外面的天 茫然了 如今还不是审案的时候 大人早朝尚未归来 第168章 书信 这位大人 陈妻无奈道 昨日有人想杀在下 在下好不容易才保住一条性命 如今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便想着在这边避一避 待四亲大人归来 开堂审案就是了 对方犹犹豫 如今的陈妻救世的麻烦 他实在是担心 有人杀上大理寺 来要陈妻的命 到时候岂不是大理寺的人 也跟着倒霉 若是在下此时离开 必然走不了多远 大理寺是公正之地 也有保护证人的责任的 若是在下死在大理寺门外 那日后大理寺 也无需存在了 对方想了一下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的 若是案件的证人 来大理寺寻求庇佑 大理寺将其拒之门外 如此怕惹上是非 那这大理寺日后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那你进来吧 多谢 陈妻一进大理寺 便被人知道了 大理寺亲不在 少卿大人出面安排 将陈妻层层保护了起来 陈妻暂时算是安稳了 毕竟青天白日的 没有人敢大胆到大白天的 去大理寺杀个人 什么 陈妻在大理寺 宋太夫刚刚回到府中 便听说了此事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极难看 昨夜去平摆侯府的人 正是宋家安排的 太子如今被扣在了东宫 东宫内的任何人都不准外出 太子的外祖家 孙家 也是只会拍虚六马之辈 少有能干的 故此 眼下这个事情 也只有宋家有本事做了 昨夜晨期不知去向 隋王府的人 与我们的人都找了一夜 谁知他突然出现在大理寺门口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参与了 宋点脸色难看 父亲 如今 我们应该怎么办 如今时间不多了 便是想安排人进大理寺都难 宋太夫咬牙 那便暂且停手 若是太子出事 府上便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撇清了关系 宋点一愣 这脸色苍白 那婉婷呢 婉婷如何是好 宋太夫道 她是太子妃 宋点一时间只觉得浑身虚软 是啊 她的女儿宋婉婷是太子妃 与太子是夫妻一体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若是太子出了事 她如何能撇得清 这日后 还不知道她该怎么办才好 宋家得知了 陈妻进了大理寺的消息 隋王自然也知道了 陈妻还活着 她松了一口气 也顾不上和平板侯算账 便立刻派人去保护陈妻 这事情 交给了赵家的人去办 平板侯应着 陈妻坑了一把 遭了隋王的不喜 怕是日后 男友再得到重用的机会了 四十正 早上九点 大理寺开堂审案 其中大理寺亲父大人为主审 招王 宋太夫陪审 副大人穿着一身官袍 先是朝着招王与宋太夫行礼 然后才坐上主审官的位置 开始审查此案 先是命人将陈妻戴上来 陈妻脸色有些疲惫 眼睛也有些红丝 上了宫堂之时 倒也镇静 她目光扫过 见了主审官和坐在边上的招王和宋太夫 眼底威了 陈妻上前行礼 小人陈妻 拜见大人 傅大人道 请起 陈妻 是你敲的鸣骨 陈妻站了起来 拱手道 正是小人 傅大人道 你有何冤屈 陈妻道 回大人的话 小人乃是前任青州府尹陈善之子 我陈家数十口人死于非命 请大人为我做主 宋太夫道 荒唐 陈家一家老小死于大伙 天灾灭人 命数该绝 你要怨也怨老天爷 如何上大理寺鸣鸣鸣骨 难道想让大理寺为你判苍天有罪 你今日速速离去 傅大人也不计较你今日所为 陈妻知晓 她是宋太夫 她的孙女正是太子妃 自然是会为太子开脱的 她道 这位大人说笑了 我一家老小可不是死于天灾 而是死于恨祸 在下陈妻 今日再次鸣鸣鸣骨 是为我陈家一家老小喊冤 状告当今太子赵明起 谋害我一家 请大人为我做主 宋太夫见此 气得要死 正想说些什么 却见一旁的招王拦住了他 太夫无须恼怒 且听听他怎么说就是了 宋太夫道 一个平民 竟敢状告太子 胆子不小 若是人人都如同他这般 太子的脸面何在 招王道 太子的脸面 何在本王不知晓 本王只知晓 今日陛下 让你我二人陪审 却不得插手审案一事 宋太夫咬牙 王爷 太子可是亲侄子 招王不动于衷 本王只效忠皇兄 也只听皇兄的 真是油言不尽 宋太夫妻的老脸皮都红了 傅大人问他 陈妻 你为你一家老小喊冤 却不知此事与太子有何关系 陈妻道 回大人的话 此事有牵扯到了另一件事 事关青州一州百姓生死 还请大人做主 去岁新春 孙和孙大人便来了一趟青州 当时我父亲证任青州服饮 孙大人想要我父亲为太子效力 意图在青州地界上加收赋税 攒积钱财 为太子谋算前程 我父亲拒了 孙大人曾多次上门游说 都被我父亲所拒 然而不出半年 我一家老小便枉死于一场大火 唯独我一人在外求学 保住了一条性命 傅大人问 那你又如何得知此事为太子所为 而不是意外 陈妻道 回大人的话 父亲写信给小人 也说过此事 在我府中出事之前 我也曾回到家中 父亲命我离家游历 且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去了何方 待我离去之后 打开包裹 便瞧见了父亲写给我的书信 以及太子曾给我父亲的一封书信 父亲命我有多远便走多远 千万隐藏好自己 万不可再回到家中 我心知事情不妙 便乔装回到了城中 却得知我陈家一家老小 已死于一场火灾 无一人生还 之后在下一直不敢露面 隐在暗处 终于是得了机会来到地城 请大人 为我陈家一家老小做主啊 说着 陈妻便将贴身藏着的两封书信拿了出来 一封是陈福尹给他的清笔书 一封是太子写给陈福尹的书信 太子原本以为陈家一家都死绝了 这书信 也随着这一场大火烧得一干二净 却不知那陈福尹早就料到陈家有此劫难 将东西交给了陈妻 第169章 殿下是认还是不认 陈妻将两封信件乘上 以上是我父亲与太子的笔迹 若是大人不信 尽管叫人来查验便是了 傅大人点头 那就验 说着便命人去取陈福尹的奏折 和几封清笔书信前来 同样的 也取了太子的清笔书 和盖了太子印信的奏折 陈福尹写给陈妻的这封信 确实是陈福尹清笔所书 做不得假 至于太子的这封信 虽然不是太子所书 但是上头盖着太子撕印 这结果一出 事情基本上已经是定了 傅大人得出了结果之后 转头看向昭王和宋太夫 昭王不说话 宋太夫脸色却不好 据老夫所知 也有外面的人伪造硬性一事 如何能说 这硬性是真的 前来帮忙查验的一位老官员道 太夫大人 这是不会错的 便是伪造的硬性 也会有稍微的偏差 而且 太子的撕印边上 还缺了一个脚 宋太夫被这话噎得不轻 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陈妻见此 便跪了下来 请求道 请大人 为我陈家一家老小做主 为青州百姓做主 自我赴死后 青州新来了一位姓孙的浮影 去年秋收 便将税收增加了好几成 青州百姓艰难 若是继续下去 那可是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好在不过只是一年的时间 这些年天下太平 百姓家中也有一些积蓄 虽然出了一些问题 但一不算大 所以事情也未暴露出来 可若是青州继续让太子把空下去 那事情就严重了 大人若是不信 尽管派人去青州 查证就是了 请大人为青州百姓做主 傅大人道 你所言的 本官已经清楚了 正在此时 外面有人能匆匆赶来 说是太子到了 傅大人抬眼 便见太子从大门走了进来 在他的边上 守着的是敬畏君 太子脸色阴沉 看向跪在地上的陈漆时 如同一条折服在暗处的毒蛇一般 傅大人坐在位置上没有动 拱了拱手行礼 太子殿下 太子脸色阴沉 冷吃出声 傅大人好大的官威啊 见了姑 也不行礼 按照道理 傅大人这个大理四卿 虽为九卿之一 官职也算很高 可是如今太子还是储君 臣子见了储君 那是要恭恭敬敬地行礼的 可如今 傅大人是主审官 而太子则是被审查的人 若是他离开位置 去向嫌犯行礼 那便太荒唐了 这可是大理四审案的公堂 傅大人面不改色 殿下说笑了 下官今日审案 多有不便 还请殿下担待 傅大人在皇帝面前 确实是有些惶恐的 毕竟那是君主 他是下臣 一不小心 那可是要把自己的小命给丢了 登位之后也讲道理了许多 体恤下沉 可傅大人还记得皇帝登位的时候 手下死了多少人 地城的街道都被染红了 但若是太子 傅大人是不怕的 经过此事 太子能不能保住这储君之位 还是未知数 太子目光冷冷 说笑 姑最不爱的就是说笑 大理四卿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连姑都敢拿来问话 傅大人道 此事乃是陛下吩咐的 殿下若是有什么不满 尽管和陛下说句 太子听了这话 脸色更是阴沉的可怕 甚至是有些骇人 他做梦都想不到 东赵的皇帝 他的父皇 竟然让人来审他这一国储君 甚至还想给他定罪 要说清风别愿一案 皇帝让他反省 他心中不安 可同样也知道 那件事过去了 他早晚有一日会从东宫出来 到时候 他依旧做他的储君 可青州一事暴露 局势对他是非常的不妙 傅大人道 殿下 陈世子状告你 杀害陈家一家老小 压迫青州百姓 可有此事 太子自然是不认的 笑话 姑安分守己 协助父皇治理天下 如何有压迫百姓之说 再说前任青州 辅引陈家的事情 姑也听说了 一家老小死于一场大火 实在是可怜 可是此事 与姑又有什么关系 傅大人道 殿下 据闻有人瞧见 殿下身边的孙和孙大人 曾去过青州 面见了陈辅引 不知可有此事 孙和去青州一事 并没有多少掩饰 便是陈家的人都死光了 这城里的蜀官 甚至是一些普通人 都是知道的 孙和是太子的表兄 是太子手下领差事 去了青州 定然是为太子办差的 太子道 确实去过 姑有一些事情让他去办 便是他去了 可也和陈家一事 没什么关系 傅大人扬了扬手中的一个信件 孙大人曾去见过陈辅引 要求陈辅引为殿下效力 并且为殿下收取一些钱财 此乃太子 交给陈辅引的信件 殿下可认的 太子见此 脸色这才变了变 之前他便派人 去寻过这一封信 却一直寻不到 孙和只得命人放一把火 将陈家连通这封信 一同烧得一干二净 却不想 他原本以为已经没了的一封信 竟然出现在大理寺 作为指证他的政务 傅大人道 陈辅引心知他拒了殿下 陈家必有一劫 可是陈辅引做不来 这等压迫子民的事情 于是他便将信件 交给了出门远游的儿子 殿下 见到这封信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莫不是要陈将信上的内容 一一念给殿下听 这上头 可是还有殿下的硬信 傅大人脸色冷沉 还有这一封 是陈辅引写给他儿子 陈妻的绝笔信 殿下要不要也让陈念一念 知晓在陈辅引 怎么知道陈家危险 让陈妻跑得越远越好 这封信上头的字迹 正是陈辅引的 殿下莫不是要说 陈辅引在死前 还要设下这个局来害你 太子文言 顿时脸上一片青一片白的 难看得厉害 他实在是不知道 陈妻手中 竟然还有这样重要的证据 傅大人道 殿下 此两件事 殿下是认还是不认 太子脸色白了一下 脸色一脸变了好几遍 耿着脖子道 认什么认 姑不认 姑没做过的事情 定然是不会认的 那硬信是假冒的 什么陈辅引的绝笔书 也不知道他投靠了谁 拼了一家老小的性命 想要害姑 第170章 贬为庶人 证据都明明白白地摆了出来 他还死不认 甚至还编造出这么荒唐的言论 说是陈家投了阵营 想要害他 陈妻听了这话 陈家何故用一家老小的性命害你 你不觉得可笑 便是我陈家要什么从容之功 怎么可能陪上一家老小拉你下来 到了那时 我陈家上下不过是一具白骨 又有什么用处 不过是你心思狭隘 手段很毒 见我父亲不愿为你办事 便转头杀了我陈家一家老小 换了你想要的福音上位 为你办事 陈妻如今是不怕得罪人 什么该不该说的话 他是什么都敢说的 东赵这个朝堂 堂堂太子竟然出手害他一家 若是朝堂不为他做主 便是皇帝如何太子如何 有什么可以静着的 大不了他便离开东赵 天下之大 他就不幸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可若是朝堂不为他做主 不为陈家亡死之人申冤 也休怪他无情了 大人 请为了陈家一家老小做主 青州去岁税收一事姑且不提 虽然这事情严重 可也不算致命 若是太子愿意将吃下去的土出来 平息此事 安抚民众 也不是过不去 顶多是犯了这样的大错 不能再为储君罢了 日后封一个王爷 这日子也还能过下去 可是陈家呢 陈家是真真的死了人的 陈家一家老小 唯有陈妻一人活着 若是不处置太子 不足以平民分啊 可是如何处置太子 傅大人却是没有章程的 一切须得禀明陛下 再做决断 太子道 傅大人 你是秉公执法之人 如今虽然说这两封信都指向姑 可却没有确切的证据说 陈家一案是姑派人做的 指不定有人知晓姑与陈家的牵扯 派人灭了陈家 嫁祸于姑 就要太子自证清白的 能陷害太子的人 数来数去 也不过几个 太子莫要胡乱寻一个人出来 顶罪糊弄人 要是真的有这种人 能是谁呢 在整个东赵 这么想太子完蛋的 无非就是隋王 不是太子干的 就是隋王干的 陈妻乐意两着两兄弟撕扯 陈妻来求个公道 想要为家人报仇 可若是东赵的皇族 不秉公处理 包庇罪人 那他寻个机会自己报仇 便是不能将人弄死 也要将东赵的啃下一肉来 让他们知道痛 陈家虽然比不得旁的官宦世家 却也是一家中粮 可是他们被人害死 所效忠的君主 没有给他们一个公道 陈妻不甘心 若是如此 我陈家数十口人可不一 到时候 说不得 我便提了一桶狗血 泼了太极殿 陈妻此言一出 周边的人都吸了一口冷气 太极殿是什么地方 那是皇帝每日早朝会见群臣之地 陈妻说出这样的话来 是打算不经皇帝了 太子大怒 你敢 陈妻道 有何不敢 若是不为我陈家做主 到时候姑且看着 傅大人头疼 肃静 公堂之上莫要吵闹 今日便到此 案情结果 本官会交由陛下决断 陈妻笑了起来 眼底有些摄人 希望陛下秉公处理 不可偏思 傅大人将结果呈上了给皇帝 此二信 一封是太子交给陈福尹之信 上面有太子的私印 一封是陈福尹写给妻子陈妻的绝笔书 皇帝将信封翻开 陈福尹此人 在任青州期间 倒是做过不少的事实事 皇帝对他的印象 还算是不错的 陈家出事的时候 皇帝还觉得可惜 少了一位能臣 太子质疑 有人知晓 他与陈家的牵扯 杀了陈家嫁祸于他 傅大人顿了顿 陛下 如今该如何判决 傅大人不敢判决 查明此事之后 便让人将太子送回东宫 陈妻也被他安排在大理寺内 保护了起来 皇帝脸色难看 心中对太子很是失望 且不论陈家一事 到底是不是太子所为 他将手伸进青州敛财 加重赋税 压迫百姓是真的 而且陈家的事情 很大的可能也是他所为 此事递乘百姓皆已知晓 若是不惩治太子 难平民怨 宣令 彻查陈家一案 此事交给你来处理 查明事情真相 还陈家一个公道 至于太子 他这个太子也不必做了 傅大人心跳停了一下 应了一声 是 待他刚刚出了宫门不久 便听到宫中传来的消息 皇帝废了太子 降为安王 因陈家一事未明 暂且幽进东宫 并且让他将青州加收的赋税 一一掏了出来 补偿青州百姓 陈家命案上有一点 命大理寺卿彻查 并且罢免了青州 现任孙福尹的官职 命力不上书 重新挑选一位福尹 去往青州上任 安抚民众 正在这城中百姓 议论此事之时 离开帝城的赵明展 带着人归来 一路封城归来 直奔皇城 赵王世子回来了 可不是 赵王世子离开帝城 也有一段时间了 听说是去办差 也不知道办的什么差 说起来 这赵王世子 倒是深受陛下宠幸啊 可不是 哎 你说这太子 安王 如今已经是安王了 你说这安王 真的杀了陈府尹一家 不是说陈家一案 还有一点尚未查明 不足以定安吗 人家说你就信 这是什么案子 杀人灭族的案子 说不定是为了保住安王 这才说了有一点 到时候 只不定随便推一个人出来顶罪 这就不关安王的事情了 说起来 这陈家啊 也实在是倒霉 只剩下一个毒苗苗 可不是 指不定连报仇的机会都没有了 安王是谁 那可是陛下与元后亲子 金贵着呢 便是陈家几十条人命 也比不得这一条命 难不成还要安王用命来赔 说着说着 不知道从哪吹来了一股风 说是皇族包庇安王 行事不正 弄得帝城的学子们愤慨不已 甚至有人提议上万民书 要陛下承治太子 以平民怨 可是事情发生不到半天 赵明展离开皇宫之后 宫中便又传来了一道圣旨 将安王贬为庶人 即刻押入元民院幽静 外人不得探望 此事一出 原本想着上书讨伐安王的人梦了 庶人 庶人 从太子贬为安王 再从安王贬为庶人 不过是一日之间 将太子身上的身份 扒了得一干二净 第171章 月饼 因着太子被贬为庶人 原本奋恺激扬 要上书的人像是被卡住了脖子的鸭子 一下子就叫不出来了 当时也消停了 听说当日 便有禁卫军将庶人赵明启 送到了元民院 然后将元民院外面包围了整整一圈 先前的太子妃宋婉婷 是赵明启的正妻 与赵明启一同被送了过去 算是与她同甘共苦 苏管虽然也好奇外面的事情 可她堂堂贵女千金 也不能像旁人一样出去看热闹 失了礼数 只能在府中等着 闲等也是无聊 干脆便跟王威系学做月饼 王威系心灵手巧 会做很多口味的月饼 苏管见她做也觉得有意思 聊起袖子就干 忙活了一个下午 考出来刚好四十个 她分着碟子 各自分了八个 一共五份 一份命人送去玉华院 一份分给苏罗苏两两兄妹 还剩三份 一份留着管院的自己吃 一份命人送去给李玲 而她自己则是带着一份 去扶贫院给王室 她刚刚过来的时候 却听见里面有人在哭 声音淒厉 听着可怜得很 郡主默要进去了 守门的婢女道 苏良帝 乔奴婢说错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苏良帝了 五姑娘回来了 在里头求夫人 就数人照明起呢 苏管脚步往后退了半步 刚想早点撤 免得一会儿苏福杀过来 又要闹起来 可是她又想起 如今苏福还被禁足在芙蓉院 于是松了口气 那我便不进去了 这是我今日跟王家表姐学做的月饼 送过来给祖母尝尝 一会儿她走了 你再将月饼送进去 婢女将提和接了过来 笑道 郡主孝顺 奴婢一定会送到的 苏管笑了笑 那我先走了 郡主慢走 苏管回到了管院 才听小桑说起了 今日的这场大戏 说是皇帝 先是将赵明起降为安王 到了刚才 又下令将赵明起贬为庶人 其中跌宕起伏 万分精彩 那赵明起如今去了圆明院 那她的妻妾如何安置 小桑道 听闻正妻送世 随着她一同进了圆明院 妾氏若是愿意去圆明院 也跟了一同前去 若是不愿意的 陛下做了主 让他们出宫了 苏管一顿 苏染如今出现在这里 莫不是没有跟着那前太子去圆明院 而是从宫里出来了 若是她出来了 难道还要回到府上 苏管一想这个事情 心觉得真的要命 这好不容易 苏府被关了起来 日子也消停一些了 这苏染要是再回来 岂不是再次击飞狗跳 你说 苏染会不会回到府上 小桑一听主子的话 心也是一提 那奴婢去扶兵院那边问一问 不必 苏管想了一下 又觉得没有这个可能 祖母定然是不会答应了 之前三姐要嫁给隋王做侧妃 祖父祖母为了不参与这些事情 这都舍了 一个进了太子东宫 如今太子被废 又遣出宫的女子 祖母定然不会收留她的 这样的人留下来 是觉得家里的事情不够多吗 而且 这苏染估计还想着就太子呢 到时候还有得闹呢 而且 苏染又不是王室的血脉 王室为了苏林废点心 暗地里照顾她一两分也就罢了 苏染 不将人赶出去 那已经算是不错了 苏管呼吸了一口气 行了 也不必去打听了 事情如何与我们没有关系 你家姑娘我今日做的月饼 拿出去分了吧 小桑眼睛一亮 笑容满面 奴婢谢谢郡主 郡主亲手做的月饼啊 便是不好吃 她也能吃出真修的未来 郡主 对我真是太好了 拿去分了吧 我看一会儿画本 不用伺候 好嘞 小桑高高兴兴地拿着小月饼下去分了 苏管想了一会儿苏染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摇摇头便不再去想了 月饼送到了李铃这边 李铃微微有些惊讶 郡主让人送来的月饼 来人是府中的一个小厮 文言点头 回李公子的话 这是郡主今日亲手做的 做的不多 就命小人送了一些过来 府上的也便是公爷夫人 三爷三少夫人 还有四公子八姑娘得了一些 其他人可没有份 郡主可是真心挂念着李公子 这小厮倒是个能说会道的 虽然说李铃出身差了一些 但到底是府上姑娘日后要嫁的人 多说些好话 对姑娘的日后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他这话说得李公子心底高兴 给他的赏赐自然也不少 李铃脸上平淡 但是嘴角却微明 郡主挂念在下 实在是有心了 于是 让人送这小厮出去的时候 给他递了一顶银子 那小厮摸着银子 简直是没开眼笑 高高兴兴地走了 幸觉得这个差事办得太值了 李铃见人走了 自己便坐在边上 看着那白瓷小碟里放着的八个月饼 那月饼个头很小 基本两三口便是一个 细数下来也没有多少的分量 不过他还记得要给他送一份 他心中有些窃喜 脸色不免也有了些暖色 他正想伸手拿一个 突然在他的背后伸出一只手来 就要往碟子里抓去 他突然抬手 将那只手手腕一扭 按在了桌面上 哦 痛痛痛 远游发出一声杀猪式的惨叫 公子公子 属下错了 公子快放手啊 都是酒便 酒便那狐狸刚刚说 郡主给公子送了月饼 还说这月饼看起来就很好吃 让我来讨两个 公子 松手松手 公子我错了 李灵抬头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将他的手松开 一边去 这月饼没有你的份 你若是想澄清 倒是有人给你做 远游想到澄清 只觉得头皮发麻 不了不了 我老远想吃明日出去买一些就是了 李灵抬眼看了门外酒便在晃悠 无奈道 明知他是狐狸 说的话你还敢信 自找的 酒便走了进来 见远游在瞪他 黑黑地笑了两声 没办法 谁叫某些人傻呢 远游怒目而视 老狐狸 你说啥 酒便道 傻也没说 就是觉得某人有点傻 远游气得险些拔刀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第172章 陈七怕是想要太子的命 这两人又开始吵闹了起来 一个傻 一个精 一旦凑在一起 便要天天上演大戏 李灵将那一叠子的月饼放好 免得遭殃 行了 别闹了 李灵坐在椅子上 事情如何了 酒便文言也不与远游争论了 他道 太子 哦不 废太子 如今已经在圆明院待着了 今日赵明长赶来正好合适 倒是给了他致命一击 他这辈子 怕是在南翻身了 若是单单清州的事情 不涉及陈家命案 皇帝废了 他的太子之位 降为安王 日后他只做一个闲散王爷 也是一生富贵 可是偏偏陈家命案 与他牵扯甚多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依照陈福尹信中所言 太子是要对他下手 如今也不过是死撑着 若是没有找到别的证据说明 此事是别人做的 那定然是太子了 皇帝大概是对太子死了心 也不打算让他继位 祸害祖先的江山 就想着日后这事情平息了 给他一个闲散的王爷的位置 富贵平安的过一辈子 可是没想到 赵明长回来了 赵明长此次外出 是得了李灵让人给的提点 遵循着消息查了过去 总算是将端午日刺客的事情查明白了 是太子一手谋划的局 这下子 太子是想弑军杀父啊 皇帝哪能容得了他 没有将他即刻弄死 已经是很大的容忍了 久变道 还有一事 陈妻跑了 李灵微微挑眉 跑了 是个什么跑法 在大理寺里不见了 回风跟着他一段 发现他乔装打扮往北边去了 北 北渊 李灵一顿 他想去北渊王亭 北渊与东照接壤 这些年小打小闹一直都有 北边寒冷 粮食难以更作 北渊王亭野心招招 一心想要南下 吞了这东照 陈妻往北走 是想叛国了 若是事情得出了结论 陈家命案 当真是太子所为 皇帝为了保太子 大概会同他 商量一些抵偿 或是直接控制了他 免得闹出什么事情来 久变感慨 陈妻怕是想要太子的命 一家老小死于此人之手 可因着 他是当权者的儿子 便可以保全性命 陈妻怎么能不恨 不说陈妻 随便换一个人 那都是要想方设法报仇的 至于叛国一事 国不容他 又不为他一家报仇血恨 他如何能效忠 李灵道 陈家虽不是盘踞东赵的大士族 但也是官宦世家 祖孙三代经营 也是知道一些东西的 旁的不说 东赵士族分布 权势分布 地势分布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陈妻去了北渊 对东赵而言 怕是要留下隐患 若是打起来了 还能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 远游脑子有些不够用 被说得晕乎乎的 那公子 可是要将他拦下来 他的话引来了九遍的白眼 李灵也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远游一见这两人的眼神 便闭嘴了 李灵想到李家传下来的祖训 但为李家子 须得仁德 自古以来 朝代更换 多则是君主不仁 底下的人受尽压迫 奋起抗争 这才有了这诸多的事情 古往今来 这些事情发生的也不少 黎城治理律法言明 违法犯罪 按照这律法处置 没有任何勤奋可言 故此 在黎城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 孩童一懂事 就开始约束他们 教导他们 什么是不该做的 有什么下场 所以 黎城倒成了一个律法治事的地方 也算是当今世上 比较和平的地方 犯罪的人少了 外敌也不敢招惹 剩下的 只有过日子了 九遍道 拦他做什么 这事情 原本便是东赵做的不仁 难不成他想要为家人报仇 有什么错处吗 若是他还留在东赵 指不定那天就会丧命了 废太子是皇帝亲子 若是真的按照律例 他也是个死 可皇帝怎么能让太子死呢 便是贬为庶人 可能好好活着 那也是挺好的 若是如此 陈家命案 大约是不会再审了 或是随便弄个人出来顶罪 摘清了太子 若是没有人再提起 这事情也随着时间的流逝 慢慢让人忘记 如此一来 陈妻若是在东赵 仍然要为陈家求一个公道 她的情况怕是不妙了 远游晕乎乎的 怎么这么麻烦 秉公办理 这不是好了吗 久便道 远游啊 你以为这里是离城啊 人家皇帝说了算 皇权当道 天威之下 虽然说大致上都是清正的 可要是涉及到皇家子嗣 总有优待 像是陈家这事吧 换做别人 得知太子被废 如今已经是一个庶人 便觉得是公正了 感激涕零 觉得皇帝公正无私 可遇上一两个倔的 那就很不好搞了 陈妻就是这其中一个 远游一听这话 顿时是心中就憋得难受 想了想 她便要出门去 久便喊她 哎 你去哪 远游冷吃了一声 去打架 久便眨了眨眼 你别做死啊 死了我不管的 不要你管 我去找游纵枝 说着 她很快就离开了 久便无奈 她脑子是不是打出毛病了 天天打架打架 李玲泡了一壶茶 然后碾了一块月饼 咬了一口 味道有点甜 勉强的还是能入口 久便凑了上去 公子 属下能不能尝一尝 就一个 李玲拍开了她要伸过来的手 比不得点心师父做的 你要吃喊他们做去 久便笑了一声 这不是不一样吗 郡主做的 乃能一样 李玲道 郡主说了 是给我的 这其中可没有你的份 久便被噎了一下 她这不是 想尝尝郡主亲手做的月饼吗 主子也太忽实了 那行 我就不吃了 久便将扇子 往腰带上一叉 然后在边上 找个位置坐了下来 又说了一件事 皇帝有意立赵明斩为太子 被赵明斩锯了 哦 去了 不过倒也符合赵明斩的性情 他如今已经是昭王世子 日后的亲王 全是富贵皆有之 何必再去趟这个浑水 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外游北渊王廷虎视眈眈 内有士族为患 这个位置 难熬得很 第173章 藏花营 久便笑了一下 坐在边上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他倒是聪明 也没被这全世所迷 随便换个人 说要立他做储君 那不是欢天喜地 全是迷人眼 世间上有多少人淡薄红尘 不贪恋这一丝一毫 便是换作他 也不敢说 自己说 聚了就聚了 李灵道 他看得明白 若是为君 背负的是万里河山 生灵百姓 而做一个王爷 他便只需要好好办差就好了 全是富贵什么都有了 何必呢 李灵沉思 我在想沉七这件事 李灵思量许久 按照道理来说 沉七的事情到了这里 他也不该管的 朝堂更替这样的事情 他都不想管 何况一个陈七 酒边顿了一下 然后定定地看向自家公子 好一会之后 他才想到什么 公子是担心战乱起 这靖宁公府和郑国公府 靖宁公府是苏馆的本家 郑国公府又是他外祖家 若是这陈七 当真去了北渊 一手搅乱风云 北渊王庭又野心勃勃 日后定然又大乱 若是出了事 郑国公府必然是披甲上阵的 便是靖宁公府 虽然说 如今没有了兵符 可若是朝廷有需要 靖宁公怎么做得住 往最坏的结果说 若是东赵覆灭 郑国公府和靖宁公府 该何去何从 这一场覆灭之后 又还剩下多少人 李玲不管各国的这些事情 可他总要为苏馆着想一二 若是任何一个人出了什么事情 他自己知道事情发生 却不阻止 怕是对不住他 若是有朝一日他知晓了 定然会怨怪他的 酒便拿着扇子 敲了敲桌檐 那公子的意思是 李玲想了想 然后道 让回风去拦了陈妻 许了他太子的命 最好的解决方式 便是这个了 既然太子犯的错 便由太子一人承担 何必殃及国家百姓 酒便又是一愣 公子打算对太子动手 可如今 公子在东赵 若是被东军知晓了 公子杀他儿子 怕是对公子不利 若是东军知晓了 与离城也不利 李玲这瞎了一口茶 谁说是咱们动手的 将他拦了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自己动手也罢 借刀杀人也罢 顿时明白了 这倒是个好主意 太子死了便是死了 害了这么多人 死了也是活该 若是因他引发一系列事情 倒是不值得 若是能让陈妻报了仇 化解了他心中的恩怨 如此也是好的 毕竟他若是去了北园 太子有皇帝护着 他也未必能如愿 属下这便派回风 去办理这些事情 去吧 酒便到此离开 李玲坐在屋里 慢慢地吃了一块月饼 无奈笑了笑 废太子被送入圆明院之后 帝城的人又是一阵轰动 本以为皇帝废了太子 将为安王已经是结局 可没料到还有后续 原本想要上书的人戛然而止 然后又开始吹嘘起了 皇帝是个明君 连同儿子犯错 也一并处罚了 有人亲言所言 废太子和废太子妃 被押着进了圆明院 甚至连东宫的侍妾 都被皇帝遣散了 东宫现在是一片乱局 闹哄哄的 说着说着 又说起了这帝城第一才女苏染 说是东宫出世之后 苏染便跑回了靖宁公府 哎 你说这靖宁公府会不会收留她 这可是帝城第一才女啊 在下可喜欢她的誓词了 可不是 也就是她倒霉 怎么就入了东宫 如今啊 还不知道何去何从 众人感慨肃然的命运 觉得这位心中钦佩的才女神女 实在是可怜 运气也太差了 谁知道 太子怎么就干下这些破事 这还被废了呢 若不然 依照她的身份 日后至少是四妃之一 要是运气好 还能混一个贵妃当一当 如今废太子幽禁在圆明院 东宫这一干女眷 除了太子妃都被遣散 她又是嫁出去的 人家靖宁公府 会不会让她留下 都是个问题 若不然 我等连明求一求靖宁公府吧 此事原本便与苏姑娘无关 若是靖宁公府不收留她 她要去往何处 有人吃笑 赵兄 若是无人收留 你收留了便是了 我记得 你的别院 不是养了不少 那个所谓的赵兄道 这可不一样 我别院的那些个女子啊 都是用来消遣的 哪里能和苏姑娘比 苏姑娘可是我心中的神女 要是让我同她说上几句话 我死都甘愿了 说得好像真的一样 不过人家到底是 靖宁公府的姑娘 便是再嫁 也不会能进你的别院的 而且废太子的妾室 便是遣散出宫了 又有什么人敢娶啊 可不是 可真是可怜啊 你们可是记得 苏姑娘曾做过一首诗词 叫藏花银 这里头不是有一句 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霄香断有谁连 我听着 倒像是如今的苏姑娘 对对对 还有什么 桃李明年能再发 明年归中之有谁 三月香朝已累成 梁剑燕子太无情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双剑岩相逼 一朝春静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在这风雪楼之中 学子们说念着这首 藏花银 言语之间唏嘘不已 只觉得苏染实在是可怜 他做过的这首诗啊 就像是他此刻近况的写照 可怜啊 诸位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留着杨虚湖的青山中年人 站了起来 朝着学子们拱了拱手 然后问道 诸位说的这首诗词 可是藏花银 有人答道 正是藏花银 这首诗词说的是一个寄人篱下 一个可怜姑娘的近况 正是苏姑娘所做 苏姑娘 那中年人茫然 苏姑娘是什么人 哎呀 这位兄台 你是刚到地城来的吧 竟然不知道苏姑娘 中年人答道 某今日才到地城 这就难怪了 这苏姑娘 名幻苏然 是近宁功府的五姑娘 可是我们东招的第一才女 做得一首好诗词 这藏花银 便是她随手之作 苏姑娘高材 我等学子自叹不如 实在是汗颜 可不是 第174章 翻车 那中年人听着大家议论纷纷 像是非常推崇 这位苏姑娘 她笑了笑 听着这些人说完 然后才问 敢问诸位 这首诗词 是苏姑娘何时所做 大概是去年春日 哎 这位先生 你问这个做什么 中年人道 某性格 爱好诗文 听闻诸位说起这首诗词 又说是苏姑娘所做 实在是觉得万分惊讶 这首 藏花银 某倒是在别处听过 别处听过 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 这首诗 不是苏姑娘所做吗 可不可能 定然是不可能的 葛先生道 某先前走过许多地方 也曾到过离城 在离城住过几年 诸位都知道 离城之人 生活安定富足 也非常的排外 但在那里 无论男女富贵贫困 皆可入学 学业也分小中大三学 某在中学书册上 见过这首诗 据文这首诗 已经用了一百多年 乃是一个名幻曹先生之人所作 取自一本名为 《红楼梦》的书 由李诗家主收集成册 根本不可能是什么苏姑娘所作 在场的人听了这话 一时之间都梦了 人家都用了一百多年 这 这怎么可能 莫不是苏染抄袭他人诗词 当做自己的用了 当然 也有很多人是不信的 觉得这个性格的人在胡说八道 葛先生 你莫不是在开玩笑 这怎么可能 就是 怎么可能 你莫要信口开河 诬赖苏姑娘 这诗词 明明是苏姑娘自己做的 我亲眼看着她做的 我岂敢欺骗诸位 葛先生面对大家的质问 倒是半点都不惧 此番我得了一位有人的相助 这才进了黎城 在黎城待了几年 只觉得人生处处是奇妙 城中子女无论男女 但凡满了七岁 便要送去上学 学院也有离城开设 有老师教学 其中开设有算术文学两个课程 其中便有许多诗词 用作启蒙之用 我离开之时 便亲自抄了几本归来 若是诸位不信 且过来看看 说着 葛先生就从自己的包袱之中 取出了三本厚厚的书册 边上的人见词 便立刻有人拿过去翻看 小学诗词三百首 永鹅 诗人 骆兵王 呃 呃 呃 曲向向天歌 白毛符绿水 红掌波青波 这个倒是没听过 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小池 诗人 杨万里 全眼无声兮兮流 树荫照水爱情柔 小河财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姨姨 这个不是苏姑娘做过的那首吗 好像是啊 还有这里 除河日当午 汉低河下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首诗的名字叫 闽农 做着首诗的人叫李坤 还有这里 这里是中学读本 这里有 枪敬酒 诗人却是一个叫李白的人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背白发 朝如青丝目成雪 人生得意虚敬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赴来 自葛先生将这三本诗词拿出来之后 整个风雪楼都轰动了 随着这一首首诗词念出来 很多人心中都相信了葛先生的说辞 那三本书之中 虽然有几个人名重复的 但大部分都是不同的 若是同一个人 也有迹可循 做出来的诗词意境 颇有几分相似 以前苏染出名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人质疑苏染的 说他的诗词很乱 根本就不像同一个人所做 一会儿是龟中女儿哀怨 像是愁苦 七七惨惨七七 一会儿是繁华锦绣 古往今来 一会儿又是塞外河山将军战马 一会儿又是龟影山林自得自乐 一会儿又是大气磅礴 气吞山河 如今看来 这其中确实是有问题 在下都说过了 这个苏染的诗词 肯定是有问题 你们都不信 觉得她是才女 真是丢人了 这地城第一才女 所做的诗词都是抄袭的 日后若是传了出去 我地城的脸都丢光了 什么地城第一才女 谁说的 谁说的 从来没有人说过 都是底下的人在胡乱传 这苏染到底还要不要脸 别人所做的诗词 她竟敢拿来用 这是仗着黎城牌外 人家都不爱出来 这才有这么大的胆子 可不是 这等行径 实在是令人生厌 或许这些书册 都是假的呢 有人要害苏姑娘呢 有人想要解释 被人边上的人 骂了个狗血喷头 风雪楼闹成一团 苏健坐在二楼一处雅间处 居高临下 看着大堂的人闹成一团 脸色发白 边上的人推了她好几次 她才回过神来 她望着楼下的闹剧 心跳都加速了许多 你方才在说什么 有人目瞪口呆 一脸震惊 屋上的五姑娘 当真是用了旁人所作的诗词 说吧这话 又觉得太过直白 她正想道歉 然后看着苏健脸色发白的样子 心中很是不安 子健 你没事吧 子健 是苏健的字 与她交好的友人 都是这般换她的 苏健呼吸了一口气 好一会儿才摇头 我没事 家中还有些事情 我今日便先走了 几位蔓影 仗机在我身上 说吧她便从席上站了起来 然后带着随事 匆匆离开 屋内的几个人 脸色都很不好 若此事是真的 子健这回 怕是要受刺激了 他们家的那个五姑娘 苏健 真的是超旁人的诗词 子健也是倒霉 她这几个妹妹 一个个的都不消停 可不是 这叫苏健的 胆子可真大 也不怕被人拆穿了 今日在这里的 都是好几年的同窗好友了 平日里关系都比较好 如今也是为苏健担心的 若是苏健抄袭意识成真 那苏健怕是会受到波及 读书人素来清高 不屑于做这些下作的事情 便是承认自己既不如人 也不会用他人的东西 获取名利 一旦发现 是要遭到大家的鄙视的 这个苏健 是要害惨苏健啊 第175章 求祖母收留我吧 苏健这边还不知道 自己翻车了 正在可怜地求着 王室救太子 王室当然是不会 答应这种事了 别说是办不到 就算是能办到 也不会烫这个浑水 皇帝都废了太子了 他们这些下沉 能有什么法子 连同太夫府 如今都已经闭门谢客 不打算管了 他们府上有什么法子 真是恨不得走远点 这是陛下的旨意 我们能有什么法子 王室口气冷淡 架子端得老高 就看着苏燃假裤 你也不要再提这话了 若是让人听见了 还以为我们对陛下的决定 有什么意见呢 苏燃娜娜道 祖母 我没有这个意思 王室道 我也不管你是有这个意思 还是没这个意思 这件事 就算是你说破了嘴皮子 我和你祖父也不会管的 你如今也不是我们府上的人了 眼见着就要晚了 还是快些走吧 王室这是想赶他走 苏燃一愣 这才想起 这如今东宫已经被遣散 他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拿 跑了出来 如今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去拿 祖母 现在东宫我也回不去了 我可不可以回来住 怎么说我也是府上的姑娘 王室定定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笑了一下 你已经出嫁了 虽然说是个妾室 可丈夫又好好的 怎么能回来住 若是你真的没地方住 我倒是有个好地方 送你是圆明院陪妃太子如何 苏燃听了这话 也是一惊 忙是表达自己的意愿 祖母 我不想去陪太子 我想回来府上 王室想也不想地拒绝了 这可不行 虽然说 如今你的近况可怜 无处可去 可你当初进东宫的时候 也不和府上说一声 当我们不存在 如今出了事 还想让我们给你收拾烂摊子 不可能 苏燃咬牙 觉得自己今日 简直是丢尽了脸面 他从未想过 太子会被废的 稀里糊涂地成了太子的妾室 他心里其实是不愿意 说什么 他也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怎么可以给人做妾 太子又如何 他不稀罕 和一群女人抢一个男人 简直是恶心透了 可是事情已经成了定局 他不愿意也没办法 当初他就被太子关在东宫 还任由他的那些妻妾欺负他 践踏他 侮辱他 他真的是受够了 到了最后 他也只能同意 他原本以为 自己要走苏牛骨路染的道路 可是没想到 他男人虽然也排行第四 可不是老四 而是脑那个被废了又厉 厉野又废的太子老二 这就很尴尬了 现在他都不知道 要去哪里 东宫是回不去了 去圆明院更是不可能 现在皇帝都派人守着呢 能有什么好结果 进去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 静宁公府 如今又不让他回来 他不回来 他还能去哪呀 苏然想到这里 只觉得一身疲惫 难受得很 可是难受有什么用处 到了这会儿 他只能放下架子 求一求王室 祖母 孙女知错了 求祖母让孙女回来吧 孙女不想求什么 只要祖母赏孙女一口饭吃 让孙女有个容身之处 就够了 祖母 求求你了 这可不行 王室摇头 你也别怪我无情 咱们府上最是不想 掺和这件事了 废太子的事情 谁人是不敢碰的 不过 念在你到底是公爷血脉的份上 你若是肯离开 以后和府上断了关系 我便给你三百两银子 三百两银子不多 却也足够你找一处偏僻的小院子住下 苏染摇头拒绝 我想回到府上 求祖母收留我吧 三百两银子有多少 哪里比得上静宁公府的富贵权势 他若是在静宁公府 日后就算是再出嫁 那也是能找一个好一些的 王室脸上的表情冷沉 也懒得踏踏废话 三百两银子 你要救药 若是不要 我便让人送你出去就是了 你也别怪我没提醒 这钱我也就提一次 你要救药 不要就没了 祖母 苏染脸色发白 只觉得王室太狠心 不过就是一口饭的事情 为何不让他回来 怎么说他也是府上的血脉是不是 苏染咬牙 纷纷道 祖母若是不同意 我便去和祖父说 若是祖父知晓了 定然会让我留下来的 祖母如此狠心 到时候祖父知晓了 也落不着好处 王室被他的话气笑了 怎么 你倒是学会威胁我这个老婆子了 不过你祖父的事情 就不劳你费心了 你来的时候 你祖父便说了 任由我来处置 行了 若是这三百两银子你不要 那也就算了 来人 送客 等等 我要 银子给我 我要 苏染这也是急了起来 他出来得急 如今这东宫里的东西 也不晓得能不能拿出来 若是再被静宁公府赶出去 身上是一分钱都没有 若是如此 他还不知道今天吃什么 去那住呢 虽然说他很想将银子摔在人家脸上 告诉对方 他苏染也是有尊严的 不稀罕这几个臭钱 可是到如今 他也不免想到自己的处境 只得咬牙忍下来 不过总有一天 他是一定会回来报仇的 王氏也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点了点头 转头对梅姑道 取了三百两银票给他 然后送他出去吧 我累了 去歇会去了 苏染见王氏要走 想要挽留 祖母 王氏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今日出了这道门 你日后也就别再回来了 是你自己选的 什么结果 也是你自己咽下去 说吧 他便让小丫鬟 扶着自己去休息去了 苏染在一张椅子等着 直到梅姑取了三张一百两的银票 给他 让人将他送出去 他才茫然地回神 他是被这个家给抛弃了 走到院子门口 他回头看了一眼 看着这扶贫院 又想着住在这院子里的王氏 他不禁咬紧了牙齿 王氏今天如此羞辱他 总有一天 他一定要让王氏付出代价 第176章 那些人啊 都是嫉妒我 苏染愤恨地离开的扶贫院 正是要往正门走去 便遇上了匆匆回来的苏健 苏健走得快 脸上全是汗水 一张白净的脸 憋得通红 妩媚 苏染见了苏健 顿时也是心生了一些希望 他当时便露出笑容来 迎了上去 大哥 你回来了 苏健这个人 苏染是知道的 就是一个善良又没主见的年轻人 纯白的一个小伙子 要是同他诉诉苦 告诉自己的难处 他肯定会帮自己求情的 说不定他就能留下来 苏染正想开口 却见苏健冷着一张脸质问他 妩媚 我且问你一件事 你之前做的诗词 当真是你自己所做的 苏染一愣 倒是没想到苏健会问他这个 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 得意道 当然是我自己所做的 难道还有别人 若是别人知道这样的诗词 还能藏着掖着吗 在这一点上 苏染是看不上这些古人的 华夏民族浩瀚五千年文化 什么样的诗词歌赋没有 随便拿出一手 这些人就追捧得不得了 跟一个没见识的人似的 大哥 你问这是做什么 苏健看着他的目光有些疑惑 他确实是想相信苏染的 可是对方拿出的证据 又是明晃晃地摆在那里 肯定也不是胡说的 而且他还听人念了 好几首苏染还未做过的诗词 那些个诗词 随便一手拿出来 都是千古流传的佳作 苏健定了定神 又问了一次 这真的是你做的 苏染听了这话 只觉得困惑 大哥 你问这些做什么 不是我做的 难道还是别人做的 大哥 你是不是听了什么风言风语 那些人啊 都是嫉妒我 苏健想了一下 打算实话实话 妩媚 你可知道离城 离城 听说过 怎么了 今日地城来了一个 去过离城的老先生 他从离城抄写了三本诗词回来 听说那都是离城学子 用来认字的册子 其中很多首诗词 都是你曾经做过的 什么 苏染惊得一跳 当时都结巴了 你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苏染心中有些发慌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一直以为 自己是上天眷顾的穿越者 天底下独此一份 从未想过会遇上同类 所以那些诗词 他从第一次得了好处之后 便肆无忌惮地用着 冠上自己的名字 他从未想过 自己若是遇上了同类 自己会这样的诗词 别人也是会的 他嘴上那那字语 整个人都有些慌乱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不可能 苏健看着他的表情 心渐渐地凉了下来 随即而来的 是一股压制不住的怒气 你 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 苏健其实一直 很欣赏苏染的 觉得这个堂妹很有才华 便是她做过许多的错事 可是她也是 欣赏她做出的诗词的 可是没想到 这些诗词 竟然都是假的 都是抄别人的 你知不知道 那诗词 人家说 已经在离城流传了一百多年 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苏健对苏染 实在是太失望了 同样的也愤恨她 做出这样的事情 可是她一个读书人 学不来那些骂人的话 又不忍心骂一个弱女子 只得愤愤地转头 再也不去管她了 哎 大哥 你去哪儿啊 大哥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这样的 大哥 苏染正想追上去 然后被边上的人拦住 苏染怒目而视 瞪着拦住她的人 你们干什么 快让开 梅姑道 五姑娘 奴婢还是送你出府去吧 若是耽搁了时间 夫人那里 奴婢不好交代 还请五姑娘体谅奴婢 苏染冷哼道 怎么 我和我大哥说几句都不行吗 就这么急着赶我走 梅姑道 五姑娘 夫人命我送你出府 你便别想 这些有的没的 你若是不走 也别怪奴婢们粗鲁 驾着你离开了 苏染大怒 你敢 梅姑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中 她道 有什么不敢的 五姑娘 请吧 苏染瞪了她一眼 转头又见苏健的身影消失不见了 现在追上去也来不及了 若是被人驾着出去 也实在是丢人 于是她便气哼哼道 我这就走 说着 她便愤愤往外面走去 梅姑见此 仍旧带着几个婢女 蹬在她身后 其实苏染此时也是很慌乱的 关于诗词的事情 她实在是 不知道怎么解释 若是最近出的诗词 她可以说 别人陷害她 可若是人家一百年多年前 已经流行了 那她怎么说得轻 怎么就遇上一个百年前 已经穿越的仙辈 还留下这样的诗词本子来 想到这里 苏染只觉得眼前发昏 想她好不容易得了的 第一才女的名头 估计要成为一个笑话了 这地成之中 还不知道有多少 看不惯她的人要嘲笑她呢 苏染心中慌乱得很 她一路跟着人 走出了静宁公府 等她出了门 望着这天何地 只觉得天地茫茫 不知道要去往何方 你看 那不是苏良帝吗 你糊涂了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苏良帝 是苏家 五姑娘苏染 苏染心知自己翻了车 什么样的解释都是无力 见这些人要走过来 忙是跑开了 哎 她跑什么跑 这天都快黑了 她怎么一个人离开 莫不是被府上赶了出来 谁知道呢 走走走 别管这些事情 经过太子一案风波之后 世人以为这些事情 还要闹一段时间 谁知道苏染诗词抄袭的事情 竟然被爆了出来 简直是猝不及防 地成第一才女的诗词 竟然是抄袭的 简直和科举状元 作假一样的轰动 事情发生的地点 又是在风雪楼 很快也就传开了 便是那三本诗作 也被传到了 无数人的手里翻看 三本书 小学中学 大学的三本 每一本都是三百首的诗词 很是丰富 其中除了苏染作过的诗词 还有不少敬人的佳作 一时间 有些学子顾不上这热闹 争先抄写了起来 为了抢到位置 学子们甚至是抢得满脸通红 好在这些人抢归抢 对于这三本诗词 是非常的爱惜的 谁也舍不得弄坏了 第177章 同为穿越的老乡 怎么就这么坑呢 葛先生说出梨城的一些事情之后 也有不少人凑在他身边 让他说一说梨城的事情 毕竟梨城这个地方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神奇又陌生的 说起来 这梨城都没有他们东照一个州那么大 不过占据了四州的天险为界 一守南宫 李氏一族又有神兵力气相助 所以自从建立以来 都没有战乱波及 百姓一直安居乐业 梨城啊 那真是一个好地方 葛先生的脸上尽是怀念 旁人都说 妇人不可抛头露面 可是我见梨城看店的 都是姑娘和妇人 男子都安排另外的活计 而且大多数人的工作 都是官府发工前 等到了60岁之后 也不用再做事了 有官府养老 每个月都会发一些钱 足够生活了 而且 他们还有善堂 养育老无所养的老人 或是无父无母的幼儿 那些儿童 同样的也有官府安排去上学 待他们18岁能养活自己 便会从善堂离开 在梨城 每一座镇上 都会设有小学书院和中学书院 官府出钱建设 家中幼儿六七岁便要 送去书院读书 小学五年 中学两年 这七年的时间 是官府要求的 所有人都是要去的 基本用作认字算术 再学一些简单的手艺 到了大学书院 便要去到附近的大城 才有开设 大学书院分设多种学习方向 若是想要进入大学书院 便可以任意选择 自己喜欢的一项 离城管这个叫做选拔人才 所有人都可以去念书 官府出钱 让大家念书 有韩门学子惊讶得不得了 回想自己的求学之路 几乎是想哭 想他有今日 也是家人砸锅卖铁 供着他读书的 可不是 百姓风一足时 知理识字 世间上还有那样的地方 那不是比上了天上 做神仙还快活 确实是个好地方 不过想要进去可不容易 需要有官府的文书 还有寻医人做担保 离城占据的位置奇特 一旁是高不可攀的昆山山脉 一旁是连绵万里的 宣山河谷 出口和入口 也便是只有几个 想要偷偷跑进去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也正是因为占据天险 地方还很大 自给自足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 离城自己也有神兵铁骑 机关术傀儡人 再加上兵甲兼顾 天底下无人敢犯 那可真是一个好地方 若是今生有幸能去一次 在下这一生都知足了 真真是想得美 这是想去便能去的 且不说千里迢迢 按照人家的要求 便是到了大门也进不去 葛先生道 这话倒是真的 每年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想要进离城去定居 可是成功者 不过是寥寥数人 不过有一点 还是值得一说的 一对夫妻所生儿女 不得超过三人 若是超过这个数 官府会给予严重的惩罚 我听闻是为了控制人口过多 好像是讲究什么忧生忧郁 他们这地方不大 而且一直和平安稳 若是生得多了 吃喝提供不上 而且孩子一多 家中便拮据起来 倒不如只生两三个 好生教养 这比什么都好 还有这事 许多国家常年征战 为了增加人口 有些还有律法规定 女子多少岁便要出嫁 生得是越多越好 甚至因为家里太穷了 好些都没立主 夭折了 其中各种原因都有 有些是病了 家中逃不出前治病 病死的 甚至有的 碰上了灾荒年 给活活饿死的 有 葛先生笑了起来 说起来 黎城建立至今 也有两百年了 最初的那些人 多是李氏一族的追随者 还有便是逃荒过去的 如今两百年过去了 过得最安心 就是他们了 葛先生着实是羡慕 他在黎城待过两年 心里喜欢得很 可是暂居也是有实现的 两年他便要离开了 不可再逗留 接到来东照地城这个事情 他其实也是有些猛的 不过他也非常愿意走这一趟 对方许了他带着妻儿 父母去离城定居的事情 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 一个小学书院的老师 对此 他觉得非常满意 他在黎城住了两年 心知离城的安全 生活安定富足 小学书院老师 一个月有八两银子 足够他一家老小生活了 他自然是很乐意的 葛先生葛先生 既然离城这般好 您为何不留在黎城呢 葛先生呵呵笑了两声 离城啊 也不是想留便能留的 需要办理暂居文书的 若是没有文书 被官府的人碰见了 那是要被驱赶出来的 葛先生在风雪楼 和大家说着黎城的事情 这边的苏染 却觉得自己倒霉透顶 他离开静宁公府不久之后 便知道 他做诗做假的事情传开了 什么黎城的诗作 什么已经李氏先祖收集的 已经流传了百年 什么李白杜甫李清照 他这个同为穿越的老乡 怎么就这么坑呢 穿得比他早一两百年也就算了 怎么还留下这种坑来 坑得他连爬都爬不起来 谁人知道这个世间上 还有另一个穿越者啊 苏染盈盈有些后悔 当初就不该为了面子 用这些诗作谎称是自己的 便是说 他从别处听来的也好啊 虽然得了一个才女之名 被地成的学子追捧 被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赞扬 可是到了如今 成了世人厌恶的存在 那些人对学识的疯狂 苏染是知道的 若是他敢出现在那些人面前 那些人不上前撕了他 都要丢他几个臭鸡蛋 得知这样的事情之后 然后去了一趟皇宫 想看看能不能回东宫 去将他的东西带出来 对了 他的侍女还在宫里呢 他对门口的守备将军 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对方看着他 像是看着一个傻子 陛下有令 一旦离宫 便不得再返回 苏氏 速速离去 苏染一愣 你喊我什么 对方皱眉 苏氏 苏染脸上的表情一阵扭曲 他倒是忘了 如今他已经嫁了人 从苏姑娘成了苏氏 而且才女的名声 也随之崩塌了 想到这里 苏染差点要发疯 第178章 真是苍天有眼 我要见陛下 陛下可不是什么人 相见便能见的 速速离去 苏染不肯 如今太子倒了 他自己又出了抄袭的事情 静宁公府又将他赶了出来 他若是没有点后台 也不知道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子 如今走到皇宫门口 他倒是想起 若是能给皇帝一些东西 让皇帝坐他靠山 也是不错的 毕竟他会的东西 那都是这些古人不会的 随便漏一点 都是对别人大有好处 皇帝若是知道了 他能给他带来的好处 肯定是会站在他这边的 我要见陛下 我有话 要同陛下说 去去去 苏氏 你若是在胡脚蛮缠 休怪我等不客气了 你 苏染气得发抖 你不要太过分了 若是耽搁着陛下的事情 你担待得起吗 皇宫众帝 你若是在纠缠 休怪本将军下手无情了 说着 他便晾了晾手中佩刀 一副凶神恶煞 就要拔刀砍人的样子 其实这种事情 皇宫大门的守备将军 也是见得多了 谁家犯了事情被处理了 家中的女眷便哭着过来 要见陛下 要见谁谁谁 又是哭 又是威胁的 不过想要见陛下 那须得得了陛下的同意 这才能放进去的 他们这些人 是要守护皇宫 保护陛下安全的 不是什么人哭几句 威胁几句就放行的 若是如此 那怎么保护陛下的安全 苏染看着这明晃晃的刀 吓得缩了一下脖子 速速离去 若不然抓你问罪 苏染气得发抖 又不敢真的上前去 只得冷哼一声 转头离开 见不了陛下 找不到靠山 又回不了东宫 将他的东西带出来 静宁公府又将他赶了出来 他握了握手中的三百两银票 只觉得暗自庆幸自己 要了这三百两银子 若不然 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想到这里 他实在是不明白自己 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 只觉得 在穿越女之中 没有比他更惨的人了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 走着走着 也不知道走到了何处 那不是苏染吗 是苏染 苏染猛地一下回过神来 却见不少人追了过来 吓得他一哆嗦 连忙将拿在手中的木犁袋上 然后撒腿就跑 站住 别跑 别跑啊 苏染闻言 非但没有停下来 反而是跑得更快了 要是被这些人缠上 他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好不容易拐了几个小巷 躲开这些人 苏染只觉得 手脚虚软得厉害 两条腿更是要废了一样 他喘了好几口气 也不敢继续停留 赶紧去附近 找了一个偏僻的院子 租坪住下来 不敢继续在外面晃荡 最近这段日子 他打算夹着尾巴做人 等事情过去了 再做打算 他擦了擦自己脸上的汗水 使劲地咬紧唇瓣 他苏染总不会这么窝囊的 总有一天 他会让大家看看 就算是他不会做尸 那也比别人厉害 是与众不同的 苏福得这太子被废 苏染又爆出了超尸的事情 仰天哈哈大笑三声 是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 边上的白纸白河 小心地看着他 似风似颠的模样 只觉得一阵毛骨悚然 低着头对视一眼 然后都快速地望着 自己的斜面 不敢言语 苏福也顾不上 这两个小丫鬟的情绪 此时他只觉得大快人心 恨不得立刻走到 两人的面前 好好地羞辱他们一番 以泄心头之恨 他们俩也有今日 真真是苍天有眼 苏福一手拽过一旁的白纸 苏染不是来了吗 他现在还在府上 走 咱们去看看 他的那双眼睛 亮得吓人 那眼底的得意和快意 几乎都要冒出来了 恶狠狠的 只觉得废太子和苏染 越是倒霉 他越是高兴 白纸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犹犹豫豫地道 姑娘 五姑娘已经离开了 苏福文言脸色一变 什么 走了 他怎么走了 是夫人让他离开的 白纸惶恐地解释 我听福冰院的下人说 五姑娘想要府中收留他 夫人拒绝了 命账防止了三百两银子给他 便打发他走了 什么 苏福一脸愤然 怎么就让他走了 而且还给他银子 他苏染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拿府上的东西 我不行 我去找祖母去 说着 他就要往外面走去 白纸急忙拦住他 姑娘 夫人让姑娘禁足反省 若是姑娘再去闹事 夫人定然会生气的 姑娘就要出嫁了 莫要再惹是生非了 苏福文言脸色当时就变得难看 斥责道 连你也敢来教训我 白纸脸色突然一白 惶恐道 奴婢不敢 我看你是敢得很 苏福因着之前的事情 心里还窝火得很 他那父亲真是绝情 竟然打了他一巴掌 还想将他送去小雀院 想到这事 他整张脸都阴沉下来了 白河和白纸一哆嗦 忙是跪了下来 奴婢不敢 闭嘴 别哭哭闹闹的 给我滚到门口跪着去 苏福也是气得发狠 可是想到上次的事情 他实在也是有些怕了 小雀院是什么地方 进去了那不是的吓死 也正是因此 他这些日子 难得的安分了下来 不敢做任何事情 两个婢女心知 苏福的阴晴不定 也不敢招惹他 听了他这么说 也只好去跪着去 遇上这样的主子 也实在是倒霉 二人想到苏福 即将出嫁的事情 心想着 要不要去求了夫人 给他们安排另外的事情 不跟着苏福一起过去 虽然说招王府 全是富贵至极 可他们做奴婢的心理清楚 跟着好的主子 才能有好日子过 若是主子都不关心他们 他们那里会有什么好下场 高门大宅之中争斗的牺牲品 便是让夫人随便指一个人嫁了 他们也是不愿意 跟着苏福去招王府的 简直是太遭罪了 均不知 这位苏四姑娘面前 两个陪着他多年的大丫鬟 一个据说已经死了 另一个被随便指了一个人嫁了 那日子也不见得好到哪去 便是他们为苏福打算 苏福也不会记得他们的好 倒不如为自己多想想 第179章 中秋 哭不吃 废太子赵元起手一扫 将暗基上的托盘 连同饭菜一起扫在了地上 瓷器破碎 发出声响来 赵元起一脸阴沉又颓废 像是一只受伤的恶狼 宋婉婷穿着一身素色的 和子裙站在边上 乌发收拾得整整齐齐 发际上干干净净的 是一副素雅清淡的样子 眼下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 圆明院到处也都是黑漆漆的 唯有这一处院落 还有一些灯光 这圆明院 原本是前朝一位红莲公主的别院 圆明皇后过世之后 皇帝将此重建 用来拜祭圆明皇后 年轻时候 皇帝得了空闲 还去住过一两次 后来将圆明院赐给了赵明起 让赵明起打理 宋婉婷面无表情 语气也是淡淡的 这夫君注意言辞些 若是让人听到了 又是许多是非 赵明起脸色一变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好一会儿才问 阿然呢 苏然 宋婉婷笑了起来 你还在想着你的阿然啊 你我被送到这里来的时候 她已经出宫了 不会再来了 宋婉婷对赵明起 是没有怨言的 赵明起当时为太子 后院还有其他的女子 宋婉婷是不怎么在乎的 到底日后是要做皇帝的人 三宫六院摆在那里 便是寻常富贵人家 三妻四妾也是寻常事 可是千不该万不该 赵元起不该独宠苏然 让苏然这个良帝 压在他这个太子正妃的头上 他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甚至有时候 苏然一哭诉 赵元起连他这个正妻的面子 都不给 你说什么 他出宫了 赵明起瞪大眼睛 一脸不敢置信的样子 他压低了声音 阴阴沉沉的反驳 这不可能 宋氏 你是不是在骗我 阿然怎么会出宫呢 宋婉婷吃笑了一声 都到了这个时候 我为何还要骗你 难不成还是为了争宠 你如今还有什么好争的 有什么好争的 宋婉婷倒是巴不得 自己和他没关系 早点离开这里 只是他是他的妻 旁人走的 他走不得罢了 赵明起听了这话 当时身上撑着的那股气都散了 整个人都颓废地坐在那里 苏染 大概是知晓 他不会有什么虔诚 如同旁人一样 气他而去了 他想到这些日子 苏染同他说过那些 情情爱爱的甜言蜜语 只觉得自己可笑至极 过了好一会 他突然笑了一下 然后越笑越是大声 变成了哈哈大笑 宋婉婷在边上看着 表情很是冷漠 到了半夜 又下了一场雨 洗清了这一片天地 次日便是中秋 原本中秋便是团圆的节日 可是因着太子被废一室 今年的中秋 倒是没什么欢闹的声音 也就是各家各户 把大门关起来 吃了月饼一起赏月 热闹一下罢了 王氏问苏管要不要 将李玲喊来府上 他这独自一人 要是过来也热闹 苏管当时便摇头拒绝了 虽然说他 若是过来陪他 他自然是开心的 可府上这么多人呢 到时候还要他应付这些事情 干脆让他自己过好了 不过他又做了不少的月饼 留一些家里的 又送了一些去镇国公府 送了一些给李玲 王氏见他不愿意 也没有勉强 只是命人给李家送了中秋里 夜里全家人 在扶平院设了座席 一起赏月吃月饼 男子那边 一桌还喝上了酒 女子这边 则是换上了一些果酒 苏管挨着苏罗坐在一起 对面便是王氏 苏罗想吃月饼 非要苏管给他搬开 又讨着要喝果酒 笑得嘻嘻哈哈的 李氏怜爱地给他擦汗 王氏看着这一家子 心底有些复杂 今年苏林嫁了出去 苏然也嫁了出去 苏福则是被禁足在扶容院里 突然就少了三人 杨氏 阿剑下聘的聘礼 准备得如何了 挑个好日子 将事情定下来 到了明年 咱们府上 也该添新人了 杨氏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 低调了许多 如今不敢再折腾事情 听到王氏问他 他只得回答道 已经在准备了 等阿福出嫁之后 我定然将这事办得服服帖帖的 杨氏想要为苏福求情 婆母 今日是中秋 正式团圆的时候 您看不如让阿福出来 十月她便要出嫁的 日后年年中秋 一起过了 王氏瞪了她一眼 她做错了事 不管什么样的理由 都不是让放过她的原因 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要是放了她 她总觉得长辈宽容 更加的有恃无恐 她如今也便要出嫁了 若不磨一磨她的性子 日后还有的寿 你以为 那赵王妃便是这么好相遇 你便等着看吧 日后有的是糟心事 赵王妃对苏福不满已久 从苏福与赵明延私会开始 再到她在静明宫寿宴上闹事 又让赵明延因她而丢人 装装剑剑 如有在坟头上跳舞 简直是活腻了 赵王妃怕是等着她过去 然后好生地整治她 杨氏娜娜道 好歹咱们府上也是公爵府邸 那王妃便是不痛快 也得顾及一下颜面 王氏喝了一声 做婆母的整治而习 便是不放在面上的 也有的是办法 阿福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你若是再提 便去芙蓉院 同她做伴去吧 杨氏呼吸一致 当时也不敢作声了 如今不比从前了 从前她有苏健和苏福 又是府上的世子夫人 苏旺便是不怎么待见她 却也给予她正妻夫人应有的敬重 可因着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 苏旺早就不管她了 而且 叶姨娘又怀了身孕 她的心早偏了 现在都搬去了 叶姨娘的院子里住着 玉珠院早就不回来了 这个时候 杨氏自然是不敢惹王氏 生怕是惹怒了王氏 到时候 让苏旺写了一纸修书给她 杨氏也隐隐有些后悔 若是蛇姨娘还在 怎么会有叶姨娘出头的日子 而且 蛇姨娘年纪大了 不可能再有孕 要是叶姨娘生出一个儿子来 杨氏怕是要呕死 第180章 蛇姨娘相看 杨氏觉得自己苦得 像是黄连水泡着似的 又是难受 又是后悔 然而 王氏也懒得理会她 若不是为了府上的脸面 若不是为了苏健 她早就把这个作妖的儿媳 修回杨家去了 她的目光落在李氏和苏罗身上 好一会儿才到 阿罗如今也十岁了 也该懂事了 等明年开春 便来扶贫院住着 跟着我吧 王氏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皆是一愣 李氏眼中有了一些惶恐 苏罗也是 被吓得有些猛 伸手抓着李氏的袖子 李氏惶恐地开口 婆母 阿罗 阿罗她 王氏道 阿罗今年十岁了 也不小了 她的生辰在十二月 过了年 便是十一岁了 我知你疼爱孩子 可是阿罗在你手中 养成了这副天真 不知事的样子 我也不说 天真有什么不好 阿罗可爱也惹人疼爱 可是她总不能一直这样子 王氏是真的心疼苏罗 她在李氏身边养着 李氏真是把她捧在手心里 舍不得下手教导她 也正是因为如此 养出了 她这副天真灿漫的性子 不过 也有不好的地方 苏罗日后总是要嫁人的 若是到时候 她还是这个样子 在内宅之中 什么时候被人害了都不知道 王氏觉得自己 还有点力气 打算亲自教导一下这个孙女 免得她日后吃苦 李氏嘴唇动了动 正想说什么 却听苏巡在一旁道 不若这样吧 阿罗也不必住在扶贫院 儿子给他另外安排一处院子住着 这孩子闹疼 若是住进了扶贫院 怕是扰了父亲母亲的亲近 让她每日去扶贫院候着就是了 苏巡倒觉得 让苏罗跟在王氏身边教导是不错的 苏巡他自己 下手教训苏梁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苏罗这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她心疼都来不及了 她要是哭两下 她哪里舍得 而且 王氏的担忧也确实是个问题 总要为了孩子的未来考虑 谁知道 她日后会遇上什么事情 旁人扶照 总是有顾不及的时候 若是她自己有能耐 才能安安全全的 想到这里 苏巡又道 也是该给阿罗另外安排一处院子了 她也该学着管事了 之前 苏罗都是住在玉华院的小夸院里 走过一个门 就是玉华院 事情都是 李氏一手打理 她自己什么都不懂 王氏想了想 却也觉得挺好的 她提着是 是想着别让苏罗和李氏住在一起 免得李氏太腻爱她 但是她自己住一个院子 能学着自己管事 也省得和她这个老太婆住着 太过冷清 行了 就按老三说的办 苏巡笑嘻嘻的 儿子多谢母亲 苏罗见父亲和祖母三言两语 就决定了自己的事情 有些惶恐 伸手拽紧了李氏的袖子 小声地喊了一声 母亲 李氏心中也有些不安 不过她选择相信苏巡 毕竟苏罗是她亲生女儿 她总不至于害女儿的 她拍拍苏罗的手小声道 莫怕 王氏这才看向苏罗 笑着问她 阿罗 你可是愿意过来陪着祖母 祖母一个人啊 孤单得很 要是你来陪着祖母 祖母定然是日日都高兴着的 苏罗听闻王氏这样说 也觉得祖母一个人可怜 要是她去陪着祖母 让祖母高兴 她也是很乐意的 于是她便点了头 祖母 阿罗愿意陪着祖母的 王氏笑了起来 阿罗呀 真是孝顺的孩子 苏罗当时便忘了之前的事情 轻轻热热地凑过去 和王氏说话去了 苏勋叹了一口气 心想 她这小闺女的 真是单纯地过了 要是再不娇娇 日后定然是会让人欺负的 苏盈在边角上坐着 低着头 看着与王氏亲近的苏罗 心中有些羡慕 她握了握手 心中叹了口气 她和苏罗 到底是没法比的 静宁功夫的中秋节 倒是没有什么波折的过去了 然而在当日 杨氏念着的蛇姨娘 正在和乡看的对象过中秋节 蛇姨娘明患蛇情 父亲原本是个秀才 也是清白家世的人 后来父亲过世 家里也倒了 正逢静宁功立了大功 皇帝登位 封侯赐府 她为了一口饭吃 卖身进了当时的静宁侯府为币 而后王氏见她温顺不争不强 便将她指给了苏望做通房 到了后来 苏望娶了杨氏 她便从通房台为了姨娘 人生二十载 都在府中度过 离府之后 她也是有一段时间的慌乱无措的 府上再不好 可却是她的根 离开了那里 她只觉得自己 像是扶贫一般 落不到实处 可是 她身上有银子傍身 又有一间秀房铺子 经营着镜像 两个姑娘合力出钱 给她买了一个宅子 给她安身 又请了几个丫鬟伺候着 而且还时不时地来看她 送这个送那个的 日子过着过着 她的心思也平静了下来 说起来 这日子倒是过得不差的 在外头 她便是这院子的主子 两个姑娘也都嫁得好 旁人都给她三分面子 见了面 还喊她一声蛇妇人 更甚是 更甚是少了杨氏的搓磨 平日在府中的时候 杨氏为妻她为妾 杨氏稍有不痛快 便命人 喊她过去立规矩 像是丫鬟一样伺候她 有时还将心中的不快 冲着她撒气 如今少了这些事情 日子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 她也觉得很不错 她的相看的对象 是隔壁院子的邻居 姓徐 名唤徐施宇 乃是青山书院的焦书先生 先前还中过近视 只是这位徐先生 无心仕途 便去了青山书院做先生 徐先生早年娶过一位妻子 生了一个女儿徐焦 徐焦外嫁到外地去了 路途遥远 几年都不回来一趟 徐先生一直扑在 教书和学习上 一直都没有再去 很多时候都待在青山书院 隔壁那院子少有回来 前些日子回来的时候 到处乱糟糟的 闻着隔壁的饭菜香 又饿得发慌 厚着脸皮上门蹭饭 也熟悉了 第181章 只愿岁月安然 一生平静平安 舌情温柔和顺 不争不抢地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颇有一种 与世无争的甜淡 而且 他有将自己收拾得很好 看起来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尤其是他身上 平淡温馨的气质 令人觉得舒服 徐先生见了几次之后 便起了心思 而徐先生也不差 虽然是书院的先生 但是也并不刻板 为人温和 多年诗书沉积 使得他身上 有一种老先生的文雅风雅 舌情父亲便是个读书人 徐先生读了这么多的书 又是青山书院的先生 手下也出过不少的举人近视 他与徐先生相处过几次 也是感觉不差的 苏若知晓这事之后 琢磨了一下 便喊上了苏玲 让人查了徐先生为人之后 打算给自家老娘找个伴 舌情今年才37岁 人生还很长的 有个伴 这日子也能过得舒服些 免得一个人冷冷清清的 今日正好是两人 将事情说开 打算过一些日子准备一下 摆上几桌宴席 算是澄清了 舌情也曾经给徐先生 说过他自己的事情 他曾给人做了妾室 徐先生倒是不在意 他自己都一把年纪了 难不成还是能娶一个姑娘家 这个时候 能娶上一位温柔的妻子 将这日子过得安静温暖的 已经是很知足了 徐先生给舌情做了一盏花灯 灯上细细描绘着 嫦娥奔月的画像 舌情在一旁给他递比 眼中也有了一些笑意 徐先生道 明日 我给阿娇书信一封 你再同你的两位姑娘说一说 若是他们都同意了 咱们就挑个日子 将这事情办了 徐先生虽然淡泊名利 一心教书 但到底是青山书院的先生 家底也是有些的 就隔壁有一间三进的院子 另外 还在青山书院山脚下 有个书斋 再加上这些年的积存 也不比舌情差什么 虽然说 他也想着能好好办一场 但是碍于舌情之前的身份 若是传出去了 岂不是打尽宁功夫的脸 还有苏若和苏玲的面上 两个知根知底亲近的客人 摆几桌热闹热闹 然后好好过日子就是了 舌情便点头 阿若和阿灵自然是愿意的 他们说 有时候也顾不上我 若是有个人互相照顾着 他们也高兴 苏若还好 她是平摆侯府的二夫人 与侯夫人是 肘里 平摆侯兄弟齐心 侯夫人没有为难肘里的道理 她要出门自己做主便是了 可苏玲是隋王府的侧妃 就算是王妃对她宽容 可没有道理 一直往外跑 而且 因着不能住在一起 两人偶尔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倒不如给舌情找一个伴 平日里互相照应 等到老了 也能相伴 徐先生点头 阿娇是个孝顺的孩子 肯定也会同意的 徐先生想到女儿 也是有些感慨 他那姑娘什么都好 就是给他挑了个女婿太远 他自己要非要嫁 出嫁几年了 也就回来过一次 舌情恩了一声 徐先生画好了灯笼 然后露出笑容来 他将上面的墨迹吹干 然后将蜡烛装上 用了火折子点燃里面的蜡烛 橘黄色的光芒 映着一副嫦娥奔月 画中的仙子 像是要飞上月宫似的 有风吹来 烛火轻轻地摇曳了一下 徐先生问他 好看不 舌情点点头 好看 徐先生将灯笼递给他 送给你 舌情愣了一下 然后接过灯笼 眼中的泪水 却怎么也止不住 他记得自己 最后一次玩灯笼的时候 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姑娘 父亲还在 到了元宵节那日 陪着他一起做灯笼 后来父亲去了 再也没有人会给他做灯笼了 刚进静宁公府那两年做婢女 虽然吃穿不愁 但是手上的没钱 后来他给苏旺做妾 苏旺是个粗人 哪里有这些心思 而且便是有 他也得陪着杨氏这个正妻仙 那里轮得到他 每每逢年过节的 他这个妾室也上不了席面 只得一个人静静地在院子里待着 将时间慢慢地熬过去 徐先生见他哭了 拿着帕子给他擦泪 怎么哭了 莫不是我说了什么你不高兴的事情 没有 蛇姨娘摇头 擦干眼泪低了低头 我很喜欢这个灯笼 谢谢你 蛇情心道 如此 余生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伴着 他也该知足了 总比拘于静宁公府内宅之中 由这杨氏撮磨一声 只得等着那人偶尔想起 给予一些联系 如今 只愿岁月安然 一生平静 平安地过去 要说这个中秋 心中最高兴的 要属隋王府 如今太子被废 明王末若 九皇子年幼 唯有隋王是未来储君最合适的人选 隋王得知 太子被废之后 高兴得不得了 若不是为了低调些 早就宴请了诸位手下幕僚 共饮一杯 他只觉得 今年的中秋 是他有生以来最好的一个中秋 连同王妃也觉得 面上更有荣光了些 隋王妃与宋婉婷 同为帝城有名的贵女 而且很不对付 昔日宋婉婷嫁太子 她嫁隋王 被宋婉婷压了一头 可是如今太子被废 宋婉婷同样也什么都没有了 而隋王日后 很可能才是那个登位的人 如此一来 他有可能当上皇后 他能不高兴吗 可是隋王和隋王妃 高兴不过一日 次日早朝 皇帝驾临 听了一堆废话之后 突然将明王溜了出来 并且给他安排了时职 让他进朝堂办差 皇帝这一操作 弄得整个朝堂的人都是猛的 昔日废太子再朝 隋王再朝 可明王一直不过是个 空有王爷名号的小透明 自己不成器 又不敢办事 唯唯诺诺地 俨然一个废物点心 然而很多人很快就回过未来了 要说皇帝为何将明王提上来 不过是 为了这制衡隋王 太子被废 在朝堂之上 隋王一家独大 若是皇帝无意让隋王继续下去 须得有一个人制衡隋王 明王虽然不不成器 可到底是皇帝的亲儿子 若是皇帝偏疼几分 也是能让隋王头疼了 隋王为了此事 气得险些掀了桌子 只觉得皇帝不待见他这个儿子 什么太子 什么明王 哪里比得上他一点半点 偏生皇帝就是不待见他 好不容易太子被废了 他还想着做几件实事立功 而后让人上书 立他为储君 可是偏偏皇帝 又将明王提了上来 真是气死了 第182章 出游 因着皇帝提拔了明王 朝堂之上 又开启了一场新的争斗 有原先太子的下臣 又与隋王有仇 不敢投向隋王者 纷纷投向了明王 说是要为明王效力 明王手下原本就没几个人 得了这些人投诚 感激涕灵 立刻将其奉为座上兵 得了这些人 为明王出谋划策 他办差便少有出错的事情 隋王为了此事 气得又是摔了一个茶盏 苏染因着抄袭一事 在地城之中名声败坏 许多学子对他这样的行为愤恨不已 只想着找他算账 然而又得知他不知去向 私底下发动了不少人找他 更有唯恐天下不乱者 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换作窃贼才女 很长的一段时间 人人喊打 一旦出现 他便成了过街老鼠 苏染待在小院子里 只想夹着尾巴做人 等事情快点过去 让大家早些忘了这桩事情 也因着这事 苏健也受到了不少 来自四面八方的耻笑 甚至将苏染的事情 牵连到他的头上 觉得他不配为读书人 遇上学子的针对辱骂之后 苏健也是觉得心累 干脆便在书院告了假 自己在家中温书 不过精神 以肉眼可见差了许多 因着这事 静宁公府这又一次 被推上了封间浪口 最开始的那几日 府中的人都不敢出门 府上的几位夫人 更是恨死了苏染 其中王氏更甚 只觉得苏染是个祸害 害得家族名声受损 他儿孙在书院受到刁难 还惹来了那些学子的厌恶 如今连书院都不敢去了 然而这些都不关苏管的事情 既然事情已经爆出来了 便是再说什么也于事无补 值得等着事情的热度过去了 慢慢地消停下来 中秋过后 苏管得了空闲 便着手宅院休憩的事情 昔日他曾同李林说过 这一次的宅院休憩的事情 他来办 自然不是说着玩的 该办事的便办事 该出钱的就出钱 王氏等人 得知他拿了那一万两银子 对于此事表示了赞同 这也是应该的 既然他将银子都给了你 你便出点力气 拿出一些银子来 免得他再掏出一笔钱来 若是有剩下的 日后再备制一些家业便可 阿管也是这样想的 你能这样想 我便放心了 这日后夫妻相处 你得有个度 你自己的 须得守着 若是他给你的 你便当做二人共同的 莫要自私自利 将东西瘫了 这次二次还好 他念着你 倒也无所谓 可事情多了 他便有意见了 苏管点头 祖母放心 阿管知道该怎么做的 王氏被苏染超师 做假的事情弄得头疼 倒是听了苏管的事情 稍微有些安慰 好在还有个孙女是懂事的 若不然 他都在想 是不是要寻个 倒是过来做几场法事 看看府上的姑娘 怎么一个两个的 竟是不省心的 九月初三 李玲得了空闲 约了他去地城外景家的一处 田庄钓鱼摘果子 在苏巡拉长着脸的表情下 李玲还是将苏管带了出去 苏巡其实是不愿苏管 与李玲见面过多的 便是定了亲 也没有这么频繁见面的道理 不管是礼节上 还是别的顾虑上 都不应该如此的 尤其是两个小年轻 长辈们 怕是他们处在一起多了 一时控制不住自己 闹出什么失利的事情来 然而 这次是苏管亲自来问苏巡的 苏管听话又乖巧 少有求他的时候 苏巡见自家闺女亲自问了 也不好拒了他 只得给他多派了两个护卫 然后又严明 没有下次 苏管点头硬了下来 而到了初三这日 李玲便过来接他 两人走出门口的时候 苏管还捏着帕子叹气 父亲定然是不高兴了 李玲压了压嘴角 有些想笑 无碍 便是有什么不高兴 大概都是冲着我来 我受着就是了 苏管看了他 你便是不怕我父亲揍你 虽然说父亲是个读书人 但是到底是武将家族的人 花拳绣腿总是会的 李玲道 无妨 花拳绣腿 我也是会的 两人各自上了马车 浩浩荡荡地往城外走去 因着路途有些远 苏管与小桑小慎 在马车里挽起了叶子牌 书的人贴纸条 等到几轮过后 马车到了田庄 苏管的额头上 已经贴了两张纸条了 小慎的额头上最多 细数下来 七八个都有了 郡主 到了 苏管让小桑小慎收拾了一下 然后伸手 将额头上的纸条撕了下来 待他掀开车慢 要往下走的时候 却见李玲站在车下 见他要下车 伸出一只手来要扶他 苏管犹豫了一瞬 然后对上他的笑容 也笑了一下 伸手放在他的手上 由着他扶着 脚踏在小凳子上下车 六姑娘小心些 嗯 此时 马车正停在田庄一处院子的外面 地面上铺着平坦的青石板 青石板之间镶嵌得移 中间只有一些小小的缝隙 有一缕缕细小的青草 从里面长了出来 不过停放马车 却是无碍的 苏管稳稳当当地下了车 转头看去 只见这边上近处良田远处苍山 因着是秋日 有农家人已经在地里忙着收获 原本的青山被秋衣蕴染 浓淡淡的一片秋色 苏管已经很久 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色的 感觉空气都清新了 整个人都精神了 在现代的时候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社会人 成日在城市之中奔波 只想着早日攒到钱 买了房子安稳 只是可惜 就在他攒够首付的时候 竟然激动地发了心脏病 把自己搞死了 这死法也是够令人痛心了 好歹让他买了房子 住上几日再说啊 到了这古代 他便是高门大宅之中的千金贵女 出门的次数 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更是没有机会出门 看这样的风景了 李玲问他 六姑娘觉得 此处风景如何 极好 苏管深吸了一口气 青山绿水 令人舒心 出来走一走 也总比一直待在院中好 李玲有意多锻炼苏管 只是他住在静宁公府内宅 平日里 也只能在里头走走罢了 旁的坐不了 李公子说得极是 苏管笑了起来 他觉得 出来呼吸一口气 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第183章 钓鱼 李玲带着苏管在屋子坐了一会儿 然后让小桑小圣 准备一些带过来的吃食 再让人准备一个红泥小火炉 一张草席 两个软和的垫子 一个简单的红木按机 带准备好之后 便分别让人带着 一同去了湖边的一棵柳树下 李玲选了一个灵水平坦的位置 让护卫将席子铺开 按机放在中间 然后摆放上各种吃食 又命人去取一桶山剑泉水归来 打算烧水泡茶 有一个七八岁的小桑 拿着两个鱼杆过来 蹲在一旁弄鱼饵 她穿着一身半旧的宽松衣衫 腰间绑着一根腰带固定 不过身上倒是收拾得挺干净的 苏管见着小桐机灵又讨喜 于是便问她 你叫什么名 今年几岁了 小桐道 回归人的话 小子姓张 您换木头就是了 今年八岁了 苏管道 八岁了 倒是机灵 可是有认字 木头点头 认了 小子父亲说 先学两年 待十岁了 便送小子去私塾读书 苏管笑道 那倒是挺好的 多读书 总会有些用处的 木头使劲点头 那是 龙户人家 自然是知道不识字的不好的 若是他们识字 可以在城中 寻一个轻便的活 或是做帐房 做伙计 或是做大家公子身边的书童 可若是不识字 那只能在家里种地了 木头弄完了鱼儿 便将鱼竿拿了过来 笑着对苏管道 贵人 鱼儿已经做好了 他一双眼睛亮晶晶的 露出的笑容 也是真诚期待的 木头很喜欢到这边来的贵人 这就代表着他 又有新的景象了 这边的农庄 距离地城并不远 坐马车 也不过一个时辰的事情 故此 也有不少人贵人往这边来 赏景或是游玩 这个时候 就要聪明地凑上去 便是贵人手里露出一心半点 也是 能让他家里很长时间 都过得很好 静家是地城 盘踞地城的士族之一 对于田庄上的电农 也还算是可以 若是地里的收成好了 有赏 若是收成不好 也是 能让人吃饱饭 但是想要别的 那就要自己努力了 木头希望自己能去读书 日后出人头地 家人不用再辛苦种地 一年到头 只得一个温饱 李玲接过鱼竿 然后让他过去 边上和几个护卫 一起吃些东西 这才带着鱼竿过来这边 递了一根给苏管 苏管诧异了 真钓鱼 李玲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与他隔了一个暗机 文言将鱼儿甩入水中 自然是真的 苏管忐忑犹豫 可是 我不会钓啊 要是忙活一上午啥都没 这就很尴尬了 他的表情有些猛 李玲嘴角微微压了压 不用你 你完就是了 等我钓了鱼 中午 让厨子做鱼汤喝 听他这么一说 苏管也就放心了 不用等着他吃饭 勉强还是可以接受的 他就随缘钓 有就开心 没有也无所谓 那就好 我等着你的鱼 李玲含笑 望着他应了一声 好 不知怎么的 苏管听了这个好字 竟然觉得有点脸红 他别过脸去 学着他的样子 将鱼儿抛入水中 李玲笑了笑 将边上护卫 送上来的一个木梨地给他 带着 你肌肤弱了些 若是让太阳晒着 定是要晒伤的 虽然已是秋日 但还是要注意些的 苏管拿着木梨看了一眼 上头是茅草编成的帽子 茅檐边上缝了白沙下垂 风吹来的时候 轻轻摇晃 虽说两人如今的位置 在树荫底下 可柳树的叶子并不算茂密 有阳光透过枝叶照了下来 他的皮肤娇嫩 若是长时间被晒着 很容易晒伤的 苏管感慨他的细心 谢谢李公子 无需客气 苏管将木梨带上 然后坐在垫子上开始钓鱼 李林再坐在另一边 慢悠悠地晃了晃鱼杆 让鱼儿往水底更深的地方去 好让鱼儿来摇耳 这小狐是靖家用来养鱼的 里头的鱼不少 便是稍微会钓鱼的人 都能钓到鱼的 暗机上放着一些吃食 苏管一只手钓鱼 一只手拿着吃着 偶尔和李林说上来句话 不多时 有护卫取来了山剑泉水 红泥小火炉升起了火 小桑在一旁取了温水 烫洗茶盏 准备泡茶 抬眼看去 远处是秋意渐染的山巒 有树木果实累累 近处稻谷成熟 金黄一片 有人在农田里劳作 便是这样看着 也能闻到空气中果香稻香 李林见他看着对岸的田里 便解释道 田地种着的 是产于南晴的一种 名幻香酌的香米 这种香米产量不高 而且生长时间 比寻常的要长一些 一般都是春末播种 秋日收获 吃的时候 也是当季新鲜的好吃 等收获了 我让靖家送一些 过去给府上 苏管文言直摇头 然后道 这就不麻烦靖家了 虽说你家对靖家有恩 此番靖家 对你以帮助良多 若是再说别的 那可就过了 不过是米罢了 你可不能去提这个 说到这里 他又有些不好意思 你我的青史 还需靖夫人帮忙呢 你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惹得人家不快了 说起青史 他确实是有些脸红的 其实他和李玲相处 确实是很愉快 他这人明朗又温和 做事也细心 时常照顾着他 苏管确实也是有些喜欢他的 按照道理来说 便是相亲 这样的对象 也是极其不错的了 李玲见他这样 轻笑 好 我不提 小桑泡好了茶 分了俩盏给两位主子 两人喝了一口 李玲的鱼掉动了 有鱼咬勾了 他手微微一抬 使了巧劲 将那条鱼拖出了水面 仔细一看 巴掌大的鱼呢 苏管眼睛一亮 钓到鱼了 李玲拉了 将鱼竿拉了过来 那木头就过来帮忙拆鱼 将鱼放在水桶里 脸上满是笑容的 重新弄一个鱼儿 贵人真是厉害 以往主家的公子过来 都没有钓到几条鱼 贵人这么快就能钓到一条了 苏管见此 也去看了木桶里的鱼 看了一会儿 又回去看他的鱼竿 抬起来一看 钩子上头的鱼儿 都已经没了 苏管 行了吧 别人是钓鱼 他这是喂鱼 第184章 郡主可不要抛弃了我 他叹了一口气 让木头 给他重新上鱼儿 转头对李玲道 还好有你在 若不然我怕是 连一口鱼汤都喝不上 李玲又将鱼儿甩入水中 这算的什么 若是真的钓不到 让人捞几条便是了 钓鱼不过是图个高兴 钓不到也不要紧 他捏了一个核桃递给他 吃吧 好像也是这个道理 苏管点点头 接了核桃 吃了之后 又继续钓鱼 大约是过了半个时辰 李玲已经钓上来了三条鱼 苏管这边是一个都没有 他已经没了耐心 干脆直接放弃 坐在岸基边上 咔吱咔吱地吃着东西 像是一只正在吃东西的小松鼠 李玲一边钓鱼 一边同他说话 不时投喂他 见他吃得开心 心中也高兴 也不枉费他今日 将他带出来 其实他总觉得 人一直闷在家里 总是不太好的 出来走动走动 看看风景也是好的 至少心情愉悦 两人在这边坐着 小桑小慎也在边上帮忙 边上的护卫席地而坐 木头正在和他们说话 正在这会儿 小路那头走来了一行人 走在前头的人 看到这柳树下有人 有些诧异 定睛一看 却发现是熟人 我当时谁在此处呢 原来是景元兄 景元兄 可巧了 李玲转头看去 见一行人走了过来 微微点头 然界兄 然界 周然界 也正是今年科举高中的炭花郎 与今年新科状元宋战很不对付 那宋战正是归宴城的学子 与李玲关系颇为交好 平日里得了空闲 还喊了李玲一同吃酒 周然界年岁不过二十三 升得也是风度翩翩 仪表不凡 文章也是 做得极好 若不然 也不会得了这么一个炭花郎的位置 周然界身后跟着 是一帮以周然界为首的学子 今日他们一帮人 刚好得了空闲 出来走走 有人说了 这边的风景不错 于是大家 便往这边来了 倒是没想到 竟然遇上了李玲 周然界的目光微眯 看了看不远处的护卫 又看看坐在暗基前的苏馆 插一道 这位是 有人立刻便道 李景元 这便是你的不对了 你不是要与温孝郡主定亲了吗 怎么就带了个姑娘出来玩 若是让静宁公府知晓了 可是得麻烦 这可使不得 使不得呀 可不是 便是要养着 随便找个院落养着就是了 藏也好 别让人知道 如今你这大大方方的将人带出来 也不怕 有权有势的人 养外事也不稀奇 有些人妻足尊贵 惹不得 为了禁止正妻 表面上不敢做得太过了 将女人养在外头 或是那女子的身份上不了台面 带不进府里 就养在了外头 周然界道 可不是 景元秀 可别说我等不提醒你 你便是要养着 可不能这般带出来啊 李玲看向她的目光 像是看一个傻子 她道 几位莫要胡说 这位便是温孝郡主 莫料 她有转头和苏馆说话 郡主 莫要听这些人说的乱七八糟的 苏馆点了点头 我不听 周然界一愣 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 郡主 温孝郡主 周然界确实是惊到了 高盟贵族的贵女千金等闲 不会外出的 如今苏馆与李玲一同在这里 怎么能让人不意外呢 那尽宁功府 会让两人相坏 这不可能啊 怎么就不可能了 苏馆掀起了目离的白纱 抬头看了那群人一眼 目光威了 颇有几分郡主的威仪 你们又是何人 是要质疑本郡主的身份吗 苏馆酒居深归 又不像是苏冉那样的出名 在各种诗会出现 大显异彩 所以 在场的人 没有一人是见过这位郡主真容的 一时间也不知道真假 边上的小桑站了起来 大声地斥责 而等好生无礼 见了郡主 还不快快行礼 周然界等人一愣 虽然心中都在猜测 这郡主是不是真的 可到底对方价着这个名头 若是不行礼 传出去了 便是他们失礼了 周然界磨了磨牙齿 拱手行礼 是我等失礼了 下官参见郡主 参见郡主 不管事情真假 周然界都低头了 他们这些人自然是没有敢再挑刺 苏馆轻轻淡淡道 都免了 这是在城外 也无需多理 本郡主难得有机会与李公子在此游玩 本郡主也喜静 你们走远些便是了 周然界原本是想挑刺李灵的 可是苏馆在这里 身份一高 那是压死人 要是他赶不进 回头尚书 说他不进郡主 那他这汉林院编修的官 也别想要了 是 下官告退 苏馆罢手让他们下去 等他们走远了 他便转头和李灵说话 他们这些人 与你很熟 我瞧着 像是总想欺负你 李灵又钓到了一条鱼 让木头拆了放在桶里 而后与苏馆说话 倒也不熟 我与今年新科状元宋战 倒是挺熟的 宋战乃是归宴城人士 与我同一个书院读过书 算是同窗好友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像是在解释 我的朋友 倒是挺多的 不过都是讲道理的人 李灵走过的地方很多 认识的人自然也不熟 能和得来 志趣相投 也算是朋友 不过他 这人也挑剔 心术不正之人 自然不会与之过多结交 苏馆倒是不在乎 他的朋友多不多 毕竟人生在世 谁能没几个往来的朋友 若是上门做客 好好招待便是了 朋友多也好 若是朋友多了 日后遇上了什么难处 也有几个能相助的人 确实是这个道理的 李灵微笑 只觉得 他聪慧又善解人意 世间上再也没有 比他更好的姑娘了 为亏他走了这一趟 若不然 怕是要与他错过 对了 既然刚刚的人 与宋大人不对付 那他平日里 可是有欺负你 苏馆伸手拿着两个核桃 捏了捏 啪的一下压裂了核桃壳 李灵见他这一副 想找机会为他报仇的样子 笑了笑 倒是没有 不过说几句酸话罢了 我并不怎么在意 帝城之中 酸他的人多了去了 虽然说他科考落了榜 可他运气好啊 能与苏馆结亲 堂堂敬宁公府嫡女 镇国公府的外孙女 再加一个郡主的身份 便是配皇子 也是绰绰有余的 这旁人见了 自然是极度死了 他看着他 笑得更温柔了些 他们啊 便是极度 我得了郡主的亲眼罢了 郡主可不要抛弃了我 第185章 不行 我还能撑 苏馆听了这话 耳朵都红了 他动了动嘴唇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好在李灵也没有为难他 瞧着时间差不多了 就命人收拾了一下 一起回了田庄的院子 那田庄的院子 是靖家所有 是一处三进的宅院 平日里 用作主家人歇脚的地方 院中不知处处可见惊心 所需的东西 也一应俱全 苏馆这边小桑和小圣 给他换了一双干净的鞋子 又洗了帕子给他擦脸 李灵则是将水桶里的鱼 交给了厨子 大的两条 一条清蒸一条红烧 小的两条炖汤 那厨子四十岁了 是个老实八交的汉子 原本是靖家的一位厨子 后来伤了左手 动作不是很灵活 便安排着他到这田庄里养着 平日里 主家的人过来 便帮忙做饭菜 他的婆娘也在这田庄里 平日里帮忙打扫宅院 儿女则是在靖家的主宅中做事 做汤 李公子可是要做什么汤 做滋补一些的汤 姑娘家吃的 你看着办就是了 好的 李灵将鱼交了出去 然后拿了边上放的灶脚洗手 又换了鞋子才进屋 这边的屋设的门开得很宽 打开的门之时 从院子里便能看到屋里的情况 宿管和小桑小慎去了一趟茅房 回来的时候 见他正坐在茶座那边泡茶 见他来了 便问他 可是还要茶 宿管摇头 不喝了 一肚子的茶水 李灵文言也不抢求他 去边上架子上 拿了一本书给他看打发时间 书上写着的 是各地的风土人情 宿管看着 倒是觉得有些意思 便静静地往下看去 大约是半个时辰 厨房那边饭菜都做好了 小桑小慎 他们回来之后 厨房便做好了 他们和护卫的饭菜 两人过去吃了 等宿管准备吃饭的时候 他们也早就吃好过来伺候了 上桌的时候 宿管微微诧异 全鱼宴 桌上一共五道菜 三道都是鱼 清蒸红烧还有鱼汤 鱼汤里倒是放了山里 出来的一些山珍 看着鱼汤奶白一片 闻着味儿就很香 另外还有一道素炒石书 还有一道干笋火腿 李灵洗了手 拿着干净的帕子擦了擦 然后给他勺了一小碗鱼汤 也不算全鱼 一共才四条 你我二人都能吃完 四条鱼都不大 若是在野外 他一人便能吃完 先喝些鱼汤 鱼汤鲜美 又加了不少山珍炖煮 哦 宿管端起小碗 拿着瓷白的勺子喝了一口 只觉得鱼汤鲜美异常 很是可口 这下子 也不用李灵说 他自己就慢慢地喝完了一小碗 很好喝啊 确实是好喝的 便是府中的厨子 也做不出来这样鲜美的鱼汤 也不知道是鱼的问题 还是心情的问题 李灵又分了鱼最嫩的鱼奶肉给他 再给他配上了一小碗米饭 外加食书笋单 这一餐饭 倒是吃得他小肚子都圆滚滚的 零了 他又喝了一碗鱼汤 一餐饭后 他避开李灵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 然后心酸了一把 他总觉得 李灵很喜欢投喂他 什么吃的都要给他吃一些 他这心里七上八下的 想着日后 自己会不会长胖的问题 但是 但是每次都是 这太好吃了吧 这个也好吃 不行 我还能撑 受不了受不了 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他自己暗自愁苦了一会儿 然后便去了厢房休息 他躺在木榻上 就是睡不着 轻轻地叹气 小肚守在一旁给他扇风 姑娘怎么不睡 是有什么心事吗 苏管压低了声音 你说我这般能吃 会不会长胖啊 真的是愁死了 小肚扑哧笑了一声 姑娘放一万的心吧 姑娘与李公子出来的机会可不多 一两次没什么的 便是日后澄清 那也是一两年后的事情了 到时候什么都吃过 也不会缠这一嘴 苏管一听 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于是便放心地睡了 中午休息了半个时辰 李林便带着苏管等人 上山去摘果子去了 苏管听说了 要去摘果子 麻溜得起来了 半点都不见疲惫 田庄的果园也很大 种了不少的果子 其中便有梨子葡萄 苏管爬不了山坡 只得在平坦的山地 看着护卫爬上树去摘梨子 或是拿着一个长杆 带着竹边漏斗的工具 将那竹斗套着一个梨子 轻轻一扭 梨子便落在竹斗里 仔细将长杆放下来 便可以将竹斗梨子拿出 很是方便 苏管觉得这东西很是巧妙 也拿着长杆试了试 奈何他手腕上没有什么力气 努力了好久才摘到了一个梨子 遥想当年 他还是一个农村小妹 便是出了社会 也是一个受得了苦 受得了累的社会人 这才到古代没多久呢 就成了一副手 不能提肩 不能扛半点力气 都没有的娇小姐 苏管拿着梨子叹气 想了想 然后递给了一旁的李灵 给你吧 李灵接了过来 问他 你不要 苏管道 我再摘一个就是了 你请我吃你钓的鱼 我请你吃我摘的梨子 你觉得好不好 李灵笑了起来 好 那我就谢谢六姑娘 给我的梨子 说着 他便见苏管又举着肠杆去摘梨子 小姑娘弄了好一会儿 都没将果子摘下来 他指的过去帮忙 帮他握着肠杆 这才将一个大梨子摘了下来 苏管拿着大梨子 只觉得开心得不得了 摘梨子太累了 他又和小桑小肾 拿着剪刀去摘葡萄 这会儿 正是葡萄成熟的时候 靖家的田装中了不少 眼下正是成熟的时候 苏管很喜欢这种采果的活动 拿着剪刀咔嚓的就是一串 看着小桑小肾心惊肉跳的 生怕他一不小心 弄到自己手了 两人抬着一个小箩筐跟在后面 不时地接过自家主子剪下来的葡萄串 正在苏管玩的起劲的时候 山上传来了一声凄惨的惊叫声 震得山林中的飞鸟都震出来几只 他手抖了一下 差点被伤到自己的手 蛇 蛇 有蛇啊 救 救命啊 第186章 蛇咬 苏管握着剪刀 脸色都白了 李玲这边也跑了过来 护在他身边 六姑娘 阿管 苏管回过神来 看着小桑小肾 还有李玲忧心地看着他 他摇了摇头 我没事 李玲将他手中的剪刀拿了过来 递给了一旁的小肾 扶着他的肩膀 放缓了声音道 吓着了吧 莫怕 这里没有蛇 我已经命人上去看看怎么回事了 有护卫已经上山去查看了 苏管呼吸了一口 缓过神来 我无事 就是吓了一跳 姑娘家胆小 听见了这么凄厉的惨叫 被吓到也是正常的 一旁的小桑小肾也不例外 那脸上都没了血色 李玲松了口气 无事便好 咱们先回去吧 苏管点头 如今也没什么心思去摘果子了 李玲护着他往山下的宅院走去 小桑小肾跟在后面 护卫留在最后 抬着两箩筐的梨子 和一箩筐的葡萄 苏管一边走一边皱眉 我听着声音 像是刚才的那帮学子 先前他们不是 上山了吗 也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他心中有些忧心 若是被蛇咬了 还不知道有没有命在 李玲道 莫要担心 我方才派了一人上山 也派了一人去田庄殿农那里 寻一个懂草药的人过来 苏管也知晓自己担心也没什么用处 文言只是点点头 跟着他一起回了宅院 待他们刚刚踏进门口 山上的那伙人已经下山来了 其中两人是被背着下山的 这被蛇咬的是两个人 其中一个姓钱 名幻无喜 是灵州学子 另一个便是早上带头挑刺李玲的周然介了 一行人匆匆下山 刚好碰上了这边护卫 拉着一个懂草药的老农过来 乡下地方 没有大夫坐镇 赤脚大夫也是到处走 不定在哪 居住在田野山野之中 各种蛇虫也多 总有几个懂些草药的老人 老人家年纪大了 被拉着跑了几步 有些喘气 慢些慢些 别急啊 你走慢些 老头我老胳膊老腿的 就要散架了 来了来了 人下来了 快些将人放下来 一群人七手八脚地乱了一会儿 好不容易将受伤的人放了下来 那老头便凑过去看伤口 然后便看到那伤口很大片的地方 已经黑了 老头儿倒吸了一口气 扎扒了一下嘴巴 摇头晃脑 剧毒 就不了就不了 赶紧送回地城去 此话一出 当时那群人就炸开了 两个受伤又是痛又是绝望 周然界先前的风度翩翩 当然无存 怎么会救不了 不就是一条蛇吗 不可能的 老人家 你看仔细些 再帮我看看 边上的人道 就是啊 老人家 这里回地城得一个时辰呢 到了那里 这人都凉了 可不是 瞧着这样子 显然是一条毒蛇 等一个时辰 这人还不得凉 老人家 你快想想办法 难不成看着这两人死吗 这里头还有一个汉林院大人呢 要是你救了他 日后金银财宝 任由你挑选 老头犹犹豫豫豫的 被这话勾起了心思 又见不得人就这样死了 只得硬着头皮道 这样吧 我给你们挤一下毒 免得毒性蔓延 再用布条绑一下 敷一些草药 然后你们就去地城找大夫去 若是这样还不成 那就是命了 也怨怪不到我的头上 到了这个时候 好像也没其他的选择了 众人想了一下 只得点头硬了下来 这会儿 老头又到 今日主家这边的宅院 有贵客到了 若是你们有心 去问问有没有什么药物 或许有些用处 老头掳起了两人 被蛇咬伤那条腿的裤脚 然后给他们挤出毒 又喊人过去他家里 让他儿子弄几种草药过来 这位小哥 你家主子 可是带了药材过来 在场两个护卫 是苏巡派过来的人 其中一人文言摇头 我等也不清楚 有人道 那我随你一同走一趟 去问问你家主子 护卫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对视一眼便硬了下来 然后带人去求药 这个时候 若是他们拒绝了 事情传了出去 只不定说他们郡主见死不救呢 走一趟 也省得日后有什么麻烦 这边的李林 送苏馆回了宅院 刚见他喝过几口温水 情绪没什么不对 便打算出门看看 这才刚刚到了门口 便碰见了想要过来 求药的人 是你 来人愣了一下 倒是没想到 那老头口中的贵人 竟然是李林 不过转念一想 李林跟着苏馆一同前来 在那些人眼中 自然是贵人了 李林点点头 如何了 其中一个护卫道 这两人掉进了一个蛇窝 刚好里头有两蛇 各被咬了一口 这蛇大毒呢 若是不及时医治 怕是有性命之忧 来求药的人 先前也是看不上李林的人之一 还出言嘲讽他 虽然说 让他向李林 低头他心中不乐意 可到底也不是什么心思很坏的人 周燃介和钱无喜都等着救命呢 景元兄 先前的事情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若是景元兄心中不高兴 改日我等便摆了酒席 给景元兄赔罪 如今燃介兄与无喜兄危在旦夕 不知道郡主和景元兄来的时候 可曾是带来药物 李林点点头 然后招来了一个他带过来的护卫 在他耳边说了两句什么 然后那护卫便转身下去 过了一会儿 便取来了一个白瓷瓶 递给了来人 李林道 这是解毒的药丸 一共四颗 你给他们二人一人服下一颗 另一颗碾碎了伏在伤口上 应该有些用处 来人文言大喜 他接过白瓷瓶 感激道 多谢景元兄大量 之前是我等冒犯了 改日定然赔罪 在下先拿药过去了 告辞 说着 他也不敢再留 掉头就往人群跑了 李林看了一眼他的身影 然后掉头回了院子 虽说这周燃介说话很是不好听 但到底不算什么大事 再来方才苏管知道了这事了 若是一会儿这两人死了 他心中怕是要害怕了 他今日是带来出来游玩 希望他能高兴些的 可不想让这些人 坏了他的心情 第187章 前世八公子 李林回来的时候 苏管正在眼巴巴地看着门外 见了他回来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问他 如何了 给了一些解毒的药 他给苏管倒了一盏温水 莫要担忧 不会有事的 那解毒药效很好 就算是不能完全驱毒 也能让他们坚持回到城里 到了那里找大夫 性命定然无忧 苏管文言稍稍放心 虽然说他 未必有多么的善良 但是眼睁睁地看着人 死在自己面前 实在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情 李林见他缓和了下来 然后问他 六姑娘可是还要去摘些果子 苏管摇头 不摘了 被这么一下 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摘果子 李林道 那好 我便让人安排马车 咱们也回城去吧 嗯 回城去 李林遂命人安排马车 将这三箩筐的果子 也一并送上了马车 打算让苏管带回去 分给府中的人吃 两辆马车到了田庄路口的时候 刚好碰见了那一群学子 他们也要回城了 那老头给周然介和钱无锡 挤了毒血出来 又得了李林送的药 给人一人吃了一颗 又各自捏碎了一颗 沾了一些水敷在伤口上 蛇毒再慢慢消退 也可以回城去了 学子们一共四辆马车 浩浩荡荡地走在前头 李林和苏管的马车 则是落在后面 因着前面的人赶着回城 所以马车走得快一些 不知不觉 距离也是越来越大 路上的树木匆匆 有些溅染了秋意的菊黄 偶尔风吹来 有落叶飘飘落下 有一片落叶 刚好从车窗飘了进来 落在了车厢里 苏管让小桑将树叶捡起 撵在手中 仔细地看着树叶的脉络 秋天已经来了 马车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不知道过了多久 苏管有些昏昏欲睡 正在这个时候 马车却停了下来 苏管猛地一下清醒了过来 刚刚一抬头 却见李林已经掀开车慢走了进来 他一愣 你怎么过来了 莫怕 李林急忙解释道 前面有人打起来了 我过来这边护着 你也安全一些 苏管这下子倒是梦了 打起来了 怎么打起来了 是刚刚那群人 李林点头 是他们 好像遇上了劫匪 我已经派人上去处理了 开路的人察觉到不对 便派了人上去 又让一个人回来禀报 李林在边上坐下 皱眉深思 他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这群人莫不是运气太差了一些 之前便遇上了蛇窝 回城又遇上了劫匪 而且 这条路是回帝城的路 这里离帝城也不远 怎么会出现劫匪 怎么说也是皇城脚下 何人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这里搞事 怕是不想活了 这些人怕是别有目的 六姑娘不要离我太远 苏管是个惜命的人 文言自然是点了头 你放心 我不会乱跑的 这一帮学子 在回城的路上 遇上了劫道的劫匪 这群人都是学子 也没几个人有钱养得起护卫 故此护卫不过是五六个人 一经照面 就被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劫匪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开口说话 一上来就想杀人劫财 好在几个护卫抵挡了一会儿 然后李林派过去的几个护卫 堪堪赶到 将他们赶走了 若不然 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 今日要命丧于此 等李林和苏管的马车赶到的时候 一群人坐在地上 瞧着有些狼狈 那跟着他们一起进城的老头 正在给几个受了伤的人包扎伤口 两人下了马车 看着这坐着一地的人 那些人见了二人 当时就激动了起来 温孝郡主 郡主 今日多谢郡主和锦园兄相救 李林的身份 在场的人知道的浅薄 自然不觉得 他手底下的护卫 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将劫匪赶跑 以为是苏管带来的人救了他们 苏管看向李林 李林开口道 你们如何了 人都在这里吗 有人道 除了吴喜兄不在这边 其他的人都在 他的马发了疯 拖着马车往林子里跑了 方才那个护卫已经追上去了 另外 有人脸色都白了 慌慌张张道 若是吴喜兄出了什么事情 咱们该怎么办 那钱家 岂不是要找咱们算账 钱吴喜同样是 今年科举的近视 他这人喜爱到处玩 和大家都玩得不错 但是少有的几个人知道 钱吴喜乃是 灵州前世的公子 前世一族 在灵州是大族 而钱吴喜 正是主家的嫡系 钱世的八公子 要是钱吴喜出了什么事情 在钱世的怒火之下 今日与他一同出来的人 谁也唠不着好 什么钱家 灵州的钱家 吴喜兄竟然是 灵州钱家的人 这个我倒是知道 吴喜兄乃是钱家八公子 景元兄 凡请多派人去找找吴喜兄 若是他出事 那就糟了 这些个名门望族的公子哥 比不得他们这些 出身普通的学子 他们个个都尊贵得很 一旦某一个出了什么事情 钱扯到的人 那是都要遭殃的 在钱世的怒火之下 他们不觉得能保全自己 李玲倒是没想到 钱吴喜竟然还是 灵州钱家的人 文言点了点头 又派了两人跟着追了过去 多谢景元兄 多谢景元兄 不必 钱吴喜原先是自己准备了马车 没有和大家坐在一起 在劫匪来的时候 他只留了一个护卫保护自己 剩下的都派出去拦截劫匪去了 可是谁也没料到 这马匹会突然发疯 拖着马车往林子里跑去 护卫想要出去拉停马匹 却见有个劫匪突然跳了上来 两人打了起来 从马车滚到了地上 马匹继续发疯 往前面跑去 越走越远 钱吴喜此时已经发现事情不对 结合着前面掉进蛇窝的事情 怕是事情并非偶然 有人这是想要他的命 他想了想 这个时候 若是任由马匹拉着马车一直跑下去 怕是小命难保 他还年轻着 自然是不愿意死的 于是他便爬了起来 艰难地扶着车厢 走到了车厢外面 第188章 我家公子 乃是李景元 此时马车将要到林子的尽头 前面便是身不见底悬崖深渊 一旦掉了下去 便是粉身碎骨 绝无生还的可能 钱吴喜瞳孔一缩 半点都不敢迟疑 用尽了身上所有的力气跳下马车 想象之中的疼痛到来 他的一条腿 撞在了一棵树干上 身子倒是落在了地上 在地上滚了一圈 弄得他一身狼狈 腿上的疼痛 让他额头上瞬间就飙出了一层冷汗 但是他死咬着牙齿 不敢大喊大叫 怕是将人招来 正在此时 他听到了扑的一声 像是锋利的刀剑 刺入血肉的声音 他猛地转身看去 却见他身后正站着一个黑衣人 那黑衣人正欲杀他 背后突然捅来了一把刀 直接将他穿了个透心凉 死得不能再死 钱吴喜慌忙爬开一些 黑衣人手中的刀掉落在地上 来人将黑衣人踹到一边 过来要去扶钱吴喜 钱吴喜心头警惕 你是何人 来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穿着一身的便衣 手中握着一把剑 看着像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护卫 容貌和身量都没有什么出彩的 但是仔细一看 又觉得他冷静得可怕 根本不像是一般的护卫 甚至是 甚至像是家族中培养出来的暗卫 他道 公子莫慌 我家公子乃是李景元 李景元 钱吴喜一愣 是他 正是 我家公子见诸位遇上了事情 便派了我等上来处理 钱吴喜闻言 心中虽然有些疑惑 但也没有再问 但是眼下这个状况 他也只能信了来人 毕竟这个时候 他自己两条腿都受伤了 对方要杀他很容易 钱吴喜道 多谢你家公子相救之恩 阁下 我现在两条腿都动不得了 烦请阁下背我回去 之后定然中险 来人点了点头 过来将钱吴喜背了起来 转头往林子里 寻着来时的路回去 他走得很快 边上的树影再往后退去 钱吴喜经过了这一遭 两条腿痛得厉害 他身心疲惫 想要睡过去 可是腿上的疼痛 和心里的警惕 又促使他清醒过来 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然后问他 不知阁下姓名 改日我上锦园兄府上道谢 也好谢谢阁下的救命之恩 不必 他冷淡道 公子要谢 便谢我家公子就是了 钱吴喜藤的咬牙 嘴上却道 你救了我 便是我的恩人 我问一下恩人的姓名而已 又不是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为何就不能说呢 哎 你说你家公子 出了多少月钱给你 若不然来我这边 做我的贴身护卫 本公子有的是钱财 保管你吃香喝辣的 这人受伤了 怎么还这么多话 他的额头跳了跳 险些将他丢下来 钱吴喜道 你说话呀 他沉默了一瞬 怕是钱吴喜再问 只得开口道 菊颂 钱吴喜又问 什么菊颂 我的名 他面无表情 公子可以住嘴了 钱吴喜哈了一声笑了 扯到了伤口 痛得他咬牙切齿 这名字倒是好听 然后果然是闭嘴不再问了 菊颂将人从林子里背了出来 路上的时候 还看到了钱吴喜的 那个护卫躺在路边 护卫与敌人打了一场 最终是同归于尽 死得不能再死了 菊颂淡淡地看了一眼 继续往前走去 等两人回到 遇见劫匪那大路上的时候 钱吴喜已经昏睡了过去 原先的人都在原地等着 见到有人背着钱吴喜出来 当时便松了口气 吴喜兄如何了 有没有失 怎么样了 钱吴喜在昏睡之中被叫醒 菊颂 将人放了下来 钱吴喜揉了一下眼睛 见到众人 只觉得活着真好 我没事没事 就是摔伤了腿 多谢这位英雄救了我 景元兄 多谢了 李灵见他没事 点了点头 无需客气 快些回地城去了 对对对 赶紧回去 今日真是太倒霉了 这接二连三出事 回去定然要找地方拜一拜 去去晦气 钱吴喜听了这话 脸色便阴沉了下来 今日的事情 分明是冲着他来的 在场的人 也是受了他的牵连 先回去 若是让我查出来 是什么人做的 定然要他付出代价 钱吴喜咬了咬唇 然后问李灵 景元兄 我的马车落入悬崖了 可否与你一同 一众学子 原本有四辆马车 一辆是钱吴喜的 去的时候 还有几个人 是坐他的马车的 但回程时 因着他被蛇咬伤 动作不变 其他人就坐了 另一辆马车 李灵点了点头 可以 钱吴喜松了口气 多谢 日后吴喜定然报答 无需 李灵倒是没有 和钱吴喜 坐一辆马车 他将马车 留给了钱吴喜 并且留下局送保护 自己则是去了苏馆那辆马车 也不知道 这一路还会遇上什么事情 他须得 留在苏馆身边才安心 一众人又重新上了马车 浩浩荡荡地 往地城行驶而去 好在这接下来 这一路安稳无事 在进城门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李灵让前面的马车 送钱吴喜去找医馆 自己则是将苏馆 送回了静宁公府 顺道将那三箩筐的果子 也送了过去 在静宁公府门前下车的时候 他对苏馆道 你莫要担心此事 事情与你无关 我猜想着 应当是钱家的一些恩怨 但我知晓是怎么回事 便写信告诉你 你在府中 安心待着就是了 那你 苏馆有些担忧李灵的安危 他救了钱无喜 怕是要被牵扯进这些事情里 李灵道 无需担心我 再说了 我身边还有远游呢 他也该回来了 苏馆一顿 才发现 这一次 他身边没有远游在 远游去了哪 李灵叹气 打架去了 这还是和你那表妹月霜有关 那小姑娘真的好本事 刺激人是一把好手 远游气不过 和尤纵之比斗去了 苏馆眨了眨眼 他这到底是败了谁为事啊 李灵笑道 我倒是听了一耳朵 好像是谁输了 他就败谁 远游是怕死了 沾上这个麻烦 这不 拼了命想赢 尤纵之与他的想法 大概是差不多 苏馆嘴角抽了抽 算了 由着他闹去吧 你也忙去吧 我回府去了 不必担心我 好 第189章 欲将送三驾明王 苏馆进了府 便直接去了扶贫院 见了王氏之后 让王氏将他带回来的果子分下去 至于路上发生的事情 他是一句也不想提 免得王氏担忧 王氏随口地问了两句 他便说了 去钓鱼和摘果子的事情 王氏点点头 突然问起了旁的事情 后日李家送聘礼单子 过来了 祖母最后再问你一次 这桩轻视 你可是愿意 因着苏林和苏福的一系列事情 王氏不由地偏腾 苏馆这个省心的孙女 想到他要嫁给李玲这个身上 只有一个举人名头的寒门子弟 心中隐隐的也有些发虚 只觉得对不住他 李家定了时间 9月10日前来下聘 正是过定亲大礼 一旦过了李定了亲 事情便不容更改的 世间上也少有定了亲 在退亲的事少之右手 除非是什么过不去的理由 否则是不会退亲的 例如 当日陈家退亲 是因为杨氏将苏林中了药 同男子抱在一起 坏了名声 出了这样的事情 陈家要退亲 府上自知李亏 也只能退了 若不然事情传扬开来 对于府上的一众姑娘的名声 也是很不好 苏管文言 正了正脸色道 祖母 这庄亲事 是阿管自己愿意的 之前我便觉得 李公子是个极其不错的人 这几次相处下来 李公子待我 也是非常的不错 处处细心细致 不敢让我受半点的委屈 苏管觉得 世间上再也找不到 像李公子这样的人了 王氏微微诧异 不过也松了口气 既然你是这样想的 我便放心了 就怕他不情不愿地嫁了人 到时候心生怨恨 一辈子痛苦 若是他自己愿意 又觉得对方好 自然算是一桩好亲事了 你嫁妆的事情 我与你祖父伯父 还有你父亲商量过 会多给你一些 有钱谁不想要啊 苏管露出笑容来 那孙女多谢祖母 行了 这件事 我便和你父亲谈 你也累了 回去休息吧 是 阿管告退 苏管这边 堪堪离开扶贫院 李林则是寻了一辆马车 回到了自己居住的院落 很快的 也有人查明了今日的事情 将事情禀告给他 宋家欲与钱家结亲 将宋家三姑娘 许配给钱八公子 此事虽不成张扬 但是一个月前 已经有了张承 原先宋家乃是太子一派 若是宋家三姑娘 嫁入灵州钱家 于太子也是一番助力 只是可惜 谁能想到 太子有朝一日会被废呢 到底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 太子被废 虽有东军提名 王上来平衡朝堂 但宋家乃是废太子 非娘家 随王对其怀恨在心已久 自然是不会放过宋家的 这些日子以来 宋家有不少的亲近的官员遭殃 故此 宋家心生一计 欲将宋三姑娘 嫁于明王为王妃 投向明王 以保宋家 如此一来 这原先说好的亲事 便不能继续了 钱家也不是好相遇的 若是宋家敢反悔 让宋三姑娘另嫁他人 定然会遭到钱家的打击 且如今宋家地位不同往日 也不愿得罪钱家 李玲皱眉 于是宋家 便想让钱八出意外死了 若是人死了 一切都不作数了 宋家三姑娘另嫁他人 也是寻常 难怪又是掉进蛇窝 又是遇上劫匪 不管是被蛇咬死了 还是遇上劫匪被杀的 基本上都将其视为意外 到时候 就算是有心人要查 那也查不出什么了 正是如此 李玲一阵无言 宋家如今的处境 虽然困难了些 但是太子的事情上 因着宋家明哲保身 虽然不如从前 可到底还是能保全 只需日后小心谨慎一些罢了 倒是没想到 他们会因为 将宋三嫁给明王 做出这等杀人的事情 李玲沉默了一瞬 然后让人下去 天色危暗 菊颂匆匆归来 向李玲禀报了后续的事情 那两人如今已无大碍 李玲点头 无事便好 你跑一趟静您功夫 让人将事情告诉六姑娘一声 菊颂点头 是 去吧 菊颂告辞离开 出门的时候 刚好碰到了远游回来 在危暗的天色中 她的身形高大 脸上鼻青脸肿的 红一块青一块的 很是害人 菊颂瞪大眼睛 差点拔剑 别别别 是我呀 菊颂皱眉 你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 远游摸了摸脸上的伤口 扯动伤口 疼她的倒吸一口凉气 那小子下手真是太重了 娘老子的 下次一定要将她打得满地 爪牙不可 菊颂见她这副 暴跳如雷的样子 犹豫问 你这是输了 输什么输 谁也没赢 谁也没输 下次继续 菊颂不敢置信 怎么 你还打 你该回来了 莫要忘了 你的职责 若是公子出了什么事情 你可担待不起 远游是李林的贴身护卫 平日里待在身边的 而菊颂则是暗卫队的人 平日里在暗处保护 像他这样的人有十人 领头的人名换九章 下面分别是 西宋 涉江 埃影 印 抽丝 淮沙 斯美人 西往日 菊颂 悲回风 当日救了陈七 而后又被派去拦截陈七的那位 正是暗卫里头的悲回风 不过这杯字不讨喜 于是便将这一字去掉 他的名字换作回风 李林身边的众人 取名于 楚辞 一书 楚辞之下 分有黎骚 九哥 天问 九章 远游 补居 于复 九辩 招魂 大招 远游为随从护卫 九章为暗卫 九辩管生意 于复管对外各国事宜 于下这些 皆各有安排 各司其职 远游被月双缠上之后 他去了寻游纵之打架 李林只好将暗卫中的 菊颂淮沙二人提了出来 待在身边 作为随从护卫 菊颂冷着脸道 你成日想着与人打架 却不知今日出了事情 若是来人是冲着公子而来 公子有难你却不在身边 还要你何用 远游听了菊颂的话 呼吸急促了一下 脸色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好一会他才道 这件事事我不对 我便去向公子请罪 第190章 锦云兄是个好人啊 大概是这些日子过得太安稳了 公子又要娶妻了 日后夫妻美满 李家后继有人 他这心里飘了 公子要出门 他竟然不在公子身边 为了旁的事情与人打架 真是太不应当了 若是真的论起来 他确实有失职之罪 若是公子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他是万死不能赎罪 远游握了握拳头 我会尽快处理好 那小姑娘的事情 让他别缠着我 菊颂道 忘你说到做到 说吧 他便走了过去 与远游擦肩而过 匆匆消失在黑色当中 远游瞧着自己身上的伤 没敢去见自家公子 其实这伤口瞧着挺严重的 但都是皮外伤 擦歇药 几天就好 他将身上的衣服换了下来 然后便去请罪 刚刚入夜 李玲吃了些东西 沐浴更衣之后 他便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袍 与寝室之中弹琴 琴声蒸蒸 烟气鸟鸟 那琴声如同流淌在林间的流水 山林之中有鲜雾弥漫 他修长的身影影在其中 长长的头发随意地散落在身后 脸上的表情宁静淡然 颇有一种超脱世俗的仙气 此时的他 仿佛是那就要飞仙而去的折仙 一曲霸 他伸手 在边上拿起了一只茶盏 饮了一口茶 这才站了起来 手中拿着一只茶盏 缓步走了出来 远游后在门外许久 直到脚步声响起 他这才抬头 然后跪了下来 大声道 公子 属下前来请罪 李玲转了转手中的白玉茶盏 他身上一袭长袍 在夜风之中 被吹得轻轻地扬起 长发与衣媚交错 颇有一种仙人灵世的飘逸 他问 何事请罪 远游道 属下不该顾着与人较量 而忘记保护公子 未尽身上的职责 是失职之罪 他低下头来 脸上的伤口涂了药 已经消肿了 却也是一块红一块白的 瞧着有些狼狈 李玲道 无事 远游却不敢动 好一会儿才听他道 平日里有些高兴的事情 也是难得 少见你与人打得这般高兴 李玲对身边的人 素来是严格又宽容 若不是什么大事 他倒是希望这些人能高兴些的 为了他 这些人已经付出的太多 他希望他们高兴一些 下不为例就是了 远游一喜 多谢公子 属下不会再犯了 便是要打架 那也是 要回了离城再打 离城安全 无人敢对公子动手 若是在外头 万一遇上什么事情就不好了 他暗自记下了这件事情 日后在外头 可不能为了一时爽快 与人打架 忘了自己的职责 虽然说和尤纵之打了几场 他心头痛快 觉得舒坦 可若是此事耽搁了他保护公子 那就不成了 下次不打了 至于月霜 他能躲着就躲着吧 若是躲不掉 便与他说清楚 他老远一生笑名于公子 不会收徒弟的 让他缠着游纵之躯 行了 下去休息吧 多涂些药 明日好些 是是 属下这就走 远游站了起来 然后高高兴兴地转身离开 明天又是一个 没心没肺的粗汉老远 李玲看着他的背影 又看了看天上的明月 转身回了屋子休息去了 周然界与钱无喜去了一趟医馆 周然界倒是没什么大碍 虽然是毒蛇所咬 但因着毒血及时挤出 又有药物解毒 只需再敷上几日的药 吃上几日排毒的药 便无大碍 倒是钱无喜严重了些 他不但是被毒蛇咬了一口 另一只腿 因着他跳车的时候 撞到了树干上 撞到了骨头 需要好生的疗养 少则一个月 多则三个月 他都要瘸着一条腿走路 为此 他脸色阴沉了好久 不过想到自己保住了这条命 脸色也稍微缓和了一些 无喜兄 这次多亏了那李景元相救 若不然你我怕是小命不保 之前我总觉得 他与宋青湛 那丝混在一起 定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如今看来 是我想差了 景元兄啊 与那宋青湛不同 他是个好人啊 宋青湛正是宋湛 青湛是他的字 正是今年科举的新科状元 宋湛为状元 周然界为炭花 周然界被他压了一头 原本便不服气 后来两人 一同进了汉林院 宋湛为六品修传 周然界为七品编修 又是被他压了一头 周然界学识不错 却也心高气傲 撇开榜眼 那快四十岁的人不说 他与宋湛年纪相当 学识相当 结果他被人压成了万年老二 心中哪里肯服气的 于是这两人的恩怨就出来了 宋湛倒是不在意这些 他为人宽怀 对于旁人的挑衅 也是一笑置之 可他这般态度 对周然界而言 便是活力颇油 越烧越旺 故此 连与宋湛往来的人 他都讨厌 李玲便是排名第一的那个 他是宋湛的同窗好友 与宋湛交情好 而且还走了狗屎运 居然得了温孝郡主的亲眼 要与温孝郡主定亲 因此 周然界是岳家的反感李玲 觉得他更不是个好东西 如今李玲不计前嫌 救了他的小命 周然界是感激涕零 觉得自己眼瞎看错人了 心想着 日后定然要与他交好 就算是宋湛 看在李玲的面子上 他也愿意得三分面子 钱无喜 哪里还管什么宋湛 他现在就想查清楚 到底是谁要害他 若是让他知道了 他定然扒了对方的皮 他虽然平时里 嘴上总是扒扒扒的 但好歹 是在士族之中长大的 自然不会到处宣扬 有人要杀他的事情 免得打草惊蛇 他须得暗地里查一查 到底是谁对他下手 周然界实在是太激动了 刚好两人坐在一起 他伸手拍自己 没受伤的那条腿的时候 一时准头不对 拍到了钱无喜的腿上 钱无喜倒吸了一口凉气 恼怒地看着他 周然界猛了一下 对不住啊 无喜兄 我拍错了 钱无喜面无表情道 我求求你了 拍你自己好了 周然界见他脸色不好看 干脆闭嘴 钱无喜无奈 他心知周然界是因为 他才遭受了这等痴鱼之殃 于是也没了脾气 他道 待我好一些了 你我在艳琴警员兄道各谢 到底是救命之恩 若是什么也不做 那就太不知恩了 周然界闻言也觉得可行 你说对 咱们得好生谢谢锦鱼兄 第191章 千金为聘 钱无喜也不是傻子 从医馆离开之后 便立刻派人去查当日的事情 果然被他查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原来是他们 这行人之中 有人做了内影 几番查证之下 最终还是查到了宋家的头上 之后也查到了原因 原来是宋家 有意将府上的姑娘 嫁给明王座正妃 可是如今 宋家只剩下宋婷婷 这一个未出嫁的嫡女 剩下这些庶女 都是上不了台面的 连个侧妃都判不上 宋钱两家的亲事 原本便是宋家提的 钱无喜中了近事 凭着家族的关系 寻了一个小官留在了地城 宋家觉得他前途无量 身后又有钱家 于是便想将宋婷婷许给他 顺便也为太子拉一些助力 钱家想着 宋家老爷子乃是太父 宋婷婷的姐姐 又是当朝太子妃 日后不管是对钱家 还是对钱无喜都大有好处 于是就同意了下来 两家正商议着此事 可谁没想到 太子突然被废了 宋家也受到了波及 这事情就担得下来了 可是没想到 宋家竟然想要反悔 为了攀附冥王 想将宋婷婷 嫁给冥王做王妃 为了不得罪钱家 竟然还想给他弄一个意外 让他死了 好 宋家 真的是好得很 钱无喜咬牙切齿 脸色阴沉得可怕 若是宋家不想嫁女 明说就是了 钱家又不是死缠烂打的人 而且 如今宋家也不如以前了 与废太子有关系的家族 他们钱家还不乐意呢 可没想到 他们竟然想让他死 既然如此 他也不会让宋家如愿 这个仇 他也定然要报的 九月初五 静夫人又上了一趟静宁公府 和王氏对了一下聘礼和嫁妆 李家给的聘礼不轻 王氏看了 也是吓了一跳 千两黄金万两白银 除开一些定青必须之物 还有八件名贵的珍品 其中有玉石古籍书画 都是世间难得的珍品 渐渐价值千金 这样的聘礼 便是娶公主 都能取得了 静夫人道 李公子言道 郡主乃是府上的贵女 千娇百贵 她想聘娶为妻 那是万万委屈不得的 这不 样样都挑好的 绝对让郡主风风光光的 待日后 旁人说起这桩轻事 都道郡主好眼光 得了夫家的重视 千金万银的娶回家中 千金娶妻 意味着男方对女方的重视 也是最高档的聘金之一 也唯有着大家士族嫡女 或是皇族权贵的贵女 才有这样的殊荣 便是之前昭王妃给苏福下聘 总共不过是八百金 加八千俩白银 给了几件不错的东西 剩下的 就按照寻常的规矩办事 那样已经算是很风光了 何况如此 王氏心中奇怪 李家这么会有钱办治 这样的一份聘礼 他心中也有那么一瞬间 想着 是不是静家帮忙办治的 不过李家这么重视苏管 王氏也很高兴 也不管到底是如何得来的 王氏脸上的笑容都深了几分 他道 李公子如此用心 是阿管的福气 指望这二人日后能过得好 我这老太婆也放心了 静夫人道 定然会好的 李公子性子温和 郡主又是聪慧善良 这两人啊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再也没有更好的了 王氏听了这话 当下便满意得不得了 可不是吗 天造地设的一对 王氏看完了聘礼的单子 而后又命人将预备 给苏管的嫁妆单子 呈给静夫人看 阿管的嫁妆分为三分 一份是他母亲 从郑国公府带过来的 月氏唯有阿管这一女 月氏的东西便全部交给他 我与他的父亲商量过了 他是没有意义的 觉得这是应该的 还有一份是府上宫中出的 各家嫁女 嫡妞女嫁妆为万两银 另外还有些铺子田装 各家长辈的田装 最后一份是他父亲给他备制的 还有一些他自己的私藏 以及先前陛下给他的赏赐 另外我私下也给他一些 我这些年的东西 只留了一些 余下的也都给了他 既然李公子给的聘金千金万银 我们府上也不能少了 我这老婆子再给他添上千金 也凑个千金万银 至于李公子给的真品 日后也归他所有 让他带走 苏管这嫁妆 在这地城之中 也是少见的丰厚了 便是太子妃嫁入东宫 十里红妆 也未必有这般丰厚 有了这笔钱 苏管便是嫁了差一些 可也是子子孙孙 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财 靖夫人看着这三份嫁妆 也有些吃惊 除开一些珍藏的珠宝首饰古籍书册之外 还有别院铺子田装果林 另外在府上 这给他的这份嫁妆礼 田装和铺子多数是在归宴城 靖宁公府在地城 哪里有什么归宴城的田装铺子 显然是为了嫁女 特意办治的 日后苏管在归宴城 也方便管理 靖夫人感慨了一声 夫人爱护郡主 王氏笑道 我这几个孙女 先前几个不听话 剩下的也就这两个了 阿罗还小 我自然先紧着她了 先前也觉得她受了委屈 给多一些是应该的 诸位姐妹嫁高门 她则是要低价为祖父还恩 多给一些东西是应该的 再说苏管孝顺懂事 王氏实在是联系她 靖夫人道 我有句话 倒是要提醒夫人 日后若是郡主出嫁了 这么大一笔嫁妆 可是要安排一些人管着 王氏笑道 我心里有数 阿管上未及机 虽然已经定清 但是距离出嫁的日子 也早得很 我寻了理事教导她管事 我自己也会注意 日后 我也会派遣一些能管事的人 给她做陪嫁 靖夫人道 夫人有安排就好了 是我多虑了 王氏道 无妨 你的担忧也是好心 为了小被卓想罢了 我也是担心给了她这些 她自己守不住 靖夫人道 郡主聪慧 定然是学得快 再说了 还有府上在呢 谁敢欺负郡主 靖家虽没有什么本事 可李家与靖家有恩 日后定然也会关照的 王氏闻言笑了起来 靖夫人有心了 靖家虽然不入朝堂 却是地成的盘踞百余年的士族 织繁叶茂 根深蒂固 家中子弟在各业之中也尤其出色 若是有靖家福照 少有人敢打他们的主意 第192章 女婿什么的 真的是太讨厌了 到了重阳日 王氏便让这苏管陪同她 一起去大恩寺拜神祈福 一来祈求家宅平安 二来苏管就要定亲了 也想为她求日后 姻缘美满 夫妻和顺 苏管跪在佛前的时候 倒是认认真真的祈求了 一求家中亲人身体健康 二求日后 她和李灵能一生美满和顺 三求往后的日子能消停歇 她不知这世上是否有神佛之说 但是求一求 总是没有错的 此行早上这出发 拜了神佛便下山归来 到了府中 差不多是用西时的时间 她扶着王氏下车 陪同她一起往福平院走去 然后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吃饭 算是过了这个重阳 西时之后 王氏便打发苏管去休息 你回去吧 也好好养一养精神 明日也好生打扮打扮 苏管确实是累了 文言便点头 那祖母阿管先告退了 去吧 王氏将众人都打发走了 只留下了苏寻夫妻同她说话 明日李家前来下聘 你们二人也要注意一些 万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苏寻神情有些奄奄的 提不起劲来 她实在是舍不得苏管 这孩子才多大呢 都要定亲了 定了亲 这出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最多再留她一两年 到十六岁定然是要出嫁的 生个姑娘真难 又是舍不得她离开身边 又是担心 她去了别人家里受苦 要是儿子就没有这个苦恼了 唉 老三 我同你说话呢 李氏扯了苏寻一下 苏寻这才回过神来 然后道 母亲放心吧 儿子会看着的 阿管的亲事 我还能不上心 王氏轻哼了一声 我看你现在就是不上心 怎么魂不守舍的 苏寻摸了摸鼻子 儿子只是在想阿管的事情 转眼间阿管都长大了 也到了定亲的时候 说来说去 就是舍不得罢了 王氏看穿了儿子的心思 无奈道 我知你是舍不得她 可世间的女子 总是要嫁人的 先前还觉得 李家这桩亲事差了些 如今看来 却很不错 景约人不差 如今又有静家扶持 便是她不走仕途 也能养得起一家 再有咱们护着 阿管的日子 定然是不会差的 虽然没有高门的权势 可是日子也顺风顺水 这也是一种福气 苏寻点头 母亲说得极是 这桩亲事 确实是好的 苏寻原本答应这门亲事 是觉得有静宁功夫在 李林不敢欺负苏管 日后若是李林敢闹什么事情 她一只手指头 就把她捏死 而后李林的表现 倒是让她刮目相看 尤其是这聘礼的事情 大大的让苏管长脸 日后谁人还敢对这桩亲事 说三道四 说李林不配 苏管倒霉 日后要说起 那是狼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 王氏无奈道 你日后见了警员 可别再蹬鼻子上眼的 若是她不高兴 回去欺负你姑娘 那你就有得难过了 苏寻文言 脸皮都扭曲了一下 一手拍在手边的暗机上 她敢 王氏轻哼 她敢不敢谁人知道 总之呢 该硬气的时候要硬气 该说道理的时候说道理 不可让她欺负了阿管 却也不能给她借口欺负阿管 你还年轻 只觉得人家抢了你闺女 惹你不高兴 可你也要为你闺女日后着想 对人家客气些 苏寻呼吸了一口气 道 母亲放心吧 不用你叮嘱我 为了阿管 我自然会的 女婿什么的 真的是太讨厌了 王氏对于自己这个儿子 还是明白几分的 虽然说苏寻倒不至于为难李玲 可也担心 她明日看李玲时 想起人家要抢她闺女 不给好脸色 也不过是提醒她一下而已 行了 若是没事 那便回去休息吧 养足精神 明日也好招待贵客 儿子告退 苏寻带着李氏离开 心中却一直不得静 夜里睡觉的时候 还挠心挠肺的不得安宁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弄得李氏也睡不着 李氏问她 三爷可是睡不着 苏寻不说话 李氏又喊了一声 三爷 苏寻闭着眼睛装睡 她也不想听人再劝什么 越劝她听着 这心里就越不舒服 算了吧 她还是自己好好的烦着吧 李氏以为她睡了 也不管她了 在一旁睡去 苏寻不敢动 僵硬地躺着到了子时 然后又想起 明日李家前来下聘 她若是精神不好 那是给苏管丢脸 这样想着 她的心便定了下来 赶紧睡过去 管院的苏管 也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起来推开窗 看着窗外的月色 心思却慢慢地飘远 说到嫁人 其实她心中是忐忑的 她也不知道 日后要如何相处 怕是自己 不能好好经营这一段感情 可同样的 也是有些期待的 李氏这个人 最开始的时候 她只觉得 是一个合适的对象 能让她远离高门大宅的争斗 又不用应付什么遗娘小妾 是一笔好买卖 让她可以自由自在 安心闲雨躺一辈子 可是到了后来相处多了 她的心慢慢地改变了 她是愿意与她相约一生的 不为其他 只是因为 这个人是她 若是说 以前的人生 如同一杯白开水 寡淡无味 她只想喝着这杯水 平平安安地过完这一生 少一些争斗和算计 可是如今 她的存在却让她觉得 人生是一颗甜美的果实 看上去好看的 吃起来也是香甜多汁的 令人欢喜雀悦 夜风吹来 院子外面的树枝摇曳 天上有一朵乌云遮住了明月 慢悠悠的 静悄悄的 风也凉凉的 苏管深吸了一口气 使得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将窗户关上 在架子床上滚了几圈 将头埋在软和的被子里 安稳地睡了过去 次日 九月初时 李家前来静宁公府下聘 为李世子李林李景元聘 娶静宁公府苏氏六姑娘 苏氏阿管 先前并没有消息传出 可是到了这一日清晨 也不知道谁人将消息传了出去 大清早的 便有不少人在议论此事 更有好事者 早早地派人到静宁公府面前的后者 看李家人什么时候过来 唉 你说李家今日下聘 会拿出什么样的聘礼来 谁人知道呢 不过李家这样的门地 能拿出什么东西来 可不是 能有什么东西 怕不是这静宁公府要丢人了 第193章 千金为聘取家父 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比不上昭王府 给四姑娘下的聘礼的 可不是 到底有注意在前 不管是拿出什么 又不能越过前面的苏府去 不过是徒增孝料罢了 昔日皇帝娶后 聘万金万银 乃东赵最贵重之礼 昔日太子王爷娶妃 或是大家士族嫡长孙娶妻 未表贵重 许的是千金万银 究竟的 太子娶太子妃 王爷娶王妃 甚至连昭王世子赵明展 娶慕容宁 都是千金万银 一两黄金十两银 折合一算 约为两万两银子 到了昭王府 为赵明延聘取苏府 给的是八百两金八千两银 说是按照规定 不能越过前面的长子嫡子 可实际上是赵王妃心中隔印 并不想给 就想着将苏府摁下头 低慕容宁一头罢了 不过赵王妃这说法 也挑不出什么错出来 而且 八百金八千银的聘金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说出去也很体面风光 这才无人拿出来说是 若不然 咱们也过去瞧瞧 看看这李家 到底给了什么样的聘礼 可 走走 于是 这一群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的人 便成群结队地 往静宁宫府走去 心想着 便是进不去府里看热闹 在门口看看 也是值得的 静宁宫府这前几日 已经开始准备了 早早地给府上的仆毙 都发了一套整齐的新衣 今日一早便要穿上 王室今日也早早地起来打扮 命人将各类待客的东西 都准备妥当了 就等着贵客到来 先前苏府定亲 王室还生着气 一阴事情 都是杨氏自己办制的 他是懒得管 可是到了如今 苏管要定亲 他自然是费了十二分心思的 一些事情 都是他吩咐给李氏 让李氏和梅谷半智的 当日什么人出去迎接 落座的时候上什么茶 用的什么点心水果 都讲究了一番 李林与静夫人来的时候 正是四十初 早上九点 过来的一共三辆马车 骏马踏不升踏踏船来 那马车车厢微微摇晃 车厢边上系着的红绸布 轻轻地随风扬起 看着便是喜庆 这打前头的马车做人 后面的两辆马车上 摆放着一箱箱 缠着红绸的箱子 两边有护卫骑马护送 后面还跟着一众护卫 瞧着阵仗也不小 来了来了 李家的人来了 东西装了两辆马车 看起来也是不少了 谁也不知道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或者是来充数的箱子 你说这李家 到底有多少银子 那李警员之前 不是从隋王爷那处 得了万两银子 便是这万两银子 也足够背着一份 体面的聘礼了呀 咦 好像有这回事 马车缓缓而过 边上围着的人点起了脚尖 仿佛是要透过车厢看清楚 这里面装着的是什么 不过到底是隔着车厢 让人不能窥视半分 马车在静宁公府门前停下 有早就等候在门口的管家 陪同苏健迎接来客 苏健穿着一身暗袖枫叶的袍子 虽然比之前瘦弱了一些 但是风骨尚在 依旧是地成俊美的少年郎 车夫下马 取了一个凳子 放在下车落脚处 李玲先是掀开车慢下了马车 紧随后面的 他的面容俊逸轻俊 身姿如同松柏 此时他淡笑着 举手投足之间 有着淡定从容的金贵 面对周边围过来看戏的人 他也便是淡淡地看了一眼 仿佛丝毫不放在心上 有人小声地叹了一声 先前我怎么没注意 这李景元倒是生得好啊 夫人 请下车 他伸手扶了静夫人下车 静夫人将手放在他伸出来的手上 脸上的笑容真诚无比 于静佳而言 黎城的李氏是他们的主家 同样的 也是靠山 不管是在哪 若是遭遇了什么祸事 他们都可以退回 离城之中得到庇佑 保全血脉 与这位家主有这样的往来 不说是静夫人 连同静家主 也是万万想不到的 此番也希望她能如愿 只要好记住 静家这一次的相助之情 静夫人穿着一身海棠红的衣裙 荣华贵气 虽然比不得官家 告命夫人的气派 却也有一种倾国牡丹的大气 她的头上插着金簪不摇 摇摇晃晃的十分晃眼 细看之下 都是真品 苏贱朝着静夫人行礼 子贱见过静夫人 静夫人点头 有礼 苏贱与李林见礼之后 苏贱才到 今日子贱奉祖母之名 前来迎接贵客 请贵客里面请 静夫人转头 见随行而来的护卫动作很快 三两下的 已经将装聘礼的箱子 卸下马车 一箱箱地排在地面上 并且已经准备好了人 准备好了 抬进门去 静夫人点头 那边有劳 你小子引路了 苏贱抬手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 边上的人正在看着 偶尔低着头小声的议论 此时 却见苏贱迎着二人 往大门往里面走去 紧随他们后面的 便有一护卫 奉上了聘礼礼丹 交给了府上的管家 穿的一身喜庆新衣的管家 结果 开始唱念礼丹 为李氏子林 聘取苏氏阿管 来礼 定亲信物 暖玉玉佩一对 有人奉着一个木茶托 将上头半盖着红布 半饮半线的一对玉佩 送入府中 聘金 黄金千两 白银万两 此话一出 后面围着看热闹的人 轰的一声就炸开了 千两 万两 兄弟 我没听错吧 是不是我耳朵 坏了 可不是 黄金千两 白银万两 千金为聘取家父 这李锦元好大的手笔啊 当真是舍得 他哪来这么多的钱银 这至少是两万俩银子了 便是之前 他从隋王爷那处所得来的 也不过是万两银子 就是 莫不是是静家相助 静家富贵 千金万银 那是不在话下 说不定就是 有人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若是我也能与静家攀上关系 那该多好 说不准 我也能捞着这份聘礼 也能娶上一个千金贵女 谁说不是呢 美的你 千金贵女 也能看得上你 第194章 乾坤两一期 先前谁人说 李家拿不出聘礼来娶妻 说此番下聘 那温孝郡主和静宁功夫 也要跟着丢脸 如今且看看 且看看 你们到底是脸红不脸红 千两黄金万两银 便是太子和王爷取正妃 也不过是这个数 先前招王府给静宁功夫 四姑娘下聘 不过才八百金八千银 先前谁说的 比不过四姑娘 边上的人 又将苏福拉出来说了一遍 这边的金银箱子 也已经让人抬进门 而后畅念的倒是寻常的聘礼 也是寻常的礼品 有布匹衣上若干鞋子两双 布料都是上等 属于有钱也难买的珍品 那袖鞋之上 还坠着两颗拇指大的珍珠 礼茶一盒 这一盒之中 还一分为四 各装几两极品的好茶 便是随意拿出一种 都能让爱好茶到之人痴迷 此外还有礼饼 礼香礼竹 礼酒 石令水果 干果蜜饯 还有肉类等礼品 除此之外 还有八件珍品 八宝如一拙一对 叶明珠一对 文芝喜先生侍女图一符 玄威先生小窗咸识图一符 白玉茶斩一套 孟琴先生古琴一架 瓜蝶绵绵白玉簪一对 李帝师乾坤两一气一腹 李 大雁一对 一样一样的聘礼畅念出来 边上原本想要围观李家 和静明功夫丢脸的人 只觉得眼睛瞎了 耳朵也聋了 什么 不眼瞎也不耳聋 那怎么会听错了呢 在场的人是愿意觉得 是自己瞎了拢了 也不敢相信 这便是李家给苏管辖的聘礼 且不说这千金万银了 便是这后面八件珍品 八宝如一拙很多 品相和大有不同 有便宜的 也有贵的 但是叶明珠 那两颗瞧着鸡蛋大小的珠子 漂亮的令人一不开眼 文芝喜先生和玄威先生 乃是前朝的画作大师 虽然不同时期 名声却都很大 文芝喜擅长侍女画 玄威先生擅长山水画作 两人被封为画界的祖师级别的人物 留存世间的画作不多 随便一幅 便是万金难求 那白玉茶盏茶壶 做成了柿子状 六个茶杯 也犹如一个个小柿子 看起来非常的精致可爱 而且 这白玉的水头极好 又是这么大的一块玉雕刻而成 自然也是价值不菲 再来是孟芹先生的古琴 孟芹先生乃是音律的大师 具体姓名 早已无人知 世人只晓得 这他对音律如此如醉 尤其擅长弹琴 据闻有一日他入梦 有仙人教导他至晴 梦醒之后 他便制成了他最爱的古琴 并且将其称之为孟芹琴 自名为孟芹 而后这位孟芹先生所做的古琴 也都称之为孟芹 孟芹先生后来不知所踪 所留下的作品也不多 任何一架琴拿出来 都是能让世人争抢不休的真品 再往下 李帝诗的乾坤两一琴 李帝诗是什么人 前朝元起帝詹氏 元起帝是何人 两百多年前 横扫天下统一大业的千古帝王 元起帝统一天下之后 封恩氏为帝诗 这也是千古以来 第一位被尊为帝诗之人 而后天子之诗皆称为太父 无人敢与之彼肩 据闻这李帝诗乃是千古第一琴人 协助元起帝统一天下之后 他便带着家族手下不知所踪 直到一百多年后 前朝灭亡 天下战乱四起 世人才得知 原来李帝诗去了黎城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太平市 而这乾坤两一琴呢 说的是李帝诗从不离身的两枚棋子 一黑一白 故称乾坤两一 据野史传说 这位李帝诗 其实是仙人灵士 懂得世人所不知道的很多东西 也给这世间带来了很多的福祉 而这两乾坤两一琴 则是他手中的法器 可不算生死 也可呼风唤雨 是一件神乎其神的宝物 相对这些真品而言 原本算是重头戏的大雁 却平常的不能再平常了 李帝诗 真的是李帝诗 真的是乾坤两一琴 这是真的吗 便是早已死去了两百年的人 可也不妨碍后世人在他的故事里 仰慕这位曾经出现过的仙人 希望在这岁月悠长的历史长河里 能窥见他的一丝一毫踪迹 两一琴 真的是两一琴 快给我看看 快给我看看 这哪里能给谁看的 万一抢夺之下毁坏了 那还了得 好在这聘礼也念完了 管家推着拎着大雁的护卫进门 然后让人将拦住这些跑过来的人 快快 关门关门 把门关上 将他们赶出去 将他们赶出去 拦住拦住 将他们拦住 大门口这边的人像是疯了一样 管家好不容易让人将涌上来的人赶了出去 将大门关上 办完这一切的时候 他只觉得浑身都虚脱了 不过他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聘礼单子 也觉得手抖得厉害 天哪 真的是李帝氏的东西 外面的吵闹被隔绝在院落之外 王氏与苏巡夫妇 在外院的待客正院 同进夫人李玲说话 一箱箱聘礼 被抬了进来放在屋中 王氏只觉得再满意不过了 眉目之前比以往慈爱了 不知道多少 王氏叹息道 原本阿管的亲事 府上还想过两年 在意的 奈何姻缘天定 我等拦不住啊 靳夫人笑道 可不是吗 当真是天定的姻缘 李公子与郡主 日后定然和和美美的 你也知晓李公子的性子 素来便是温和不过的了 对待郡主 也是细心周到 要说这世间上 还要去哪里 才能寻得这样的如意郎君 靳夫人倒是知道一些李家的事情 李家历代素来不纳妾 也不养旁的女人 一心一意地守着嫡妻过日子 实在是难得 若不是李灵看不上 她都想将自己的孙女许给她 嫁入这样的家族 做的还是当家主母 谁人不想啊 不过靳夫人也就是敢想想罢了 可不敢伸手 做些不应当的事情 得罪了李家 那是不值得 王氏点头 说的也是 警员啊 是个好儿郎 将阿管许给你 我与他父亲 也是放心的 靳夫人于是便问她 那夫人 可是请郡主前来 交换了这定清信物 第195章 聘书 自然 王氏碎命人 去请苏管出来 苏管今日穿着一身烟红的乳裙 上面的刺绣 也是非常的讲究 有瓜蝶绵绵 有百花娇艳 还有一些祝福的字 依次沉在那瓜蝶和百花之中 她脚下踏着一双公头履 头上梳着刘苏记 其间粘着一支石榴簪 边上简单地凑着一些零碎的珠花 点缀着那一支石榴簪 衬得她美丽娇艳 如同春日的花 她缓步走来 静不声叮咚 一种玉制品 类似玉佩 初见时 她笑时眉眼温婉 清透灵秀 展露出笑容来 阿管见过祖母 见过父亲母亲 见过静夫人 见过李公子 苏管对着众人一一行礼 低眉是温温婉婉婉 瞧着性情温和 是一个一家一世的好姑娘 而且那双眼睛清透明亮 可见聪慧灵秀 连静夫人都不得不承认 李玲的眼光确实不错 在静宁功夫这一众姑娘之中 挑了一个最好的 苏若隐忍 苏仁懦若 苏灵悲情 苏福肆无忌惮 有恃无恐 苏染自作聪明 自以为是 也唯有这个 温婉聪慧 这样的人 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境地 他都会让自己过得更好 身似腾罗 心似松柏 温孝郡主 一番行礼 王氏便招手苏管到他跟前来 阿管过来 苏管走上前去 在王氏身边的位置坐下 然后又听王氏道 我们家这个姑娘 在家里素来是最孝顺 性情也是最好的 今日若是将她许了你 你日后可不能欺负她 若是真有那一日 我们静宁功夫 也不是好欺负的 李玲望了望低头的苏管 只见她耳朵处有些红 手指握在边上的圈椅的边缘处 有些发白 纤细白皙柔弱 如同一根新生的草苗 她故作无意地收回了目光 谦逊温和道 夫人放心 日后便是成了亲 景元定然会善待六姑娘 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王氏听了这话 心头满意 记住你今日说的话 若是你欺负了我府上的姑娘 我可饶不了你 李玲点头 景元会时刻记得的 不敢让此事发生 王氏这才点头 让人将先前准备好的信物拿出来 昔日李玲雕刻的一对白玉松鼠抱为玉佩 那玉佩用的是暖玉 在松鼠的眼睛上镶嵌了一点墨玉 看起来活灵活现的 可爱的的不得了 当初李玲雕成了这一对玉佩 又得了苏管编程的落子 便请靖夫人选了一个吉日 供奉在城外大恩寺的大殿之中 不久之前才娶了回来 那一对玉佩 看上去大小相差不多 但是男子那一枚玉佩 却大了稍稍一点 不细看时倒是看不出来 有人将装玉佩的茶托缝了上来 王氏翻看了一眼 将其中刻写着李玲名字 和生辰八字的玉佩娶了 然后放上了一个早就准备好 一封红纸包裹的金钱 愿你们日后能成一对好姻缘 和和美美的 靖夫人笑了起来 一脸的喜意 夫人大喜 密得好孙婿 此乃家傲天成 天生的一对 日后啊 定然是和和美美的一对神仙眷侣 聘礼进了门 换取了信物 然后便将书写好的聘书拿出来 填写一些内容 聘书一成 事情变成定局 不容轻易反悔 便是对方落魄穷困 也是要嫁的 预报加期 府亲翁如面 小子李氏子林与贵府千金苏氏阿管金媒朔之言 欲结情境之好 此乃天作之和 家傲天成 将二人的这桩婚事赞了一遍 觉得是天作之和 家傲天成 而后又列了聘礼各类 到了最后 又写了招宁24年9月10日定亲过的大礼 只是 因着婚期未定 婚期这个位置是空着的 到了日后定了婚期 便将婚期天上 南方带着聘书前来迎娶心腹 亲书完聘礼 没有什么问题 双方签字 又有见证人签字为证 此后 这一封聘书便是有效的文书了 任凭谁也抵赖不得 苏管望着那一纸聘书 心中茫然了一瞬 想不起来 为何将自己这般轻易地定了出去 从今往后 她便有了一个未婚夫 想到这里 她便将目光投了过去 只见婚夫人笑容满面地将聘书收起 李玲站在边上 微微抬眼 触到她的目光 露出了安抚的笑容 她的眼睛 像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她的心一下子便安定了下来 只觉得拨开了云雾 原本漂浮不知往何处的心 也落到了实处 这桩轻视是她所求的 李玲又是这样好的一个人 有什么不安的 愿只愿两人这桩轻视顺利 日后再也不要有什么波折了 她对着她笑了笑 像是在告诉她 自己没事 静夫人见了 便打趣道 瞧这两人 稍稍不注意便眉目传情 夫人不如 做个好事 让这二人说说话 王氏想了想 也点了头 那就让阿管领着警员到院子里走走吧 阿管 去吧 苏管站了起来 应了一声是 然后便走了过来 与李玲一同行礼告退 便转身出了大门 她走得不快 李玲有意等着她 便也放慢了脚步 两人一同走到了院子里 如今已经是秋日 院中设有各色各样的菊花 边上还有一株盛开的正好的海棠 也不知哪个角落里种了桂花 风吹来的时候 还闻到了淡淡的桂花味 两人并肩走在院中 往着那一株海棠花方向走去 苏管低着头 看了看脚下的青石板 便听见她说道 聘礼之中有八件真品 其中七件是给你的 最后一件乾坤两仪旗 已回去便让你父亲献给皇帝 苏管愣了一下 乾坤两仪旗 她一时间想不起来是什么 只是好像在某个地方听说过 或是在某一本书里看过 李玲道 前朝李帝师的乾坤两仪旗 苏管一顿 然后哑了一声 你说的就是那位 协助元启帝统一天下的那位李帝师 我想起来了 苏管也是很兴奋 一双眼睛发亮的 你怎会有这东西 偶然所得 第196章 这么一个烫手山芋 丑剧 便是偶然 可是难得 苏管与她在海棠树下的石桌坐下 由婢女奉上了茶水点心 李玲则是伸手 给两人各添了一盏茶 苏管又问 你为何将此等宝物做聘礼 又让我将其献给陛下 李玲道 两仪旗是世间难求之宝 若是将其献上 定然能得到庇佑 李玲将两仪旗拿出来 其实也是经过考量的 她娶了东赵的贵女 东赵的皇帝虽然忌惮她 可同样的 也会对靖民公府 存有怀疑之心 或许碍于她的存在 皇帝不会出手对付靖民公府 可若是遇上了什么事情 皇帝也未必会管 很大的可能 便是人之随之 不管不问不重用 乾坤两一旗 因着李帝师的缘故 在世间上名声很大 若是某个国家得知 也能增加一些声望 李玲将其作为聘礼给了苏管 又让苏管交给苏巡 献上给皇帝 其实也是一种交换 若是皇帝接了 便会保护靖民公府一家老小 日后她和苏管不在地城 也能放心 若是皇帝不接 那于她而言 也没什么损失 苏管文言有些设不得 小脸上有些纠结 那两一旗 真的要献给陛下 李玲瞎了一口茶水 文言点头 自然 便是放在你们府上 你们也护不住她 如此珍宝 也不知道天底下 有多少人垂涎 便是靖民公府也护不住 若是留着 便是清风别院事件再现 甚至其中的争夺 会在网上提个几倍 日后府内再无安宁 李玲道 你莫要忘了清风别院之事 若是你留着 那便是一个各路争抢的祸端 各国的皇帝 权贵都想得知 日后府上怕是再无宁日 苏管的手一哆嗦 脸色都变了 虽然说她也觉得是个好东西 可若是会引来诸多的麻烦 那是肯定不能要的 再好的东西 总归是一个死物 哪里比得过 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日子强 在东坡之中 若是不小心被殃及了 很可能将小命给玩完了 这么一个烫手山芋 丑惧 苏管嘴角微扯了一下 坚定道 那就献给陛下吧 李玲见她先是纠结不舍 现在又是一副 嫌弃恨不得丢远些的表情 嘴角的笑意 怎么也掩饰不住 她还是最爱安定舒适的日子 那些乱七八糟的争端 她是一点都不想沾的 在旁人看来 为这样的珍宝献上性命在所不息 可在她看来 什么都比不上安定舒适的日子 汽水流长 朝朝暮暮 她轻咳了一声 又喝了一口茶 我过几日便要 离开地城一段时间 你在家中 要记得每日出来走动走动 不可整日 在屋里坐着 我命人 给你调配了一份 强身健体的药丸 明日派人 给你送过来 苏管威亚 只抓住了前面的事情 你要离开地城 嗯 她点头 日后怕是少有时间外出走动 趁着这个时候出去走走 等日后成亲了 我便陪着你 虽说两人定亲了 可是在成亲之前 想见面也是不容易 一个月能见上一面 已经算是好的了 距离成亲 还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她总不能一直待在地城 惦记着何时才能见上一面 所以她便想着 先在东照各州走一走 也算是游历历练了 也好过留在地城 等着这难得一次 见面的机会 到底这也是 她历练的一部分 待遇她成亲之后 她便多陪着她 不会再到处跑了 待你明年急急 我定然会回来 陪你的 苏管倒不是那种 腻腻歪歪的小姑娘 听她这样说 也知晓她有事情要做 自然也不会反对 她道 那你出门在外 需得照顾好自己 若是得了空闲 也给我写信 好 她笑了笑 想在喝茶的时候 却见杯子里已经空了 苏管提着小茶壶 示意她将杯子放下 又给她添了茶 茶水落入茶杯之中 有茶颜鸟鸟 她的声音细柔温婉 低眉看她的时候 总觉得 其中有无限的柔情 有那么一瞬间 她竟然有些不想离开了 便是守着很长一段时间 能见一面 却也是好的 总之 万事小心 记得我在地上等你就是了 好 我记下了 两人并没有待多久 便回了屋子里 王氏和静夫人 去了一旁的小厅聊天 一旁的苏巡和李氏坐在一起 眼底有些烦躁 不过她掩饰得好 表面上倒是看不出什么 她一双眼睛紧盯着门口 见到苏管和李玲并肩走来 想要瞪眼 不过又想起了王氏说过的话 只得忍住了 回来了 父亲 母亲 三爷 三夫人 苏巡强忍下 想要瞪她的表情 问道 你们方才聊什么呢 这么久才回来 久 苏巡微微诧异 父亲 才不到两刻钟 半小时 两刻钟 还不久 苏巡见他就要生气了 急忙到 久久久 很久了 是阿管不是 父亲 阿管给你赔罪了 苏巡听了这话 轻轻地哼了一声 心情倒是好了一些 到底还知晓要哄着他 尚且有些良心 姑且就饶恕他们一回 行了 我命人备好了饭菜 你也留下来用一些 好 中午静宁公府 背了酒席待客 苏巡留了下来 在屋中设了两桌酒席 两桌酒席之间 中间隔了一副骏马图屏风 一桌安排的女子 是王氏和李氏 还有静夫人苏巡 另外 还将苏罗叫了过来 另一桌安排的则是男子 静宁公苏望苏巡 李玲 还有苏健和苏良 苏巡命人取来好酒 很快便与李玲喝了起来 苏健在一旁 劝着也劝不住 倒是苏良一派 镇定地喝着汤 当做没看到 对于他这个父亲 苏良心里也是有些明白的 六姐定了亲 父亲心中正难受着 可又碍于这人 是他未来女婿 打不得骂不得 还不敢给人家脸色看 他心里正憋着 也就灌几杯酒罢了 李玲见着未来岳父如此 自然是陪着他喝了 要娶人家姑娘的 总是要低头受点气 不过是喝酒罢了 也算不得什么 来 景云啊 干了这杯 第197章 静宁公府苏巡 前来向陛下献礼 李玲岁与苏巡 一连喝了好几杯 静宁公在一旁 看着眼角直抽 只觉得他三儿子 今日不同寻常 待他们喝了七八杯之后 静宁公便阻止道 行了老三 今日是好日子 你可莫要喝醉了 也莫要将人灌醉 若是他醉了 被抬着出去 岂不是让人笑话 景云啊 你多吃菜 李玲脸色不变 依旧是一派淡定从容的模样 文言便谢道 多谢侯爷 无须客解 日后啊 你便是我的孙旭了 总算是不辜负 昔日许下的承诺 你父亲也该放心了 父亲定然会放心的 苏巡喝了酒 脸色有些发红 但是他也知道 自家老爹说的话没错 他今天不能把人灌醉了 要是这竖着 竟然横着出去 指不定明天 被传成什么样子 我知道了 苏巡姑且便放过了李玲 行到 今日是便宜他了 待到了日后 定然要好好灌醉他一场 于是 这一场酒席 终于是和谐了下来 静宁公与李玲 说起了李玲父亲当初救他的事情 虽然事情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但是他显现没命 倒是记得非常清楚的 这边的苏馆 坐在王氏身边 听着王氏跟静夫人 说了不少夸耀他的话 一旁的李氏得了空闲 便招呼静夫人吃菜 苏罗坐在苏馆身边 乖巧的不得了 王氏命人 喊了苏旺过来 却没有去喊杨氏 他现在是很不乐意见杨氏的 至于二房 他同样是不想见 于是这一场宴席 也就是三房的人 再来被王氏 这一桌倒是顺利得很 酒席也在王氏 与静夫人的谈话之间结束 这酒席一结束 也便到了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了 提亲在上午 中午在府上吃一顿也就罢了 若是再留下去 那就不妥当了 王氏命人 将早就准备好的回礼装好 待两人离去的时候 便将回礼送上 李玲和静夫人出门的时候 正好被门外的人堵着了 好在两人早有预料 边上的护卫将两人护主 往马车边上去 李景元 你给温孝郡主聘礼礼的两一期 到底是不是真的 当真是当年李帝师的乾坤两一期 就是啊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是从何处得来了这两一期 李玲和静夫人 文言也不答这话 只是让人让开 诸位且让让 今日静夫人在此 若是伤着了静夫人 可便是不好了 边上的人文言 心中犹豫 静家在地城是大士族 并非他们能招惹得起的 当下也不敢继续往前挤了 有人问道 那你说说 这乾坤两一期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李玲道 诸位认为是真的 那便是真的 认为是假的 自然也是假的 李帝师早已失去两百年 这是真是假也无人敢辨认 在下也不过是偶然得到此物罢了 诸位请速速散去 莫要挤在他人门口 实在是失礼得很 一行人穿过了人群 很快递上了马车 将静明功夫的回礼装在车上 让人驱着马车离开 待到他们离去了 人群里才有人反应过来 唉 刚刚只顾着问两一期的事情了 倒是忘了问李景元 他这桩轻视成了吗 可不是 到底静明功夫是个什么意思 定然是成了 若是不成 早就被赶出来了 正是这个道理 而且这门轻视 也早就被传得沸沸扬扬 静明功夫但凡是要脸的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拒了 再则 如今李家给的聘礼 也是少见的丰厚 温孝郡主面子好看了 静明功夫脸上也好看了 哪里还能拒 静明功夫外面闹哄哄的 府内的静明功和王室 和在场的几人 商量起了这两一期的事情 先前外面闹起来的事情 静明功和王室 也是听说了这事 当下也是 震惊不已 恨不得当时 便去看看这宝物 只是碍于 有静夫人和李玲还在 也不好开口说此事 毕竟人家今日来过聘礼 若是拿着聘礼礼的东西 来追问 实在是一件失礼的事情 像是静明功夫的人 多没见过好东西似的 王室刚刚起了一个头 而后苏管便道 祖父祖母 先前李公子也与我说过这件事 说是这两一期 须得让父亲献上给陛下 在场的人 闻言皆是一愣 王室皱了一下眉头 而后问苏管 警员是如何同你说的 苏管斟酌了一下词句 道 李公子所言 如今府上并非安稳 若是将两一期献给陛下 陛下得了此等宝物 定然会扶照府上一二 也得一个安稳 静明功闻言 倒是有些诧异 不过转瞬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来 只觉得这年轻人有心了 警员此举 是为了我府上着想 如今局势不明 焉之日后会发生什么 将两一期献给陛下 如此也好 再则 我们便是想留也留不住 若是执意强留 必然有获端 如今的局势 倒是越发令人困惑了起来 连同静明功也想不通 皇帝心中到底在想什么 太子虽然被废 可是臣府隐一案 一直压着不审 说是证据不足 而后又将明王提了上来做事 与隋王打起了擂台 隋王背后牵扯到士族 静明功也知道 皇帝不愿隋王上位的 免得外戚坐大 江山易主 隋王与赵氏 若是斗起来 谁输谁应未必 静明功想不明白 皇帝是想立明王为储君 还是想将明王拉上来 与隋王相斗 等待时机 再将废太子再立为储君 静明功的两个姑娘 一个是先前废太子的良帝 一个是隋王的侧妃 若是闹出什么事情牵扯上了 容易惹上祸端 若是此时献上这样的宝物 求得皇帝的庇佑 求得一家平安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李景元有心了 王氏点头 公爷说得极是 既然是景元的意思 那便这样办了 老三 你拿着你父亲的帖子 即刻进宫求见陛下 若是迟了 未免夜长梦多 待老三进了宫 我便让人将此消息传出去 任何外面的也都知道 乾坤两一旗进了宫里了 省得上门来找事 如此正好 苏巡快速换好了一身衣装 带上盒子装好的两一旗 再带上一对靖宁宫安排给他的护卫 从府上一个隐蔽的小门出了府 坐着马车 快速地往皇宫赶去 马车在皇宫大门外停了下来 然后守备将军上前来询问 苏巡跪了下来 将手中的盒子双手举起 大声喊道 靖宁宫府苏巡 前来向陛下献礼 第198章 天地寂静 山河永存 宫里庄严如素 亦是繁花景簇 宫外是人间烟火 亦是人生百态 皇帝居于太极宫之中 坐拥这个宫殿 望着这皇宫之外的子民 望着这东赵的子民 两一旗的事情传得很快 自然也传到了皇帝的耳中 若是说不想要 那自然是骗人的 昔日李帝师运筹帷幄 堪称天下第一人 皇帝虽为帝君 却也是一个世俗中人 他渴望力量 希望能像李帝师那样 拥有不凡的智慧和本事 运筹帷幄于世间 皇帝不知道 如何解决眼下的困局 就好比当年赵贵妃怀了隋王 他一时心软 让这个孩子生下来一样 若是他能再果决一些 再狠辣无情一些 便不会有隋王争地位一事 皇帝不想让隋王登位 却也不想让他死 他的剑染尽了手足的血 是踏着尸山血海登上的皇位 原本就应该是一个 心中只有权势 没有半点亲情的帝王 可是他容了隋王 亦容了如今犯了错的废太子 说到底 是因为他是一个帝王 同样的 也是一个父亲 何该收拾这残局 可是收拾这些残局之余 他也愁苦得很 他这几个儿子 竟然是没一个人 能担起这江山社稷 这让他非常的不安 便是坐在这高位之上 掌握着这破天的权势富贵 他心中却是空的 英雄驰木 后继无人 或许大概 就是他如今的写照的 皇帝望着门外 想起了当日赵明长皇宫 呈上太子罪状的那一刻 只觉得心底有一股血气 直往头顶上冲去 太子太让他失望了 卫君不仁 为子不孝 竟然为了皇位 想要失君杀父 这样的人 定然是不能为君的 皇帝对比了自己的四个儿子 也生出过 想要将皇位 传给赵明长的想法 若是赵明长继位 为了他的名声 定然会善待这几人 至少能让他们 富贵地过完这一生 不会有性命之忧 而且 赵明长也是个有本事的 他性情坚韧 为人正当 待人和气 也从不因为旁人的身份 而改变自己心中的想法 他若是为帝 是东照子民之福 可赵明长据了 说他只愿做一个王爷 辅助帝君 守卫东照的山河 事到如今 皇帝竟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像是眼前的这个棋局 虽说有好几条路可以走 可每一条走到最后 都逃不开一个死字 是个无解的死局 皇帝握着一枚白子 坐在棋盘边上 看着铺陈在棋盘上的黑白棋子 只觉得心中空得很 不知不觉 手中的棋子被他捏紧 因着太过用力 手指微微泛白 静宁功夫 苏寻 前来 献礼 风中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也便是他耳间 听到一些零碎的声音 他皱了一下眉头 将手中的白子 丢回了棋篓之中 何事喧哗 边上后着的刘公公 立刻上前 奴才这就去查看 刘公公见皇帝把手准许 便转头 对着他身后二人 其中一个叮嘱了两句 然后便带着另一个匆匆离去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又折返了回来 禀陛下 外头的静宁功府的苏寻 静宁功的三儿子 皇帝微微有些诧异 静宁功自从称寿商 上交兵权之后 便少有求见他了 如今让苏寻前来 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于是皇帝便问 可是说了何事 刘公公脸上笑呵呵的 声音也压得有些惨媚 陛下大喜 苏寻是来献礼的 所献的 正是今日那李警员 给温孝郡主下聘所用之宝物 正是那李帝师的乾坤两一旗 皇帝一顿 竟然有些错愕 你说什么 刘公公笑道大声道 苏寻前来 将乾坤两一旗献给陛下 皇帝眼中一喜 却也顿了一下 心中有些诧异 事情似乎并没有 他想象的这般简单 若是旁人说 拿出什么乾坤两一旗 皇帝是不信的 可若是李林拿出来 他自然是信的 到底李帝师是李林的先祖 李氏族有李帝师的东西 是极其正常的事情 可奇怪的是 这一件文明天下的宝物 又是先祖遗物 李林为什么会大张旗鼓地 拿出来给苏馆做聘礼 转头苏巡却又献给他 皇帝略想了一下 也很快地明白了李林的意思 日后李林怕是要回离城 可他娶了静宁公府的贵女 离城离地城太远 若是有什么事情 也是鞭长莫及 他此番 怕是想要让他扶照静宁公府 陛下 刘公公喊了皇帝一声 皇帝回过神来 却又听刘公公问 如今苏巡拿着静宁公的帖子 在宫外等待陛下的传照 陛下事件还是不见 皇帝在得到乾坤两一旗 和扶照静宁公府两者之间 摇摆了一瞬 最终点了头 宣他进来 是 刘公公虽带着人去宣苏巡进殿面圣 也很快地将苏巡带了进来 苏巡穿戴整齐 手上还拿着一个盒子 进了太极殿 被领到了皇帝面前 他便恭恭敬敬 向皇帝下跪行礼 臣苏巡 叩见陛下 免礼 起来吧 谢陛下 苏巡站了起来 然后双手将盒子奉上 给陛下 苏巡心中有些不安 心中想着 若是皇帝问他 为何将此物献上 他该如何作答 才能显得静宁公府上下 都是个开阔的人 认为这样的宝物 就该属于陛下的 但是庆幸的是 皇帝并没有问他缘由 只是命人将盒子接过 由刘公公打开查看 得知没有问题之后 便呈上给皇帝 皇帝的目光落在盒子里一瞬 只见那盒子里最下方 放着一块白色的绸缎布 在绸缎布的上面 便放着两颗约同小鸡蛋大小 只比寻常棋子大一倍的 黑白两颗棋子 这两颗棋子 这分别用黑白两种玉所造 墨玉冷尘 白玉微暖 而在这两颗棋子当中 黑子之中 分布着一条条细微的白色纹路 白子之中 也分布着一条条墨色的纹路 如同这天地乾坤一般 皇帝忍不住伸手将白子粘起 放在手心当中 当即便觉得玉石温暖 像是拥有神秘的力量一般 令人安定下来 他握了白玉 又将墨玉握在手中 墨玉微冷 但是两只两颗棋子 握在一起的时候 却奇异地觉得 那一份冷和暖平和的 皇帝握着这两颗棋子 仿佛望见了昔日 被誉为天下第一人的李蒂师 他手中握着这乾坤两颐棋 于千军万马之中微微一笑 天地寂静 山河永存 李长渊啊 第199章 升官 李蒂师早已逝去200年 世间已经少有人 知道他的姓名了 也只有皇族内宫的史书记载 曾说过这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 便换作李长渊 皇帝将两颗棋子握在手中 转过头问苏巡 你今日前来献礼 可是有什么所求的 苏巡低着头道 臣并未有什么所求 只觉得这样的宝物 和该属于陛下的才是 皇帝垂了垂眼眸 而后道 你有这份心 朕是知晓的 静宁公府上都是忠孝之人 朕心中也有底 既然你没有所求 朕辽领了府上的心意 苏巡松了口气 心中大定 臣多谢陛下 皇帝又问他 你如今在哪里做事 苏巡道 回陛下 臣在礼部 苏巡领的是 礼部主事的一个小官 也就是挂了个名 有事就去做一下事情 若是没事 连一个毛 点名都不用去 皇帝点头 表示明白了 朕知道了 且退下吧 苏巡行礼 臣告退 苏巡离开了皇宫 上了马车 往自己府中赶去 马车摇摇晃晃的 他坐在位置上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其实他是算不准 皇帝心中到底在想什么 走这一趟 也不知道有没有达到 他想要的目的 想到这里 他有些烦躁 万一皇帝真觉得 他们府上人人都是无私的 心甘情愿将宝物献给他 当真是半点好处 都不给怎么办 然而也未等他想太多 他这前脚 刚刚进了 静宁公府的大门 后脚皇帝的赏赐就过来了 皇帝先是赏了 静宁公府上下 说了一番 静宁公府如何的大功无私 又另外 背了一份赏赐给苏巡 说是给他添的嫁妆 最后 还给苏巡升了一个官 升了礼部侍郎 朝堂上书为二品官 每个上书身边 则设有左右侍郎两名 为三品官 往后属还有郎中 园外郎 主侍等小官 苏巡在礼部 就是一个打酱油的礼部主侍 如今是一月做了三品大员 苏巡有些窒息 这 这该如何是好啊 王氏命人将宣旨的公公送出门 见自己儿子 一副要生要死的样子 险些一巴掌拍死他 就不能有点稚气 难不成他这一辈子 都想着混着这小官过日子 他也不看看边上站着的苏灵 极度的脸都黑了 那一双眼睛红通通的 真是恨不得上前将人给撕了 苏灵和苏巡同是近视出身 苏巡领了一个礼部主侍这个小官 逍遥自在 平日里赏话吃酒 与有人游山河 少有做事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 若是旁人抢着做 他也是随人家去的 自己逍遥自在得很 而苏灵呢 在官场之上急急盈盈多年 只觉得自己左右逢源 好生厉害 如今在公部正坐着公部郎中一职 日后有机会 定然会坐上侍郎的位置 或是上书 可是没想到 他一直觉得碌碌无为 没有半点可取之处的三弟 竟然凭着县礼 竟然一下子升了好几品级 直接坐上礼部侍郎的位置 这可是三品官啊 这已经不是一般令人窒息了 苏灵只想着去死一死 苏管也笑了起来 父亲升官了 这可是好事 苏管虽然知道 苏巡并不怎么喜欢这些 可靠自己总比别人好 如今静宁公夫妇还在 三房一家在府上 日子还过得不错 他不做什么 日子过得逍遥自在也罢 可若是到了日后 苏旺或是苏建主事 那难说了 他自己有个官职 不管日后情况是怎样的 他都能护住自己一家 而且六部之中 礼部也没那么复杂 王氏瞪了苏巡一眼 可不是好事吗 明日便去礼部办事去 也给我成日待在家里 苏巡无奈 也只得硬着头皮硬下来 母亲 儿子知道了 肯定会好好办拆的 王氏道 你这样想就好了 既然去了就好好办拆 家里不求你有功 但求无措 是 王氏将这一众人打发走了 又将皇帝的赏赐记录在案 并且让人 将皇帝特意给苏管天价状的一部分 送到了管院的库房里 静宁公府上下一片喜庆 然而消息传到了芙蓉院当中 苏福却大吃一惊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白纸和白河有些惶恐 对视了一眼 都低着头不敢说话 苏福又道 你再说一遍 那李玲今日给苏管 下聘给了什么 白河指的硬着头皮道 给了 给了千两黄金万两白银的聘金 这不可能 苏福豁然站了起来 一脸的不幸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白河道 这是真的 那金银元宝抬了进来 夫人都命运一一亲属了 半点错处都没有 苏福不幸 这不可能 李玲那穷酸 哪来的钱赢下这么重的聘金 在苏福眼中 李玲便是一个 没钱竟然还敢挑剔她的穷酸 怎么可能有钱 白河忐忑道 大概 大概是靖家相助 李家与靖家有恩 靖家帮她备制聘礼 也是正常的事情 苏福气得头顶 都要冒烟了 李家怎么对谁家都有恩 莫不是成日不做事 到处行善去了 只等别人富贵了 好上门逃取好处 真是不要脸得很 和苏管一样的不要脸 苏福既恨着靖宁宫寿宴上 李玲让赵明言丢脸的事情 又既恨着苏管 让她失礼丢脸 而后又害得她 差点进了小雀院 现在还被禁足 碍于誓言在前 她不敢去找苏管的麻烦 可是同样的 她也不想苏管和李玲好过 算着日子 今日正是李家来下聘的时间 所以 她才让人去盯着 心觉得 要好生嘲笑一番 也让苏管知道 她要嫁的是什么人 日后要过的是什么日子 苏福是要嫁给靖王府的人 日后是要做王妃的 而苏管 则是要嫁给一个穷酸 便是定亲也给不了她多少体面 两相对比 且看她如何继续得意 还说什么是她自己 愿意嫁给李玲的 简直是笑话 可是苏福没想到的是 李玲竟然给苏管做了面子 给了千斤万银的聘金 这风头一下子 就压过了当初 赵王府给她的聘金 当初赵王府给的 不过是八百斤八千两银子罢了 苏福简直要气得吐血 第二百章 若说年轻貌美 哪里比得过两个大丫鬟 白纸和白河 原本想说一下 关于乾坤两一期的事情的 但是见苏福因为聘金都气成这样 那是什么都不敢说了 若是苏福发起怒来 倒霉的还是他们 两人只觉得自己太可怜了 跟了这样的一个主子 苏福咬牙切齿 这个李玲 当真是来克我的 白纸和白河对视了一眼 任由苏福发了一阵脾气 等她累了 便由白河守着 白纸去见了杨氏 白纸哭诉道 世子夫人 姑娘得知 李家给六姑娘千斤万银的聘金 已经生了好大的气 奴婢当真是怕姑娘气坏了身子 若是世子夫人去见了姑娘 万不可再说后面真品和乾坤两一齐的事情 若是姑娘知道了 怕是更气了 奴婢是担心姑娘的身子受不了 杨氏咬牙 李氏给这样中的聘礼 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先前昭王府给苏福的聘礼 已经算是厚重了 便是没有千斤万银的聘金 可是昭王府的人说了 不能越过前头的世子妃去 她也没有什么话说的 到底是世子妃 日后要做王妃的 可她原本以为 在府上的一众姑娘 她的女儿阿福是最好的一个的 可万万没想到 一个她从未放在眼中的李家 竟然弄出这么大的阵仗来 压了她的阿福一头 千斤为聘取家父 给足了苏管的面子 且不管这些东西 是从何处得来的 日后旁人提起了 也觉得苏管这亲事 定得风风光光的 谁人还敢说 这李玲配不上静宁公府的千斤贵女 杨氏道 你说这话 本夫人明白了 回去好生伺候 你们家姑娘 可别让她委屈了 若是有什么需要的 便来我这里取 是 白纸低下头来 然后问杨氏 世子夫人 下个月姑娘必要出阁了 奴婢就想问问 给姑娘陪嫁的是哪些人 奴婢没旁的意思 就是 就是想给姑娘看看人 姑娘要嫁的 是昭王府的三公子 那可是皇族 三公子年轻俊美 也是血气方当的年轻人 奴婢就想着 万不可带一些 样貌出众的人过去 若不然日后闹出事情来 那就 杨氏皱起了眉头 看着站在她面前 年轻貌美的婢女 当下心变一颗灯 若说年轻貌美 在苏福身边的 哪里有人比得过 这两个大丫鬟 大丫鬟又被称作副小姐 平日里除了贴身 伺候主子 旁的事情都不用干 吃的 用的也是极好的 故此 也养得一副 肤白貌美的模样 因着跟着主子 一起读了书学礼仪 也是十字之礼 便是外头小户人家的小姐 也是比不上的 杨氏盯着白纸的目光 有些阴冷 白纸只觉得 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好一会儿 杨氏才道 你的话 本夫人记下了 不用你多事 好生伺候你家姑娘就是了 白纸黄黄地低头 是 杨氏爸爸手 让他离开 行了 你回去吧 是 白纸告退 很快地也回了芙蓉院 这会儿 苏福正在屋子 坐着生闷气 白和正站在门口 见白纸回来了 眼睛一亮 然后露出笑容来 两人回到自己 居住的小屋中说话 白和拍了拍白纸的手 事情如何了 白纸眉头紧皱 有些慌张 话我已经说了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你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若是不跟着苏福去招王府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结果 或是继续留在府中做事 或是胡乱指了一个人嫁出去 可那又能怎样 苏福行事和脾气 他们也是知道的 若是跟着他 他身份高贵 自然是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可他们 这两个做大丫鬟的 定然是要倒霉的 指不定连命都没了 这些日子 他们挨的板子 被罚得月前还少吗 主子不靠谱 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 谁愿意跟着 而且 他们都是半道上来的 又不是 从小跟在主子身边的 能有多少忠心 若是主子好 他们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也乐意伺候着 可主子不好 他们就要 为自己谋算了 如今这会儿 他们倒是羡慕起了 苏馆身边的小丧小慎 这两人打小 就跟在苏馆身边 是最信任的人 日后什么事情 也自然有主子为他们谋算 只要主子有碗饭吃 少不了他们一碗粥 白河道 只要能活着 便是知足了 白纸点头 你我姐妹一同 嗯 此时的苏馆还不知道 她的两个大丫鬟 已经算计着 早日离开她的身边 好让自己平安过日子 乾坤两一旗的事情 已经传开 整个地城都沸腾了 而且完全盖住了 聘金的事情 又不少人涌向 静宁公府 只想着 能不能有幸一睹为快 见一见这矿石珍宝 可是静宁公府 一直门户紧闭 任何人都进不去 到了后来 竟然有消息传出 说静宁公府 将乾坤两一旗 献给了陛下 如今 乾坤两一旗 已经到了宫里了 众人不信 可是还没多久 皇帝的圣旨便来了 说是静宁公府 献宝有功 嘉奖了 静宁公府众人 又给了诸多赏赐 而且因着苏馆 今日定清 这乾坤两一旗 还是他的聘礼 于是还另外 给了他一份赏赐 算是给他添的嫁妆 最后 还给献宝的苏巡 升了官 当上了礼部侍郎 那可真是厉害了 静宁公府的三爷 先前也是 在礼部吧 确实是 就是一个礼部的主事 多年都是混日子的 这样的人 竟然还升官了 竟然还做了三品侍郎 简直是厉害了 若是 你能献上这样的宝物 陛下说不准 也能赏你个官当当 可不是 要是献宝也有状元一说 如今这苏三爷 岂不是献宝状元了 说起来 我倒是佩服李景元 有这样的宝物 何愁没有出路 倒是白白给了岳家 李景元倒是厉害 给温孝郡主的聘礼 那也是好大的手笔 连昔日招王府 给苏服下的聘礼 不要高尚许多 苏冉穿着一身蓝衣 带着木梨从街上走过 听着 同他擦肩而过的众人 议论着 尚无理事下聘的盛况 和苏寻献宝升官的事情 死死地咬住了唇瓣 他当苏管是个蠢的 却没想到 到头来 他竟然比自己还风光